三百年前,灵气复苏,世界规则颠覆,妖魔肆虐,鬼物横行 唯有觉醒灵根,成为修行者,不断变强,才能登顶绝颠 华夏少年王燕开局剪刀诡异杀戮系统 根基提升为传说及十二阶火属性 获得神级辅助战技怒火焚身 怒火焚身LV1,使用后浑身燃起滔天烈焰,弓、防、精力、速度等全属性增幅100% 获得神级辅助战技杀神领域 杀神领域LV1,使用后产生无形领域,对领域中敌人产生精神干扰,影响敌人斗志,领域范围50米 从此,王燕开始独自杀戮 第一章,杀戮系统 近日,深海妖族超凡大妖提出要扩张领海 人类各国超凡修行者以赴太平洋边境参与协商 昨日,我国东周江海市一小区遭遇恶鬼袭击,造成八人死亡,三十余人受伤 超凡强者袁天刚对鬼界表示强烈谴责 博州锦阳市一中一高三学生,觉醒六阶土木双灵根 已被博州修行者大学私下关注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 小娟,别总看这些没营养的,你看点动画片都好 狭窄的厨房里,王燕听到客厅里正放着的新闻联播 被妹妹王小娟切成了短视频,高声提醒 知道了,哥 客厅里传来王小娟嫩声嫩气的声音 可是电视里的声音依旧没有变化 这个女人叫小美 王燕笑着摇了摇头,手上继续把案板上的西红柿切成碎 王燕是华夏国 灵州 望山市二中的一名高三学生 跟四岁的妹妹王小娟相依为命 哎,又得买盐了 王燕用手弹着盐袋子 将袋子里残留的盐斗落在锅铲里 三百多年前的灵气复苏 不仅使得热武器莫名失去效用 同时也多出了大量妖物和鬼物 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海洋广阔无垠 大妖横行 已经成为人类绝对的禁区 盐的供应本就跟不上 还有一些无粮商人在吵价格 普通百姓越来越吃不起了 王燕的大学学费 和王小娟幼儿园下学期的学费 也迫在眉睫 生活的重担 毫不客气地压在了这个 十八岁少年的肩上 王燕开始有些走神 要是一周后的修行者高考 能拿到望山市的状元 得到势力奖励十万块 就能让自己和妹妹捉襟见肘的生活 稍稍缓一缓了 原本王燕 只是觉醒了一阶 火属性灵根的小透明 灵根 是灵气 修行根基的简称 代表着一个人 在修行上的基础和天赋 很多时候 也决定了一个人 在修行上的上限 以王燕的情况 别说参加修行者高考 能不能顺利考上修行者大学 都另说 可是意外发生了 就在昨晚 睡不着的王燕 正担心若是落榜了 自己应该从事 何等职业 来养活自己和妹妹时 突然脑海中 便传来诡异的声音 这声音告诉王燕 他本是一个 玄幻世界穿越者的半生系统 可是那名穿越者 在系统帮助下膨胀了 对系统忽来换去 以止气使 目中无系统的 嚣张模样 把系统气跑了 闲逛到这个世界 找上了王燕 而这系统 送了王燕 一份见面大礼 先是把王燕的灵根 提升到了12件 根据王燕 在官方网站查到的信息 华夏国现在的天赋 检测上限是9阶 原因是 9阶网上的每一阶 都属于传说级别 以这个世界 300年的灵气 发展时间 根本无力检测 可是 哪怕如今 自己最终应该会被检测为 9阶活属性灵根 这等天赋也是举世 罕见的 不说华夏 整个世界 觉醒9阶根基的天才 都是几年才会出现一个 系统 还赠送了两个 可以升级的辅助战绩 怒火焚身 杀神领域 怒火焚身LV1 施展后 浑身燃起滔天烈焰 攻 防 精力 速度等全属性 增幅100% 杀神领域LV1 施展后产生无形领域 对领域中敌人 产生精神干扰 影响敌人斗志 领域范围50米 最后还送了王燕 100杀戮积分 可以在系统商场 兑换奖励 也可以用来 升级送的两个战绩 这一切使得王燕 有了参加 修行者高考的底气 王燕 暂时收起走势的思绪 把菜端到客厅 带着王小娟 开始吃饭 客厅大小 勉强放下一张长沙发 一张小桌子 和一个12英寸电视 今天在幼儿园 都学到了什么 王燕给王小娟 加了一大块 西红柿炒鸡蛋 今天的唯一一道荤彩 杀了他 奖励杀戮积分时 王燕脑海 突然响起系统的声音 心中诧异 同时吐槽 你怕不是有毛病吧 这是我妹妹你杀杀杀 这就是王燕捡来 这系统诡异的地方 好像只要是 自己遇到的生物 系统都会发出悬赏 让自己杀掉 这杀戮积分 能在系统商城 兑换各种宝贝 可是王燕长这么大 昆都没杀过 今天学了外语 王小娟骄傲地 抬起小脑袋说道 哦 学了什么 说给个听听 王燕终于感到了 些许欣慰 自己省吃俭用 送王小娟上双语幼儿园 总算是能让自己妹妹 赢在气跑线上了 但 后里谢 M3 给给你 M3 王小娟自豪地向王燕展示 今天在幼儿园学的外语 王燕听完满头黑线 马上起身去门外 给幼儿园老师打电话 喂 小娟的老师吗 你在幼儿园 都教她些什么外语啊 你别教坏小孩子 你就说 是不是外语吧 这可是 非常地道的美式口语 这个价钱 能上双语幼儿园 已经不错了 要啥自行车啊 再说了 每次就你家学费 交最晚 是还最多 上不起别上 嘟嘟嘟 王燕刚想骂对方 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王燕面色阴沉着 心中更加坚定了 要拿下是状元的决心 给小娟 换最好的幼儿园 哥 我们老师 和你说什么了 王燕进来后 王小娟好奇问道 你们老师说你表现好 让你再接再厉 王小娟听了很是开心 觉得明天老师 肯定会给自己小红花 王燕看着眼前 雌娃娃一样的小女孩 满眼宠溺 王燕和王小娟 并不是灵州本土的人 而是沿海一带的江州 三年前一场 邪修和妖兽勾结的动乱 席卷江州 使得15岁的王燕 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 死在了自己面前 为了保护自己 和还是婴儿的王小娟 王燕的父母 两个手无寸铁的普通人 毅然决然地挡在了王燕 和王小娟身前 原本安乐的小区一夜之间 被血色笼罩 王燕见识到了妖兽的凶狠 也见识到了普通人类的脆弱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 只有足够强 才能保护自己在意的东西 眼前的小女孩 是自己现在唯一的亲人了 如今捡到了这诡异的系统 王燕发誓要成为绝世强者 绝对不会让当年的惨案 再次发生 搁出去一趟 小娟你把门反锁好 不是搁回来 谁也不要看 王燕向着王小娟嘱咐 好 王小娟乖巧地答应 她已经习惯 每天晚上王燕都出去到深夜才回来 觉醒修行根基后 王燕勉强算是一个翠灵镜 一众的修行者 身体素质略强于普通人 每天晚上 王燕都会去一个冷库卸货 加上政府的补助 勉强维持兄妹生计 但是今晚 王燕可不是去冷库卸货的 今晚 她准备先去试一试系统的见面力强度 王燕感觉 十二阶根基带来的肉身强度 远超一阶的时候 甚至可以说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现在的王燕感觉自己 能轻易打爆一头牛 PS 修行者境界划分 翠灵镜 灵起镜 玉灵镜 金刚镜 超凡镜 王镜 天王镜 万古镜 战技 丹药 法阵品级 凡级 玄级 灵级 圣级 神级 各份上中下三品 第二章 炎黄伞 夜兰 王燕来到了世交的密邻里 阴森的树林 时不时传来 稀稀疏疏的声音 但是王燕不怕 她自我感觉 如今的身体强度 就已经达到了 灵起镜 修行者的水平 遇到些孤魂野鬼的 也能应付 来到一根成年人 一爆粗的大树前 王燕躬身 下一秒抬手 就是一拳 碰 大树树干 被硬生生 轰出了一个巨大窟窿 木屑飞溅 要知道受天地灵气 侵染的树木 坚硬程度也是 远超几百年前的 王燕微微一笑 果然如我所想 光是这肉身强度 就媲美灵起镜 一重修行者了 王燕兴致勃勃地 来到一棵 更大了一圈的树前 不知道 这辅助战绩的 效果如何 木火焚身 王燕一声低喝 哄 王燕全身冒起 滔天烈焰 将黑暗的树林 照得火红 碰 又是一拳轰出 面前大树 直接粉碎 碎屑在空中 就已经被焚烧成炭 落在地上乌黑一片 王燕欣喜不已 太猛了 这杀伤烈 应该没人 哪一个翠灵镜的 能发出这种级别的攻击 撤走怒火焚身 临终再度恢复黑暗 王燕准备离开 去冷库泄货 王燕发现自己 现在感知 也变得更加敏锐了 但到十米之外 好像有人朝着这边来了 赶紧躲到暗处 只见三个人影 追逐到了王燕 刚折腾出来的空地后 停了下来 怎么不跑了 两位人渣 王燕注意到 说话的是一个穿着 紧身战斗服 身材火爆的女人 声音非常的郁洁 而对面两人都是 皮带差点拴不住皮九度的中年男人 嘿嘿 为什么要跑 你终极了 叶人江 其中一个左脸 有着一处胎记的男子 一脸淫邪的说道 是啊 叶人江追查了我们兄弟这么久 今天却是得付出些代价呢 另一人也满眼火热地 看着眼前的女人 哼 就你们俩 祸害了不少普通女性 乖乖跟我走吧 炎黄散的天牢 欢迎你们 女人不屑说道 摆开架势 准备动手 你零起进五重 能打我们两个 零起进六重 炎黄散的人 江确实很强 可是再多一个呢 脸上有胎记的男人 奸笑着 我们特意 将你引到此处 短时间内炎黄散的援兵 可到不了 三弟 出来吧 随着这人的话音落下 角落阴暗处 又走出了一个 穿着泼欧衫的中年男人 斜笑着看向女人 为了体验一下 炎黄散人江的滋味 我们兄弟三人 这次可是下了功夫的 夜人江 女人瞳孔 微微缩了一下 接着一声冷笑 彩花三郎到齐了 正好一并抓了 暗处的王燕 旁观至此 算是明白 怎么个事了 原来这女人 是炎黄散的人江 而这三人 则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彩花三郎 到处迎携 普通人类女性 涉案高达上百起 但是一直没能抓住 王燕面色冷了下来 眼中泛起杀意 这三人 算是邪修了 人类里的败类 三年前的惨案 就是邪修的策划 刹那间 四人就动起了手来 五颜六色的灵光 在密林中 捂得眼花缭乱 树木也随之被毁坏大片 这名来自炎黄散的女人 同时对战三人 好像有些吃力 逐渐要落入下风 夜兰十分憋屈 这三人 但凡只有两个他 都能轻松拿下 可是又多出一人 而且三人配合默契 这样下去 恐怕不妙 碰 夜兰背后中了一掌 被击飞出去 三人大喜 互相都看得到 对方眼底的兴奋 采花多年 还从未享受过 这种级别的美女 几人心底支痒痒 被击飞的夜兰 突然感觉自己 被人拖住腰枝 定神一看 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少年 身材奇长 长相清秀 人畜无害 只是身上有着 与年龄不符的沉着气质 丁 杀了这三个男的 奖励杀戮积分一 杀了这个女人奖励 杀戮积分二 系统又开始悬赏了 王燕心中 无奈吐槽系统 还真是稳定发挥呢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 是炎黄散的援兵来了 原来是个翠玲 一众的小娃娃 刚觉醒根基吧 三弟 你不是男女通吃吗 这小子 刚好给你加餐了 嘿嘿 大哥懂我 原本有些色变的三人 感知到王燕的境界后 又再度放松开来 夜兰原本惊喜的心情 也瞬间消失 但凡 是一个刚入灵起境的 来帮忙拖住其中一人片刻 自己也能快速结束战斗 可是现在 这小孩 才是翠玲一众 他已经在想如何逃跑了 待会我拦住他们 你快跑 去炎黄散 灵州分布叫人 夜兰小声给王燕传音 灵起境开始 修行者对灵气的运用 更加娴熟 可以利用灵气传音 机敏的王燕 看出当前局势 淡淡道 我拖住一人 你应该能赢吧 此地的其他四人 听到王燕的话 都犹如听到天方夜谭 哈哈 这小子 是没睡醒 拖住我们 你拿什么拖 对面三人 笑得很没礼貌 别冲动 夜兰骤起戴眉喊道 抓紧吧 别给他们跑了 到时候 又有很多普通百姓 要遭殃了 王燕淡淡 留下一句话 朝着前方走去 木火焚身 哄 空气都变得炙热起来 周身被烈焰包裹的王燕 运用格斗科 上学道的格斗技巧 一个飞顶 膝盖直指 最后出现的男人 喉咙而去 彩花三郎和夜兰 看着眼前 火焰缭绕的少年 都有些意外 惊于这少年战绩的声势 但是 想到王燕 终归只是翠玲静 排行老三的男人 不怀好意地笑着迎上 来得好小宝贝 让眼好好疼爱你 第一回合的双方硬汉 竟然不愤伯众 彩花三郎 才顿感不妙 而夜兰已经从原地消失 另外两人刚回过神 赶紧应付夜兰的攻势 二十回合过后 与王燕对战之人心中 大为震撼 这个翠玲 一众的小子 竟然可以跟零起禁六 重战得有来有回 甚至气势上 越发勇猛了 而且他发现自己的心智 似乎受到了影响 战斗过程中 自己变得越发烦躁 渐渐升起退意 这样下去 自己竟然可能会输 带着对邪修的滔天的恨意 王燕当然越战越勇 不行了 大哥二哥 咱们得跑 这人闪躲过 王燕攻击之余喊道 现在才想跑 晚了 这人回头看到自己的大哥二哥 被打成两个猪头 被夜兰一左一右 拎在手中 他知道 完了 夜兰收拾完最后一个 将三人用复林锁绑了个结实 拍拍手掌 扬一起好看的笑容 可呀 小弟弟 很猛哦 要不要入眼黄散修行啊 咦 人呢 夜兰发现 王燕早就不见了 有些意外 不过转念一想 夜兰又嘴角勾起 嘿 姐姐可是灵州 修行者高考的特邀嘉宾 你逃不出姐姐的手掌心 第三章 高考资格复审 今天是全国修行者 高考资格复审的日子 会由官方统一 进行一次最权威的 修行根基检测 结果将会录入档案 为避免普通人 参加修行者高考 造成无谓的牺牲 只有成功检测出 灵气修行根基 而且三代内 亲人没有协修记录的公民 才能参加 全国统一的修行者高考 王燕也来到了 灵州的审查中心 按批次 今天下午 轮到王燕参加审查 咦 那不是王燕吗 他怎么来了 还以为他会放弃 参加修行者高考呢 是啊 一届灵根 根本不会有机会 进入灵州修行者学院的 运气不好 还要达上性命 大部分人 都是觉醒三阶 到五阶修行根基 他一阶的也很罕见 物以稀为贵 说不定真会被破例收了呢 哈哈哈哈 王燕对周围的声音 充耳不闻 三年时间 已经让这个少年心境 坚硬如铁 对他而言 闲话终日有 不听自然无 哇 快看快看 无血 一中的笑话无血来了 女神好漂亮啊 而且据说 还是六阶根基 灵州修行者大学 好像已经私下联系过他了 女神不愧是女神 太优秀了 王燕也注意到了 如众星捧月 而来的无血 没想到他 也是这一批审查 杀了他 奖励杀戮积分二 对于系统 每出现一个人 都要让自己杀 王燕现在已经习惯性地屏蔽了 看着眼前人群中心的无血 王燕有些出神 当初王燕父母尚在 两家都在江州时 王燕家境也算不错 两家住得很近 从小玩到大 算得上青梅竹马 意外发生时 王燕父母的阻挡 拖延了妖兽的屠杀 支援到了 无血一家幸免 被救援后 一起安置在了林州 到了林州后 无血一家住进了妇人区 上了最好的事宜中 两人联系见少 到了王燕觉醒一阶根基后 直接是没有了任何联系 果然 如今被簇拥在人群中的无血 故意不看向自己 像是根本不认识一般 对此王燕摇头轻笑 世道呀 你们知道吗 传闻二中的王燕 和义中的吴雪 可是青梅竹马 我也听过这传闻 但是太荒谬了吧 就是 两个人 明显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王燕哪能配得上吴雪 吴雪这样的女神 只有义中的江晴 才能配得上 就是 江晴可是六阶根基 还是战力强悍的雷属性 这届是壮元 不 周壮元 估计是他了 吴雪将所有闲话 都听到了耳朵里 自己和王燕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虽然对于他的父母 牺牲抱有歉意 可是也不能拿自己的人生开玩笑 而这江晴确实在追求自己 要是对方真的拿了周壮元 自己还真会同意 毕竟自己的男人 一定要是同龄人中的翘楚 镇压同辈的存在 说曹操曹操到 江晴来了 身材高大 浑身上下透露着优越的 江晴意气风发 静止朝吴雪走来 雪儿 你也来了 嗯 都叫雪儿了 这两个人 太腻歪了 嘖嘖嘖 吴雪笑着点头回应 收到了华夏安防队的邀请 处理了一下 来晚了 江晴不经意间 风轻云淡地 将最惊人的信息透露 引起现场轰动 华夏安防队 江晴居然收到了 华夏安防队的邀请 华夏安防队 只收修行者中的精英啊 负责配合炎黄散的炎黄 将们共同保卫华夏安防 所有修行者 向往之地 太羡慕了 在安防队修行 每个月可是有12块 夏品零食辅助修行 比修行者大学多一倍呢 现在大部分零食矿 被妖魔鬼怪占据 每月12块夏品零食 是多大一笔资源 吴雪也感到有些意外 没想到 江晴现在就收到了 安防队的邀请 好奇问道 你答应了吗 随着吴雪的疑问 所有人也都好奇起来 没有 江晴自信一笑 人群炸开了锅 什么 江晴居然拒绝了安防队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做梦都想收到邀请 他居然拒绝了 为什么要拒绝呢 吴雪也很不解 江晴骄傲地仰起头 因为我想争取 进入炎黄散 当一名炎黄将 那才是我的理想 原来江晴 是想进炎黄散 那就说得通了 华夏修行者 谁不想进炎黄散 安防队 说到底是兵 炎黄散全是江 炎黄散对安防队 可是有调动权的 可是炎黄散人 江也至少要领起境 而且炎黄散 只收真正的天才 基本要求 就是越级挑战 还真别说 江晴雷属性跟 基本战斗力本 就强 要是修行到 邻起境说不定 还真能申请到 吴雪满眼 欣赏地看着江晴 他就喜欢 强大有志向的男人 江晴内心 颇为得意 到我了呢 我先去一下 吴雪听到了 再叫自己名字 对江晴说道 嗯嗯 去吧 审核顺利 江晴温和回应 绅士到了极致 吴雪的测试 毫无意外引起了轰动 不仅是六阶的根基 还是稀有兵属性 而且已经到了翠玲三重 背后肯定花费了不少 修行资源 吴雪在众人艳羡的目光里 走回来 哇 雪儿已经三重了 好厉害 江晴的恭维 也使得吴雪满心欢喜 你肯定也不差吧 江晴自信一笑 颇有些暧昧说道 看看就知道了 你后面一个就是我 刚好到了江晴接受审核 江晴 六阶雷属性 翠玲五重 检测官威严的声音 使得全场哗然 江晴居然已经修行到五重了 快我们太多了 不愧是江家 底蕴就是身后啊 又怎么能不感叹呢 修行修的 就是个天赋 资源 一步落后 一辈子也就跟不上了 没想到你已经五重了 还说我三重厉害 吴雪骄怪道 三重也很厉害了呀 我侥幸而已 吴雪越发的满意 这个人不仅家世好 天赋好 还很谦逊 人群之中 发着耀眼光芒的金童玉女 和角落里 无人问津的王燕 形成了鲜明对比 人们对吴雪 两人羡慕不已 纷纷投去羡慕的目光 都在想自己 为什么没有这种好命 长得好 天赋好 家世还好 这样的好事 什么时候 才能轮到自己 而角落里的王燕 只想快点结束资格审查 去接王小娟放学 终于 下一位 望山市二中 高三一班 王燕 审查官声音 在场中响起 一时间现场氛围 变得诡异起来 第四章 九阶 所有人的脸色 都变得精彩起来 吴雪之后 是江晴 江晴之后 是王燕 三人 刚好被安排在一起 这也太凑巧了些 这会不会有些太巧了 我都怀疑有内幕了 把王燕 和这两位天才 安排在一起检测 这不是杀人诸心吗 是啊 别人是六阶 王燕是一阶 简直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希望王燕经历 这次之后 道心不要受损吧 对于修行者来说 道心可是很重要的 要是道心受 损修行路 也就走到头了 我看他脸皮挺厚的 应该不至于 你看一直这么多闲言碎语 他不也坐在那边 跟没事人一样吗 哎呀 装的 看着稳如泰山 实际上恐怕早就 汗流加倍了 哈哈 我还真想亲眼看看 一阶根基的检测现场呢 王燕平淡地起身 心想 终于要轮到自己了 小绝那边快放学了 得赶紧过去了 王燕无视 所有人鄙夷的目光 朝着检测台走去 王燕同学 走到一半 王燕突然被江青叫住 有事 王燕回过头 淡漠地看着江青 以及身边的吴雪 没什么事 我只是听说了一些你 和雪儿的风言风语 我相信那些 都不会是真的 对吧 我想你应该也明白自己 跟雪儿之间的差距 江青语气中 带着一些威胁之意 王燕没有回答 只是看向了一旁的吴雪 见到王燕的目光 吴雪有些闪躲 慌忙说道 我跟她根本就不是 一个世界的人 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些都是别人瞎说的 既然吴雪都这样说了 那王燕自然不会 有什么心理负担 直言道 我跟她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好 以后进了灵州修行者大学 有困难尽管来找我 江青非常满意 觉得王燕 乖乖向她低头了 想想又玩味地说道 不过王燕同学还得先加油考进去呢 我向来都是一个人 什么困难也是靠自己 至于灵州修行者学院 我想 最后可能是他们来求我去吧 王燕转过身 摆摆手 朝着检测台走上去 悠悠传来一句 今天以后 我们确实不会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 吴雪心中很不适滋味 王燕这听着 指向性不明的话 明显是说给自己听的 想起小时候 有过的一些以你过往 心想这是在埋怨自己吗 可那都是小时候 现在的是她 确实是跟江青比不了啊 王燕的行为 让江青很不爽 双眼微眯 你最好不要走了 狗屎运 进入灵州修行者大学 不然你的好日子 才是真正的到头了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是碾压 周围的不少人 也都听到了王燕的话 笑疯了 王燕今天怕不是吃错药了吧 灵州修行者大学求她 我笑死 哈哈 就是 一阶的废物 也敢这样说 我看她今天是被刺激的 昏了头了 说到底 小丑罢了 面对一切质疑和鄙视 王燕明白 只有绝强的实力 才能打破这一切 稳稳当当 走到测试官前 测试官好 我是王燕 不苟言笑的测试官 竟然难得地 朝王燕微笑点点头 她是灵启禁的修行者 以她的感知 刚才现场的一切 她都看在眼里 对王燕的心性 有些欣赏 记录中三代 没有出现过邪修亲属 直接开始测试灵根吧 好 王燕干脆利落地 将手掌接触在测试石塔上 灵力运转 石塔一层 开始亮起火红的颜色 围观的人会心一笑 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嘲讽 果然是一阶火属性 说不定 能去灵州修行者大学后 除烧火 哈哈 测试官也暗暗可惜 心性不错 可是天赋 确实太差了些 江青冷笑不止 连吴雪也面露嫌弃 她果然只是一阶根基 嗯 怎么回事 二阶了 转眼间 火红开始不断向上倾袭而去 三层 四层 五层 六层 所有人都跟见鬼了一样 王燕竟然是六阶吗 吴雪惊讶地捂住了嘴巴 江青面色开始糊一起来 难道她 其实不是一阶吗 我去 还在网上掌 随着不知道 谁喊了一句 众目睽睽之下 火红并未停止倾袭 视如破竹地朝着塔间冲去 七层 八层 九层 最终整个石塔全部火红 王燕终于收回手掌 她知道 这只是这测试石塔的上限 而不是自己的上限 自己真正的根基 是传书中的十二阶 若是这些人知道自己 其实是十二阶根基 反应又会有多精彩 所有人都呆住了 现场一片寂静 甚至能听到一些人的吞咽声 连作者的测试官都愣住了 三年了 华夏终于又出了一个九阶 而且 是在我手中测出来的 测试官 我的结果 没问题吧 王燕出言提醒 陷入震撼中的测试官 嗯 没问题 这是全华夏 最权威的测试道具 绝对不会有问题 测试官回过神来说道 王燕咧嘴一笑 那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我妹妹幼儿园快放学了 我得去接她 接 接小孩放学 测试官表情有些意外 最终还是说道 嗯 可以 好 那我走了 测试官辛苦 王燕曹操打了个招呼 就快步离开 看上去真的很急的样子 王燕 九阶火属性 翠玲一重 天佑我华夏 随着王燕离开 测试官宣布结果 同时录录档案 现场的所有人 都还没回过神来 九阶 什么概念 目前全世界的 最顶级战力 是超凡境 如果说六阶根基 想成就超凡道路 很艰难 仅有几分机会 可是九阶根基 保底 就是超凡境 也就是说 这王燕 只要不死 就是板上钉钉的 未来超凡强者 目前的世界格局 还能稳得住 根本原因 人类超凡强者数量 跟妖族 诡界差不多 而人类说得上话的 大国间超凡数量 基本持平 这种情况下 但凡多上一个 超凡强者 都会极大的干预 这天平的平衡 觉醒九阶根基 王燕注定 被整个华夏关注了 诡异的安静过后 现场炸开了锅 王燕是九阶 怎么可能 他不是一阶吗 难道说二中的 检测道具有问题 可是大伙 都看到了 货真价实的九阶啊 我就说王燕 不是持终之物吧 在二中我就看出来了 他日后 一定大有成就 那是 我一直都看好他 哪怕之前 他只是觉醒一阶的时候 我也很看好他 王燕 可是我二中的好兄弟 以后谁再敢说 我兄弟坏话 我对谁不客气 我也是二中的 谁也不许说 我们二中人的坏话 这一天 二中的学生 都把头抬得糟糕的 人群中 有人后知后觉到 这下灵州 修行者学院 说不定真要来求他了 人群中的五血这时 才明白王燕那句话的意思 心中万般滋味 今天之后 他们确实不在世 也不可能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 王燕注定成为他一生 都要仰望的存在 可是他既然是 九姐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为什么要骗我 五血实在想不通 检测官 是不是这检测 道具出问题了 一直没说话的江晴 终于不甘地喊道 台上的检测官 不悦地瞪了江晴一眼 放肆 你江家的家主 都不敢这样跟我说话 这检测石塔 是由炎黄伞提供 有意见自己找炎黄伞投诉 一听这检测道具 是炎黄伞提供的 便没有人敢怀疑其权威 江晴的吃别 引来不少稀落声 使得爱面子的江晴脸上 一片青红交价 而随着王燕的测试信息 正式录入档案 这一刻开始 华夏国很多人 坐不住了 第五章 咱们的日子 要好起来了 就在王燕测试完毕的 十分钟之后 望山十二中 召开了紧急教师会议 偌大的会议室里 围坐了望山十二中 从高一到高三的所有老师 看上去都还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怎么回事啊 老赵 今天怎么会召开 紧急会议呢 不知道啊 咱们校长向来很懒 连平常的小会 都不太愿意开 今天指定 是有大事发生 也不知道是什么大事 值得如此兴师动众的 难道是 教育部的要来检查 别说 真有这可能啊 校长还没到 老师们 都在和周围的同事 小声讨论着 老杨 你说会是什么事 一个女老师 看向了 一直没参与讨论的 年轻男老师 这男人叫杨志 是王燕的班主任 因为他带的班 不管是文化课 还是修行课 都年年垫底 早已经摆烂了 我哪能知道 什么事都无所谓 只要校长 这次别批 我就好了 次次开会 都点名批评我 杨志 有些丧气地说道 哈哈 老杨 被批评了那么多次 难道还没习惯吗 就是 也不知道 你是什么体质 怎么年年都垫底 到底是你的问题 还是学生的问题 别怕 校长也就说说 也不能真把你开了不舍 杨志没好气地笑骂道 老子也是个大男人好吗 也是要脸面 有尊严的 噓 校长来了 随着二中的校长 刘志勇 走到主位上坐下 现场安静了下来 都在小心观察着 刘志勇的身态 刘志勇看上去 还有些难以置信 尚未从震惊里 走出来一般 眼神直勾勾地 看着杨志 也不说话 杨志勤想完了 这次又要被骂了 而且看校长这模样 估计会被骂得很惨 周围的同事 也都一副 幸灾乐祸的表情 谁知校长 刘志勇最终笑骂道 杨志 你小子还真是走运 啊 什么情况 没等来校长 刘志勇劈头盖脸的臭骂 反而是听到这句 饱含深意的话 不光是杨志 现场所有人都梦了 何今 你的器材怎么管理的 莫等众人反应过来 刘志勇又是一句话 让众人更加摸不到头脑 何今 是学校管器材的老师 向来是不会有什么大事 找上他的 这也是 他在会议上第一次被点名 我直说了吧 刚接到的消息 咱们学校高三一班 一个叫王燕的 今天资格审查 检测出了九阶根基 终于 刘志勇不再遮遮掩掩 说出来实情 刚听到刘志勇说出 这消息的时候 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因为九阶根基的天才 实在是罕见 更不可能出现在二中 约莫五分钟左右 才陆陆续续 有人反应过来 什么 九阶 我去 九阶 四 二中要起飞了呀 老杨 你小子真是运气好啊 这下 你也要跟着起飞了 作为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教师 在场的人都知道 九阶根基意味着什么 二中从此地位 会赶超一中 也会得到教育部更多的 教学资源清协 而杨志则是 仔细回想着这名叫王燕的学生 有点印象 但是不多 只记得给人感觉很沉稳 还有就是那稀有的一阶根基 校长 会不会是搞错了 我记得王燕 是一阶根基啊 杨志试探性地问道 校长刘志勇 神情严肃摇摇头 不会错 他是资格复审的时候 周里的测试观亲自测的 用的是 炎黄散的测试道具 王燕在我们学校 测出一阶 然而资格复审 测出九阶 何金 知道我 为什么要说你了吗 何金面色 难看得点点头 他知道 自己免不得 要写检讨了 最主要的是 他怎么也想不到 会出问题 定期的仪器 检查和保养他 可是从没落下过 而杨志得到确定答复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这下 真要起飞了 王燕觉醒九阶根基 很有可能夺得周状元 再不仅是状元 应该是稳了 而带出过状元的老师 绝对的是香波波 更重要的是 九阶意味着 只要王燕不夭折 日后又是华夏的一尊超凡 超凡恩师这名头 妈呀 胆子小的想都不敢想 杨志越想 嘴角越发压不住 差点露出来后槽牙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随着刘志勇再度开口 一众教师都知道 关键点来了 全部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听着刘志勇 接下来所说的话 距离修行者高考 还剩三天 这三天里 肯定会有很多学校 来挖王燕 教育部明文规定 在校学生 是有自由退学权的 所以这几天 全校上下一心 务必要将王燕稳住 我看资料说 王燕是孤儿 现在独自养活自己 和一个幼小的妹妹 生活困苦 所有教师分成九组 三天时间里 早中晚各一组 轮流慰问王燕的生活情况 尽力满足 他的各种需求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 学校的温暖 学校 将诞生第一位超凡校友 对学校的每一位老师 来说都是荣耀 这一仗 务必要 赢得漂亮 谁也别给我掉链子 刘志勇说完 所有教师 纷纷严正以待 保证完成任务 另一边王燕 已经来到了王小娟的幼儿园 准备接王小娟放学 看着眼前的智慧 幼儿园里走出来的 一个个小孩 眼睛里都充满了智慧的感觉 王燕决定 最后再让王小娟 在这待几天 夺得高考状元 马上给他换去最好的幼儿园 你是来接孩子的吗 负责看小孩放学的 值班老师问道 是的 麻烦叫叫王小娟 值班老师拿起话筒 喊了两声王小娟的名字 不一会便有一个年轻女孩 牵着王小娟走来 哥 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晚 我都成最后一名了 王小娟兴奋地跑向王燕 今天有事耽搁了一下 明天肯定让你当回第一名 王燕俯下身子 将王小娟抱起 好 拉够 拉够 今天想吃什么 想吃炒土豆丝 天天吃炒土豆丝 吃不腻啊 吃不腻 好 哥给你做 再加一条清蒸鲈鱼 哥 我不想吃鲈鱼 怎么 上次你不是吃得挺香的吗 还说最喜欢吃鲈鱼了 而且你在长身体 得吃有营养的 今天老师说鲈鱼比土豆贵 我就不喜欢吃鲈鱼了 王燕心中一紧 一直手揉了揉王小娟脑袋 没事的小娟 咱们的日子要好起来了 一手拎着几个土豆和一条鲈鱼 一手牵着王小娟 王燕才回到两人住的老旧居民楼楼下 便看到几个人拎着一大堆东西 好像在等人 走近后王燕认出来了为首的人 有些诧异道 杨老师 杨之热情上前 王燕啊 什么杨老师 师生间搞得这么生分 我没比你大多少 不嫌弃的话 叫我杨哥就好 第六章 热情的杨志 王燕双眼微眯 对于这个班主任 印象倒也不坏 整天一副抑郁不得志 壮志未愁 怀才不遇的颓丧模样 但是至少对待学生 还是一视同仁的 那不好 毕竟是老师 杨老师是有什么事吗 王燕问道 杨志友善地笑着 我们来也没什么事 就是作为老师 关心一下我们的学生 天经地义吗 对不对 是啊是啊 学校是个温暖的大家庭 每一个学生 我们都是 当自己孩子看待的 一旁的合金 也连忙复合道 就是 这些是我们的一点小心翼 同行的另一位老师 也帮腔说着 然后把一大堆东西 递到王燕面前 其中不乏一些昂贵之物 杀了他们 每人奖励杀戮积分一 王燕仔细打量着 对面三人 两个知识课老师 一个管器材的老师 都没什么战斗能力 真要杀 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杨智三人 发现自己 竟然被这个十八岁少年 看得几倍发凉 怎 怎么了吗 王燕同学 嗯 没什么 王燕摇摇头 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看来自己 觉醒九阶根基的事情 已经被学校的人知道了 这是要拉拢自己 怕自己跑了 几位老师的好意 我心领了 但是蜈蚣不受禄 东西我就不要了 王燕并不打算 要他们买来的东西 拉着王小娟 准备往里走 杨智几人 一时间有些尴尬 互相对视一番 杨智心声一计 干咳一声说道 作为你的班主任 我一直都失职了 学校要求班上 每个同学 都至少有一次加访 今天刚好 就加访一次 关心一下我学生的生活 几人硬是厚着脸皮 跟着王燕进了家门 看到狭小的房间 老旧的家具 一些使用的吊漆的器具 一时间三人 也很不适滋味 原来自己的学生 真的过得很艰难 杨智自发地 将给王燕买来的东西 归整到合适的地方 另一位老师 帮忙打扫起来卫生 合金进了厨房 下起了厨 虽然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 自己的酒界根基 但是王燕 确实还是感受到了温满 杨智几人一开始 确实是因为 完成校长的战略而来 可是真见识了 王燕的生活环境后 几人心态都变了 这样一个少年 独自带着妹妹 破晓的屋子里 全是认真生活的痕迹 怎么能让人不动容 王燕 这些东西 你务必要收下 看着杨智认真的面庞 王燕最终点头 那就谢谢几位老师了 忙完后 王燕招待了三人 洗得正亮的玻璃杯 给三人倒了热水 我知道几位老师的来意 老师们大可放心 我是二中的学生 自然会以二中学生的身份参加 修行者高考 王燕的话 让三人的心都安稳了下来 又都有些无地自容 欲言又止 看着合金古怪的脸色 王燕又说道 合老师也放心 测试的事情 我不会放在心上 合金先是 有些诧异 而后释然 没想到这个少年 成熟至此 自己还担心 这个尚未成长起来的未来 超凡会对自己错误检测 对方根基有成见 没想到 终究是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父了 一起吃了一顿饭后 三人离开 离去的路上 杨智悠悠地道 我觉得 校长多虑了 王燕不是那样的人 合金也不禁感慨 是啊 我刚刚甚至觉得 王燕跟我是同龄人 真是条汉子 学校里那些幼稚的小崽子们 应该好好学学 另一位老师也说道 二中之幸啊 真期待她在修行者高考的表现 必定是精灵欲风雨 摇身化作龙 王小娟 一直贼溜溜地盯着杨智 他们买来的东西里面 一个手杖一样的小孩玩具 每次被王燕发现 马上装作无事发生的模样 很是有趣 小娟 你喜欢这个 王燕将那手杖拿起 这是爱杀公主的魔法杖 王小娟眼珠子发光 想要两个字 就差写在脸上了 王燕把手杖递给王小娟 来吧 小娟公主 王小娟两只小手捧着玩具 开心问道 真的可以要吗 当然可以 小娟喜欢就可以 耶 太好了 我是小娟公主 是我一记魔法攻击 看着王小娟 兴奋地挥舞着玩具法杖 王燕欣慰 笑着走进厨房洗碗 一边洗碗 王燕一边打开了系统面板 宿主 王燕 境界 翠玲一重 杀戮积分 100 系统商城 战绩 怒火焚身LV1 加 杀神领域LV1 加 今日天气 玩玩小游戏 王燕回想着那一晚的战斗 以自己如今的实力 开启杀神领域和怒火焚身后 甚至能击杀 灵起近一到三重的敌人 但是毕竟 境界太低 灵气底蕴尚潜 无法长时间开启 最多能维持半小时 浏览了一下系统商城 里面确实全是宝贝 可是100 杀戮积分 买不起王燕 想买的东西 但是刚好够升级一下战绩 王燕想了想将杀神领域 升级到了LV2 杀神领域LV2 使用后 产生无形领域 对领域中敌人 产生精神干扰 增强自身灵气 恢复100% 影响敌人斗志 领域范围80米 升级后的杀神领域 不仅范围扩大了 还增强了自身一倍的灵气 恢复速度 这下应该能维持一个小时的 全胜状态了 王燕看了一下杀神领域 在升级就需要1000 杀戮积分了 但是自己 又不是杀人狂魔 总不能滥杀无辜啊 好在王燕转念一想 三天后 就是修行者高考了 按照往年的流程来看 考场中会 投放大量的低阶妖物和鬼物 让学生狩猎 正是获取杀戮 积分的绝佳场所 炎黄散灵州分布 蓝姐 恭喜啊 这次竟然一下子抓到了 彩花三郎中的三人 炎黄积分 300分 已经给你发放了 300块下品零食的 悬赏奖励 你自己去任务处领吧 一个扎着丸子头的可爱女孩 将一张青铜卡的 给了叶兰 谢谢妖妖 叶兰伸出修长纤细的手指 结果青铜卡 不客气蓝姐 是对付这三个恶人 据说他们三人配合默契 可不好对付 现在积分已经够晋升的 将了吧 丸子头女孩笑着说道 积分倒是够了 不过境界还不够 得将至少得是御灵境 叶兰有些走神 心思还在一个少年身上 在想那人到底 是不是学生 有这300块下品零食 以拦截你八阶根基的 灵气清合度 恐怕各把月就能突破吧 确实不难 叶兰异性阑珊回答 丸子头女孩突然想起 什么眉飞色舞蹈 蓝姐你知不知道 望山市二中 出了个觉醒九阶 火属性根基的学生 真是天佑我华夏 九阶 火属性 叶兰震惊至于想起那晚 那个浑身 泛着烈焰的少年 嘴角不自觉 勾起好看弧度 只要是学生 那就肯定会在 修行者高考上见到 叶兰想到这神秘一笑 我应该见过这学生 第七章 危险区边缘 真的 怎么样 长得帅吗 妖妖兴奋地问道 叶兰若有所思地笑起来 想到那晚 毅然向前走去的少年背影 那句怒火焚身 照亮丛林的滔天火光 怎么说呢 帅炸了 哟哟哟 蓝姐思春了 被分布的那群 莽夫知道 不得心碎地要死 看着叶兰的模样 夭夭调笑道 死丫头 你敢取笑我 叶兰伸手去点夭夭的笑学 哎呀哎呀 蓝姐我错了 蓝姐饶命 看你还敢取笑我 两人消停下来 叶兰开始认真说道 不过说真的 我这次能抓到彩花三郎 多亏了她 哦 妖妖有些意外 她应该刚觉醒吧 这种级别的战斗 她居然能帮她上忙 是啊 我也很意外 叶兰像是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她明明只是翠玲一重 但是却能跟彩花三郎中 领起进六重的三郎 站得有来有回 妖妖惊讶地捂住嘴 这也太变态了吧 这怎么可能 真的 她好像掌握一种 极强的辅助战绩 施展后浑身燃起烈焰 实力好像会得到提升 妖妖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可是她翠玲镜一重啊 是啊 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 叶兰赞同的点点头 没想到她才是翠玲镜 就有炎黄散人将的实力了 这样的人 天才中的天才啊 我越发想见见这少年了呢 蓝姐 你怎么不邀请她 加入我们分部 妖妖问道 她确实够资格加入炎黄散 我当时就想邀请她的 可是刚收拾完那三个家伙 就发现他人不见了 叶兰有些遗憾 哟 看来我们蓝姐的魅力 似乎失效了呢 好你个妖妖 又来是吧 叶兰人将 来我办公室一趟 正当两女马上再度 嬉闹起来之际 有传音传来 在两人面前响起 两人停了下来 妖妖颇感意外 蓝姐 天老叫你呢 不知道有什么事 叶兰也正静起来 眼中带有深意 我正好也要去汇报一下 这次的情况 夜晚 王燕只身一人 来到危险区边缘 危险区属于 人妖鬼三不管地带 其中鱼龙混杂 危险重重 看着面前 到处是窟窿的铁网 就知道 官方一开始 是想管这地方的 可是奈何管不住 王燕从最近的一道口子 进入危险区 他就沿着边缘再转圈 并不深入其中 那样太过危险 一直行进了许久 都没有见到活物 正想说 危险区名不负实 王燕就感知到了不对劲 十二阶根基 使得王燕的感知 也远超同境界修行者 他感知到自己 好像已经暗中 陷入了一个包围圈 不过再感知到 对方实力最强 也不过是灵起进二重 王燕放心下来 装作还没发现 王燕心中暗笑 谁包围谁 还不一定呢 终于 王燕走到一处 背着光的地方 逐渐有八道身影浮现 王燕定睛一看 一人 七兽 人类境界是灵起进二重 妖兽普遍在翠灵九重 又是邪修勾结妖物 王燕心中泛起冷意 小伙子 怎么这么不小心 迷路进了危险区 这人类穿着一身黑色斗篷 都冒照着脑袋 黑暗下看不清面容 其他的形形色色的妖物 瞳孔里发着悠悠绿光 我不是不小心 我是故意进来的 王燕不慌不忙 这一人七兽 已经全部在王燕心里 被吓了死刑 哦 有意思 你进来干嘛 你看起来可不像邪修 犯了什么事 也没什么 就是犯了点杀戮罪 哦 就你 杀了几个 修行者还是普通人 对方与其越发感兴趣了 杀了八个 一个邪修七只妖兽 王燕悠悠道 那人类看了一下 在场自己一方的数量 哪里还不明白 王燕在消遣他 好小子 杀了他 黑袍人下令 所有妖兽都动了起来 这些妖兽速度很快 瞬间就从原地消失 但是在王燕眼里 都太慢了 系统 工作了 王燕心底喊道 丁 杀着人类奖励杀戮积分二 这七只妖物 每只奖励杀戮积分一 本系统在睡觉 下次你可以先杀了 再找本系统要奖励 只要杀戮了 奖励肯定不会少你的 终于脑海里 系统的提示响起 王燕不禁吐槽 这系统还挺人性化 诡异一笑 反手就抓住了 从身后偷袭的人形 爆腰的脖梗 轻轻地用力一捏 直接捏断 现场巨精 怎么可能 他只是个翠玲 一重的人类 怎么这么强 如此轻松 就击杀了翠玲九重的黑豹 黑袍人也意识到 似乎是碰到硬点子了 自己也开始出手 一人六兽 朝着王燕全力围攻而至 哄 下一秒 以王燕为中心 爆发滔天烈焰 将它们全部震飞 然后黑袍人便诡异地发现 被烈焰包裹的王燕 速度快了一倍 犹如鬼魅一般 瞬间就解决了四只妖兽 黑袍人不解 为何一个翠玲一重的小子 会这么强 自己一个领起进二重的强者 都在对方身上感觉到了危险 这太邪门了 杀了他 黑袍人已经心生退役 一边让剩下的两只妖兽出手 自己已经后撤一步开溜了 杀出的两只妖兽 犹如以卵击石 瞬间被王燕击杀 黑袍人不要命地跑 直呼见鬼了 怎么会遇到这么变态的人 还好我机灵跑得快 不然小命不保 机灵是机灵的 可惜跑得还是不够快 王燕的声音凭空出现 犹如死神低语 黑袍人瞬间色变 放过 不等黑袍人说完 王燕一拳轰爆了对方脑袋 撤走怒火焚身 清秀的面庞再度出现 王燕满意扫射着自己身体 赞叹到这怒火焚身 真是个杀人越货的力气啊 杀戮的血还没有沾染到身体 就被焚干净了 身上一点血腥味没有 第一次杀戮 王燕好像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心理负担 可能是自己本来就对 邪修和妖兽没好感 杀戮积分加久 宿主开启第一次杀戮 商城每周秒杀栏目开启 哦 听到系统提示 王燕感到有些意外 王燕打开系统面板 宿主 王燕 境界 翠玲一重 杀戮积分 9 系统商城 战绩 怒火焚身 LV1 加 杀神领域 LV2 加 今日天气 玩玩小游戏 王燕点开系统商城 看到除了两郎满目的商品 最下方还出现了一个每周秒杀 点开后 看到一把血红色战绩右上角的数字 85上滑了一杠 多了个8 一个绿色戒指 右上角25上滑了一杠 换成了1 九品悬兵 嗜血战绩 特效 吞噬鲜血后 将带给持有者攻击加持 繁集空间储藏戒 储存空间100平 王燕惊了 这还真是秒杀架啊 九品悬兵 修行者使用的武器 分为凡兵 悬兵 灵兵 圣兵 神兵 悬兵本就稀有 只能从古一记出土 因为当前世界炼气水瓶 只能炼制出凡兵 更别说九品 属于高品悬兵 有特效加持 更不可能出现在市面上 而这戒指在市面上也很贵 别看只有一百瓶的空间 用钱买 可要小几十万呢 刚好有九杀戮积分 王燕直接将战戟 和空间储藏戒都买了 随着秒杀商品被购买 每周秒杀戒面 开始进入七天的倒计时 王燕将戒指戴在手上 挥舞了几下血红色 两米长的战戟 不错 格斗课刚好学过几的基础招式 粗略估计重五百斤 对现在的自己来说 不轻不重 刚好称手 随后满意地 将战戟收入储藏戒 王燕目光凛冽 这一下自己 直指全国状元了 第八章 修行者高考奖励公布 另一边 夜兰来到了一间 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 一个穿着老式中山装的 瘦削老头 正带着老花镜 看着手中的古籍 桌上的糖瓷缸里的热茶 冒着丝丝雾气 背后是布满一整面墙的书架 见夜兰来了 老头放下手中的书 摘下老花镜 笑容和煦 夜兰人将来了 夜兰朝着对方点点头 别看对方看起来 跟普通老头没什么区别 但却是货真价实的 阎黄散天将天都行 修行境界已经达到金刚境的强者 是炎黄散在灵州的负责人 恭喜啊 一次抓获了彩花三郎兄弟三人 天都行拿起了桌上的糖瓷缸 夜兰信信道 天老 这次抓获彩花三郎 并非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哦 天都行像是意外 又像是全在意料之中 随即 夜兰将那晚的事情 经过前前后后 都给天都行睡了 只是翠玲一街 就有这样的战力 应该是总部那边 让关注的 那位最新出现的 九街根基拥有者 天都行若有所思 嗯 我猜测也应该是他 夜兰也表示认同 不过以往的九街根基 可没有哪一个达到这种地步的 这是有其他人知道吗 天都行目光带有深意 看向夜兰 我只告知了妖妖和宁 天都行连连点头 嗯 这事情一定要保密 让妖妖那丫头 也不要外传 这小子目前看来 钱力远超之前的那些 九街根基拥有者 一定要招到我们分不来 夜兰有些意外 她以为自己 已经很高看那晚的少年了 没想到身为天将的天佬 居然还如此看好那少年 她 真有这么厉害吗 嗯 我回头给妖妖说 夜兰答应 又问道 天佬找我可是有事 是有件事 这次是你代表分部 去当灵州修行者高考的嘉宾吗 夜兰点点头 是我 天都行 苍老的眸子里 散发出锐利的光芒 我们在樱花国的卧底传来消息 这次的修行者高考 将会有樱花国那边 派遣在华夏的卧底参加 目前隐秘在灵州 应该会以灵州考生身份参与 你注意观察 听完天都行所说 夜兰大感意外 因为腰郁和诡计的牵制 人类各国间 虽然没有大的斗争 可是暗地里 还是小动作不断的 而樱花国 则是最讨厌的 竟干些恶心事 怎么今年樱花国会 开始参与华夏修行者高考的事 夜兰问道 天都行做了一口茶 目光深远 一记出土的玄疾上品灵气法阵 当作这次修行者 高考全国状元的奖励 天都行 不慌不忙说出来的内容 听在夜兰的耳朵里 就犹如重磅炸弹 这一套法阵 在当时可是轰动一时 各国都开出各种天价 华夏国毫不犹豫统统拒绝了 没想到 现在竟然拿出来 作为全国状元的奖励 要知道 因为灵气发展时间短的缘故 法阵和丹药 都是当今很稀缺的资源 特别是灵气法阵 大大提高修行速度 说白了 这东西 只要有充足的灵石支撑 就是一个修炼神器 目前 华夏最高级别的阵法师 才是灵阶 能炼制的灵气法阵 最多只是繁极上品 就已经是有价无市了 这从古一记出土的 玄疾上品灵气法阵的珍贵 可见一般 怎么会把那东西 当作奖励呢 夜兰十分不解 天都行轻蔑的一笑 高层的决定 说是要鼓励华夏修行者的修行热情 在我看来 恐怕是高层进了虫子了 那怎么办 可不能让樱花国的人得到 樱花国的人坏透了 夜兰眉头皱起 有些交集 有这个间谍更多的情报吗 高考之前把它做掉 天都行淡淡摇摇头 没有更多的情报了 只知道是灵州的 而且高考在即 没时间了 啊 天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解 夜兰不解 原本是急着的 可是你说完我就没那么急了 这位九阶根基 真如你所说那般强悍 谁又能从他手中 夺走全国状元 天都行淡然笑道 夜兰也恍然大悟 恢复了笑意 是啊 那家伙猛的不像话 我不信有那个同龄人 能从他手中胜出 此时 华夏国高层领导 正在进行秘密会议 庄严的会议厅里 圆桌围坐着12个人 这里的12个人 随便一个 都是华夏举足轻重的人物 正在围绕王燕的事情 展开讨论 这件事情 我提议 是将这少年提前保护起来 他觉醒九阶根基 意味着我华夏未来将多一尊超凡 绝不能让他提前夭折了 一个穿着糖装 须发皆白的老者 慢悠悠说道 确实 腰郁的那一活 肯定会对他不利的 鬼界那群虽然看上去没动静 被地里却不知道会不会有小动作 有人出生附和 一个穿着黑金西装的男子 轻轻转动着手上的扳指 缓缓抬头看向场中说道 我觉得不妥 温室里是成长不出真正的强者的 我同意老肖的看法 但是可以暗中给一些保护措施 老袁 你怎么看 袁天刚沉音片刻抬头 就按你们说的办吧 与此同时 一片无尽丛林深处 突兀地有着一座纯黄金打造的巨型宫殿 大殿里灯火通明 这里是曾经的亚马逊地区 如今被称作妖狱 大殿上方穿着龙袍的男子一挥手 音乐骤停 大殿下方小心翼翼跳舞的人类女子停了下来 退出大殿 华夏又出现一个九阶根基 鱼黄 你怎么看 穿着龙袍的男子看上去跟人类一样 但是三脚眼和兽童格外妖异 一旁的一个老者 浑身皮肤褶皱如树皮 披散的头发 有些还呈现树藤模样 尚未完全幻化 浑浊的毛子里有着惊讶神色 华夏确实人杰地灵 竟又出一个九阶根基 短短五十年 华夏从一开始的示弱 逐步发展到步入人类诸国顶级行列 而如今带这名九阶根基成长起来 华夏便要正式成为人类诸国中的最强了 男子点点头 华夏确实是个难缠的国家 入侵人类得先从华夏开始 老者文言说道 人类灵智高于我们 修行速度比我们快 拖得越久多 我们越不利 大殿上的男子 有些烦躁起来 海里那些顽固的家伙 不同意一同入侵 鬼界也不知道在憋着什么阴谋 不然区区人类早就被我们圈养 男子又问 三年了 雪虎的情况怎么样 雪虎吞噬完之前 在华夏江州掠夺来的人类灵魂 闭关了三年多 不出意外 妖狱很快要多出一位妖皇老者笑着说道 好 戴雪虎晋升超凡 正式开始着手入侵人类 华夏这个九阶根基 就交给渔皇你来安排 不能让他顺利成长至超凡 老者点点头 好 接下来的两天里 华夏官方又放出重磅炸弹 官方宣布了 修行者高考状元的奖励 市状元奖励上品临时十美 周状元奖励下品玄器一件 全国状元奖励玄级上品零器法阵 看到全国状元的奖励 不仅是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 就是普通民众都震撼不已 没想到 国家竟然会把这东西拿出来作为奖励 太疯狂了 这法阵我记得当初美利国 可是愿意出十亿美金作为代价购买 阿三国还出一万上品零食呢 最后都拒绝了 这东西 可是能为国家源源不断培养人才的宝贝 现在竟然拿出来当作个人奖励 看来如今世界局势 确实是不容乐观了 也不知道 最后谁能拿到这玄机上品的零器法阵 一时间 修行者高考的热度被点燃到了极致 第九章 高考开启 经过一天时间的发酵 华夏出现九阶根基修行者的消息 登顶热搜 一时间 整个华夏都变得热闹起来 灵州居然出了一个九阶根基的天才 灵州 要崛起了 真是天佑我华夏呀 这又是一个未来的超凡大佬啊 好像是叫王燕还是高三学生 真期待他在修行者高考上的表现 他肯定是全国状元了 火属性的战斗力可是很狂暴的 太好了 华夏又出一位九阶 据说各州的修行者大学都已经派遣使者 赶往灵州了 就在整个华夏躁动的这段时间里 王燕靠着十二阶根基带来的恐怖灵气清和度 在修行者高考开启前将境界提升到了翠灵进二重 这样的修行速度说出去能让别人精掉大牙 若是有临时辅助将会更快 修行者高考当天一早 王燕整理好自己的必要携带的物品 在门缝观察了一会后 迅速带着王小娟出门 莫办法 这几天不光是二重的老师 还有很多其他学校的人都找上门来 王燕差点被烦死了 他准备送王小娟去幼儿园 然后自己就去参加一年一度的修行者高考 哥 今天你是不是要高考了 王小娟背着小书包 两只小手抓着书包肩带 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 昨天老师说的呀 我记得哥你是上高三 这样 今天哥确实是要参加全国修行者高考呢 哥 加油 我会在幼儿园给你加油 王燕揉揉王小娟的小脑袋 好 哥加油 小娟在学校要乖乖吃午饭 把王小娟送到幼儿园 王燕读字塔上去考场的路 修行者高考要开始了呢 也不知道最后哪些天交能脱颖而出 能夺得的名次的最起码都得是六阶根基了吧 今年咱们华夏大运啊 据说今年全国六阶以上的考生都有十多个 其中甚至有两个八阶 一个九阶 九阶 我知道 就是灵州那个王燕 王燕 他应该铁定是全国状元了吧 不一定 有两个八阶的实力也很强 一个冰火双八阶 另一个八阶目属性 但是境界已经翠零八重了 而那王燕好像才翠零一重 哇 这么说结果还真是不一定啊 这一阶的修行者高考注定很精彩啊 直播已经开始了 快看开幕式 哇 是超凡强者 炎黄散的玄天将 暗夜军王萧战旋 是他开幕致辞吗 华夏六大超凡之一 炎黄散玄天将 华夏东部区域镇守者 萧战旋 炎黄散有人将 帝将 天将 玄天将 玄天将 玄天将代表着炎黄散的最高战力 也代表着华夏的最强战力 炎黄散有四位玄天将 分别镇守华夏的东西南北 四个区域 镇守华夏东部区域的玄天将 萧战天 九届暗属性根基 超凡近五重天 实力深不可测 人送外号 暗夜君王 直播画面里 一个身材高大的壮年男子 一身印有金纹的黑色西服 梳着大背头 额头一缕头发 玩世不恭的垂下 搭配上俊朗眉眼 十分优雅 华夏的同胞们 大家好 我是炎黄散的萧战璇 很荣幸受邀为 今年的修行者 高考开幕致辞 一夕记得二十年前 我也是后考试中 忐忑又激动的一员 作为国家 选拔人才的途径 高考 是国家给予每一位公民的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 在这里 只能靠你自己 希望各位考生 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 倘若你有信杀出重围 成为佼佼者 千万不要忘了 撞我滑下 各州后考试里的年轻人们 无一不被肖战天的致辞 鼓舞得热血沸腾 只有王燕例外 杀了这个人 奖励杀戮 积分五千 灵州的后考试里 王燕面无表情地看着屏幕里的肖战天 原来 超凡的人头 只五千杀戮积分 好的 感谢我们东部地区镇守者 暗夜军王肖战旋的慷慨致辞 华夏国第312届 修行者高考即将开始 下面将画面交给演播室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进入各州直播间 观看各州详细情况 演播室里坐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央视有名的主持人 撒无极 一个是华夏超凡强者袁天刚 OK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撒无极 我旁边这位是 我们华夏超凡强者袁天刚 欢迎袁老 小撒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袁天刚 穿着中山装 长相正派的袁天 刚微笑着朝镜头招了招手 袁老可是这一届 修行者高考的负责人 可否透露一下 这一次的考题 跟以往有何不同吗 撒无极 好奇地看向袁天刚 这次的修行者高考 跟以往可是大不相同 袁天刚神秘一笑 哦 袁老有说法 以往的考题 各州考场会出现三波 我们华夏安防队 抓不来的低阶妖物和鬼物 最高境界 也不会超过翠玲九重 而这次不一样 只要场中的妖物和鬼物被击杀 便会源源不断地投入新的 更强的妖物和鬼物 而且境界上限提升到了 零起进三重 撒无极有些惊讶 这样会不会太危险了 修行本就不是一件安全的事 而且他们有监测项链 是可以随时退出考场的 撒无极还是有些担忧 可是这些学生很多 都刚觉醒根基 怎么对抗零起进的妖物和鬼物 袁天刚微笑 三百年前 华夏领地缩减为十九州 三年前 我们又失去了江州 我说这些 只是想表达形式的严峻 已经不容许 他们慢慢成长了 特殊时期 虚行非常知道 撒无极 终于是一脸严肃的点点头 希望我们华夏的少年少女们 顶住压力 迎难而上马 修行者高考 正式开始 导播室的左上 脚开 是出现了十个人的名字 灵州王燕 灵积分 逐州苏千月 灵积分 荆州顾北 灵积分 川州章目 灵积分 所有人都知道 按照网界 修行者高考的惯例 这是官方初步 按考生潜力 排出的名次 一旦考试正式开始 排名就会实时变动 王燕排在第一 意味着在官方眼里 王燕的潜力 最值得期待 那这一届 元老最看好谁 撒无极又问道 我只看过粗略的资料 这毕竟是实战 还是全看实战战力 我觉得 苏千月 应该会是第一 她的冰火 双八阶根基 急冷和急热的碰撞 本就是一种 极强的杀招 撒无极点点头 第二呢 顾北八 她虽然是八阶 目属性登基 重控制 但是她境界 已经是翠玲八重 境界优势 可以将杀伤力补上 袁天刚回答道 哦 就这么不看好 我们现在的第一王燕 撒无极饶有幸之道 我只能说 她的未来无可限量 但是现在境界 确实低了些 华夏会耐心 等待她的成长 现在嘛 尽力而为就好了 撒无极觉得有道理 赞同的点头 第十章 高考场地 按照惯例 当前的导播室 会将镜头 轮流切到排名前十的 这些种子选手 画面切到了王燕 正领取了自己的监测项链 静静等待考场开启 监测项链和考场 都是超凡强者的手笔 超凡强者领悟空间之力 开辟出单独的空间 作为考试场地 而每个人手中的监测项链 不仅可以监测 每个人的情况 关键时候 还能将人 瞬间传送出考试场地 看着屏幕里 沉稳的少年 洒无极调侃道 我们的一号种子选手 看上去很冷静吗 后考试里 也有大屏 在播放着修行者 高考直播内容 王燕也听到了 袁天刚的话 表示太合自己心意了 这样意味着考场里面 有杀不完的妖物和鬼物 而对于王燕来说 就是捡不完的杀戮积分 王燕等不及 进入考场疯狂杀戮了 智慧幼儿园中班 那是我哥 那是我哥 我哥王燕排名第一 王小娟看到 屏幕里熟悉的身影 兴奋地叫喊着 自从灵气复苏后 华夏的教育 也开始进化 幼儿园的小孩 也开始接应和的 世界观教育 从小就给他们 灌输妖物和鬼物的凶狠 世界的残酷 想在这样的世界活下去 就必须学会坚强 观看修行者高考 也成为幼儿园 和小学初中的 一个教学内容 那真是你哥 虽然那个大哥哥也姓王 可是人家 是九阶根基修行者 我们才不信 王小娟是说谎大王 就是 王小娟是说谎大王 王小娟班上的小孩 都不信王燕 是王小娟的哥哥 觉得王小娟在说谎 王小娟有些气愤 撅着嘴 他就是我哥 略略路 我们才不信你 王小娟是说谎大王 王小娟争论不过 眼珠子一转 说道 你们的爸爸妈妈 不要你们了 把你们送到这里 自己去游乐园玩去了 吃炸鸡 一下子周围的小朋友 哇哇地哭了一大片 王小娟一副奸计 得逞的模样 老是急得的手忙脚乱的 情急之下说道 王小娟 你这个小朋友 怎么可以这样 说谎就算了 还把别的小朋友搞哭 王小娟不服气地道 我才没有说谎 那就是我哥 这么小就撒谎 真是个坏孩子 这老是知道 王小娟监护人 确实是他哥哥 但是每次交学费 都一拖再拖 根本不可能是 屏幕上那个 万众瞩目的 华夏天才少年 王小娟委屈地红了眼眶 我不是坏孩子 那就是我哥 王雁此时 也注意到了大屏幕上的自己 还挺帅 知道流程的他明白 他这是被初步定级 到潜力最高了 所谓的一号种子选手 整个华夏 都在关注着这个 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清秀少年 也好奇他赛前会说些什么 所有人都还记得 去年的一号种子选手 说了一句全国第一 我拿定了 最终真就掌握了 修行者高考的全国状元 果然是你呢 灵州演播室里的夜兰 一头慵懒的大波浪 一身职业裙 紧绷着丝袜的大长腿 翘着的腿 使得红色高跟鞋底 若隐若现 加上无可挑剔的容颜 为灵州的直播间 吸引了不少观众 此刻郑笑容神秘地 看着屏幕里熟悉的少年 他会说什么呢 那一晚 可是很霸道呢 王雁看到大屏幕的画面 始终停留在自己这里 明白 这是想让自己发表赛前宣言啊 王雁心想 这是全国直播 不知道小军有没有在看 下一秒 整个华夏的人都看到屏幕中的王雁温柔一笑说道 王小娟 在幼儿园要乖乖吃午饭哦 王小娟是谁 什么情况 所有人都猛了 他这是在说什么 嗯 萨乌吉有些意外 连带着一旁的袁天 刚表情也有些诧异 没想到 王雁会说这个 灵州直播间李叶兰 也是奉谋浅浅的咪起 对王雁的话 有些意外 据选手资料显示 王雁考生 有个妹妹叫王小娟 在上幼儿园 灵州直播间的主持人打着圆场 笑着说道 有了主持人的解释 叶兰和灵州直播间的观众 才明白了王雁是什么意思 叶兰眼着嘴轻笑着 觉得王雁有些可爱 弹幕也在刷着 王雁学长好可爱 原来是妹妹啊 主妇妹妹要乖乖吃饭 太暖了吧 王小娟 肯定是个可爱的小女孩 王小娟听到没 要乖乖吃饭哟 我们华夏未来的超凡 是这样温柔的人 太棒了 慢慢的也有人去了 全国直播间刷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 王雁是在嘱咐自己的妹妹 要乖乖吃饭 一时间 大家都觉得 王雁一定是一个温柔的大男孩 这位九届根基的 天才有些可爱 只有智慧幼儿园炸开了锅 王雁 真是王小娟他哥 不仅是小孩 更惊讶的是老师 我都说了他 是我哥了 这下相信了吧 王小娟骄傲得扬起小脑袋 嘴角翘得高高的 王小娟的老师慌了 连忙跑去园长办公室 谁敢信九届根基的天才 居然差点交不起幼儿园学费 他记得自己上次 可是在电话里 毫不留情地对了对方 这下可玩了 园长 王雁 是王小娟的哥哥 上热搜那个王雁 是的 他好了 咱们智慧 幼儿园要起飞了 那个 我之前电话里对过王雁 刚才批评了王小娟 园长 园长 你怎么了 你别晕啊 这个小插曲 仅仅只是吸引了片刻注意 毕竟高考 才是重头戏 排名靠前的后面几人 都各自放了几句狠话 所有人 正式进入考试场地 王雁扫试了一下 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场景 是一片灵地 看上去 跟外界没有太多区别 但是 凭着感知可以清楚地 察觉到附近活动者的妖物 和鬼物 果然大多都是些低阶的 好在量大 王雁有些兴奋 这样的获取杀戮 积分的机会 非常难得 而其他人一进入之后 先是开始拉帮结火 组起队来 人多力量大 在修行者高考里 组队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我是四阶风属性根基 可以给团队加速 招四阶以上的队友 战果平分 四阶以下的看过来了 我是五阶金属性 主杀法 你们保我输出 我保你们有修行者大学上 我是三阶光属性 雪儿 咱们一起吧 这是我堂哥江浩 春山是一中的 也是六阶根基 我们境界高 杀的肯定比王雁快 江青带着一个 跟他长相有几分相似的少年 来到五雪身旁 好 五雪点点头 不经意间 还是往王雁那看了一眼 王雁好像并没有 要跟人组队的意思 居然想一个人 太天真了 一旦遇到翠玲 九重的馋的 你跑都跑不掉 然后整场考试 一分也拿不到 江青也注意到了 不屑的一笑 第十一章 杀戮开始 王雁同学 能不能带带我们啊 我们都是三阶根基 可以给你打掩护 是啊 你站大头 我们不求名次 只是想上修行者大学就行 有一小群二中的学生 向王雁聚拢 心想 王雁九阶的根基 应该不会弱到哪里去 想跟着王雁混口汤喝 哼哼 你们这群废物 没本事还进来 真是可笑 刺耳的声音传来 二中的这些人刚想发怒 但是看到了来人是江青 一怒之下 也就怒了一下 江青神色鄙 你们上学都白上了 修行根基 只是代表天赋 一个翠灵一虫 能有什么占领 二中的这群人 被说得无力还口 因为江青说的是事实 就像袁天刚评价的一样 王雁只是未来无可限量 现在还是太弱了 江青身边的吴雪 打量着王雁 希望从对方那里 看到些许情绪波动 但是结果让他失望了 王雁像是完全没有 注意到他的存在 甚至是江青 甚至是这群二中的学生 下一秒王雁 已经飞速冲了出去 只远远留下了一句话 不好意思了 高考时间只有四个小时 我赶时间 所有观众都惊了 王雁居然不找队友 他看起来跟一中的江青 和吴雪不对付 可是竟然也不找 灵州 其他是高中的佼佼者合作吗 只靠自己一个人 想夺得灵州第一是有可能 但是要跟全国的 其他天交比 可就难了 是啊 哎呀 糊涂啊 王雁 有些过于自大了呀 全国直播间里 洒无急 也饶有兴趣 看向袁天刚 袁老 你怎么看 袁天刚双掌扣 在一起放在桌上 俩 两根拇指 互相轻敲着 露出一个老成的笑容 年轻气盛 考场里 所有人都愣住了 没想到王雁 这么不把自己这些人 放在眼里 还说什么考试 只有四个小时 搞得很急的样子 不过他这速度 倒是惊人 根本不像是翠玲 一众的速度 江青眼神阴逸 没想到王雁 竟敢这样无视自己 哼 真以为自己 稳拿周状元了是吧 堂哥 雪儿 我们也走 吴雪和江浩点点头 三人也朝密林 深处掠去 华夏这一届的 所有修行者考生 开始狩猎 考场中的妖物和鬼物 画面里 一个身材娇好的女生 如同跳舞般 优雅地从一只翠玲四重的 野猪腰身旁滑过 野猪腰还没来得及 发动攻击 粗糙的皮肤 开始渗出冰霜 然后飞速结成冰块 下一秒碎成一地的冰块 屏幕前的观众 纷纷惊地直呼 如舟的苏千月 太强了 千月女神 竟然也是选择一个人作战 女中豪杰啊 翠玲四重的猪腰 仅是一个照面 就被冻成冰棒了 这就获得二十积分了 全国第一 肯定是她了 千月女神 太棒了 画面一转 一只翠玲五重的秃鹰 爪子锋利德 如同钢刀 从空中飞速地扑向一个 穿着战斗服的男子 这身战斗服 一看品阶就不低 男子一个闪转藤魔 躲开了秃鹰攻击 同时绿色藤蔓 编织地往凭空出现 将涂鸦从空中拖到地面 男子凭空抽出一把绿色长剑 一剑斩向秃鹰 这是悬兵 应该是下屁 又是战斗服 又是悬兵 本身还是翠玲八重 啥家庭啊 哦 荆州顾驾顾北少爷 那没事了 被控制的秃鹰无法躲避 跟顾北硬喊 枪 利爪和樊兵撞击在一起 发出刺耳的声音 秃鹰钢刀般的利爪 竟然被齐齐切断 发出凄厉的奸笑声 不愧是顾北少爷 竟也是选择一个人作战 顾北少爷太帅了 顾北少爷 简直是我的梦中情了 受创之后的 秃鹰战力急剧下降 又是一个回合 最终被顾北一剑斩首 顾北满意地拍了拍战豆腐 二十分到手 考生击杀翠玲 一到三重的妖物 或鬼物奖励是十分 翠玲四到六重 奖励二十分 翠玲七到九重击三十分 全国直播间里的袁天 刚轻轻地点点头 一副从容不迫的模样 不愧是元老 果然像您所说 苏千月和顾北战斗力确实强 单独解决翠玲 五重级别的妖物 竟然如此轻松 被刚才的场面震撼 洒无极 惊讶之余 不妄想元天刚吹吹彩虹屁 但凡有点惊艳的修行者 都会知道的 元天刚摇摇头 只是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撒无极 好像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一般 表情玩味 可是我们的一号种子选手 依然占据第一呢 撒无极的话 才引得众人朝左上角看去 灵州王燕 120积分 逐州苏千月 20积分 荆州顾北 20积分 江州尼加提 10积分 这时众人才发现 王燕依旧占领第一 而且积分已经120分了 我去 王燕 怎么回事 这才刚开始 王燕已经120分了 怎么做到的 我要看王燕的视角 快看王燕的视角 元天刚也有些意外起来 很快主视脚切到王燕这里 众人只见王燕 飞速奔向一只翠铃五虫的 张牙舞爪的小鬼 靠近之后 一记肘击 打在小鬼搏梗上 小鬼的头颅 被生生消飞老远 而王燕速度丝毫不减 又向下一处冲去 仿佛小鬼从来没出现过 整个过程的 发生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又是20几分到手了 所有人都傻眼了 我没看错吧 怎么王燕打 这只翠铃五虫的 小鬼这么轻松 王燕 好像全都靠肉身蛮力呢 都没有用战截 怎么会这么强 这就是九阶根基 带来的肉身强度吗 撒无极 也目瞪口呆地看向元天刚 眼里满是震惊 元天刚轻咳了一声 他的九阶根基确实是会给肉身和感知 都带来一定的提升 能支撑月脊击沙 但是遇到翠铃七阶以上 就没这么轻松了 听到这里 撒无极和屏幕前的观众 都才松了一口气 要不然也太妖念了 元天刚本身就是九阶根基的拥有者 对九阶根基带来的肉身强度 提升比任何人都有话语权 所说的话 更加具有幸福力 只有元天刚心中 震惊不已 怎么自己那回肉身强度没这么大提升 只靠肉身打个五阶可老费劲了 还不等人们的惊讶缓解 一只翠铃九重的三米高狂暴黑熊腰 硕大的头 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王燕一巴掌拍皮球一样 直接扇飞 看起来 比继杀那翠铃五重的小鬼难不了一点 又是三十分到手 而王燕连停顿都没有 又赶往下一处 第十二章 方磊 所有人都骂了 什么情况 不是说翠铃七重以上就没这么轻松了吗 我怎么感觉比杀那翠铃五重小鬼 还要干净利落 难道是热身热玩了 有点超出我的认知了 这是翠铃一众该有的肉身强度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算是看出来 灵启禁以下 对王燕来说就像大人打小孩 有些期待王燕对上灵启禁了 不知道他能不能一个人击杀灵启禁 难怪他说要抓紧时间 这简直是在减分 我宣布 全国状元是王燕 撒无疾已经被震惊得无以复加了 袁天刚表示 我不理解 我吓得难道是假的酒街跟街 怎么我当年没这么强悍的肉身 这小子到底什么情况 再度被打脸 袁天刚只好有些尴尬地挽回面子 这一次还会有灵启禁的妖物和鬼物 到时候他不使用战绩肯定是不行的 哪怕不是修行者的都知道 灵启禁才是真正的修行者门槛 叫真的说 不如灵启禁 甚至连修行者都算不上 到了灵启禁那可是质变 对灵启的掌控和利用程度 甚至连本身的灵启的强度 也不是翠灵境可比的 如此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 王燕能遇上灵启禁的妖物或鬼物 不知道 那时是否还能如此轻松 王燕的积分飞涨着 增长速度跟其他人 简直不是一个级别 排名第二的苏千月 已经被断牙式地甩在身后 王燕已经突破了1000分 而苏千月500都还没到 但是对于王燕来说 杀戮积分也才涨了60多 王燕已经摸清楚了 好像只要是低于灵启禁的 不管是翠灵一众还是九重 系统都只会奖励一的杀戮积分 可能不是翠灵境的敌人值 一杀戮积分 而是系统没有0.5分吧 王燕脑子里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他想找到投入这些妖物和鬼物的源头 相当于直接杀到刷怪点去堵着杀 这样一定能大大提升 获取杀戮积分的效率 其他州的考场里 已经有不少人 因为面临无法解决的危险 传送出了考场 灵州这边 由于王燕杀得太快 妖物和鬼物的密度 远不及其他州考场 导致考场里 尚存的考生人数是最多的 而王燕的疯狂杀戮 也已经引起了考场里的人的注意 这王燕 太逆天了吧 哪有这样杀的 怎么能强到这种地步 妈的 抓紧点 我们还一只 没狩猎到呢 别被杀完了 江秦和五血三人 刚刚合力 一起击杀了一只翠灵九重巨猛 都在剧烈地喘着粗气 解决这只妖物 几人已经是拼尽全力了 三人站在巨猛尸体前 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因为感受到了 自己跟王燕之间的差距 是拼了命也 无法填补的天前 像江秦这样的人 没有比这更能打击他内心的了 到了现在 三人的积分 也才堪堪破百 但是通过 监测项链 却是能知道 一直占据第一的王燕 现在早已破迁了 他肯定作弊了 江秦眉头眉脑 突然说的一句话 五血和江浩没有回应 他们知道 王燕作弊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想在这全国 修行者高考上作弊 相当于想在超凡强者 眼皮子底下搞小动作 难如登天 虽然百般不愿 他们还是只能承认 王燕确实已经把自己等人 远远甩在后面了 五血暗暗咬牙 心中苦涩 自己 还是选错了吗 一个多小时后 怎么回事 灵州还有高手 这方蕾是谁 没听过呀 是啊 这人哪冒出来的 观众开始不断发出疑问 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了左上角 一个陌生的人 挤进了前三 灵州王燕 1500积分 灵州方蕾 930积分 逐州苏千月 520积分 荆州顾北 430积分 江州倪加提 380积分 这方蕾 似乎是后发力的 已经赶超了苏千月 和顾北等人 看上去获取积分的速度 跟王燕差不多 主视角 也开始切到了一个 大重脸的男子 一把黑色长刀 击杀妖物 和鬼物的轻松程度 不亚于王燕 他手中这长刀 似乎是悬兵 灵州居然还有这样的黑马 灵州真是宝地啊 居然同时出了王燕 和方蕾两个人物 而灵州直播间里 夜兰的目光 变得锐利起来 这人使得 虽是华夏长刀 招式也极力遮掩 但还是能看出不少 使太刀的习惯性动作 而出于对樱花国的鄙视 华夏基本不会有 使用太刀的修行者 看来天老说的卧底 应该就是你吧 夜兰眸子里 泛起了些许寒芒 有这方蕾的信息吗 夜兰向主持人问道 灵州东山是一中的 七阶地属性 翠玲九重 主持人兴奋地 向夜兰介绍 他并不知道 这人的底细 单纯在为灵州 同时出了两位人才 而自豪 夜兰听完成赢了起来 这人七阶的根基 翠玲九重境界 加上一件悬兵 极限战力 应该在灵起进二重 而王燕的极限战力 在灵起进五重 他不是王燕的对手 但是现在 是以积分来计算排名的 考场里的妖物 和鬼物最高境界 是灵起进三重 这就麻烦了 考场范围辽阔 也就是说 他如果一直不遇上王燕 他是有可能超过王燕 夺得第一的 王燕啊王燕 你得想办法 再杀得快一点才行啊 夜兰心里开始担忧起来 总之波尖里 袁天刚同样察觉到了 方蕾的不对劲 身为华夏六大超凡之一 他甚至比夜兰更 先看出方蕾底细 又很快联想到了 那玄机上品灵气法阵 整个人的气息 都开始变化起来 元老 有什么不对吗 撒无极 发现了袁天刚神态的异常 袁天刚摇摇头 没事 当着全国直播 他断然不可能 直接让整个华夏的人知道 樱花国的卧底 竟然参加了 华夏的修行者高口 还冲到了第二 袁天刚远远望了一眼东方向 这么大的事 老肖那家伙 难道不知道 还是说 炎黄散已经有对策了 最重要的是 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 可以证明这方蕾 是樱花国的卧底 这方蕾出身底细 都没问题 光凭一个 用刀习惯 根本不足以定性 一边吐槽 肖战玄的不靠谱 一边强行压下内心的烦躁 袁天刚看着屏幕里 疯狂杀戮的清秀少年 心中暗倒 小子 可一定要赢过他 第十三章 遭遇 在王燕和方蕾的快速杀戮下 灵州考场里妖物 鬼物的密度急剧下降 之前考场里的考生行径 需要非常小心 来达到避开高境界 狩猎低境界的目的 可现在 不管是高境界的妖物 鬼物 还是低境界的 都需要寻找了 所有灵州考生 都觉得自己是 见证历史的一批人 以为以往的修行者高考里 从未出现过 这种离谱的情况 画面中 王燕和方蕾 依旧不停地杀戮着 灵起镜以下的对王燕 基本上如同砍瓜切菜 而方蕾本身就是翠玲九重 又有悬兵一剑 击杀翠玲境的狩猎目标 也很轻松 场外的观众 看着这两人的行进方向 表情都精彩起来 他们都在朝着对方而去 这样下去 他们会遭遇 这就有看透了 修行者高考 可没有禁止考生间的争斗啊 不知道这方蕾 跟王燕谁比较强 我看好王燕 我觉得方蕾更强 肯定后来居上 成为今年最大的一匹黑马 终于 王燕在 杀向一只翠玲七重的僵尸时 敏锐的感知 察觉到了危险 灵石止住身形 转身一拳砸出 刚好砸在了砍来的 漆黑长刀刀身上 枪 两人碰撞后 各自被震退了十米左右的距离 王燕才看清楚了来人 是一个大重脸的少年 手中的漆黑长刀 有些古怪 对方也在打量着王燕 这人翠玲 一重竟然能接下我的攻击 还敢硬汉玄兵 难道他就是排名第一那个王燕 就在王燕和方磊对峙时 僵尸趁机溜了 低级的鬼物虽然灵智不高 但也知道驱离避海 方磊看上去有些高兴 而王燕被人阻挡了自己 获取杀戮积分的进度 脸色并不好 你应该就是王燕吧 方磊盯着王燕 淡淡开口 是 怎么了 王燕有些不耐烦 在外面不能乱杀人 这里是获取杀戮积分的最好场所 每单个一分钟 都少了不少杀戮积分 我终于找到你了 方磊脸上带着古怪的笑意 我们获取积分的速度差不多 这样杀下去 最终你还是第一 你想说什么 王燕的耐心已经快耗尽了 我想说 不如你现在退出 别杀了 或者 我把你打出去 方磊的目光带着玩味 卧槽 这方磊好八道啊 这是想逼王燕自己退出考场啊 赤裸裸的威胁啊 王燕不出去 就要把王燕打出去 好狂 王燕会不会妥协 所有人都在关注着 王燕接下来的动向 夜兰和袁天刚的关注 还带着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意味 原来是个傻子 王燕不想多嗶嗶 准备动手了 看了没得谈了呢 你觉得自己很强 那我让你见识什么叫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下一秒方磊 从原地掠起 自半空带起一道 巨大漆黑刀芒 斩向王燕 是魂斩 方磊这战绩貌似 也是玄机 灵州有如此底蕴的大家族 没听过呀 方磊这一击可斩 领起进二重了 王燕危险 碰 王燕身前带起 一道血色圆弧 跟黑色刀芒 撞击到一起 轻松挡下了方磊这一刀 是玄冰 王燕也有玄冰 王燕藏得好深 有玄冰居然一直不用 还藏了一手 好心机 画面里 王燕道提着血色战绩 神色淡漠 你觉得你很强 那就吃我一击吧 不等方磊惊讶 王燕飞速冲出 一击挥出 带着剧烈进风 方磊慌忙抵挡 王燕使用的 全是普通招式啊 这些招式 我在学校还学过呢 就这样方磊 都难以应付 看来王燕是没有学战戒 不然应该能直接 把方磊秒了 王燕怎么能这么强啊 他可只是 翠灵镜一众啊 太变态了 不知道这方磊 没有了玄冰优势 能在王燕手上 撑几回合 看样子撑不过十回合 那里需要十回合 才是第三回合 方磊就无力抵挡 被王燕用战戟抽打在脸上 直接抽飞了 死 王燕也太狂暴了吧 学校格斗课 也教这招 用己身拍脸 嗯 没有这招 这纯粹是王燕的个人行为 应该是故意侮辱方磊 被拍飞的方磊 如同断了线的风筝 在空中 划出一条弧线 落地后 已经神志不清 半边恶骨 好像已经被拍碎了 阻挡自己杀戮 这就是下场 王燕到提战戟 头也不回地离去 留下一个霸道背影 王燕太狠了 没想到看上去 人畜无害的 出手这么狠 灵州直播间 李夜兰露出满意的笑容 全国直播间里 袁天刚也重新靠回了椅背 一副怡然神色 舒服了 顺手打趴方磊之后 王燕继续开始了杀戮 而随着王燕杀的更多 渐渐好像 也摸出来一些规律 嘴角勾起 朝着西边杀去 边杀边行径 一直前进了 大约三十分钟 王燕来到了一处绝壁之前 这里看上去 就是考场空间的边界了 而这个绝壁前 不停地有妖物和鬼物 凭空涌现 然后朝着考场里 四散去 此时考试 已经进行两个小时了 只剩下两个小时的时间 王燕终于找到了 刷怪源头 场外观众也明白了王燕 准备干嘛 都骂了 王燕这是 要断了其他考生的路啊 他在这里杀 其他人还狩猎毛啊 看了这么多年 修行者高考 我还是第一次 看到刷怪点的 绝了 王燕想断三路兵线 应该没那么容易吧 到了后面妖物 和鬼物强度上来了 应该还是总会有落网之鱼的 除非 还能有更强力的攻击 杀了两个小时 才获得了700杀戮积分 王燕看着眼前 一出现 就是一大群的怪蛮眼火热 一秒也没有犹豫地冲了上去 堵在源头 开始疯狂杀戮 随着王燕的杀戮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考场里面 一只妖物和鬼物也没有了 考生们人都骂了 那里见过这种情况 不过 看到排名第一的王燕那 离谱的两万五千积分 一次就暴涨 两百多分 大概也明白了什么 考场里传出此起彼伏的 焦急喊声 王燕 燕哥 燕爷 别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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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别杀了 留点吧 再杀下去 我没学上了 观众看着 这滑稽的一幕 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满目震撼 这是王燕 这尼马 是阎王吧 考场里的考生 听到消息全都在往西边赶 到了王燕 不远处围观 考试时间 只剩下一个小时 出现的鬼物和妖物境界 基本都已经是零起境 二重三重了 这下应该有漏网之鱼了 以王燕现在的攻击强度 一次杀不完 漏掉的我们可以捡漏了 围观的考生 窃窃私语 场外的观众也觉得 王燕这下应该也很难 每一波都一锅端了吧 王燕抹去额头汗珠 看了一眼时间 脸上浮现笑意 借着嗜血战戟 强撑到现在 总算只剩 最后一个小时了 下一秒 所有人都听到了 王燕的声音 木火分身 第十四章 结束 全国状元 伴随着王燕的低河 王燕周身 燃起滔天烈焰 全属性翻上一倍 我去 这是什么 王燕终于开始动用 战绩了吗 这战绩太炫酷了吧 声势也太夸张了 王燕气息 强了好多 灵州直播间里 夜蓝美目中 光彩转动 眼前少年的身影 跟那一晚 完全重合 就是这个 太对了 一切都在王燕的算计之中 之前一直没有开启过 怒火焚身状态 全凭肉身强度 和玄冰来击杀狩猎目标 因为怒火焚身 和杀神领域 都是战绩 是要消耗灵气的 而作为翠灵二重 体内灵气 储存并不多 十二阶根基 虽然已经让王燕灵气量 远超同级 可是要是同时开启 也只能坚持半个小时 加上杀神领域 提升到二级后 带来的灵气 回复效果 持续时间 勉强延长到一个小时 王燕把这一个小时 留在了最后 妖物和鬼物 基本都在 灵气进三重左右的时候 杀一只二杀戮积分 最转 浑身烈焰的王燕 手持血色大几 挥舞间面前出现的妖物 和鬼物瞬间被秒杀 犹如砍瓜切菜 画面极具张力 看得人万分震撼 不少人发出悠悠嘘声 他像个战神 像游戏里的神律部 战神吗 我看更像阎王 好一个王燕 好一个阎王 他应该撑不了多久吧 然而 在所有人的围观之下 王燕杀到了考试结束的 最后一刻 整个华夏都静得可怕 宿主 王燕 境界 翠玲二重 杀戮积分 2600 系统商城 战绩 怒火焚身LV1 加 杀神领域LV2 加 今日天气 玩玩小游戏 看着最终的收获 一场修行者高考 狂砍2600 杀戮积分 王燕撤走怒火焚身 和杀神领域 拄着嗜血战绩大口喘着粗气 他也到极限了 不过 结果还是令王燕欣慰地笑了 考场里的直播画面 最终以王燕的笑容结束 就是这个 笑得人畜无害的少年 现在人们看着这个笑容 只感觉毛骨悚然 就连袁天罡 也忍不住眉毛直跳 这也太离谱了吧 客观来说 这小子真的强得有点没道理了 难怪天老会那样说 夜兰红唇微章 他感觉才是几天 王燕似乎又变强了 今天这个少年带来的震撼 实在是太多了 所有人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整个华夏寂静了 整整将近五分钟 才突然又爆发出无比的喧闹 啊 华夏第三百一十二届 修行者高考到此结束 稍后公布各州状元 和全国状元 萨吴吉像活在梦里 轻飘飘地对着屏幕说道 王燕 太强了 你是我的偶像 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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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我灵州的天骄 望山市二中操场上 所有老师 连带低年级的学生 都无比的激动 这是二中史上 最辉煌的一天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一个人 那就是王燕 刘志勇通过校园广播 发表讲话 二中的老师们 同学们 请记住今天 一个极不平凡的日子 我们高三一班的王燕同学 创造了历史 二中的每一位学子 希望王燕学长的优异表现 能引领你们前进的方向 今天 二中以王燕为荣 明天 二中将以你们为傲 我宣布 高三一班 王燕同学 为这一届的 优秀毕业生 进入二中的名人堂 二中的全体师生 激动不已 久久不能平静 他们都知道 从今天之后 望山十二中 将会成为 华夏的明星学校 考场里 王燕将嗜血战戟 收回空间储存件 向着考场外走回去 人群向着王燕涌来 将他包围在最中间 七嘴八舌地说着 恭喜崇拜之类的话 现在的王燕 是真正的众星捧月 闪耀无比 角落里的江青几人 显得十分落寞 吴雪心中百感交集 看着王燕 希望能看到 王燕有一丝目光 看向自己 哪怕是嘲讽 哪怕是带着恨意 可是并没有 王燕的目光 自始至终都没有 在他身上停留 甚至扫过 似乎他根本就无关紧要 引不起王燕 丝毫的情感波动 仿佛应了资格 复审时的那句话 从那天之后 他们不会再是 一个世界的人了 不 我不要 吴雪内心的不甘爆发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王燕为什么要骗他 既然王燕 是九阶根基 战力无双 大可以跟他说清楚啊 难道从小玩到大的情谊 真的一点 都没有吗 愁愁了一会 吴雪最终下定决心 也朝着王燕走去 雪儿 将情察觉后 伸手去拉 拉了个空 吴雪来到王燕跟前 王燕周边的人 也都知道 王燕跟吴雪之间的恩怨 识趣地 给吴雪让出了空间 吴雪直勾勾地 盯着王燕的毛子 想要看出 王燕在想什么 可是王燕神色淡漠 只是看着吴雪 没有说话 恭喜 吴雪说 谢谢 王燕淡淡回答 说完王燕绕过吴雪 继续往外走去 人群再度围了上来 王燕 对不起 身后的吴雪 带着哭腔的大喊 浑身止不住站立 这次王燕 没有再回应 仿佛没听见 继续向外走去 江青跑到吴雪身边 雪儿 吴雪一把拍开江青的手 你走开 离我远点 都怪你 都怪你 江青被拍开的手 在空中停滞了一下 最终紧紧握成拳 王燕 今日之耻 我必奉还 江青面色阴沉如水 转头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高队 我想加入安防队修行 出了考场 一群人 扛着长枪短炮围了上来 似乎等待许久了 王燕同学 作为这一届的全播状元 发表一下感言吧 王燕同学 有什么 想对华夏民众说的吗 王燕同学 请问你对这次修行者高考 有什么看法 王燕同学 现在外界都把你叫做阎王同学 你怎么看 首先 全国状元还没有正式宣布 其次 是叫我王燕 还是阎王 都没什么所谓 最后 请你们让开一下 幼儿园要下课了 我要去接王小娟放学了 王燕跨过一个记者 急匆匆地离开人群而去 留下一群猛逼的记者 幼儿园 王小娟 修行者高考结束三小时后 官方公布各州状元和全国状元名单 灵州状元 全国状元 王燕 五万分 逐州状元 苏千月 两千三百分 荆州状元 顾备 两千分 辽州状元 孙月 一千八百分 第十五章 五万分 华夏接近 袁天刚满脸笑意地离开了演播厅 心中依然是免不了震撼 王燕的恐怖 只有亲自看了才会明白 而他是华夏六大超凡强者中 唯一一个跟着看完了全城的 对修行意图的了解 使得他更加难以相信 兴奋的他 很想找人分享这一刻的感受 萧战璇在致辞结束之后 就赶赴东南边境 平息一场突发的动乱了 超凡强者的传音范围 最多也只能覆盖一周之地 袁天刚掏出手机 拨通了萧战璇的电话 喂 什么事 正忙着呢 电话那头优雅的声音传来 背景里不时响起惨叫哀嚎之声 修行者高考进了别国卧底 你别给我说炎黄散不知道 华夏东南沿海一带 一身黑金西装 身材高挑的男人 左手拇指和食指夹着手机 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 右手朝着前方虚压 一片暗黑天网照下 三只金刚镜的深海妖兽 被死死镇压 随后握拳 大网缩紧 几只妖兽被捏得哀嚎不止 男人随手镇压妖兽 朝着手机风轻云弹道 怎么 修罗那家伙没去处理吗 肖战悬果燃走 就知道此事 袁天罡笑骂道 怎么处理 等他拿了第一再把他杀了 就知道叫修罗 修罗摊上你这个上司 真是倒大霉了 不行吗 把人杀了 那法阵也不用拿出来了 刚好破局 有何不可 袁天罡沉吟片刻 才正经说道 原来你是准备这样处理的 但是你想过没有 那人一旦拿了第一 就算事后走不出华夏 华夏的脸也丢了 脸面有什么用 能杀妖猪鬼 能让百姓活下来 唉 跟你这人说不通 总之好在最后 是我华夏的人 拿了第一 袁天罡语气中带着骄傲 电话那头愣住了片刻 谁拿了第一 苏家那丫头 还是顾家那小子 袁天罡神秘一笑 都不是 是灵州的王爷 哦 那个九阶根基的少年 他才翠灵一众啊 袁天罡并不准备回答 肖战悬的疑惑 而是继续说道 你创造的记录 是多少分来着 五千分 电话那头快速地回答着 王爷拿了五万份 是你的十倍 哈哈 什么 肖战悬终于淡定不住了 肖战悬一激动 又是几只御灵九重的妖兽 被虐得惨叫连连 你确定没问题 肖战悬问道 我看了全程 没问题 那小子 猛地就向地狱里 钻出来的 我就知道 你这家伙引以为要的记录 被破了肯定要破防的 哈哈 袁天罡发出来 没心没肺地嘲笑 你笑个屁啊 你这个三千分的废物 还好意思在这笑 嘿 你压的 不提这茬能死啊 我谁属性根基 本来就偏辅助 战斗力能跟你比 借口 菜就多练 我这还有事 忙完了回去再说 嘟嘟嘟 真是个讨厌的家伙 袁天罡看着手机 通话挂断的界面 撇撇嘴 嘟囔了一句 挂完电话 肖战悬身吸了一口香烟 王燕 有点意思 灵州望山市 智慧幼儿园 王燕接到王小娟 哥 你太厉害了 我们班的小朋友 现在都很羡慕我 有这么厉害的哥哥 被王燕抱着的王小娟 开心地像个孩子 王燕宠溺地笑着 那当然 也不看看 是谁的哥哥不是 好多人 找我要你的签名呢 我全都拒绝了 他们不配拥有 我哥的签名 王燕给眉飞色舞的 王小娟整理衣领 认真说道 小娟 之后 哥给你换个 更好的幼儿园好吗 王小娟 搂着王燕的脖梗说道 哥 你就选你想去的地方 然后给我找一个 离你近的幼儿园就好了 好不好无所谓 我不想跟你分开 好好 放心 哥怎么会丢下你 我哥最好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 王燕打破了 肖战悬高考记录的消息 一直霸占热搜 五万份 简直疯了 暗夜军王霄战悬的记录五千份 十几年都没人能破 如今王燕不仅打破了这个记录 还把分数 生生拔高 到了五万份 太妖孽了 之后 恐怕也很难有人能超过这个分数了 我当时看了 王燕简直就像个活颜王 从头杀到尾 别人想破这记录 难 真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翠灵 一众的人能做到的事 王燕 太牛了 所有来到灵州观察的各个 修行者学院 向本学院传递消息之后 收到的指示 都是不惜一切代价 招揽王燕 第二天 王燕来到望山十二中 领取自己的毕业证 学长好 王燕学长 如果的低年级学生遇到王燕 都恭恭敬敬地向王燕问好 眼中弥漫着崇拜的神情 甚至有一些 其他学校的学生 来到二中 悄悄地围观 想要一睹这个修行者高考 五万分的狠人真容 王燕从容地点头 回应着低年级同学打招呼 免不了一阵哑然失笑 果然尊重 都是实力给的 王燕啊 你可真是出乎了 我没意料啊 五万分 则则则 杨志一边整理着 王燕的毕业材料 一边忍不住惊叹 如今的杨志满面红光 那里还有半点当年的 颓废青年模样 是啊 之前我们私底下 就议论说 你高考必定一名惊人 果然是把我们都惊得不行 合金也附和道 王燕挠挠头 不好意思地说道 一不小心就杀多了 说起这个 别人现在都叫你活颜忘了 你那天杀得也太狠了点 我在屏幕前都害怕你跳出来 把我杀了 杨志和合金相视一笑 杨志将王燕的毕业材料 都递给王燕 来 这些是你的毕业材料 今后迎接你的就是新的挑战了 进入修行者大学后 都不再是把你们当学生培养 而是把你们当作 真正能杀敌的后备军培养了 王燕接过材料 谢谢杨老师提醒 我明白 杨志满一点头 还有 刚进入修行者学院 一定要低调一点 里面的修行者 最差也比你多修行了一年 他们是有完整的修行 教学体系的 哪怕只是 一年那进步 也是不可想象的 你天赋虽然强 但是也需要时间成长 合金插嘴道 老杨啊 我看 人家王燕比你都沉稳 你就不用在这方面 说教他了 杨志笑骂道 嘿 我的学生我当然得嘱咐 就算知道他沉稳 又怎么能忍得住不说 嗯 校长 杨志和合金 突然看到火鸡火燎 冲进办公室的刘志勇 有些意外 而刘志勇 只是向征信 对着两人点头 见到王燕在这 面露喜色 王燕 你在这太好了 教育部的人 和各州修行者大学 都来人了 现在全在操场上 全都是来找你的 王燕也有些意外 找我 杨志和合金相视一笑 教育部发奖励来的 各州修行者大学嘛 指定是来抢人的 哈哈 第十六章 抢人 哇 咱们学校 来了好多人 好像是各州 修行者大学来的使者 来招我们的王燕学长的 那个活颜望 太猛了 王燕学长太优秀了 人也很帅 二中的操场 站着一群外来人员 二中的学生们 都在围观 不时窃窃私语 这些人每一个 都气息深厚 一看就不是寻常人物 二中的操场 和一中共用的一个围望 紧紧一网之隔 一中一些 在操场练习格斗的学生 也发现了 凑到网边看热闹 咦 怎么二中今天来了这么多人 中间那个不是教育部的部长骨折吗 我之前看过他的讲话 教育部部长 亲自来了 难道是为了二中那个王燕 其他那些人 好像是各州修行者大学的 都穿着自己学校的制服 这是要来提前招王燕 连荆州修行者大学 和东州修行者大学的人都来了 没办法 人家王燕的表现 实在是太逆天了 我现在都忘不了 绝比前王燕割草一样 杀戮的场面 妈的 我昨天晚上 还做噩梦来着 梦到王燕 就拿着大忌追杀我 活颜王的外号 真不是乱来的 王燕跟着刘志勇 来到了二中的操场上 谷部长 各位修行者大学的特使 我把王燕带来了 刘志勇满脸堆着笑意 朝着人群走去 谷哲笑着点点头 刘志勇啊 有优秀教学经验的教育工作者 可以被吸收进教育部工作 二中出这么个添交 我看你也快了 哎呦哎呦 谷部长折杀我 我还差得远呢 刘志勇一边剧烈摆着手 可是那嘴角却比AK还难压 从事教育工作的谁 不想去教育部工作 体面待遇又好 而他已经收到了一些风声了 明年他确实是可以被调去教育部了 这一切都因为二中出了一个 全国状元王燕 谷哲不再跟刘志勇说笑 转而看向王燕 仔细打量着 这就是我们华夏 今年的全国状元了吧 各州的修行者学院派来的特使 也都纷纷目光聚焦王燕 想看看 这少年有什么了不得之处 这谷哲可是金刚劲的强者 而这些特使 各个都是零起九重起步 寻常的十七八岁少年 被这么一群人注视着 早就要汗流加倍了 但是王燕在众人面前却十分自然 笑容温和地打招呼 见过谷部长 见过各位特使 谷哲和各州修行者学院特使 都纷纷满一点头 不愧是这一届的华夏第一天交 确实不凡 真是天佑我华夏呀 谷哲当然不会忘记王燕 还是九阶根基拥有者 华夏未来的超凡 由衷地赞叹道 谷部长谬赞了 谷哲拍拍王燕肩膀 我也不多说废话了 我这次来 主要是代表国家 给你发放你的高考奖励 我先把我任务完成了 你再和各位特使 慢慢纠缠 谷哲的话 引得众人都是自发笑了起来 没想到 教育部的部长 还是个风趣的 随后谷哲凭空一招手 面前出现了一面银色小旗 一堆湛蓝色晶体 和一个金色护腕 漂浮在空中 十枚上品零石 玄机上品灵气法阵 下品玄器 金灿护腕 你的市集 州集 全国状元奖励 都在这里了 至于市里州里的各种金钱奖励 都会打到你的学生卡 注意查收就行 咱们账可清了 谷哲将面前的奖励 朝王燕一推 开着玩笑说道 王燕打量了 一下面前的东西 然后多收进了储存戒里 多谢谷部长 围观的学生 看到奖励可酸了 十枚上品零石 那就是一万枚下品零石 在修行者大学里 每月就只能领到六枚 太羡慕了 那金灿护腕 可是能增幅力量的玄器 有价无市 根本都买不到 最牛的 还得是那灵气法阵 只要零石足够 修炼神器啊 羡慕有什么用 明天加油啊 突然一中的 老师出现在一名 趴在铁网上的学生身后 一脚踢在屁股上 啊 谁敢踢老子 张老师 我没有偷懒 这就继续 好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先走一步了 你慢慢跟他们扯皮吧 谷哲又拍拍王燕的肩膀 潇洒离去 等到谷哲离开 各州修行者大学的特使 都纷纷围了上来 将王燕包围起立 看着架势王燕 轻易都跑不掉 各个特使也明白 现在就是拼谁给的条件 最丰厚的时候了 我先来吧 我是荆州修行者大学的 特级导师庞峰 要是你愿意加入我们 我们每月 给你提供的零食翻三倍 并且给五百万安家费 我们逐州 在荆州的基础之上 再加一项特权 免费使用学校的一切设施 我们川州 在它的基础上 再送一套邻居 每一个特使 基本上都会比上一个 多出来一点好处 哪怕是挤牙膏 也想方设法的挤出一点 不知道 王燕学长会选 那一个修行者大学 应该是咱们灵州吧 毕竟灵州修行者大学 最后开口 给的好处最多 不一定 灵州修行者大学 各方面都差了其他州一些 更比不上荆州 东州了 那倒是 毕竟荆州和东州的 修行者大学 一直录取分 都比其他州高出60分 放在高考里 那就是要多杀 两只翠菱七虫以上妖物 还真给二中的王燕说中了 灵州修行者大学 这跟求着 他竟已经没区别了 就差把学校都送他了 那将情道成小丑了 也不知道 咱们的吴大校花 现在作何敢想 还能咋想 长子毁亲呗 二中和一中的 围观学生 都在小声议论着 像是看出王燕的犹豫 荆州的那特使 又马上站出来说道 荆州可以在 灵州基础上 再加奖励 想要什么你提 只要是学院能给的 绝对不会吝啬 照这架势下去 又要循环一轮 这些修行者大学 这不是自己 卷自己吗 没办法 谁让王燕学长 实在是太优秀了 王燕学长真 是我的偶像 这时 灵州的特使 突然想到了什么 眼前一亮 急忙开口说道 灵州最好的幼儿园 就在我们灵州 修行者大学旁边 步行距离小于800米 灵州修行者大学特使 突然整的这一出 给其他人都整猛了 所以呢 这跟招懒人 有什么关系吗 更猛的是 接下来就听到了 王燕做出了决定 我选择灵州修行者大学 第十七章 再见夜兰 其他州的特使 听到王燕的话 都急了 王燕 你得想好啊 是啊 灵州修行者大学 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地方啊 我经州修行者大学 才能让你更快地成长 喂 旁风 请注意你的言辞 灵州修行者大学的特使 听到旁风的话 顿时就不乐意了 旁风并没有想要收敛的意思 怎么 你们灵州修行者大学 自己心里没有点数吗 你们灵州哪一年不是垫底 到底哪里才能给王燕 提供最好的修行指导 你们自己不清楚 你 灵州修行者大学的特使 气愤不已 想要反驳 好了 我已经决定了 我选择灵州修行者大学 各位特使 不要为了我伤了何浅 这时王燕出言打断 语气坚决 竟让一众特使 都产生起不容置疑的感觉 更加心惊于王燕的优秀 王燕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现在你可不止 关乎着你自己 更是关乎着整个华夏 我不知道为什么幼儿园 对你影响这么大 但是你真喜欢我 灵州修行者大学 也可以专门为你开一个 灵州修行者大学的庞峰 依旧不肯放弃 感谢庞特使提醒 我意已决 抱歉了 王燕再次斩钉截铁的回答 使得其他州修行者大学来的特使 彻底放弃 招揽王燕的希望 唉 希望你不要后悔 庞峰失望离去 其他的特使 也都摇摇头遗憾离场 灵州修行者学大学的特使 欣赏地看着王燕 我看你高考时 就看出你是个有情有义之人 就像你妹妹对你的影响肯定很大 事实证明 我果然没看错人 我妹妹对我确实很重要 王燕也礼貌地笑着回应 有系统傍身 自己在哪修行 其实差别不大 能兼顾着照顾好王小娟 王燕自然十分愿意 至少王燕是这样想的 毕竟王燕 参加修行者高考的本意 也仅是奔着奖励去的 有实力又重情业 这才是我华下未来的几样 灵州修行者大学的特使 再度看着王燕满一点头 以后你就是灵州修行者大学的学生了 不用那么见外 我叫蓝图 是学院的一名初级导师 王燕点点头见过蓝导师 这是你的新生戒指 是最高级的S级新生戒指 有500平储存空间 你入学所需的一切东西都在里面 我还要回去复命 咱们学院里再见吧 蓝图给了王燕一个紫色的空间 储存戒指 王燕将戒指结果戴在手上后 蓝图离开 没想到 王燕学长最终还是 选择了咱们的灵州修行者大学 貌似还是因为她的妹妹 王燕学长真是个温暖的人 你忘了她考场里化身杀神了 锋芒对外 温柔对内 更有魅力了 更喜欢王燕学长了呢 你别犯花痴了 王燕学长 这辈子跟你都不会有太大关系 七 我暗恋还不行吗 一中 失魂落魄的吴雪 也来到学校办理手续 糊里糊涂状态下 她依稀听到了 有人议论王燕的事 有些出神 她选了灵州吗 另一边 王燕出了校门 老远就看到 穿着一身职业装的夜兰 白衬衫 包臀裙 将火爆的身材曲线 完美地勾了出来 一头大波浪 加上妩媚的容颜 美得名念动人 踢踏踢踏 高跟鞋踩在地上的清脆响声 更像是踩在了男人心上 让人心颤 不说一声就跑 怎么 我就一点魅力也没有啊 夜兰天生的郁姐音 也是非常好听 听感很舒服 王燕当然不可能忘记夜兰 不得不说 夜兰是王燕 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比吴雪都要美得多 更不用说气质上的差距了 被夜兰这么直勾勾地看着 王燕还真是有些小羞涩 毕竟是个时打时的18岁少年 我妹妹一个人 在家我不放心 所以想早点回去 王燕没有说谎 当时不辞而别的原因 确实是出来太久 担心王小娟一个人在家 看得出夜兰 对于这个回答很满意 又因为王小娟吗 夜兰打趣道 王燕信性点头 是的 好吧 那我勉强原谅你了 有空我也想见见这王小娟 到底是何许人也 夜兰说道 事实上夜兰 是真的对这个多次出现在王燕口中的小女孩感兴趣了 王燕歪头白白手 我正准备回去给她做饭 夜兰明白 王燕的软肋 正是这个名叫王小娟的小女孩 我可以蹭你一顿饭吗 今天刚好没吃饭 好啊 喂 你知道我拒绝了多少男人吃饭的邀请吗 给点面子了 看着眼前夜兰期盼的小眼神 加上祈求的语气 王燕勉强点点头 两人在街道上走着 引来不少关注 那晚谢谢你 不然我可能已经被那三头肥猪给糟蹋了 夜兰的语气听上去 有些没心没肺 但又带着几分真诚 不用谢我 我和我妹妹成为孤儿 就是拜邪修所赐 结合王燕对王小娟的宠爱 夜兰能隐约猜出一些王燕的过往了 夜兰忍不住多看了王燕一眼 对风轻云淡 说出这些的少年多了些心疼 邪修确实可恶 明明也是人类 却比妖魔还残忍 两人沉默了一会 夜兰小声说道 刚想继续说点什么 却看到王燕目视着前方 脸上浮起来笑意 到家了 夜兰跟随王燕来到兄妹住所 这个男人叫小帅 打开门 最先听到电视的声音 然后马上传来王小娟 惊喜的声音 哥 你回来了 破旧沙发上 捏着遥控器的王小娟歪头 看向两人 夜兰子戏打量着眼前 这个四岁的小女孩 衣服很旧 但是洗得很干净 小脸精致的像瓷娃娃 大眼珠子 时而冒出灵动 时而冒出贼光 就是发便扎得很粗糙 一看就是王燕的手柄 王小娟 久仰大名啊 夜兰俯身用可爱的语气 给王小娟打招呼 漂亮的大姐姐 你认识我 王小娟感觉很新奇 当然 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 你的名字了 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呢 王小娟有些不好意思 在那里听到的 你们聊 我去做饭 看着夜兰跟王小娟聊得不错 王燕留下一句话 走进了厨房 漂亮大姐姐 你是我哥的女朋友吗 王小娟天真的望着夜兰发问 王小娟 别那么八卦 厨房里传来了王燕的干咳声 引得夜兰眼嘴直娇笑 王燕做完饭出来 看到夜兰给王小娟重新扎了发便 比自己扎得好看多了 一时间看向夜兰的目光柔和了几分 吃饭期间三人一片欢声笑语 夜兰也是第一次见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王燕 不像市郊丛林的弹幕 也不像考场里的雷厉风行 只像一个十八岁 会腼腆 会害羞的大男孩 吃完饭 王燕看着 似乎有话想说 又犹犹豫豫的夜兰 眼中闪过脚侠 笑着问道 你是想让我加入炎黄散吧 第十八章 大丰收 夜兰文言目光有些闪躲 确实 她的本意 就是要招揽王燕 禁炎黄散的 这也算是都天行 给她的任务 王燕也知道 夜兰接近自己 或许真有感谢那晚出手的意思 但是也肯定有想要 招揽她的意图 不过 夜兰的所作所为 整体给王燕的感觉 并不讨厌 这里面 夜兰和王小娟 确实相处得愉快 加了很大的分 我同意加入 又传来王燕的话 使得夜兰突然转过头 看着王燕 你说什么 王燕轻笑一声说道 我说 我同意 加入炎黄散 真的亲口听到王燕 愿意加入后 夜兰竟有些恍惚 炎黄散 庇护了华夏两百多年 炎黄散的大名 华夏无人不知 华夏的百姓 对炎黄散发自古自理的爱戴 王燕也知道 炎黄散的工作性质 使得炎黄散的人 基本都是在跟妖兽 鬼物 协修在打交道 而这些 都是她可以毫无心理负担杀戮的对象 换句话说 加入炎黄散 能给她带来 在修行者学院没有的杀戮条件 和获取杀戮 积分的渠道 王燕之所以主动说出来 愿意加入 这是主要原因 令王燕有些意外的是 当自己真的说出来之后 夜兰却显得有些犹豫了 夜兰瞟了一眼独自玩耍 玩具法杖的王小娟 又神情严肃地看着王燕 你应该知道 这很危险 王燕不可否认地点点头 我当然知道 王燕心想的是 危险的同时 也代表着更多获取杀戮 积分的机会 一阵无言 许久后 夜兰又想起天都行的嘱咐 知道自己 要是不招揽王燕 炎黄散其他州的分部 也不会放过这机会 最终 夜兰还是开始说道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就尊重你的选择 你什么时候 有空了联系我 我带你去见 炎黄散灵州分部的负责人天老 天老是个很好说话的人 王燕点点头 又坐了一会 夜兰离开了王燕 和王小军的住所 回到炎黄散 灵州分部 夜兰坐在桌前 一手支招相塞 白衬衫包裹下 浑渊的傲人资本屯 在桌上 怎么了兰姐 人不是招到了吗 怎么闷闷不乐的 扎着丸子头的腰腰 坐到了夜兰对面 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 非常可爱 我也不知道 很奇怪 我好像 又不想她加入炎黄散了 夜兰语气颓丧 为什么呢 妖妖问道 你不知道 她一个人带着一个四岁的妹妹 叫王小娟 王小娟很可爱 她也很不容易 而炎黄散 很危险 夜兰美眸忧远说道 你这是在担心她呀 兰姐 妖妖目光狡黠 夜兰有些目光闪躲 谁担心她了 谁担心了谁自己清楚 兰姐你惨了 你追入爱河了 妖妖 夜兰走后 又放任了王小娟玩了一会 王燕提醒王小娟去睡觉 哥 我喜欢夜兰姐姐 要不你跟夜兰姐姐结婚吧 进入自己房间前 王小娟像只小狐狸一样 探出小脑袋说道 小孩子懂什么 结婚可不是儿戏 哪能说结就结 王燕美好气道 那要怎么样才能结呢 好了 时候不早了 先去睡觉 你哥我还这么年轻 结婚还早着呢 哦 王小娟朝王燕做了个鬼脸 进了自己房间 王燕也轻笑着摇头 回到自己的房间 先是打开了系统面板 宿主 王燕 境界 翠玲二重 杀戮积分 2600 系统商城 战绩 怒火焚身LV1 加 杀神领域LV2 加 今日天气 玩玩小游蟹 看着自己修行者高考 赚来的2600积分 王燕小小激动了一阵 2600啊 怎么花你 盘腿坐在床上 王燕搓着自己的下巴 怒火焚身 先升一级 点了一下怒火焚身战绩 后边的加号 马上消耗了100杀戮积分 而怒火焚身的等级 也提升到了二级 怒火焚身LV2 使用后 浑身燃起滔天烈焰 弓 防 精力 速度等 全属性增幅150% 每升一级增加50%增幅吗 爽啊 怒火焚身再来一级 杀戮积分1000 怒火焚身LV3 使用后 浑身燃起滔天烈焰 弓 防 精力 速度等全属性增幅200% 杀神领域也来一级 杀戮积分1000 杀神领域LV3 使用后 产生无形领域 对领域中敌人 产生精神干扰 增强自身灵气 恢复100% 增强自身体力恢复100% 领域范围100米 原来怒火焚身 每升一级 就加50%全属性增幅 杀神领域 每升一级 就加一种特效 和领域范围扩大 王爷满一点点头 就剩500杀戮积分了 留着等周秒杀刷新吧 随即 王爷又从手上的戒指 取出来一个金灿灿的护腕 仔细打量后 戴在了右手手腕上 力量增幅25% 只增幅力量吗 也还行 凑合着用吧 嘟闹着王爷 又翻手取出 那把银色的小齐 小齐非常精致 看起来又像是绸带 又像金属 摸上去 也摸不出质地 简直不像是这个次元的东西 上面有着一个灵字 王燕稍微运转灵力 注入小齐 小齐一阵荧光闪烁后 飞到半空 奋出六面 自王燕周身落下 随即王燕身下 便出现一个 明文凡复的法阵 王燕取出 六块湛蓝色晶体 放在六处阵眼处 顿时王燕 感觉周身的灵气 浓郁了数倍 浓郁的灵气 几乎快化作水雾状 自灵气复苏以来 空气中 就一直充斥着灵气 妖兽 鬼物 人类修行者 皆可以吸收炼化修行 但是如今 这灵石经灵气法阵 转化后的 灵气浓度 比起空气中的灵气浓度 浓郁了六倍不止 以王燕十二阶根基的 灵气清和度 炼化吸收灵气的速度 本就恐怖 再加上这灵气法阵 更是无法想象 这样修行下去 这周内就能把境界 提升到翠灵九重 看着周身浓郁的 快化物的灵气 王燕不禁感慨到 王燕缓缓闭了双眼 正好一周后 才去灵州修行者学院 这段时间 就提升一下境界吧 第十九章 金鸣 时间才过去五天 王燕境界 就已经来到了翠灵九重 没想到 比我想象中更快 这简直是修炼戾气 如今的我放开了战斗 应该能抗衡出 入狱灵境的修行者了 感受着浑身上下 强大的能量感 王燕一边活动着身体 一边出了自己房间 咚咚咚 很快听到敲门声 王燕想也不用想 肯定是叶兰来了 这些天叶兰 总是各种理由往这跑 不过看在叶兰能 把王小娟打理得更漂亮 王燕也就默许了 一开门 果然就看到了 叶兰站在门口 叶兰今天整体打扮很青春 上身一件简约黑T 也藏不住那傲人的资本 下身紧身牛仔裤 加休闲运动鞋 将优越的身材比例完美展现 头上还戴着一顶 酒红色鸭舌帽 几缕绣发 慵懒垂下 挂着笑意站在门口 自成一道靓丽的风景 今天去见一下天老吧 他这几天总念叨你 叶兰不说王燕 都快忘了有这回事了 现在就去吗 王燕问道 叶兰像是很懂王燕一般 笑着说道 现在就去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可以带着小娟去啊 分部又不是没饭吃 还有比盐黄散分部 更安全的地方吗 王燕想象也是 对着王小娟房间喊道 小娟 起床了 今天带你出去玩 王小娟今天穿了叶兰 给买的小裙子 一左一右地牵着王燕和叶兰 很开心 我们是去叶兰姐姐家吗 王小娟一边蹦跳着一边问 是啊 是去姐姐家呢 叶兰宠密地回应 太好了 去叶兰姐姐家咯 望山市郊区的一处偏僻山野 有着一个复古建筑群 此地正是炎黄散灵州分部 一个金发男子 拖着一头卡车那么大的紫色蜘蛛尸体 先穿过了一个宽阔的演武场 来到大厅里 那不是金鸣吗 金鸣回来了 他拖着的是紫墨猪尸体 原来那头玉灵镜三重紫墨猪的任务 是被金鸣接了 他才刚晋升地将不久 出入玉灵镜 就能斩杀玉灵镜三重的紫墨猪 他的八阶金属性根基 本来战斗力就强 他们金家 还有金属性战绩的传承 也很正常了 这家伙回来了 恐怕又要疯狂纠缠夜兰人江了 金发男子来到大厅交接任务的窗口 将手中尸体一扔 掏出一张白银令牌 任务官 我来交任务了 妖妖接过对方手中的白银令牌 有些意外 这金鸣才接了这任务 一周都没有 居然就完成了 最重要的是 这紫墨猪可是玉灵三重的妖物 他居然真急杀了 350炎黄积分已经给你发放了 其他奖励自己去库房里吧 妖妖递回白银令牌 金发男子接过后 邪妹一笑问道 夜兰人江呢 对方这一问 妖妖才想起夜兰今天 好像去带王燕来分布就职 按到了一声糟糕 我可不管这些事 妖妖言语 但莫回答道 再分布妖妖指 跟夜兰相处时有笑脸 面对其他成员 就是公事公办 而任务官的身份 其他成员也不敢有什么意义 金发男子眼中若有深意 来到了一旁的休息区 朝着两名炎黄散的人 将昂昂头 你们两个 说一下 夜兰人江去哪了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最近 也很少在分布看到 夜兰人江 哦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最好给我说实话 帝江对人 江可是有调动权的 金发男子目光锐利 来两人目光闪躲 最终说道 听说是去招 今年修行者高考的 全国状元去了 哦 修行者高考全国状元 看了就是这位了 金明看着刚好到来的夜兰三人 饶有幸之道 原本欢愉的夜兰 看到了金发男子 瞬间面露燕恶之色 夜兰带着王燕和王小娟走近 并不打算理会这人 而是带着两人走向夭夭 给王小娟介绍道说道 小娟 这个是夭夭姐姐 夭夭姐姐好 乃生乃气的王小娟 可爱模样 让夭夭瞬间少女心爆棚 眼里冒起小星星 哎呀哎呀 小娟你好 她就是王燕 夜兰继续给夭夭介绍王燕 又转头对王燕说道 这位是夭夭 是咱们分部的任务官 你好 我是王燕 你好 我叫夭夭 夭夭暂时将视线 从王小娟身上移开 跟王燕礼貌性地握了手 夭夭 你照顾一下小娟 我带王燕 去见天佬 夜兰向夭夭说道 放心放心 交调吧 陪小朋友玩我最擅长了 夜兰的话 刚好中了夭夭的意 夜兰又看了看王燕 王燕才揉了揉 王小娟脑袋道 小娟 你跟夭夭姐姐玩一会 割一会回来 好王小娟 乖巧答应 正在夜兰想要带着王燕 去见天都行时 人群里 一直坐着的金发男起身了 怎么 新人都不介绍给兄弟们 认识一下 瞧不起兄弟们 夜兰瞬间戴霉皱起 精明 你别找事 我要带他去见天佬 既然是新人 大家可以先认识一下 再去见天佬 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金发男子 从人群中走出 王燕打量着金发男子 气息平稳 浑身像一柄剑散 发出锐利之意 认识一下 也不会怎么样 我又不会吃了他 金发男子 已经走到了王燕跟前了 夜兰来到王燕身前 将两人隔开 金明 我再说一遍 是天佬要见他 看着夜兰气势汹汹 金发男表情不悦 转而向王燕开口 只会站在女人身后 王燕抓住夜兰柔 若无骨的御手 将夜兰拉到自己身后 面无表情地看向金发男 你想怎么样 18岁的王燕 身高却已经接近 183厘米了 跟着金明 差不多高 两人对世间空气中 全是无声的碰撞 金明试图 在王燕眼中看到惬意 可惜 却看不到一点 自始至终王燕 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 两人对视了十多秒之后 金明终于语气 冰冷说道 放开 王燕自然知道 金明是让自己放开夜兰的手 金明的怒视之下 王燕握着夜兰的手转 为了跟夜兰食指向扣 夜兰一下子耳根泛起红韵 王燕目光挑衅地看着金明 金明气得直发抖 咬牙切齿道 小子 你好胆 王燕一声轻笑 目光完卫看着金明 急了 金明下一秒就要忍不住抱起出手 够了 夜人将 带王燕人将来见我 天都行的传音在大厅响起 声声制止了这场闹剧 夜兰带着王燕离开 只留下金明 在原地目光 阴沉到了极致 这小子真猛啊 连金明都敢惹 那家伙可是御灵敬一众 八阶金属性根基 金明的将追求 夜兰人将多年 这小子跟夜兰人将如此亲密 金明的将肯定不会 让这小子好过的 不过这小子倒是够嚣张的 一点不像那些 像牙塔里的软蛋子 我喜欢 你小声点 小心被金明的将听到 夜兰一边带着王燕朝天 都行的办公室走去 一边说道 那家伙 是分布四个地匠之一 御灵一众实力 八阶金属性的根基 战斗力极强 本来出任务了 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回来了 王燕一笑 看上去一副 没放在心上的样子 夜兰认真的看向王燕 我知道你实力也不一般 但是能禁言黄散的修行者 都不是省油的灯 答应我 没道遇临近 之前别招惹她 王燕撇撇嘴 我可以答应你不招惹她 但是我可不能保证 她要是再敢主动招惹我 我不会把她宰了 夜兰叹了口气 竟然望了这看上去 人畜无害的小子人 送外号 可是活颜望 无奈摇摇头 天老 就在里面 你自己进去吧 看到王燕 久久不动 一直看着自己 夜兰有些不自然 干嘛还不进去 王燕一脸子无辜 你不放开我 我怎么去 夜兰这才发现 两人还是食指相扣着 瞬间翘脸红到脖梗处 慌忙松开手 跺着脚走到一边 你快去 第20章 出手 王燕进了办公室 明亮的工作室里 映入眼帘的 是一个偌大的书架 一个檀木桌 一个壶热茶 身着老式中山装 穿着布鞋的天都行 摘下了花镜 自来熟地看向王燕 来了 坐吧 王燕坐到了 天都行的对面 见过天老 王燕从夜兰那里得知 天都行可是 金刚镜九重的高手 曾经镇压过 半步超凡的恶念怨鬼 从其手中解救一世百姓 被称为超凡之下第一人 炎黄散灵州分布的化石人 自然是要礼貌对待 能力越大 麻烦也就越多 天都行看着王燕 笑呵呵说道 就像一个长辈 在跟家中的小辈闲聊一样 王燕知道 天都行睡的是精明的事 淡然一笑 也不算大麻烦 哦 有气度 哈哈 天都行虽然面容苍老 却神采奕奕 我看了你修行者高考上的表现 超乎我的想象 天老谬赞了 我就是猛打猛冲 没什么章法的 在这样的高手面前 王燕自然是要谦虚一点 况且王燕也从不是骄傲的人 倒是个谦虚的小子 实力强到无视一切 才敢没章法 天都行抬起檀木桌上的茶壶 给王燕倒了一杯茶 接着说道 想好要加入炎黄散了 想好了 王燕点点头 天都行将一个青铜令牌 递给王燕 王燕接过这枚古朴的青铜令牌 上面的磨损和划痕 代表着他的年份 应该有上百年了 这是你的炎黄令 以后你就是炎黄散的一员了 虽然炎黄散的人 将需要领起敬 但是我可以给你破个例 另外 你修行者大学那边 要继续吗 天都行问道 王燕想了想 我想继续 但王小娟 能在哪上最好的幼儿园 这一点王燕也不想放弃 而且他也想见识见识 所谓的修行者大学 嗯 想继续就继续吧 炎黄江的身份 并不妨碍你去上修行者大学 但是炎黄散 有炎黄散的规矩 人将每月至少 要接一次任务 涉及到执行任务 需要请假修行者大学那边 是会无条件配合的 听到天都行的话 王燕反而是问道 每月只能接一次吗 天都行都 有些愣住了 想了想 至少得接一次 你想接多少次 是没有限制的 他好了 这任务 对于王燕来说就是 获取杀戮积分的渠道 当然是越多越好 甚至在修行者大学 天天接炎黄散的任务 都不亏 你虽然天赋超绝 但是你要知道 炎黄散下面还有安防队 所以能成为炎黄散的任务 就说明着这事情 难度不小 可不要掉以轻心啊 天都行忍不住提醒道 王燕善笑着点点头 谢天老提醒 我知道的 好吧 其他事宜你去找夭夭 他会告诉你的 最后 记住炎黄散成立的初心 炎黄之散 闭户滑下 以杀指杀 以战指战 炎黄之散 闭户滑下 以杀指杀 以战指战 王燕郑重地重复了一遍 才离开了天都行的办公室 成了 看到王燕出来 虽然早就预想到结果的夜兰 还是兴奋地问道 王燕点点头 成了 华夏所有人都知道 炎黄散人将的基本要求 就是灵启禁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来侮辱炎黄散人将之名 金明依旧没有离开 铁了心想找王燕麻烦 金明 你别太过分 天老都允许了 你有问题 自己去找天老说 夜兰戴梅冷树 瞪着金明 夜兰越是偏袒王燕 金明越是气不过 看向王燕 小子 你能接我一招 我就认可你 你敢吗 夜兰小声给王燕说道 她是八阶的金属性 战斗力本就强 而且家族里有 金属性战绩传承 别逞强 王燕 别跟她一般见识 妖妖也出言劝阻 王小娟也扯了扯王燕的衣角 哥 我饿了 咱们回家吧 王小娟很聪明 听到了妖妖和夜兰说起金明的强大 不想王燕吃亏 王燕又何尝不了解自己妹妹的小心思 原本准备离开的王燕府下 深摸了摸王小娟的小脑袋 小娟乖 哥把她揍一顿再揍 可是 哥 王小娟依旧一脸担忧 放心小娟 你哥我是无敌的 记住 从今往后 只要有歌在 就不用看任何人的眼色 王燕朝着王小娟一笑 转过身看向金明 眸子里多了几分冷意 到时有几分骨气 我只用三分力 只要你能接下我一招 证明你有超过灵启禁的实力 我也不再说什么 金明剑终于有机会教训王燕 开始兴奋起来 这小子最好不要犯糊涂 欲灵禁三分力 也不是翠灵禁能抵抗的 我看过他高考的录播 他确实是有灵启禁四重左右实力的 哦 真这么厉害 我那天出任务了 没看直播 当时的表现确实是不错 战斗力层面来说够得上炎黄 将以一敌多的标准 但是想要接金明公鸡 却是勉强了 金明本身八阶 金属性根基 攻击强度远超同阶 我都不一定接得下 新人嘛 给点下马威总是好的 不然他对我们这些老将 没有敬畏之心啊 哈哈 话虽有理 但他应该不会 蠢到答应接金明公鸡 周遭的人 开始议论起来 来吧 王燕淡淡留下一句话 率先走向 炎武场的擂台 夜拦气的直跺脚 真是个倔驴 周围的人 表情都很精彩 呦 这下有好戏看了 他敢自己上切磋台 天老都帮不了他了 这新人有点火啊 正常的 咱们这些人 进入炎黄散之前 谁又不是觉得自己天下无敌呢 哈哈 尝点教训也好 我当初 可是也被黄蜂的将一顿胖揍 王燕对面 金明脸上挂着残忍的笑 真觉得自己是什么天教 翘楚 我会让你看清楚现实 有些人 不是你能碰的 在这擂台上 只要不打死 都没事 这是炎黄散的规矩是吧 王燕面无表情 是啊 所以 我想破脑袋 也想不通 你是怎么赶上来的 金明看着王燕的眼神 像看个傻子 呃 金明还没嘚瑟到一秒 就突然被灼热的一拳打在脸颊上 被打飞出去 变形的脸颊上眼中 满是不可置信 翠玲九重的王燕一念之间 就开启了怒火焚身 和杀神领域 两倍速度增幅下 瞬间接近金明 一拳轰在了 齐面门上 同样满眼不可置信的 还有台下看着的人 叶兰这才注意到 他进九重了 第21章 暴打金明 叶兰心中无比震撼 这才过去多久啊 一周都不到吧 转眼就从翠玲一重 变到了翠玲九重 翠玲一重的时候 他就能跟零起进六重周旋 现在说不定真能接触金明的攻击 蓝剑 这王燕太生猛了 主动出击啊 叶兰一旁的夭夭 也看待了 王小娟挥舞着小拳头 给王燕加油 哥 打得好 揍他 揍死这个黄毛 分部里修整的这些炎黄将 也都是一副吃惊模样 这小子竟然还主动出击 好勇 别说 他这速度真的很快 换我肯定反应不过来 是啊 这那里像翠玲境的速度 更像是封属性的 零起进高阶修行者的速度 他攻击也不弱啊 也不像翠玲境的攻击 太邪乎了这小子 这种程度 攻击我都接不下 不过他还是很危险 这种程度的攻击 相比于灵境 还是差了一线 等金明的将招架过来 他就惨了 不过这也已经证明了 他具有圣任人 将的实力了 金明直接被打猛了 哪怕他已经 提前设想过王燕的不简单 却也没想到 竟然这么猛 金明心中更是决定 一定要好好教训王燕 这样的后背太恐怖了 假以时日自己真的 只能仰望了 好在他的攻击强度 距离灵境还是差一线 等到我的回合 定要让他尝尝苦头 浑身烈焰的王燕一拳结束 顺势接着转身一肘击出 对象是金明的猴杰 这一肘要是击中金明 将立即丧失反抗能力 不得已间 金明双臂交叉抵挡 我承认你很强 但是还是太嫩了 叶兰 是我的 金明眼神暴力 笑容残忍 叶兰也看出 只要让金明抽出 身来开始反击 王燕情况就不妙了 开始朝台上喊道 金明 请记住 你自己说的一击 叶兰的提醒 让金明极度心爆棚 原本只打算 狠狠教训王燕 现在他想把王燕废了 冷静的王燕嘴 搅勾起诡异的弧度 原来玉玲竟是这个强度吗 那你完了 抵挡完王燕一肘 金明刚想拉开距离 却见到一道 鸿芒迎面披来 金明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而台下的人看到 场上手持血色战戟 手腕发着 耀眼光芒的少年 无意不是震撼不已 这攻击强度 已经达到玉玲竞了 玄兵 还是上品 那护腕是增幅类玄器 看起来是增幅力量的 虽然都是借助外力 但是那小子 却是确确实实 有了玉玲竞战力 我的妈 太逆天了 翠玲竞的小子 递将实力 难怪是全国状元 我服了 你们说有没有可能 这小子 能赢金明 讨论间所有人 只觉得喉咙干涩无比 王燕的攻击强度提升 使得金明脸色大变 怎么可能 这小子怎么可能这么强 明明只是翠玲竞 这攻击强度 已经赶上我了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王燕根本不给金明 还手的机会 铺天带地的攻击 一击接着一击 而金明 一直疲于应腹 随着时间推移 金明开始慢慢 产生了怯战之意 在他眼中 对面这个狂暴的少年 像是无法战胜的战神 自己根本没有半点胜算 想破头也想不通 自己之前 为什么敢挑衅王燕 这是杀神领域的 精神攻击生效了 慢慢消磨敌人战役 直至对方 彻底失去战斗欲望 金明的抵抗 开始漏洞百出 挨了王燕几击攻击后 直接放弃了抵抗 被王燕打飞在地 王燕收起了嗜血战戟 栖身而上 一手抓着金明的衣领 开始一拳拳 砸在金明脸上 碰 一拳 碰 又是一拳 围观的人已经鸦雀无声了 脑瓜子嗡嗡的 夜兰出神地望着 用手遮住了王小军的眼睛 然而透过夜兰指缝却能看到 王小军的眼珠子 发出兴奋的贼光 不知道打了多少拳 金明已经面目全非 整个人气若犹斯 最后一拳即将砸到 王燕赫然停止 他知道 这一拳下去 金明的死 好歹也是炎黄散的一鸣的僵 做过不少为国为民的事 王燕最终选择放过他 怒火焚身撤走 王燕身上 甚至连一滴血都没有沾染 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走到夜兰面前 笑容和煦 走吧小军 咱们回家吧 王小军高兴地扑进王燕怀里 哥 打得太棒了 你偷看了 王燕洋装生气问道 我感觉到的吗 王小军看起来 稍显没有底气 兄妹有说有笑离去 言无常依旧静得可怕 终于有人反应过来 冲上去看金明的情况 嘶 这小子太狠了 插一下金明的 将就死了 难怪他最后一拳没打下去 他是故意的 真狠啊 你们没看高口 直播不知道 现在华夏的人都叫他火炎王 嘖嘖嘖 他竟真打败了金明的将 好诡异啊 金明的 将为什么最后 奇怪地放弃了反抗 感觉像是丧尸了斗志 这小子太恐怖了 这小子太恐怖了 而且以后还必定是超烦 得多猛啊 金明的将这次可太惨了 还说只要王燕能接他一击就行 现在自己反而被王燕捶掉半条命 以后可不能招惹那小子 太变态了 天都行的办公室里 天都行都已经坐起身来 刚才要是王燕最后一拳没有收手迹象 他就要出手了 金明毕竟是自己分布的炎黄江 每一位炎黄江都是华夏的财富 他自然不能放任金明被王燕打死 天都行重新坐回椅子上 苍老的眸子里满是震撼 想起王燕刚说过的也算不得大麻烦 之前他还觉得王燕是年轻好面子 没想到是真的没把金明当回事 心中对王燕的预期再次拔高 妖妖和叶兰向大厅走去 妖妖忍不住感叹 兰姐 我算是见识到了他的妖孽之处 两人依旧没从刚才的震撼中走出 我也没想到 才这么短的时间 他又强了这么多 叶兰说道 没想到看上去人畜无害 文质彬彬的打起架来这么狠 我之前还纳闷来着 怎么会叫他活颜望 现在明白了 那是因为他才加修行者高考 从开始杀到了结束 中途一刻没停 最后更是守在安防队的 投放点割草一样的暴杀妖物鬼物 这么猛 我那天没看直播亏了 都怪他们那天交那么多任务 我要回去看路波 妖妖注意到 叶兰心智有些低落 问道 兰姐 王燕赢了 你怎么不高兴啊 叶兰眼瞼低垂说道 她成长得太快了 那是好事啊 她是华夏未来超凡 成长越快对华夏来说 越是一件好事 妖妖有些不解 叶兰摇摇头 没事 我去修行室闭关了 王燕带着王小娟 回到家后 开始收拾起来 明天准备搬到 灵州修行者大学 提供的邻居去 顺便给王小娟办 那边的幼儿园入学 小娟 我们明天要搬家哦 我们搬去哪啊 王小娟捧着遥控器 好奇地看向王燕 灵州修行者大学那边 我们的房子大吗 大 比现在这个的房子 大十几倍 是别墅吗 大别墅 还是邻居 是那种住着 可以活更久的邻居吗 老实说的 妇人都买不到的邻居 王小娟兴奋不已 是的 邻居见在灵眼上 灵气浓度很高 普通人居住寿命 能提升到150岁左右 太好了 我们换大房子了 王小娟光着脚 在老旧沙发上 兴奋地跳来跳去 王燕浅笑着 环氏这个 承载着兄妹三年典滴的小房子 心中不禁感慨 三年了 终于开始好起来了 第22章 开学典礼 王燕带着王小娟 搬进了修行者大学 给的邻居 一进门王燕 就能清晰感受到这里面 是天地灵气浓度 至少是外面空气的一倍多 哇 这个房子好漂亮 哥 这灯跟水晶柱子一样漂亮 这电视屏幕 比以前的客厅都要大 王小娟眼花缭乱地不停 发出惊叹 沙发好软 邻居的造型是一个独栋别墅 一层是客厅 厨房和休闲区 二层有四间带卫生间 和衣帽间的卧室 三层有游泳池和台球桌等娱乐设施 王小娟的卧室 整体装修风格偏少女风 阳台有些绿植和一个精致的鞦韆 从这阳台上 能俯视整个灵州修行者大学 小娟 喜欢这个卧室吗 王燕在阳台上 俯视着下方这所存在百年的修行者大学 问道 喜欢喜欢 超级喜欢 哥 你就住我旁边这一间可以不 可以啊 我住哪一间都行 太好了 哥住我隔遍 跟以前一样 下方的灵州修行者大学 足足有望山市的一个区大小 各种各样的建筑 耸立着 处处充斥着 庄严古朴的气息 王燕有些出神 这里将是新的起点 两天后 开学典礼 灵州修行者大学的大礼堂中 坐满了新入学的学生 王燕也在其中 这样的场合王燕 本来不想来的 但是所有的新生 都要参加 索性安静坐着等待 开学典礼结束 在王燕不远处 无学的出现 引起了不少人的议论 望山市一中的校花无学 没想到 他竟然来了 灵州修行者大学 泽泽 真漂亮呀 那江晴没来吗 江晴好像 直接加入华夏安防队了 不准备上修行者大学了 也是 安防队的培养 自然不会比修行者大学差 不过他竟然舍得放弃 这么个大美人 还不是因为今年的全国状元王燕 哟 还有这档子是 你不会不知道吧 这无学跟王燕以前 可是青梅竹马的关系 还有这层关系 可不是吗 后来为了江晴 疏远王燕 谁知道王燕先是资格赋神 展现绝顶天赋 全国修行者高考 又展现绝强战力 然后无学后悔了 跟江晴又掰了 多半是这样子的 啊 那这王燕 还真是上演了一波 完美逆袭啊 看吴雪这样 是想去找王燕 嘿嘿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吴雪老远就看到了 王燕一个人 坐在靠后的角落里 竟向着王燕走去 还未走近 便看到了一个 不管是颜值 还是气质 都丝毫不弱于 自己的女生 已经走到了王燕身边 这惊艳女子的出现 瞬间 引起了人群的骚动 苏千月 苏千月竟真的选择了 灵州修行者大学 原来之前的消息 不是假的 如州修行 世家苏家的大小姐苏千月 竟然选择了灵州 修行者大学 太美了吧 还以为会是个冰山美人 怎么笑起来这么甜呢 妈呀 这要是对我笑 我能当场去世 王燕有什么好的呀 不就是一个全国状元吗 我恨哪 王燕也注意到 抬头看向了身边的苏千月 苏千月穿着一席月白色的长裙 整体气质 如空谷幽兰般清新 粉雕玉琢般的面容 在灯光映射下 发出淡淡的光辉 此时正对着自己笑 笑得十分甜美 苏千月好像天生笑起来 就是这样的 笑容很有感染力 王燕有些纳闷 自己应该不认识这女人吧 为什么就在对着自己笑 我是苏千月 苏千月看着王燕说道 王燕依旧是有些猛逼 满眼疑惑道 呃 我是王燕 扑次王燕纳闷 呆呆的表情 引得苏千月眼嘴笑出了声 苏千月也明白过来 王燕很明显并没有听过他的名号 你不知道我也很正常 我是这次全国修行者高考的第二名 人们向来只记得第一 记不得第二 更何况 你还是那个第一 王燕这才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你好 王燕确实不记得 不只是苏千月 修行者高考 排名靠前的人 他一个也没关注过 反正也没有自己强 苏千月似乎对此并不戒怀 浅笑着问道 可以坐你旁边吗 王燕点点头 当然可以 学校又不是我家开的 原本正朝着王燕走去的吴雪 看到这一幕 毛子瞬间暗淡了下来 究竟找了一个位置 原地坐下了 等待典礼开始 闲谈间王燕与苏千月 渐渐熟人起来 灵州修行者大学 给你开的什么条件 竟然能成功把你留在灵州 苏千月好奇问道 他们说 灵州修行者旁边 有全灵州最好的幼儿园 步行步超过800名 王燕回答道 幼儿园 苏千月疑惑 我妹妹四岁 正好是上幼儿园的年纪 苏千月瞬间明白过来 哦 王小娟是吧 最近挺火的 我也听说了一些 还以为是媒体炒作的 原来是真是 我们的全国状元 竟然是个媚控 王燕没有回答 而是问道 你呢 他们又给你开的什么条件 苏千月歪过头 盯着王燕 神秘一笑 你猜 我猜不到 苏千月神秘一笑 我为你而来的 王燕诧异 为我而来 转头对上了苏千月 炽热的目光 王燕有些尴尬地 外开了视线 注意到王燕 窘迫模样的 苏千月偷笑 我想看看 超了我四万多分的人 到底是不是有三头六臂 还有这活阎王 是不是长得凶神恶煞 苏千月 一边观察着王燕 一边接着道 结果没有三头六臂 长得也跟阎王这个词 毫不沾边 我也觉得 我很和善 王燕补充道 这时 人基本到齐 一个老头 拄着拐杖 颤颤巍巍的 走上了主席台 各位新同学大家好 我是灵州修行者大学的校长杜瑞 这老头的声音 都让人担心 他下一秒会嘎掉 杜瑞 98岁 金刚进八众强者 苏千月在一旁 为王燕介绍道 王燕点头 他当然也知道 能当上一个 修行者大学校长的人 不会是等闲之辈 杜瑞继续说道 大学跟你们高中不同 这里就是一个小社会 在这里没有人会成天盯着你们 一切全凭你们自觉 你们在这里面做的任何事 都只是为了变得更强 当然你们也可以选择懈怠 对此每年我们都有年终考核 不合格的将会被退学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 在修行者大学里 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三样东西 排位 信誉分 历练 第23章 前往战继格 首先说排位是战力排位而非境界 最初的排位是学校按信息给你们出订的 后续根据你们的挑战 和被挑战情况时时变动 可以说 你们在学校里 能享受到什么等级的修炼室 战绩格里能查阅到的战绩等级 甚至居住环境等一切的资源 都跟你的排位高低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排位是全校所有学生参排 也就是说 在座的各位 要跟一年前 甚至几年前入学的一同竞争 杜瑞的声音很平淡 可是听到在座新生的耳朵里 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啊 我们要跟老生一起打排位 他们比我们早入学 早修行了那么久 我们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啊 就是 这不是不给我们留活路吗 学校也太不公平了 这样只会老生越来越强 心生越弱 就是 不公平 不公平 肃静 杜瑞只是轻轻低喝了一声 现场顿时犹如被隔绝了空间 再没有半点噪音 我知道 你们有人会说不公平 公平 只是弱者可笑的期盼 强者的世界 本就是不公平的 我也知道 你们会说 这样只会使强者横强 弱者更弱 但是你们可以去 查看现在的排位榜单 你们上一届的学生 已经有不少 挤进了前五十 事实证明 强者总能在逆境杀出 与其抱怨不公 不如向更强去攀登 杜瑞环视场中 此时特殊的影响 似乎已经被撤走 学生又能自由发声 但是此时 却一片寂静 杜瑞才满意点头 又接着说道 但是对于你们 学校还是有新手保护期的 一个月 一个月的时间里 只要你们不先主动发起挑战 就可以不接受任何挑战 台上杜瑞还在话着说 已经有很多人 打开手机进入了 灵州修行者大学的观望 哇 真的 全校排位前五十 有九个就是上一届的呢 啊 给我的初步排名 才两千三百 这也太低了吧 我八百九十 还不错 新生有人进了前一百 啊 是谁 望山市二中的王燕 全国状元 王燕竟然排进了前一百 第九十八位 前一百的最低 也是灵起进五重 就王燕一个翠灵九重 学校这是觉得 王燕灵起进五重实力 按修行者高考表现来看 王燕至少灵起进三重以上 实力是有的 倒也合理 不过 恐怕有不少 老生正盯着他呢 一月之后 恐怕会有不少人 会想要挑战他 苏千月含笑 看向王燕 厉害啊 进入前一百了 我才二百六十八位 苏千月突然搭话 使得王燕回过神来 其实王燕已经有些心思溜走 因为他想起今天系统商城里的周淼 杀该刷新了 不知道会出什么好东西 才九十八 有什么用吗 王燕毫不在意道 王燕的话 却引起了苏千月极大反应 什么用 用处可大了 苏千月甚至急得拍了拍王燕的手臂 你可知道 每个修行者大学 为何能吸引这么多的修行者进入 王燕想了想到 这倒还真没了解过呢 我只知道这里面能教人修行 修行者大学里 确实有很多导师能教人修行 可是最重要的是 这里面的修行室 战绩阁和魔战馆 哦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 苏千月的话成功引起了王燕的好奇 苏千月神情有些小得意 这修行室可以理解为一种奇特的灵气法阵 其中灵气浓度更高 修行起来效率更高 你九十八位可是能享受到比寻常空气中浓郁两倍的天地灵气 而这战绩阁是全华夏修行者高效互通的 里面有整个华夏的战绩 你的笑牌位越高 能查阅到的战绩品级就越高 魔战馆也一样 你笑牌位越高 权限越多 模拟出来的对手越接近真实修行者 那这笑牌位确实是很重要 王燕一副了然模样 想了想又问道 对了 修行室可以和灵气法阵叠加使用吗 苏千月也突然想到了王燕的全国状元奖励 像是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 对啊 我还没想起你有灵气法阵 还是玄机上品的 灵气法阵和修行室是两种不同原理 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苏千月看向王燕的眼里满是羡慕 悠悠地道 你这修炼一天顶别人好几天啊 那第一个修行室是多少被灵气增幅 王燕想了想问道 苏千月愣住 啊 三倍 怎么了 王燕摸着下巴点点头 三倍 不错 是比我的邻居修炼起来快一些 啊 苏千月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一脸接受现实的模样 他们还给了你邻居 王燕毫不在意点点头 是给了一套 邻居就是一个装修豪华的大空间高阶修行室 我家族拍了十年 一直想拍一套都没拍到 他们直接送你了 感觉苏千月已经经不起再次打击了 王燕善笑着说 你需要的话 去我的修行室修行就好了 我在家修行也是一样的 苏千月排名268 修行室远远比不上王燕的好 听到王燕这样说 看向王燕的目光柔和了些 目光狡黠 你怎么不邀请我去你家修行 你家也是两倍 而且空间不是挺大的吗 王燕轻咳了一声 尴尬地摸了摸鼻头 嗯 我家确实还蛮大的 你想去的话 也不是不行 苏千月见状 眼嘴娇笑 接下来杜瑞又介绍了 信誉分和历练 最后结束了开学典礼 通过杜瑞的介绍 王燕了解到 历练是每一个学生 都必须接受的实战历练 通常是由安防队发来历练任务 学生接下后 协助安防队完成一些安防任务 每月至少要求学生 有两次历练经历 而通常学生 都很乐意接受历练 毕竟能跟安防队的 修行者并肩作战 运气好接到难度高的历练任务 还有机会见到炎黄江 江是无比的荣幸 而这信誉分 顾名思义 就是每个学生的信誉值 陶课 排位绽放鸽子 历练放鸽子等 失信行为 都会被扣信誉分 当信誉分 低于90会被限制排位 低于80 将会被直接开除 典礼结束后 新生开始兴奋地 探索这片全新天地 时间还早 你准备去哪 走出礼堂 苏千月在王燕身边问道 我想先去战绩阁看看 王燕说道 系统送了两个战绩 都是辅助型 自己至今 也还没有正经攻击性战绩 加之王燕也想知道 系统给的这两个辅助战绩 到底是什么级别的 刚好我也想去战绩阁看看 咱们一起吧 苏千月有些目光闪躲 试探问道 苏千月人长得漂亮 对王燕没有恶意 王燕对其并不反感 最终没有拒绝 两人一同前往战绩阁 一座红墙蓝瓦的建筑前 人开始多了起来 王燕苏千月停下脚步 这就是战绩阁吗 王燕打量着 黑色匾额上的三个烫金大字 一个头发遮住眼睛的男子 走到两人面前 哦哈哟 学妹 第24章 郭坚 王燕和苏千月都在不动声色地 打量着面前的人 你看起来 似乎需要学长的帮助呢 这人走近 撩了撩盖着眼睛的头发 哦 忘了介绍自己 我是二年级的郭阳 全校排位 最高取得过第503位 他开始偷偷观察起 王燕和苏千月的反应 郭阳这家伙 又在这片学妹了 最高503 还是对手有势 来不了盼他赢了 在位置上 还没待够一天 又被打下去了 也就趁着每次开学 能片片不安事事的小学妹 整个学校 谁看得上他 嘿嘿 这两个新生 看起来并没有被他唬到 难道说他 这次要失守 战绩阁的人流不小 周围有着不少人在看热闹 见两人依旧不说话 郭阳有些急了 把头发 全部薅向左边 露出来右眼 小声给两人说道 这战绩阁 是可以查阅 整个华夏的战绩信息 可是想要调出来修行 可是需要权限的 学妹待会 要是看上什么 战绩权限不够的 可以找我 我帮学妹调出来 不收取任何费用 郭阳 再度观察两人神色 王燕和苏千月 依旧没有什么太大反应 之后 苏千月跟王燕相视一笑 竟直接越过了 郭阳进入了战绩阁 郭阳有些意外 自己每年 用这招骗了不少 新生妹子 就算不上钩的 也不至于一句话 都不给自己说才对 加上周遭 依稀传来的嘲笑声 一时间感觉面子 有些挂不住 站住 你们两个 新生如此嚣张 丝毫不把学长们 放在眼里 郭阳大喊道 王燕两人回头 苏千月虽然脸上带着笑意 可是笑容却很危险 刚欲说话 王燕先说了 我们先去看看 有需要再出来 找学长帮忙 苏千月有些意外 还以为 有着活颜王外号的王燕慧 是很暴躁的人 郭阳倒是终于满意了 算你小子识相 不过可说好了哈 帮学妹不收费用 帮你的话得孝敬点零时 何必跟她浪费时间 起争执要动手 还得去决斗场 太麻烦了 王燕带着苏千月 进入战绩阁 战绩阁中 很多人都在一个个屏幕前 查看着战绩信息 王燕也来到一个屏幕前 输入自己的姓名和学号 也进入了战绩阁的系统 以王燕现在排位的权限 除了如今华夏 可公布的九步灵级战绩 其他都有权限学习 玄机的辅助战绩 居然只能增幅10% 而且都是单一属性的增幅 就连九步灵级战绩里面 唯一的一部辅助战绩 开山诀 修炼道治针 也仅仅是30%的力量增幅 看来怒火焚身的品级 远超我的想象 而且还可以不断进化 太恐怖了 沙神领域这样的辅助战绩 更是闻所未闻 领域可是传说中 王敬强者才能领悟的东西 一边浏览着战绩阁系统内的战绩 王燕一边捏着 下巴喃喃自语 而此时的战绩阁外 有人在刚才认出了王燕和苏千月 正在嘲笑郭阳 你说刚才那小子 是今年的修行者 高考全国状元王燕 不可能 王燕可是人称活阎王 刚才那小子那么怂 怎么可能是王燕 郭阳并不相信 觉得都是这些老生骗自己 想看自己笑话 你没看今年的修行者高考 他就是王燕 你装BT到铁板了 知道人家为什么不理你吗 人家排位98 你求人家帮你调节战绩 还差不多 就是 那位美女学妹 是今年修行者高考第二的苏千月 268位 人家需要你600多位的帮忙 小丑 郭阳头发遮挡下的眼珠子 开始咕噜打转 修行者高考那天 他刚好接了一次历练 没机会观看 是他们又怎么样 不过是个翠玲九重的菜鸡 运气好觉醒九阶跟机罢了 一个月新手保护器一过 你看他 还能保持在前摆 就算他真是王燕 98一样 没权限 学习那九步灵级战绩 他要是来求我 我说不得还能让我堂哥帮帮忙 郭阳最终 面色不屑地说道 你也就仗着你堂哥是郭坚才敢说这话 你不也同样是 运气好有个小排位 医的堂哥 不然就你这实力 郭阳非但不气即败坏 反而得意洋洋道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你们这些倒霉的家伙 只能酸 咦 他们出来了 王燕从战绩阁中出来 看到刚好也出来的苏千月 问道 你找到何时战绩了 苏千月点点头 又摇摇头 我看上了那部灵级冰属性战绩 漫天飞雪 但是没有调节权限 王燕点点头 我也觉得那 狂燕十三叠 还勉强能用 苏千月有些愕然 灵级战绩勉强还能用 你也太凡尔赛了 那火属性战绩 对于火属性根基的修行者 本就有加成 你还是九阶 要是能学到 战力又要暴涨 王燕在心里更正了一下 不是九阶 是十二阶 是啊 王燕点点头 他确实还没有正经的战绩 苏千月先叹了口气 又重整旗鼓 鼓励王燕道 没事 不就是全校前十吗 我相信只要给我们一点时间成长 顶多明年 我们一定杀进排位前十去 我现在就想学 现在就想学 可是没有权限啊 王燕的话 使得苏千月很疑惑 王燕狡黠一笑 带着苏千月朝郭阳走去 周围的新生老生都在看热闹 他就是王燕吗 好帅 是啊 王燕学弟 看上去文质彬彬的 比你们这些高年级的老油条好多了 嘿 你们还看不上我们 你们也没法跟苏千月学妹比啊 七 下头难 呸 普姓驴 哎呀别吵了 看王燕朝郭阳走去了 有好戏看了 老实说 郭阳看着静止朝自己走来的王燕 有些心虚 强撑着抬起头 挟视王燕 气场不能输 怎么的 就你是王燕啊 郭阳率先发问 仗着自己堂哥锅间 如今的全校排位第一 他觉得 王燕也不敢 不给他几分面子 我是王燕 想请郭阳学长帮个忙 王燕十分真诚地说道 啊 王燕真找郭阳那家伙帮忙 难道为了那九步 灵级战绩 相求郭阳 找郭坚帮忙 我还以为王燕会 是个狂的没边的呢 失望了 全国状元就这 哎 灵级战绩吸引力 确实大 散了吧散了吧 真没意思 郭阳哈哈大笑起来 王燕学弟啊 大家都是同学 帮忙的事情好说 只要临时给够 都不是问题 苏千月也神色凝重地看着王燕 刚才也听说了 郭阳的表哥郭坚 是全校排位第一 难道王燕真要求这郭阳 要真是这样 自己还真是有些看错他了呢 麻烦郭阳学长转告一下你堂哥 我在决战场等他 王燕留下一句话 朝着决战场去了 而全场的人群陷入了沸腾 什么 我没听错吧 王燕要挑战郭坚 疯了 王燕不仅是史上 第一个自己打破 新手保护器的新生 而且出手就要挑战第一 这不是厕所打灯了 找死吗 第25章 新生第一对战老生第一 郭阳站在原地陷入了呆滞 苏千月示然一笑 竟有些期待 消息马上在整个灵州修行者大学疯传 还没听说吗 王燕要挑战郭坚 王燕挑战郭坚 是那个郭坚吗 还能是哪个 咱学校有几个郭坚啊 排位第一 玉灵进二重的郭坚 就是他 没开玩笑吧 那王燕 好像都没有入灵起境吧 是啊 那王燕怎么可能是郭坚的对手 郭坚七阶的土属性 估计王燕连别人房都破不了 去看看就知道了 走 去决斗场 灵州修行者大学决斗场 天极擂台 此时周围看台早已人山人海 人群之中无血也在观望 没想到竟然开了天极擂台 郭坚是玉灵进二重的强者 只有天极擂台才经得起玉灵进级别的攻击摧残 别忘了 还有我们的状元狼呢 不知道天极擂台能不能经得起我们的状元狼的攻击波解 恐怕是一粒石子都不会少吧 这一届新生真是狂的没边了呢 竟然自动打破新手保护器 而且还直接挑战咱们老生第一 是得给他们一点教训啊 人群里的老生都在谈笑风生 只有新生都很安静 只有时不时地冒出小声的议论 哎 你说王燕能不能战胜郭坚学长啊 一个新生悄悄问身边人 其身边的人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 你脑子坏掉了 郭坚学长玉灵进二重 王燕翠灵九重 这么说没希望哥 你没上过修行境界学课吗 何止没希望 王燕简直是厕所里打灯 找屎人 哎 只希望老生别 因为这件事对我们有太大恶意 我们新生本来就很难还 是啊 这个王燕 自己脑子坏掉了 还要拖累我们所有新生 新生人群中的吴雪 将这些小声的议论都听在耳朵里 也不作声 只是看着擂台上的少年身影 上一次这个少年 也是受到所有人的质疑 包括自己 可最终将所有人狠狠打脸 这一次 他还能再让所有人震惊吗 擂台之上 王燕安静站着 双臂环抱 齐长的身材 清秀的面旁 引得不少女学生尖叫 还不来吗 等待钟王燕 看了一眼时间 眉头有些微皱 王小军快放学了 王燕的任何细微动作 都逃不出观众的眼睛 开始有人说道 王燕 看样子是虚了呀 哈哈 现在想下擂台 可是要被扣心预分的 在郭坚学长没来之前 自己下擂台 还能留点体面在 我以为多狠呢 就这啊 咦 郭坚学长来了 飞剑 郭坚学长架着飞剑来了 不愧是御灵剑 能借助法器 短距离飞行 太帅了 伴随着一阵尖锐的暴鸣声 飞剑滑破天际 一个穿着校服的男子 从飞剑法器上 闪身来到擂台 男子面旁俊朗白皙 看上去就像一个文弱书生 郭坚学长好帅 郭坚郭坚 赛过神仙 郭坚郭坚 无法无天 守护最好的尖尖 王燕打亮着眼前的人 没想到 对方居然还有应援团 王燕看到 郭坚双手在胸前交叉着 心想这是起手势 随着郭坚的动作 所有老生都激动起来 只有心生不明所以 要来了要来了 郭坚学长要来那一招 尤其是郭坚的应援团 更是激动的手舞足蹈 新手都在疑惑 以为是什么大杀招 只听得撕拉一声 郭坚身躯暴涨 校服被撑破成为满天碎片 露出来校服下 壮硕的身躯 硕大的胸肌 排列整齐的腹肌 刀刻般的二头 郭坚的身材 跟他的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好 小子 你要挑战我 听到郭坚的声音 王燕都以为郭坚是张飞附体 这声音实在是太操了 配上那张文弱的脸 太违和了 心生都面面相去 这到底是什么行为艺术 而老生已经开始狂欢 时隔两年 郭坚学长再次出手 是啊 两年了 这个男人 压得灵州修行者大学 所有学生喘不过气 两年里无一人敢挑战 今天终于又能看到 郭坚学长出手了 我们又可以看到 郭坚学长招牌式的豹衣 和剑术的身躯 我想要排位第一的权限 所以 对不起了 王燕声音淡淡响起 哈哈 郭坚爽朗地笑着 眼神饶有兴致 看向王燕 很好 你小子够狂 但是 想要权限的人多了去了 最后都没能如愿 随后 郭坚摆出来一个健美姿势 很臭屁地说道 你能打得穿我这身 铠甲般的肌肉吗 人群又是一阵激动 郭坚学长 教训他 没错 教训这不止天高地厚的小子 王燕翠灵久重 说不定真连郭坚学长的防御 都破不了 王燕嫌弃得扎扎嘴 原本不想打你太惨的 但是你实在是太牵走了 哄 下一秒 王燕浑身燃起 滔天烈焰 整个决斗场温度瞬间攀升 现在轮到新生激动了 一些跟王燕同一个考场的新生大呼 来了 就是这招 太对了 嗯 火神降临 太炫酷了 太熟悉了 不少老生也都被怒火焚身的声势吓到了 王燕右手手腕处 金光璀璨 今天一拳轰出 原本还不屑一顾的郭坚瞬间瞳孔剧烈收缩 不动冥王 郭坚大喝 瞬间全身亮起金光 不动冥王 灵级防御战截 郭坚学长最强防御招式 郭坚学长直接动用了不动冥王吗 王燕攻击真有这么猛 围观的人群大惊 当王燕的拳头砸在郭坚身上时 空气中有龟壳碎裂的声音 所有老生都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郭坚学长的防御 被破了 王燕 好强 郭坚瞳孔中满 是惊诧 怎么可能 翠玲九重 怎么可能发出这样的一击 跟郭坚硬汗一击后 王燕才觉得炎黄散的收人标准 确实严格 这御灵境二重的郭坚远 不如那出入御灵境的精明 哪怕是郭坚引以为傲的防御 也不如精明 伴随着郭坚防御的溃散 擂台一角的巨柱 都被战斗余波所折断 天机擂台都能破坏 王燕这一击 已经达到了御灵境强度 这怎么可能 他才是翠灵境九重 战力直接跨越了两个大境界 太变态了 随后便是令所有人诧异的一幕 郭坚被王燕追着暴揍 我让你装逼 啊 我让你健美 啊 我让你铠甲般的肌肉 别打了 别打了 我认说 王燕的咒骂声和郭坚的 哀嚎此起彼伏 在场的 无论新生老生 全部头皮发麻 这 真的只是 翠灵境吗 有人喉咙干涩的小声道 第26章 学弟 做人刘一线 擂台之上 王燕单方面 在揍郭坚 而且是单纯的 泄愤式暴揍 他明明已经赢了 却恶趣味的 不让郭坚学长 逃下擂台 不断失意 暴揍和言语侮辱 没想到这小子这么狠 以后 千万不能招惹他 看着人畜无害的 下手是真黑啊 郭坚已经被揍成了猪头了 学弟停手 做人刘一线 日后好相见啊 郭坚双手抱着头大喊 王燕抬手 看了一眼时间 终于是停了下来 郭坚剑 此松了口气 学弟你赢了 我记不如人 告辞 不等王燕回答 郭坚便快速 灰溜溜的架飞剑跑了 灵州修行者大学 官网的全校排位 王燕正式登顶第一 郭坚取代王燕 成为了第98位 所有人都感觉 极不真实 王燕竟然真赢了 而且 是碾压式的赢 赢了压的林大学子 抬不起头的锅尖学长 被打得爆头鼠窜 刚入学 就主动打破 新手保护漆 而且直接登顶排位第一 这是人吗 别忘了 他甚至还没有入零起敬 嘖嘖嘖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苏千月眼波流动 看着擂台上的少年 此时他对于王燕 为什么能在 修行者高考上 拿到五万分 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 吴学员远望着擂台上 万众瞩目的少年 喃喃自语 果然 他又做到了 王燕学弟好帅 王燕学弟太猛了 学姐好爱 王燕 是属于我们新生的 你们这些老女人 还想老牛吃嫩草 有句话 叫年少不知姐姐 你们有我们知道藤人吗 呸 你们就是老牛想吃嫩草 嘿 学妹 你敢不敢 也打破新手保护器 让学姐教教你 如何做人 有什么不敢 场中喧闹不已之际 王燕来到苏千月面前 走吧 我帮你调间那漫天飞雪 抓紧时间 我还要去接小圈下课 苏千月笑着点头 跟着王燕朝战计格而去 灵州修行者大学中心 一座塔形建筑的最高层里 灵州修行者大学的领导层 聚集在此 看完中间大屏幕上 王燕和锅间的战斗 三人颇有深意的对视 其中一人捧着手中的保温杯 脸上带着富有深意的笑容 你们怎么看 两个字 惊艳 确实惊艳 不愧是 已经被炎黄散招揽的人 这小家伙在同龄人中 实力已经达到断层了 那是 毕竟我们几个老家伙 当时费尽心机 也进不去炎黄散 哈哈 有辞子 这届华夏 修行者高校 会晤我们 肯定夺魁了 拿着保温杯的中年男子 开始神秘地笑起来 看向其余的人 我想更更恐怖的事情 还没有人发现 啊 还有比这更恐怖的 其余的人都被吸引 好奇问道 这个小家伙 一周前 才是翠灵一重 啊 啊 四 这 就是九阶根基的灵气清合度吗 在座的 都是见过世面的强者 可现在都是 有些头晕目眩 修行 什么时候这么简单了 好久后 才又开始谈话 说起来 能把这个小怪物 招到我们学校 还多亏了那叫蓝图的初级导师 明年给他升中级吧 对了 炎黄散那边 让我们无条件配合王燕 并且尽量不要 暴露王燕炎黄疆的身份 瘦削一些的中年男人说道 看来 炎黄散也很看中王燕 我们就照炎黄散只是做吧 王燕是炎黄疆 自然不可能参加什么历练 不曝光 他的炎黄疆身份 其他学生会有意见吧 说我们偏袒王燕 拿保温杯的男人尖笑道 有意见就有意见 我们就摆明了 偏袒王燕又怎么样 更能鼓励这些小家伙们 变得更强啊 三人皆是会心一笑 战继革前 苏千月拿着一卷蓝色卷轴 满眼感激 虽然调戒灵级 战继花费的五枚上品零食 苏千月自己给了 但是能调戒 还是因为王燕排位第一的权限 王燕 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 这战继很适合我 王燕 将手中一个火红卷轴 收进空间储存戒中 看上去有些交集 这有啥好线 顺手的是 我先走了 王燕火急火燎地离开 看着王燕离开时 急切的背影 苏千月眼嘴一声轻笑 这个媚控 起源幼儿园门口 王燕接到王小娟 哥 王小娟像往常一样 朝王燕扑来 俯身将王小娟抱起 王燕上下打量了王小娟一番 除了早上 自己给扎的小便 有点丑陋外 并无其他一场 才笑着说道 新学校还适应吗 新学校很好啊 老师很好 新朋友也很好 我挺喜欢的 听到王小娟的回答 王燕才满意道 喜欢就好 要是有什么不适应的 要给哥说 哥找你们老师沟通 突然 王小娟开始 有些小心翼翼地看着王燕 怎么了 王小娟的反常 很快引起王燕的关注 哥 这周末去河滨公园郊游 我 可以去吗 王小娟小声地试探道 王小娟 怀着七一 小心翼翼的模样 使得王燕短暂失神 想起之前 幼儿园也有类似活动 但是这样的活动 需要缴纳一些活动经费 而且大家都会自己 带些吃的玩具去 对于以前的王燕兄妹俩来 说是难以负担的 所以 之前这种活动 哪怕王小娟很想去 但是最后都会乖乖 听王燕的话放弃参加 小孩子 谁又不喜欢玩呢 去 必须去 王燕大手一挥 对王小娟说道 自己努力变得更强 为的不就是这个吗 王小娟 两颗大眼珠子 瞬间亮起惊人光芒 小脸惊喜道 真的吗 真的可以去吗 王燕点点头 当然可以去 小娟啊 咱们的日子好起来了 这段时间 光是王燕学生卡收到的 各种公家的奖励 都有几百万 更不提灵州修行者大学的安家费 炎黄散的安家费 现在王燕也是上千万身价的人了 耶 她好了 王小娟高兴地手舞足蹈 这是她上幼儿园以来 第一次可以参加班上的活动 高兴了一会 王小娟又抬头望着王燕 哥 其他小朋友 爸爸妈妈都会陪他们去 那天你会来吗 王燕目光柔和 哥一定倒 王小娟突然眼珠子打转 冒出贼光 哥 能不能邀请夜兰姐姐一起去啊 王燕被问住了 也想起那道靓丽的身影 说起来从进入炎黄散后 夜兰已经有好久没找过自己了 王小娟拉着王燕的手来回摆动 撒娇道 你就邀请夜兰姐姐吗 她肯定会来的 别的小朋友都是爸爸妈妈带着 我也想让哥和夜兰姐姐一起陪我去 王燕心中一软 好吧 我找机会给她说 耶 知道自己要参加这次的郊游 王小娟一直很开心 回到家吃完饭 也是不停蹦打 来蹦打去 小娟 你自己在家待着 哥出去一趟 听到王燕的声音 王小娟披着床单 手拿玩具魔法杖 从自己的房间里窜出来 哥 咱们的日子 不是变好了吗 你怎么还要晚上出去 王燕揉了揉王小娟小脑袋 但是还要让她 变得更好呀 王小娟 拉着王燕的手 可是我觉得 现在就很好了 不用更好了 哥 你别去了 我不想你太累了 王燕蹲下身来 给王小娟 把披在背上的床单扯正 声音温和说道 小娟 哥不是 去给别人卸货了 哥是去学校修行 就跟你做作业一样的 啊 原来哥 是作业没做完 你快去吧 我不会告诉你老师的 王小娟恍然大悟 一副古灵精怪的模样 第27章 第一次任务 王燕来到了学校的修行室 进入了编号为001的一间 浓郁的天地灵气 使得王燕心神舒畅 但是王燕没急着修行 先是打开系统商城的周秒杀 只见其中一朵光彩炫目的 七色琉璃帘 好像在缓缓跳动着 再看到下方商品介绍 王燕瞬间呼吸急促起来 天地神物 七彩琉璃火 无物不焚 有焚山主海之能 又具造化之功 即疗养治愈之效 既能毁灭万物 又可滋养万物 这玄而又玄的描述 总结起来就是 这东西 不仅能带来恐怖的战力 还能强化身躯 甚至带来治愈伤势的能力 就这东西 在系统商城里 闪耀着红色的光芒 王燕就能知道 这绝对是好东西 毕竟玄冰嗜血战己 在系统商城里的颜色 才是蓝色 而对应的 只有系统商城里面 那些八万杀戮 积分一箭的神兵 才是这个颜色 如今这东西 竟然出现在了周秒杀里 右上角的八万被划了一杠 秒杀价是八百 剩余时间七天 这七天内 我得抓紧再获取三百 杀戮积分 将这七彩琉璃火买了 这琉璃火是 真正天花板级的东西 得到了战斗力 绝对是致得飞跃 可不能错过了 王燕满眼火热地 盯着绚丽的七彩琉璃火莲 小声自语 仔细思考片刻后 才关闭了系统面板 翻手取出一枚银色小旗 随手一招 灵气法阵被布置在了修行室中 先突破到灵气境吧 王燕沉下心思 缓缓闭上双眼 进入修行状态 第二日清晨 伴随着修行室里 一阵灵气波动 王燕正式进入灵气境 修行室 加上灵气法阵 加上十二节根基 王燕仅仅是一晚的修行 能抵得上别人好几天 感受着当前的状态 王燕才明白 为什么说不入 灵气境还不算真正的修行者 确实是比翠灵境的时候 强了太多太多 如今王燕有绝对的自信 再次对上精明 甚至不用动用 嗜血战戟和金灿护腕 就能碾压 修行起来是很快 但是灵气消耗也快啊 王燕看着阵眼里 暗淡了许多的 尚品灵气清声道 六枚尚品灵气 支撑他从翠灵意重修 行到了灵气净一众 灵气已经消耗三分之一了 好在自己有特权 吊戒 狂焰十三叠 免费 是状怨的奖励 还剩些 不然灵气真不够 修炼用了 收起灵气法阵 王燕出了修行室 也有很多学生 大早就来修行室修行的 看到了刚从第一间 修行室出来的王燕 都面色崇拜 那是王燕同学 感觉他又变强了 太厉害了 不愧是全国状元 昨天可是把四年级的郭尖学 长打惨了 确实牛啊 郭尖学长都是 到了二年级的时候 才登顶排位第一 他才入学一天 就做到了 简直无敌 走 去打个招呼 我怕 我怕他揍我 看起来随和 揍人可狠了 郭尖学长 还在医疗室接受治疗呢 王燕屏蔽 一切议论的声音 直接离开了学校 赵丽送王小娟去幼儿园 哥 你作业那么多吗 昨天一晚上没回来 王小娟一边喝着酸奶 一边问 昨天晚上一个人 在家怕不怕 王燕没有回答 而是问道 还没睡醒的王小娟 迷糊地摇摇头 不怕 哦 小娟这么勇敢 我知道 哥就在下面的学校里 我也知道 哥不会不管我的 王燕还笑慕了 摸王小娟的小脑袋说道 小娟真聪明 对了哥 你一定要告诉叶兰姐姐 说我邀请她 跟我们去河滨公园交游 好 哥记着呢 将王小娟送到幼儿园后 王燕拿出炎黄散给的炎黄令 神识注入青铜令牌 看到了一整个灵州的地图 地图上大大小小的红点闪烁着 每一个红点都代表着炎黄散发布的一个任务 王燕准备在七天内获取到三百杀戮积分 将七彩琉璃火兑换 这段时间免不了大量接炎黄散的任务 王燕浏览着任务的信息 最终接下了一个剿灭作乱团伙的任务 这样的任务 才能最大限度获取杀戮积分 王燕收起炎令 地点在春山市吗 得赶紧出发了 灵州 春山市 大约有十来个人类女性被囚禁在铁笼里 潮湿阴暗的环境看着像是地下室 这些女性大多年纪不大 有的可能甚至未成年 全都被吓得面色发白 身体不自觉颤抖 不要怕 炎黄散的炎黄将肯定会来救我们的 千万不要跟她们发生冲突 一个看起来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女孩 强忍着恐惧 用极小的声音安慰着身边的人 有了这女孩的安慰 其他人绝望的状态 似乎得到了些许缓解 炎黄散 哈哈 别做梦了 一个穿着紧身裤痘痘鞋的男子 来到铁笼边 残忍地笑着 这人是个邪修 有灵起进一众实力 普通人就算再小声 说的话 还是逃不过他的耳朵 男子的到来 吓得女孩们 纷纷向着靠墙一侧蜷缩 而说话的女孩此时 也面色难看 十多个兄弟 老大更是领起进五重的强者 炎黄散只来一两个人 是搞不定的 大规模触动一惊动 我们的眼线 我们马上就杀人 快速转移地点 死心吧 神仙也就不了你们 男人的话 使得铁笼中的女孩 都失去了希望 开始抽气起来 哭哭哭 哭什么哭 哪个在哭小爷 我先拖出来爽爽 男子的话 直接将所有女孩 吓得强行憋住哭声 至此 男子才满意地离开 嘴里还说着 这些妞可真水灵啊 便宜那些畜生了 好想爽一爽 周围传来 调侃之声 你不要命你就试试 看老大 会把你剁成几尖 哈哈 是啊 不要命你试试 搁几个过过眼影也好 穿紧深裤的男子 撇撇嘴 我才没那么蠢 老大说 这批可是要卖给 妖狱贵族的 可知不少零食 我没那胆 听到这些人的交谈 铁笼里的女孩们 更加绝望 真被给什么妖中贵族 这辈子也别想回到人类区域了 突然一声巨响 十来个人类邪修 纷纷起身警戒 所有人都看到一个少年 从天而降 没错 因为找不到入口 王燕生生打穿了地板 跳下来的 空气中 淡淡响起的声音 使得关在铁笼里的女孩们 都面露惊喜 一个个重新燃起了希望 炎黄伞 王燕 来送你们归西 第28章 灭杀 穿过毁坏的天花板 阳光射入阴暗地下室 少年刚好就站在光束中 与黑暗中的人 仿佛两个世界 铁笼里的女孩们 看着站在光亮中的少年 看到了唯一的希望 十来个人类邪修 静一不定 打量着光束中的少年 戴得摸清王燕的气息后 脸上都挂起了诡异的笑容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我说哥几个 今天这是怎么了 怎么现在的小孩胆子 都这么大 所有的邪修 都放松了警惕 慢慢地向着 王燕靠近 以包围之势 将王燕围住 紧身裤男子 好奇地打量着王燕 嘿 小子 你脑子坏掉了吧 我们可没有听说过 炎黄散有这好人 就是 在灵州摸爬滚打 这么多年 灵州炎黄散分部 有哪些炎黄将 我们门亲 根本就没有叫王燕的这好人 关在铁笼里的女孩们 听到了这话 瞬间心又凉了半截 他们以为 是在华夏 吉附盛名的炎黄散的炎黄 将到了 那么自己这些人 多半是要获救了 毕竟炎黄散的炎黄 将是出了名的强悍 令奸邪闻风丧胆 不过 至少这个少年 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要来对付这些邪修的 女孩们心中 依旧抱有最后一丝希望 你们人到齐了吗 王燕没有回答这些人的话 反而是突兀地问道 这些邪修们都乐了 今天怎么能遇到 这么个傻小子 还没到齐呢 还有五个兄弟 在外面工作 老大出去 谈试还没回来 怎么了 炎黄江大人 有什么吩咐吗 这些邪修 显然已经把王燕 当做了乐子 一个个看向王燕的眼神 就像看傻子一般 看着古怪的一幕 铁笼里的女孩们 也都开始疑惑了 突然从天而降 自称炎黄散炎黄江的少年 并没有向这些邪修出手 而这些邪修 也很反常地 没有对这少年动手 一时间他们有些看不懂了 王燕没有动手 只是在想 怎么能让还在外面的邪修回来 这些邪修没有动手 也只是想拿王燕多找些乐子罢了 怎么才能让你们的同党回来呢 王燕 竟然很直白地脱口出问道 穿着紧身裤 逗逗鞋得邪修乐了 怎么这小子 你想将我们 全部一网打尽吗 这邪修表情 讥讽至极 看着王燕 就凭你领起静一众的实力 我们这群人境界最低的 半年前 就是领起静一众了呢 哈哈 终于所有的邪修 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听到了这里 铁笼里的女孩们 再度陷入了绝望 我确实是想把你们一网打尽 所以请你们配合一下 把人都叫回来吧 王燕淡淡的声音响起 看到王燕 一直没有正面回应 自己等人的嘲笑 更像是 完全没有把自己的人 放在眼里 这些邪修终于怒了 穿着紧身裤痘痘鞋的男子 走去 你说你这个年纪 就已经领起静一众 也算是天赋了德 怎么 拿脑子换的 男子走到王燕身前 抬手就想给王燕来上一巴掌 就像教训小孩似的 可是当他的手 来到王燕面前三尺处 却发现自己的手腕 被王燕牢牢地抓住 无论如何用力 甚至运转灵力 都动弹不得 这些邪修终于发现了 事情不对劲 咔嚓 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 穿着紧身裤的邪修手腕 直接被王燕捏碎 紧身裤邪修 惨叫着快速后撤 看着出手狠辣的王燕 所有邪修 纷纷运转灵力 兄弟们 点子不对 动手 然而 面对这群最高 没超过零起三重的邪修 王燕甚至连灵力 都不需要动用 全程肉身碾压 王燕就像是摘西瓜一样 将这些邪修的头颅 一个个摘了下来 看上去甚至比摘西瓜 还容易些 就连铁笼里的女孩们 看着这一幕 被吓得胆战心惊 十来个邪修 不过片刻功夫 已经被王燕 解决得只剩 紧身裤痘痘鞋那一位 这时的他 哪还有一开始的嚣张 几乎是毫不犹豫地 跪倒在地 大眼 炎黄散的大眼 我知道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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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我一命吧 王燕没有说话 只是走向了铁笼 吓得铁笼里的女孩们 惊慌失措地 朝着另一角躲避 没办法 刚才的一幕 已经深刻深深地刻印在 他们的脑海里 哪怕面前的王燕 长得再清秀 看上去在人畜无害 此刻在他们眼中 也跟索命的阎王一般 王燕才是轻轻一抬手 这些女孩们 纷纷被吓得闭上了双眼 枪枪枪 王燕如同 是掰断三根树枝一样 轻松掰断了 三根手臂粗的铁棍 铁笼瞬间出现了一个 能容纳一人通过的出口 我是炎黄散 心静的人江 王燕 你们安全了 各自回家去吧 女孩们 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获救了 而救自己的人 正是刚才杀人不眨眼的少年 纷纷喜极而泣 谢谢你 真的太谢谢你 谢谢王燕仁江 我们才不想被卖到腰狱 我就说炎黄散的炎黄 将会来救我们的 安慰众人的那个女孩 看着王燕激动不已 这一刻的王燕 在她眼里是发着光的 好了 你们不用这么客气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我带你们出去 以后多长个心眼 对待普通人 王燕又回到了平常的状态 这些女孩虽然依旧害怕 但更多的是 劫后余生的欣喜 带着这些女孩出去之前 王燕看了一眼 被捏碎手腕的那名邪修 在这等着我 敢跑的话 后果自负 等到将被囚禁的女孩们 都带出这处地下密室 安全送走后 王燕重新回去 林邪修也乖乖地在原地等着 没敢挪动半寸 那邪修此时 看着这清秀少年 犹如见到了阎望眼 大爷 究竟怎么样你 才肯放过我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都是一时鬼迷心窍 只要您放过我 我以后保证 再也不干这样的事情了 把其他人叫回来吧 王燕没有回复他的话 使得他心中咯噔一下 不过是到如今 他也只能用秘密的联系方式 通知他的其他同伙回来 并在心中 祈求他那灵起近五重 背景神秘的老大 能够击杀眼前这恐怖的少年 这是他唯一的希望了 随后的时间里 陆续有人回到这个地下据点 也时不时传来打斗声 十分钟后 王燕踢着两只蛇皮口袋 从之前打出来的窟窿 一跃而出 这蛇皮口袋之前 可能是这些邪修用来 装人类女性的 现在里面装满了邪修的人头 这一波 共获得了快十八杀戮积分 王燕很满意 掏出炎黄令 时间还早 看他下一个任务去 第29章 小炎君 炎黄散灵州分部 热大的炎武场上 有不少人正在操练 身材奇长的少年 托着六个蛇皮口袋 在石板堆砌的炎武场中 稳步行进 蛇皮口袋里装着的 貌似都是球状物体 开始有人注意到了王燕 诶 那不是王燕吗 上次把精明的 将揍惨了的那小子 今天居然来分部了 还拖着几个蛇皮口袋 卧槽 这形状 太熟悉了 这是来交任务吗 对灵州分部的一些炎黄将来说 看一眼就能知道 这些蛇皮袋子里装了什么 奶奶的 这是杀了多少啊 一个精壮的汉子 赤裸着上身 手中攥着一把长枪 不禁吸了口冷气 这 保守估计得有三十个 这小子也太狠了 这也没几天啊 他就完成了十几个任务 走 看看去 王燕拖着蛇皮袋子 朝着夭夭所在的大厅走去 一路上有不少人将跟他打招呼 王燕都有好回应 哟 王燕人将 这么快就来交任务了 路过休息区 开始有人好奇地搭枪 是的 今天接了几个任务试试水 这些汉子都没有恶意 王燕也随和地笑着回应 朝着夭夭所在的任务处走去 当沙发上的炎黄 将看到了王燕身后的蛇皮袋子 惊得都坐着了身体 这东西 他们可太熟悉了 我去 这么多 杀猪也不带这么杀的吧 原本一脸严肃的夭夭 看到了王燕 马上露出来可爱的虎牙 王燕 你来了 这一幕看得不少人都酸溜溜的 王燕是除了夜兰和天都行外 唯一一个能让夭夭露出可爱笑容的人 是啊 接了几个任务 过来交接一下 王燕回以微笑 夭夭伸出白皙的小手 把你的炎黄令给我吧 王燕将自己的青铜令牌 递到夭夭手中 夭夭熟练地 开始查看任务信息 修行者大学里面是不多吗 还有空阶炎黄散的任务 夭夭一边处理 一边与王燕闲聊 修行者大学里面很自由 学生都是自主学习 需要学什么 主动去到对应的地方 我刚好没事 就接了几个人任务 夭夭点着头 注意力依旧留在自己面前的水晶屏幕上 说道 那还挺好的 这样成长起来会更快速 是的 一边说着 夭夭的表情越发不对劲 性谋微眯着 有什么不对吗 注意到夭夭异常王燕问道 这些人接高级任务 都是你接了 夭夭问道 是我接的呀 天老说过接任务数量 没有限制啊 王燕有些不明所以 而周围看热闹的炎黄 江门却热闹起来 他居然一个人接了高级任务 而且还不止一个 新人要不要太猛啊 这些高级任务非常棘手 通常是很多位人 将经过周密协商后 才会一同接下 王燕一个人就敢接 是啊 这些高级任务 大多都是团伙 一旦惊动对方 马上就私票报复 立刻转移 没有足够人手 和周密计划 都不敢接的呀 真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 关键是还真给他完成了 看那几麻袋 全是头啊 摇摇满脸不敢置信 摇摇头 不是 我只是没想到 你居然一个人 接了五个高级任务 而且都在一天内完成了 击杀灵起进一冲敌人 三十五个 灵起进三冲五十六个 灵起进五冲十九个 灵起进九冲八个 一天内 击杀了一百多个敌人 夭夭的话 使得其他炎黄 将们各个目瞪口呆 口干舌燥 这泥马 太生猛了 一百多个呀 我半年业绩 都没这么多 同境界无敌就算了 这是同境界屠杀呀 精明的江 真是踢到铁板了 要不是 精明的江是炎黄江 估计那天 已经丧命了 这位根本就是个阎王啊 王燕点点头 确认到 是我杀的 这些任务地点之间 距离太远 不然还能再多接几个的 王燕真诚的语气 听得周遭的炎黄 将们彻底没有任何脾气了 不得不感叹人比人 真是比不了啊 夭夭看着面前 这个清秀少年 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有些哭笑不得 真是怪物 王燕挠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 这些都不是什么好人 杀了不是更好吗 当然更好 炎黄伞还巴不得 没有任务可以发布呢 只是你 实在是太猛了 妖妖将炎黄令递回 一共1600炎黄积分 都够晋升的僵了 另外的1500块下品零食 需要去库房领取 谢谢妖妖 王燕将青铜令牌收回 看着妖妖有些欲言又止 妖妖狡黠一笑 怎么 想找兰姐 被妖妖看穿了自己的意图 王燕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头 嗯 她在哪 王燕点点头 王燕窘迫的模样 看得妖妖眼嘴轻笑 兰姐进入修行室闭关 已经好多天了 不知道 啥时候会出来呢 这次不突破于灵境 兰姐 恐怕不会出来呢 啊 怎么 你有事找她 妖妖看向王燕 是有事情想给她说 兰姐 在8号修行室 你可以去给她留言 当她退出修行状态的时候 就会看到的 这样吗 好 谢谢妖妖 我去了 王燕向妖妖道泄然后 朝着分布的修行区域而去 随即妖妖 又恢复了严肃脸 将王小军希望 叶兰参加周末郊游的事情 给叶兰留了言 王燕离开分布 回到灵州修行者大学 王燕接上王小娟 一起回家 走在路上 王燕盘算了一下 今天就收获了 一百多杀戮积分 照这样的速度 再有三条 就能将七彩 琉璃莲兑换到手 对于这个速度 王燕还算满意 哥 你给叶兰姐姐说了没有啊 王小娟一边走着 一边发问 我没见到她 但是给她留言了 她好了 叶兰姐姐知道了 肯定会来的 王燕点点头 也许吧 今天想吃什么 炒土豆丝 还有呢 炒白菜 好 哥知道了 今天吃红烧排骨 清蒸鲈鱼 小炒黄牛肉 番茄火腿汤 啊 吃这么多 哥 咱们有那么多钱吗 放心 现在如果只是吃的话 咱们的钱 多得你天天这样吃 吃到一百岁也吃不完 哇 咱们现在有这么多钱 哥 你太厉害了 炎黄散的修行室里 叶兰深呼一口气 睁开了双眼 修长白皙的手指 捏了捏眉心 俏脸上有着眷容 看到了面前出现的光幕 叶兰第一时间出了修行室 见到没人后 才又重新回来 反复地看了几遍流言 嘴角勾起好看的弧度 重新进入修行状态 接下来的几天里 王燕除了上一些境界学 格斗必修等必修的课程外 要么是在修行室修行 要么就是出炎黄散的任务 而随着王燕完成的炎黄散任务 越来越多 炎黄散心挨了个年轻人 将的消息 开始在林中民众中传播 说是这位年轻人 将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实力极强 出手也是极狠 每次任务对待邪恶势力 基本都是干净利落的虐杀 在民间有着一个称号 小炎君 第三十章我命令你 参加这次历练 清晨 王燕来到学校 朝着修行室走去 就在昨晚王燕 已经成功凑够了800杀戮积分 今天他准备兑换七彩琉璃连 周围传来上早课学生的 聊天吹水声 听说了吗 林州新出一位人将 最近很火 怎么没听说 小炎君吗 据说才是短短的几天 单枪匹马完成了 二十多起炎黄散的任务 被救出的人士后 回忆都说 这人很年轻 看着像学生 不是吧 学生 哪个学生有这种实力啊 恐怕只有王燕那家伙了吧 哎 你们说会不会真是王燕啊 他之前高考不是刚被叫活阎王吗 别说 真有可能是他 这几天 有安防队的人来发布历练他 连看都不去看一样 说不好 他是炎黄江呢 不会吧 炎黄散受炎黄江可是很严格的 难道你觉得王燕还不够离谱 要真王燕 那也太强了 史上第一个 这么年轻的炎黄江吧 炎黄江啊 那可是多少修行者的梦想 我是有上次力 练运气好 中途生变 任务难度提升 临时派遣了炎黄江押阵 有幸见到了 灵州分部的一名人江 这几天一直在炫耀 都没停过 那确实是运气好啊 是我我也吹 不知道今天 会不会有历练任务 有的话我第一个报名 听着周遭的人都在讨论自己 王燕笑着摇摇头 进入修行室 打开系统面板 王燕不自觉呼吸急促起来 进入系统商城 点击兑换七彩琉璃火 随着一阵炫彩的光闪过 周秒杀开始进入刷新 王燕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强 同时身体很舒服 感觉自己如同被浸泡在温润泉水中 每一个细胞都处于极度舒适之中 想必 这就是天地神物七彩琉璃火 带来的好处 王燕伸出左手 手掌虚握 一朵七彩火帘 在手掌在摇曳升起 如琉璃般绚丽 美丽的外表下 是惊人的杀伤力 这火用来对敌 王燕感觉 哪怕是金刚劲的敌人 在这七彩琉璃火 恐怖的温度下 肯定也不太好受 至于玉璃境的敌人 就算是玉璃九重 也不够看的 收起七彩琉璃火 王燕取出银色小旗 布置好灵气法阵 进入修行状态 昨晚境界又有新突破 已经来到灵起境三重 需要稳固一下境界 到了中午 王燕才从修行室出来 没走多远 就看到了熟悉的倩影 苏千月也刚好从修行室出来 可以啊 90号修行室 努力好几天 总算拿下神级宝物 七彩琉璃连 王燕心情大好 跟苏千月打着招呼 就在昨天 苏千月也主动打破新手保护期 挑战排位第90的老生 成功夺得全校排位第90名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还不是多亏了 你帮我调节了灵级战绩 苏千月好奇地打量着王燕 她总感觉王燕 好像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但是 仔细又看不出 到底是什么地方不一样 只是隐约的感觉 只要靠近王燕 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惬意 待在王燕身边很舒服 甚至会不自觉地 对王燕产生好感 她不知道 这都是七彩琉璃火 带来的奇效 看来灵级战绩 带来的战力加成 确实不小啊 我的狂燕 十三叠还没学呢 正好去魔战馆学习一下 王燕说道 你本就强得离谱 在学了灵级战绩 简直不敢想象 两人说话间 突然感觉到学校里的人 开始躁动起来 两人都有些不明 所以 王燕看向不远处 却看到了一个老熟人 江晴 王燕看着远处的人 小声自语 你认识 苏千月好奇问道 王燕点点头 认识 但不是朋友 苏千月也点点头 明白了 只见江晴穿着一身 特制的战斗服 看上去英气十足 那是安防队的战斗服 他是安防队的人 难道是 有历练任务了 确实是安防队的战斗服呢 咦 那不是江晴吗 江晴是谁 我们望山市义中的年纪第一 没想到 没进修行者大学 直接去了安防队 厉害啊 安防队的培养 自然是比修行者大学强的 他刚进去应该是见习才对 没想到这么快就成为了 正式队员了吗 不愧是年纪第一啊 有不少以前义中的学生 认出了江晴 靠近说着工尾的话 人群中 江晴感觉良好 头颅高高扬起 我这次来 确实是来发布历练的 江晴的话 引起人群的轰动 大家都是同龄人 自己还在上大学 别人已经可以来 发布历练了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江晴啊 我在义中的时候 可是帮你做过职日呢 历练可要带我一个 我也是义中的 我格斗课 给你做过陪练 也一定要带我一个呀 站在人群中央 瞩目的感觉 让江晴感觉到 那种熟悉的感觉 又回来了 江晴看到了 不远处的王燕 目光带有深意 经过这段时间 在安防队的修行 他不仅境界突破到了林启静 凭借本就狂暴的 雷鼠性根基 如今更是能轻松击败 林启静二重的对手 原本在他眼中 遥不可及的王燕 如今似乎又没有那么遥远了 甚至他觉得自己 针对上王燕 胜负还不一定呢 这时 吴雪跨过人群 来到了江晴面前 神色淡漠道 你找我 见到吴雪到来 江晴面露喜色 雪儿 我现在是 安防队正式队员了 吴雪看着江晴战斗服上 安防队的标志 神色复杂 恭喜 雪儿 你怎么跟我这么客气 我这次是来你们学校 发布历练的 我带你去吧 有我照看 肯定稳稳当当 江晴上前一步 可谁知吴雪 却退后半步 不了 我最近修行道平景 你带别人去吧 以后没什么事别来找我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会去闭关了 被拒绝的江晴 十分意外 他没想到吴雪 居然能拒绝身 为安防队正式队员的自己 刚想挽留 吴雪却头也不回地走了 周围人群面面相去 场面十分尴尬 小声的议论声四起 哈哈 吃扁了 之前修行者高考 连王燕背影都看不到 被吴雪女神抛弃 现在加入了安防队 回来找场子 没想到 人家还是不买账 江晴估计气炸了 哈哈 江晴面子上 有些挂不住 看向远处的王燕 表情愈发 殷勤不定 特别是看到 王燕身边 又出现一个比吴雪还美的女生 心中更不是滋味 随后 江晴义正言辞高声道 王燕 我命令你 参加这次历练 协助安防队 铲除邪恶 第31章 历练求助 周遭的人都表情精彩起来 江晴这是公报私仇啊 刚在吴雪那里吃扁 借着历练的名头 这是找王燕不痛快 王燕神色淡漠 看着王燕模样 江晴怒意翻涌 吴雪这样对待自己就算了 王燕也这副神态 怎么 你没听到吗 江晴咄咄逼人 学校的公告历练 可是完全自愿的 你哪里来的权利命令我 王燕淡淡的声音响起 引来不少人的附和 就是 我们接历练 是协助安防队 铲除恶势力 可不是去当手下的 就是历练时 也只是短暂听从你们安排 可不是代表修行者大学 是你们安防队的下属单位 我们对安防队是敬重 没想到安防队的人就这 你这样的人 根本不配进安防队 江晴骑虎南下 只能装作没听到周遭不满的声音 高校规定每月至少 要参加一次历练 这个月马上就要结束了 你错过这次 可就没机会了 江晴努力控制住自己情绪 一本正经地道 这下周围的人 就没什么意义了 毕竟确实一直没见 王燕接过历练 江晴说的也没毛病 这下江晴反而像是 在为王燕着想了 这是我的事情 就不用你操心了 王燕依旧语气冷淡 名玩不灵 你是全国高考状元 华夏最新九阶根基拥有者 就这点觉悟吗 历练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实战 魔力和提升 还是说你宁愿一辈子 躲在象牙塔里 华夏的未来 压在你这种人身上 真是可悲 江晴的话 使得空气瞬间凝固了 她已经将这件事情 上升到了家国层面 其他人都不好再发表看法了 甚至想想 还觉得她说得对 王燕似乎是有些任性了 毕竟作为华夏未来超凡强者 王燕真的 不只是代表自己一人 真可笑 我拿全国状元 还不是因为 你们这些人太菜了 你以为我想拿 还有 我王燕 不管现在还是以后 都只代表我个人 只让我自己的意愿行事 也就是说 我愿意为国为民出力 那是我自己乐意 我不乐意 谁也没资格 道德绑架我 我还要修行战检 告辞了 王燕淡淡说完 转身就要走 等等 江晴高声大喊 可王燕丝毫不见停顿 我要挑战你 江晴大喊 周遭的人 都以古怪的目光 看向江晴 居然想不通要 挑战这位阎王 早上起猛了吧 毕竟与临近的郭坚 都被这个狠人暴走 全华夏都知道 我不喜欢切磋 我喜欢杀人 王燕继续朝魔战馆走去 说话间片刻未停 算是拒绝了 场面一时间十分尴尬 好家伙 王燕根本就不给江晴 丝毫面子 哪怕江晴如今 是安防队队员的身份 江晴自己也是拎不清 以为安防队 正是队员 就多了不起 王燕可是久接根基 说句难听的 王燕出了点什么问题 炎黄散的玄天 将都要过来看一眼 确实 安防队正式队员的身份 还没资格 对王燕指指点点 不过王燕 确实也太凉薄了些 正常 优秀的人 一般都是 极具个性的 江晴目光阴逸 久接根基 觉醒在这样的人身上 真是华夏的不幸 没有半点责任感 随即江晴 看向在场的人 这次历练难度不小 安防队需要十二人 领起精一重以上的 可以找我报名 啊 领起精一重 那岂不是没有我们这些 新生什么事了吗 是啊 有哪个新生 能这么短时间 就突破到领起精的 新生入学到现在 一个月都没有 怎么可能突破到领起精 原本准备报名的新生们 听到这消息瞬间闹开了 对于新生的抱怨 江晴充耳不闻 我报名 突然甜美的声音响起 苏千月来到江晴面前 最近忙着修行 一直还没接力练 这个月快结束了 苏千月确实需要接一次历练 不然将会被扣除信誉分 见到面前这个比吴雪 都漂亮几分的女孩 江晴瞬间变换脸色 显得礼貌又绅士 请问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苏千月 江晴和煦一笑 苏千月 好名字 我记住了 欢迎加入历练 多谢 苏千月平淡地回答道 江晴看向周围的新生道 谁说新生就不能是领起敬 千月同学不就是领起敬吗 我跟你们也是同龄人 昨晚也正式突破到领起敬了 所以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吧 江晴脸上带着些许得意 啊 千月女神竟然已经突破到领起敬了 不愧是全国高考第二 这天赋 太强了 没想到江晴 居然也突破到领起敬了 不愧是安防队的 千月女神 恐怕是新生中 第一个突破到领起敬的吧 苏千月风轻云淡道 我不是第一个 王晏才是第一个 而且她已经领起敬三重了 啊 三重 这 哎 要是王晏的话 一切倒也合理了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人群的震惊 加上苏千月 帮王晏说话时 脸上的得意 江晴心中不是滋味 同时也不免惊讶 王晏 竟然已经三重了吗 不过打心底 江晴 还是觉得 就算王晏领起敬三重了 真打起来 也不一定就能胜过自己 战力狂暴的雷属性 另一边 王晏独自到了魔战馆 开始修行灵极战技 狂晏十三叠 这战技属于火属性战技 对于火属性根基修行者 有着威力加成 十三道攻击 一道强过一道 对战技练习数遍之后 王晏通过自己的权限 模拟了一个金刚镜 一众的敌人 这也是魔战馆 能模拟出来最强的敌人 看着面前这个跟自己 长得一模一样的模拟人 王晏全身燃起七彩火焰 看上去颇为奇异 面对金刚镜的敌人 王晏不敢大意 直接启动怒火焚身 毕竟是相差了太多境界 七彩流离火 代替本源火状态下的 怒火焚身 使得王晏现在成了一个 浑身燃烧着七彩火焰的流离人 哄 哄 哄 上来就是直接硬喊 十五回合后 王晏被击飞 受了些伤 伤势在流离火修复下 快速治愈着 王晏大喘着气 双目微眯 还是低估了金刚镜的强度 不知道用上玄兵 和灵级战戟能不能一战 下一秒 血色战戟出现在王晏手中 王晏躬身暴射而出 主动向模拟敌人杀去 战戟挥舞间 带出巨型七彩燕浪 一道道宫向模拟敌人 一浪高过一浪 一浪又跌一浪 模拟人每次都是用 重规重矩的方式 接下王晏的攻击 而王晏的攻击 也越来越狂暴 攻击轰杀出来的七彩 燕浪声势 一道大过一道 十三跌 到了最后 凌空的王晏一声爆喝 手中战戟猛然下压 直接激出了 一片七色流离火海 恭喜你 击败金刚镜 一重敌人 火海散去 模拟敌人随之湮灭 场中 机械播报声响起 怒火焚身家是血战戟 金灿护腕 狂焰十三叠 勉强能击败 出入金刚镜的敌人 王晏胸口 剧烈起伏着 身体承受 已燃到了极限 狂焰十三叠 越到后面的攻击 消耗灵力越多 第十三机的灵力 消耗几乎赶上了 前面的十二机 加在一起的灵力量 也就是王晏十二机的根基 带来的恐怖灵气底蕴 换其他的御灵 静修行者来 都不一定能完整 打出十三机 总归结果是好的 王晏露出欣慰微笑 领起竞机 拜金刚进 这说出去别人 估计能惊掉大牙 休息了一会 王晏离开魔战馆 出门一看居燃天 都已经黑了 突然感知到炎黄 另收到信息 王晏疑惑地 掏出炎黄令 我是灵州安防队 79小队高战 今日历练情况突变 小队落入埋伏 现被困于望山市二中 十分危急 请求附近的炎黄 将支援 二中 好像是今天江晴 那历练的任务地点啊 王晏晨阴片刻 朝二中赶去 第三十二章 犯我华夏者 杀无赦 灵州 望山市二中 此时的望山市二中 连带着一中 都被笼罩于妖物之中 二中校长刘志勇 当日值日的老师 和上课的学生 全部在操场蹲着 双手抱头 他们身边几个人 伸手的低阶 妖兽正手在一旁 时不时流露出 贪婪的神色 学生们哪见过这种世面 都觉得自己 这些人要完蛋了 个个吓得瑟瑟发抖 人群前方的杨志 刘志勇等人 皆是面色凝重 安防队和灵州 修行者大学的修行者们 感觉坚持不了多久了 这些妖怪 到底想干嘛 看着半空中 站坐一团的人类 修行者和妖族 几人偷偷地小声交流着 谁知道呢 这些妖族胆子 越来越大了 竟敢对学校下手 下午 原本只有些低级妖物出现 很快就被安防队 和灵大的学生制服 可谁知又冒出来这么多妖 刘志勇脸上阴晴不定 总感觉这次的事情 没那么简单 恐怕不是普通作乱 杨志和何金点点头 确实很反常 这次恐怕凶多吉少了 刘志勇没有说话 算是默认了 有学生开始传来小声的抽泣 我还这么年轻 我不想死啊 学生们绝望的低语 击碎了杨志等人 最后的心理防线 半空中 江晴 苏千月 还有一些安防队队员 和灵州修行者大学的学生 被妖族团团围住 形势不容乐观 碰 江晴在用雷属性战技 抵挡住一次攻击后 左手手臂挂了踩 飙升的肾上腺素 让江晴暂时忽略了痛感 只是面色凝重地 看向身旁 同样穿着安防队 战斗服的方脸男人 高队 怎么会突然多出来 这么多妖物 这样下去情况不妙啊 苏千月 一边抵挡着妖物的攻击 也面色凝重地 看向了男子 这方脸男子 灵起近七重 是人群中境界最高的人 方脸男子 闪身躲过一击 戒备着周围 小声对身边的人说道 再坚持一下 我发出去的求救信号 有人回应了 已经有颜黄 将在往这边赶来 太好了 听得方脸男子这样说 无论是安防队的人 还是灵州修行者大学来的学生 面色都稍稍缓和了些 颜黄将三个字 在华夏大地上 总能让人安心 队伍里几个灵州 修行者大学的老生 都相识一笑 没想到咱们 也有走运的时候 将并肩作战了 是啊 回去 可得吹上一年 这下说什么 也得坚持住了 小心一点 这些妖狠反常 像是在玩弄我们 他们要是认真的话 早就已经结束了 方脸男子 一边防御 一边提醒几人 众人皆是郑重点头 空中的人 艰难抵抗着 操场上的学生教师 蹲在地上 看着空中的战斗 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整个妖物内 被一股绝望弥漫着 安防队的人 和灵州修行者大学的学生 要体力不支浪 杨志望着半空语气交集 确实 此时空中人类 修行者动作 越来越迟缓 破绽越来越多 但是这些妖 就是不下死守 像在兜者玩 每一只瘦手人身的 妖兽面部 都有着四人的讥讽 就在这时 一个长着獠牙的猪脸妖怪 抓住苏千月的破绽 朝着苏千月袭去 看起来像是想要 将苏千月控制住 肥腻的猪头 眼睛里 满是银鞋之色 其他人类修行者 想要援助 但都被面前的妖兽拖住 分身乏术 刚猪 你干嘛 见猪妖动作 周围的其他妖物 竟然发出警告 我只是制服这小妞 不会坏了 银月大人的事的 眼看猪妖袭来 苏千月奋力抵挡 只是此刻 身心俱疲的他那里 还能抵抗得了 猪妖手掌 接近苏千月脖梗之际 猪眼激动不已 苏千月心中 泛起深深的无力感 没想到 运气这么好 随便接了个历练 竟然就要折在这吗 苏千月闭上眼睛 随着一声 惨烈的猪豪声 苏千月再度睁眼 身前是一个熟悉的背影 王燕 苏千月惊喜地喊了出来 连带下方的人群 也发出惊呼 王燕 杨志等人激动喊道 是王燕学长 二中的学生 抬头看着熟悉的少年 是二中的王燕 一中的学生 也认出这突然到来之人 就是前段时间风头正盛的全国状元 灵州修行者大学的学生 也都很意外 同时也很欣喜 王燕来了 就代表得救了 王燕学弟来了 他好了 王燕学弟来了 这下又救了 灵州修行者大学的修行者知道 王燕是能战胜御灵境的狠人 现场的妖物只是数量多 境界上 却还没有御灵境的出现 江青有些疑惑 王燕怎么来了 灵州修行者大学的学生 又为何一副喜出万外表情 王燕来又怎么样 王燕的出现能改变什么 现场光是 灵起进九重的妖都不下五头 没事吧 王燕歪头询问苏千月状况 没事 苏千月咬着泛白的嘴唇 答道 那猪妖不仅没成功捉住苏千月 反而被王燕折断了一只手 气急败坏 人类小子 我要生吃了你 猪妖献出原形 是一只浑身长着钢毛 獠牙射人的野猪 有一辆虎视坦克那么大 朝着王燕冲击而去 下一秒被王燕干净利落 一记鞭腿 踢到地面 砸出一个深坑 不知死活 王燕学长浩强 王燕学长太牛了 这就是全国状元吗 下方的人看到这一幕 都发出来热烈的欢呼声 笼罩在人群心间的那骨子 绝望分为一扫而光 江青满脸不可思议 这猪妖可是领起进九重 被王燕当皮球踢 想起自己还要挑战王燕 一时间面颊火辣辣的疼 在场的妖物都被突然出现的 强悍少年吓了一大跳 纷纷拉开了安全距离 保持着警惕 方脸男子愣到了现在 终于反应过来什么 对着王燕抱拳 安防队高站 参见王燕人将 他联系到的人将就叫王燕 但是眼前人实在年轻 使得他一直没敢 把王燕当成炎黄将 直到王燕展现出来绝对的实力 他才敢确定 眼前这个少年是炎黄散的人将 在场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王燕 全是炎黄将 原来王燕已经被招揽进炎黄散了 王燕学长是炎黄将 太优秀了吧 那小炎君不会就是王燕学长吧 肯定就是 王燕学长走的 就是一个地府风 只见少年举起手中 青铜令牌 炎黄散 王燕 犯我华下者 杀无赦 所有人热血沸腾 第33章 突变 不管是之前被困住的修行者 还是下方的学生老师们 都沸腾了起来 炎黄散 炎黄像 对于华下的民众来说 是能够带来希望的存在 没想到王燕学长 居然是炎黄将 这么年轻的炎黄将 王燕学长 不愧是我的偶像 看着半空那奇长的少年身影 年轻的学生们 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一个个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欢呼着 杨志 刘志勇等人也都互相对视 看到了对方眼底的震惊 好小子 已经数不清 这是他带给我们的第几次惊喜了 这么年轻 就进了炎黄散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 杨志悠悠地道 刘志勇在一旁点头 二中 真是走了天大的运了 虚弱的苏千月美眸中绽放着光彩 看向王燕 没想到你 居然已经加入了炎黄散 王燕回头微笑 已经加入了一段时间了 灵州修行者学院的学生 都不敢相信 没想到自己等人心心念念 想要见到的炎黄将 居然一直就在自己等人身边 这种感觉太不真实了 其中一人说道 难怪王燕学长从不参加历练 原来他竟是炎黄将 是高级历练 才会派遣来压阵的历练的统领者 又怎么需要当小兵呢 抱着受伤手臂的江秦 是最不敢相信 王燕是炎黄将的人 可是事实摆在这里 不得不信 这时江秦回想起了 自己在灵州修行者大学的所作所为 只感觉面颊火辣辣的痛 自己只是一个安防队 刚转正的队员 居然命令炎黄将加入历练 太可笑了 甚至还想起了资格复审时 在人群中炫耀自己 接到安防队的邀请 还当众说出自己的理想 是加入炎黄散 恐怕那时 王燕便已经受邀 加入了炎黄散了吧 那么这段时间 自己在王燕眼中 跟小丑无异 亏得自己还想着 现在与王燕的战力差距 应该不会太大 如今被现实狠狠打脸 想到这里 江秦默默地推到了人群一角 目光闪躲 不敢看向队伍最前方 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你们这些孽畜 好大的胆子 学校也敢来犯 王燕目光如电 看向周围的妖兽 目光所到之处 众多妖兽慌乱不知所措 这些妖兽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互相的眸子里 竟都开始产生了退意 很显然 那只猪妖的实力 在他们当中算是拔尖的 可是连对面这个明明 只是零起进三重的少年 一个照面都扛不住 如此恐诡异 又怎能不惧呢 王燕仅是一个眼神 就将全场妖兽震慑 所有人都觉得 今天这次应该是得救了 可谁知 这时一变突生 三道流光闪现 化作了三只妖兽 突然出现在了王燕等人 三个不同方位 一只人身鹰脸 声有羽翼 双臂环抱 鹰眼发出射人寒光 一只长着狮子头 口中森白的獠牙 看得人胆寒 一直是狐狸 嘴角微笑着 你人化的眼神 饶有兴致打量着王燕 玉灵境 而且都是五重 带得众人感知到 这三只妖兽的境界后 所有人再度陷入了绝望 这次是彻底 生不起一丝希望来 而之前被王燕震慑住的 小妖剑道 突然出现了三只妖兽后 皆是大喜 我们的妖匠大人来了 嘿嘿 这下好了 这些人类 今天一个也跑不掉了 你们炎黄伞有炎黄将 我们一样的有妖将 根据妖内部的等级划分 超凡境的妖兽 被称作妖皇 各有一方灵灵地 金刚境的妖兽 被称作妖王 多是妖皇手下的得力臂膀 而玉灵境的妖兽 被称作妖将 是妖王麾下的主要战力 难怪银月大人 特意要让我们三人前来 这小子果然有些古怪 鹰脸妖兽声音沙哑道 结结结 这小子仅仅是灵起进三重 却能轻松碾压灵起进九重的钢珠 确实不简单 狐脸妖兽 依旧饶有兴致打量着王燕 这次绝对不是普通袭击 刘志勇面容绝望 这么大量的妖兽群席 就很不正常 现在还出现三只玉灵境妖兽 同时出现袭击同一个地点 这样的事件很少会出现 杨志和合金也得是苦笑 看来还是在劫难逃 所有人都觉得 王燕在墙 可境界始终太低了 三只玉灵境妖将 彻底没有希望了 绝望的氛围中 突然有学生突然挣扎着 从抱头蹲着的人群里站起身来 我们跟他们拼了 华夏的儿女 不是脑肿 反正都是一死 我们要死得壮烈 高中生正是年轻气盛的年纪 越来越多的学生站起身来 浑身血液在沸腾 就是 我们也是觉醒者 哪怕只是翠玲静的低阶修行者 我们要跟王燕学长并肩作战 没错 就是死也要死得有尊严 能跟王燕学长 这样的绝世人物一同欲碎 何不是一件乐事 就连之前哭哭啼啼的一些女学生 也都受到了周围人的震撼 颤颤巍巍地跟着站直了身子 我们义中也没有闹肿 没错 算我一个 能跟火炎王一起死战 也算我一个 义中的学生也开始一个个直起身子来 刘志勇等人 连带着二中的老师们 看到这一幕都是热泪银矿 浑身气血上涌 这些都是我们教出来的 有骨气 有血性的孩子 华夏有这样的后背 何仇不星 同人们 何不让我们再教给孩子们最后一课 刘志勇一把将自己的眼镜扯了下来 大声高喊着 一中二中的老师们 一个接一个站了起来 这些老师都是不善于修行 转而走上曲线救国的道路做了老师 此时体内并不汹涌的灵力 也开始运转着 都已经做好了以身传教 给学生上最后一课的觉悟 哪怕这最后一课 要付出的代价 是生命 空中的人 又何尝不出动 王燕人将是我高站 见过最绝顶的天骄 我服 能跟王燕人将一同战斗 是我的荣幸 方脸的高站 安防队的行动队长 从王燕的身后 毅然来到了王燕的左边 直视着妖兽 苏千月没有说话 默默上前 站到王燕右侧 其余的人 也都纷纷接着上前 在王燕身边排开 第一次历练 就能有炎黄散的人将压阵 直了 炎黄散人 将是我同学 这辈子早直透了 得让这些畜生 掉几块肉下来才行啊 王燕 我承认我江青不如你 但是至少我从来没有耸过 江青咬着牙 颤抖地将受伤的手表放开 所有人脸上 都带着视死如归的决绝 见此 妖兽们都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压力 哪怕眼前这群人类 在自己三大御灵竞妖将的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但是却不敢丝毫 江青是一个这样的民族 因为他 所有弱小的人类 都自发地燃起来斗志 这才是这小子 最令人忌惮的地方 狐狸眼中 闪过人性化的光辉 狮子头妖兽 发出圣人的笑声 那又怎么样 正好 这样不屈的灵魂 吃起来 才最有滋味不是吗 第34章 大妖 银月 王燕曾经经经历过 三年无人问津 小透明的生活 也体会过万众瞩目 站在人群中心的感觉 可是依然会被现场的悲壮氛围 所震撼到 因为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以为自己必死了 每一个人都是发自内心 真心实意地 绽放生命的最后一物 而这一切 竟是受自己的影响 自从自己被检测 久接根基以来 王燕听到过太多自己的人声 不仅关乎自己的话 对此 他都是嗤之以鼻 王燕认为 不过是自己强罢了 自己弱小时 也不见有人这么热心 哪怕他依旧是自私的 可今天的所见所闻 却也让王燕心底有了些异样 放心吧 今天 没人会死 而这些妖 一直也跑不掉 王燕的声音淡淡响起 场中静得可怕 在场人类 都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 大言不惭 安静的环境里 鹰脸妖兽的笑声 格外的刺耳 小妖们也发出 嘻嘻啦啦的嘲笑声 莫觉 胡婉 这小子的灵魂怎么分 我可是能感觉到 他的灵魂格外美味啊 狮脸妖兽 向其他两位妖将问道 鹰脸歪歪头 平分怎么样 胡脸妖兽目光狡黠 不如谁先得手归谁 那不行 比速度 怎么比得过莫觉 我觉得 呃 狮子头的妖将话 还没说完 恶然发现 自己喉咙被死死捏住 眼前出现一个火焰人 毛子里透出惊人杀意 还给你们商量起来了是吧 冰冷的声音传来 另外两腰将瞬间拉开距离 狮子头 令所有人无比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浑身被七彩火焰缭绕的王燕 单手扣着狮子头搏梗 将对方拎在半空 动弹不得 现场温度攀升 实力低微的 在这等温度下 甚至需要全力运转 灵力抵抗 现场大部分人 对于王燕全身燃起火焰的 夸张战绩 并不陌生 可是却从未见过 这琉璃般的七彩火焰 这小子有古怪 莫爵 一起出手 全力 狐狸脸的妖将大喊 同时浑身灵力狂涌 下一秒 两只妖怪都使出了自己的最强一击 一只灵力巨化而成的黑色巨爪 和一条巨大白色虎尾 带着惊天气势向王燕袭去 所有人大惊 这便是御灵境的攻势吗 恐怖如斯 这样的攻击 打在自己等人身上 恐怕要直接灰飞烟灭 当恐怖的攻击 即将接触到王燕王时 王燕将手中体型 比自己大了两倍的 狮子头妖将举过头顶 结结实实地接下了攻击 狮子头妖将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想要惨叫 却被死死扼住喉咙 浑身颤抖 狮子头 小子 你该死 狐狸脸和鹰脸 气急败坏 他们没想到 王燕居然这么狠 咔嚓 骨头碎裂的声音 狮子头的脖梗 被生生捏碎 王燕随手一扔 狮子头妖将硕大身躯 自由落体 砸在操场上发出 巨大声响 杀戮积分加五零 你们也跑不掉 王燕的声音淡淡响起 听在两只妖耳朵里面 却如恶魔的低语 魔爵 跟他拼了 狐狸脸面露凶狠 下一秒直接显出本体 化作一只小楼高大的白狐 烈 一声嘹亮音提声响起 一只与白狐同等大小的黑鹰 赫然出现 扑腾着巨大的羽翼 卷起漫天烟尘 两只巨兽朝着王燕狂暴袭去 白狐中途一个顿身飞速退走 而黑鹰来到王燕面前 结结实实地挨了王燕惊天一拳 碰 动 黑鹰被王燕包裹着七彩琉璃火的拳头 一拳砸地射向地面 激起滔天尘土 硕大身躯浑身焦黑 冒着黑烟在地面虚弱地扑腾 仅仅只是刹那间 白狐便已经逃出几百米外 王燕一个闪身 瞬间到了白狐面前 白狐兽同肉眼可见的惊慌 只见眼前七彩燕浪闪过 白狐便被王燕一边腿踢地 射向二中操场而去 动 所有人目光呆滞地看着白狐 砸在操场之上 随后又看到 浑身包裹七彩火焰的王燕落地 对着两只巨兽各打出一拳 杀戮积分加五灵 杀戮积分加五灵 三只玉灵进五重妖将全部陨落 前后不过三分钟 妖将大人死了 大家快跑 快逃啊 这个人类太恐怖了 这个人类太强了 快跑 快逃 看着上一秒 还不可一世的三位妖将大人 转眼间便接连归西 小妖们如惊弓之鸟 仓皇四散而逃 我说了 今天一只妖都跑不掉 每一个还没跑远的小妖 伴随着惊恐的眼神 瞬间被七彩色的火焰吞噬 烧得灰都不剩 杀戮积分加二百 现场寂静的可怕 连吞咽口水的声音都听得清楚 那可是御灵静五重的妖兽啊 王燕还只是灵启静三重 王燕真的只是灵启静吗 王燕学长 击杀了御灵静五重的妖兽 这太疯狂了 这真的是人类可以做到的事情吗 王燕撤走怒火焚身 又露出了那人畜无害的清秀面庞 朝着所有人微笑 跟刚才杀戮那人判若两人 都没事吧 王燕来到杨志等人身边问道 几人摇着头 满眼震撼 有些说不出话来 你们呢 王燕又看向安防队 和灵州修行者大学的人 苏切岳在内的这些人 也都是目光呆滞的摇摇头 你们干嘛都这样看着我 王燕发现 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很古怪 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苏切岳满是不敢置信 别人是越急挑战 你越大境界挑战啊 你这家伙 到底还是人吗 高战摇晃着头 我彻底服了 江青只感觉深深的无力感 自内心生起 再多看了一眼 这风轻云淡的清秀少年 仿佛刚才的事情 都未发生过一般 这才过去多久啊 他已经跟自己 拿开了这么大的距离了吗 大家都不用死了 怎么不开心啊 见现场的气氛 依旧是很诡异 王燕善善地问道 杨志苦笑 世界观遭受了冲击 一时间没法接受 发现王燕面色突变 杨志赶紧又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吗 王燕 所有人也都疑惑地看向王燕 只见王燕缓缓转过身去 双目微眯 别躲了 出来吧 趴 趴 趴 感知不错嘛 一个长相妖异的青年男子 穿着一身白色古装 仙气飘飘 拍着手走出 我叫银月 银月的银 银月的月 男子斜笑着 妖异的兽童格外惹眼 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 这人什么时候出现的 也顾不得关注了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这绝对不是人 而是妖 现场已经开始听到 喉咙干涩的吞咽声 完全化形 它是金刚镜大妖 第三十五章 全程戒拜 炎黄散灵州分布 明亮的办公室里 正捧着古籍阅读的天都行 突然坐直了身体 放下手中古籍 取下鼻梁上的老花镜 天都行 苍老的眸子闪过锐利 下一秒天都行凭空消失 只留下桌上香炉 悠悠冒着鸟鸟青烟 在休整期的炎黄 将全部来到了炎武场上 所有人都面色凝重 严阵以待 此时炎武场的上空 一个穿着黑色古装的瘦靴男人 长着阴眼阴勾鼻 脸上带着狡诈的笑容 好大的胆子 竟敢直接到分布来 炎武场上有炎黄 将立声质问 空中人也不回答 包括夭夭在内 所有分布的人都倍感压力 因为都能感受到 空中这人的境界带来的威压 加之此人身上一些妖族的特征 也能知道 空中这人是金刚镜的大妖 就是不知道 这种平日里都见不到的妖王级别大妖 今天为什么反常地直接找到了分布来 人群中境界最高的 也就是一个御灵镜六重的帝将 面对金刚镜的妖王 又如何能没有压力 上方男子始终没有回应分布的炎黄将 甚至看都没有看上一眼 仿佛对他而言 下方这一堆跟蝼蚁没区别 对此 下方众人也只是愤怒 却也无计可施 因为贸然出手不敌就罢了 很有可能就是弱的身影下场 终于 上方男子狡诈地笑了起来 终于来了吗 顺着男子目光方向 凭空浮现一道身影 来人穿着一身老式中山装 一双布鞋 有些勾楼的背影 却使得分布所有人军心大振 天老 天老来了 天都行盯着前方的男子 看不出在想什么 莫峰 竟敢找上门来 你倒我没法杀你 天都行 声音沉稳 中气十足 哈哈 天都行 我知道你手段不俗 但是当年那一战 想必你也付出了些代价的吧 男子看上去 并不惧怕天都行 看着天都行 饶有兴致说道 更何况 今天我的任务 只是拖住你片刻 并不需要与你打生打死 天都行 苍老仅是私存片刻 便目光凛冽 看着对方道 你们想对王燕出手 下方的炎黄将们 文言也都瞬间鸣雾 妖族这是要对王燕出手 不惜派出金刚进大妖 来将灵州唯一的金刚 进天都行拦住 看样子 王燕危险了 妖妖此时 也是心急如焚 今天一大早 夜兰就离开了分部 说是要陪王燕妹妹去郊游 王燕有危险 就代表此时夜兰也很危险 心中想着 要如何给夜兰传递消息 天都行却出手了 天都行一个闪身 直接晋升黑衣男子 黑衣男子似乎也早有准备 瞬间运转灵力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我想让你更急一点 那小子那边 银月去了 那小子死定了 天都行闻言身躯 威震了一下 攻势却是依旧凌厉 右手画掌 在空中划出弧线 按向黑衣男子 看上去轻飘飘的一掌 黑衣男子 却是使出全力应对 他知道 天都行成名于太极之道 这一掌看似轻柔 实际上势不可挡 哪怕是金刚进的 自己挨上一下 也不会好受 而下方的炎黄将们 更是震惊 炎黄伞资料记载 银月可是妖族中 名头不小的一位妖王 好称最年轻金刚进大妖 妖族不是出的天才 为了杀王燕 妖族竟然派出了 金刚进妖王 真是可惜了 那小子强的离谱 要是未来真成就了超凡 说不定真能改变 人类岌岌可危的局势 确实可惜了 哎 金刚进啊 王燕再强 也是在劫难逃了 我还挺欣赏他的 真是天度英才 妖妖急切地朝着大厅 跑去 看得周遭的炎黄将们 天上的两大金刚进强者 对战所产生的冲击 使得炎武场上的炎黄 将也不得不纷纷拉开距离远观 看形势 那大妖是被天佬压着打的 不出百回合 天佬一定能拿下 那当然 天佬可是金刚进九重的强者 距超凡也仅仅是一线 若不是根基的限制 早就突破到超凡进了 对面这大妖气息 也就金刚进七重 自然不会是天佬对手 天佬打得很急 应该还是想尽快解决 去解救王燕吧 就是不知道 王燕能不能撑得住 那可是金刚进啊 怎么抗 别忘了 当初你也说他扛不住金鸣的 将攻击来着 王燕那小子确实诡异 可是面对金刚进 我觉得还是希望渺茫 一个精壮的汉子 看着两大金刚进的战斗 一边悠悠说道 从王燕人将加入炎黄散以来 我们这些人 被王燕人将惊到多少次了 希望王燕人 将能再震惊我们一次吧 此时望山市河滨公园 一片祥和景象 众多家长在老师组织下 带着孩子们在绿荫上 铺下一张张野参布 成堆的零食 玩具堆在其中 孩子们在嬉戏 追逐 不亦乐乎 所有孩子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只有一个穿着白色小裙子 扎着两个小便的小女孩 满面愁容 跟其他的小孩 仿佛置身两个世界 王小娟感觉自己内心十分不安 很担心一夜未归的哥哥 小娟 我们一起来玩呀 小娟 你怎么不开心呢 我把我的爱莎公主分你玩好不好 小娟 我们来玩公主游戏吧 察觉到王小娟异常的其他小朋友 纷纷围了过来 在王小娟身边七嘴八舌劝慰起来 看到这里的情况 老师来了走了过来 关切道 小娟 你怎么了呀 是不是不舒服 王小娟摇摇头 低垂着眼睛我没有不舒服 我只是想我哥哥了 啊 没事 老师给你哥哥打电话 幼儿园老师 拨通了报名时留下的监护人电话 宁波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老师疑惑不已 可还是安慰道 没事了小娟 你哥哥应该是有事耽搁了 说不定一回就来了 小朋友 叔叔阿姨陪你玩好不好 一些热心的家长也靠了过来 见王小娟没有家长陪伴 心生怜悯 心里觉得这小孩的哥哥太不像话了 一边也帮着安慰王小娟 人群中的王小娟突然眼前一亮 变得欣喜起立 夜懒姐姐 众人顺着王小娟视线望去 一个美得不可放物的年轻女孩出现 手上拿着些零食礼物 款款走来 笑叶如花 一些男性家长都看呆了 还是自己老婆看不下去 狠狠戳了几下才回过神来 我有没有来晚呀 夜懒来到王小娟身边俯下身 给王小娟整理额头的碎发 语气轻柔 王小娟摇摇头 拉住夜懒手臂 夜懒姐姐 我不要交友了 你带我去找我哥哥好不好 夜懒带眉微微皱起 你哥哥没来 我哥昨晚上一晚上没回家 我也不知道他去那里了 我现在感觉很不好 我担心他 夜懒瞬间感觉不对劲了 王燕这样的媚控 怎么会不来陪王小娟交友 一定是遇到了天大的麻烦 突然 沉闷悠长的安房警报声拉响 所有人都慌乱起来 华夏的安房警报 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 才会响起来 全程通报 望山市高级戒备 请各位市民 立刻赶往就近安房据点 立刻 王小娟更焦急了 心乱如麻 没事的小娟 我在 没人能伤害你 我先带你去安房据点 我再去找你哥哥 夜懒俯身安慰着王小娟 她自己也很焦急 她明白 高级戒备是什么意思 意味着有大妖来袭 所有家长和小孩 都慌乱着 要向附近安房据点撤离之际 尖锐的笑声 从四周传来 围起来 一个都不许放走 第36章 战金刚 望山市二中 击杀这只大妖 奖励杀戮 积分五百 王燕打量 对面这个身着古装的妖艺男子 眉头微皱 能感知到对方的气息 大概是在金刚进二重左右 加上妖族以肉身强悍著称 通常来说 同级别的妖战斗力 是远超人类的 所以 能否击杀对面这个大妖 王燕也没有十足把握 魔战管理 虽然击杀了金刚进的模拟敌 但模拟出来的敌人 仅是金刚进一重 而且灵制方面 始终是赶不上真正的生物的 可能是经历的大起大落次数太多 现场的其他人类 好像已经麻木了 哪怕现在出现的是金刚进的大妖 所有人表现的 都比之前三只玉灵镜妖将出现时 镇定得多 也或许是早就坦然 接受过死亡的缘故 面对如今必死的结局 也没那么怕了 你果然很强 多亏于皇 让我一定要亲自来 不然今天还真给你跑了 银月抱着手 一副天然神色 缓缓到来 并不急着出手 仿佛丝毫不觉得 王燕有机会逃掉 原来这是一开始就是冲我来的 王燕语气也没有任何波动 沉稳到令周遭人类都心惊的地步 高战后知后觉的自语 难怪这些妖物都很反常 并不急着杀我们 而这妖物对能传递出的求救信号距离 也限制在极小的范围 原来就是为了引王燕人将前来 其余人也都开始仔细回想起 这次从一开始就无比反常的袭击 也都明白了 这是一个局 是妖族针对华夏最新九阶 根基天才做的局 目的就是为了提前抹杀王燕 这位出现真容的九阶根基天才 而自己这些人 都不过是无关紧要小角色 王燕的陪葬品罢了 你比我想象中要冷静 银月依旧是饶有兴致地看着王燕 似乎还是不准备出手 王燕没有作答 反倒是其他的人类修行者 全部自发站到了王燕面前 连带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 也都纷纷来到王燕身前 王燕人将 你神通广大 这妖物你肯定有办法破除 我们挡住这畜生 你快逃吧 我相信 以王燕人将的本事 为我们报仇的时间不会太久 高占腰板挺得笔直 豪气甘云 是的王燕 快走 你的命 比我们这些人加起来还要珍贵 刘志勇也大声喊道 面色虚弱的苏千月 这一刻也势然地展开笑颜 美得惊人 王燕 唯一的遗憾是 还没去你家修行过 可惜了 王燕人将 能跟你在同一所大学 修行是我们的荣幸 你放心撤离 以我们这些人的数量 大妖也得杀一阵 哈哈 王燕学长 快走 王燕学长 我暗恋你好久了 我叫沈亿然 是一中高一二班的 希望你能记得我的名字 王燕学长 务必撞我华下 啪 啪 啪 银月再次拍起手来 嘴角挂着三分讥讽 真是感人啊 这恰恰是 你们人类最可笑的一点 总是头脑一热 做出一些自以为很伟大 实则愚蠢至极的事情 站在人群后方的王燕 心底触动 这些人不仅没有抱怨自己 害得他们陷入危机 还为自己奋不顾身 心中留过一丝暖意 不过王燕更担心的是 这些人现在一个个大意凛然地 活着出去以后 见着自己会有多射死 木火焚身 哄 滔天七彩琉璃烈焰 自王燕周身燃起 王燕整个人 如同一尊火焰中走出的君王 右手虚握 星红色嗜血战己出现 在空中挥舞几下 带起进风 左手俯过几刃 鲜血流过几身 战己发出刺目的星红金光 影视鲜血 哪怕是自己的鲜血 嗜血战己特效也开始触发 攻击增幅5% 放下左手 七彩琉璃火带来的恐怖治愈能力 已经飞速地 修复着掌心伤口 碰 一道七彩燕浪闪过 之前困着众人 只进不出的妖物 立刻被撕开一道口子 随即一道进风 将人群全部从撕开的口子先飞出去 你们在这我放不开手脚 有多远跑多远 我能对付他 从听到王燕的低喝道被送出妖物 再听到王燕的话语声 全程不到一分钟 所有人都还没反应过来 却又反抗不了这股进风 反观王燕 送走众人之后 主动冲向了营月 战役滔天 这么能装 尽当尽是吧 让我看看你多强 眼前声势射人的王燕 使得营月眼前一亮 嘴角勾起 哼哼 有趣 呛 营月衣袖一挥 挡住裹鞋七彩火焰 迎面劈来的战己 拉开身形 甩掉沾染衣袖的七彩火焰 营月有些意外 这火焰很强 但是你 太弱了 这才刚刚开始呢 第二点 哼 战己狂舞间 又是一道七彩燕浪追击而至 营月面前出现一柄银剑 抬手握住银剑随手一挥 一道银色光芒迎上 击溃七彩燕浪 力道是大了些 但是依旧弱得很 营月像是长辈点评后背一般 风轻云淡的语气里满是傲然 别着急骂 王燕再次袭击而至 腰外的人群还在疑惑之间 看到妖物内的惊天战斗 都呆住了 江青跟见了鬼一样低语 王燕到底是什么怪物 王燕人家 太强了 真的能占金刚 刘志勇苦笑 王燕这小子 真的太妖念了 高湛眼中虽然震惊 可是担忧更多 那大妖还没出权力 王燕人家还是很危险 苏千月也满眼担忧 王燕攻击强度虽强 但是距离金刚镜仍有不小差距 年幼的学生们 听到高湛和苏千月的话 焦急不已 那怎么办 王燕学长不能死啊 王燕学长战力惊人 日后晋升超凡 绝对是超凡之内无敌的存在 绝不能死 对了 炎黄伞 我们可以向炎黄伞求助 华夏各州 都有炎黄伞天将助手 是啊 我们灵州的天将 号称超凡之下第一人 只要他来了 王燕学长肯定能得救 高湛深深看了一眼妖物里的少年 叹了口气 遗憾摇摇头 没用的 另一位妖王级大妖 现在正在炎黄伞的灵州分布 啊 所有人的心 一下子量到了冰点 第37章 暴怒的王燕 高湛的话 使得众人陷入绝望 难道王燕学长 这次真的必死吗 王燕学长要是死了 一定是华夏最大的损失 哎 王燕学长 刘志勇冷静思索了片刻 看向高湛 高队长 能不能想办法 将消息通知到华夏的超凡强者 高湛再次摇摇头 华夏的几位超凡强者 除了坐镇一方外 还肩负着许多繁重的事物 他们几乎每天行程都是排满的 除非是已经危及华夏的紧急状况 不然根本不可能出现 可是王燕现在对华夏来说 不重要吗 杨志由于交集 语气带着质问 高湛无奈道 王燕人将现在展露出来的潜力 无疑是战略级的 但是对于王燕人将 高层绝对是提前有过相关商议的 我也不知道 高层为何没有做出反应 或许是超凡强者们 都低估了王燕人将的潜力吧 人群不再有声音发出 都只是 看向妖物中舞动着大脊的少年 现在 只能看这个少年 还能不能再次创造奇迹了 妖物里 哄 王燕挥出的七彩燕浪 再次被银月斩出的剑芒击溃 银月开始出现诧异的表情了 随着这小子不断的攻击 攻击强度 居然开始逐渐接近金刚镜了 他不过是领起进三重 怎么能做到这一步 身为妖族最耀眼的年轻天才 银月自问 连自己都做不到 而且 最令银月不安的是 他的内心已经在慢慢认可 王燕的强大 对于银月这种高阶强者来说 就是面对超凡 骄傲的强者之心 也不会让他产生这样的想法 而这是三级的杀神领域的效果 杀神领域无形 对手无法观察到 身处其中 却会不断受到影响 意志被一点点消磨 不能再拖下去了 点评到此结束 灵起竟能让我动真本事 你足以自傲了 银月语气依旧是狂傲的 又接下王燕一击之后说道 你好烦 打就打 逼逼赖赖的 话真多 十一碟 王燕的话 使得银月第一次眉头皱起 好小子 你是真没死过 银月第一次动怒了 王燕轻盈地 在空中带起流光 顺势挥挤 掀起滔天燕浪 向银月袭去 望月绝 笑月斩 银剑在银月手中明颤 发出皎洁光芒 随着银月剑指笔花 斩出一道半月剑芒 同时还带着尖锐的剑鸣 朝王燕斩去 妖外的人剑此俱精 大妖的这一斩 真正动用了金刚镜实力 高瞻面色凝重 这一斩下 就是金刚镜一重 也无法生还吧 江秦目光呆滞 看着那道仿佛 斩尽一切的银月剑芒 王燕学长 一定要扛住啊 王燕狂咽十一叠的强度 明显弱于银月剑芒 剑芒斩碎七彩燕浪后的鱼波 皆是打在了王燕身躯上 王燕被击退了几十米远 才止住身形 一口鲜血喷洒在嗜血战戟上 星红金芒更甚 嗜血特效提升 攻击增幅正15% 王燕感受着自己所受的伤势 星惊于七彩琉璃火 带来的肉身强度提升 同时 体内七彩琉璃般液体 立即疯狂修复伤势 王燕虽然面色苍白 但是依旧稳稳站立着 表面上有一战之力 妖物之外 传来一阵欢呼声 王燕学长扛住了 王燕学长 扛住了金刚镜的攻击 简直是奇迹 王燕学长太强了 领起静静能接住 金刚镜强者的一击 刘志勇与杨志等人对视 仅能看到对方张得老大的嘴巴 人群里一个地中海的一中教师 感觉到了信念崩塌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违反了境界学说 王燕人将 莫不是天神下凡 高战眼神狂热极了 江青只觉头皮发麻 甚至手脚都有些麻木了 妖物之中的银月 看着不远处依旧站立的少年 眼中也不满诧异神色 这是灵起静该有的肉身强度吗 哪怕只是我一击的余波 他也应该灰飞烟灭才对 他怎么还能站着 而且气息丝毫不迷 银月觉得这人类少年 已经超出自己认知了 同时 沙神领域的意志侵蚀 也已经持续一段时间 虽然表面不动声色 可银月心里已经开始觉得 眼前少年不可战胜 眼中闪过不明异味 银月恢复了一开始 从容带着讥讽的笑容 你很令人意外 不过要是 你就这点本事的话 那你可以准备死了 放心 听说你很在乎你妹妹 你妹妹那边也有人过去 说不定已经提前 去黄泉路上等你了 从王燕的资料了解 王燕急急看重自己的妹妹 银月想要以此 来引起王燕的情绪波动 自己被心虚不宁 影响的战斗 都没法使出全力 银月不服 同样也想对王燕 展开精神攻击 可是接下来 银月却在面前 这个清秀少年脸上 看到了这辈子 见过最恐怖的表情 这个从见面开始 一直没有太大 情绪波动的少年 现在犹如地狱里走出的恶鬼 王燕红了眼 怒意滔天 一直缭绕周身的七彩烈焰 狂暴了一倍之多 周围空气 变得无比燥热起来 这燥热的空气 甚至已经将妖物全部驱散 妖物外的人群 都需要运转灵力抵挡 王燕学长的战戒 突然更狂暴了 发生了什么 王燕学长 竟然还能更强 王燕学长的极限 到底在哪里 高占坚毅的眸子里 神采异役 我看到了华夏未来的战神 那大妖究竟做了什么 我认识王燕以来 从没见她这么愤怒过 苏千月面色带着疑惑 心中暗暗想到 认识王燕以来 不管发生了什么 王燕始终是那副 沉着的从容模样 如今 眼前这怒意滔天的王燕 实在是太让苏千月 感到陌生了 迎月竟然感觉 到了头皮发麻的感觉 自己的战术 不仅没有奏效 如今还让自己 感觉到了生命威胁 她实在是想不通 问题出在了哪里 更不明白 一个灵起进的人类 凭什么 强制此 十二爹 王燕在众目睽睽 下一拳打在自己胸口 王燕学长 为什么要自残 王燕学长怎么了 人群疑惑同时 迎月又恢复了 拿捏一切的笑容 她心之乱了 战术奏效了 对面的王燕自残一击 使得自己胸口塌陷 大口鲜血 覆盖战绩全身 嗜血特效再次提升 攻击增幅正25% 暴怒的王燕 倒提着嗜血战绩 一步步朝着迎月走去 老子 要堕碎你 第三十八掌 斩金刚 动 动 动 王燕如同天上降魔主 每踏出一步沉重的声响 都使得所有人 不由自主地心颤 这大妖 到底做了什么 王燕学长 怎会如此愤怒 王燕学长的气息 强得惊人 王燕对面 迎月只觉得诡异至极 惧怕 这是自己从来没有 出现过的一种情绪 更没想到 第一次出现 竟然是面对一个 灵起进三重的人类少年 嗜血战绩 在地上拖出了火花 王燕纵身一跃 用尽全身力气 打出这最强的一击 狂焰 十三叠 一片七色火海 铺天盖地 吞灭一切 朝着迎月席卷去 迎月面对如此声势的攻击 竟然愣住了片刻 她的攻击强度 进入金刚境了 甚至更强 回过神来 迎月也想使出自己的最强招式对抗 可是心底诡异之感传来 迎月觉得自己是无法战胜面前 这个人类少年的 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战胜的 哪怕自己使出最强的一击 也只是徒劳 甚至已经失去了 使出最强一击的勇气了 这一幕 诡异至极 目睹一切发生的人群 都不明白 为什么大妖会站着不动 没有任何的反抗 便被这七色火海给淹没 这是说不通的 只有王燕自己知道 这正是系统见面里的 第二个辅助战绩杀神领域的恐怖之处 作为系统给的战绩 不管是灵起镜还是金刚镜 甚至是超凡 只要在这无形领域中 带到一定时间都会丧失斗志 这诡异系统给的东西 又岂能是凡物 大妖银月被火海淹没 席卷像飘零的落叶一般 遭受着波涛的冲击 最终躺在地上之时 多处焦黑 双目无神 好像已经被打猛了 现场安静极了 落一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得见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今日所见 灵起镜三重王燕击败了金刚镜大妖 这说出去谁人敢信 直到众人都意识到这是事实 现场爆发出无与伦比的欢呼声 王燕学长 王燕学长打赢了 王燕学长 我的偶像 王燕学长是战神 哦 太好了 王燕学长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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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胜利属于我们 所有人都热泪盈眶 持己少年背影 宛若神魔 躺在地上的银月 身体白光闪过 化作了一只浑身雪白的狼 正欲顿走 突然发现自己动不了 原来是被王燕死死抓住了尾巴 银月剧烈的挣扎 也无法挣脱魔爪 少年疯狂而残忍的眼神 是银月生前见到的最后景象 随着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 众目睽睽之下 白狼被王燕剁成肉酱 目睹一切的人 只感觉脊背发凉 做完一切的王燕 没做丝毫停留 立即赶向河滨公园 已经到了极限的身体 被七彩琉璃火 再一点点修复着 王燕目光冰冷至极 小娟 你若有事 各一定途经世间所有要 所有人不明所以 王燕学长 这是去哪 王燕学长受伤了呀 应该尽快接受治疗 回过神的学生都很担心 毕竟王燕确实受伤不清 刘志勇站了出来 王燕的实力 大家都有目共睹 他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原因 大家好不容易脱险 先去附近的安防据点躲避 避免再次出现意外 一中的校长 也赞同刘志勇看法 也做出相同的决策 看着年幼的学生们 依旧担心王燕情况 高占抬手高声喊道 你们都先听两位校长的安排 先去安防据点 王燕人将那边 我们安防队会跟过去 看看究竟是何情况 华夏民众 除了最信任炎黄散之外 就是安防队了 高占的话 也成功安抚了不少人的情绪 最终才肯有序地 向附近安防队撤离 高占又看向苏千月等人 这次历练算是完成了 相关材料安防队 会提交给灵州修行者大学 接下来 诸位自行安排吧 我也去看王燕 苏千月上前一步 我们也要去看王燕同学情况 其他人也都上前一步 收回目光 高占点点头 那就一起吧 望山市 河滨公园 所有人正欲撤走之际 突然出现一群妖 将所有人围了起来 现场的家长 小孩 连带幼儿园的老师 也都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 个个被吓得脸色煞白 有不少小孩 被吓得哭了起来 被叶兰护在怀里的王小娟 睁大着眼睛 打量着这些妖 并没有像其他小孩那样害怕 大家别怕 我是炎黄散灵州分部的地匠 叶兰 有我在 大家都不会有事 叶兰从人群里站出 高举着白银令牌 家长们都认出来 叶兰手中的炎黄令 出于对炎黄散 和炎黄将的信任 都异常惊喜 炎黄像 炎黄散的地匠 我们有救了 宝贝不哭 有炎黄散的姐姐在这 这些妖伤害不了我们了 小娟的姐姐 是炎黄将 小娟好厉害 我长大也要像小娟姐姐一样 当炎黄将 杀妖怪 围着人群的妖 也被吓了一跳 华夏大地上炎黄散的威名 从来都不是自封的 而是杀出来的 听到炎黄散三个字 实力弱一点的小妖 都被吓得心惊 胆敢在华夏大地上作恶 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小孩 你们都能下手 真是畜生 叶兰是发自内心的怒了 这些小孩 都是华夏尚未成长的花朵 都是华夏的希望 这些妖竟然对幼儿园下手 已经触及到某些底线了 嘿嘿 好大的口气 你不过刚入玉林境罢了 我们三个玉林境妖将 林起境小妖若干 该死的是你吧 为首的鹤妖大声笑道 大哥 这人类女人姿色一绝 别打死 让兄弟我带回去做床床 其身旁的蛤蟆 伸出长长的舌头 舔了一圈嘴 二弟 于皇下的令 可不敢有其他心思 别总想着女人 以后有的是机会 呱 好吧 听大哥的 鹤妖点点头 小的们 大人全部杀了 娃娃都抓起来 一个都不能受伤 不能出任何差池 明白吗 明白 叶兰戴眉皱起 这些妖是想抓小孩 这些小孩有什么特殊 叶兰很快便想到了王小娟 瞬间明了 这些妖是朝着王小娟来的 你们敢 叶兰一身冷喝 灵力翻涌间 击倒一片小妖 二弟 三弟 你们上 干掉这个人类女人 贺妖一声令下 身旁的蛤蟆精和蜈蚣精杀出 与叶兰缠斗在一起 而所有人都只能寄希望于王小娟的姐姐 这位炎黄将能成功击败妖物 救出所有人 第39章 超凡智 两只境界高于叶兰的妖 二打一对付叶兰 竟然占不到一点便宜 蛤蟆精和蜈蚣精都骇然 大哥 我俩拿着人类女人没办法 快快相助 蛤蟆精大喊 贺妖明显很意外 传闻炎黄散的炎黄 将都是同境界以异敌多的存在 看来传闻不假 好 速速拿下它 免得夜长梦多 贺妖也亲自上场 贺妖加入战斗 原本能轻松应付 两人的夜兰 有些开始有了压力 不公平 三打一 这些妖太不讲武德了 三打一 还是打女人 这些妖真卑鄙 太可恶了 夜兰光洁的额头 布满细密汗珠 依旧美目坚定地 沉着应对着三只妖 将的攻势 而三只妖 将也开始汗流加倍了 三个御灵进三重 竟然久久 拿不下一个御灵一中 传回妖界老丢妖脸了 而贺妖最为着急 这次任务 是有时间限制的 必须在时间限制内 抓走所有小孩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这样要求 可那是妖皇的命令 谁敢不从 眼看时间一点点过去 贺妖越发着急 思索着怎样 才能快速解决 这言晃散的女人 终于 贺妖发现了什么 她发现 夜兰在战斗时的站位 总是会不自觉地 护着不远处的小女孩 贺妖瞳孔一亮 洋装攻击夜兰 实则是攻击王小娟 夜兰发现之时圣目 该死 贺妖手中贺惠 一般尖锐细长的 剑直曲王小娟 王小娟吓得闭上了眼睛 发现自己没受伤 王小娟睁眼看到了 夜兰的背影 左胸被腰僵的剑贯穿 鲜血顺着剑低落 夜兰姐姐 王小娟红着眼大喊 民众也都被吓到了 惊恐不已 小娟的姐姐受伤了 太卑鄙了 怎么办 现在没人能救我们了 贺妖被夜兰一掌击飞 夜兰手握着剑 退到王小娟身前 脚步虚伏 身姿摇摇欲坠 放心小娟 夜兰姐姐在 你不会有事的 我 不要 我不要夜兰姐姐受伤 你快逃夜兰姐姐 王小娟哭花了小脸 贺妖止住身形后 兴奋不已 自己的观察果然没问题 这女人果然 为就这女孩分心了 大哥 高啊 不愧是大哥 蛤蟆精和蜈蚣精共为道 妖将威武 妖将威武 小妖都纷纷呐喊起来 妖物高昂的气势 和人类低腿的气势 形成鲜明对比 贺妖破为受用 抬起手 好了 动手吧 完成任务 我们抓紧离开 是 完成你姥姥的任务 一个人类少年从天而降 一巴掌 直接将贺妖脑袋 带着血雾拍飞 嘴里还在咒骂着 现场瞬间安静极了 不管是人类还是妖 都被这骇人一目震住了 那可是玉玲镜三重的妖僵啊 这少年什么来头 哥 夜兰身边的小女孩 委屈得大喊 嗯 原来这少年 是这小女孩的哥哥 这小女孩 之前一直在找的哥哥 小娟的哥哥来了 小娟的哥哥好厉害 美之妖的脚下 诡异地燃起七色火焰 数秒时间 全场妖物 全被焚得灰都不剩 人群惊呆了 这少年 好强 夜兰一手握着胸口的剑 面容虚弱 却露出了笑容 她 果然又变强了 很多 王燕回头 急忙来到王小娟 和夜兰身前 小娟乖 哥来了 没事了 看向夜兰 王燕眼底情绪复杂 谢谢 夜兰笑了 凄美极了 语气虚弱 咱们扯平了 永远也扯不平了 王燕轻声说道 她知道 夜兰是说 世交自己出现 帮了她的事情 可是 遵从本心的出手相助 又怎么能比得上 王小娟的安危呢 哥 你一定要救救夜兰姐姐 王小娟小脸焦急 长长睫毛 还挂着泪珠 王燕靠近夜兰 握住了夜兰抓着剑的手 忍一下 夜兰闻声点头 呃 长剑拔出 夜兰忍不住一声痛苦呻吟 万幸 差一寸 就刺中心脏 说话间 王燕瞬间使用七彩琉璃火 将夜兰伤口覆盖 又将夜兰公主抱起 七彩琉璃火钻入身体 夜兰能感觉到伤口 慢慢被修复 而少年的胸膛 比火焰还暖 哥 你也受伤了 看着面色苍白 胸口大片血字的王燕 王小娟心疼极了 王燕低头温和微笑 放心小娟 哥没事 好得差不多了 真的吗 当然真的 哥什么时候骗过你 夜兰姐姐不会有事吧 肯定不会 那就好 人群都向着三人围了过来 谢谢你啊 小兄弟 谢谢你救了我们这么多人 是啊 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是炎黄散的人 将 职责所在 快去附近的安防据点吧 如今不知道 城里还有多少妖物 王燕面无表情 啊 原来是炎黄散的炎黄江 好年轻的炎黄江啊 幼儿园的老师 像是想起什么 好奇问道 冒昧问一下 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小炎君 其他人也好奇起来 这么年轻的炎黄江 这么强 诸多方面 确实能跟这段时间风头 正胜的小炎君对得上 王燕点点头 说的确实应该是我 快去安防据点吧 啊 真是小炎君 我们见到传说中的小炎君了 真的好年轻啊 我们快去附近的安防据点 不给炎黄散天麻烦 没错 快走 王燕抱着夜兰 王小娟拉着王燕衣角 怎么了哥 发现王燕突然停下来了 王小娟问道 没事 躲到歌声后 王燕面色凝重 看着远处天空上的人 是一个勾搂老者 浑身皮肤褶皱如树皮 披散的头发 有些还呈现树藤模样 尚未完全幻化 就那么远远望着 便让王燕感觉到 前所未有的危险 王燕怀中的夜兰 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虚弱的轻声道 超烦 对方正饶有兴致地看着自己 王燕眉头紧锁 全身灵力 蠢蠢欲动 如有需要 仅一个念头 便可瞬间爆发出最强状态 高湛等人才感到 也都纷纷愣在了原地 今天真的是大起大落 太多次了 而现在 众人看着远处天空上 那有些虚实难辨的人影 都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了 这尼玛 是超凡 很多人一辈子 也见不到的超凡强者 终于 对方说话了 应该是对王燕说的 人类小子 你真是强到令我震惊 第四十章 天都行赶到 远处天空上的 勾楼老者 仅一人 便压得下方 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 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王燕依旧面色沉着 语气冰冷道 看到王燕在自己的灵压之下 居然还能保持正常 老者微微地意外了一番 王燕三人之所以 能在灵压下 保持正常 都是因为 无形中展开的杀神领域 是我 老者竟回答了 你有事冲我来就好了 还让这些虾兵蟹将来抓我妹妹 好歹也是超凡 不觉得丢人 周围的人群都惊呆了 王燕真的是好大的胆子 面对超凡级的强者 不慌就算了 还敢冷嘲热讽 呵呵 对方不仅看上去并不生气 反而是轻笑了起来 我做事向来滴水不漏 要么不做 但凡出手 必须做绝 是怕复杀我的计谋不成 想用我妹妹做威胁的筹码对吧 王燕眼神锋利 直视妖族老者 老者没有回答 而是说道 你很聪明 想拖延时间等待救兵 可我不会让你如愿的 天赋妖孽 沉着冷静 只可惜 你是人类 跟我走吧 老者只是微微地伸出手 便有铺天盖地的藤蔓 朝着王燕伸展而去 就像一只无法逃脱的魔爪 所有人心惊 这妖族 超凡静如此干脆 直接出手就要如走王燕 可奈何 所有人都只能无力地 看着那漫天的藤蔓 那可是超凡静 超凡都出手了 反抗又有什么用吗 哄 仅是老者出手的瞬间 王燕浑身变 翻腾出狂躁的七色火焰 哪怕对方是超凡 王燕也不想束手就擒 奋力一搏了 无论结果如何 也能无憾 人们看着那耀眼的七色火焰 虽然知道 王燕再劫难逃 可绝境中 这少年竟还要主动出击 此等星星 令人佩服 这样的少年 若是在华夏成长起来 华夏必兴啊 藤蔓即将王燕抓住之际 一道人影 出现在了王燕的身前 是一个身穿老式中山装脚灯 不斜的老人 双手推丧间 一个巨大阴阳盾 出现在王燕面前 天老 看到来人 夜兰颇有些激动 是天将 是我们灵州的天将天都行 高占大喊 高占的喊声 让附近的所有人都知道了 来人就是镇守灵州的 炎黄散天 将天都行 一时间所有人都激动不已 天将 今天居然见到了天将 那可是镇守一周的炎黄江啊 普通人 也许一辈子都见不到 太好了 天将来了 王燕人将有救了 太好了 有人来救小娟的哥哥了 不管是大人 还是小孩 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可是人群中 也有人依旧担心着 天将只是金刚径九重 曾经据说 镇压过准超凡 可是面对真正的超凡 天将真的能救下 小炎君吗 那可是超凡啊 可是 真正的超凡 已经超脱了凡人的范畴 就算是金刚径九重 跟真正的超凡 比起来 也还是有天大的差距的 天都行 一边奋力地操控着阴阳盾 抵抗着藤蔓 一边歪过头 王燕人将 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我还担心来晚了 浑身被火焰包裹的王燕 看到眼前之人 心中感激 点头道 侥幸击杀了 妖族的金刚大妖 天都行 虽然早就猜到这个结果 可是亲自听到王燕 说出口的那一刻 依旧是非常的惊讶 居然以灵起镜 跨越了整整一个御灵镜 击杀掉了 本就体魄更强的 妖族的金刚镜大妖 这是何等恐怖的战连 好 今天我拼了这条老命 也绝不会让妖族带走你 袍狂舞 可是尽管天都行 已经使尽了权力 依旧无法阻止 藤蔓蔓延的驱使 空中妖族那老者 嘴角擒着不屑 准超凡 依旧还只是凡 果然形势非常的不妙 眼看连带着王燕 都要被藤蔓巨招捕获之时 再度出现了一个人影 人影突然地出现 带着滔天的血影 出来到天都行身旁 滔天的血影 加附在了阴阳巨盾上 勉强挡住了 藤蔓的蔓延 天都行有些意外 修罗天将 来人是一个面容白皙的青年 黑眼圈深邃 像是化着烟熏妆一般 浑身气息 深厚无比 这青年朝着天都行点头示意 又向王燕说道 小兄弟 我叫修罗 是肖战玄大人 安排在你身边保护你的 但只能在你危急时候出现 所以在学校里没出手 还请见谅 王燕虽然也有些意外 可是已经来不及 去仔细思索 只能是点头回应 能出手相助 已经很感激了 王燕说道 那好像是东部战区的天将修罗 我看过他的一场 战斗影像 被收录进了安防队巅峰 战斗基金里 高战又是激动的大喊 没想到又见到了一位天将 同样是金刚进九重 人群也开始有人认出来了来人 修罗天将 是修罗天将 这是东部战区的修罗天将 曾经一人拯救过一座城 修罗的出现 使得民众的情绪高昂了起来 所有人都激动地看着平日里 无法见到的炎黄散天将 正在合力抵御着妖族的超凡 就是不知道 两位准超凡的天将同时出手 是否能够是妖族 真正的超凡进大妖的对手呢 对于修罗的出现 空中的妖族老者也有着意外 不过很快释然 你就是华夏给这小子保障 那我只能说 你们华夏真是太愚蠢了 罢了 今日就顺手斩杀两个准超凡 让你们见识见识 真正的超凡是什么概念 收回漫天的藤蔓 老者举起手中的墓掌 森罗万象 一个无比巨大的虚影 出现在了老者身后 这虚影身着藤甲 手握巨刃 瞳孔中满是淡漠 有如天神俯视着蝼蚁一般 举起手中的巨刃 就朝天都行和修罗回去 所有人聚阵 这便是超凡吗 这一击目标不仅仅是天都行和修罗了 这一击感觉 能瞬间毁掉整个望山市 天都行和修罗皆是面色凝重 也都从这惊天一击重 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这一刻两人竟一口同声地 说出了同样的话 我自报你带他走 自报 所有修行者以自身毁灭为代价 发出超越自身实力的一击 是最后的无奈之举 不到必死的时刻 是不会使用的 于渊 你越界了 突然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 使得老者意外地偏过了头 第41章 迅蓝仙子 妖然 无尽的刚风凭空卷起 迎上了那巨大藤甲虚影的一击 剧烈的声响过后 两道人影出现在了天都行和修罗身前 一个是身材玲珑 扎着丸子头的少女 在其身旁是一个穿着青色旗袍 头发优雅盘起 身材丰满的女人 扎着丸子头的少女回头 高兴地 看向王燕和叶兰 兰姐 王燕 你们没事吧 没事 王燕和叶兰都回答道 看两人的眼神 显然都很意外 来人竟然是妖妖 而妖妖身旁的恐怖女人 竟然可以匹敌超凡 妖妖来到了叶兰身边 摸了摸王小军的脑袋 露出了可爱的虎牙 对几人说道 放心 我姑姑来了 一切都没事了 王燕和叶兰依旧是有些猛圈 这个恐怖的女人 居然是妖妖的姑姑 见过玄天江 天都行和修罗 同时朝着身前的女人朗声道 女人没有回头 不着痕迹地点点头 算是回应了 自己的一击被阻挡 妖族老者开始烦躁起来 妖然 你居然来了 旗袍女人声音轻了 还好我来了 不然你们妖族 可是成了大事了 听到了妖族老者 说出人类女人的名字 所有人都沸腾了 妖然大人 华夏六大超凡之一 而且还是唯一的 一个女性超凡强者 华夏西部地区的镇守者 迅兰仙子妖然 王燕和叶兰恍然大悟 妖妖也姓妖 原来华夏西部地区的镇守者 唯一的女性超凡强者 居然是妖妖的姑姑 难怪分部里 那群大老爷们 平常没得妖妖好脸色 可也不敢有任何怨言 原来妖妖的背景通天啊 今天真是太幸运了 不仅见到了两位天将 更是见到了 我们华夏的唯一女性 超凡强者 炎黄散的玄天 将妖然大人 迅兰仙子妖然 妖然大人好美 不愧是我们华夏的超凡强者 实力如此恐怖 人还长得极美 一时间人群被点燃 清冷的声再次响起 于渊 你的计谋已经失败了 速速离去吧 再不走 可不一定能走得掉了 哼妖族老者一身轻 你威胁我 妖然翻手一握 一柄青色长剑 出现在玉手中 青蓝剑 是妖然大人的青蓝剑 尚品临兵 不少修行者 看着女人手中的剑 满眼火热 肖战璇正在赶来 你如果觉得 我是威胁你 你大可以试试 多逗留片刻 暗夜军 王肖战璇正在赶来 一天内 居然能够同时见到 华夏的两位超凡 还是大名鼎鼎的暗夜军 王肖战璇 这辈子真是值了 谁说不是呢 灵州修行者大学的学生 激动不已 原本以为 只是一次 普普通通的历练 可谁曾想 居然已经闹到了 超凡强者露面的地步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 王燕同学 谁让人家王燕同学 有这样的实力呢 是啊 王燕同学的实力 已经值得 华夏的顶级关注 真是羡慕啊 妖族老者 愁出了片刻 最终轻哼了一声 准备离去 等等 突兀的一声响起 所有人都看向了 那个身材奇长的少年 这不合十一的声音 居然是王燕发出来的 王燕居然让超凡强者等等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王燕的胆子 也太大了吧 妖族老者顿住身形 有些诧异看向王燕 今日的仇 我王燕必报 鱼渊是吧 三年内 我必娶你狗头 少年铿锵有力的话语 在天地间响起 带着浓烈的杀意 王燕却实怒了 不仅是因为对方算计了自己 更是因为对方 竟敢对王小娟下手 已经触到了王燕逆铃 所有人只觉得 脑瓜子嗡嗡的 王燕居然敢朝超凡强者放狠话 真是疯了 三年的时间 就想斩杀超凡 哪怕是王燕 这样的天赋 想要晋升超凡 至少也得十年吧 妖族老者眼角抽搐 最终冷冷 说了一句 好小子 我在妖狱等着你 最终妖族老者离去 全城人民欢呼 大妖跑了 大妖跑了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炎黄散万岁 玄天将万岁 天将万岁 小炎君万岁 华夏万岁 整个望山市 热闹得像过节一般 于远走后 妖然收起手中长剑 朝着王燕等人走来 王燕第一次正式打量着 这位华夏女超凡 是跟夜兰一个级别的美人 而且身上有着 岁月沉淀的神秘感 有着能令人疯狂的 极品少妇气质 而清冷的面庞 又像神女般 只可远观 不容侵犯 妖然打量着王燕 你就是王燕 这一届的全国状元 对方中归是救了自己 王燕温和地笑着回应 是我 多谢妖然大人 出手相救 妖然也回忆微笑 像是淡雅的青莲般 令人舒适 灵启禁便能斩杀精 刚进打妖 你这天赋战力 是我跟肖战玄这些家伙 都不能比的 华夏的未来在你手上 王燕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侥幸而已 灵启禁能越及击杀欲 灵境或许是侥幸 可想击杀精刚进 可真是再如何侥幸 也难以做到的 你就别太谦虚了 幸好妖妖及时通知了我 不然华夏损失了 你这么个好苗子 简直是大罪过 王燕善笑着又转过头 多谢妖妖 多谢天老 还有修罗天将 妖妖又露出了 那可爱的虎牙 不用谢我 我们可是朋友 天都行笑的老脸上 满是褶皱也不用谢我 你的命 可比我这老东西之前的多 职责所在 修罗淡淡说道 事后 炎黄散灵州分布 医疗馆中 夜兰躺在病床之上 王燕和王小娟在一旁 夜兰姐姐还疼吗 王小娟心疼地问道 夜兰抬起了 右手摸了摸王小娟的脑袋 姐姐没事哦 已经不疼了 多亏了你哥哥这神奇的火焰 疗伤的功效 甚至比灵药还好 夜兰看向王燕 是你的本命火种吗 王燕正在给夜兰削着苹果 点点头 是的 她叫七彩琉璃火 夜兰点点头 虽然觉得有些熟悉 可一时间 也没有往神物那方面想 毕竟那种东西 只有传说里才有 你九阶的天赋 觉醒的本命火种 肯定是不普通的 七彩琉璃火 名字真好听 你倒是年少气盛啊 三年就想斩超凡 夜兰看着王燕 笑得好看极了 调侃道 王燕撇撇嘴 毫不在意地说道 不就是超凡吗 或许还不用三年 好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看你三年 是不是真的能将 那老木头的头砍下来 夜兰轻笑着 可是心里明白 三年斩超凡 那得是多哪 突然妖妖走了进来 来到夜兰的旁边 王燕 袁天刚 袁老找你 正在大厅等你呢 王燕有些意外 袁天刚 华夏六大超凡之一 要找自己 会什么事呢 第四十二章 密谈 炎黄散灵州分部大厅休息区 平常这里 是人最多的地方 休整期的炎黄 将都喜欢在这喝喝茶 吹吹牛 但现在一个人 也看不到 只有一个穿着行政夹克的中年 王燕从入口走近 坐到中年男子对面 男子看上去 给人一种老实忠厚的感觉 袁老 你找我 王燕坐下后问道 袁天刚看着 王燕点点头 满是欣赏神色 你修行者高考的时候 就让我无比震惊 现在 又是干出了 刷新我世界观的事情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对面这位看起来 一点架子没有的中年 可是华夏 六大超凡强者之一 华夏对外的交涉 基本是他在负责 我也就是侥幸而已 王燕礼貌回答道 哪有那么多侥幸 不过做人谦逊 是好事 像某些人一样 装最狠的逼 做事情 一点不靠谱 对了 说到这我得向你解释一下 暗中派人保护 你是我们集体商议后的决策 修罗 已经是除了我们这些人外的顶级战力了 一直活在雨衣下的雏英 是永远也无法成长为 天空的霸主的 你能明白吗 看着袁天刚真诚的目光 王燕点点头 嗯 我明白的 袁天刚像是 思索了片刻 接着说道 不过现在妖族那边 已经盯上你了 你也可以选择 跟在华夏超凡身边 保障你安全的前提下 还能在修行上 给你一些指导 我们华夏如今 有六位超凡 我和妖然你见过了 其他还有四个 不等袁天 刚介绍其他的华夏超凡强者 王燕主动打断了他 袁老 就像你说的 一直活在你们的保护中 是无法成为真正的强者的 我还是选择自己修行 袁天刚有些诧异 没想到 还有修行者能拒绝 跟在超凡强者身边 修行这等好事 可是现在王燕表现出来的潜力 已经让他有些害怕 失去这位天才少年了 如果你选择 独自修行的话 我们只能是尽量保证你的安全 像今天这类 超凡强者级别的危险 我们可以多长心眼 提前预防 可是一些御灵静静刚进的危机 我们可没法处处兼顾到位 你可要想清楚 我想清楚了 我选择独自修行 王燕坚定道 好 不愧是我华夏的天才 有种 既然你做决定了 那我也不再劝你了 袁天刚看着王燕的眼神 又多了几分自豪 突然想起什么 顿了顿 说道 这次找你 其实是有别的事情的 王燕早就做好准备了 从容笑道 袁老请说 袁天刚略做思索 是这样的 樱花国境内 发现了一处古遗迹 还处于未开放期 初步鉴定 应该是万古境的上古时期 强者留下来的 万古境 王燕有些惊讶 当今世界最高境界的强者 才是超凡境 这古遗迹 竟然是万古境的强者所留 万古境啊 那可是修行 能达到境界的天花板了 还是传说中的 实际上有史料记载的最高 也才是王剑 其中机缘得有多逆天 看袁天刚严肃的神情 就能知道 能让超凡强者 都如此严肃对待的东西 可不多 是的 天王剑 里面的东西随便一样 对于如今的修行者来说 都是至宝 最重要的是有消息传出 基本确定里面有神兵 啊 神兵 王燕十分诧异 一直以来 他以为神兵这种 七彩琉璃火级别的东西 只有自己一个人 有系统的渠道能获取 没想到这个古遗迹 竟然有神兵 这个级别的武器 在系统商城里 不打折也要卖八万 一件的呀 看着王燕的震惊模样 袁天刚眼中闪过 满意神色 接着用寻寻善诱的语气说道 其中除了明确 会有一件神兵问世之外 还有数不胜数的机缘 要是能得到万古镜强者的传承 更是不得了 袁天刚边说 边观察着王燕的反应 看到王燕 似乎很快就恢复了理智 似乎有些小小的失望 神兵确实很有吸引力 可是王燕系统商城里 只要杀戮积分够 想买几件都行 八万杀戮积分 换算下来就是十六个 超凡人头罢了 所以王燕 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神态 元老告诉我这些 是想我进入一技抢夺 王燕问道 被王燕倒出了意图的 袁天刚有些尴尬 善笑了一下 嗯 是的 王燕 却没有管太多 只是认真问出来 自己的疑惑 既然这个古一技如此重要 为何不直接集结 六个超凡强者 一起去抢了 我只是领起劲而已 啊 这个是因为古一技里 有境界限制 这好像是所以 上古时期修行者的通病 都喜欢将一技内 境界限制得很低 最丧心病狂的 甚至只容翠凌进进入 王燕表情很是诧异 还有这样 袁天刚一副 见怪不怪的表情 是啊 习惯就好了 不知道这些上古强者 到底是有什么恶趣味 难道喜欢看菜鸡护卓 那这次樱花国境内的 古一技境界 限制是什么级别呢 王燕问道 有多国组成的专家队伍 已经测试过了 进入古一技的修行者 不能超过金刚境 否则会被其中的 禁制抹杀 禁制的强度 超凡都扛不住 王燕若有所思 也就是 是只能是御灵境九重 及以下境界的修行者 才能进入 袁天刚点点头 有些无奈 是的 这么重要的事情 却交给了一群 低阶修行者去做 我们也只能干着急啊 王燕点点头 心中已经有了思索 限制金刚境以下 那自己进去 不就是乱杀吗 不仅可以拿光 其中的宝物 甚至可以杀光里面的 所有人 王燕也是明白了 为什么袁天刚会 找上自己 一直以来古一技 无论是 在那个国家发现 都是所有国家 共享探索权的 如果需要我参加的话 我不会推辞的 王燕主动表示 出自己的态度 毕竟对自己来说 也是好事 得到其中的机缘 也能帮助自己 更加快速地成长 这次的妖族袭击 使得王燕 对力量的渴望 更加强烈 必须足够强 才能保护自己 在意的人和事 有你这话 我就放心了 这次我们华夏 有六个名额 你提前占一个 其他五人后续 在全华夏公开优选 你当队长 没问题吧 袁天刚笑道 没问题 王燕回答之际 突然感觉到了 周遭的空间 被隔绝了 有些疑惑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袁天刚 隔绝空间 超凡强者的手笔 只是不知道 他为何这样做 难道是 还有什么 更隐秘的事情 要交代 第43章 圣极上品灵气法阵 王燕看着袁天刚 等待对方先开口说话 接下来要说的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真正能影响 世界格局的重中之重 听得袁天刚这样说 王燕郑重地点头 神情也跟着严肃起来 你知道我们华夏 最强的人是谁吗 袁天刚问道 王燕想想了 我只知道 是一位叫前人的修行者 超凡进九重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确实是前人前辈 前人前辈是灵气 刚复苏那个时代的修行者 活到现在已经近三百年了 王燕点点头回应 对此他并不意外 修行进学教过 修行境界提升 就是可以提高寿源上限的 像前人前辈 这样的修行者 不少大国都有 甚至妖族也存在 可是他们这些人活了这么久 也无法突破超凡进 似乎这个世界的境界上限 就是超凡一样 我们这几个超凡进 也都对这个问题探索了很久 依然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 王燕听完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古一记中 很有可能就有能解决 这个问题的关键 袁天刚正中点点头 是的 神兵等等固然关键 可是神兵拿在灵起镜手中 对我们这些超凡也够不成威胁 可是这世界 如果出现了第一个王进强者 基本就是这世界的主宰了 所以这次各国的年轻修行者 进入古一记 搜寻宝物是一方面 而更重要的 是为各国的超凡进巅峰的强者 找到突破超凡的关键 王燕伸出一口气 明白了 你是个靠谱的后辈 关于此事的重要性 我也不再多唠叨了 但是我还是要嘱咐你一下 你虽然强得令我们这些 超凡进都心惊 可是其他大国 也不知道有没有藏桌 而且古一记里 大多都有一记生灵 本身也危险重重 你战力很强 境界还是太低 一记开放前你 最好还是尽量地提升境界 好 我知道 王燕回答道 就算袁天刚不说 王燕也有这样的打算 巨谷一记开放还有多长时间 王燕问道 袁天刚比出来一根手指 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 我亲自带你们前往樱花国地检 行 那我全都清楚了 王燕画壁 空间的隔绝被撤走 那种局促感 立刻消失 袁天刚笑盈盈地起身 拍拍王燕肩膀 那此事就这样定了 一个月后见 好的 袁天刚离开后 王燕重新回到了 夜兰的病房 脑子里 还在想着古一记的事情 一个月 有着玄机的灵气法阵 不知道能不能突破 灵气境进入御灵境 若是进入古一记前 能到御灵境 真是乱杀了 见完袁老了 见到王燕回来 夜兰翘脸上擒着笑意 见完了 你感觉怎么样 王燕来到床前 我感觉全好了呀 你这本元火种 真是神奇 那可是诞生于天地间的自然神物 当然妙不可言 袁老找你说了什么 不方便给我说也没关系 但是要是让你去做什么危险的事情 还是先不要答应的好 王燕想了想 袁天刚好像也没有让自己保密 而且 古一记问世这样的事情最后 基本都是各国民众皆知的 只要不说空间封锁后 交流的内容就好了 有古一记要问世 在樱花国境内 王燕说道 夜兰一副早就料到的表情 我就知道 元老是不是让你去参与争夺 嗯 一般古一记里都危险重重 里面的一记生灵 实力一般都远超境界限制 进去基本就是玩大逃杀 你还没答应他吧 夜兰问道 我答应了 啊 干嘛这么草率 真的很危险的 王燕摊摊手 没办法 我三年 要斩超凡的豪言 都放出去了 必须抓住一切 修行资源 夜兰嘟囔道 可是说不定三年之后 别人就忘了这件事了呢 王燕看着一旁 乖巧坐着的王小娟 目光柔和 别人能忘 我忘不了 还有 那可是万古镜的遗迹 什么 万古镜 夜兰激动地从床上撑起 啊 万古镜 王燕玩味地点点头 我要参加 怎么报名啊 夜兰非常激动 万古镜的遗迹 那里面存在的机缘 很有可能进去一趟 就脱胎换骨了 而夜兰想要变强的心 也很强烈 元老说 后面会在拳华下公开优选 估计还是搞什么类台赛吧 啊 那一共几个名额 夜兰好奇问道 除了我 还有五个名额 王燕伸出手掌晃了晃 啊 快扶我起来 我要去修行室 夜兰挣扎着想要起身 你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不急这么一时的 别留下影集 王燕连忙安抚道 怎么能不急啊 第一次见你 才是翠玲一众 现在都已经领起进三重了 而且 要是我再强一些 小娟今天就不会受 那么多惊吓 夜兰悠悠地细说着 王燕看着这个认识 也没有很久的女人 不仅很关心自己 甚至能舍命救小娟 一时间心情复杂 一会后夜兰 似乎意识到什么 干咳一声 若有其事到 只有变得更强 才能更好地保护华下 静言皇将该尽的职责 做事就要起身 王燕拉住她胳膊 好了 还是先好好休息 修行急不来的 轻易的动作 加上王燕认真的神色 夜兰终于重新安分 躺了回去 还小声嘟囔着 什么嘛 明明比我还小几岁 还像长辈一样啰嗦 你好好休息吧 我带小娟先回去了 有空就来看你 王燕站起身 看向王小娟 小娟 咱们回家吧 王小娟从椅子上窜起来 夜兰姐姐要听话哦 要好好养病呦 伤没好 不要打架 夜兰笑容灿烂 好 姐姐听话 王燕带着王小娟离开 夜兰独自望着天花板 发了灰呆 挣扎着起身 想要去修行室 却发现 床边安静地 躺着一面银色小棋 伸手将银色小棋拿起来 注视片刻 夜兰青咬着嘴唇 目光悠悠 这个王燕 而王燕回到家后 则是打开了系统商城 找到了一面紫色小棋 标价一千杀戮积分 下方紫色字体赫然写着 圣级上品灵器法阵 第44章 各方的小心思 对于这次妖族袭击的意外事件 由于目击的民众过多 已经无法保密 官方干脆采取了 混淆视听的措施 一系列离谱的言论 在网上到处流传 原来 修行者高考全博状元王燕 就是小炎君 我早就猜到肯定是他 那王燕当初 就像个阎王爷一样 没想到 王燕这么厉害 这才过去多久啊 就能斩杀与灵境的妖疆了 你的消息有误 是斩杀了金刚境的大妖 我听到的怎么跟你们不一样 我听到的是说 斩了准超凡啊 不不不 是斩了妖族没公布 当作隐藏杀手锏的 真正超凡境大妖 真的吗 王燕这么厉害 真的 我亲眼所见 我当时就在二中附近看着的 哇 华夏当心啊 樱花国 下目神社 浩尔君 你听说了吧 一个头顶扎小便的老者 看向对面的年轻武士问道 年轻武士面露笑意 回前辈 我听说了 但是我认为 只是华夏的计谋 想要扰乱我们的目光 老者沉吟着没有说话 年轻武士 发出了轻笑声 反问道 前辈不会觉得临起劲 真的可以斩杀超凡吧 终于 老者开口了 华夏的人都很精明 远比你想象的难对付 越是散播出 如此荒唐的言论 越让我怀疑啊 山下前辈 您多虑了 不管对手多强 我都会将他斩于刀下 年轻武士语气 十分自信 浩尔君 你的实力我不怀疑 作为年轻一辈 第一天才 玉玲镜九重用上 你们刚本家的 秘书能匹敌金刚镜 一技之行 基本没人 是你对手 你需要小心一技生灵 多谢山下前辈提醒 我自会多加小心 老者又说道 对了 这次几大家会议决策 是让浩尔君 尽量把其他国家的 年轻天才都斩杀 削弱他们 下一代的力量 年轻武士露出自信的笑容 山下前辈放心 这一次的遗迹 是属于我们的 其他国的人 一个也别想活着出去 嗯 老者缓缓点头 美丽国 国会大厦 六人围着圆桌而坐 正在进行秘密会议 华夏新出的九阶根基 修行者能斩超凡 大家都听说了吧 说话着毛发浓密 金色的头发微卷 眼眶深邃 瞳孔呈蓝色 正擒着笑意 哈哈 其他几人相视一笑 也绷不住了 爱德华大员 这是我今年听过 最好笑的笑话 不是吗 其中一个穿着军装的 背头男子 嘴上的雪茄冒着烟 老实说 麦克将军 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 也乐坏了 对此 你们怎么看 爱德华问道 华夏那些人诡计多端 不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都不值一提 无非是为了一月后 樱花国遗迹 放出来的烟雾弹 以为我们会为此焦虑 简直太愚蠢了 众人纷纷点头 金发爱德华 又看向六人中 唯一个黑人 说道 威尔大员 令公子准备得怎么样 月昂那小子 早就等不及了 你们知道的 月昂三月前 就击败过金刚镜 一众的恶灵 这次遗迹之行 势在必得 那就好 这次遗迹 非常重要 万古强者 一定有突破 超凡的办法 这次全靠月昂的小子了 每一位超凡对此都很伤心 黑人超凡 显然对自己儿子很有信心 拍着胸脯保证 放心 我的灵兵 已经暂时交给 月昂熟悉了几月了 这次肯定万无一失 也已经煮了 其他国家的后辈 都最好永远不要 从遗迹里笑出来 听到这里 所有人都放声笑起来 而华夏此时 六位超凡 也在进行会议 我已经跟王燕谈妥了 这次他担任队长 半月之后 我们再选五个年轻一辈的 天骄加入队伍 一同探寻谷遗迹 袁天刚发言说道 他真的斩了金刚镜大腰 穿着黑金西装的肖战玄 一脸都不敢置信 袁天刚得意地笑了起来 怎么老肖 修罗你都信不过了吗 咱们华夏有这样的人才 是我华夏之福啊 肖战玄将手里的香烟 暗吸在烟灰缸里 我是不敢信啊 我在灵起金三重的时候 才勉强能杀玉玲镜的妖啊 这小子真这么离谱 看到肖战玄的吃惊模样 袁天刚更开心了 承认自己不如别人就这么难吗 你个废物 闭嘴 至少境界上他 还是不如我 肖战玄美好气道 终于有人能治这傲慢家伙了 袁天刚不仅不气 还洋洋得意 看向其他几人 你们几位都没意见吧 其他的几位华夏超凡强者 也很是惊讶于王燕的战力 也没有意义纷纷点头 袁天刚幸灾乐祸道 好 那此事就这样决定了 你们可不知道那小子的形式风格 被民众称作小燕军 这次其他国家的年轻天骄 危险啊 灵州修行者大学后山的邻居里 王燕独自一人待在房间 这次历练从头到尾 倒是获取了一千杀戮积分 先兑换一个圣级的灵气法阵吧 王燕看着系统商城里的紫色 小气自语 虽然依靠修行者高考 获得的玄级灵气法阵 王燕修行速度 已经快得令人咋舌了 但是王燕依旧不满足 他渴望力量 能碾压一切的力量 换成圣级灵气法阵后修行速度 应该会再度提升一个档次 而叶兰 王燕心里是默认自己欠了对方一条命的 因为他舍命救了自己唯一的亲人王小娟 自己本来就要换更高级的灵气法阵 将玄级的送给 他王燕并不心疼 灵力注入紫色小旗 一个紫色法阵将王燕笼罩 放入零食催动后 感受着浓郁的天地灵气 王燕心旷神怡 一刻钟后 收起紫色小旗 王燕面色惊喜 这圣级上品的灵气法阵果然不凡 仅是在灵居里 灵气浓度就比之前的玄级整体高了两倍多 这样下去 或许不要一个月就能突破灵气境了 起身走到窗台处 王燕活动着身体 拿出了炎黄令 先来点小小的报复 第45章 妖狮成灵 半个月后的一天 一个灵州货车司机 在灵州边境一处空地里 看到了密密麻麻悬挂着的无头尸体 无一例外 全部是妖族的 尸体晾着 像渔民晒鱼竿一样 普通司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立马就报了警 先来到现场的 是安防队的一名队员 这个月刚转正 第一次出情 就看到这场面 也被吓到了 喂 江队 您亲自来看看吧 这 我搞不定啊 小伙子一边打着电话 一边看着悬挂成灵的尸体 满目震撼 怎么回事 现场什么情况 电话那头传来质问 好多尸体 你平常没见过尸体吗 这也要我来 不是 江队 这不好描述 我给您录一段视频 您自己看吧 视频发过去 等待片刻后 电话那头声音再度响起 给我位置 还有目击者 一定不能让他走 不要把消息泄露出去 是 小伙 看向旁边的司机 师傅 这事情可不能到处乱说哈 我们队长马上来处理 啊 不能说啊 司机看向小伙 有些心虚 安防队的小伙子 面色难看问道 你给别人说了 司机摇摇头 没有说啊 小伙子松了口气 那就好 我只是发朋友圈了 什么 快撤回 快撤回 司机连忙掏出手机 只是消息已经一传实实传版 早就传开了 看到先到的不是自己的队长 而是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 小伙子欲哭无泪 朝阳新闻为您报道 灵州边境一空地 惊现大量无头师 极客新闻 灵州边境发现大量无头师 下面转接本台记者现场采访画面 此时这事情已经疯狂传播 引起了轩然大波 妈呀 这是在晒鱼干嘛 看得我头皮发麻呀 现场的安防队员 好像说这些全是妖啊 那我瞬间不觉得残忍了 这些可恶的妖物 真该死绝 没错 不知道是哪位大神 太解气了 这也 安防队的小伙子 焦头烂额 第一次出勤 就遇这么大的场面 他根本没法控制住的场面 终于看到远方来人 如同看到了救星 江队 来人赫然是江晴 经历过上次历练事变的安防队员 基本都被提成了小队长 此时的江晴 也跟以往不太一样了 整个人内敛很多 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 安防队的队长来了 记者们也发现了江晴的到来 一窝蜂地围了上去 您好 请问安防队对此事怎么看 安防队准备对此事如何处理 您觉得 此事是何人所为呢 好了 这事情 安防队会搜集信息 交到炎黄伞 炎黄伞定性后 自然会公布消息 现在我们要保护现场 任何媒体都不能留在这 你们走吧 激动的记者们 还想采访江晴 但是在江晴的威压下 还是离开了 安防队的小伙 一脸崇拜地看着这位 跟自己一个年纪的新队长 比出了大拇指 江队不愧是经历了那次事变的人 沉着冷静 太厉害了 江晴没有理会小伙的恭维 而是盯着这密密麻麻的尸体 陷入沉思 他有种感觉 这种事 在他印象里 有一个人真能做出来 而且真会做出来 那就是王燕 到底是不是他呢 江晴喃喃自语 江队 您这么年轻 实力又强 又沉稳 真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同龄人了 小伙子还在继续恭维 江晴愣住片刻 最优秀的同龄人吗 脑海里浮现一道挺拔的身影 同龄的人里 还有人能比他优秀吗 江晴摇摇头 摇散出走的思绪 没好气道 行了 别平了 去做事吧 哦 小伙子这才答应后 去现场取证 江晴摸着下巴 到底是不是他 妖族刚算计了他 这很有可能是他的报复行为 好一会 小伙又跑到江晴面前 江队 取证取完了 这些尸体 怎么处理 面对小伙的询问 江晴也有点拿不定主意 突然 江晴收到了一条来自安防队高层的消息 内容仅是简短的八个字 却让江晴瞬间有了些猜想 尸体不动 全部挂着 怎么说江队 怎么处理这些尸体 江晴收起手机 全部挂着 都不许动 啊 小伙有些猛了 不动 见江晴已经转身离开了 小伙也疑惑地跟了上去 江队 咱们真不管了 江晴目视着远方 心情复杂 我应该知道 是谁干的了 谁啊 小伙问道 王燕 听到这个名字 小伙激动不已 是小阎君干的 我可太崇拜小阎君了 不愧是我的偶像 妖族算计了他 这是小阎君的反击 看着身旁激动的眉飞色舞的小伙 将内心无比复杂 当初自己百般瞧不起的少年 如今实在是太耀眼了 这件事情 成了华夏所有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都在猜测是谁干的 网上各种言论都有 也已经有人开始猜到政主了 这事情是小阎君王燕干的 小阎君 兄台有什么证据吗 妖族半月前算计了王燕 这是他的报复 是有这个可能 也符合这位的刑事作风 我有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证据 快说快说 大家都去看阎黄散的官网 看看这半个月来 灵州分布完成的任务量 看看完成人 你们就懂了 随着民众开始大量涌入阎黄散的官网 人群沸腾了 半个月 八十个高级任务 七十五个射邀 完成人全是王燕 灵州分布半个月的业绩 顶了整个炎黄散 大半年的业绩了 小阎君 恐怖如斯 灵州现存任务量 比其他州少了六成 灵州现在算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小阎君威武 此时妖狱的某处经店中 身穿黄袍的妖艺男子 看着眼前的影像大怒 真是放肆 气敏杂落的声音 吓得大殿里的人类舞姬 面色发白 该死的人类小子 第四十六章 植树者王燕 大殿上方的男子怒不可遏 这是公然挑衅我 腰愚威严 于皇 为何没能杀了这小子 下方皮肤干枯 如树皮的老者 面色也不太好看 这人类小子 才是灵起进三重 竟然能杀了盈月 大殿上方的男子很震惊 不敢置信地看向老者 你说什么 盈月 死了 老者没作声 无奈点头 我们妖狱年轻一辈的第一天才 死了 盈月可不只是我们妖狱的天骄 他更是银皇的独子 鱼皇 此事 银皇出关了怎么办 面对男子的质问 老者言语间苦涩至极 我实在是没算到 灵起竟能跨越大境界 击杀金刚境 此事确实是我安排所致 银皇出关 我自当向银皇请罪 片刻后 男子 似乎开始冷静了下来 这人类小子 当真如此妖孽 那便是万万留他不得了 呵呵 这小子还扬言 三年内要娶我的首级呢 三年 从灵起竞到超凡 是人说梦 能说出如此浮夸的话 看来是个心高气傲之辈 何不借此作局 黑皇有所不知 此子虽然口气嚣张 可是做事却是沉稳很辣 这次不成 以后作局应该是行不通了 如今之际 只能等雪虎出关 直接向人类开战吧 男子点点头 竟如此吗 也罢 反正雪虎出关在即 那便再让他多活一阵吧 灵州边境的妖狮灵 咱们不能不管吧 老者沉阴片刻 此事事关妖族颜面 自然不能不管 只能是先派人 将那些妖族尸体都取回来 暂时撤走灵州境内的 略魂小妖吧 那便先如此吧 这些可恶的人类 本皇真是等不及要圈养他们了 灵州修行者大学 王燕自编号001的修行室走出 伸展着身体 浑身舒畅 灵起竞巅峰了 最多一周 应该就能突破灵起竞进入御灵境了 这些时日 除了疯狂接任务杀妖 就是在修行室修行 有圣级灵器法阵 加上修行室的加持 王燕的境界长得飞快 该去接小娟了 王燕望着王小娟幼儿园的方向自语道 上次郊游被突发状况搞砸 今天预计是要陪王小娟去游乐园玩 弥补上次遗憾的 正朝幼儿园方向走去 一道熟悉身影到了面前 王燕安静地站着 看着眼前人没有说话 眼前人竟是吴雪 也是刚从修行室里出来 看得出来自打进入修行者大学 吴雪修行是很努力的 恭喜你啊 现在是明镇华夏的小颜君 吴雪目光复杂 语气故作轻松说道 虚名对我来说一直都不重要 王燕淡淡道 吴雪有些恍惚 虚名不重要吗 所以一开始被误测了根基时也不解释 被所有人潮湿废物也不解释 这一切都是因为 他觉得虚名不重要吗 吴雪一直想问的问题 好像已经有了答案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吴雪试探地说道 问吧 尽量剪短些 我赶时间 王燕淡漠的神色和语气 让吴雪非常不识滋味 你其实是九阶根基 当时为什么要瞒着我 为什么不给我说 吴雪的手拧巴着衣角 看上去有些委屈 王燕愣住了 因为他那时候 确实是一阶根基 还没有剪到系统 又能怎么给吴雪说呢 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我还要去接小绢放学 先走了 王燕说完 静止离开 吴雪在原地驻足许久 周围一些灵州修行者 大学学生 窃窃私语 吴雪又去纠缠王燕同学了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这吴雪啊 想必肠子都毁清了吧 不过王燕同学是真绝情啊 这么漂亮的女孩 真就一点不心软 要是我啊 肯定早就原谅了 所以 你一辈子也成不了王燕 真羡慕呀 我看切月女神 对王燕同学也有意思 嘿嘿 王燕同学眼里只有 她那个妹妹王小娟 十足的魅控 吴雪听着周遭的议论声 原本落寞至极 可是听到 最后竟然眼里重新恢复了光彩 小声呢喃 是啊 她最在乎的是那个叫王小娟的小女孩 启元幼儿园门口 王燕接到王小娟 给王小娟接过书包问道 今天学了什么呀 今天学了成法 幼儿园就学成法了呀 王燕有些惊喜 心想不愧是灵州最好的幼儿园 确实是赢在起跑线上 是啊 王小娟没心没肺地回答 那个考考你 可以啊 二乘三是多少 六 不错呀 三乘三呢 是九 小娟好厉害 那七乘七呢 四十六 是四十九 跟四十六也差不多了 小娟真棒 王燕高兴地表扬王小娟 心中觉得这幼儿园 确实是比智慧幼儿园好不少 因为王燕记得 第一次上课回来 王小娟说一加一等于三来着 王小娟兴奋问道 哥 今天是不是可以去游乐园玩 可以 耶 太好了 叶兰姐姐去不去 哥不知道呀 她最近在闭关 啊 那就是不能了 王小娟兴有些失落 小娟是要去游乐园玩吗 姐姐也想去呢 带姐姐 一起好不好 一道靓丽身影出现 绝美的面旁 倾着明艳动人的笑意 周遭的环境 都因此变得明亮了几分 突然出现在两人身旁的夜兰 令得到两人都很意外 短暂意外后 王小娟扑进夜兰怀里 太好了 夜兰姐姐来了 出关了 王燕微笑着问道 夜兰点着头 从空间储藏借中 取出一面银色小旗 灵力推向王燕 是啊 多亏你的法阵 才是半个多月时间 快遇灵四重了 争夺一个遗迹名额 应该没问题了 急于提升实力 抢占一个遗迹名额 夜兰当作暂时借用了 王燕的玄疾灵器法阵 从来没有 想要站为己有的想法 她知道那东西的珍贵 王燕愿意借给她 她已经很感激了 可是看到银色小旗 又朝自己飞来 夜兰有些意外地看着王燕 这是干嘛 送你了呀 王燕说道 我不要 你拿回去吧 这东西你来使用 最能发挥它相应的价值 收着吧 什么价不价值的 就一个灵器法阵 谁是不是使 王小娟也拉着夜兰的手掌 夜兰姐姐 我哥送你就收下吧 王小娟又叫得夜兰府下身子来 抱着夜兰驳梗 说了悄悄话 不知道说了什么 竟使得夜兰 翘脸烟红一片 美得惊人 一时间咽压了天边的晚霞 王燕也好奇 王小娟说了什么 竟然能说得夜兰犹豫起来 不过王燕没有多问 只是取出了一面紫色小旗 我有这个 这下 你可以放心收下了吧 看着紫色小旗 夜兰经的红唇微张 凤眸里满是不可置信 最终才是 答应下来 心中喜自知的 两人带着王小娟 在游乐园玩到了晚上 坐在场椅上 王小娟小脸 兴奋之余有了倦意 王燕似是感应到什么 对王小娟说道 小娟 你跟夜兰姐姐在这休息一会 各离开片刻就回来 王小娟乖巧答应 你要去干嘛 夜兰狐疑地问道 王燕神秘一笑 我留在妖狮林的感应法 正有动静了 我再去多种上几颗 第47章 妖狱施压 这些日子 妖族暗中派出不少人手 来妖狮林偷尸 可都变成了更多悬挂 在妖狮林中的无头尸体 妖狮林规模越来越大 已经成为一处地标 华夏的民众有目共睹 心惊于少年的凶狠 而妖狱里 已经因此闹出过几次大的动乱了 密林中 一座由树木扭曲而成的大殿中 余渊坐于黄座之上 正愁容满面 脑海中一直浮现那日 敢于主动挑衅自己的少年身影 来自那个倔强少年的小反击 竟然让自己一个超凡强者 都不得不头疼 一个身着腾恋的青年 上前行礼 余黄 让属下去杀了那丝 赢回我族人一体 青年看上去很是气愤 事实上 妖狱中妖都对此事很气愤 气愤人类的挑衅行径 更气愤妖族高层不作为 王座上的老者摇摇头 不可 已经死了一个银月了 你认为你比银月强 青年战红了脸 属下确实比不过银月大人 但是属下不相信 就一个灵起尽的人类小子 能杀了银月大人 他一定用了卑鄙的手段 不管是何手段 他能对银月用 就不能对你用 老者声音淡淡传来 却是让下方青年无法反驳 可是余黄 现在腰郁的民众 已经对此事极度不满了 再这样下去 恐会生变啊 老者苍老的眸子幽远 干枯的纸节扣击着王座 雪虎妖王出关在即 届时妖狱便多一尊妖皇 妖狱对人类的大战即将开始 那妖狮灵有可能 已经被人类设服 这时候 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 可是 余黄 恐怕人妖大战没打起来 妖狱自己就要乱了 青年语气十分急切 想必妖狱内确实激愤严重 老者沉默良久 终是伸出了一口气 罢了 妖狱超凡出面施压 让华夏的人 交出那些妖族遗体吧 可是余黄 这样不也输了 我妖狱的威严吗 还有其他办法吗 老者看着青年质问道 超凡强者的注视 使得青年惊慌不已 连连攻身 属下一时心急 请余黄恕罪 行了 下去吧 是 青年走后 老者干枯的手掌握拳 目光阴翼 王雁 你的死期不远了 三日后 妖族超凡 向人类各国高层施压 以人妖大战为威胁 要求华夏主动 交出妖狮灵的 妖族遗体消息一发出 就在华夏 引起了轩然大波 华夏民众奔走相告 这是妖狱第一次 向人类提出交涉 几百年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真是扬眉吐气啊 妖狱也有耸的时候 一直以来 这些妖都把人类当蝼蚁 人类灵魂当作修行的养料 没想到有一天 还要来求着我们 放了那些尸体 老祖宗有眼啊 你们看到这一天了吗 这一切 都是因为灵州的小言句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华夏出现这样的麒麟 华夏当心啊 王燕二字 注定要被华夏历史所铭记 不知道高层会如何决断此事 千万不能答应 不要含了大家的心啊 而华夏的高层 也正在为此事展开讨论 你们怎么看 袁天刚问道 不干 妖崽子们 把我们当傻子 他们想要开战之时 任何理由都无法阻止 不开战 只是时机还没到罢了 萧战璇一边吞云吐雾 一边慵懒说道 其他人呢 袁天刚又看向华夏 其他超凡强者 妖然清冷声音传来 我支持萧战璇看法 我也主张不答应 通天道友 袁天刚 看向一老道 老道是镇守华夏 南部地区的玄天将 通天道人 身着青色道袍的老道 缓缓开口 修行修心 答应此事 有为本心 士空大师 袁天刚又看向 义武僧装扮的和尚 华夏北部地区镇守者 慈悲武僧 士空 我佛慈悲 那些无头师 还是留在华夏 多超度超度吧 最后 袁天刚 看向主位上 穿着老头背心的老人 老人跟市井里的普通老头 并没有太大区别 背心上 还印有劳动光荣字样 但却没人敢不尊重他 因为这不起眼的老人 就是华夏第一强者 超凡巅峰 前人 这个小家伙都敢这么做 我这老东西 有什么理由不支持 袁天刚沉吟着点头 那此事就有结果了 古一记那边 我近日 就前往灵州寻王燕 其他人选的选拔地点 就设在灵州望山市如何 听到古一记 众人都坐直了些 反正这次主要靠王燕 就设在望山市吧 方便他 肖战玄 一副没所谓神态 王燕不经选拔 直接当小队队长 现在又将选拔地点 定在王燕所在地 其他人会不会有意见 世空想了想说道 意见肯定会有 毕竟是年轻人 这事情 就交给这个叫王燕的小家伙 自己去解决吧 年轻人自有年轻人 解决问题的办法 前人悠悠说道 行 那便这样办 仅是当天下午 华夏官方立马公布 两条重要消息 第一条 将在妖师林 正式增设高级防守 无视种族 国籍的斩杀 前来作乱者 第二条 华夏将派遣六人 玉林进小队 前往樱花国探寻 即将问世古一计 队长人选拟定王燕 其余五人选拔地点 定于灵州望山市 消息已经发布 犹如重磅炸弹 不仅在华夏炸开 直接在整个世界 也掀起轩然大波 整个华夏处处张灯结彩 各种民俗表演 走上街头 都在庆祝着 这一历史性时刻 人类第一次 在妖族手上 占到了便宜 高层的效率真是高呀 当天就出公告 那是 咱们不紧不放 还直接正式不防了 妖宰子们气死了 爽死了 华夏没有一个是唠的 没想到这么快 又有古一计问世了 不过有小颜军当队长 这次一计争夺稳了 嘿嘿 小颜军当队长 其他国家的天骄可就危险了 小颜军出道不久 手上亡魂可不少 死得好 这些没骨气的 害怕人妖大战 还要帮着妖族 谴责同为人类的华夏 死了算了 全华夏热闹非凡之时 郑主王燕 刚从修行室走出 感受着浑身无与伦比的力量 嘴一脚勾起 这就是御灵径的力量吗 比灵起径强太多了 第48章 小队选拔 灵州 望山市二中 所有老实着正装 学生们都穿上志愿者马甲 每个人都面露自豪之色 这一切 只因这次的一计小队成员选拔地点 定在了二中的操场 今天的二中 向所有人开放 快快快 咱们快去抢一个靠前一点的位置 能近距离看到 华夏真正天才间的战斗 太激动了 真羡慕二中啊 咱们一中 明明操场比二中还大些 可是选拔还是放在了他们二中 还不是因为二中出了个王燕 现在王燕 在华夏的威信 只比六位超凡弱一些了 甚至在灵州 王燕的威望还要更高 可是王燕确实强 这样的人管他出在二中还是一中 只要是在我们华夏就好 是啊 前段时间王燕斩了超凡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肯定是假的呀 超凡是什么概念 我估摸着 应该是斩了玉玲镜的妖匠 消息传着传着 就成了斩杀妖皇了 确实 不过灵起镜能斩杀玉玲镜 也已经强得离谱了 反正我灵起镜三重 想杀灵起镜四重的妖都费劲 这就是普通人和天才的区别了 这次选拔 有很多年轻的玉玲镜天才参加 却没有年纪大的 玉玲镜巅峰修行者报名 就是这个原因 那些一辈子 只不玉玲镜九重的修行者 还真不一定是这些年轻 玉玲镜天才的对手 特别是炎黄散那些狠人 个个都能跃迹挑战 来了 炎黄散荆州分布的地匠顾青 玉玲镜九重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 浑身气质霸道无比 大步来到参赛席第一个位置 直接坐下 双臂环抱着 目光凛冽 顾青帝将26岁就玉玲镜九重了 是炎黄散最强地匠 华夏之前公认的第一天才 毕竟是荆州顾家的 以顾家的底蕴资源 修行想慢都难 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对王燕 直接当队长有意见 毕竟王燕静姐可是远不如他 又来一位狠人 东州修行者大学四年急于阵下 东州修行者大学 全校排位第一 玉玲镜六重 一身穿东州修行者大学校服的 清秀男子来到参赛席 看起来好像有些社恐 坐得离顾青很远 这位可是霸榜东州 修行者大学校 排位第四年的狠人 实力也是非常强劲啊 啊 炎黄散逐州分布的地匠苏千雪也来了 号称逐州双美之一的苏千雪 玉玲镜五重 长得这么美 打人一定很痛吧 是灵州修行者大学苏千月女神的姐姐 这两位女神 一个甜美 一个高冷 风格迥异 都很爱呢 一个长相跟苏千月有几分相似的女人 也来到参赛席 与苏千月的甜美不同 苏千雪面若冰霜 一副巨人千里之外的模样 每一位参加选拔的候选者出现 都引起观众一阵骚动 突然 人群再度爆发一阵更加浮躁的骚动 夜兰的家 咱们灵州的女神 夜兰地匠也来了 咱们灵州的排面 太美了 灵州第一美人 实至名归 明艳动人的夜兰 嘴角擒着浅浅笑意 款款走入 引来口哨声无数 夜兰姐姐 加油 观众洗礼 扎着小便的王小娟 兴奋地喊道 王小娟身旁的王燕 也朝夜兰微笑着点头 哥 夜兰姐姐 会赢得对不对 王小娟抱着王燕手臂 有几个她可能赢不了 但是名额应该是会拿到一个 王燕温和说道 那就是会有很多人赢 夜兰姐姐也是其中一个 王小娟一副明了模样 王燕点点头 嗯 小娟真聪明 那就好 只要是夜兰姐姐赢就好了 王小娟没心没肺地笑着说道 元老来了 超凡强者 操场的高台之上 元天刚凭空浮现 忠厚老实的模样 加上深不可测的气息 让所有人都有种心安的感觉 现场的欢呼声不断 华夏的六位超凡强者 就是华夏民众的主心骨 任何时候 这六位都能带给民众极大的安全感 元天刚微微抬起手 现场跟着安静了下来 元天刚笑呵呵说道 各位华夏的兄弟姐妹们 尚无好 今天很荣幸来到灵州 主持这次的一季小队队员选拔 大家都知道 每次的骨一季争夺 对于各国来说都很重要 所以 小队每一位队员都要精心挑选 这是对华夏负责 同时一季危险重重 也是对小队成员负责 这次除了王燕之外 还要挑选出五位小队队员一同前往 挑选规则如下 报名的修行者 全部进入操场空间 最后还留在空间的无人 成为小队的五位成员人选 有人有意义吗 元天刚环视场中 所有观众也在观察着场中情况 众目睽睽之下 顾青站了起来 顾青 你有意义 元天刚问道 回元老 对选拔规则我没有意义 要选最强的五人 就该如此 我是对队长人选有意义 顾青面对元天刚不卑不亢 骨子里的傲气显露无遗 顾青的话 也使得所有人表情精彩起来 顾青帝将 果然不服王燕啊 也是 顾青帝将一直是公认的 华夏年轻一辈第一天才 怎么可能甘心被他人统帅 而且顾青的将实力极强 曾经可是 力敌过金刚进一重妖王五十回合而不败 那可是妖王啊 顾青的将担任阎皇将多年 无论实力还是经验来说 顾青的将来当这个队长都更合适 可是王燕毕竟是九节根基 华夏未来的主心骨之一 虽然是后起之秀 可也站立惊人了 这一山不容二虎 不知道最终如何处理啊 元天刚有些意外 但也没那么意外 慈悲武僧的顾虑果然是出现了 按照前人前辈的话 元天刚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了观众席的一位清秀少年 顾青也看向了这位少年 眼神锋利 浑身弥漫着战役 所有人顺着元天刚和顾青的视线看去 都认出来这位少年 小颜君 王燕 第49章 一拳金四座 面对着所有人的注视 王燕居然不慌不忙 看上去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 顾青看着王燕 那次事变他也是听说了的 但是他并不相信所谓的王燕 斩杀妖王的事情 因为他太明白 灵启禁跟金刚禁之间的差距了 他认为应该是修罗天将 出现斩了妖族的妖王 而为了给这位华夏未来的超凡强者培养威望 把最后说是王燕自己杀的 他认为真相只能是这样 毕竟连他自己都无法斩杀金刚禁 只能做到短时间的应付 我不可能认比我弱的人当队长 只要你能展现跟我同等的实力 我都能接受听你调解 听说你最近也风头正起 也杀了不少强力的妖 切磋一下 顾青目光挑衅地看着王燕说道 看着阵势 王燕也看出来了 袁天刚这是想让自己解决 有些犹豫 王燕犹豫的神情被所有人看在眼里 甚至袁天刚都有些不解 心中暗道 这一点也不像这小子一贯的作风啊 连夜兰都有些疑惑了 看热闹的观众也发出了疑惑 小燕君这是怕了吗 难道说前段时间的传闻有假 也是正常的 小燕君毕竟是只是灵起境 而顾青帝江已经成名已久了 是公认的年轻一辈第一天骄 小燕君对顾青的江认输并不丢人 确实 都是我华夏的天骄 也没必要非要争个你死我活 假以时日 小燕君必定能超越顾青 可是现在嘛 可能有些勉强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 王燕会如何答复 还是算了吧 王燕说道 虽然早已经想到了 可亲口听到王燕这样说出来 所有人还是有些遗憾的 小燕君终究是年轻了 吃了时间上的亏 顾青的江的压迫感 确实是很足啊 压得小燕君不得不低头 可是如此的话 这队长人选不怕顾青的 江不会答应的 是啊 毕竟顾青的江自己都已经表示 不能接受比自己弱的人当队长 袁天刚此时疑惑至极 这小子到底在干啥 叶兰也十分地看不懂 顾青一开始 脸上只是傲然 可是如今多了几分不屑 传闻果然有假 而王燕 这所谓的小燕君 也没有被吹嘘得那么厉害 真相果然被自己猜到 而顾青从来都瞧不上这种弄虚作假 孤名钓鱼之人 呵呵 顾青发出极其不屑的轻笑声 罢了 既然我们九阶的天才耸了 那我也不勉强你了 只是想提醒一下 我们所谓华夏的未来 不是所有人都会陪你玩过家家的游戏 所有人都明白 顾青的话是什么意思 都露出了满脸的无奈 顾青地匠实在是太锋芒毕露了 这样无疑是当众打小燕君的脸啊 是啊 小燕君都认怂了 顾青的江 还是不肯留有余地吗 非要闹江吗 这么说你很想打 王燕的声音淡淡响起 顾青有些意外 笑容带着玩味 就是想试一试 所谓小燕君的实力而已 观众都惊了 小燕君还是忍不下这口气吗 果然是年少气盛了 王燕一副毫不在意的表情 可若是打了 这一击 你可就去不了了 所有人面色精彩 原来小燕君不想跟顾青的江打 是怕将顾青帝将打伤之后 顾青的江便无力 再参加这次选拔了 小燕君 狂 原来小燕君说 算了是这个意思 原来是担心顾青的江受伤 我就说嘛 小燕君怎么可能认怂 这样才说得通啊 没错 按小燕君一贯的作风来说 是不可能会认怂的 担心顾青的江倒是极有可能 因为小燕君每次的对手不是死了 也跟死了差不多了 不然 你以为小燕君的称号怎么来的 顾青十分的意外 浓眉冷冷的竖起 他什么时候被人如此小看过 好好 这话 我也想说 你要是输了 这次一技之行 队长便由我来代劳吧 顾青竟然率先进入了操场空间 操场空间已经被原天刚加持 金刚径以下的级别的战斗 基本不会对超凡强者所控制的空间 造成任何影响 顾青战意滔天 王燕在众目睽睽中起身一跃 来到也进入空间之中 来到顾青的对面 直视着对方神情弹幕 所有人都激动了起来 这几乎是华夏最强的两位年轻天骄的 之间的战斗了 一定相当的精彩 快开录像 这一场战斗 值得我们回去反复仔细地观摩 今天真是来队了 开场就这么的精彩 不知道他们谁会赢呢 两个人都很狂 但我觉得 可能还是顾青的将赢面更多 毕竟顾青帝将境界更高 而且经验也更老道 确实 小颜军还是太年轻了 天资已经是不容置疑 可是终究少了一些战斗经验 不过小颜军的威名 都是杀出来的 实力自然不会弱 顾青帝将想要赢 可能也得施展一些手段才行 参赛席上的 其他州所来的人 也都兴致盎然地 看着场中两人 实际上 对于王燕不参加选拔 就直接被定为队长之事 这些人多多少少 也都是不服的 毕竟他们都是各个州 真正的天骄 在他们的成长轨迹当中 一路走来 还未曾遇到过敌手 谁都不会觉得自己 会比王燕差 但是这些人中最强的顾青 最先出头了 其他人也就只能看看热闹了 我可不会留守 顾青浑身气势狂勇 没事 我会留守的 王燕淡淡道 好小子 顾青真正地怒了 战斗开始了 所有人激动不已 就在所有人以为 这回是一场 酣畅淋漓的战斗时 令所有人 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了 王燕简简单单一拳 就把顾青砸飞 晕死在地上 观众都猛了 这什么情况 王燕拍拍手 重新回到观众席 哥 你好好厉害 王小娟小脸激动 王燕得意一笑 那当然 也不看看是谁的哥哥 对于战胜一个顾青 王燕并没有觉得多了不起 毕竟如今 他已经是御灵镜 而同境界的敌人 对他来说 从来都算不上敌人 可是王燕毫不在意的一拳 却给了在场 所有人深深的震撼 第五十章 妖黄的密谋 所有人都无比的震惊 喉咙干涩 顾青的将这下 还真是没法参与选拔了 顾青的将 居然连小炎君一拳都接不住 而且 这一拳看上去也太轻松了些 甚至王燕都没有用上 他的火神降临战计 真是草了 小炎君 怎么能这么强 小炎君好像已经御灵镜了 这才是真正的同阶无敌啊 人群开始爆发出剧烈的欢呼声 这就是咱们灵州的小炎君 从此以后 华夏年轻一辈的第一天交非王燕莫属 真是咱们灵州的骄傲啊 为正选拔的公平性 这次选拔的现场 可是实施全国直播的 这个网络都快瘫痪了 我都没看清 请问这是一拳超人吗 打得认真一拳 还是普通拳 离谱啊 这就是九阶根基的压迫感吗 简直太强了吧 坏消息是 顾清帝将没法参加古一季争夺了 好消息是 这次队长强的变态 不愧是一手造就妖师林的狠人 一个字 猛 我没记错这家伙 高考的时候才翠零二重吧 这就御灵镜了 有人开挂 怎么玩 华夏有这样的天才少年 真是天佑华夏 这一刻 王燕在华夏的人气 已经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 参赛席上的其他周天骄 也难以置信 这顾清 哪怕是 他们这些人队上 就是用尽的权力 也是输得多 可这王燕 仅仅是轻描淡写的一拳 就直接把顾清 打得丧射战斗能力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妖念啊 难怪王燕会被高层 直接定为小队的队长 这下 他们是真的服了 夜兰为王燕高兴之时 美目复杂 她知道 王燕有圣级灵气法阵 也知道王燕是九阶根基 所以便也知道 王燕修行速度定是极快的 可却也想不到 这短短十日 王燕就已经突破到了御灵境了 一时间百感交集 袁天刚忍不住的眼皮直跳 这小子 居然御灵境了 这才多久啊 袁天刚越来越怀疑 自己的九阶根基 到底是不是假的 为什么王燕的九阶根基 不管展现出来的战力 还是修行速度 都是她无法企及的 袁天刚看向王燕的眼神 越发像看一个怪物 许久之后 因为王燕带来的震撼 才被人群消化 袁天刚轻了轻嗓子 可还有谁对队长人选有意义吗 现场鸦雀无声 就这 谁还敢有意义啊 连人家一拳都接不下 袁天刚满一点头 那对选拔方式呢 又是一阵安静 好 既然都没有意义 那么选拔开始吧 袁天刚宣布后 自华夏十四周 来的年轻天骄 都进入操场空间 现场氛围再度火热起来 不过有了前面王燕的出手 再看这些人之间的战斗 就没那么震撼了 最终从50人中选出了5个 作为小队的其他队员 分别是 炎黄散逐州分布苏千雪 炎黄散灵州分布夜蓝 炎黄散川州分布古蓝天 东州修行者大学的余震夏 灵州修行者大学郭坚 操场空间里 凭借着强悍防御的郭坚 竟然也站到了最后 郭坚一脸庆幸 要不是顾卿做死自己 招惹王燕 被打得失去战斗能力 这小队名额也轮不到自己 心中对王燕的敬畏又多几分 加上上次被王燕暴揍的经历 郭坚说什么 也不敢再招惹这个 看上去人畜无害的清秀少年了 郭坚抹去额头汗珠 脸上浮现欣慰笑容 万古尽强者的遗迹啊 里面的机缘一定通天 运气好 这一趟回来必定是智的飞跃 好了 那么至此 一季探寻小队人选已经齐了 公告官方下午就会发出 另外 请几位小队成员都好好准备 三日后出发 主席台上 袁天刚高声宣布 王燕在内的六人纷纷应道 是 袁天刚满一点点头 凭空消失 王燕牵着王小娟 叶兰朝两人走来 翘脸上挂着明念动人的笑容 恭喜啊 成功拿到名额 王燕微笑道 我费尽力气 才拿到一个名额 你就直接是队长了 跟你还是比不了啊 叶兰如是说着 一边宠密地捏了捏往小娟小脸 你别老跟我扁 容易到心破碎的 王燕善笑着挠头 她说的心里话 自己有这系统帮助 要是还能被同龄人赶上 那不是废物是什么 叶兰没好气道 你会不会说话 我爱说实话 王燕目光狡黠道 哼 这次一技之行 还请队长多多关照咯 叶兰眼含深意地看着王燕 模样甚是勾人 腰郁 黄金殿 反了 这些卑微的人类反了 身穿黄袍的妖艺男子 愤怒极了 现在就向人类开战 于渊面色也算不得太好 该死华夏 竟敢拒绝我们的交涉 还主动在妖师林正式设防 简直就是 在打我们妖狱的脸 男子大手一挥 召其各位妖皇 开战 于渊沉阴片刻说道 黑衣黄三思 雪虎出关在即了 先让他们得意一阵 等雪虎出关再正式开战 迎面更大 可 本皇咽不下这口气 男子拳头落在黄金椅上 发出剧烈声响 于渊想了想 黑皇 那人类小子可以报复 我们同样可以示意报复 男子看向老者 哦 怎么个报复法 于皇说来听听 妖族探子来报 近日樱花国有一计即将问世 人类各国都派出最精英的小队去争夺 而这个人类小子 正滑下派遣小队的队长 于渊眼中带有深意 男子眼中也露出凶光 于皇 这次我俩亲自去拿这小子 把他皮包了 挂在妖狱边境室上 于渊点点头 这次我们一同出手 他插翅也难逃 不过这次各国都会有一名超凡带队 我们须等一计争夺结束 单独拦截华夏的队伍 运气好 还能收获古一记里的宝贝 男子妖一面旁上 终于露出残忍的笑容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 第五十一章 出发 回到家中 王小娟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第一时间打开电视看小帅 小美 小卡拉米 王燕察觉到了王小娟的情绪低落 温和问道 怎么了小娟 不舒服吗 王小娟摇摇头 没有不舒服 哥要出国对不对 原来王小娟是因为自己 即将前往樱花国 而情绪低落 王燕轻柔地揉了揉王小娟小脑袋 是啊 哥要去樱花国呢 回来给小娟带樱花国的特产 和玩具好不好 王小娟没有回答 眼瞼低垂 哥 你又是要去打架对不对 王燕愣住了片刻 耐心向王小娟解释 是啊 去一个地方 跟其他国家的人打架 墙里面的宝贝 里面的宝贝 能让哥变得更强 才能更好地保护小娟呀 王小娟抬起头看着王燕 灵动的眼睛里 满是心疼 可是 哥 我也想帮你 我不想你这么累 每次都很危险 小娟乖 你还小 等你长大了再帮哥 放心了 不用担心 你哥我是最强的 可是 你上次就受伤了 王燕心想王小娟说的应该是 上次在二中受的伤 那是我自己打的自己 那些妖可没伤到我 啊 哥你为什么要自己打自己 王小娟很是疑惑 毕竟上次王燕到来之时 胸口大片血渍 看上去就是不轻的伤 因为哥的嗜血占戟 吞噬鲜血 就能变强 当时那妖说 你被围困在河滨公园 哥一时心急 就想拿出最强状态 直接秒了他 所以自残的 不然才没有妖能伤害到哥 王燕吹嘘着 王小娟却却高兴不起来 王燕低下头 注意到之后 蹲下来 给王小娟整理着衣领子 轻声道 小娟 哥想要变强 就是要让那天那样的事情 以后再也不会发生 你相不相信哥能做到 你相不相信 哥能强到天下无敌 王小娟注视着 王燕温柔的眼睛 点点头 当然相信 我哥最厉害了 我哥是无所不能的 这就对了 哥很快就会回来的 这段时间 你先跟妖妖姐姐待在一起好不好 好 但是哥你得答应我不能受伤 没问题 哥答应你 三日后 王燕自学校修行室走出 浑身气息内敛 整个人容光焕发 状态接近巅峰 郭坚也刚好 从002号修行室窜出来 看到了王燕 学 队长 王燕饶有兴致地看着 有些磕巴的郭坚 跟当初天极决斗场 嚣张模样相比起来 简直判若两人 郭坚学长 叫我王燕就行 郭坚连连摆手 不行不行 这次你是队长 不能乱了称呼 倒是你 叫我郭坚就行了 行吧 王燕回应道 那个 谢谢你啊 不然这次一计 就没我啥事了 文若书生模样的 郭坚有些憨厚的挠挠头说道 不用谢我 真该谢的是顾亲 郭坚自然知道 王燕是说 顾亲自己做死的意思 还是很真诚地说道 谢谢 见此 王燕也不再调侃 点点头 忽然一阵相风袭来 吴雪来到了两人面前 郭坚一副很懂得神色 队长 我在前面等你 不妨爱你 王燕目光微眯 这个女人 又想干嘛 这次你代表着华夏 加油啊 吴雪脸上带着微笑 换一个人来 可能已经春心荡漾了 但王燕 只是平淡道 我会尽力而为 对于王燕的冷淡 吴雪似乎丝毫没受影响 继续笑着说道 你要去樱花国不少十日 你妹妹就没人照顾了 让你妹妹住我家怎么样 我一定会帮你好好照顾她的 我给我爸妈说了这事 我妈妈可高兴了 说小时候不仅抱过你 还抱过你妹妹 兴奋地准备食材 要给她做江州菜吃 吴雪小心地 打量着王燕的神色 好有心灵了 我妹妹我已经有安排了 回去带我向伯父伯母 转告谢意 有机会 我会带着我妹妹上门拜访 说完 王燕朝着锅间走去 吴雪愣在原地 王燕极其客套的话术 让吴雪无比失落 说是有机会上门拜访 可她知道就是永远也不会去 这么快啊队长 太不懂连香西域了 又想挨揍 我闭嘴 王燕跟郭坚才走出一小段 灵州修行者大学的学生 自发地围了上来 看起来是已经等了好久了 看人数 几乎是全校的学生都来了 王燕人将 郭坚学长 我们来为你们送行 你们是我们灵大的天教 我们为你们自豪 一定要打出我们灵大的名声啊 人群里外 像一些的学生热情地说道 看着这么多自发 前来送行的同学 不管是王燕 还是郭坚的 颇有些触动 苏千月也在 脸上 依旧是那熟悉的甜美笑容 看着王燕 加油啊 王燕 再一记可以的话 帮我照顾一下我姐 她一向要强 喜欢死撑 王燕回忆微笑 我会的 王燕和郭坚两人准备离开 灵州修行者大学的学生 都在原地大喊 王燕人将 郭坚学长 撞我华下 两人大步走起 头也未回得白白手 都回去吧 交给我们 王燕接上王小娟后 同郭坚一起 来到炎黄散 灵州分部 见到了 早已经在等候着的夜兰 苏千雪 与镇下等人 王燕将王小娟 托付给夭夭 夭夭救过自己 是王燕信得过的人 又有超凡强者 夭然的关系在 王小娟的安全 也能得到保障 袁天刚凭空浮现 笑呵呵地看着众人 都到齐了 齐了 小队队员 纷纷回应 那咱们出发 各位天骄 务必让其他国家的人感受 的压迫感 分部里修整中的一些炎黄 将略带玩笑的口吻 大喊着 袁天刚笑容自信 放心 这次直接把他们压爆 哈哈 哈哈 分部里的汉子们 也传来豪迈的笑声回应 樱花国 神川氏 樱花国的民众 看着天空中 往来的各色流光 很是热闹 各国的队伍 都来了呢 这次不知道 哪国将获益最大 肯定是我们 刚本家的浩尔大人出马 必定横扫各国天骄 第52章 击鼓掘力 樱花国 一座古老建筑之中 一身着武士服的老者 头发花白 身边恭敬地 站着一个长相猥琐的 中年男子 刚本家主 接待会 全球直播 真的没问题吗 中年男子问道 只是一个接待会 并不涉及机密集的内容 全球直播没问题的 那家主安排的那事 也没问题吗 男子语气 试探问道 那又有什么问题 我们樱花国上午 接待会有武力节目住信 是我们的特色 男子有些额头冒汗 他清楚地知道 那节目 绝对不是用来住信的 而是用来 让樱花国出风头 或者说 用来让刚本家的 邵家主 刚本浩二 在全球出风头的 刚本家主 确定我们要在全球面前 压过美丽国的风头吗 男子小心问道 真把自己 当成别人的忠犬了 你们这些人 让武士精神蒙秀 让樱花国蒙秀 如今 人妖冲突尖锐 每一个国家 对战局都很重要 美丽国也不敢怎么样的 去做事吧 出事情 由我担着 老者有些不耐烦 与其稍显僵硬 是 刚本家主 男子恭敬地 向老者鞠了个90度的躬 然后离开 樱花国神川市 国际会议中心 各国前来的一季 探寻小队 都被安排在了 这里进行接待 所谓的国际友好交流会晤 各国的队伍 坐在各自席位 中间场地 着装艳丽的一季表演着 樱花味浓厚的舞蹈 与此同时 全球各国都惊奇地发现 这一场接待会 居然在进行全球直播 华夏席位里 众人也发现了现场 正在全球直播 樱花国葫芦里 卖的什么样 只是一个接待会 有什么必要 全球直播 于阵下表情厌恶 其他人都没有说话 各自在自己的思考中 袁天刚眉头微微地皱起 这些家伙 肯定没别好屁 见机形式吧 樱花国自己的席位 扎着小便的 老头听完身边人小声的耳语 后面色微微变了一下 浩尔君 刚本家主的安排你提前知道 老者看向身旁 一脸傲气的年轻武士 小声问道 怎么 山下前辈 家父没有告知您 年轻武士疑惑道 老者叹了口气 刚本家主 并没有提前跟我商议 怎么了 前辈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只是会晤之余 切磋武力 我没意见 但是全球直播落了小道 失了帝国的格局 年轻武士 神色微变 我会在全球人类面前 重铸帝国荣光 老者微微摇了摇头 把视线 投向了华夏队伍里的王燕 仔细打量着 这少年 就是华夏 相传斩过超凡之人 玉林静一众 并不算强 绝不可能斩杀超凡 华夏 为何要混淆视听 难道他身上有着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王燕的视线偏移过来 刚好跟老者视线对上 对视了数秒 两人皆是面无表情 像是什么 也没有发生一般 老者无比的心惊 这少年 是到现在为止 第一个跟自己 对事儿没有任何情绪 波动的年轻一辈 自己可是超凡境 又修有童术 虽然没有催动 可是也不是一个 玉林静小子 能对视的 至少樱花国年轻一辈 第一天才 刚本浩二都是 绝对不敢跟自己对视的 而自己 绝对没有感觉错 对面这个少年 完全把自己 当做了普通人 一般看待 浩二军 一定要小心 华夏队伍里 那个清秀的少年 老者清语 刚本浩二 顺着老者目光看去 看到了安静 坐在人群里的王爷 眼睛眯起 就是那个 能斩超凡的 华夏少年 山下前辈放心 我会注意他 出于对超凡强者的尊敬 刚本浩二答应道 实际上 他并不认为 一个出入玉林静的少年 能对自己一个 玉林静巅峰强者 构成什么威胁 这次接待会 在全球迅速地 引起火爆关注 全球无数双眼睛 正在关注此地 华夏的民众 也在关注着 我看到小颜君了 还有夜来女神 千雪女神 这些樱花佬 到底想干什么 不知道 但是肯定没按什么好心 这些樱花佬 最会恶心人 美丽国的席位上 所作之人 都身材高大 为首的黑人男子 眼神锋利地 看向樱花国老者 夏木山下 接待会而已 全球直播 是不是太隆重了 面对黑人男子的质问 老者挤出笑脸 威尔大员 各国有人 来到我樱花国 让我们倍感荣幸 这是向全球各国的朋友 证明我们樱花国的好客 更证明了樱花国 对各位的重视 最好是这样 黑人鼻孔哼气 脸上的笑容危险 小声对身旁白色脏变的 年轻黑人不屑说道 这些矮娇狗 太久 没让他们吃苦头了 是的父亲 樱花国太久 没有敲打了 有些飘飘然了 约昂 华夏的那个少年 前段时间 传出斩了超凡 威尔朝自己儿子 向着华夏阵营里的王燕 示意了一下 话说出口 他自己都差点没有绷住 玉玲镜一众 太弱了 应该就是 华夏放出的烟雾弹 约昂仅仅只是看了王燕一眼 就移开了视线 这样的反应 在现场各国的阵营中 不断上演 基本在见到王燕本人后 都是笑容玩味 舞蹈结束 接待会的主持站了出来 各位远道而来的贵宾们 众所周知 我们樱花国上午 所以请让我隆重介绍 下面一个助兴节目 是我们聚会 都会有的传统节目 击鼓角力 所有人注意 都被主持人吸引 但也没人捧场 冷眼旁观着 所有人都知道 樱花国打的小算盘 要开始了 众目睽睽之下 一只特制的巨鼓 被抬到了中央 默然捧场 主持人有点尴尬 但还是硬着头皮介绍 此鼓名为靖灵鼓 只有不带任何灵力的攻击击打 才会令鼓发出声响 而击打威力越强 鼓声越大 宴会能击鼓发出声响最大者 我们尊称为本次宴会的气力诀 在座的 都是各国的顶级天骄 有那一位 想争夺一下 本场的气力绝称号呢 以现场的天骄规模 本场的气力绝 基本是可以说是 人类的气力绝诱 这可是无比的荣耀 而且 正在全球直播 全球见证 现场的人 基本都知道 在这个世人注重 法的时代 樱花国的修行者是 最注重肉身修行的 瞬间所有人都明白了 原来樱花国 在这等着呢 第53章 算盘打响 各国天骄上场击鼓 刚本号二 目光直勾勾地 看着会场中央的聚鼓 从小到大 多少次的宴会 气力绝的称号 都是属于他的 这一次 当然也不会例外 作为樱花国 年轻一辈第一天骄 每次拿到全场的气力 绝对他来说是理所应当 可是这次 在场的 都是各国年一辈的天骄 能在这里 力压其他国的重天 交出风头 意义是极其不同的 刚本号二脸上 兴奋的神色 难以掩饰 自小就开始锻炼体魄 家族更是有断体功法 他自认为 拼肉身之力 在场的各国年轻天 才是不可能拼得过自己的 号二隽 这次就算了 我配合你们 但是请你务必转告 刚本家主 以后这样的 事先跟我商量 夏木山下的低语 使得 刚本号二回过神来 山下前辈 这事情父亲 没与您商议 确实不对 但是父亲 他也是为了帝国的 声望着想 进入古一季 斩杀各国天骄 横扫一季重宝 帝国的声望 自然会猛增 而不是靠这种小聪明 在自己擅长的领域 打败别人 赢了 也没那么光彩 刚本号二文言 脸色不断变化 山下前辈 虽然您是超凡强者 我还是想说 您这是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而且您放心 气力绝成号是我的 古一季里 待杀的人 我一个也不会少杀 我将重铸帝国荣光 夏木山下 有些失望 欲言又止 华夏席位上 小队成员好奇 打量着巨谷 郭坚表情精彩 小声嘀咕 樱花国要装逼失败了 谁的肉身 能强过队长王燕 听到郭坚的话 其他人 也都是深表赞同 毕竟见过王燕 一拳打得 顾青晕死过去 而王燕脸上 挂着神秘的微笑 肉身 十二阶根基家 天地神物七彩 琉璃火的淬炼 同辈谁的肉身 能强得过自己 都是地点 源于华夏骨子里 对樱花国的厌恶 王燕也很乐意 当着全球的面 打樱花国的脸 看着王燕的表情 叶兰慧心一笑 小延军 又要出风头了 全球的民众 都在吃瓜 虽然知道 这是樱花国的小算盘 可是每个国家的民众 对于自己本国的添交 都很有信心 都期待 自己国家的添交能力 压其他国的年轻 已被添交 华夏的民众 也不例外 个个都兴奋不已 这些樱花佬 还以为自己很聪明 却不知道 小延军修行者高考的时候 可是光凭肉身 就越即战斗了三个小时 跟小延军比肉身强度 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 有好戏看了 嘿嘿 等着看这些樱花老打脸 会场主持人 再度站了出来 各位贵客 可有想试一试的吗 场中所有人各怀心事 一时间没人愿意第一个 我先来试试吧 终于 阿三国的一个年轻人 从席位走出 摩拳擦掌的来到锯鼓前 喝 一声低喝 阿三国少年 悍然一拳击打在锯鼓上 众人期待的洪亮鼓声 并未响起 谁放屁了 有人悠悠问道 哈哈哈哈 现场哄堂大笑 王燕都没绷住 夜兰和苏千雪 都有些忍俊不惊 实在是这声响太弱 很像是有人放了个屁一般 阿三国的年轻人 羞红着脸 回到了自己座位上 本想在全球人面前出个风头 没想到 却是狠狠地在全球人面前 丢了一次脸 阿三国的朋友 别灰心 能让磁鼓发出声响 也已经能够证明 阁下的肉身强度不一般了 大会主持人出来 打着圆场 还有哪一国的天骄想试试吗 有了前车之鉴 在场的各国年轻一辈天骄 都开始谨慎起来了 看来这股 确实是 只能凭肉身击打 一些并不注重肉身修行的天骄 准备直接不上场了 别上场后 连个屁都蹦不出来 那可就丢人丢大了 此时 所有人都才重视起来 樱花国的这次小动作 确实是有点东西的 现场又陷入了 无人上场的境地 我来 过了好一会 终于棒子国来的一身材 壮硕男子从未至上起身 棒子国 是华夏民众 对这个国家的称呼 而这个国家 自称是宇宙国 呀呵 男子 奋力朝着聚鼓一击 咚 不大不小的声响 却已经是比之前放屁的声响 大上了不少 男子一脸骄傲 宇宙国的天骄好神力 主持人出来捧场 宇宙国席位上的人 个个都把头羊得高高的 还有没有天骄想试试 主持人又问道 美丽国席位上 附近 我去试试 月昂小声向威尔大员请示 威尔大员犹豫了片刻 点头说道 去吧 扎着白色脏便的黑人 从座位走出 让我们期待 月昂少爷的精彩表现 主持人看到 月昂走出眼里兴奋 这意味着 自己这次的任务 完成大半了 黑人脱掉了夹克 只穿着背心的上半身 不算壮硕 但是肌肉线条明显 充满力量感 动 随着月昂的击打 巨骨发出来一声 沉闷声响 比起宇宙国的 天骄墙的明显 威尔大员环抱着双臂 面容骄傲 月昂从没练过梯 莫办法 我们黑人天生的身体强壮 月昂一边将自己的 潮流夹克穿上 嘴角上 扬着朝自己的位置走去 不愧是威尔大员的儿子 真是虎腹无犬子啊 主持人不仅大肆夸赞 甚至还鼓起了掌 美丽国阵营 极其受用 个个都带着傲然神色 那么 还有人想要试试吗 主持人试探性地问道 眼中暗藏着一丝 得逞的神色 我来吧 刚本号二起身 缓缓步入场中 这一刻 他已经等待许久了 刚本家的小子 好好表现啊 威尔大员看似 鼓励着刚本号二 可刚本号二知道 这是在威胁自己 不能盖过了约扬的风头 刚本号二心中冷笑 父亲大人早有嘱咐 这次要做的 就是当着全球的面利压 各国添交 多谢威尔大员鼓励 刚本号二走到巨谷前 浑身轻筋抱起 姬氏奋力一拳轰出 动 巨谷发出的声响 比约昂击打时要大得多 威尔大员面色阴沉 樱花国竟敢违背自己的意愿 抢了约昂的风头 这让他相当气愤 号二大人神威 樱花国队伍中的人激动大喊 其他国家队伍的人面色都阴晴不定 这刚本号二明显 是有刻意断体 甚至攻法品级还不低 都很后悔 难道还是让樱花国的算盘 打成功了吗 第五十四章 王燕击鼓 被宜作弊 貌似是号二大人更胜一筹呢 主持人假心假意说道 实际上在场的 甚至是在看直播的 都能清楚地感知到 刚本号二的肉身强度 比约昂强了不止一点 现丑了 刚本号二缓缓走回自己的位置 脸上满是自信 在他看来 在场的年轻一辈 不可能有人的肉身强度 能胜过他了 而全球论坛里 樱花国的网友 已经开始庆祝了 还是我们樱花国 小胜一筹 浩二大人无敌 浩二大人神威 其他国家的天骄们 不必失望 浩二大人在本国 是绝对的无敌天骄 年轻一辈没有对手 输给浩二大人并不丢人 你们已经很厉害了 以五会友 虽然我们小胜 但是各国间 和平友好更加重要 其他国家的天骄表现 也很棒 对于论坛里 樱花国发表的各种 假模假样的言论 其他国家都只能默默地看着 毕竟本国的天骄 确实没押过钢本浩二 他们想要 说些什么也很无力 可是 华夏的网友 还很活跃 我们华夏的天骄 还没出手呢 怎么就提前庆祝上了 你们这得意又不好意思 放开高兴的拧巴模样 真让人心烦 别急 等我华夏的天骄 给你们来一点小小的震撼 没错 我大华夏的天骄 还没有发力呢 必须让你们感受一下 来自东方神秘古国的压迫感 华夏的朋友 如果你们的天骄能胜过浩二大人 我们一样的承认 华夏的天骄最强 我们是客观的 我们并非偏袒 自己国家的天骄 我们只认大会的力气诀 大会现场 分为颇为诡异 有没有信心压过他 华夏席位里 王燕向郭坚问道 要是郭坚能成功胜过钢本浩二 那自己就不用出手了 郭坚面色为难 那个 队长 我虽然也有炼铁 可是我没有百分百把握 能压过这小日子 你还是亲自出手吧 这样吗 好吧 王燕点点头 看向袁天刚 袁天刚似乎就在等着这一刻 脸上很少见的出现 奸诈笑容 看我干嘛 还等什么 忘了 你分布的同事 怎么说的了 让他们感受一下 来自华夏修行者的压迫感 压爆他们 夜兰无嘴轻笑 王燕点点头 站起身 确实是现丑了 不合十一的声音出现 引起了现场 所有人的注意 所有人顺着声音的源头看去 看到一个身材奇长的 清秀少年 竟是华夏那个传闻 斩过妖黄的出入 与临近小子 刚回到座位的 刚本号二 听到王燕的话 粗大的眉毛骤起 哦 看来来自华夏的朋友 觉得自己很强 不妨上去试试 主持人意外了一下 很快回过神来 这位华夏的天骄也想一事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一刻所有目光聚集于王燕一身 国际论坛里 华夏网友热情高昂 小炎君三个字疯狂刷屏 小炎君亲自出手 准备好被打脸 小炎君亲自出手了 杀鸡烟用牛刀啊 准备好感受 来自东方神秘古国的压迫感了吗 对于华夏网友 突然活跃的反常的现象 其他国家的人很好奇 这个看上去 人畜无害的清秀少年 到底是什么来头 为什么在华夏 有这么高的人气 他明明只是 玉林静一众啊 众目睽睽之下 王燕伸着懒腰 朝着场中聚鼓走去 抬手就是一拳 狂了 所有人都傻了 鼓 碎了 所有人看向了大会主持 想要确认这是什么情况 毕竟之前 可没有说过这鼓 能被打碎 主持人也猛了 他更没见过这场面 在他从小到大 参与的宴会里 还没见过鼓 被打碎的情况 毕竟宴会上 击鼓诸性的 都是年轻一辈 老牌强者都自持身份 是不会轻易参与 这种年轻人的场合的 华夏网友 疯狂刷屏 怎么样 傻了吧 小颜君随手一拳 直接给你们干碎了 不愧是小颜君 直接给干碎了 太猛了 果然 小颜君 就是放在全世界来说 都是超标的存在 樱花国的 怎么说 敲个鼓闹麻了 现在我华夏添娇 直接一拳干碎 相比华夏网友的热情高涨 樱花国的网民 是猛的 作为从小到大宴会 一直会有的 助兴节目 可没见过谁把鼓 直接打碎的 都在关注着 视频里面的主持人 看他会怎么说 主持人 自己也不知道 求助地看向了 钢本浩二那边 钢本浩二也十分意外 脑中疯狂思索 锯鼓被直接击碎 只有两种情况 一是击鼓人 偷偷使用了灵力 二是击鼓人的肉身强度 已经到了鼓承受的极限 这华夏小子 应该属于第一种情况 毕竟作为用来 给年轻天才在宴会上 表现自己的工具 整个樱花国 这么多年来 一代又一代的天骄 还没有哪一个的肉身强度 能到达近灵鼓的极限的 要是第二种情况 就代表着 这小子的肉身强度 在这一阶段里 超越了樱花国 所有古往近来的 所有天才人物 那怎么可能 想到这里 钢本浩二眯起眼睛一笑 他偷偷使用灵力了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最先皱起眉的是 各国的带队超凡 作为超凡强者 对灵力的感知 何其敏锐 王燕偷偷用了灵力 他们感知不到 笑话 甚至连下木山下 都皱眉看向了 钢本浩二 国际论坛里 樱花国的网民 开始反击 竟然作弊 太没有武德了 想要胜过其他国家 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作弊太过分了 可以不强 但是一定要有一颗敬畏的心啊 德行上 华夏已经输了 华夏的网友 被气得哟 在屏幕面前 都气得抓耳挠腮 王燕笑着看向钢本浩二 你这么说 是说在座的超凡强者 都是摆设 有不少的超凡强者 纷纷表示王燕刚才 绝对没有灵力波动 碍于人群的压力 钢本浩二最终说道 如果你真的没有 偷偷动用灵力 那就说明你的肉身强度 超越了近灵谷的极限 我樱花国这么多年 年轻一辈从来没有人能做到 你觉得你能 王燕指着碎了一地的 近灵谷碎片 这不是做到了吗 钢本浩二一声轻笑 就凭你 我不信 或许你有什么手段 能让超凡强者 也无法察觉到你使用了灵力 王燕点点头 我明白了 我打碎了谷 但不能证明了 我没动用灵力 可是只要我击鼓发出声响了 就一定没有使用灵力是吧 钢本浩二点头 是的 近灵谷特性就是这样 使用了灵力 绝对不会发出声响 那好吧 再上一只鼓 我让它发出声响 不就行了 王燕说道 不止要让鼓发出声响 还要比我击打是更响 否则你刚才坐壁坐实 钢本浩二目光完位 王燕没有做的 只是淡淡道 上鼓吧 很快一只崭新锯鼓 被人抬上来 王燕走到鼓前 拇指压住中指 放在嘴边哈了一口气 放在鼓上 轻轻弹了一个脑瓜蹦 咚咚咚 近灵鼓发出 震耳欲聋的巨响 回声在会场来回震荡 震得场中人衣袍翻飞 第55章 本场气力绝 王燕 在场的所有人都 满目震撼 不敢相信 其他各国的年轻一辈天骄 都是拼尽了全力 才能使这鼓发出声响 可王燕只是轻轻地弹了一下 就这么大的动静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特别是自己亲自上场 击过鼓的人 看向王燕的目光 则更加的难以置信 樱花国席位上 公本浩二的武士袍 都还在上下翻腾 可此时却一凡往常的 傲然神色 目光呆滞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如此轻松 就是近邻鼓 发出这么大声响 难道他 仅仅是轻轻一弹指的力量 都已经远远超出了 我全力的一击了吗 也就是说 他的肉身强度 确实是超越了 樱花国历史上的 一代又一代年轻天骄 这怎么可能 各国带队的超凡强者 都开始再次打量 这位来自华夏的少年 不过这一次 眼中都充满了凝重 夏木山下 深深地看了一眼场中 这位来自华夏的少年 心中暗道 这少年果然不简单 看来华夏 为其混淆试听 背后一定有天大的秘密 而场中 王燕收回手 仔细看了鼓还没试后 竟满意地说道 还行 力道收住了 没给他直接打碎 王燕的话 使得现场的人 再度哑然 原来这位华夏少年 采用如此滑稽的击鼓方式 竟是害怕再次将鼓积 扑而刻意地收敛力道 这位少年的肉身 到底强到了什么地步 怎么样 没问题吧 王燕看向了主持大会主持人 大会主持人 已经傻了 啊 没 没问题 没问题就行 得到确认王燕 大步走回自己的位置坐下 强啊 队长 锅间竖起了大拇指 同时心惊不已 这才过去了多久 这位变态的学弟 又强了这么多 又让你出风头了哈 这一次 可是在全球人面前出风头 真给咱们划下长脸 叶兰调侃道 王燕撇撇嘴道 可不是我想出风头 我只是 单纯不想让櫻花国的如意算盘得逞 而这时的国际论坛上 华夏的网友 沸腾了 小燕君威武啊 实在是太强了 小燕君 小燕君 你是我的神 这个来自华夏的脑瓜崩 就问你们猛不猛 哈哈哈哈 我们大华夏的天骄一个脑瓜崩 谈得其他国家的人脑瓜子嗡嗡的 刚才说作弊的站出来 就问你 这一个脑瓜崩崩了没 怎么样 樱花国的 说话 会晤现场 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袁天刚缓缓地开口 打破了这一这一氛围 还有其他国家的天骄 想要试试吗 袁天刚的话 使得其他国家的年轻天骄 都面面相去 最强的约昂和刚本号二级打出的声响 在这华夏少年面前 都犹如萤火与昊月争辉 他们这些压根就不注重练体的修行者 又怎么能跟王燕一较高下呢 环视了场中 在没有年轻天骄想要上场后 袁天刚才看向了大会的主持人 这本场会晤的气力 绝是不是可以宣布了 主持人听到这话愣住了 面色为难地看向了 樱花国席位上的刚本号二 原本这个称号应该是 属于樱花国的年轻一辈 第一天骄 刚本家的号二大人才对 可如今 被一个华夏御灵进一中的少年 突然出现碾压式的打破 一时间主持人也不知该如何应对了 而此时的刚本号二都还未回过神来 对于大会主持的求助的眼神 毫无回忆 大会主持只好再度将求助的眼神 投向了夏木山下 此刻他只祈求这位樱花国的超凡强者 能为自己解围 夏木山下缓缓地探出了一口气道 既然再没有其他国的天骄 想要试试 那么结果毋庸置疑 这位华夏的少年 当位本场宴会的气力卷 夏木山下不紧不慢的话语 让大会主持如释重负 开始高声宣布 华夏国天骄王雁 神勇无敌 力压全场 获本场宴会气力卷 结果宣布后 华夏席位上的年轻人 都在为王雁庆贺 而其他国家则是沉默不语 国际论坛上 华夏的网友自豪到了极致 我们华夏的天骄 是世界第一天骄 感受到 来自东方古神秘古国的压迫感了没有 怎么说樱花国的 不是说指认大会气力卷吗 现在我们华夏的天骄 轻松掌获气力绝成好了 快出来说话 而且仅仅只是 用了一个脑瓜崩 就力压了全场 华夏的网友们 都在叫喊着想要 让樱花国的网民出来 承认王雁的强悍 可是此时 所有的樱花国网民 却都沉默了 并没有像之前所说的那样 出来认可华夏的天骄 击鼓角力结束之后 会晤进入了尾声 各国一起 就进入古一季的事情 做了商讨后 会晤结束 王雁等人回到了樱花国 为华夏准备的贵宾居所 居所是一套 带着前后院的独栋建筑 按照的是樱花国迎兵的 最顶级规格 修建而成 庄严气派 全院里所有人聚在一起 袁天刚就进入古一季的事情 对小队成员进行交代 两天后 将进入古一季 这两天里 大家可以在神川市逛逛 体验一下樱花国的风土人情 但是一定要注意 自身安全 不要将自己置于险地 当然 如果遇到其他国的天骄挑衅 也不必太客气 我们华夏不惹事 但是也绝不怕事 好了 我这老头子 就不给你们这些年轻人 杀风景了 我回自己的阁楼喝茶去 有事情来我的阁楼 找我就行 众人都阴下后 袁天刚便离开了 国间等人 就会晤上王雁的出手 又进行了一轮激烈的议论后 都各自的住处休息 只剩下了王雁和夜兰两人 夜兰看向了王雁 又看了看天 天色还早咱们去逛逛怎么样 面对夜兰的邀请 王雁有些迟疑 夜兰歪过头 目光狡狭道 你不想给小娟买点礼物吗 王雁成功地被打动 点点头 好 那咱们就去逛逛 刚本家后院 身着武士服的老者头发花白的刚本男雄 樱花国三大超凡之一的顶级强者 背身站着 刚本号二战在其身后 丧气地低垂着头颅 父亲大人 我让帝国蒙修了 第五十六章 由梅子 刚本男雄面色阴晴不定 并未说话 对于会晤的结果 仅在过程当中 他便已经知道了 王雁半路杀出 力压全场夺走宴会气力绝成后 哪怕到了现在 他依旧很难以相信 竟然会有人 能够在这个年龄阶段 肉身强度上 力压自己的得意儿子 山下君来都来了 刚本男雄淡淡说道 语气中听不到半点情绪波动 刚本男雄话音刚落 在其对面不远处 便凭空服献出了一道人影 赫然就是会晤中 代表着樱花国一方的 超凡强者夏木山下 那个来自华夏的少年 很不一般出现后的 夏木山下说道 哦 怎么个不一般 除了那诡异的肉身强度 刚本男雄问道 你仔细想想 之前华夏 可是有传闻 他斩过腰黄 刚本男雄眯起眼睛 山下君不会觉得 他真能斩超凡吧 夏木山下摇摇头 自然是不可能 可是男雄君 不妨想一想 华夏向来狡猾 竟然会为了一个玉林镜 一重少年混淆视听 而现在 这少年又展现出了 诡异的肉身强度 这背后 细思恐极啊 刚本男雄 开始沉吟起来 所有呢 山下君想如何 刚本男雄问道 我建议 提前将这少年斩杀 否则将其放入古一记 我有极其不好的预感 刚本男雄 陷入沉默 像是在思索 山下前辈 父亲大人 我能战胜他 他只是肉身强度诡异 一旦动用灵力 我有信心 在一会回之内将其斩杀 一直在刚本男雄身后的 刚本浩二 突然抬起头 一脸愤然 山下前辈 父亲大人 请相信我 我一定能在古一记中 以写这次的耻辱 夏木山下并未说话 刚本男雄沉默许久 终于说道 山下君 我相信浩二能斩杀那少年 纵使那少年再怎么不简单 别忘了 浩二的刚本家 秘书已经修行到了第六中 施展后 能短时间拥有金刚镜战力 只要那少年还不是金刚镜 就不是浩二对手 南雄决 那少年 能跟我对视 夏木山下语气 开始有了明显的波动 听到这里 刚本男雄再度陷入了沉吟 他当然知道 夏木山下修行童术 哪怕是他这等超凡强者 跟夏木山下对视久了 都会不是 更别说 一个御灵静一众的少年 竟能跟夏木山下对视 这足以说明 这华夏的少年 确实很不一般 可是 对于自家能短时间 激发潜力的秘书 刚本男雄也很有信心 我相信浩二 而且让其他国家的天骄 在进入古一季之前 死在樱花国 有损帝国形象 还是让浩二 在古一季中将其斩杀吧 刚本男雄 最终如是说道 夏木山下谋子李 闪过失望 缓缓叹了口气 内心烦躁地 离开了刚本家 浩二 这次的古一季之行 一定要斩了华夏这名少年 他能跟夏木山下对视 很不简单 刚本男雄 向身后的刚本浩二嘱咐道 父亲大人放心 我一定在一会 回能斩了他 有了会晤上的失利 刚本浩二此时 想要证明自己的心非常迫切 激动地向刚本男雄保证着 刚本男雄点点头 嗯 去准备吧 这一次 一定要重铸帝国荣光 是 父亲 夏木神社里 夏木山下 来到了神社最高的一处阁楼 这里住着樱花国最美的女子 阁楼的阳台上 侧身坐着一个 身材曼妙的少女 正在眺望着远方 少女穿着红白色女巫服 修长的大腿 连着莲藕般玉卒 绝美的面容 妩媚至极 仿佛有种魔力 能让任何一个男人见了之后 都燃起最原始的欲望 父亲 您来了 少女声音如倾泉 嗯 夏木山下 来到少女身旁 屈膝跪坐下 有妹子 我把你捡回来 已经十八年了吧 夏木山下悠悠说道 是的 父亲 现在是我报恩的时候了 对吗 少女的眼神 依旧看着远方 今天的会晤 华下一个少年 竟然我有了不妙的感觉 夏木上下说道 有妹子明白了 父亲需要我杀了那少年 是的 杀了那少年吧 十八年里 父亲一共教了我 三百一十二种杀人方法 杀这少年 要用哪一种 这少年不简单 想要成功杀他 只能用最后一种方法 少女点点头 有妹子明白了 父亲 有妹子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少女看向了夏木山下 你问吧 夏木山下眺望着远方 要是有妹子 没有能杀了那少年呢 你死 杀了呢 你也得死 明白了 美利国的居所处 约昂跟威尔大元 单独来到了一处房间内 今天那名华夏少年 你怎么看 威尔大元 看向了自己的儿子 问道 境界很弱 可是肉身强度强的惊人 也许这就是他为何 只是御灵径一重 却能被选入华夏小队的原因吧 年轻的黑人说道 那你觉得能杀了他吗 年轻的黑人笑了 父亲他只是御灵径一重 不管他肉身如何强悍 修行者修行的终归是灵力 真正的战斗起来 他不值一提 哈哈 好 那钢本号二呢 这次樱花国 似乎不再想受制于我们了 他应该是这次里最强的 但是我有父亲的灵兵 杀他也不成问题 哈哈 好 不愧是我的儿子 天色渐晚 王燕和叶兰才归来 两人见识了 一下异国的风土人情 觉得很是新奇 两人也给王小娟 买了很多他们认为 王小娟会喜欢的小玩意 为此都心情不错 道别后 两人都各自回了自己居所 回到了自己住处 一推开门 王燕瞬间 全身灵力蠢蠢欲动 随时准备爆发 因为他竟然在自己的床上 看到了一个女人 而在此之前 他的感知当中 并未感知到 有任何人的存在 现在一个极其 美丽的女人 正坐在床上 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这女人身上 有种魔力 王燕看到对方后 竟然不自觉 产生了原始的冲动 需要灵力压制 你是谁 王燕问道 有美子 少女笑着回答 找我做什么 呵呵呵 杀你 第57章 圣极魅惑 要杀我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王燕看着面前 这个美得不像人类的女子 她宛若 从欲望的魔渊中走出 带着致命的诱惑 真是自信的少年啊 真有魅力 好可惜 如果可以的话 我并不想杀你 在与这女子对话间 王燕查探了 对方实力 竟然是金刚镜 王燕内心颇为震撼 有着十二接根基 和圣级灵气法阵 自己这个年纪 也仅仅是刚入了御灵境 要知道这速度已经快得 让人望而生畏了 可是眼前这女子年纪 跟自己一般大小 居然已经是金刚镜 非常的古怪 少女的眼眸 突然呈粉色 整个房间 有如被一个巨大的 粉红气泡包裹 又炸裂开来 王燕此时的毛子 也赫然成了粉红色 瞳孔也变成了爱心的形状 快来 少女轻轻勾手呼喊间 王燕竟真的乖乖 朝少女走去 脸上挂着 从未有过痴汗般的笑容 下目神社最高的阁楼之上 有妹子小姐 有妹子小姐 你在吗 两日后 即将进入古一季 我来向你道一声别 钢本号二的声音 远远就传来 一脸笑意的钢本号二 来到阁楼的阳台之上 并没有看到 他朝思暮想的少女 而是看到了一个 扎着小便的老者 脸上的笑容变成了疑惑 山下前辈 怎么是您 有妹子小姐呢 有妹子 去做她该做的事情去了 下目山下 眺望着远处 悠悠地说道 钢本号二略做思索 忽然的一愣神过后 似乎想到什么 急切到 山下前辈 您让有妹子小姐 去杀那华夏少年了 那华夏少年 给我很不好的感觉 所以为宝谷一记之行 万无一失 必须将他提前除掉 有妹子并非人类 由他杀掉那少年 再合适不过了 下目山下 不带任何感情的话语 却让钢本号二 瞬间变色 华夏驻地 可是有超凡强者的 有妹子小姐 要是真的杀了那少年 绝对逃不过 华夏超凡的强者之手 这也是计划中的一部分 若是那华夏少年 真死在了驻地 得给华夏那边 一个交代 山下前辈 有妹子小姐 哪怕是您捡来的 可是十八年了 您还不能 把她看作您的亲女儿吗 她是我的女儿 下目山下 停顿了一下 又说道 但是什么 都比不上帝国的利益重要 昊二军 那华夏少年 基本是必死了 你的劲敌 还有个约昂 早些去准备吧 老者此时的背影 十分估计 哪怕是超凡强者 也开始显得有些勾搂了 钢本号二很内疚 将一切归咎于 自己没能在会晤上力压 那华夏少年 才会导致 这一切的发生 您就那么信不过 我的实力 钢本号二 双拳紧握着 昊二军的实力 我自然是信得过 我只是 要把万无一师而已 我在一记里击杀 那叫王燕的小子 就行了 前辈您何必 够了 昊二军 你是帝国年轻一辈 第一天教 不要被儿女私情左右 女人 只会影响你拔刀的速度 认识夏目山下以来 对方一直是保持着 从容不迫的模样 钢本号二 还得第一次被夏目山下 如此严肃的教训 愣住了 两人都没在说话 沉默了一阵后 钢本号二离开了 华夏国驻地 王燕的房间里 王燕跟着少女贴得很近 眼前的脸 是一张美得不像话的脸 又欲又很神圣 对方身上 让人痴迷的香气扑面而来 王燕此时 已然是一副 失去了理智的模样 我会让你拥有我 并且在你欲望 得到释放的那一刹那杀了你 你会死得很舒服的 别怨我 要怨就怨你运气不好 我也不好 少女在王燕耳边 吐气如蓝的低语 引得王燕 呼吸粗重起来 少女无暇的面旁 在王燕眼前逐渐放大 娇艳欲低的红唇 向王燕的嘴靠近 当少女成功 吻到王燕嘴唇时 原本准备闭上的眼睛 瞬间瞳孔俱缩 此时她感觉到 一双强有力的手 扣住了自己脖梗 而王燕 原本被一片粉红占据的毛子 变成了七彩色 其中像有火焰 在缓缓跳动 眼前的华夏少年 也从痴汗变回了 那副不怒自威的模样 少女震撼之于眼中 满是不可思议 这个少年 为何能摆脱自己 圣级魅数的控制 她并不知道 王燕的本圆火 竟是神物 击杀这个魅魔族少女 奖励杀戮 积分五百 脑海中系统的提示传来 她夺落的初吻 才五百吗 少女不明白 眼前少年在说些什么 可是自己 被对方掐着喉咙 就算想发出疑问 也很无力 六百 跟系统讨价还价之后 杀眼前的少女 杀戮积分 提高了一百 少女从王燕的眼中 看到了若隐若现的杀意 发现 没法挣脱王燕的控制 她似乎是放弃了 缓缓闭上了双眼 一脸即将解脱的样子 六百杀戮积分啊 再凑二百运气 好遇到神级的宝贝 秒杀的时候 又能多一件 七彩琉璃火级别的宝贝 王燕如何能不心动 千军一发之计 王燕 别杀这少女 其中原由后面 告诉你 王燕听到了 袁天刚的传音 停下了动作 有些疑惑 少女重新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没死 也很疑惑 这少年 为什么不杀自己 放开心神 否则我可能会反悔杀了你 王燕的声音 淡淡响起 少女照做后 发现自己的心中 冒出来一簇七彩火苗 看着无比温顺 但是她却知道 这簇火苗 能让她瞬间失去生机 而且全在对面 这个少年的一念之间 对少女种下心火之后 王燕才放开了对方 你为什么不杀我 王燕被问住了 随便编个理由 别告诉她 袁天刚再次传音 因为我有个妹妹 她最终 也会长到你这个年纪 所以放你一马 给我妹积德 妹妹吗 少女有些意外 此时此刻 孤男寡女 房间之中 开始有了一丝尴尬 出这房间心火 就会自然 王燕留下一句话 便出了房间 留下了少女一人 有些不知所措 元老 什么情况 王燕来到了 袁天刚的住处 袁天刚正在喝茶 表情严肃 这少女的身份 很不一般 第58章 魅魔族 坐吧 袁天刚抬起手中 精巧的茶壶 给对面的茶杯倒上 示意王燕坐下 王燕来到 袁天刚对面坐下 她的身份 有什么特殊 王燕问道 她不是人类 而是魅魔族的 这个种族 在鬼界是王族 袁天刚看上去 颇为激动 她是鬼界的人 王燕有些意外 鬼界向来神秘 人类的民众 对其一 直知之甚少 嗯 袁天刚点点头 接着说到 她应该就是 鬼界魅魔族 多年前走失的 小公主 王燕一边听着 袁天刚说 一边面无表情地点头 对于什么鬼界王族 是什么概念 她并不懂 鬼界一共有五大王族 五大王族的最强者 都是超凡境巅峰 实力十分强悍 妖族 其实一直在暗中 篡夺鬼界 希望鬼界 能与他们联手 一同向人类开战 而人类联盟 其实也有暗中联系鬼界 与鬼界联系的 就是我们华夏 如今的局势 是鬼界中两个王族 偏向妖族 两个王族 又偏向人类 只有这个魅魔族 多年前女王陨落 公主失踪 仅剩个大长老主持大局 然而这大长老一心 只想找回女王血脉 无心顾及外界之事 这也是鬼界 一直没有参与 人妖争端的原因 以鬼界的战力 一旦参与这场争端 便能直接性地 决定战局的胜负 如今 你控制了这位 魅魔族的小公主 我们便有很大 可能争取到鬼界支持 听到这里 王燕总算明白 袁天刚为何如此激动啊 明白了 这小公主 就是说服魅魔族的关键 王燕说道 没错 你可真是华夏的福星啊 不只是华夏 整个人类的福星 王燕闻言 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那个 他想杀我来着 说到这里 袁天刚眼神 变得锋利起来 樱花国 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我眼皮子底下 刺杀我华夏的天才 也不知道 这魅魔族的事 如何逃过 我的神石 幸好你摆脱了控制 不然后果 真是不堪设想 魅魔族皇室血脉魅术 至少也是圣级的 没想到你 竟然能摆脱他的控制 看来你这小家伙 也有不少秘密啊 我的本源火种品级 似乎比他的魅术高 所以能摆脱他的控制 王燕没想 藏着掖着 以袁天刚这些华夏 真正大佬的能量 想必早就发现了 自己七彩琉璃火的不凡 遮遮掩掩 反而显得不大气 事实上 袁天刚对于王燕的坦荡 也很欣赏 脸上露出赞赏神色 你是我们华夏的未来 你身上的秘密越多 对于我们华夏来说越是好事 我们这些家伙 已经老了 只想华夏 在你们这一辈手里 能够让华夏的百姓 能不再受一族威胁 王燕郑重地点点头 他也想让华夏的百姓 都能安乐无忧 袁天刚的目光变得狡黠起来 看得王燕身子微微厚 靠 眯着眼睛 不知道什么情况 要成功说服魅魔族 肯定不能 是以俘虏的形式 送回他们的小公主 最好是让他对我们华夏的印象 好一些为好 这个重担 还得交到你手上 袁天刚说道 啊 可是他一上来就是刺杀我 而我也是在您的传音下 才没有杀了他 这样的关系 已经没法缓和了吧 哎 也不能这样说 你要相信 你自己的魅力 我看 咱们划下很多优秀的女孩子的心仪 你啊 袁天刚此时竟有些猥琐 王燕连连摆手 别啊 让我杀儿我还会点 泡妞我真不会 哎呀 女孩子嘛 喜欢听好话 多哄哄就好了 很简单的 袁天刚语气又倒地说着 这 王燕依旧 有些为难 就当是为了人妖战局嘛 你也不用委屈自己 就像对待夜兰人江和苏家那丫头一样 对待他就行了 袁天刚继续鼓励道 那 好吧 王燕勉强点点头 王燕回到自己房间 再次看向这个极致诱惑的美丽少女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她 这些是买给你妹妹的吗 率先开口说话的 竟然是尤梅子 正指着桌子上的一堆木届娃娃和不倒翁等 樱花国特色的小玩意 一脸好奇 是啊 是给我妹妹买的 王燕回答道 你妹妹多大 这些都是小孩子的玩意 尤梅子问道 四岁 王燕很意外 这少女看上去完全没有被自己控制的样子 不仅没有拘束 还很自来熟地跟自己搭话 那你们的父母呢 我们没有父母了 我跟妹妹相互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亲人了 真好 好 王燕有些皱眉 尤梅子四时发现不对赶忙解释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们至少还有一个亲人 我原本有个父亲 现在没了 你现在被我控制 你不害怕 王燕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了 不怕 来之前父亲已经告诉过我 无论能不能杀了你 我最终都会死 而我现在还活着 我为什么要怕 你父亲是谁 竟舍得让你来送死 少女眼神黯淡了 妖族入侵 我父母死在了 我跟我妹妹跟前 所以我说真好呀 真羡慕你 叶剑深 两人话慢慢少了起来 一时间氛围又有些尴尬 那个 我要休息了 王燕目光闪躲地道 尤美子一脸天真 你休息啊 我不会打扰你 王燕想说 对方在这自己不习惯 可又想到自己 将对方限制地 不能离开这房间 而且以对方目前的重要性 只有将其限制在这个房间 王燕才安心 你睡床吧 我睡沙发 王燕来到沙发上 好在是顶级规格 哪怕是沙发 也不比床叉 两日后 各国古一级探寻小队 纷纷齐聚在 神川是一个海湾里 看到华夏队伍里 没有王燕的身影 夏木山下 暗暗地有些欣喜 又有些失落 而纲本浩二 则是一脸苦大仇深 他知道 这代表着 自己心爱的姑娘 已经没了 看到华夏队伍方向 袁天刚投来的目光 夏木山下 刻意歪了开视线 袁天刚一声讥讽的轻笑 夜兰等人都很疑惑王燕 为什么没来 这时 一位身材奇长的 清秀少年赶来 元老 干嘛不叫我 这个超凡进的强者 此刻面容猥琐 晚上劳累了 早上多睡会没事 王燕白了眼袁天刚 向其他人点头示意 而夏木山下 看到王燕的出现 瞳孔俱缩 什么 他没死 第59章 遗迹开放 夏木山下 脸色极为难看 没想到 派出了自己养了18年的女儿 都没能成功杀掉 这华夏的少年 对于王燕的出现 刚本浩二也十分意外 经常出入夏木神社 对于尤梅子的厉害之处 还是知道些的 而如今这华夏少年 竟然没死 刚本浩二看着王燕 眼中杀意盎然 夏木山下 这次的事情 恐怕得给我华夏一个交代吧 突然 袁天刚的声音响起 微言中带着质问 周围各国听到这话 也是暗中纷纷议论起来 天刚君 不知所说何事 夏木山下 故作不知问道 袁天刚冷笑 呵呵 何事 我华夏天交前脚 力压大会年轻一辈 后脚就遇刺 你当真不知道 此话一出 引起全场哗然 没想到 才是短短两天 华夏那少年 就在樱花国遇刺了 这太过分了 那少年 才是御灵境 一重就要派人刺杀 樱花国心眼真是小 格局也小 就连华夏小队里的人 都惊诧起来 王燕 有人要杀你 夜蓝面色紧张问道 队长 你遇刺了 什么时候的事 郭坚也问道 其他人也感到很意外 毕竟这两天 都住在同一个住地里 他们这些人可 什么都没有发现 夏木山下表 面表现得很是意外 同时心惊于 袁天刚的实力 他实在想不到 袁天刚竟然能发现 有梅子 同为超凡 他自己就发现不了 哦 贵国天才遇刺了 不知道是何人如此胆大 竟敢在我樱花国的地盘上 刺杀有过天才 我樱花国 绝对不会放过他 想必天刚郡 也抓到了人吧 是我樱花国之人 若贼人 真是我樱花国之人 我说什么 也必须得给华夏 一个交代 夏木山下 看上去很是严肃 使得一些国家的小队 都对他们的态度 感到满意 对此袁天刚 其实早就已经料到 对方既然派出一个 并非人类的死士 来刺杀王燕 就是想跟樱花国 撇清关系 此事竟然是鬼戒魅魔族 失踪的公主 贼人已经被我救地正法了 不是人类 但是这始终是在 你们樱花国地盘上 得给个说法 袁天刚说道 听到刺杀之人 不是人类 所有人都表现得很惊讶 没想到妖族 竟如此大胆 此事确实是 我们樱花国的防备疏忽了 一记之行结束后 我们国库拿出 三千枚上品灵器 作为这位 华夏小兄弟的补偿 天刚君觉得如何 三千枚 上品灵食啊 樱花国态度是真不错呀 确实是一个靠谱的国家 这事情做得厚道 其他国家的人议论不止 觉得樱花国对此事的 处理态度很好 只有华夏的队伍的人 愤愤不平 舍得拿这么多临时平息 说明这事情 确实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就是 以樱花国的尿性 若此事跟樱花国真的没关系 他们必然毛都不会拿出来一根 袁天刚看向了王燕 你觉得怎么样 三千枚 勉强能接受吧 王燕说道 袁天刚这才点头 目光冰冷地向夏木山下说道 既然我们华夏的天才 觉得可以 那这事情 就这样办 但是我 还是要警告一下 这种事情 绝不允许 有第二次 从知道刺杀之人 不是樱花国的人那一刻 袁天刚其实就知道 没法用此事 来为难樱花国 之所以追究 也就是想要为王燕讨些好处 既然王燕满意了 那自己 也没有必要不依不饶了 那是一定 不仅是华夏的朋友 任何一个国家的朋友 来到我们樱花国 我们都会尽全力保护 夏木山下 眯着眼睛笑道 心中却有些失落 那少女 终究还是死了 至此 这出闹剧结束 所有人开始全神贯注地 关注着海湾表面 海水表面此刻 弥漫着金色雾气 看上去颇为奇异 那就是古一季的入口吗 王燕问道 小队其他人 也都关注着 袁天刚的回答 是的 那就是这次古一季的入口 看样子应该马上就要开放了 你们进去之后一定要小心 优先保全自己 你们都是华夏的财富 只要你们还在 华夏希望就还在 众人点头 我们在里面杀了其他国家的人 没关系吧 王燕又问道 当然没关系 一季中危险重重 伤亡是正常现象 而且一季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都是由活着之人讲述 一同进去的 都是其他国家的未来力量 能杀多杀血 相信其他国家的超凡 也是这样嘱咐他们的 那就好 王燕回应道 对此其余小队成员 皆是会心一笑 以王燕一向的形式风格 其他国家的人 恐怕想出来都难 还有 此次一季主人是万古净强者 其中的危险 一定远超之前那些古一季 都要小心啊 袁天刚再度提醒众人道 风险与机遇并存 风浪越大于越贵 国间摩拳擦掌 激动之情难以掩饰 其他成员也都差不多 期待着 能在一季中得到自己的机缘 一飞冲天 此次一季之行 务必特有关注探寻 关于突破超凡的秘密 此事很重要 袁天刚单独给王燕传音提醒道 好 我会特别注意的 王燕传音回答 各国队伍在海面上 又等了十分钟左右 金色雾气散开 原本波涛不断的海平面 开始平静如镜 镜面呈金色 突然间 镜面开始出现一丝裂缝 一季要开放了 有人喊道 裂缝开始大面积蔓延 瞬间布满了整个海平面 裂层中有银色光芒透出 光是这光芒 都让现场的各超凡向往无比 万古之力啊 何其宏伟 这一刻 海面的灵气波动剧烈 像是镜面完全碎裂 一个灵气漩涡出现 所有人激动不已 古一记 开放了 开始有人不断化作流光 向灵气漩涡内钻去 美丽国队伍里 扎着白色脏辫的年轻黑人 对威尔大元说道 父亲 我去了 威尔大元点头 去吧孩子 哪里 是你所主宰的战场 夏木前辈 我去了 我会亲手将那少年头颅 带回神社祭奠有美子小姐 同时证明您的决定 多么愚昧 樱花国队伍里刚 本号二扔下一句话后 毅然朝漩涡中掠去 华夏这边 王燕看着众人 朝灵气漩涡愉悦而入的场景 心中也开始有了波动 对一旁的袁天刚说道 袁老 我们进去了 去吧 华夏人民为你们骄傲 我们走 王燕一挥手 六人化作六道流光 朝灵气漩涡设去 第六十章 砍布 进入遗迹后 竟然会被随机传送 王燕发现 华夏小队成员 没有一个在自己身边 亲身自语 王燕警惕地打量 着眼前这奇异的空间 这里面相比外界 灵气浓度浓郁了数倍 普通修行者 就是什么也不做 光在这里面修行 就能抵得上修行者大学 排位第一 才能享受的修行事 对普通修行者来说 仅仅是待在这片空间里 都是一种机缘 展开神时 并未感知到这片空间的边界 以王燕如今的感知强度 这里面的空间 至少也比一个望山势大 王燕当前所处的是 一片广阔的沼泽地 而这沼泽地 似乎一直在汲取自己的灵力 虽然汲取灵微弱 但是长久积累下去 如同温水煮青蛙 后果也会不堪设想 感知到附近有不少遗迹生灵 境界都在御灵境八重左右 王燕朝着 最近的遗迹生灵方位赶去 当前的要紧试试 弄清楚这里面的情况 不远处的两个遗迹生灵 看上去似乎是灵体 王燕暗中观察着 对方的一举一动 他们似乎不受沼泽影响 看着不远处悠闲的两道灵体 王燕若有所思 这次主上的计划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竟然舍得 拿出八份神圣气息 来做诱饵 肯定能成功 主上可是万古镜强者 这个世界的最强镜剑 拿捏这些蝼蚁 那不是手拿把掐的 希望主上能成功吧 毕竟主上是这个世界 唯一能抗衡他们的人 指定能成功 主上的天资 可是这些后世的小娃娃能比的 主上毕竟只剩一缕意识了 又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消磨 谁 出来 其中一道灵体突然发现了王燕 朝着王燕所在放声大喝 王燕还来不及惊讶 这些灵体居然有自己的意识 能沟通对话 便更惊讶于 对方竟然能发现自己 至少以自己的神识强度 使用同样手段 对刚本号二 这些御灵镜九重的人类天骄 进行监视 对方肯定发现不了 然而这些灵体 才是御灵镜八重 便能如此之快地发现自己 原本还想多偷听 一些有用信息 现在也不得不现身了 王燕出现后 两道灵体颇为震惊 居然是个才是御灵镜 一众的小子 我竟然现在才发现 这小子神识 有古怪 看来该进来的人 已经进来了 怎么办 一道灵体 看向身旁的另外一道灵体问道 这个太弱了 杀了吧 另一道灵体说道 这两个一记生灵 刚见面就要杀自己 王燕并不慌乱 更像是在等着什么 一记生灵 发出了笑声 原来是个傻子 杀了 两个一记生灵 都朝着王燕杀去 御灵八重灵体 击杀奖励杀戮 积分50 收到系统提示 王燕嘴搅勾起危险的笑容 果然杀一记生灵 也有杀戮积分 太好了 刚冲到王燕面前的一道灵体 被一拳声声轰爆 化作一个蓝色 光球飘在原地 杀戮积分加50 另一道则是被王燕 牢牢抓在手中 王燕对着蓝色 光球招手 蓝色光球 缓缓飘到手中 神石查探下 发现竟然是最精准的灵力 可以不经练化 直接吸收 碰 王燕将蓝色光球捏爆 化作诸多蓝色细线 自毛孔 钻入王燕体内 被王燕瞬间吸收 没想到这击杀 把这灵体遗留的能量 可以直接吸收加快修行 王燕十分惊喜 又能获取杀戮积分 又能提升境界 宝地啊 做完这些 王燕才换手 抓住另一记生灵的后脖子 此时这一记生灵 一副见鬼的模样 喉咙被松开又能说话了 不可思议地大喊 怎么可能 你怎么能这么强 你这个时代 不可能有你这么强的人 再不可能 我也就站在你面前了 你不信也得信 我问什么你回答什么 不然我就杀了你 王燕的身影 淡淡响起 不带一丝情绪波动 哼 我们本来就是 以死之人 在这一记中 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罢了 要杀就杀 我是不会出卖主上的 这么硬气 王燕笑容十分危险 就像地狱里的阎君 你想干什么 看到眼前这年纪并不大的 清秀少年这副表情 一记生灵 竟有些慌乱起来 王燕的另一只手掌摊开 一朵精致的七彩琉璃火帘 在其手中缓缓跳动 一记生灵 无比震惊 天地神火 七彩琉璃火 你怎么会有这等神窝 既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那就乖乖配合我 免受生不如死之苦 哼 休想 王燕一声轻笑 将七彩琉璃火帘 缓缓靠近灵体 灵体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神火直接灼烧之痛 触及灵魂 而七彩琉璃火 又有治愈效果 一边灼烧一边治愈 只要王燕愿意 想烤它多久 就能烤多久 半小时之后 我说 我说 别烧了 听到对方妥协 王燕缓缓一开七彩琉璃火 你太狠了 你想知道什么 灵体此时说话都不自觉地语气颤抖 扛了三十分钟 你也算是个硬骨头 回答完我会给你一个痛快 第一个问题 这里面有多大 如何分布 王燕问道 一记空间之大 堪比外界一国之境 分为八部和核心区 当前位置是八部中的坎部 王燕若有所思 按八卦布局分布的 是 神圣气息是什么 一记生灵 有些迟疑 最终还是说到是突破超凡 所需的关键能量 王燕有些激动 莫想到 刚进来就打听到了所有超凡 都无比关注的突破关键 原来是需要一种 叫神圣气息的东西 这一记空间有多少神圣气息 都在什么地方 王燕掩饰着激动问道 一共有八份 分别在八部的最中心区域 神兵是不是在核心区 是 最后一个问题 这里面有没有超凡灵铁 这也是王燕最关心的问题 毕竟如今他虽然各种手段 叠加下虽强 可面对超凡 还是只能等死 没有 最高金刚进七虫 听到这 王燕心里踏实了一些 只是金刚进七虫 应该能应付 但并不完全踏实 因为他不完全信任 这一记生灵 我问完了 准备上路吧 一记生灵松了口气 紧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王燕 王燕 突然觉得 让他们听到你的名字 或许也不错 王燕才不管这灵体 说的什么云里物里的东西 直接送其归西 化作蓝色光球 将光球吸收后 感受着又有精进的境界 王燕无比舒畅 反正宝贝他们带不走 最后我杀人夺宝就行 先收集所有神圣气息 将灵体屠杀干净 最大化提升境界 再去核心区 截湖其他人搜刮的宝贝 这趟一记之行 才圆满 如此想着 王燕朝着坎布中心掠去 第61章 中心石台 古一记坎布 无尽沼泽的中心 一处石台安静助力 石台之上 一个发着红光的云纹印记 在石台中央漂浮着 印记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就能让人知道 这东西绝对不是反物 此时石台周围 正有四人 目光火热地盯着印记 三个来自阿三国队伍的男子 皮肤黑黄 留着稀疏的洛塞湖 在他们三人对面的方向 是华夏队伍的苏千雪 苏千雪 死死盯着那发红芒的云纹印记 脑海中疯狂思索 他一进入古一记 就被传送到这个地方 第一眼就发现 眼前的东西 绝对是至宝 可麻烦的是 同时还有 对面三人的出现 不仅目光火热地 看着中间的云纹印记 时不时还不怀好意地 看向自己 曾经听说过这个种族 连巨蜥都不放过 苏千雪心中 免不了一阵恶心 可是对面三人 跟他境界差不多 也都是阿三 国内年轻一辈的顶尖 并不好对付 美丽的女士 我们共同评分这宝物如何 其中一个阿三 朝苏千雪说道 神态语气都很绅士 苏千雪本面若冰霜 带霉微微皱起 有好东西 谁想被人奋一杯羹呢 况且他们三人 明显更占优势 直觉告诉苏千雪 这三个人 肯定没安好心 而是仔细打量着石台 一般重宝不可能 就这样堂而皇之地 放着等人来取 要么有陷阱 要么有东西守护 这种情况太反常 怎么样 美丽的女士 我们人数占优 但是出于对女士的尊重 我们愿意分你一份 阿三国男子再次说道 下一秒 苏千雪直接离开了原地 朝着中间的神秘应急掠去 几个阿三国的男子大惊 拦住他 三人也拿出最快的速度 上前阻拦苏千雪 但是三人和苏千雪速度差不多 苏千雪又是先动身 不过转眼间 苏千雪已经来到了神秘应急跟前 御守伸出就要触碰到这神秘应急 三个阿三国男子也急得大喊 住手 你就是拿到了 也走不掉 苏千雪 智若网纹直接朝神秘应急抓去 就在此时异象突生 石台居然开始剧烈抖动 竟然是一个石人 直接从沼泽里站起身来 石人仿若一座小型山岳 无情的毛子里没有神志 声音低沉 寄予宝物者 杀 包括苏千雪在内的四人 都被石人的气势震慑住了 满眼震撼地 看着这突然从地上爬起的石人 金刚进五虫 三个阿三国的男子大惊 苏千雪面色凝重 果然跟自己想的一样 这一看就无比不凡的东西 就是有着守护的 石人抬起山岳般的臂膀 朝着离得最近的苏千雪砸去 这一击若是砸中 苏千雪立马会被碾压成肉泥 对于这石人攻击的强悍 阿三国的三个男子也无比震惊 眼看苏千雪即将被砸到 三人都暗暗有些可惜 这种姿色的美女 就是阿三国 他们也没有见到过 就在三人以为苏千雪 要被石人生生砸死的时候 面前的苏千雪 变成了一块悬兵 而真正的苏千雪 则出现在了一开始战力的地方 仿佛从未离开过 悬兵被石人砸得粉碎 四处飞溅 三人惊讶至于知道自己上当了 不好 快撤 三人全力撤退 可是此时 苏千雪一声冷笑 玉手一握 一道悬兵墙 阻挡在三人面前 这悬兵的强度 虽然石人能击碎 可是他们三人 却难以短时间内快速击碎 眼看石人攻击 将至 三人焦急无比 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 这个可恶的华夏女人 上当了 怎么办 我们两个先抵挡石人 你快破开冰墙 其中一人大喊 好 两人转身迎上石人 另一人朝着冰墙师 斩出了最强一击 冰墙被击破 身后的两人扛了石人一击 瞬间都是面色惨白 竟然被三人逃了 苏千雪有些遗憾 不过现在阿三国 其中两人受伤 在对付三人 他已经有了自信 只是这个金刚进五重的石人 很不好对付 自己的攻击 很有可能都无法让石人破防 阿三国的三人 脱离危险区大喘着气 目光阴沉地看着苏千雪和石人 他们也知道 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了优势了 这个华夏女人 太狡猾了 千万别落到我手上 不然我会让她体验什么绝望 三人 正小声咒骂着 突然发现 又有一道人影出现 来人身材壮硕 但是面容精致 一张脸 一看就整过多次 来人竟然是棒子国 在会晤上激过鼓的那人 苏千雪和三个阿三国男子 都发现了她 看上去情况 似乎不太乐观啊 男子 与石人保持着最远的安全距离 幸灾乐祸地说道 苏千雪面色微变 原本她想让三个阿三 吸引石人攻击 她则找机会 取走宝物 可是现在 却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了 这后面出现的棒子国男子 明显就是想看着自己等人跟石人蝉斗 然后趁乱夺宝 苏千雪正在考虑 要不要放弃争夺 毕竟谁也不清楚 古仪记里还有多少宝物 目前强征这宝物说不得会受伤 甚至可能会被这个棒子国男子 下黑手 华夏女人 要不要合作 先把他们三人弄死 我们再想办法夺宝 棒子国的男子 优先的语气 传来 使得阿三国的三人 都面色大变 苏千雪依旧面若冰霜 没有作答 机会只有一次 既然你把握不住 那么三位 我们先把这华夏女人解决 再夺宝评分如何 棒子国的男子 对于苏千雪的 冷漠半点都不在意 似乎自己已经 牢牢掌控局势一般 十分从容 我们同意 阿三国的三人 几乎是不假思索的 就同意了提议 哪怕他们知道事后 未必真能评分 但是现在 他们更想活着 好 我们就先为赌这华夏女人 利用这十人将他击杀 好 四人快速来到苏千雪身后 十人与四人 对苏千雪 形成了一个 严实的包围圈 想要杀我 没那么简单 情况不妙 苏千雪俏脸 依旧是冷若冰霜 只是全身凌厉狂用 突然 一道有些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苏千雪面前 少年声音淡淡传来 东西是我的 想要 也得有命拿 第六十二章 得手 神圣气息 王焰 对于王焰的出现 苏千雪有些意外 嘴唇微张着 其他人也有些意外 哟 是你这个玉灵静一种的小子 棒子国的男子 意外之于表情玩味 对于会晤上 王焰风头盖过自己 他可是相当不爽的 阿三国的三个人发现 来人是王焰 也都放松了警惕 原来是这个蛮力小子 还以为是华夏的强员呢 其中一人调侃道 你有遇到其他人吗 王焰没有理会这些人 而是向苏千雪问道 苏千雪摇头 没有 我一进入遗迹 就被传送到了这里 这样吗 王焰不着痕迹的点头 打量着石人 丝毫没把棒子国 和阿三国的几人 放在眼里 对此棒子国的男子 很不爽 大声质问 喂 小子 你赚什么 在这里面可没规定不能使用灵力啊 金刚进五重吗 这里面最高是金刚进七重 多半是守护核心区神兵的 王焰盯着石人 若有所思的轻声自语 王焰的态度 使得棒子国的男子极为不耐烦 小子 你真是过分 想动手就来 话那么多 王焰淡漠说道 使得男子再度暴跳起来 可是迫于周遭这么多的其他国的人 还有最关键的金刚进十人 他又不敢轻举妄动 只是站在原地恨得牙痒痒 对于王焰 仅仅是御灵进一重 行事风格 却如此装逼 阿三国的几人也很看不过去 不就是大会上肉身强度强了些吗 这里面可是真正的战斗 把他们俩拦住 石人会解决他们 棒子国男子朝着阿三国的几人喊道 好 之前是围住苏千雪 现在是顺带的也围住了王焰 对于王焰打亮的目光 石人无情的眸子里 似乎都像有了一些不悦 抬起山岳般的拳头 就向王焰砸去 小心 苏千雪面色凝重地出言提醒 怒火焚身 哄 滔天的七色火焰 自王焰周身燃起 周围天地间温度陡然飙升 这还是在御灵进 第一次开启怒火焚身 感受着这狂躁的力量 王焰眼里闪烁着惊人战意 这动静 使得在场的苏千雪 和其他几人都惊朗 这是什么级别的战节 这么大声势 这小子 是火神吗 王焰右脚后退一步 侧身 收拳 手腕上亮起璀璨的金光 下一秒 直接一拳打出 碰 王焰竟然直接跟十人硬汗 王焰的拳头 与十人相比 犹如蚂蚁比之大象 可是十人山岳般的拒拳 就是无法撼动蚂蚁般的王焰半点 这几对轰铲生的鱼波 直接将苏千雪等人 震得倒退 脑瓜紫嗡嗡的 看着这极具张力的画面 几人都无法相信自己 看到了什么 玉灵静一众的王焰 竟然能跟金刚静五重的十人 正面对轰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华夏这小子太诡异了 这是玉灵静一众 金刚静一重都没这么强吧 见鬼了 阿三国三人相互对视 都从对方眼底看到了离谱 下一秒三人 很有默契地 直接转身就溜了 而棒子国那人 早就已经溜得没影了 苏千雪玉手捂着红唇 原来他这么强 这也太离谱了 见证过王焰一拳打晕固情 他知道王焰很强 可是真的 想不到王焰能强到这种地步 十人的攻击被抵挡 眼中出现了愤怒的情绪 又是一拳轰杀而至 我缠住他 你去把东西取走 王焰一边说着 一边直接迎上十人的攻击 又是一阵硬汗 使得一阵的周遭山摇地动 苏千雪顾不得惊讶 只是闪身招云文 印记掠取 十人想要转换目标 攻击苏千雪 却看到浑身 冒着七彩火焰的小人 快速来到身前 呵呵 你的对手是我 十人被王焰拦住 狂躁无比 像发狂的星星 毫无章法地朝着王焰爆轰 得手了 苏千雪一边惊叹 于手中之物的奇异 一边兴奋地朝着王焰喊道 此时王焰和十人 站坐一团 周遭全是烟尘和乱飞的实现 只能根据火焰来判断 王焰的位置和王焰还活着 苏千雪美目中 开始有些担心起来 你先走 朝西边走 出沼泽区后等我 乱战中王焰的声音 传来使得苏千雪心神烧安 犹豫了数秒后 朝着西边掠去 苏千雪赶了一个下午的路 才出了沼泽区 步入了一片丘陵地带 苏千雪才停了下来 长时间的赶路 苏千雪翘脸 也开始稍显憔悴起来 仔细打量着手上 闪着鸿芒的云纹印记 苏千雪有着非常奇异的感觉 这东西好像对修行者 有着源于骨子里的吸引力 回头看他后方 一直没见王焰身影 苏千雪心中越来越焦急 就在苏千雪将云纹印记收起 准备转身 进入沼泽区寻找王焰时 黑暗中终于开始出现了一道 少年身影 少年看上去也有疲态 可是脸上 兴奋之意尚未完全消失 可见是一场 酣畅淋漓的战斗 王焰 你没事吧 苏千雪快速迎上 打量着王焰的周身 我没事 就是可惜了 没能将那十人击杀 王焰脸上有着浓浓的惋惜神色 王焰的话 让苏千雪一阵哑然 能跟那十人战斗 已经是他不敢相信的事情了 王焰竟然还想击杀那十人 王焰自然是想击杀那十人的 不光是代表着五百的杀戮积分 更是有着丰厚的精纯能量 如何能不眼馋 之前 只是吸收两个玉灵镜的一记生灵能量 王焰就感觉到了明显的精进 要是吸收了这金刚五重的一记生灵 遗留的能量 很有可能直接进生育 临近二重 而这样的一记生灵 这里面至少有八个 王焰越想越兴奋 来 给你 苏千雪将云文印记递给王焰 王焰接过后打量起来 心中威震 这就是突破超凡的关键 神圣气息吗 手中闪烁着耀眼鸿芒的神圣气息 看得王焰竟然有些馋 当着苏千雪的面 王焰竟然将云文印记放进嘴里 吃了 啊 苏千雪眼睛瞪得像同龄 你 吃了 王焰也是后知后觉的挠挠头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吃了 如同本能一般 难难倒 吃了 嘎崩萃 第六十三章 狩猎一记生灵 古一记更不边缘 凹凸起伏的丘陵间 偶尔能看到一些树木 大树下一堆篝火燃烧着 火星不时向上方飞去 你真的没事吗 篝火旁苏千雪脸旁 被映衬的一片火红 歪着头看向王焰 王焰直接把神圣气息吃掉 非常的出乎两人的意料 而王焰自己几乎是出于本能 这一点更加诡异 并不知道 那东西是神圣气息 苏千雪只是担心王焰吃了 会对其造成什么伤害 王焰摇摇头 嘿嘿一笑 没什么事 没感觉到任何不是 王焰一边回答着 一边心想 这样的东西还有七个 自己吃了一个 应该也不碍事吧 也不知道超凡强者突破需要几个 真的没事吗 苏千雪再度确认 真的没事 听到王焰肯定答复 苏千雪踩点点头 将下巴刻在了 抱着膝盖的手臂上 我们接下来 如何行动 苏千雪问道 啊 被突然一问 王焰上位反应过来 愣了一下说道 我准备先狩猎这里面的遗迹生灵 最后再前往核心区去神兵 核心区 王焰看着苏千雪疑惑的表情 也反应过来 好像关于这遗迹里的这些信息 还只有自己知道 这个古遗迹 是按照八卦布局的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 是根部 八卦的中心 是核心区域 神兵就在那 王焰解释道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大家都是 一起进入古遗迹 而王焰却像是很了解这里面一样 苏千雪 难免觉得奇怪 这个啊 这里面的遗迹生灵 有自主意识 我抓了一个问的 对了 说起遗迹生灵 这里面的生灵击杀后 会留下精准的能量 可以直接吸收精进境界 还有这回事 听到王焰所说 苏千雪有些激动 相信没有哪一个 修行者能不激动的 王焰确认的点头 真的 我已经试过了 所以我才想斩杀那十人 那我也先狩猎遗迹生灵 提升境界 苏千雪想了想 遗迹中固然宝物众多 借助宝物之力虽然强 可是提升自己的实力 才是最让人踏实的 嗯 你现在这更不得外围狩猎吧 外围的 大多都是御灵近七重左右 你单独遇到 应该能解决 遇到多个 你顿走也不成问题 王焰说道 那你呢 苏千雪听王焰这话的意思 王焰这是另有计划 我先回坎布 从外围倾到中心 看看能不能把那十人杀了 没想到王焰 还惦记着那十人 苏千雪无奈笑道 你还真是个怪物 第二天一早 两人就从临时庇护所分开 开始各自狩猎 直到天黑两人才 又在原地会合 一见面 王焰就看到了 苏千雪 一向冰冷的翘脸上 有着兴奋的笑意 想必是已经体会过了 击杀遗迹生灵 所遗留能量的妙用了 王焰坐下笑着问道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苏千雪连连点头 确实是会有遗留能量 不用炼化 吸收起来速度很快 我今天狩猎了五只 御灵近七重的遗迹生灵 现在境界快要突破 道御灵近六重了 苏千雪语气 兴奋不已 王焰笑着点头 御灵近五重十例 一天猎杀七只 御灵近七重一记生灵 不愧是炎黄散的 战力就是惊人 苏千雪高兴之余 突然想到什么 兴致盎然地看向王焰 你呢 你狩猎了多少 苏千雪好奇问道 王焰表情有些奇怪 你说吗 我有心理准备 不会被打击到的 听到苏千雪这样说 王焰才善善地说道 具体杀了多少忘了数了 坎步中外 唯我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 明天把中间区域清完 可以再试试那识人了 四 苏千雪望着王焰忍不住 道西一口凉气 他今天再跟步边缘转了一下 也能知道这里面一步 堪比外面一周之地 中外围 那得是多少遗迹生灵 他想都不敢想 他知道王焰很强 也已经做好十足心理准备 可还是被深深震撼住了 你真是 太猛了 王焰有些不好意思 挠挠头道 还行吗 如今 他境界已经是突破到了 御灵境二重 而且灵力充盈 状态极好 不出意外 明天再度突破 届时权力之下 应该能斩杀那十人了 王焰突然想到 自己能把神圣气息吃了 那就说明超凡之下的修行者 也是能炼化神圣气息的 那自己 就得抓紧收集 所有的神圣气息了 这东西 要是被其他国家的人拿到 又不知道 是什么误打误撞 炼化了就浪费了 虽然现如今 自己吃了神圣气息 还没感觉到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可是王焰知道这东西 能让超凡 突破到更高境界 绝对不简单 华夏有六大超凡 剩下七份神圣气息 王焰都要拿到 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 苏千雪看着 有些荒凉的景象 不禁悠悠说道 王焰想了想 用树枝戳了戳火堆 以他们的本事 只要不是遇到包围 就算打不过 跑应该是没问题的 苏千雪点点头 问道 你明天就清理砍步中心 要对那十人动手吗 动 那十人 不仅是一份丰厚的能量 更是一笔可观的 杀戮积分 王焰没理由拒绝 要我帮你吗 我虽然没你那么强 但是我的玄冰根基 可以帮你稍微限制十人活动 苏千雪语气 认真道 王焰文言一笑 不用不用 我自己应该应付 而且那十人 拿我没什么办法的 就不浪费 你时间了 有这时间 你能狩猎不少遗迹生灵了 还是抓紧时间提升实力吧 相信其他国家的人 也发现这一点了 到时候核心区的争夺强度 那你自己小心 苏千雪略作思索 觉得王焰说的有道理 最终硬下 而此时一记的离步 一片无尽沙漠中 钢本浩二从身前几人手中 接过来小堆蓝色光球 满意笑着 做得不错 继续努力 先助我突破金刚径 斩了忠心那只火鸟 取走它守护的宝物 火鸟的能量分给你们 谢钢本大人 身前樱花国的其他人都很激动 那只火鸟 可是金刚径五重 所遗留的能量的有多丰厚啊 钢本浩二擦拭着手中的武士刀 眼中闪过寒芒 有妹子小姐 我会给你报仇的 第六十四章 更不 黄暴巨猿 此时古一记里 各国已经聚在一起的队伍 都采取了这样的战术 选择先及所有人 猎杀一记生灵的资源给一人 一起将队伍最强的人 推到金刚径 再去抢夺一记中的各种宝物 前步 月昂吸收完队伍里 其他人狩猎来的能量 脸上扬一起笑意 最多两天 我就能突破到金刚径 月昂骄傲的大笑 身旁的人听到这也都大喜 月昂突破金刚径的话 也代表着 他们可以开始 自己吸收自己 狩猎得来的能量了 月昂少爷威武 您一定是第一个突破金刚径的 届时我们美丽国的队伍 可以横着走了 没错 其他国的队长 应该也能突破金刚径 但是肯定没有月昂少爷快 而且就算一样 是金刚径 也不是咱们月昂少爷的对手 这么说起来华夏最惨啊 他们的队长 才是御灵镜一众 想到金刚径 根本不可能 确实 他们队伍里 境界最高的 也才是御灵镜七重 还不是队长 不知道 华夏怎么想的 一记忠心的宝物 注定跟华夏 没关系了 对于队员的吹捧 月昂很是受用 会晤上 没出到的风头 在这一记中 他要加倍拿回 第二天 砍步忠心 王燕看着手中 无比充裕的蓝色能量 光球满溢一笑 这石头人皮真厚 总算解决了 此时的中心到处都是碎石 已经面目全非了 显然是 经历了一场惊天大战的 宿主 王燕 境界 御灵镜三重 杀戮积分 1200 系统商城 战绩 怒火焚身LV3 加 沙神领域LV3 加 今日天气 玩玩小游戏 砍步的一记生灵 不仅让我突破 道御灵镜三重 还收获了 1000多杀戮积分 双 看着系统面板 王燕无比欣喜 这才仅仅是其中一步 这一记 真是宝地啊 先找地方 吸收了这十人 所遗留的能量 说不定能直接突破 道御灵镜四重 夜晚 王燕和苏千学 两人再度回到 临时庇护所 感受着王燕的气息 苏千学美目 震惊无比 玉手掩着嘴 你遇灵镜四重了 王燕笑着摆摆手 运气好 苏千学 感觉自己的世界观 受到了冲击 只摇头 这才过了多久啊 也就四五天的时间 你直接从御灵镜一重 窜到了御灵镜四重 这也太变态了 你不会出一记 直接金刚镜了吧 我终于知道 什么叫修行如河水了 对于苏千学的感叹 王燕并未反驳 因为 还真的有这可能 你也御灵镜六重了呀 也挺快的 王燕安慰道 苏千雪叹了口气 我原本 也是觉得很快了 可是跟你一比 我觉得我是个废物 王燕还想安慰 却也想不到 什么说的 毕竟自己十二阶的根基 又是神火 又是各种增幅战绩 想不猛都难 同龄人跟自己 根本没有对比的资格 而自己 也从本来没有把同龄人 当成对手过 没办法 相比之下 同龄人实在是太弱了 向来都只有境界 远高于自己的人 才会被自己当成对手 不过 你这样的人 出在我们华夏 也算是天大的好事了 苏千雪最终语气 复杂说道 生是华夏人 死是华夏魂 对了 明天我准备去 根部的中心了 王燕说道 苏千雪有些无奈 拿那印记吗 王燕点头 那印记 好像并没有什么 实际性作用 还要费大力气去拿 你知道 那印记是什么对不对 王燕愣住 没想到这女人这么聪明 已经察觉到什么了 不能说吗 也是 你的实力 已经断层了 高层有秘密 单独交代你 也是能理解的 王燕兴兴地点头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两人朝着 更不忠心而去 丘陵地带的中心 一只巨猿目露凶光 看着眼前人类 手中拿着钝气 其身后 漂浮着一道 闪耀鸿芒的云文印记 夜兰的江 你认识那东西吗 巨猿身前之人 竟是夜兰和于阵夏 夜兰如今境界 已经是御灵境五重 而于阵夏 已经是御灵境八重了 看来在进入一季后 都有狩猎一季生灵 此时 两人皆是面色凝重 对方可是金刚进五重啊 夜兰摇摇头 不知道 但是散发的气息 似乎对修行者 有着独特的吸引力 令人着迷 能有这种等级的生灵守护 想来也不是凡物 怎么办 看着对面气势汹汹的巨猿 于阵夏询问道 毕竟学校里出来的学生 虽然夜兰的境界 没有他高 可是行动起来 还是更愿意听从经验 更老道的夜兰 以你在核心区边缘 获得的灵兵 能挡住这巨猿的攻击吗 夜兰问道 于阵下面色变换不停 最终说道 不确定 要不试试 那就试试看 试试你的灵兵 玄武盾能不能挡住巨猿的攻击 我试试 我得的逆朝边 能不能伤到他 行 试试 下一秒 两人身影启动 巨猿没想到面前 两个人类竟然敢主动出击 一声暴躁的咆哮 手中盾气 朝着两人扫去 于阵夏掐绝 面前出现一面银色光盾 盾气接触到光盾后 仅仅是停顿了半秒 就直接将银色光盾打得支离破碎 于阵夏 赶紧闪身躲避 夜兰闪身而出 手中长边发着湛蓝色光芒 周身水气弥漫 万则求乏 一边挥出 自巨猿周身凭空出现 无数条水气凝结的锁链 将其包裹 收缩后 将巨猿死捆住 巨猿一声狂笑 直接将浑身水气锁链挣脱 一跃便来到了夜兰身前 盾气随之迎面来 夜兰大惊 夜兰的将 快躲开 一旁的于阵夏大喊 夜兰也想躲 可是金刚镜五重的速度之下 已经来不及了 终究还是低过了金刚镜的实力 这一击之下 仅是御灵镜五重的 夜兰必定粉身碎骨 于阵夏看着这一幕 什么也做不了 心急如焚 巨猿兴奋咆哮着 仿佛已经看到 眼前人类被拦腰折断的场景 绝望的夜兰突然眼前一亮 一道绚丽的身影横 挡在了身前 这熟悉的火焰 曾经还给他聊过伤 夜兰下意识便喊道 王燕 第六十五章 于阵夏的震惊 于阵夏也看到了来人 十分激动 苏蒂江 王燕队长 苏千雪来到于阵夏身旁 淡淡点头 眼看着巨猿的攻击将至 于阵夏急忙高声大喊 队长小心 夜兰目光灼灼地 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少年 他知道 灵起境的王燕 就击杀过金刚境一重的妖王 如今王燕已经进入御灵境 这巨猿应该是伤不得王燕的 苏千雪也很淡定 于阵夏一世间都有些诧异 为什么夜兰和苏千雪 都好像并不担心王燕安危一般 下一秒 眼前震撼的场景 让他明白了 砸来的顿气 被王燕伸出手牢牢抓住 产生剧烈的声响的同时 还带起了强烈的进风 阵的几人如同无根的扶贫 晃荡不已 于阵夏呆住了 他知道王燕强 但是不知道王燕这么强 奶奶的 这还是御灵境 于阵夏不禁语气深长的感叹 夜兰眼中光彩转动 苏千雪则是一脸无奈的笑意 王燕队长也太强了 竟然能挡下金刚境巨猿的一击 这下有救了 于阵夏语气十分欣喜 你们走远点 我把这猴子杀了 王燕的声音传来 使得于阵夏和夜兰都是愣了一下 王燕还想击杀这巨猿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金刚境五虫的一击生灵啊 苏千雪率先闪动身形 同时提醒两人道 咱们走远点 在这只会影响他发挥 夜兰两人听到 也都下意识地朝着远处掠去 与战场拉开一定距离之后 三人远远地观看着这场战斗 越看 越惊 王燕不仅直接跟金刚境五虫的 一击生灵硬碰硬 而且还死死地压着巨猿打 巨猿被打得节节败退 不时发出愤怒的剧笑 奶奶的 这也太生猛了 看着远处的战斗 于震下感觉太不真实了 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自己是佼佼者 天资过人 哪怕是顾清的江 我也没有完全佩服过 但是今天 我真的服了王燕队长了 年纪明明比我小 可是完全没法跟他相比 太变态了 对于于震下的感叹 苏千雪 忍不住吐槽道 你这种感觉 我已经有了好几天了 我从第一次遇见 他开始 就一直在被他震惊 从未停止过 夜兰说道 轰隆 随着远处的巨像 巨猿倒地 金刚进五重的一记生灵 被王燕斩杀 整个过程 不超过十分钟 王燕取走巨猿 留下的蓝色能量体 来到云文印记前 将云文印记 招进手中 神圣气息入手 王燕几乎是马上将其 存入空间储藏界中 他担心 多看一眼就会又忍不住 直接吃了 王燕朝着三人走来 于震下的表情 依旧感觉很不真实 干嘛这样看着我 我脸上有花啊 见于震下 一直正正地看着自己 王燕调侃道 于震下回过 神猛然摇头 没 没有 只是 只是有点超出我的认知了 夜兰和苏千雪 两人相对淡定 进入一记 这几天经历了什么 说说看 王燕说道 夜兰的将说吧 于震下 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这时夜兰才 郑重地点点头 说道 进入一记后 我跟于震下 国间 古蓝天 都被传送到了 核心区域的边缘处 王燕和苏千雪 都有些意外 没想到 其余四人 竟然都被传送到 同一个地方 在那里有一个建筑群 似乎是 言无场样的地方 各国的修行者 为了争夺其中的宝物 在那个地方 展开了厮杀 那个地方人越来越多 我们几人 夺得了几件灵器 趁乱就从其中撤退了 撤退后 我们选择 先到一记外围 郭间和古 蓝天两个家伙 直接朝着核心区中心去了 听完夜蓝的话 王燕点点头 没想到 仅是核心区边缘 就有灵器出现 更没想到 郭间和川州分布的 古蓝天这么忙 晨音片刻 王燕说道 这样 接下来你们三个 就先一起行动 你们有两件灵器 应付一些金刚镜以下的 一记生灵 应该没问题 遇到人类修行者 也有个照应 我先去把其余六部中心的 金刚镜生灵都击杀 将它们守护的宝物 取走 然后先在外围猎杀一记生灵 最后再去核心区 对于王燕的安排 苏千雪三人点头应下 那我们也先在外围 猎杀一记生灵 你大概多久 进入核心区 夜蓝问道 王燕在心里计算了一下 说道 十天左右吧 行 那我们十天之后 在核心区会合 至此 王燕跟三人分开 独自前往另外一步 一记离部中心 樱花国的修行者 都在围观 钢本号二 与金刚镜五重一记生灵的战斗 看上去不妙啊 钢本大人 已经进入金刚 进了 还是无法击杀这一记生灵吗 果然境界越高 每一众之间的差距 就越大 这样下去 钢本大人 可能要办 原本一直被一记生灵 压着打的钢本号二 突然气息暴涨 开始有了反击趋势 钢本大人 使用钢本家的秘书了 现在钢本大人的气息 已经达到金刚进二重 已经能跟着火鸟 正面抗衡了 来回打了几百回合 一记生灵 似乎不会累 而钢本号二 已经开始有了颓势 钢本号二发出 惊天一击后急速后退 路过围观之人 身边时速度丝毫不减 瞬间就看不见了人影 樱花国的这些修行者 只是听到了一句话 这样下去 无法斩杀这生灵 先去核心蛆蛆身兵 樱花国的人 集体愣住了片刻 感受到身后火鸟那 恐怖的温度 和令人胆寒的眼神后 才慌乱地 追着钢本号二去 樱花国一群人 跑了没多久 一个身材奇长的少年出现 刚平静下来的火鸟 看到少年 再度暴躁起来 嘹亮的鸣叫声 伴随着无尽的火焰 朝着少年铺天盖地而去 少年竟不见一丝慌乱 反而笑得淡然 你想跟我玩火 哄 七彩火焰 自少年周身燃起 火鸟制造出的火海 接触到七彩火焰之后 竟然如同有了灵质 一般害怕退走 火鸟的兽谋 开始诧异地打量人类少年 少年握拳 周身的火焰更盛 打个商量 神圣气息 还有你的命 都给我呗 第66章 神兵 遥光 圣徒刀 一记前步 刚跟中心一记 生灵大战了一场的约昂 回到驻地 目光阴沉 没想到 进入了金刚境 还是没办法做到击杀 约昂语气很是失望 约昂少爷 您刚晋升金刚境 就能力敌金刚境五重 已经是很厉害了 是啊 咱们美丽国上 一个能夸这么多 重小境界对敌的 还是威尔大员呢 真是虎腹无犬子 突然队伍里 有一个高鼻梁的 白人眼前一亮 说道 约昂少爷 不是有人查探到 遗迹核心区 就是神兵所在吗 或许约昂少爷 可以先去取神兵 有了神兵 再回来 展示生灵 必定是守道青睐 听了这人的话 约昂也是面色 稍缓地陷入思索 最终正中道 行 那我们出发 前往核心区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向着核心区聚集 毕竟这里有着 本次遗迹最诱人的东西 神兵 平常最多见识过 灵兵的威力 已经是令人无比神望 神兵那种级别的东西 可以说是 第一次问世 能有什么样的威能 想都不敢想 核心区的中心 一群人围着一个 紫色光幕束手无策 光幕之中 可见一把黑红色长刀 带着令人心慌的洪荒气息 这刀尚未出窍 却已经让周围的人 感觉到了巨大的压迫 钢本号二双手抱在胸前 仔细地打量着紫色光幕中的这把刀 这刀想必就是神兵了 也只有神兵会有这样的威压 就是这光幕 好像是保护措施 刚才有一个御灵九重的 贸然出手都直接被绞杀 关键是那威力 似乎连超凡也无法抗衡 看来只能等 这光幕自行消失 看起来似乎需要等 神兵底部的八卦阵 全部点亮 保护光幕才会消失 现在砍卦和更卦 已经亮起了 不知道影响这八卦的 到底是什么 听说砍布和更部中心的 遗迹生灵都已经被击杀 那神秘印记都被取走 有没有可能是跟这有关系呢 周围的人都在小声议论着 砍布和更部中心的 遗迹生灵被击杀了 钢本号二相身边的人问道 回钢本大人 我们的人探过 那两部中心的神秘印记 确实已经被取走 而且现场还有战斗痕迹 难道真的是跟外围的 神秘印记有关 钢本号二十分意外 目光飘忽起来 到底是谁有这样的本事呢 他自认为是进入遗迹里 实力最强的人 可也只能做到交手 而无法击杀 突然 犁挂亮起 又有遗挂亮了 周围的人 见此有人发出 惊奇的喊声 钢本号二顺势看去 原本暗淡的犁挂 也开始显现红光 难道离部中心的 遗迹生灵 也被击杀了 钢本号二目光 闪过一道金光 去探 是 身边一人走出 恭敬行礼后 快速离开 美丽国人群里 约昂也对着手下 吩咐道 戴维 去离部中心看看 是 约昂粗大的眉毛骤起 他也很想知道 遗迹里 真有人能击杀 金刚禁五重的遗迹生灵 等了许久 各国派出去的探子 都回到现场 怎么样 钢本号二问道 语气有些急切 回号二大人 离部中心火鸟不见了 那神秘印记 也不见了 手下震惊的神情 使得钢本号二 陷入了思索 约昂那边 也是差不多的反应 两人思索之后 看向对方 眼中都有深意 他们都觉得 遗迹中 除了自己 还有能击杀 金刚禁生灵可能的人 只能是对方 可是如今两人都在现场 那又会是谁呢 所有人都想不明白 但是至少 现在已经弄清楚了一个规律 现场神兵底部的 八卦点亮规律 就是跟外围中心 神秘印记有关 很多人都开始明白过来 也就是说 只有外围八部中心的 所有神秘印记被取走 才能点亮八卦阵 神兵才能解封 到底是谁 竟然能击杀金刚禁生灵 可是几个进入金刚禁的人类 各国顶级天骄 都已经在现场了 好诡异 华夏的人一个都没到 会不会 哈哈 华夏是因为 还没有人到金刚禁 当然不敢来参与神兵争夺 对哦 他们队长 才是御灵一众 其他各国队长 基本都是御灵禁九重 差一步进入金刚禁 那到底是谁 杀了这些金刚禁五重的 遗迹生灵 人群眼巴巴的 在神兵周围等着 每过一天 都会有一个八卦 被点亮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人群越来越激动 同时又有惊奇的消息传出 这些被点亮的区域里 一个遗迹生灵 也找不到了 这也太诡异了 相当于一整部 都被清理干净了 难道是这里面 还未出现的遗迹生灵 有可能 这些遗迹生灵 有自主意识 会互相残杀也是 有可能的 那这个生灵的实力 简直恐怖 能击杀金刚禁五重的生灵 它应该至少 也是金刚禁六重的存在 不管了 八卦阵只差最后一个 迅卦就要全部点亮了 先夺神兵再说 要是我拿到神兵 说不定也能斩金刚 此时 神兵底部八卦阵 仅剩一个迅卦 还是处于暗淡 其他的卦象 都是发生耀眼的红光 最后一天 夜兰几人 开始出现在核心区的中心 郭坚和古蓝天 也十分默契地到了 华夏队伍的出现 引来了不少的关注 华夏队伍里没有金刚禁 没有金刚禁 还敢来送死 那个蛮力小子 似乎不在 可能没脸出现吧 其他队长 都已经金刚禁了 夜兰几人 跟郭坚两人会合 队长呢 郭坚好奇地问道 他现在估计在训部 训部被清理干净后 他应该马上就会赶来 夜兰回答道 郭坚和古蓝天 都很震惊 各部中心的金刚生灵 是队长杀的 苏千雪等人带 带着神秘的笑意点头 我乐个逗 队长能杀金刚五重 其他国家的人 还玩个锤子 等队长一道拳的洗白 古蓝天 大大咧咧惊叹 嘘 夜兰对着两人 做了个噤声手势 两人才会过意来点点头 几人也开始关注着 忠心的八卦阵情况 对其他国家队伍 讥讽的笑容 置之不理 终于 驯挂突兀的亮起 神兵周围的 紫色光幕开始虚幻 神兵的恐怖的威压 真正展现在所有人面前 所有人不禁灵魂颤抖 神兵开始变得清晰 刀柄与刀鞘之间 有着四个字 遥光 圣徒 各国小队都知道 真正关乎着 命运的争夺 开始了 无论是那一国的金刚镜 天骄拿到神兵 都代表着 正式成为遗迹的主宰 第67章 神兵的争夺 所有人看着那把 令人心颤的黑红长刀 呼吸急促 因为在这把遥光 圣徒刀身上 感受到了世人都无比渴望的力量 下一秒 各方齐动 在场的人 几乎是一瞬间 齐齐动身 朝着神兵而去 在这种神物的诱惑之下 外面世界里的尊卑 地位 统统不重要了 只要自己能得到这神兵 出去后什么样的地位得不到 对于手下的一心 刚本号二和约昂 只是冷笑 速度最快的人 已经快触碰到神兵了 一脸的兴奋 没想到这么多天骄聚集之下 竟然是自己脱颖而出了 这种东西 不是你能碰的 这人刚想把神兵抓在手中 便被自己的同伴击飞 被击飞的他 满脸诧异地看着自己的同伴 而他的同伴并未看他一眼 而是眼神贪婪地看向神兵 够了 你们这些人 有什么资格争夺神兵 突然 如鱼群般混乱的人群 被一股碾压性的力量 直接冲散 扎着白色脏便的黑人 扛着一根银色的棍子 霸道地出现在中央 语气如同大人呵斥小孩一样 众人俱惊 美丽国的队长约昂竟然这么强吗 这等实力已经断层了 仅仅一人之力 直接喝退全场的人 其中甚至包括 几个已经晋升金刚径的天骄 同样是金刚径 这些天骄在约昂面前 竟然和御灵径一样 这就是差距吗 看来这次一击最终的赢家 应该是美丽国了 钢本号二跨着五十刀 踏步来到了约昂对面 双方针锋相对 空气中产生无形的灵力 波动对抗 樱花国的钢本号 二七场上竟然不输约昂 看样子是准备 跟约昂争上一争了 约昂看向钢本号二 眼神玩味 敢挑衅主人的威严 挨脚狗 我正想教训你呢 自以为是的家伙 时代已经变了 还觉得这是你们 美丽国称霸的时期 今日我便斩了你 重祝帝国荣光 斩我 你拿什么斩 只要当过一天狗 就一辈子改变不了当狗的事实 华夏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对了 狗改不了吃屎 哈哈 钢本号二怒了 枪 武士刀被钢本号二 从刀鞘中拔出 怒目看向约昂 胆敢侮辱帝国 今日你必死 钢本号二冲出 刀光闪动间 杀向约昂 枪 攻击被约昂挡下 约昂开始转换神色 表情开始严肃起来 没想到 钢本号二的攻击 竟然这么强 傲慢的家伙 怎么 感到害怕了 钢本号二 持续攻击间 不忘嘲讽 怕 就你 约昂丝毫不让 百回合后 两人分开 钢本号二表情不屑地道 靠着你手上的武器 强一点罢了 如果你 只是这种程度的话 那准备接受死亡吧 约昂愤怒极了 没想到 竟然被自己 最瞧不起的人嘲讽 可却无法反驳 靠着自己父亲 给的极品灵兵 依然无法碾压钢本号二 准备好为你的傲慢买单吧 血世术 钢本号二气息陡增 已经突破了 金刚进二重的界限 樱花国刚本家的秘书 真的能短时间大幅提升实力 这钢本号二自身实力 本就强 现在境界又提升 约昂危险了 周围的人群 一论不止 你这矮脚狗 提升了境界 又怎么样 约昂并不觉得 钢本号二真的能杀自己 接下来的一击 钢本号二 像是从约昂的面前 顺移到了约昂身后 弓身手握着刀柄 拔刀势 约昂如同遭受雷击 站在原地 眼里满是不敢相信 下一秒 约昂脖梗上 渐渐浮现出血线 再下一秒 约昂的头颅 从身体上滑落 在地上翻滚 眼里的神色 永远停留在了不敢置信 美丽国的一带天骄 就这样没了 所有人感觉 头皮发麻 没想到 约昂已经 强到这种地步了 还是被施展秘书的 钢本号二杀了 这樱花国的武士 也太强了 应该没人 是他的对手了 神兵归属 是樱花国了吗 美丽国队伍里 跟约昂一起来的其他人 皆是大怒 大胆 你竟敢杀了约昂少爷 你不怕威尔大元的怒火吗 樱花国的挨脚狗 等着接受美丽国的怒火吧 突然空气中 传来剧烈的刀鸣 钢本号二 还是站在原地 保持着拔刀的动作 正在叫骂的几人 头颅滚落 一时间静得可怕 一记生灵凶残 美丽国之人 死于一记生灵之手 可惜 钢本号二 朝着神兵走去 一边淡默地说着 现场没有任何人敢发出逆反的声音 神兵 即将被钢本号二夺得 打这么接恋 我来晚了呀 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顺着声音方向看去 是一个身材奇长的少年 面容清秀 人畜无害地笑着 然而对于这张脸 所有人都不陌生 华夏的几人 都像是忍了许久 此时都才开始激动起来 来了来了 队长来了 其他国家的人都很意外 大会气力绝 那个蛮力小子 他怎么来了 还以为他已经死在遗迹里了 他看起来想抢神兵 怎么敢的呀 没看到 美丽国的那些人怎么死的吗 他一个御灵镜而已 金刚镜的约王都被斩了 他这不是找死吗 钢本号二看到的来人是王燕 眼神残忍 你还活着 真好 你死了我也不会死 王燕风轻云淡说道 让我看看山下前辈 为什么高看你 还有 游美子小姐的面 我要你血肠 钢本号二已经把王燕 视作一个死人了 派来杀我的那个美姬 王燕想了想又抖 他的滋味还不错 钢本号二火冒三丈 小子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众人听这对话 都后知后觉的大惊 原来樱花国真的派人去 刺杀了这个蛮力小子 可是为什么啊 他境界真的很低啊 这小子看起来一点 也不怕钢本号 来晚了 没看到钢本号二杀约昂的场景 一会他就后悔了 王燕旁若无人的 走到了神兵跟前 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把遥光圣徒刀 一边赞叹 真是把好刀呢 暗藏着毁天灭地的威能 甚至府下身围着遥光圣徒刀转圈 造型也帅 配色也不错 这样的工艺绝对不是人为能打造的 唯有天生地长 则则真是鬼斧神功啊 只有华夏的人在神秘地笑着 其他国家的人看着王燕人都傻了 这人该不会是个傻子吧 甚至连钢本号二都开始怀疑 王燕是不是真的脑子有问题 终于王燕起身 笑容和叙道 这倒不错 是我的了 另外 我对各位在遗迹里得到的好东西 也很感兴趣 不如自己交出来 省得我一个个搜尸 第68章 十元天圣 好吧 这人是真傻子 不明白 为什么能这么狂 不就是一个气力诀吗 这里面可是能使用灵力的 哈哈 搜尸 真搞笑 刚本号二很严肃 眼底有悲痛 游妹子小姐 竟然是因为你这种人而死 夏木山下老眼昏花 而你 该死 见刚本号二突然就出手 所有人大惊着拉开距离 生怕被误伤 可接下来 之前还在质疑的人都跟见了鬼一样 刚本号二 原本朝着王燕脑袋去的武士刀 被王燕徒手捏住 王燕的手 犹如铁钳 刚本号二 如何挣扎 也无法将刀取出 而且王燕的手 直出刀刃 也没有鲜血流出 这什么情况 刚本号二 刚才还神勇无敌 怎么现在 在这华夏小子面前 像得孩童一样 这些人都傻了 只有华夏的几人 都会心意笑 我热你的温柔 队长真猛啊 古蓝天 忍不住赞叹 夜兰美目光才转动 嘴角勾起 他总是这样 总能出风头 而苏千雪 郭坚 于阵下都看着 少年心情复杂 这个比他们 还小的少年 却是他们仰望的存在 感觉到自己被戏耍 刚本号二 愤怒不已 大喊 二度血世 刚本号二的气息 再度猛涨 原来刚本号二 还能更强 刚本家的秘书 名不虚传啊 刚本号二 现在已经是金刚镜 四重的范畴了 这提升也太多了 被王燕 死死抓住的武士刀 开始有些许松动迹象 如今 刚本号二的实力 给王燕的感觉 跟各部守护 神圣气息的 遗迹生灵 已经很像了 可是王燕 也与十日之前的 自己不同了 搜刮了各部的 遗迹生灵 如今境界 已经是御灵境八重 王燕浑身 突然开始 传来惊人的温度 七彩火焰 自周身爆发而出 绚丽极了 华夏这小子气息 也猛增了 而且这种增长的 感觉很怪 这是什么级别的战戒 这么大的声势 这是秘书吧 华夏的几人中 于震夏忍不住 向夜兰问了一句 队长这到底 是什么神通 太令人震惊了 其余的人 也都很好奇 纷纷看向夜兰 夜兰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这火叫七彩琉璃火 是她的本源火 而她的根基 是九阶火属性 听到这 几人都才是暗暗点头 这就是九阶根基的 压迫感吗 我们这些八阶的人 跟她差距也太大了 这一件 当真是天欠啊 于震夏苦涩道 我热你温 真够猛的 还好 是咱们华夏的人 古蓝天瞳孔里 映衬着绚丽的火焰道 而此时的战局 再度回到了 王燕打钢本号二 就跟逗小孩玩一样 武士刀 又拔不出来了 钢本号二 屈辱极了 同时也开始 心惊于王燕的强悍 也开始知道 夏木山下 为何如此执着于 在进入古一季前 杀掉这个华夏的少年 这样的人 放进了一季 真是狼入羊群 只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狼 已经进来了 下一秒 令人毛骨悚然的 一幕发生了 众人目睹着这个来 自华夏的少年 就像是摘下一个西瓜一样 将钢本号二的脑袋 拧了下来 随手扔在一旁 而这少年脸上 还带着人畜无害的笑容 现场安静地可怕 此时王燕的笑容在和煦 现场的人 都像是看到阎王一样 在想起王燕之前说的话 细思恐急 有人喉咙干涩道 搜尸 他应该真能干出来 甚至连华夏的几人 都忍不住眼角直跳 我热你温 难怪民众叫他小炎君 古蓝天小声唏嘘 华夏的朋友 我愿意交出宝物 这是我侥幸得到的一件灵兵 我愿意献出 这是我抢到的 灵级灵气法阵 我也愿意献出 我在单房捡到一本单书 愿意献出 我捡到了灵丹三枚 之前嘲笑王燕 嘲笑得最狠的人 现在都纷纷献出自己 在遗迹里得到最宝贵的东西 只求活命 不不不 晚了 王燕的话 犹如丧钟 敲在每个人的心里 王燕拿起神兵 在手中端向起来 刀长大概107公分 黑金刀鞘 尚有着玄妙血纹 整体看上去 找不出任何瑕疵 遥光 圣徒 嗯 正在打量着手中神兵的王燕 突然一震 他发现 原本被他随手扔在一边的钢本号二 此时正挣扎着 亮呛起身 将自己的头颅 捡了起来 安在脖梗上 这一幕 看得所有人毛骨悚然 现场也没有诡计的感失足 尸体怎么会突然胜变 王燕冷言打量着钢本号二 他知道 现在这个人 已经不是钢本号二了 钢本号二活动着自己的脖子 不停发出骨节中的咯吱声 这句身躯强度还不错 钢本号二低头 看着自己握拳的手掌 又抬头深呼吸 太久了 我都记不得有多久了 活着的感觉 真不错 看着眼前突然复活 而且变得深不可测的钢本号二 有人开始小声猜测 他已经不是钢本号二了 这是夺射 不 这是戒尸 难道说 他是 这股遗迹的主人 万古镜的强者 钢本号二环是这四周 笑容带着傲然 没错 我确实是这一季的主人 这个世界 有史以来的最强者 十元天圣 不知道 当时可还有人记得我的名号佛 现场的人面面相去 什么十元天圣 没听过呀 呵呵 也罢 没听过 就没听过吧 我仅剩一缕残魂 需要灵魂滋养 我可以放你们一半人活下来 但是有一半人 需要为我献出灵魂 你们自己选 钢本号二 语气不容置疑 仿佛他说了的 就一定要实现 没有例外 现场的人都惊慌起来 这可是万古镜的强者 自己等人如何能违背他的意愿 死一半的人 又有谁想成为这一半呢 看现场鸦雀无声 钢本号二迈步 走到人群中间 面向王燕等人的方向 随手一指 都不想死 那我来决定 你们这一半 为本天圣献出灵魂 此时站在 钢本号二对面的人 都如受雷击 仅是此人随意一指 就要决定 自己这些人的命运 太霸道了 小家伙 把本天圣的神兵 呈上来吧 钢本号二 对着王燕招手 什么你的神兵 这是我的神兵 还有 今天这里 只死一半可不行 除了华夏的人 都得死 王燕和煦地笑着 语气轻松说出来的话 使得全场骇人 这可是万古镜的强者啊 华夏的这小子 是吃了豹子胆 钢本号二诧异了一下 随后饶有兴致说道 有意思 小家伙 你知道 你面对的是谁吗 王燕也饶有兴致说道 那你又知道 你面对的是谁吗 你或许很强 可是你这具身体 很弱哎 第69章 对战 钢本号二 所有人都觉得离谱 甚至连华夏的这些人 都为王燕的胆量心惊 对方可是万古镜的强者 哪怕如今只剩一缕残魂 也压得他们这些人瑟瑟发抖 王燕不仅神色自然 还敢与其针锋相对 真是个有趣的小子 比我当年还要自信 刚重生就遇上这么有趣了的事情 罢了 那本天圣就陪你玩玩 钢本号二 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此时有人开始脚步悄悄后退 想要逃离一剂的核心去 他们算是知道了 不管最后是王燕赢 还是钢本号二赢 都得死 而现在一剂中心神兵 已经被取走 说不定等不久就能出一剂了 钢本号二眼神一瞥 看得这些人冷汗直冒 别想跑 为本天圣献出灵魂 是你们的荣幸 放在平时 你们这种带有杂志的灵魂 本天圣还不稀罕呢 而且 你们今日的贡献 是为人类的贡献 更是为这个世界 所有生灵的贡献 毕竟只有本天圣 才是这个世界最后的希望 所有人只觉得 这个钢本号二 又自大又中二 可是偏偏还不敢 忤逆他的意愿 队长能战胜 这远古强者吗 于阵下小声问道 郭坚更正道 应该说 是远古强者的一丝魂魄 几人都看向夜兰 默认夜兰是这些人中 最了解王燕实力的人 夜兰俏脸满是凝重 美目蕴含神思 我也不敢确定 我只知道 他好像从来都没有输过 哪怕每一次 所有人都觉得他会输 那这次 队长也会赢 古蓝天目光灼灼 他对这个少年 莫名地 有了一种黄热的崇拜 众人被一个眼神 吓得不敢逃跑后 钢本号二一步步走向王燕 本天圣修行的时间 比你吃过的饭多多得多 对修行一道理解 是你们这些 普凡范畴的低阶 修行者无法想象的 这具身体示弱 但是这具身体有一分肉身 本天圣能发挥十分 有两分灵力 本天圣便能发挥二十分 王燕瞬间开启木火焚身 杀神领域 七色火焰燃起的瞬间 钢本号二开始出现了 诧异神色 也有着一丝火热 你一个小小普凡范畴的 低阶修行者 竟然有这种圣神范畴修行者 都无比渴望的东西 我对你更感兴趣了 王燕没有说话 直接拔出手中圣徒刀 以七彩火焰覆盖 狂焰 王燕在空中 划出一道弧线 一刀带起狂暴燕浪 朝着钢本号二斩去 众人大惊 刚才击杀真正的 钢本号二之时 华夏这小子 还没用权力 竟然没用战绩 就击杀了钢本号二 这还是年轻一辈的人吗 实力已经超越一些 老一辈强者了吧 华夏这小子太逆天了 难怪华夏的人 选他做队长 面对今天公事 钢本号二轻轻一挥手 轻松挡下 口中还说道 能拔出圣徒刀 肉身强度还不错 可惜普凡范畴的 修行者是 无法让圣徒刀认主的 在你手上也只是 临兵级别罢了 二叠 王燕才不管 钢本号二说什么 直接攻击 再度狂暴 心中冷笑 越不当回事 拖得越久 杀神领域效果 深度生效 就是死亡来临之时 钢本号二 再度轻轻挥手 挥散了王燕的攻击 饶有兴致 这战绩一道攻击 强过一道 继续 让我看看 最终能有多强 三叠 王燕低喝 钢本号二 再度挥散攻击 并且点评 太弱 四叠 太弱 五叠 还是弱 周围的人 看着这一幕震撼不已 就这还弱吗 玉灵镜 这种强度的攻击 是他们无论如何 也无法企及的 甚至是 之前真正的钢本号二 恐怕也无法想象 这种强度的攻击 竟然是一个 玉灵镜修行者发出的 其他国家的人 都希望王燕能 死在这什么天圣手上 这样的人 放归滑下 太恐怖了 好在当前来看 虽然王燕攻击一次 比一次强 但始终被钢本号二 压着打 这样下去 最终王燕 还是难逃一死 真不愧是 万古镜的强者呀 钢本号二这具身体 在他的掌控下 简直不是一个级别的 这都还没完全掌控呢 太可怕了 难道我们 还是难逃一死吗 要不我们趁限再逃 在遗迹中躲起来 等着遗迹 再度开放 说不定能活 突然 现场其他国家的修行者 趁着钢本号二 在与王燕交战 开始四散而逃 处于战斗中的 钢本号二眼睛眯起 有着愤怒之意 逃吧 这是我的遗戒 你没有能躲到哪里去 钢本号二 继续压着王燕打 这些人逃走的怒意 全部被发泄在了王燕身上 钢本号二的攻击 开始上强度了 王燕开始受了些伤 好在七彩流离火的修复下 倒不算太大问题 看着这一幕 华夏的几人都担忧起来 他们还从未见过 王燕在战斗中 有这样弱势的时候 看来这远古强者 确实是太强了 队长这次遇到硬查了 这样的攻击 换我们来 已经死好多次了 郭坚和古兰 天面色凝重 几人内心都十分挣扎 恨自己实力不够 不能帮到王燕 哄 场中王燕被钢本号二 以击打的倒飞出去 就这点强度吗 这可配不上你之前的骄傲 钢本号二说道 可你也没能杀死我 不是吗 王燕的声音冷冷响起 使得钢本号二心中一惊 是啊 自己好像没有杀了这小子的念头了 古怪 太古怪了 他不知道 杀神领域的效果 已经在侵蚀他的心智了 精神攻击 不 比精神攻击还诡异 到底是什么 修行经验丰富的钢本号二 终于开始严肃起来 仔细地琢磨着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你确实很强 可是你这具身体 还是太弱了 这个时代 不属于你 安心去吧 听到王燕的话 钢本号二小心防范之余 不屑道 小东西 就你也敢说这种话 来试试这一击够不够强吧 王燕高高跃起 手中圣徒叨叨身 开始展现刺眼的鸿芒 狂焰 十三叠 一刀掀起惊天艳浪 钢本号二 瞳孔俱阵 你怎么可能啊 你怎么可能 让圣徒认主 钢本号二话还没说完 直接被劈成两半 同时核心区被生生劈开了一道深渊 深渊里七色 火焰七零八落 燃烧着 烟雾弥漫 现场只剩下了华夏小队的几人 已经被惊得不会说话了 第七十章 遭遇拦截 杀戮积分加八百 虽然这个甲钢本号二 只是金刚径 可是战力上 已经是很接近超凡了 系统给了八百 杀戮积分 王燕觉得也算合理 王燕满意地 用手 扶过手中神兵的刀身 干得不错 圣徒 圣徒刀微微明颤回应 展现出来 些许灵智 王燕一拿到遥光 圣徒刀之时 就已经成功 让其认主 不知道 为什么能让其认主 王燕猜测 可能是自己 吃了一份神圣气息的缘故 之所以 假装没有认主 就是让对方放松警惕 等待杀神领域的 暗暗侵蚀 到了合适的时机 一击必杀 这毕竟是曾经站在顶峰的强者 要是一开始就全力要杀自己 王燕可能还真会陨落在这古一季 华夏的几人上前 眼中既复杂 又惊讶 没想到王燕 真的击杀了 曾经的万古镜强者 虽然只是一缕残魂 可是被那一缕残魂 占据身体的刚本号二 却是实打实的强的可怕 古蓝天 最先来到王燕 一刀劈出的深渊 唏嘘不已 我热你温 这一刀 要是劈在室里 一整个室 都要被分割成两半了 才十天时间 感觉你又变强了 好多 苏千雪 心情复杂道 王燕收起圣徒刀 再度露出 人畜无害的笑容 十天 我吸收了多少能量 我自己都说不清 于阵夏和夜兰 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夜兰不知为何 看着少年 心中开始有了 怅然若失的感觉 队长 接下来怎么办 郭坚问道 王燕想了想 先将遗迹彻底清理 其他国家的人 一个不留 遗迹里 其他的宝物 也全部搜刮 然后等遗迹 再度开放后出去吧 众人皆是点头 对此几人 都不会觉得残忍 对敌人的怜悯 才是对自己 真正的残忍 如今 明面上是 整个人类在对抗妖族 可是各个国家 都各怀疑心 既怕你太弱 无法处理对抗妖族 又怕你太强了 与其他国家 拉开太大差距 最重要的是 这些人 见识到了王燕的真正实力 所以华夏小队的成员 都认同 王燕这张牌 还是藏着的好 大概花了七八天时间 才将一切处理干净 几人盘坐 在核心区那条深渊旁 面容又欣慰 又兴奋 身前放着四十多只 空间储存件 分成两堆 遗迹里的各种资源 都在这一堆 苏千雪玉手指着 十来只空间储存戒指 又指向另一堆 这些是 各个国家的 天交的空间储存戒指 里面是他们 自带修行资源 也很丰厚 如何处理 几人全都看向王燕 现在这个少年 已经成了所有人的主心骨了 原本在各自地盘 都是做主的人物 现在都不自觉地 在听从这年龄 最小的少年安排 王燕略加思索 都收起来吧 出去之后 交给元老 再看高层 如何处理吧 古一记之外 各国超凡 一直在附近等候 一记周边的灵气 稍微出现波动 各国超凡强者 马上就聚集在了 古一记上空 期待地看着海面 他们知道 各国的后背 要出来了 不知道这次 哪一国的天交 收获最丰厚 维尔大元兴致勃勃 他对自己的宝贝儿子 约昂可是十分有信心 约昂少爷实力强劲 成熟稳重 想必应该是贵国 夏木山下说道 话虽然违心 但是美丽国 一直对樱花国有着 修行资源上的支持 让对方开心 对自己国家也有好处 夏木山下有着 强烈的不安 是一种源于直觉不安 他总觉得 华夏那个少年 没能杀掉 让他很不安 每次一记之行 都难免会有伤亡 小家伙们出来了 还请各国的朋友 淡定一点 人类是一个集体 不要因为小事 影响了各国间友好关系 威尔大元大孝之鱼说道 袁天刚面无表情 心底鄙夷 这是认定了自己的人 在遗迹里会将 其他国家的人杀光 提前先做好道德绑架 那是自然 一直以来 规矩就是如此 袁天刚一边附和 一边暗自冷笑 他可不认为 有谁能压过王燕的 既然对方提前先打了预防针 也能省得自己更多麻烦 终于 一道道身影 从海底跃出 华夏 王燕 华夏 苏千雪 华夏 叶兰 华夏 郭坚 华夏 于镇下 华夏 古蓝天 几人一出现 就朝着袁天刚的方向过去 哪怕已经知道 王燕的强悍 袁天刚依旧还是有些担心的 毕竟一记里 危险重重 无法预测 万一出现什么意外 也不是不可能 如今 看到华夏的人都完好无损地出来 袁天刚嘴角脸 开戴耳朵根 笑着迎上 第一眼便是看向王燕 眼神中暗 含着确认神色 王燕知道 袁天刚应该是关心 圣神气息之事 朝着对方稳稳点头 看到王燕点头 袁天刚作为一代超凡强者 差点兴奋地跳起来 都出来了就好 都出来了就好 其他国家的人 眼巴巴地看着海面 可是再也没有 一个人隐冒出 氛围越发诡异 威尔大猿眉头开始 紧紧锁在一起 夏木山下 也开始若有所思 深深地看了一眼 那个华夏少年 各国超凡多 看向了华夏小队的人 毕竟只有他们几个出来 里面发生了什么 也只有他们知道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威尔大猿问道 华夏小队的人 各个看上去 都无比悲伤严肃 约昂等人前往遗迹中心 争夺神兵 可谁知遗迹里 突然出现超凡生灵 我们几个 自知华夏队伍 实力最弱 在外围探索 没去中心 侥幸躲到最后逃出来了 约昂他们 他们 王燕看起来悲痛极了 他们怎么了 威尔大猿迫切问道 他们 哎 全死了 王燕遗憾道 啊 听到这消息 各国超凡 都忍不住胸膛 剧烈起伏 对于王燕的话 都是万年的狐狸 这些人 没几个姓的 都是自己国内 最优秀的年轻人 一个也没能出来 心在低血啊 袁天刚非常配合地 来到王燕身边 拍拍王燕肩膀 安慰道 哎 逃出来了就好 万古强者的一戒 还是太危险了 真是天佑我华夏 各国超凡都知道 其中一定有猫腻 可是碍于以往的规定 加上华夏的人 都一副 失魂落魄的模样 都没法发作 但是心中 又是无比纠结 一个也没回来 毕竟这样的事 以前从未发生过 这些后辈们 受了这么多天的惊吓 我先带他们走了 各位多解爱 袁天刚草草交代后 就带着王燕几人 直接离开 目标华夏 一刻不作停留 其他国家的超凡在 原地面色不停变换 威尔大元 不留下他们吗 夏木山下说道 只要威尔一声令下 现场大部分的人 都会配合 留下华夏的人 而他 很想亲手斩杀那个少年 总觉得 放他回华夏 就是放虎归山 威尔大元脸上殷勤不定 威尔大元 超凡的赶路速度 再犹豫 就来不及了 夏木山下提醒 突然 所有超凡强者 都感觉到了什么 看向了华夏一群人 离去的方向 威尔大元目光阴沉 这下好了 不用我们出手了 另一边 才是片刻时间 袁天刚就带着王燕一行人 来到樱花国边界上 突然 袁天刚止住身形 华夏所有人目光 严肃看向前方 两道身影 凌空二立 一人身穿黄袍 长相妖艺 一人身形勾搂 一头长发干枯 部分头发 尚未幻化成树藤模样 第七十一章 华夏超凡旗帜 我们 不帮帮华夏吗 海面上 来自一个小国的超凡强者问道 他是国内唯一的超凡强者 各国超凡强者 明显都已经感受到了 樱花国边境上的两道气息 跟妖族打交到这么久 自然知道来的两人是谁 你们国内的天骄 可是一个都没出来 威尔大元 神色淡漠地提醒 可是 损失一位超凡 对人类来说 太沉重了 这位来自小国的超凡强者 明嘴道 一时间 现场陷入诡异的氛围 有一些超凡想帮 大部分则是想冷眼旁观 各位 只要我们人类联盟 加强彼此间的联系和调动的速度 因为超凡没所谓的 华夏当前最优秀这一批年轻人活下来了 这一代的后备储备 比其他国家强太多 多年后 恐怕 夏木山下缓缓说道 原本想要援助的一些人 也开始心思玲珑起来 樱花国边境上 袁天刚目光凛冽地 看着前方的两道身影 黑鸣 鱼渊 怎么 想要挑起人妖大战吗 身穿龙袍的妖翼男子大笑 袁天刚 人妖大战 向来是我妖族主动 我妖族想打就打 你们这些卑微的人类 有过话语权 再者说 本皇就是现在开战 你又能如何 男子目光挑衅 看着袁天刚 看得袁天刚身躯微微颤抖 双拳暗握 两个超凡 亲自来堵截一个御灵镜的少年 不嫌丢脸 袁天刚知道 这两个妖皇的目标是王燕 胆敢挑战我妖狱威严 这小子万死也不为过 不过本皇会把他皮疤了 挂在边境上 为我妖族亡魂 妖翼男子残忍地看着王燕 仿佛王燕已经是到手的猎物 华夏小队的几人都无比凝重 为了抓王燕 妖族直接同时出动了两名妖皇 都见识过王燕的妖孽后 几人都更深刻地明白了 王燕对于华夏的意义 妖族这是想提前毁了华夏的未来 反观王燕 却并没有太多的神色波动 反正都知道对方是来抓自己的 害怕也改变不了事实 与其怯懦等死 不如慷慨就义 于渊老狗 怎么 上次没得逞 这次又带上了另一条老狗 王燕嘲讽道 于渊眉头皱起像干枯的树皮 作为妖皇 什么时候被一个小辈直呼过名字 身旁的妖艺男子 闻言也是无比愤怒 因为他还真是条黑狗 我改变主意了 皮脂把一半 我要挂活的 这么结 你不会真是只老狗吧 一边拖延时间 王燕一边向袁天罡传音 元老 怎么办 不怕 我们早有防备的 袁天罡的传音 使得王燕的心开始踏实了下来 于皇 动手吧 我拦住袁天罡 你把人全部掳走 妖艺男子忍无可忍 对着身边老者说道 嗯 身旁老者点头 两大妖皇的 伶牙毫无保留的释放 小队成员各个面如土色 直到王燕暗中开启杀神领域 几人才缓过来 骑我滑下后背 你们两个 今天别走了 随着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 于元两人诧异地看向周围 看到了一个穿着老头背心的老头 背心上印着 劳动最光荣的字样 前人 妖艺男子 瞳孔微缩 随即 一道道人影逐渐浮现 持剑的清冷 美人妖然 身穿黑金西装 吞云土雾的肖战悬 单手持戒的武僧 双手 揣于袖肩的道人 华夏的超凡 全到了 古蓝天浑身直帽 鸡皮疙瘩 其他人也都是震撼不已 现场这些人 在华夏一个都是难得一见 而今天 为了就自己这些人 六大超凡 全到了 几人骇然地深深看了王燕一眼 他们知道 华夏对这位少年的重视程度 已经是顶级了 反观妖族两人 此时的面色都开始阴沉起来 这些人的出现 意味着这次的计划失败 无法抓到王燕了 而更麻烦的是 他们要想如何逃跑了 同时面对六大超凡 还有一个超凡巅峰的前人 一个不小心 真有可能当场陨落 妖然丫头 你带这些小娃子先走 我们几个今天就关门打狗 前人说道 妖然淡然点头 退到小队成员身旁 其余的五人 呈包围之势 围上了鱼渊和黑鸣 我们走吧 先去华夏边境等他们 虽然都想留下来 观看超凡巅的战斗 可是几人也明白 这个级别的战斗 哪怕余波都不是 自己等人能承受的 最终都跟着妖然离开 华夏边境上 妖然和小队的人 都远远望着来时的方向 虽然看不到具体战况 但是却能够感受到 那无比狂躁的战斗波动 王爷目光深长 自己跟超凡之间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不知道自己迈入金刚境后 能不能与超凡一战 剧烈的战斗波动 持续了十来分钟 才停歇下来 熟悉的人影 开始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都怪你 你这个废物 你的重水监狱 早点放那两处声 今天就走不掉了 几人中萧战玄一边谈着烟灰 一边对袁天刚抱怨 嘿 你这孙子 我还不是以为 你的暗日天网 能留住他们 想留作保障 谁知道你这么废物 袁天刚不服气地反驳 你脑砸啊 我的天网又不是控制型战戟 是沙发型战戟 你没见 那两处声受伤了 那又怎么样 还不是跑了 别说了 你个废物 你废物 你废物 你才废物 看着不断扮嘴的两人 前人无奈笑道 好了 当着这么多娃娃的面 你们两个超凡多少 注意一点形象 前人的劝解 才使得两人停下了 那两个畜生太狡猾 让他们跑了 不过两人都受了不轻的伤 没有个把约好不了 前人看着王燕 像是要给王燕一个交代 对此 王燕内心有了几分感动 何须笑道 多谢几位前辈出手相救 我们还活着就好 我自己的恩怨 以后我自己会解决 华夏的超凡皆是点头 前人有些调皮的笑道 走吧 华夏的小英雄们 华夏的民众 可是热情高涨 迎接你们的 将是无与伦比的欢迎 第七十二章 回归 封后的收获 呜呼 华夏的队伍回来了 这次华夏可是唯一一支 从古一记活着出来的队伍 而且没有减员 还得是我们华夏的天骄 太强了 前所未有 这次必定是大风烧啊 听说还有妖皇在途中拦截 谁知我们华夏的超凡旗帜 嘿 咱们华夏的凝聚力 天佑华夏 天佑华夏 华夏上空 小队成员和六位超凡强者 经过每一周事 都能听到下方传来的震天欢呼声 郭坚等人各个感觉如梦似幻 极其的不真实 同时也有着莫名的感动 也都明白 这一切都是因为王燕 自己等人跟着王燕 也算是见证了历史 来到阎皇散灵州分部 所有阎皇将都来到阎舞场迎接众人 当众人稳稳落在阎舞场上 分部的阎皇将们 看向王燕的目光皆是无比崇敬 角落里 金明看着那众人忠心 无比夺目的王燕 感慨万分 这才是多久啊 这个曾经自己看不起的少年 就已经成长到了这个地步了 如今的王燕 已经是自己不得不仰望的存在了 甚至 还得是自己奋力抬头 才能仰望的存在 人群里 王燕第一眼便看到了 那个可爱又灵动的小女孩 王小娟 自己离开这些日子里 王小娟游妖妖带着 穿衣风格更像妖妖 走得可爱疯 穿着一身精致白色蕾丝小裙子 小巧可爱的小皮鞋 扎了两个丸子头 雌娃一样的脸蛋 大眼珠子里有着雾气 哥 王小娟小跑着 扑进了王燕怀里 近一个月 这还是王小娟 第一次跟王燕分开这么久 哥 小娟好想你 王小娟死死地搂着王燕脖子 王燕那颗在古一季中 无情杀戮 变得古井无波的心 这一刻 又重新开始剧烈地跳动 洪流般的情绪奔涌 王燕轻柔地抚摸王小娟的小脑袋 小娟乖 哥回来了 哥 我再也不要跟你分开 好 不分开 兄妹间的温情一幕 让现场的人都忍不住地触动 前人看着少年出神的点头 王燕将王小娟抱起 看向妖妖 说道 这段时间 辛苦你帮我照顾小娟了 妖妖笑得灿烂 可爱的虎牙惹人喜欢 小娟很乖呀 我很喜欢小娟 对于王燕信得过自己 妖妖也非常开心 此时 夜兰也来到几人身旁 兰姐 才是一个月 已经快要御灵精六重了 这次古一季 看来收获颇风了 妖妖目光狡黠地调侃道 哎 我这算什么 王燕这家伙才变态 现在境界比我还高了 夜兰走近 捏了捏王小娟的小脸蛋 小娟 有没有想姐姐啊 有 我也有想夜兰姐姐的 小娟真乖 妖妖听了夜兰的话 才开始注意到王燕的境界 眼神中满是震惊 玉灵境 八重 她开始想到 王燕似乎出发时 才刚进入玉灵境了 一个月 直接八重 这是何等的妖孽啊 嘖嘖嘖 真是个怪物 妖妖不禁摇着头惊叹道 又闲聊了几句 王燕才把王小娟放下 小娟 先跟妖妖姐姐和夜兰姐姐带一会 哥还有事情 要跟超凡前辈们商量 完了哥再带你回家 好 天都行的安排之下 王燕和六位超凡强者 单独在灵州分布的一处密室会议 在场的所有超凡辈都做得直直的 此事对他们来说 至关重要 修行的人 谁不向往更高的境界 特别是前人已经两百多岁了 有史以来的记载 人类超凡最高寿命是五百岁 虽然平常一副不在意的神色 可是现在知道 有机会攀登更高的境界 又如何能不激动 王燕 说说看吧 你在遗迹里的发现 袁天刚开口说道 至此 王燕才点头 一挥手 六眉闪耀着鸿芒的云文印记 飞到六位超凡强者面前 感受着面前物品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众超凡都忍不住露出来沉醉之色 在遗迹里 王燕一共拿了八份神圣气息 自己吃了一份 现在拿出六份 出于撕心 自己还留了一份 王燕仔细观察着几人的神色 发现好像都没有想要吃掉这东西的迹象 看来像自己这样 会产生想吃掉神圣气息本能的修行者 应该是少数 这是 前人回过神了 满眼震撼地 看向王燕问道 遗迹里的生灵说 这叫神圣气息 是突破超凡的关键 跟那个万古镜强者战斗之时 对方好像说着什么普凡范愁 神圣范愁 应该也跟这东西有关系 众人都是 思索着点头 等等 你跟万古镜强者战斗了 袁天刚回过神来 差点从椅子上坐起 其他超凡 也是后知后觉地看向王燕 是那万古镜强者的一缕残魂 占据了樱花国人死去的躯体 实力应该只有金刚镜巅峰 听到王燕的解释 众人的震惊稍缓 可还是深深地看了一眼 这个不可思议的少年 金刚镜巅峰 已经是超凡下最强境界 在一个玉玲镜少年口中 竟然如此轻松地说出 古书上有看到过 超凡入圣 超凡镜仅仅只是超越了 普通凡人的范畴 还未进入神圣范畴 兴许这神圣气息 就是进入神圣范畴的关键 前人若有所思道 知道这东西如何使用吗 前人接着追问道 应该是炼花 具体怎么炼花 我不清楚 王燕回答道 毕竟自己炼花方式是吃掉 可是其他人没有一个 看上去有想吃的欲望 王燕判断 这种炼花方式对于其他人来说 应该行不通 至此 各位超凡深深地点头 看着面前的云文印记 都是满眼火热 炼花眼前这东西 就有机会突破超凡 进入神圣范畴 王燕 你帮了我们大忙 你想我们如何献你 前人神色认真 能看出这东西 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 其他人也都很认真 王燕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谢就不用了 妖然前辈救过我 樱花国边境各位前辈又救了我 而且各位前辈守护华夏 给我们这些人提供了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 我谢你们还差不多 对于王燕的话 几位超凡都被深深触动 守护华夏向来是他们的自发之举 从来没有想过要从民众处得到什么 可是如今真切地得到自己守护之人的感恩 自己等人所执着的事情 背后所蕴含的意义 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 众人在看向王燕 欣赏不已 对了 还有一季里得到的资源 交给各位前辈处理 王燕被看得不好意思 掏出两枚空间储存戒指说道 各超凡相视一笑 随后 袁天刚说道 这是你们的战利品 对于一季里的所得 华夏高层向来是不过问的 不过要是你们 自己想要贡献出一些 来作为激励年轻人的奖励 可以联系自己分布的天将就行了 比如奖励给你的玄疾灵气法阵 就是上次参加一季探寻之人 主动贡献出来的 这样的吗 王燕恍然大悟点点头 还在纠结神兵该怎么处理 毕竟神兵已经认主 而且老实说 王燕也不想教 不过现在听到袁天刚这样说 王燕心中就有底了 与此同时 妖狱黄金大殿中 气氛压抑到极致 黑鸣和渝渊坐在大殿之上 皆是目光阴沉 同时气息还很紊乱 突然 大殿下有小妖上前攻身 报 雪虎妖将 不 雪虎妖皇 出关了 第73章 送王小娟的礼物 听到这一消息 黑鸣和渝渊 饱含深意的对视一眼 请 大殿下一体形壮瘦的汉子 龙形虎步走来 一脸凶利相 此刻带着几分傲然的笑容 见过黑皇 渝皇 雪虎 无须多脸 如今 你已晋升超凡 成为我妖狱新妖皇 地位跟我们相当 黑鸣淡淡说道 雪虎并非忘恩负义之辈 能晋升超凡 多亏黑皇和渝皇 指点我谋取华夏江州 我永远把黑皇和渝皇 当成长辈 听到黑鸣这话 男子虽然抑制不住的嘴角上扬 可还是压抑住自己情绪 终于晋升超凡 成为梦寐以求的妖皇 可是还是明白自己 相比这些老牌超凡 还是有差距的 男子的反应 也让黑鸣和渝渊暗暗点头 黑皇 渝皇 你们受伤了 终于 男子察觉到 两人气息不对劲 不敢置信问道 自从他成为妖将后 都从未受过伤 他真想不到 妖皇也能受伤 提及这 黑鸣和渝渊 瞬间面色阴沉无比 被华夏那群人阴亡 黑鸣言语中怒气颇重 男子十分意外 华夏 华夏竟敢如此大胆 袭击我妖欲妖皇 你闭关三年 有所不知 最近华夏 听黑鸣说完 最近发生之事 男子同龄般的大眼 开始有了深意 哼哼 妖士林 华夏竟如此嚣张 看来三年前的事情 他们都忘了 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黑皇 渝皇 现在 我已晋升超凡 我们完全可以一周一周 慢慢将华夏覆面 满脸沧桑的余缘点头 我跟黑皇正有此意 不过我们这次受伤不清 需要一段 时日恢复 待我们痊愈 就正式对华夏下手 让华夏付出代价 好 那黑皇 渝皇安心疗伤 待你们痊愈后 便是华夏噩梦来临之际 另一边 王燕从密室走出 仲超凡从灵州离开 袁天刚离开前 还对王燕说了句加油 人类希望在你身上之类奇怪的话 王燕来到灵州分部的大厅 召集了小队成员 聚集在休息区 商量一计所得的分配 锅间几人都很激动 耕耘这么久 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候了 王燕将空间储存戒指取出 放到中间的桌上 高层说 这些资源由我们自己处置 叶兰等炎黄散的炎黄将早就有听过 关于一计所得的处理政策 可是还是不敢相信 真的是所有资源都归自己这几个 真的假的 发了呀 郭坚忍不住问道 他很清楚 这是一份多么巨大的资源 真的 元老说的 我们自行分配 如果有想要上交国家的物品 找分部的天降就行 几人依旧感觉不太真实 我提议一计所得的单书 阵法点击都上交 助力华夏丹到气道的发展 王燕说道 我同意 我也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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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都对这个提议没意见 灵气复苏历史短暂 整个世界对于炼丹炼气的探索还很浅 有了这些相关的古籍 一定能使华夏在这两道上领先其他国家 其余的资源大家评分吧 王燕接着说道 对于这个提议 众人有些迟疑 最终 苏千雪开口说道 王燕 这次你的功劳最大 你应该拿大头 对 没错 其余几人都是频频点头 也觉得这样才合理 王燕浅浅一笑 这次最大的宝贝神兵摇光 圣徒刀已经认住了 我已经得到此行最贵重的东西 其他的这些资源就平分吧 灵石我多要一些就好了 王燕补充道 有圣级灵气法阵 加上十二阶根基的恐怖吸收效率 王燕对于灵石的消耗就像个无底洞 见其他人还在犹豫 王燕不得不接着说道 我有神兵 那些灵兵我都看不上 就这样决定吧 队长 那灵级的灵气法阵有两件 你拿一件吧 你能快速崛起 对华夏来说至关重要 郭坚想了想 提议 除了夜兰外的人都点头附和 而夜兰知道她有圣级的灵气法阵 但是又不想暴露王燕的秘密 王燕眼含深意 与夜兰对视后 浅浅点头 可以 至此 众人对如何分配 这从一季收获 终于没有了意义 对于这次古一季之行 都很满意 不只是短短一个月 境界上提升了快两重 其他各种修行资源 也是他们修行十几年都用不完的 这次可以说是盆满钵满了 处理完资源分配后 王燕接上王小娟一起回家 王小娟被王燕牵着 高兴地蹦蹦跳跳地 跟只小兔子一样 可爱极了 小娟今晚想吃什么 王燕问道 王小娟昂起头 机灵地看向王燕 哥 咱们现在很有钱对不对 王燕温和一笑 当然 光是这次一季地来的零食 就能换成数不尽的钱了 嗯 那我要一条鲁鱼 其他的哥做什么 我吃什么 没问题 王燕揉揉王小娟小脑袋 想了想 又从手中掏出一个东西说道 小娟 哥送你个东西 这是什么 好漂亮 王小娟好奇地打量王燕手中的东西 不时闪烁着耀眼的鸿芒 是一枚造型精致到完美的云纹印记 被一条七彩细绳拴着 正是王燕在遗迹里得到的神圣气息 剩下的最后一份 王燕的直觉知道 这绝对是真正的好东西 她一直都习惯把自己觉得最好的东西 给王小娟 所以 她用七彩琉璃新巨化的绳子 将其做成了项链 送给王小娟 七彩琉璃火巨化的绳子 不仅可以掩盖神圣气息的特殊波动 在关键时刻 还能是保护王小娟的一道防线 王燕亲手给王小娟戴上 这是哥从遗迹里得来的东西 这可是好东西 平常千万别拿出来给别人看 好 带着她很舒服呢 王小娟将其藏进衣服里 一边惊奇道 王燕觉得 佩戴这东西 肯定是能给王小娟带来好处的 这可是神圣范畴的东西 当王燕带着王小娟 回到家门口时 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王小娟好奇地问道 这个漂亮姐姐又是谁啊 不远处 尤美子正笑着看着王燕 美得很不真实 王燕瞬间明了些什么 袁天当那古怪的话 原来是这个意思 第74章 暗流涌动 她是哥在樱花国认识的一个朋友 王燕一边给王小娟介绍 一边带着王小娟走近 王燕打量着尤美子 如今的尤美子 并没有再穿那一身 白红色的女巫服 而是换成了JK裙 看上去又清纯又郁 别样诱惑 应该是袁天刚早就 把她秘密送回华夏境内了吧 王燕心想 好久不见 我现在叫王燕 这是你的妹妹吗 尤美子说着 目光全在打量着 王燕身边可爱的小女孩 王燕一阵恶然 王燕 怎么了吗 你们那个大叔给我娶的 说我以后就用这名字了 彻底告别之前的生活 少女疑惑 王燕忍不住吐槽 袁天刚这是取的什么名字 听着跟自己差不多 王燕有些尴尬地说道 王燕似乎不是特别好听的 那你给我取一个 少女看着王燕 似乎有些期待 叫王小燕吧 王小娟觉得很有意思 提议道 叫王子英吧 王燕想了想到 王子英 可以 以后我就叫王子英了 哥 我也要换一个名字 王小娟在一旁叫喊 王燕不得不安慰 小娟是爸妈取的 而且 小娟很好听啊 大家都很喜欢小娟的名字 咱们不换 好吧 王小娟嘟囔道 那你住哪里呢 王燕又试探性地问道 那个大叔说的 跟你住 王燕一副果然如此的神色 不过确实只有跟自己住是最合适的 这少女放在哪都很危险 只有在自己身边才够不成什么威胁 毕竟已经被自己控制 好在现在住的房子比较大 住得下 你等一下 王燕嘱咐后将王小娟拉到一边 说了几句悄悄话 王小娟再次看向少女眼神 从好奇变成了同情 说完 王燕才领着两人进了家门 把在樱花国给王小娟买的小玩意 都给王小娟后 王燕进入厨房做饭 子英姐姐 我们一起玩吧 我 可以吗 可以啊 这个是怎么玩的 我也不知道呢 子英姐姐 你不是在樱花国长大吗 小时候没玩过 我从小就没玩过这些东西 那我们一起研究研究 神识观察了一会客厅里的情况 王燕才收回注意力 有七彩琉璃火星火的控制 这个魅魔族小公主 根本没有任何搞小动作的机会 不过观察下来 这魅魔族的小公主 虽然年纪跟自己差不多 可心智还跟小孩一样 竟然能跟王小娟玩到一起 王燕开始换出系统面板 宿主 王燕 境界 御灵境八重 杀戮积分 一万两千 系统商城 战绩 怒火焚身 LV3 加 杀神领域 LV3 加 今日天气 玩玩小游蟹 看着这一万两千积分 王燕目光火热 这次遗迹里 杀了无数的遗迹生灵 还有其他国家的年轻天骄 才得来的杀戮积分 算是这次除了圣徒刀 和神圣气息以外 最大的收获了 打开商城本周的秒杀看了一眼 仅是一件悬兵后 又关闭了秒杀界面 这个月里刷了几次周秒杀 但都是些鸡肋的东西 看来周秒杀刷到那些 冒着红光的神级物品 还是需要很大运气的 之前努力凑够积分 买下七彩琉璃火 真是个明智的决定 王燕挫着下巴 一万多积分 怎么花你 系统给的两个战绩升级 都要五千积分了 但是这两个战绩 却是最关键的 神级物品不打折 买一件八万积分 性价比太低 还是升级技能吧 王燕点了一下 怒火焚身战绩后边的加号 马上消耗了五千杀戮积分 而怒火焚身的等级 也提升到了四级 杀戮积分五千 怒火焚身LV4 使用后浑身燃起滔天烈焰 弓 防 精力 速度等 全属性增幅300% 直接增加了一倍增幅 没想到从三级升到四级 直接增加了一倍增幅 而且下一次升级消耗 也只需五千积分了 王燕不由得惊讶 难道以后每升一级 都只需要五千积分 而且都能直接提升 一倍全属性增幅 那也太猛了 杀神领域呢 杀戮积分五千 杀神领域LV4 使用后产生无形领域 对领域中敌人产生精神干扰 增强自身灵气恢复100% 增强自身体力恢复100% 削弱敌方灵力恢复100 领域范围500米 看到杀神领域 下次升级需要的 也只是五千积分 王燕心中有底了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上限 要是能无止境地提升下去 直接升到几百级 那也太恐怖了 王燕心底 对于杀戮的渴望 又强烈了几分 王燕沉阴片刻 剩下两千积分留着吧 运气好遇到神级周秒杀 就可以直接买了 第二天 华夏官方一个消息发布 全民沸腾了起来 先是向民众正式宣布了 本次华夏小队 一技之行凯旋的消息 然后则是宣布 经华夏高层商议决定 将授予王燕华夏勋章 授予时间就在一个月之后的春节 官方授予小阎军华夏勋章 除了各种特权不说 更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华夏勋章 可是只有对华夏做出来 巨大贡献的人才能得到 超凡强者 好像都只有暗夜君王肖战玄得过 还是因为拯救了一周民众 说明这次古一届 小阎军的贡献 一定是无比巨大 小阎军才十八岁啊 十八岁就获得了华夏勋章 王燕在华夏的声望 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 而王燕则是来到了炎黄散的分部 找了天都行 哟 小阎军来了 看到王燕到来 天都行摘下老花镜调侃道 天老就别折杀我了 王燕不好意思挠头 这才过去多久啊 恐怕现在我都不是你的对手了吧 天都行不禁感叹 王燕善善道 将还是老的了 我还差得远呢 是怕伤我这老头子的自尊吧 坐吧 天都行笑得和蔼 招呼王燕坐下 给王燕倒上一杯茶水 天都行问道 来找我这老头子 可是有事 天老说的什么话 没事就不能找您吗 天都行歪着头 一副不相信的模样 是吗 没事 难道不是应该找夜兰人 江河妖妖这些年轻漂亮的姑娘 找我这老头子 天老别开我玩笑了 我想把这个捐出来 说着 王燕手中一把蓝色小旗 飘到天都行面前 天都行被眼前之物 微微震撼到 灵级灵气法阵 古遗迹得到的吗 是的 王燕点点头 天都行几乎是立马摇头 不妥 目前全华夏就你是最适合使用这东西的 你还是收回去 天老 您就收下吧 我捐给国家的 捐给华夏优秀的后辈的 反正您相信我 我能把它拿出来 我就肯定有比他好的东西就是了 天都行确认的眼神看向王燕 没有说话 天老不信 天都行依旧没有说话 这让他如何信 比这还好 那得是圣级和神级了 随后 王燕手里的紫色小旗出现 天都行无比震撼 天都行是关键时刻 毅然决定舍命救自己的人 王燕就不瞒着他了 好半赏后 天都行才收下了蓝色小旗 伸出口气说道 你小子 真是令人惊叹 不过也好 你越是离谱 对华夏来说越是好事 局势已经很不容乐观了 注意到天都行的话 王燕关切问道 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天都行面容变得严肃起来 我们在妖族里的探子传回信来 妖狱最近 在收回各国境内作乱的小妖 恐怕要有大动作 更令人不安的是 樱花国 似乎做了什么 惹怒了海洋妖族 深海的妖族 一直不犯人类 这次 恐怕不妙了 第75章 切磋 王燕恍然大物状 难怪在神船时 总感觉海里有些不对劲 要是深海的妖族 真的开始参与人妖之间的战争 那真是很严重了 人类对于海洋的敬畏 自古就有 灵气复苏后 海洋绝对是一个霸主级的势力 数不清的生物量和物种沾染灵气后 都变得异常强大 最恐怖的是深海的大妖 更是各种神通不绝 好在海洋妖族 一直只在乎海洋领地 对陆地没有太多的敌意 人类跟陆地上的妖狱和鬼界 才能保持着平衡 要是海洋妖族参战 连同妖狱一起对付人类 恐怕就算是人类成功争取到鬼界的联盟 各国高层正在对此事进行商议 希望最坏的情况不要出现吧 希望吧 王燕有些失神 人类还是太弱小了 樱花国 东京 国际会议中心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各国的超凡强者 目光集体锁定了三人 下木山下 钢本男雄 和一个穿着和服的生面孔女人 也是樱花国三大超凡强者之一 三人神色各不相同 下木山下 仿佛置身世外 钢本男雄 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 只有女人看上去 有几分愧意 劝你们最好如实回答 若是有半句假话 我华夏绝不帮你们的破事兜底 席位上 刚从樱花国离开 又来到樱花国的袁天刚 恨铁不成钢 神色很是厌恶 到底什么情况 各国的超凡都开始催促 所有人都知道 这事情的重要性 下木山下依旧装傻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让各国的超凡都牙痒痒 最终 是钢本男雄开口了 我们只是 借助了海洋里的灵运修行而已 海洋那么大 只是这种程度根本不值一提 海洋妖族太小题大做了 什么 你们窃取海洋灵运修行 众人虽然都不知道 樱花国是如何实现的 可是知道 夺取他人灵运修行 本就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 这样做的 只有邪修和妖族 刚本男雄 丝毫不以为然 我不信 只有我们这样干 再做的就没有 现场氛围古怪起来 我依我到新担保 我华下正规修行者 绝对没有做这样的勾当 修行靠的是自身 掠夺来的力量 终究不是自己的 袁天刚刚正不恶地道 刚本男雄贪贪手 好吧 你们华下清高 碰 袁天刚一巴掌拍在桌上 怒吓 刚本男雄 你什么意思 自己做了这等龌龊之事 还大言不惭 这就是你们 所谓的武士精神 对于袁天刚的质问 刚本男雄依旧不以为意 看上去刚本号二的死 似乎对他造成很大影响 反正事情做了 人类联盟要是不想管 我们樱花国也可以不管 海洋妖族真动起手来 我相信 诸位应该不会比我们樱花国 多存在太久 刚本男雄的话 成功地让各国超凡都愤怒了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难受的是他说的还是事实 真是那样 人类确实撑不了太久 夏木山下 情急麻疑 你们也是这个意思 袁天刚目光逼人 看向另外两人 夏木山下 还是目光闪躲 置身事外 女人陈阴片刻 说道 此事确实是我们错了 各位为了此事来此 我深胆抱歉 希望各位能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我们樱花国将不慎感激 终于还是有个名士里的 众人面色稍缓 不过看起来都各有心思 袁天刚也是在思索着什么 袁天刚心想 前人前辈有了王燕 从古遗迹带回的神圣气息 现在最重要的是为华夏拖延时间 只要华夏出现第一个王靖修行者 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 现场沉默了许久 袁天刚才伸出了口气道 以人类联盟名义 向海洋发出协商申请吧 海洋还是不要参与 进人妖冲突中来的好 在场的人互相对视后 都纷纷表示赞成 灵州修行者大学里 王燕自一记之行后 第一次回到了校园 如今 妖狱撤走所有小妖 人类协修也不敢有所动作 民众的生活 倒是比以前安逸许多 但王燕因此也少了杀戮的机会了 走在校园里 四处投来的 都是无比崇敬的目光 甚至有的是学校的导师 熟悉的倩影迎面来 王燕脸上也露出些许笑意 苏千月笑迎迎的走来 还是那熟悉的甜美笑容 我们华夏的英雄 欢迎回归 苏千月语气俏皮 王燕斜着眼轻笑 你也开我玩笑 可不是开玩笑 你确实厉害啊 我姐给我说了 一记里多谢你对我姐的照顾了 看着眼前这个少年 已经远远地将自己甩在身后 苏千月心情复杂说道 不用客气 都是华夏的人 我自然不能不管 这才一个月不到 你已经玉玲镜八重了 我还在为玉玲镜而努力 你这家伙 真是打击人哪 你已经很厉害了 你这样说 似乎更打击人了 王燕不好意思地挠头 我说的实话 苏千月语气虽然称怪 可实际却没有半点不悦的神色 依旧笑容甜美 你准备去哪 我想去一趟魔战馆 我可以一起去吗 我的战绩 最近又有突破 可不可以让你帮我看看 苏千月试探地问道 王燕有些沉吟 你确定要我帮你看 当然想 你是我们之中最强的 最权威 嗯 那好吧 两人来到魔战馆 进入了最高规格的战斗空间 王燕对面 苏千月美目中战役十足 从高考知道有这个人后 他一直想会一会 这个能超过自己的同龄人 这是他第一次对上王燕 几乎是瞬间 王燕就感觉到 地面冰霜凝结的趋势 一跃而起 而王燕刚刚一跃而起后 原地一根锋利冰锥 拔地而起 刚躲过冰锥 又是一张火往袭来 王燕再度闪身躲过 十万冰山 苏千月也从原地跃起 一声娇和 王燕周身 开始被无数冰锥包围 拦住所有去路 审判严实 苏千月玉手虚握 一把火焰弓出现 搭手间 一枚烈焰形成的箭矢 瞬间射出 苏千月如今仅仅是零起进三重 靠着冰火双八阶根基 零级战警 这一箭 已经可以击杀零起进八重敌人了 王燕似乎不慌 嘴角上扬 蹬地瞬间朝着苏千月暴射而去 烈焰见识这种程度的火焰攻击 对于王燕来说 不痛不痒 直接冲碎 下一秒 王燕出现在苏千月面前 苏千月大惊 却只见一只沙包大的拳头 直击面门 这一拳 要死人 哄 拳头在苏千月面前停下 剧烈的进风 使得苏千月秀发飞舞 空间归于平静 苏千月满目震撼 自己大招都破不了防 而王燕一记凭A 自己直接亡魂大冒 原来对上这个少年 是如此绝望 老实说 铜镜剑你已经很强了 只是我们之间差距太大了 王燕温和的声音响起 苏千月忍不住嘟囔一句 简直是个怪物 你忙吧 我在外面等你 王燕善笑着点头 带着苏千月离开 王燕手中 遥光 圣徒刀凭空出现 这片空间 都突然多了一种锋利之意 和浓烈的杀气 王燕喃喃自语 上次似乎还只是圣徒的皮毛 第76章 修罗场 王燕回想 那日在樱花园一记击杀 被远古强者 寄生的刚本号二之时 仅仅使出了 手中神兵的基本强度 随着这些时日慢慢地探索 王燕发现 圣徒刀作为神兵 除了本身就具有 毁天灭地威能 还有一项更逆天的特效 那就是杀意加持 圣徒究竟能有多强 取决于你当下 想杀对方的决心 若是当下 对敌方的杀意已达极致 那么 圣徒刀所能展现的威能 才是真真正正的极限威能 王燕不远处 魔战馆出现一名金刚镜的模拟人 这已经是魔战馆的极限了 王燕手握着圣徒刀柄 犹如握着着 世上最权威的审判之力 眼神淡漠地看着模拟出来的敌人 浑身杀意盎然 这是王燕通过过往杀戮叠加出来的 本能杀意 任何一个不相关的人 站在王燕面前 他都能达到这一层级的杀意 魔战馆外 苏千月很不讲究地坐在草地上 双手环抱着膝盖 这个王燕 到底是怎么修行的 怎么能做到这么快 这么强 苏千月翘脸 因为思索皱巴巴的 有几分可爱 他要练习的战绩 会是什么级别的能 肯定不简单吧 苏千月目光悠悠地 瞟向魔战馆 可下一秒发生的事情 使得苏千月大惊失色 超凡之力才能驻见的魔战馆 竟然出现了一道口子 苏千月花容失色 干了什么 整个校园开始警铃大作 所有学生都带着疑惑地 看向魔战馆的方向 怎么回事 魔战馆警报怎么响了 魔战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敬校两年多了 可从未听到过 快去看看 一个处着拐棍的兽穴老头 来到了魔战馆前 一脸凝重 谁敢擅闯魔战馆 作为校长 杜瑞知道魔战馆的强度 可是超凡级的 虽然只是超凡强者 最基本的空间手笔 可再怎么样 也是超凡之力 而眼前这幅景象 魔战馆竟然出现了一道大口子 很像是被一刀划开 只有一个可能 有超凡强者闯入 从其中破坏了魔战馆 华夏自己人 是不可能干这样的事情的 杜瑞感觉来者不善 一听这话 周围的学生都惊了 现在不是妖族 都撤出华夏个州市了吗 谁还敢闯魔战馆 还把魔战馆给干烂了 杜瑞浑身紧绷着 进入全面戒备状态 看到距离魔战馆 最近的苏千月高声呼喊 那个女学生 速速离开那片区域 听到呼喊的苏千月 从猛逼中回过神来 一脸无奈地道 不是嫡媳 是王燕在里面试战技 众人一听 皆是傻眼了 这得是傻战技啊 夸张的口子里 王燕善笑着从里面走出 还带着几分腼腆 哇 这么多人啊 杜瑞傻了 不是嫡媳 作为风云人物 杜瑞自然是知道王燕的 可是却也不敢相信 王燕能破坏魔战馆啊 那可是超凡手柄 直到王燕走到面前 不好意思说道 呃 一不小心 把魔战馆搞坏了 需要赔吗 真是你干的 杜瑞还是不敢相信 确认问道 是我干的 看到王燕笃定的点头 杜瑞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不用赔 但是段时间 那魔战馆使用不了了 魔战馆的修复 需要超凡强者出手 然而超凡强者都是很忙的 王燕也没想到 自己蕴含杀意的一刀 竟然直接把魔战馆的空间 撕开了一道口子 真有些尴尬 你在练习什么级别的战绩 杜瑞试探地问道 这一问 所有人都竖指了耳朵 这得是什么等级的战绩 才能有这威力啊 至少那些宝贵的灵级战绩 远没这威力 这一下法轮到王燕愣住了 什么级别的战绩 自己根本没用战绩啊 就是简简单单一个平A罢了 但是这样子说 又太过高调了 王燕想了想 说道 是在古一季里得到的战绩 什么级别 我也不清楚 听到王燕这样说 所有人才都觉得合理了 那可是万古镜强者的遗迹 里面有什么都不夸张 真不用赔啊 王燕再度确认 现在自己也算有点加资 真要赔也不会吝啬的 毕竟确实是自己搞出来的 弄得一段时间 灵大的学生们 都不能使用魔战管 也很不好意思 不用 没有这样的道理 魔战管本来就是 用来给学生模拟战斗的 杜瑞说完 接着高声宣布道 魔战管暂时停用一月 具体重新开启时间 另行通知 王燕很不好意思地又道了歉 才离开现场 苏千月连忙小跑着跟上 望着少年离去的背影 所有学生眼神崇敬 杜瑞久久不能平静 玉玲静可撼动超凡之力 杜瑞小声感叹着 天佑华夏啊 校外王燕歪着头 疑惑地看着 一直跟着自己的苏千月 干嘛跟着我 苏千月目光闪躲 一个月未见到 不知为何 就是想跟王燕多待一回 那个 学校食堂太难吃了 我想去你家蹭饭吃 啊 这 看着王燕有些迟疑的模样 苏千月开始胡一起来 心想 难道王燕家里藏了女人 咱们可是一起同生共死过呢 苏千月眼睛乱瞟着嘟囔道 可是 我得先去接我妹妹 王燕说道 苏千月目光狡狭地笑道 啊 还以为你心里有鬼呢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啊 正好我也想见见你妹妹 那个被你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 那 好吧 王燕跟苏千月 一起接了王小娟回家 路上王小娟和苏千月聊得很开心 心想 自己哥哥又认识了一位美女姐姐 最后到底哪一位才是自己的嫂子呢 家门口 一道熟悉身影出现 王小娟兴奋喊道 夜兰姐姐 浑身带着欲解气息的夜兰 款款走来 光彩夺目 先是宠溺地摸了摸王小娟小脸 随后看着苏千月 笑容古怪地问道 这位是 不等王燕回答 苏千月率先开口 我是王燕的同学 叫苏千月 不知道姐姐如何称呼 跟王燕又是什么关系呢 夜兰带眉微皱 心中不是滋味 还先问起我跟王燕是什么关系 你不就是个同学吗 我叫夜兰 是王燕在炎黄散的同事 一起经历过生死的 夜兰笑着说道 只是这笑容 在王燕和王小娟看起来有些危险 平时似乎不这样笑 听到只是同事 苏千月心中竟然暗松口气 笑盈盈地朝着夜兰伸出手掌 原来是王燕的同事啊 你好 两人握手间空气中 全是看不见的刀光剑影 这时 门开了 一个美得不像话的少女出现 一脸欣喜 王燕 小娟 你们回来了 呀 还带了朋友回家呢 突然出现的王子英 使得王燕心中倍感不妙 果不其然 苏千月和夜兰 都有些不太自然 突然出现的少女 俨然一副贤妻娘母的样子 各种人准备拖鞋 热茶水 更是让苏千月和夜兰 两人不识滋味 王燕倒是哭笑不得 这可是魅魔族的小公主啊 要是让人家族中知道 自家宝贵的小公主 做这种事 不知道会不会杀了自己 跟王燕和王小娟熟忍后 王子英被兄妹两人间的温情所打动 她见识到了 她一直很向往 然而从未有用过的亲情 眼中的王燕 也不再是那个冷冰冰 杀人不眨眼的少年 跟兄妹俩的关系 也拉近许多 把苏千月和夜兰两人 当成客人 对待一段时间之后 王子英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自此 三个女人一台戏 家里的氛围开始诡异起来 处于风暴中心的王燕 向王小娟投去求助的眼神 下一秒 王小娟的话 使得全场氛围更诡异了 你们三个都那么大了 怎么还跟小孩一样 都别争了 都给我当嫂子不就好了 夜兰姐姐是大嫂子 紫英姐姐是第二嫂子 千月姐姐是第三嫂子 第77章 门神王燕 王小娟刚说完 自己似乎也发现了 似乎三人间更加针锋相对了 装作若无其事地打开电视 注意看 这个男人叫小帅 他已经被佛波勒盯上了 看着眼前一幕 王燕有些哭笑不得 突然 王燕想到了什么 未知一振 小娟 哥带你逛超市去 快过年了 咱们也置办点年货 王燕朝着王小娟示意 王小娟本来也是装作在看电视 一听到王燕的话 便兴奋地转过头 真的吗 哥 要说小朋友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刻 恐怕就是过年了吧 哪怕是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 过年这天王燕 都会加一个硬菜 给王小娟置办一件新衣服 穿上新衣服的王小娟 总爱拉着王燕 去箱子里看别人放炮仗 不知道是自己也想玩 还是就想 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新衣服 当然是真的 今天小娟想要什么 咱们就买什么 王燕眼角戴笑 温声道 耶 他好了 我哥最好了 王小娟兴奋地 从沙发上弹起来 王燕牵上王小娟小手 一声轻壳 那个 你们先玩着呀 自便啊 我们兄妹出去一趟 三人闻言纷纷投来目光 我们也去 一行人走在街道上 非常惹眼 王燕牵着王小娟 身边的女孩 一个比个貌美 引得无数路人 都一不开眼睛 街上人来来往往 手中都拿着些年货 已经开始有年味了 几人在这样的氛围中 不禁有种安乐的感觉 超市里 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 贴着新年折扣 正在置办年货的人 如同感激般 这样的景象 以往很少见 售卖春联的区域 放着的门神贴画 引起了王小军的注意 哥 那不是你吗 几人纹身靠近 仔细一端向 哼 还真是自己 只见海报上之人 浑身滔天烈焰 手持大几 能看出是施展怒火 焚身后的自己 只是有许多地方 有着艺术创作的痕迹 比如浑身穿着锁子甲 头戴紫金冠 眼睛瞪得像同龄 身材也比自己魁梧的多 王燕有些哭笑不得 这是 把自己当门神了呀 附近传来民众的议论声 今年这门神画报画得好啊 我见过小燕军战斗 就是长这样的 是吗 那可得多买几张 多亏的小燕军 现在华夏各州 不受妖族迫害 大家生活安乐多了 是啊 小燕军真是我们华夏的 天官星宿下凡 拯救苍生的 自从小燕军出道以来 咱们灵州的妖越来越少 现在好了 这些可恶得到 妖干脆直接撤走了 定是小燕军的威名 让妖仔子们吓破胆了 这门神画报拿回去贴上 保家人一脸平安 王燕等人 听着这些言论 感觉颇为奇异 一个活生生的人 竟然被华夏民众 当成了怜悯众生的神灵了 特别是这人 还是个十八岁的少年 夜兰不禁感慨 华夏的百姓 就是这样的朴实 他们只在乎实用性 具有实用性的神王 往拜的人是最多的 所以只要确实管用 把你当神来拜都可以 王小娟高兴地养着头颅 我哥是门神 王燕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 一开始自己似乎仅仅是 单纯的杀戮而已 没想到 竟然还收获了百姓的膜拜 这些百姓 因为妖物的暂时撤走而欣喜 可却不知道 这暂时的撤走 其实是更加残酷的战争 即将来临的前兆 风雨欲来 而这些百姓 沉浸在自己的喜乐中 浑然不觉 想到这里 王燕忽然有种 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魅魔族的少女 似乎察觉到 王燕情绪的细微变化 怎么了 他们都爱戴你 不是很好吗 还是觉得自己被化丑了 王燕轻轻摇头 都不是 只是希望 他们能就这么喜乐下去吧 这世道对普通人来说 太残酷了 哥 我想买两张贴咱们家门口 可以吗 王小娟问道 王燕哭笑不得 摸摸王小娟小脑袋 当然可以 哥说了呀 今天小娟想买什么 就买什么 自己家门上贴了自己的画像 感觉很奇怪 也有些射死 但是王小娟喜欢 那就贴了 咦 那少年长得好像小颜君 突然 人群中有人开始注意到了王燕 啊 是啊 真像啊 什么像啊 他就是啊 突然人群朝着王燕聚拢过来 小颜君 我能跟你合个影吗 我家闺女也上了零大 长得可俊了 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 我家孩子不爱修行 成绩不好 你能给提个字 回去震一下吗 感谢你啊 谢谢你为华夏做出的贡献 我们这些人都看在眼里呢 甚至有老头颤颤巍巍地递过来两个鸡蛋 口中说着感谢辛苦之类的话语 除了杀戮的时候 王燕还真没被这么多人包围过 是一种很奇异的感觉 腼腆地应付着热情的民众 夜兰三人 看着被人群包围的少年 此时在人群里 是发着光的 一时间 竟然看得入迷了去 眼看偌大的超市 即将因此失去秩序 王燕才高声道 好了 各位 不用谢我 我身为华夏的一员 义不容辞 更是炎黄散的一员 只是完成我的本职工作而已 我们做这些 为的就是能看到大火安乐的景象 各位如此 我受宠若惊 倍感荣幸 佳节将至 提前祝大家幸福美满 都给我个面子 不要影响了超市的正常营业 大家都正常购物 可以吗 有外相的大叔带头高喊 必须的可以啊 我们绝不给国家添麻烦 绝不给社会添麻烦 大火 都配合哈 没错 大火都别烦小炎君了 都买自己东西去 超市内逐渐恢复秩序 王燕等人相视而笑 后续带着王小娟逛遍了超市 王小娟也只抱着怀中的门神画报 看来看去 啥也没买 对此 王燕无奈摇头 王小娟一直是这样的 从来不会主动要求要买什么 哪怕她很喜欢 王燕提议道 小娟其实是喜欢放烟火的对不对 走 哥带你去买烟火去 王小娟的大眼睛霧得亮起 转过头 小心翼翼确认 可以吗 每次在街上看到别的小朋友 捂着耳朵的王小娟 虽然极力掩饰自己的渴望 别人或许看不出来 可是王燕还能看不出来吗 只能说自己的妹妹 懂事得让人心疼 王燕将王小娟一把抱起 在其耳边轻声道 怎么不可以呢 可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废物了 小娟就是要天上的月亮 可也能给你摘下来 第七十八章 王小娟提前觉醒 九阶 光属性 灵州修行者大学的后山 王燕的邻居前 王燕和夜兰三人 带着王小娟在院子里放烟火 王燕一个响指 指尖燃起七彩火苗 挨个给几人点着手中的仙女棒 犹如火树银花在手中站开 挥舞着仙女棒 大大小小的女孩 脸上都是幸福的笑意 看着这一幕 王燕心中满足感 油然而生 哥 给你一个 王小娟将一只手中的仙女棒 递给王燕 小娟玩吧 哥小的时候玩过的 哥现在长大了 不玩这个 哥明明也只是个小孩 王小娟将仙女棒 硬塞到王燕手上 王燕愣住片刻 原来十八岁的自己 在妹妹眼里也算小孩 同时脑海里 回忆起了小时候 一起放烟火的画面 那时附近的邻居 都会一起放烟花 年味很浓 自己的父亲和吴雪的父亲放 自己和吴雪 则是在一旁捂着耳朵 兴奋地等着 如今物是人非 使得王燕陷入恍惚中 玩到了仙女棒 除了王小娟 还有一个人很兴奋 那就是妹魔族的小公主 王子英 看着手中的滋滋火花 王子英兴奋劲 并不比王小娟弱 完全就是个小孩模样 她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 有的时候表现得很成熟 有的时候 又完全是个孩子 抬头看向这个温馨的院子 在这里似乎有着 自己向往的一切 她小声弥谈 滑下 真好啊 王小娟在几人身边跑着 跳着 叶兰和苏千月也都神情恍惚 似乎也陷入了自己的情绪之中 之后的日子里 王燕除了陪陪王小娟 就是在休息室度过 面对即将来临的风雨 只有高强度的修行 才能让自己平静 在一天从修行室回到家时 王小娟突然给王燕说道 哥 我觉得我今天好厉害 我在幼儿园一跳 就跳上了房顶上去了 别人都不相信 我是跳上去的 王燕听了 双眼眯起 这怎么可能 一个四岁的小孩 跳上房顶 直到王燕使用神石笼罩王小娟 才感觉到了 七体表通过毛孔微弱进出的能量气流 王燕才惊奇地坐直了身体 王小娟 觉醒根基了 王燕古怪的眼神 使得王小娟有些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吗 哥 王燕还在沉吟当中 一般来说 大部人根基觉醒都在十八岁 十五六岁已经算是早的了 四岁就觉醒根基的 还真没听过 王燕没来由地想到了神圣气息 难道是那东西的原因 神圣范畴的修行者 都是从小觉醒根基 那也太恐怖了吧 没事 走 跟哥去一趟二中 看着王燕起身 而且有些急切的模样 王小娟乖巧地跟着王燕走 紫英 我带小娟出去一趟 正在其他房间 打扫卫生的王紫英 应声道 好 早点回来 二中的根基测试阁 合金正在打瞌睡 每年测试根基 基本集中在某一时间段里 其余时间 很少会有学生需要根基检测 所以 这是个闲拆 带着王小娟走近 嗨嗨 何老师 王燕小声地提醒 叫得何金 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啊 我 那个 什么事啊 何金揉了揉自己的双眼 不敢相信 这进入校民人堂的 优秀校友 居然又来学校了 王燕 你怎么来了 快坐快坐 王燕摆摆手 我就不做了何老师 我来是想借用一下 测试根基的仪器 你要检测根基 何金一脸的疑惑 不是已经检测过了吗 难道还对当初错误检测根基耿耿于怀 可是也不像是那样的人啊 王燕点点头 我想借用一气检测一下根基 但是这事情 我想请何老师保密 谁也别说出去 何金眼珠子打转 一想到王燕在华夏的战略及地位 立刻有了猜想 这一定是华夏的机密 好 你放心的用 今天的事情 我用人格担保 绝不会透露给任何人 何金一脸凝重地说道 那就多谢何老师 还有 检测的时候希望何老师您也回避一下 王燕接着说道 何金笑着搓手 我懂 我懂 随后 在何金带领下 王燕和王小娟来到一个漆黑石塔前 何金离去 在门口等候 留下王燕和王小娟 哥 这是要干嘛 王小娟小脸疑惑 你把手贴上去 听到王燕的嘱咐 王小娟照做 闭上眼 王小娟长长的睫毛 紧接着就搭拉下来小声问道 然后呢 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灯泡 会发光的灯泡 王小娟轻轻点头 王燕目光期待地紧盯着石塔 就是现在 让灯泡发光 王燕画闭 王小娟小脸凝在一起 身躯四在暗暗发力 随即 石塔开始亮起刺眼白光 白光一经出现 就迅速朝塔顶冲去 直接登顶九层 其其稀有属性 光属性 九节 王燕忍不住惊叹 王燕并不确定是不是九阶 因为她知道 九阶之上 还有十阶 十一阶 十二阶 而检测的上限 是九阶 王小娟睁眼 惊奇地看着面前的奇异景象 问道 哥 这是什么 好厉害 王燕抚摸着王小娟脑袋 回家哥再给你说 好 来到门外 何今难以掩饰地惊讶 在门口 没有亲眼所见 可是那刺眼白光 她却是看到了 她根本不敢想王燕身边那个小孩 能觉醒根基 只有一个想法 王燕 再度觉醒了 看着风轻云淡走出来的王燕 何今心中暗惊 真是个妖孽啊 多谢何老师 我用完了 王燕笑容何须地道谢 啊 没事 能帮到你是我的荣幸 昨天我孩子还买了你的门神海报呢 我说 你是我学生 他们都还不信呢 王燕尴尬地摸鼻头 干嘛提这事 有些射死啊 啊 感谢您家里人的喜欢 那我带我妹妹先回去了 好 没事多回来啊 二中永远为你敞开 回到家中 王燕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 四处打量了一下 确认王子英还在做家务 才开始小声对王小娟说道 小娟 你是一个修行者了 而且 最少也是九阶的根基 看着王燕郑重的神色 王小娟原本也很严肃 听到这话 确实愣住了 好一会才回过神来 我是修行者了 可是老师说 要长大才能当修行者啊 王燕示意了一下 王小娟脖子上的项链 多半是因为她 提前了 王小娟心喜极了 真的吗 我也可以打妖怪了 嘘 这事情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王小娟这才开始 贼兮兮跟着 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前 跟着做噤声动作 小娟 平常在学校里 一定不要展现你的能力 知道吗 王小娟眼睛里冒出贼光 我知道了 英雄都是悄悄咪咪的对吧 王燕干咳了一声 呃 对 修行者都是行侠仗义 锦衣夜行的 锦衣夜行是什么意思 就是悄悄咪咪的 不让别人知道 那 哥 我什么时候可以打妖怪呢 哥先教你修行 等你足够厉害了 不会拖哥的后腿了 哥就带你去打妖怪 好 我一定努力修行 不拖哥的后腿 王子英穿着女扑装 来到两人面前 你们嘀咕啥呢 两人一惊 都是连连白手 动作神态 都像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没什么 没什么 王子英疑惑地 走向下一个房间 时间一天天过去 春节在即 华夏民众沉浸在欢乐中 而腰郁的黄金大殿内 身材壮硕的雪虎同龄般 大眼里 掩饰不住的兴奋 朝着上方 两人朗声道 黑黄 鱼黄 伤势痊愈了 第79章 风雨欲来 大殿之上 穿着黄袍的妖艺男子 和浑身干枯的老者 跟之前受伤时 微米的状态全然不同 此时两人皆是气息内敛 给人一种极为深沉质感 黑鸣浅浅点头 已经无碍了 如此甚好 黑黄 鱼黄 那我们何时进攻华夏 雪虎激动问道 黑鸣沉阴片刻 看向了鱼渊 鱼渊长出一口气 华夏几次三番 挑衅我腰郁威严 必须要让他们得到残酷的教训 华夏的人不是很看重春节吗 他们把那天 看作是一年当中 家人团聚的日子 那咱们 就在春节期间 给华夏送一份大礼吧 好 鱼黄说得有礼 那咱们 就在春节时 给华夏一个惊喜吧 身躯魁梧的雪虎 坐在座位上 笑声如雷动 又接着问道 届时妖狱所有妖黄 直接出动 虽说我妖狱是强 但提前订好一些计谋 是否会更好 看着雪虎 似乎并没有外貌上 表现出来的那般莽撞 于渊两人暗自点头 自然 你出入超凡 抵运尚弱 遇上老牌超凡的话 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 这样 我腰狱的六大老牌妖黄 先从六个方向 率领妖军进攻 牵制住华夏的六大超凡 你在率领妖军 单独进攻华夏某一周 将一周图路干净后 立刻撤军休整 如此往复 华夏可吞意 听了于渊的话 黑鸣和雪虎 皆是眼前一亮 雪虎更是忍不住地 拍手叫绝 妙啊于黄 一周之灵月 便能为我腰狱 造出一尊新腰黄 将华夏十三周 全部吞并 我腰狱将成为 这个世界的主宰 三人互相对视后 皆是放声大笑 仿佛已经看到了 华夏湮灭的结局 随后于渊似乎想起什么 随手一招 凭空出现一个画面 画面中的少年 身材奇长 面容清秀 倒提着战绩 沉着冷静 黑鸣看向画面 顿时目光阴沉起来 雪虎正好奇地 打量着画面中的人 便听给于渊说道 你在夺取灵运之时 若遇到这人 千万不要杀他 一定要抓活的 雪虎若有所思 难道妖狮林 便是这小子做的 于渊深深地点头 那我明白了 春节前夕 明月高悬之时 王燕才从修行室 回到家里 此时的王燕 一身气息抵达圆满 仅仅差一线 便能突破至金刚镜 成为名副其实的顶级强者 而且他发现 自从吃了神圣气息后 对灵气的吸收炼化效率 更加恐怖了 只是短短十日 便已经从御灵八重 来到了御灵境的圆满 王小娟正窝在沙发上看电视 王子英 则是在另一个沙发上 查看着资料 浑身诱人的曲线毕露 哦 原来春节这天要清扫住宅 贴春帘 放鞭炮 一家人一起吃团圆饭 真有趣啊 真是个幸福的节日 王子英在恶补 关于华夏的传统知识 王燕回来后 先是神识查探了王小娟 境界居然已经是翠玲境三重了 自打发现王小娟觉醒根基之后 王燕不仅教导她如何修行 还系统商城里 买了一个圣级灵气法阵 放置在了她的房间 王小娟自己也很聪慧 这才十几日的时间而已 已经都翠玲三重了 四岁开始修行 等到王小娟十八岁之时 王燕都不敢想 那时王小娟会是金刚 还是超凡 别人都在以翠玲境参加高考之时 一个金刚或者超凡乱入 还玩个毛 有着留在王小娟身上的七彩琉璃火 为其遮掩气息 现在只有自己能够查探到王小娟的境界 当然也没有人会嫌得蛋疼的 去查探一个四岁小孩的境界 根本不符合常识 收回神识 王燕来到王小娟身旁坐下 咦 哥 你回来了 王小娟正看得入迷 发现王燕回来 马上抱着王燕手臂 嗯 回来了 华夏真是个富有文化底蕴的国家 一边的王子英 依旧沉浸在所查的资料中 她这是在干嘛 王燕问道 子英姐姐想了解我们华夏的一些习俗和传统文化 她好像很感兴趣 王小娟眼睛盯着屏幕给王燕解释道 这样啊 突然 王小娟想起什么 转过头看着王燕 对了哥 你明天要上电视呢 啊 我要上电视 王燕有些疑惑 自己啥也没干 晚上的新闻都已经提前预告了 明天的新年大会 要给你颁华夏勋章 你也要作为新年致辞人之一 跟华夏的超凡大人们 一起为华夏新年致辞令 王小娟说的眉飞色舞 听到这 王燕才想起来 好像确实是有这茬 可是自己根本就不在意这种虚名 甚至也不想抛头露面 看着王燕兴致不高 王小娟接着道 哥 你不高兴吗 这可是华夏最高荣耀 要是爸妈看到这一幕 肯定会很骄傲的 刚说完 王小娟像是说漏了嘴 有些心虚起来 王燕察觉到了王小娟的情绪 一直以来 王小娟从未在王燕面前提过爸妈 一直都表现得 只要有王燕就好了 其实对此 王燕也一直明白的 有那个小孩 不会想爸妈呢 王燕将王小娟搂入怀里 轻柔地抚摸着王小娟的头 小娟其实是想爸妈的对不对 王小娟在王燕怀中使劲地摇头 不 我才不想爸妈 我有哥哥就好了 王燕苦笑着摇头 爸妈知道 小娟在想 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王小娟突然从怀里探出头 真的吗 他们真的会知道吗 当然了 爸妈在天上看着咱们 咱们做什么 他们都能看到的 王小娟紧紧地窝进了王燕怀里 一旁的王子英深受感触 忍不住问道 你们的爸爸妈妈怎么没的 三年前 妖族联合人类携修 屠露了华夏一个州 为了保护我们 他们永远离开了 王燕风轻云淡地说着 看上去没有半点情绪波动 王子英突然想起 在樱花国的时候 好像有听王燕说到过一些 安慰道 哎 我从既是起 就没有见过爸妈 也没有像你一样的哥哥 也没有小娟这样的妹妹 你们比我好多了 这时 怀中的王小娟悠悠说道 我长大要把这些妖怪都杀掉 我不想华夏再有像我一样的小孩了 他们要是没有哥哥 会很惨的 王燕思绪有些溜走 王燕何尝就想 华夏再出现其他像自己一样的人呢 年纪轻轻 就要承担起一切 他们不像自己这般走运剪刀系统 这辈子 估计也就那样无依无靠了吧 察觉到王燕的情绪有些低落 王小娟从王燕怀里支起身来 小手像王燕摸自己一样 摸摸王燕的头 没事的哥 你这么厉害 一定能打跑妖怪 明天你要上电视呢 一定要穿帅帅的 让爸妈看到 我们好好的 第八十章 华夏 新年 华夏 新年 华夏痊愈没有了妖族作乱后 邪修也折服起来 民众生活越发安乐 整个华夏一片祥和 早上十点 所有人已经开始 蹲守在官方的直播间里 等着观看王燕的寿勋仪式 和华夏今年的新年致辞 一晃又是一年 好快啊 是啊 今年是美满的一年 小颜君的出现 给我们华夏带来了希望 今天小颜君寿勋 必须得给人气顶上去 小颜君的牌面 必须拉满 第一个如此年轻 就获得华夏勋章的人 小颜君真是我们华夏的未来啊 小颜君好像还要跟超凡们 一起为华夏新年致辞呢 这可完全是超凡级待遇了 大伙必须给小颜君厂子撑起来哦 开始了开始了 会场在灵州呢 自从小颜君出道 越来越多的活动 在灵州举办了呢 灵州会议中心 最大的会场中 已经坐满了人 在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甚至很多是提前从其他州来的 只为见证这一刻 吴雪一家 因为吴雪的爸爸吴明 在灵州市里混了个小关 勉强有资格搞到了 最角落里的三个位置 穿着行政夹克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吴明 貂皮大衣贵妇搭扮的吴雪妈妈 看着会场中感慨不断 这会场可真气派啊 是啊是啊 听说老王那孩子 今天要被受勋呢 太有出息了 说起来 咱们两家以前关系还不错的 王十年这孩子 真给他长脸啊 可惜了 当时咱们能幸免 也亏得十年夫妻俩 我们事后也疏忽了 没有多给这孩子关照 如今也没有资格去沾这份光了 唉 小雪跟那孩子关系不错呀 是吧小雪 妇人突然问道 一旁本就心情复杂的吴雪 此时更加不适滋味了 那是小时候 吴雪说道 妇人不以为然地说教 人都是念旧情的 你们从小青梅竹马的 这种才是最美好的回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永远的白月光 大会结束之后 去跟人家熟络熟络 妈 没机会了 你这孩子 说的什么话呢 吴雪目光悠悠 伸出了一口气 真的 没有机会了 不带夫妻二人追问原油 大会开始了 袁天刚率先出现在台上 笑容和蔼 现场的 屏幕前的各位华夏同胞们 大家好 我也是老面孔啊 其他几位都比较高了 什么抛头路面的事 都让俺老原来 哈哈 废话就不多说了啊 咱们直接进入正题 今天很荣幸在这里 与大家共度佳节 同时一起见证 为我们华夏优秀的后辈 授勋仪式 下面进行大会第一项 对灵州望山市王爷 受华夏勋章 请华夏天骄王燕 上场 画壁 台下掌声雷动 直播间里 也被小颜君威武几个字 疯狂刷屏 靠前的位置上 王小娟 王子英 叶兰等人都激动地 看向红毯那头 我哥来了 我哥来了 太帅了 王小娟高兴地手舞足蹈 镜头那边 一位身材奇长的清秀少年 踏着红毯 一步步走来 气宇轩昂 王燕浑身着正装 从材质用料到剪裁 设计全是最顶级 整个人看上去英气十足 连叶兰等人都看待了 小颜君好帅啊 我一个男的都觉得帅 王燕 我爱你 直播间评论炸了 现场都是 见过世面的人 也都忍不住地觉得 台上的少年不凡 无名不由地感叹 十年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啊 现场有两人 看着那光彩夺目的少年 非常不适滋味 一个是坐在 无名夫妇旁边的吴雪 一个是负责 全场安全工作的江晴 脑海里始终也忘不掉 那一句从今天之后 我们不会是 也再不可能是 同一个世界的人了 当初说这话的少年 现在真的是 他们全力仰望 也看不到的存在了 华夏六大超凡强者的礼遇 华夏全体民众的爱戴 无论哪一项 都不是他们 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该有的 可是偏偏王燕就做到了 这一刻 江晴抬头看着台上的少年 神情恍惚 两人之间的差距太大 就算之前有过节 也已经是任他使出浑身解数 阴谋也好 杨谋也罢 都无法对对方造成任何影响了 自己对于王燕 已经不值一提了 而对方一句话 却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江晴有着深深的无力感 终究是我太自大了吗 端庄靓丽的李仪小姐 穿着红色旗袍 礼盘里端着一枚白金勋章 款款走来 在王燕身前停下 露出得体的微笑 袁天刚取下勋章 待在了王燕胸口后 与王燕握手 恭喜啊 袁天刚笑道 谢元老 跟海洋妖族的协商如何了 王燕小声问道 袁天刚明显有些愣住 想不到王燕会在这种时候 问出这样的话 随后继续笑道 不用担心了 协商成功了 樱花国自己付出巨大代价 并保证以后不再犯 海洋里那些勉强同意不追究了 王燕松了口气 那就好 只要海洋妖族不参战 那人妖之间就还能拉扯 不至于一边倒 只要还有时间发育 就还有机会 待王燕回到席位上 袁天刚接着宣布道 接下来进行第二项 开始今年的新年致辞 说完 袁天刚也来到了 王燕身边的一个席位坐下 随后一道道身影凭空浮现 出现在了剩下五个席位上 人群无比激动 华夏全体超凡 基本是华夏的最强阵容了 平常一个都难以见到 今天全部露面了 暗夜君王肖战旋 君王抽得好像是力群啊 迅蓝仙子妖然 太美了 通天道人 慈悲无僧 炎黄伞四大旋天降齐了 炎黄伞的牌面 还有我们华夏的第一强者前人 劳动最光荣 直播间 华夏的群众激动极了 镜头最先给到前人 作为华夏最强超凡 由他第一个致辞理所应当 嗨嗨 前人清了一下嗓子 准备说点什么 可下一秒瞬间变色 面容极其凝重 而这一刻 景中响彻了整个华夏 第八十一章 今年的雪格外冷 令人局促不安的景中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所有人都自心里 生起了不祥之感 华夏上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 还是三年前 而那一次 华夏失去了江州 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一次 这钟声又会给华夏 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好在华夏所有超凡强者 都在现场 暂时稳住了民众不安的心 高台上 一众超凡全都眉头紧皱 腰愈的超凡全来了 而且从六个不同方向来的 袁天刚表情极其严肃 前人眼睛眯起 这一天来得比我想象中要快 背后肯定有天大的阴谋 坐在一旁的王燕 自然也听到了超凡们的对话 开始思索起来 有阴谋也没办法了 对方来势汹汹 我们只能尽量避免民众的伤亡 我去挥挥高天鹤吧 老对手了 肖战璇将还剩四分之一的烟头 暗息在他面前的烟灰缸里 先给民众一个交代吧 前人再度看向镜头 同胞们 坏消息 腰愈六大超凡大妖 率领妖军从六个方向扣关华夏 腰愈终于向华夏出手了 腰愈选择在我们华夏春节入侵 何其挑衅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强 没能强到强敌不敢来犯 所以 华夏的后辈们 一定要自强 自立 强到外敌不敢来犯 立于世界之巅 不过大家无需担心 有我们六个在 妖族过不了边关 这个年 咱们还是要过 我们六人离开后 现场交由王燕坐镇 期间一切决议 都听王燕的 说完 前人看向王燕 小家伙 后方交给你了 也只有你 能够让我放心了 紧急时刻 王燕没有扭捏推辞 只是点头到 几位前辈 自己多加小心 华夏 六大超凡强者 点头后 从原地消失 无论是现场的 还是看直播的 每一个人都忧心忡忡 腰于六大超凡都出动了 怎么能不叫人担心 华夏六位超凡出动 现场交给了一个 十八岁的少年 华夏整个后方 现在全听这个少年的 一句话了 可是转念一想 人们又很庆幸 若是没有王燕 也再没有其他人 能带给民众心安的感觉了 炎黄散各天将 王燕在台上沉声喊道 在 现场的各州天将 皆是应声 表情肃穆 从现在起 到超凡们回来 炎黄散各州情报组织全力运作 重要情报立刻上报 一刻不停 务必时刻更新前线战况 是 说完后 王燕坐在席位上开始思考 对方明明知道 华夏也有六大超凡 有炎黄散 有安防队 双方的超凡直接实力 相差并不大 很难真正取胜 这样的进攻 根本没有意义 而且还从六个方向 更像是在牵制 可是为什么呢 为何要牵制住华夏的超凡呢 难道是让金刚妖王当主力 可各种都有天将 一些修行大族族中 甚至也有金刚进强者 妖狱也占不到便宜 到底 为什么 奇怪 太奇怪了 而与此同时 各州的情报 都被源源不断地传到王燕面前 平时各种保密集的情报 现在都是毫无保留地上报给王燕 王燕是得到华夏一种超凡认可 前人亲自指派 各天将自然暂时把王燕 当作后方临时的总指挥了 华夏的民众们 看着临危不乱的王燕 不安的心 再度踏实了些 十年这儿子 真是个有种的 今年应该才十八岁吧 换别的小孩来 指不定慌成啥样了 可这小子表现 真的是很令人安心啊 角落里 吴明忍不住称赞 确实 这王燕 我真是越看越喜欢 要是能成为我们女婿就好了 吴雪妈妈在一旁附和道 妈 吴雪听到后 语气埋怨喊道 哟 小雪还害羞啊 妈告诉你啊 面对优秀的男孩子呢 我们女生也是可以主动的 老王家这小子 已经足够优秀了 吴明插嘴道 这小子已经优秀到小雪 都没法够着了 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吴雪妈妈似乎并不赞同 连忙反驳 那她以前小时候 跟小雪还很好呢 小时候就说 要娶小雪的 哦 现在长大了 出去了 觉得我们小雪配不上了 要是真这样 她也成不了大气候 妈 您别说了 好吗 越听自己母亲说 吴雪心里就越难受 看着吴雪的模样 吴明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叹气道 看小雪这样 你还不明白吗 他们俩 可能早就有不愉快了 甚至可能是无法挽回的冲突 小雪 真的吗 你快给妈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吴雪妈妈 也开始觉得不对劲起来 急切问道 看着吴雪支支吾吾的样子 吴雪妈妈再度催促道 你快说啊 发生了什么 之前她只是一阶根基 我觉得她跟我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资格复审的时候 虚荣心作祟 装作不认识她 吴雪妈妈听完 只想掐人钟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难怪你说没机会了 现在真没机会了 你竟然还看不起别人在先 她现在何等人物啊 哎 糊涂啊 看着吴雪委屈模样 吴明才忍不住说道 行了 你也就事后诸葛亮 我看你也没好哪去 当初要是知道 王燕只是一阶根基 怕是第一个 让小雪跟人家断了来往吧 小雪 你大人了 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了 既然已经做了 就承担带来的后果就好了 不要埋在心里 成了心魔影响修行可不好 吴雪眼眶湿润的点头 模糊的余光 悄悄瞟了一眼 高台上坐镇指挥的少年 沉着冷静 将一切安排得合理有条 仿佛俯视世间的君主 吴雪妈妈 也有些心虚的 没再说话 小炎君真是我华夏的栋梁啊 这个年纪 已经开始扛起一切了 小炎君真有范儿啊 第一次被委以重任 竟然丝毫不慌 看起来颇有大将风范呢 小炎君真的顶天立地的汉子 真令人安心 各州民众看着大会现场的直播 似乎又没有那么慌了 这个新年虽然出现了插曲 可是有华夏中超凡和王燕在 似乎一切都是可以解决的 这年 该过还得过 都放心吧 有超凡大人们和小炎君在 不会有什么事的 没错 该干啥就干啥 妖族翻不起什么大浪的 这么多年 跟妖族打交道还少吗 咱华夏不一样坚挺着吗 都别慌哈 该和面和面去 该包饺子包饺子去 会没事的 直播间里的弹幕 逐渐开始轻松起来 突然竹州的网友 开始活跃起来 竹州下雪了呢 好大的雪 是啊 竹州开始下雪了 我也看到了 竹州的朋友真好运啊 下雪好啊 锐雪照风年啊 可是 这雪 感觉格外的冷啊 第82章 那是五千万民众 真的 这场雪真的好冷 冷得心都凉了 嗨 竹州的朋友 下雪不冷 还要啥才冷啊 正常的 真的不正常啊 我感觉我全身血液都要冻住了 我明明在室内 可我已经皮肤开始冻伤了 越来越多的竹州民众的发言 使得人们逐渐开始觉得不对劲起来 千月姐姐 你不是竹州的吗 竹州下雪了也 王小娟朝着身旁的苏千月问道 我是竹州的 可是这雪 恐怕不正常 苏千月 此时已经带眉紧皱了 在竹州生活那么久 下雪也不是没下过 今年这样的 太反常了 有问题 叶兰也开始注意到不对劲 苏千月摇摇头 我不确定 但是我感觉不对 苏千月转看向高台之上 那个坐镇后方的少年处 现在炎黄散所有情报都掌控在王燕那 可以说 整个华夏的情报 都在王燕眼皮子底下了 突然 王燕收到一封SSS及紧急情报 竹州出现大量妖军 约莫五万 领头者疑似超凡 求后方指示 短短的一句话 包含的信息量 却是让王燕都坐直了身体 整个人无比凝重 现场的人都注意到了王燕的神色 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突然 又是一封SSS及紧急情报 依旧是竹州的 领头者确认是超凡 请指示 王燕双掌手指交叉着置于桌上 手指快速地相互扣击着 像在犹豫 最终还是看向了镜头 镜头也配合地给到了王燕特写 整个华夏都关注着王燕这里 最新情报 竹州玉席 妖军五万 领头者 是超凡 王燕语气平淡的话 却让整个华夏都陷入了无比的恐慌 超凡 妖狱为什么还有超凡 这不可能 怎么可能 妖狱有了新超凡 完了 大难临头了 王燕总算明白了 妖狱为何要以这种方式牵制了 妖狱这是打算先取一周 而被挑中的就是竹州 现场的各州天将都是面色凝重无比 妖狱出了新超凡 这对人类来说绝不是好事 竹州在请求指示 我一个人没法拿出对策了 大家商议一下吧 各州天将 有何提议 好在王燕依旧镇定 像是一直紧紧绷着的最后一根绳子 若是王燕也绷不住的话 整个华夏就要彻底乱了 现场鸦雀无声 这样的情况 谁又能做得了主呢 那可是超凡 谁去了都是送死 没有一个人愿意先发声 最终还是 天都行说话了 我提议 撤走竹州的炎黄散分部 安防队 保留实力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等众超凡回来 再商议对策 天都行说完 现场更是近得可怕了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最理智 也是最好的办法 可是就是没有人愿意说出口 这等同于放弃了竹州 放弃了竹州的民众 一个绑大妖元的天将 一掌拍在桌上 目屑翻飞 天都行 你莫不是奸险 这样做 等同于将竹州民众 送予妖族宫 哥 那可是五千万同胞 天都行伸出一口气 那张天将觉得该怎么样 这名天将面色激动半天 可却说不出半句话来 最终愤怒说道 我们个个都是金刚巅峰 一起去河里杀了那妖 不就行了 我没有意见 天都行看向王燕 仿佛只要王燕同意 他立马就要赶往逐州 又有一名天将说道 不是我老张怕死啊 为了华夏 我死不足惜 只是恕我直言 真觉得一堆金刚进巅峰 就能击杀超凡吗 我们这些人 虽然实力低微 可也是负责一周安防的 要是都死了 对华夏来说 未必真是好事 大家又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都知道目前的困境 可是又能怎么样呢 一边是无法解决的超凡对手 一边是五千万民众 目前的情况 就是所有人都知道 天都行说的是对的 可是所有人都无法接受 这样的事实发生 就连王小军这样的小孩 都已经明白了现在的处境了 华夏不得不放弃逐州了 逐州的民众的发言 打破了所有人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小阎君 下令吧 让逐州 炎黄散和安防队的人都撤离 华夏培养他们不容易 他们也为我们逐州 做了太多贡献了 不能白白牺牲 是啊 小阎君 下令吧 放弃逐州吧 哎 说真的很不想死啊 但是 放弃逐州吧 其他州的朋友们 一定要替我好好活着 小阎君 下令吧 逐州的民众 知道始末后 主动要求王燕 下令放弃逐州 这让所有人都破防了 这便是弱小的代价吗 太痛了 天都行看向台上的王燕 不如开启民意投票吧 由民众决定吧 一个长相正派的中年起身 朝着王燕朗声道 我是逐州天将英雄安 我生长在逐州 我仅代表我个人 请批准我回逐州 战死 我也请求回逐州 场下苏千月也起身 毅然决然道 千月姐姐 王小娟拉扯着苏千月的衣服 小声喊道 小脸满是担心 她知道这一去 就再也见不到了 所有人都忘不了这一天 华夏是多么的悲壮 原本这将是充斥着 欢声笑语的一天 所有人都在等着王燕的决定 逐州方面已经多次请求指示了 终于 王燕下令了 逐州各言皇将 安防队成员听令 全力保护民众安全 收到 逐州方面立刻回应 王燕的指令 引起了很大轰动 太不理智了 小颜君 终究还是年轻气盛啊 唉 要是换作我 又怎么能下得了 放弃逐州的令吗 逐州的民众 也有觉得王燕不理智的 也有感动的无以言表的 王燕来到了王小娟面前 轻声道 小娟 哥要去逐州 去打妖怪吗 王小娟问 是的 能打赢吗 哥也不知道 能不能不去啊 哥不去的话 逐州不知道 又要多出多少 咱们这样的孩子 王小娟深深地看着王燕 可怜巴巴的样子 使得王燕很不忍心 哥 答应我 一定要活着回来 王小娟说 王燕摸摸王小娟的头 好 哥答应你 所有人终于从王燕的决定中 回过神来 甚至连英雄安都想要劝王燕三思 还是不想那么多的炎黄 将和安防队员白白牺牲 可是大会上却看不到王燕身影了 小颜君呢 小颜君去哪了 没有小颜君坐镇 可咋整了 突然负责大会安全的安防队员 朝着江青大喊 报告 有人升空 这个时候 有人升空 会是谁 天都行 反应过来 脸色大变 朝着天空大喊 王燕 回来 那可是超法案 上空远远地传来王燕的声音 那是五千万民众 华夏百姓都看到了 一颗七彩彗星 拖曳着炫目的光彩 朝着竹洲方向 去了 第83章 抵达月劳关 后方 麻烦天老坐镇 王燕声音远远传来 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 那是五千万民众 是啊 那可是五千万民众啊 哪能是说 放弃就放弃那么轻松呢 天都行 内心无比苦涩 五千万民众和王燕比 孰轻孰众 他不明白 也不想明白 只是内心觉得深深的惋惜 明明可以看到一颗 冉冉升起的星星 足以照亮华夏的星星 如今就啊 这么坠落了 真是 可惜啊 现场的人都不断地吞咽着口水 王燕 这就去了 那可是超凡 这一去 凶多吉少啊 严军 唉 何其中意 我华夏的少年 只是可惜了 有人为王燕惋惜 也有人忍不住赞叹 这才是少年 炽热又明亮 这才是我华夏的少年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这才是我华夏的少年 华夏有这样的少年 华夏之幸 华夏百姓之幸 哈哈 现场突然传来豪气甘云的笑声 原来是英雄安 哈哈 难怪百姓愿称一位十八岁少年炎君 将其视若神灵 今日 我英雄安 见识了 华夏人民 华夏没有放弃你们 话比英雄安 话做流星一样 赶往华州 随即 苏千月也跟着朝华州赶去 口中不停默念叨 父亲 姐 会没事的 他来了 华夏的民众 何其震撼 这样绝望的时候 仍然有人毅然决然 赶往华州 华州的民众 都热泪盈眶 冰冷的身体 不由地感受到一丝暖意 华夏 终究是没有放弃我们 小颜君 现场有安防队的成员 来到天都行的面前 不卑不亢高声道 安防队成员王小二 请求驰援逐舟 纵死 无悔 求天将成全 炎黄散张力 请求驰援逐舟 纵死 无悔 求天将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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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的人 站出来 朝着天都行请示 天都行心中无比的复杂 一个王雁 似乎唤起了 华夏年轻一辈的血性 一个个的 都开始想要不计代价的 池圆逐舟 天都行很犹豫 王雁已经是华夏 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了 而如今这些人 也都是华夏的后备力量 这一去 凶多吉少 你们可要想清楚了 前方 或是地狱 天都行尘声道 年轻的小伙子们 互相对侍候大笑着 天将放心 怕死谁当炎黄将啊 是啊天将 怕死谁加入安防队呢 天将 您就同意吧 人群中央的这些少年 全都炽热如太阳 汪汪汪 炎黄另传来响动 天都行查看后 里面全是各州的安防队 和炎黄散成员 发来的请战书 粗略估算高达几千封 天都行老眼 泛起泪花 久久不能平静 许久之后 天都行释怀地笑了 镜头配合地来到天都行面前 给了一个特写 稳健了一辈子了 就陪你们这些 小家伙封一把又如何 死在战场 才是僵的宿命 天都行看向镜头 此刻年迈的老人 似乎眼中又有了 年轻时候的风采 天都行望着镜头 神采异议 整个华夏巷之前 等待王燕决断一般 这时也在等待 天都行的决断 所有医院 池圆逐州的华夏成员 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 交接好自己手头的事务 随后 随我池圆逐州 说完 天都行瞬间年轻了二十岁一般 忍不住笑骂道 别说 逞英雄 真他娘的爽 华夏大队传来此起彼伏的叫喊声 一时间竟真有了 过年那位了 随后 天都行看向之前 骂自己是奸细的那名 榜大妖元的天将 有些奸诈的笑道 张天将 后方 就交给你了 老头子我 要去前线了 那明天将到现在都是猛的 天都行 你疯了 你刚才说 那是超凡 天都行笑着白白手 整个华夏都疯了 此时不疯 更待何时 天都行的话 使得这名天将被噎住了 华夏 确实疯了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那个 被民众称作小颜君的少年 他觉得自己算是莽夫了 可是现在的华夏 全员莽夫 他不明白 为什么上一秒还很理智的人 现在就变成疯子了 现在角色互换 他也知道自己 刚才有多讨厌 他在心中反省 原来自己一直以来 给别人都是这种感觉吗 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而这一刻所有的华夏民众 又莫名的有了些希望 总感觉冥冥之中 就是还有活路的 可冥冥就是绝境了 这非常诡异 而在华夏 极东之地 海洋边缘 前人面前 是一个看上去 高深莫测的妖艺青年 跟当初二中 被王燕击杀的银月 似乎一个毛字刻出来的 除了气息 比银月身后的多 甚至连声音都很像 银双 咱们不是第一次交手了 你赢不了我 有意义吗 身着劳动 最光荣背心的 前人语气淡漠道 哼 对方不屑一笑 前人 你太天真了 你真觉得 我要跟你打伤打死 怎么样 明白了吧 随即 前人感受到了 逐州方向传来的波动 面色微变 腰郁有心超烦了 对方大笑 是又如何 我腰郁这一次 名牌要去逐州 你又当如何 看着对方嚣张的模样 前人却无法反驳 若是腰郁 真出了心超烦 那还真是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眼睁睁看着 逐州覆灭了 哈哈 怎么 感受的绝望了吗 男子突然目光锋利前人 语气冰冷 杀了我儿 华夏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前人沉重的目光 突然产生波动 银双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能让这个级别的前人 都意外 而此时的前人 感觉到了一道炽热的气息 正朝着逐州过去 前人是燃得笑了 银双 不如赌一赌 赌什么 对方双眼微眯 赌你们腰郁这次 偷鸡不成 还十把米 哈哈 前人 你疯了 就当我疯了吧 让我看看 你闭关这么久 有没有什么长进 要是还是以前那样 今天你可能危险了 呵呵 大言不惭 随后 两大超凡巅峰级强者 展开了惊天战斗 此时 逐州 整个逐州都变成了一片冰天雪地 逐州的边界上 月劳关前 五万妖军前方 是一个身材壮瘦的大汉 骑着一匹造型极度夸张的马型妖兽 同龄般大言满 是残忍 身边的小妖 全是敬畏的眼神 雪虎妖 江的寒冰领域 真是恐怖啊 直接笼罩了一周之地呢 还叫妖江呢 现在是雪虎妖皇 是是是 雪虎妖皇 马背上的雪虎 饶有兴致地看着前方高耸的城墙 放弃吧 美人 逐州已经被本黄的寒冰领域笼罩 本黄就是一直站在这里 逐州的人类也会自己死光的 我上去一位正牌妖后 人类女人 跟本黄走如何 城墙上的苏千雪浑身紧绷 随着呼吸面前的白雾适应实现 父亲 你来前线干嘛 苏千雪强忍着身体的颤抖 朝着身边的老人问道 老人的身躯也在微颤 实际上现在 整个逐州的每一个人都在感受着 发自灵魂深处的寒冷 颤抖根本就是无法自意的 不光是身体 更绝望的是 每个人心灵也在遭受着煎熬 体验着无比的绝望 逐州是我们苏家的根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逐州被吞没 只是这个王燕太不理智了 他应该下令撤回逐州境内的所有力量的 苏千雪的父亲 苏遮全神情严肃地 看着下方密密麻麻的妖军低声道 听到了那个少年的名字 苏千雪的脑海里 不由地浮现了一张少年的面庞 这一刻原本无比绝望的苏千雪 竟然心中诞生出了希望 父亲 既然他做了这样的决定 一定有他的道理 只要他来了 逐州就有救 老者有些意外 没想到 向来心高气傲的女儿 居然会对一个同龄人有着 如此之大的信心 不由地对这个少年 也有了一些好奇 那少年真有这样的魔力 苏千雪的毛子里 翻动着光彩 坚定回答道 有的 父亲 此时逐州上空 一颗七彩彗星划过 彗星划过之地 所有民众心头的绝望 全然清除 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丝暖意 苏千雪翘脸上 出现激动的红韵 他来了 第84章 华夏将士何在 月劳官上空 七色彗星亭下 化作一位少年 少年凌空而立 右手提着一把黑金长刀 西装外套 不知被少年脱哪去了 此时仅穿着一件 单薄的白色衬衫 浑身散发着高温与极寒碰撞 而产生的雾气 衬衫一些部分被汉打失 少年矫健的身材 若隐若现 王燕左手松了松伯剑的定制领带 顺势解开了上面两颗钮扣 神色淡漠地 打亮着下方的妖军 粗略估算五六万左右 倒是一笔不小的杀戮积分啊 因为王燕的到来 月劳官被沙神领域笼罩 月劳官的将士们 突然发现自己 摆脱了那种 令人心颤的寒冷 脸上露出惊奇的表情 苏折权看着前方 那道修长的身影 不由得一惊 金刚镜 是的 在赶往逐州的路上 王燕突破了御灵镜的瓶颈 成功进入了金刚镜 真正进入高级强者之列 这少年才多大 镜已经是金刚镜了 王燕 苏千雪有些激动地喊道 月劳官的将士们都看呆了 这位出了名的冰山美人 竟然也有这副神态的时候 再看向少年眼神里 都多了几分羡慕 自己这些人 谁不是把这苏家大小见 炎黄散地 将当成梦中情人 可是人家平常 对谁都是冷冰冰的 压根没有好脸色 现在对这个18岁的少年 确实露出了激动的笑容 如何能不羡慕 王燕听见声音歪过头 温和一笑 好久不见 其实 也就近一个月时间 苏千雪看着少年一起的面旁 竟然真的有种 好久不见的感觉 嗨嗨 听到苏哲泉的倾壳 苏千雪裁面 带红韵地介绍道 这是我父亲 苏家的家主 苏哲泉 王燕顺着视线看去 打量了一下 站在苏千雪身旁的老人 给人一种 堂堂正正的感觉 境界却是金刚进五重 难怪能成为 修行大族家主 晚辈王燕 见过苏家主 王燕不卑不亢 得体地 向苏哲泉打着招呼 苏哲泉露出了欣赏的神色 小颜君 久仰大名 对于华夏中钞 凡如此看重的后辈 就他一个 修行大族家主 还没有资格 在王燕面前摆谱 而苏哲泉本身 对于面前这个少年 也是有着真正的欣赏之意的 先不说 这个年纪的金刚进 在超凡濒临逐州的情况下 王燕还是毅然决然赶来 就这一点 这位少年 就值得受到敬重 月劳官的将士们抬头 看着眼前少年 十来分钟前 对方还在大后方主持工作 是除了超凡外的画室人 而如今 却是出现在了边关 都把王燕 当作现场的统帅了 多么优秀的少年啊 可惜了 这次来的是超凡 所有人都心情复杂 对于王燕的到来 感到激动 可是下方那妖族超凡雀 如同一块沉重的巨石 时刻压在每个人心中 王燕接着打量下方敌军 当目光对上雪虎之时 王燕身体一僵 犹如遭受电击 在空中差点没站稳 王燕 你没事吧 苏千雪见此情况 官妾喊道 他还是第一次见 这少年这样 哪怕之前 在古一记 面对远古强者时 都没有见到王燕 有这样的反应 苏千雪美目担忧不已 心中无比沉重 难道超凡 还是太强了吗 下方的妖军 也都注意到了一幕 发出了哄笑 还以为华夏 来的是什么强缘呢 结果被雪虎妖黄 一个眼神就吓得哆嗦 哈哈 哈哈 架子倒是摆得大 站在那跟室外高人一样 结果连妖黄大人 一个眼神都扛不住 什么是室外高人 明明就是个 毛头小子嘛 由小妖开始叫喊 滚回家 吃奶去吧小孩 哈哈 虎劳关的将士们 见此皆是怒法冲冠 这些妖崽子 太嚣张了 仗着超凡耀武扬威 要是没有那妖族超凡 老子定要把他们脑袋摘下来 妈的 跟他们拼了 苏折全皱着眉头高声道 都冷静 王燕小友 发生了什么 苏折全也关切地问道 月劳关的将士们 哀声连连 还能因为什么 超凡呗 无法跨越的境界 雪虎饶有兴致地看着王燕 雪虎认出来了 这不就是余渊 让自己要注意的人类小子吗 没想到 自己运气这么好 第一次就遇到了对方 要是能把这小子抓回去 一血妖狮临之耻 自己在妖狱的声望 将会大大增长 真正地获得妖皇级别的声望 王燕 是真的失态了 从来没有过的失态 而原因 则是眼前的雪虎 与三年前 父母倒下时 发出争鸣笑声的 那道身影重合了 三年前 江州亲手杀了王燕 和王小娟父母的罪魁祸首 三年后 再度出现在了 王燕的面前 如何能不失态 三年 家破人亡的自己 跟王小娟 这三年有多苦 王燕已经无法去细数了 而对方 则是摇身一变 成了腰郁心慌 如何 能不怒 王燕的愤怒 犹如火山喷发 周身蒸腾的热气 再度浓稠 整个人 犹如蒸汽机 一般烟雾缭绕 手中的圣徒感受到了 王燕今天的杀意 开始发出 欢快的嗡鸣声 这声音仿佛在 诉说着快放我出来 我要杀人 我要杀人 王燕的目光 死死锁定着雪虎 而雪虎 似乎也是感受到了 王燕那滔天的杀意 有些意外 想不明白 王燕为何会对自己 有如此仇恨 不过并未太过关注 毕竟只是个 初入金刚境的小子 不值一提 小子 少须张声事了 我数万妖卷 超凡之力 你不过初入金刚 背后百来人 拿什么和我斗 雪虎粗大的嗓音 在下方懒洋洋的响起 却是中气十足 传入月劳官 每一个人耳朵里 所有人的面容激愤 却又无计可施 王燕强忍着怒火 眯着双眼 高声大喊 我华夏将士何在 在 虎劳官的百来好人 发出震天吼声 却引来妖郡的嬉笑 郑玉出言嘲讽之际 只见虎劳官后的光彩 犹如流星雨一般射来 一道道豪迈 又坚定的声音 接连不断响起 灵州天将天都行 前来参战 荆州的江里刚 前来参战 川州安防队王药 前来参战 这州安防队赵购 参战 声音响彻天际 密密麻麻的人影 来到月劳官上空 至少有着七八千的将士 皆是来自各州安防队 和炎黄散 各个是精锐 逐州的民众 无意不是热泪盈眶 热血沸腾 华夏 没有放弃逐州 看着王燕身后 一个个气势汹汹的华夏将士 下方一下腰被震慑住了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天都行来到了王燕身边 随之而来的还有夜兰 甚至还有王子英 王燕看着王子英 有些意外 你来干什么 你在这里 我当然也要在 王子英绝美的脸上 浮现的笑容 使得天地都明亮几分 从小受着樱花国 风俗影响的王子英 古子李性格 是樱花国小女人的性格 她的心里早就把王燕 王小娟当成了一个小家庭 而这小家庭的家主 是王燕 如今王燕很可能要死 鬼使神差的 她来了 夜兰戴眉微皱 满脸凝重 这一次 能赢吗 这一战的关键在于 王燕能否处理对方的超凡 低阶战场里现场的 华夏将士 足以应付这几万小妖 而王燕每次 总能出乎意料的 战胜境界 远高于自己的敌人 可这次 对方是超凡 夜兰也有些不确定了 王燕转过头 死死盯着雪虎 杀以惊天 这一次 赢也得赢 赢不了 也得赢 第85章 大战 开始了 城头上 苏千月是来得比较早的一批 一落地 就快步来到 苏千雪和苏折全面前 姐 复健 苏千雪和苏折全 看到苏千月都有些意外 先是惊喜 随后又变得严肃起来 月儿 你怎么也来了 苏折全语气有着几分责怪 又有着几分无奈 逐州有难 我怎能不来 再说了 你和解都在这 我更不能不来了 苏千月 哪怕在这种危难关头 依旧是笑容甜美 你来又有什么用 不也是送死 苏千雪说道 那我也不能看着你和爹死 随即 又是一道身影走来 城头上的守卫 都恭敬喊道 阴天降 逐州 炎黄散的主心谷英雄安来了 你还是来了 苏折全 朝着英雄安点头示意 英雄安脸上 杨一起笑一条笑道 那怎么能让你独抢风头呢 是吧老苏 苏折全撇撇嘴 抢着送死 也能被你说成是抢风头 既生七尺蛆 许国又何妨 战死 何尝不是炎黄 将最好的归宿 英雄安目光凛冽地 扫向下方的数万妖郡 各州池源的到来 使得逐州的民众心中 燃起来一丝希望 特别是看到城头的英雄安 守护逐州几十年 他算是 最能带给逐州人民安全感的人了 英天降回来了 灵州的天降 也来了 灵州天 将天都行号称最强天降 超凡之下第一人 有他们 说不定能挡住妖狱的新超凡 苏哲泉来到英雄安身边 也深深地看着下方密密麻麻的妖军 轻声问道 战术是什么 华夏超凡能赶来吗 英雄安嘴角勾起 面色有些疯狂 超凡们都被拖住了 来不了 这一战 只能靠我们自己 战术的话嘛 嘿嘿 这次我可不是主帅了 我听王燕的 说完 英雄安又给现场的炎黄 将都嘱咐一声全听王燕安排后 闪身也来到了王燕身边 苏哲泉愣住了 再度看向他少年 这少年到底是有什么魔力 连他都被这少年蛰伏了 苏千月上前 父亲 上次我跟王燕一起的时候 也以为死定了 可是最后 您知道吗 苏哲泉疑惑看过去 您猜怎么着 就因为王燕 没死成 嘻嘻 苏哲泉再度查探了王燕气息 确定只是出入金刚 开始陷入自我怀疑 有超凡的战局 就连自己金刚进五重的 都起不到什么太大作用 这个出入金刚的少年 真能影响战局吗 逐周方 王燕居中气势滔天 左边是天都行 右边是英雄安 也都是战役高亢 早想试试超凡之力 是否真是不可逾越 英雄安潇洒道 今日 放开一战吧 天都行也大笑道 王燕双目 逐渐通红 已经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杀意了 感受到王燕的躁动 英雄安急忙道 阎居 下战令吧 王燕已经从原地消失 只留下杀意盎然的一句话 华夏将士 杀妖 宝秘 遵命 喊声震天 一些小妖竟被吓得腿软 明明我们才是优势方 怎么感觉我们像是弱势 华夏的人都疯了吗 华夏的人 各个抢着死 嗯 什么动静 妖群里不少的妖 都被一声清脆嘹亮的声响吓到 这声音响起的时候 他们的灵魂都颤抖了一下 王燕手中 圣徒出窍了 下一秒 所有人看到那个被民众称作小颜君的少年 主动杀向了妖族的超凡 王燕惊天一刀 斩向雪虎 一只风轻云淡的雪虎也开始不跃起来 自己第一次当妖皇出征 华夏完全没有给自己妖皇该有的待遇 什么阿妈阿狗也敢跳上来给自己来一下 特别是 还是个刚刚进入金刚境的小子 一副自己是他杀父仇人的样子 跳上来就要杀自己 完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而这一切还被这么多小妖看着 自己面子往哪阁 雪虎开始变得凶利起来 超凡的气息全面扑开 妖军气势大涨 华夏的这些人疯了 疯子的灵魂是最滋养的 小的们 给我杀 一个不留 是 数万妖军 发出各种叫喊之声 朝着月牢关潮水般涌去 大战 开始了 枪 雪虎从坐骑上腾空而起 徒手接了王燕一刀 雪虎手掌碰到圣徒的瞬间 发出剧烈的钢铁撞击之声 雪虎竟被王燕带着冲飞了老远 直接脱离了月牢关潜的战场 苏折拳眼角直跳 这少年 这么生吗 逐州方华夏将士气势大涨 阎军威武 金刚竟能发出这种级别的攻击 我们也不能给华夏丢脸啊 杀 杀 另一边 被王燕拖着走的雪虎亥然 因为王燕经 刚竟一众的境界 自己完全没有把王燕放在眼里 随手一接 造成了如此尴尬的后果 堂堂超凡妖皇 被一个金刚竟 小子冲飞了 雪虎的虎毛里 满是不敢置信 这是金刚竟一众的战力 就是金刚竟巅峰 发出这种级别的攻击 也得使尽全力吧 再看自己的手掌 竟然出现了一道烟红血迹 雪虎更惊了 看向王燕手中 犹如浑然天成的刀 竟让自己忍不住 产生隐晦的巨异 这到底是什么刀 如此诡异 聂绰 不待雪虎定神 天都行贸然出现在了 雪虎上方 一记手刀 朝着雪虎投如劈去 看似简单利落的一记手刀 却是暗带着阴阳之刀 这一击 就是同样的金刚竟巅峰修行者 来面对 也得使尽浑身泄数抵抗 英雄安也在一瞬之间 杀到 浑身凌厉狂涌 惊天一记 杀向雪虎后搏梗 雪虎没回过神间 猝不及防 下意识抬手 挡住天都行攻击之后 终于回过神来 有些狼狈地 顺势躲开了英雄安的攻击 怒目看着三人 仅是这个照面 王燕几人面前 俨然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高级强者间的战斗 恐怖如斯 华下方发出激动的呐喊声 气势再度攀升 月劳关战场的 人和妖都关注着 王燕他们那边的战斗 都知道这场战争的关键 就在那边了 自己这边打得再激烈 超凡腾出手来 就是砍瓜切菜 看到自己的妖黄 如此狼狈 面对华下方的战役高涨 妖群开始有了惬意 雪虎真正地怒了 没想到 自己堂堂 超凡不经意间 竟然吃了饼 可是谁能想到 华下这小子太让人意外了 这才让自己 看似被三人围殴了 雪虎力气滔天 看向王燕三人的眼神 想看死人 好好好 谁给你们的勇气 金刚也敢对 超凡出手 虎爷爷 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死字怎么写 第八十六章 独占超凡 好 剧烈的唬哮声 产生的冲击波 朝着王燕和天都行三人 笼罩而去 怒火焚身状态的王燕 七彩流离火护体 像一个保护罩将其护住 冲击威力被大大削减 王燕只感觉脑袋 有些胀痛感 可天都行 和英雄安就不同了 两人现在都是身体僵住 眼神呆滞 鲜血从眼角流出 雪虎瞬间从原地消失 同时下一秒遮天蔽日 虎爪朝着天都行 和英雄安拍压而下 这一击弱重 两人实死无声 危急时刻 一道绚丽燕浪 自两人身前凭空出现 迎上虎爪 同时 一道禁风将天都行 和英雄安送到远处 燕浪与虎爪相撞后 虎爪威势被削弱 还是结实地打在了王燕身上 王燕被击地在地上滑退了百米 才堪堪稳住身形 双手持着 已被七彩火焰覆盖的圣徒 浑身烈焰的王燕 胸口剧烈起伏 七彩琉璃火 迅速地治愈着伤势 被送出老远的天 都行两人回过神来 眼睛里 无法掩饰的骇然 超凡 竟然强制此吗 两人都立于金刚境之巅 以为跟超凡 哪怕有差距 也应该很近了 可是现实 狠狠地泼了两人冷水 超凡 确实不一样了 刚才若是没有王燕挡住 两人现在 无疑都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这少年得势多强 他才刚到金刚境了 王燕 看到王燕 承受了攻击的余波 天都行满脸民众喊道 天老 阴天将 你们去月劳关前参战 杀妖族 保护民众 这里交给我 王燕死死盯着雪虎 一边高声道 英雄安迟疑不定 没想到自己 堂堂一周之天将 也有成为累赘的一天 可是 你一人对付超凡 天都行也在犹豫 哪怕单纯从年纪上 两人也不忍心 让一个后辈 独自面对强敌 可是两人 留在这不仅对雪虎 造不成什么伤害 甚至雪虎顺手 就能杀了他们俩 这是战令 王燕的声音 再度传来 两人才互相 对侍后 皆是深深叹息 遵命 走吧 我们在这 也是累赘 去月劳关前 多杀点妖崽子 也算赚了 英雄安对天都行说道 嗯 天都行正重点头 两人快速离去 雪虎更加意外了 原本以为天都行 和英雄安必死的 甚至这个出入金刚境的小子一起 应该都不是自己 一合之将才对 可是 不仅让天都行 和英雄安跑了 这个小子 还正面接下了自己的攻击 难怪是能让 于冤黑鸣等人都记恨的角色 确实是有古怪的 明明出入金刚境 攻击却已经勉强能进入 超凡门槛了 这等恐怖的天赋 断不能让他成长至超凡 届时杀超凡 不得如土狗 想到这里 雪虎眸子里 杀意甚浓 华夏的将士都惊了 没想到炎黄散的天将 在超凡手中 一个回合都撑不住 更想不到 这个被称作小颜君的少年 却能独自一人 挡住超凡的攻势 虽然看上去很勉强 可却是确确实实地做到了 华夏方爆发出 无与伦比的激动呐喊 士气极大提升 小颜君 威武 妖崽子 仗着超凡耀武扬威 我们华夏的天骄 不是超凡 却能占超凡 杀 杀光这些妖崽子 杀得他们不敢再来反 妖君看到雪虎 好像真的被这个赶到的 华夏少年阻挡了 全然没有了一开始的嚣张 在有着天兜行和英雄安 两位高阶强者加入战场 月劳官前华下方 逐渐占优 雪虎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明白自己 必须快速解决王爷 然后前去主宰战场 宣布结束 小子 我承认你很强 能死在我手上 是你的荣幸了 雪虎再度杀出 王燕全力搏杀 天崩地裂 现场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盆地 认不出之前的原貌了 借助着怒火焚身 天地神火 天地神兵 王燕的攻击 勉强能达到超凡界限 雪虎越战越惊 庆幸于自己 并没有一突破 超凡就急着出关 而是耐住性子 稳固了境界 不然还真有可能在这个离谱的 人类小子手上翻船 那可就丢人丢大了 好在现在 自己攻击强度 还是强于这人类小子 心中对王燕的杀意达到极致 这样的人 绝对不能让他继续活着 在他人看来 王燕跟雪虎的每一次对拼 都会受伤 可是他依旧 不要命一般 疯狂杀向雪虎 根本就是用自己的大伤 来换对方的小伤 叶兰敲脸异常担忧 他从未见过这样 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智的王燕 走神间一只妖音侧侧地 从视野盲区朝着 叶兰偷袭而至 快得手时 被王子英一巴掌扇飞 在战场走神 你真是炎黄江 王子英说道 叶兰内心复杂 无法反驳 最终只是问道 你就不担心吗 王子英朝着王燕雪虎 战斗方向瞟了眼 轻笑 他要是死了 我也死便是了 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不管什么后果 我也会跟他一起承担 叶兰心情复杂地 抿了下嘴唇 没再说话 王燕被雪虎压制着暴打 虽然让妖族的气势大涨 可是王燕这种 不要命的表现 也激发了 华夏将士的血性 战斗进入白热化 战场犹如一匹 无情的马车 每一秒 都会有人活妖死 在这车轮之下 月劳关下 成了一台 无情的绞肉机器 灵州的会场里 张天将把炎黄伞 在各州收集的战况影像 全部现场公开了 他觉得 民众有权知道 场中的人皆是 无比严肃地 看着月劳关的画面 最受关注的 就是王燕与雪虎的战斗了 王燕 真是我华夏 史无前例的天骄 天赋妖念 忠肝亦胆 唉 真是我华夏的英雄啊 我华夏民众 能挺起几辆 都是因为 有这样的人存在 现场的人 都忍不住发出感叹 连无名都忍不住道 生子如此 人生便也无憾了 十年应该也看到了吧 老王的这儿儿子 真是条汉子 无血妈妈看着画面中 顽固对抗着雪虎的少年 竟忍不住眼眶湿润 无血看着那浑身燃热 七彩烈焰的少年 内心无比复杂 他也不得不承认 那个当初在人群里 不被人关注的少年 现在正在 为了华夏而战 华夏所有人的心 都被少年牵动着 那坚毅的背影 一次次被鸡飞 又从地上爬起 华夏的百姓心揪着 眼睛也进了沙子 无血心想 这少年 要是死在这一战 他一定会成为 华夏永远的传奇吧 第87章 转机 美丽国 帝国大厦 会议室中述到人影为座 在场的 皆是美丽国的首脑人物 境界最低者 都是金刚进巅峰 没想到妖狱 竟然出现了新超凡 我们要不要支援华夏 樱花国谷一技之行 所有人都被 华夏之人坑了一把 我们凭什么 还要帮他们 说话者正是 约昂的父亲 威尔大元 可是 人类是一个集体啊 妖族 又多出了新超凡 若是华夏实力受损 对人族整体来说 不是好事 而且 要是事后华夏追究起来 又该如何说辞 一位金发碧眼的高大男子 表情毫不在意说道 哎 妖狱仅是多出了一尊超凡 加强各国间的调动速度 可以应付的 目前为止 没人支援华夏 不也是华夏自己做的不太厚道吗 如今各国边境 都有妖族虎视眈眈 这个时候 派出超凡支援别国 对于自己国家 本就是极其危险的行为 还需要什么说辞 看妖族这次的行动 似乎针对的目标是 华夏一州 并非是为了某位超凡而去 只是损失华夏一州 只要华夏超凡级 战力不受损失 对人类来说 就不算大事 华夏这些年 成长的势头太猛了 能看到华夏 掉下一块肉来 也很让人舒畅啊 华夏逐州 似乎有五千万民众 若妖族得手后 必然尝到甜头 之后说不定 会一直以这样的方式 逐渐吞噬华夏地盘 等华夏的实力 被削弱到极致后 我们再出手也不迟 好 既然大家意见统一 都是旁观 那这次 我们就好好看戏吧 外交部那边 提前准备好事后的说辞 应付华夏事后的谴责就行了 没问题 一位戴着单片眼镜的男子 回应道 此时的樱花国 夏木山下 钢本南雄 琴记麻衣 也在为是否要支援 华夏在讨论 妖狱居然出了 尊心超凡 我们是否要立即支援华夏 琴记麻衣说道 支援他们 不可能 钢本南雄面色 略带阴沉的孝道 丧子之痛 依旧使得钢本南雄 看上去稍显颓废 钢本君 人类是一个集体 今日 我们若不支援 他日若是我们面临 如此境遇时 又会有谁支援我们呢 而且 人类联盟的规定 你们都忘了吗 琴记接着说道 蚂蚁小姐 这次我支持 钢本君的决定 华夏太强了 若是华夏 能因此遭受创 才能继续保持着 诸国的平衡 况且人类联盟的 规定这么多年 又有哪一国 是真正遵守的呢 若是真有一天 我樱花国陷入如此境地 美丽国 一定不会放人不管的 毕竟我们 对他们还有利用价值 夏木山下说道 女人神情失望 不再言语 如今的世界各国 也已经收到了 华夏发出去的求助 各国对此 都专门展开会议讨论 一些实力低微的小国 有根本有心无力 而能够抽出一位 超凡之援的大国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都按兵不动 所有人似乎都达成了 共识一般 在冷眼旁观着华夏 所遭受的困境 而其中的一些 甚至期待着 能够看到华夏损伤抵运 小娟 你要去哪 看到王小娟离席而去 妖妖连忙关切地问道 我要回家 我去家里等我哥 我哥答应我了 他会回来的 王小娟的声音低桑 他实在是再也看不下去 画面中 王燕一直不断受伤的场面 妖妖忍不住 也瞟了一眼 小脸也是皱作一团 我陪你回去吧 看了这么久 妖妖又何尝忍心再看下去 整个华夏 都被一种极为凝重的氛围笼罩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终于有人发出惊呼 其他战场我华夏的超凡 占优了 是啊 我们华夏的六位超凡 竟然都占了上风 或许不久便可分出胜负了 太好了 终于出现了转机 人们发现 六个不同方向的战场上 华夏一方的超凡 居然占了上风 压得对方节节败退 这在以往的 对峙中是从未出现的 华夏的民众 不知道华夏的超凡 为何集体变强了这么多 只是高兴于华夏有救了 终于有了转机 再度不忍心地看向 那个以金刚之力 独占超凡的少年 华夏的民众 都在祈祷着少年 能够坚持到其他的 超凡腾出手来 阎君 一定要坚持住啊 有救了 王燕 一定要坚持住 小阎君坚持住 华夏有救了 华夏急冬 一直被前人 死死压制的银霜 逐渐感觉到了不对劲 面容变得疑惑起来 他不知道 为何这个 与自己争斗多年 一直不分上下的前人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居然变强了这么多 自己已经隐隐 不是对方的对手了 再这样打下去 也许不久 就会分出胜负了 他心中更害怕的是 前人似乎有 突破超凡的迹象了 前人所展现出来的 不管是攻击还是 已经都已经有了一种 不一样的味道 这种味道 居然连他都有着 渴望和憧憬 这意味着 前人快要突破了 任他想破脑袋 也想不出来 这些时日 他也一刻都没有 丢下修炼过 可是为何前人 会突然强出这么多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另外五个战场的战况 他们妖族的超凡 也都面临着相同的境地 银霜不着痕迹地 瞟了一眼逐周方向 心中开始有些焦急 雪虎那家伙 怎么还没搞定 华夏可没有其他超凡 为何还要拖这么久 似乎是察觉到了 银霜的异样 前人双眼眯起 轻笑道 怎么 开始着急了 银霜不知道 可是前人自己 可却清楚得很 自从华夏几位 超凡得到王燕 从古一季中 带出来的神圣气息后 仅仅只是开始接手练化 便已经让几人的修炼速度 乃至是灵力强度 甚至肉身各方面 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一直以来 都僵持着的局面 能够出现转机 全都靠王燕 从遗迹中 带出来的神圣气息 哼 少得业 今天逐周 我邀遇取定了 银霜一边应付着前人的攻击 一边语气跃道 前人同样也感到了震惊 没想到王燕 居然能应付超凡这么久 手上的攻势越发强劲 他知道 若是能早点解决银霜 立刻赶往逐周 那么华夏便有救了 华夏南海 不可能 你怎么变得这么强了 鱼渊吃力地应付着 袁天刚的攻击 忍不住地发出了疑问 袁天刚本 就是九阶水属性根基 在南海的环境如鱼得水 是六个战场中 差距拉开最大的 鱼渊也是被打得最惨的 袁天刚冷笑道 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人类修行者 皆是靠自己修炼 而你们妖族 只会借助他人灵运 修的是小道 自然落了下城 袁天刚知道 这是得益于 神圣气息的缘故 可是还是口头上 还是恶心了鱼渊一把 作为经验老道的超凡 鱼渊自然不可能 蠢到相信 袁天刚的话 只是焦急地 感知着竹洲方向 心中不由地 暗自咒骂雪虎 这不靠谱的家伙 到底在做什么 怎么还没解决 袁天刚又是 惊天动地的攻击 笼罩而来 鱼渊硬着头皮 吃力抵挡 威力害人的水炮 朝着鱼渊接连急射 每一炮 都能轻易 一平一座城市 鱼渊狼狈急了 忍不住皱起眉头 看向竹洲方向 心中隐隐不安 袁天刚语气冰冷道 怎么 老鬼 开始慌了 第88章 斩超凡 月牢关下 尸体堆积如山 血流成河 战争伴随的就是死亡 月牢关下 战况格外激烈 无论是华夏将士 还是妖军 都在不断死去 不过 妖军死亡的数量 却是多得多的 不管是华夏将士 还是妖族 都杀红眼了 麻木地进行着杀戮动作 化身一台无情的杀戮机器 后方传来消息 我们六位 超凡战场皆是占优 再坚持一下 超凡腾出手来 就会支援过来 胜利终将属于华夏 战场中 天都行高声向华夏将士 传递着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 而这一消息已经得知 现场华夏方的士气高昂到了极致 原本都以为 九死无生的困境 竟然出现了转机 每个人心中都无比的激动 天都行不着痕迹地瞟向了王燕方向 心中不得不惊叹 这个少年实在是太坚韧了 不知不觉 王燕已经在腰狱 超反手上 坚持了数个小时了 早在一个多小时之前 所有人都觉得 王燕应该快要坚持不住了 可是一转眼 又坚持了这么久 战场中的每一个人 都对这个不过十八岁的少年 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敬意 距离月劳关不远处 雪虎与王燕战斗的场所 已经成了一处天谦 暴怒的雪虎追赶着王燕 接连不断地攻击着 王燕似乎已经陷入了极限 下意识地抵抗着 令雪虎烦躁的是 这种极限 一个多小时之前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没想到 自己竟然迟迟解决不了一个 出入金刚境的小子 这要是传回了妖狱 自己妖黄的声望何在 而这小子 也诡异到了极致 明明早就已经该死了 为何还能坚持到现在 反观王燕身上的七彩七色火焰 由一开始的无比狂躁之事 到如今的尾颓之事 给人的感觉 就如风中残烛 随时都有可能熄灭 事实上 王燕也全都是 因为对于雪虎的无尽仇恨 在支撑着自己最后的意志 坚持到了现在 雪虎看到 对面这个倔强的可怕的少年 依旧在用死神般的眼神盯着自己 雪虎竟不由得有些毛骨悚然 这个少年 明明都只剩下一口气 就像是一颗燃烧的蜡烛 自己轻轻一吹 便能吹灭的蜡烛 却是生生吹了一个多小时 都没有灭 雪虎也感觉到了蹊跷 现在这个少年 全凭意志在吊着 可是就这个年纪的少年 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才能让他有如此坚韧的意志 而他一直没有感觉到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攻击强度 也在悄然下降 如今竟是无论如何用力地吹气 也吹不灭这颗在风中摇曳的蜡烛 对方身上那七色的火焰 和手中那把黑金长刀 也是让他感到颇为头痛 每次总能在自己身上留下伤势 自己身为超凡 竟然奈何 不得一个金刚镜的小子吗 王燕双目通红 死死地盯着雪虎 发出圣人的笑 语气虚弱 但是听在雪虎耳中 犹如锁命的小鬼 今日 你必死 眼前的场景 搭配少年悠悠话语 雪虎不由地打了个寒战 可碍于自己妖黄的身份 雪虎还是强称着一副凶狠模样 就凭你 就凭我 少年竟再次杀向了雪虎 所有人都为少年的意志而惊叹 此字 当真是不凡 苏哲泉忍不住摇着头赞叹 至此 苏哲泉终于也感受到了 这个少年的魔力 被这个少年 折服得五体投地 他从未见过如此优秀的少年 难怪能得到自己两个女儿的欣赏 苏千月和苏千学姐妹俩 眼中皆是掩饰不住的心疼 戴眉双双紧皱着 夜兰恨不得直接冲向王燕 哪怕为王燕抵挡一次伤害也好 华夏的将士们 也都将这一幕 牢牢地记在了脑海里 自今日起 华夏将士永远也忘不了 那道倔强的少年身影 这一刻 他不是一个少年 而是华夏的战神 碰 双方又是一记硬汉 王燕又是被记得倒飞 又是以伤换伤 此时 雪虎全身上下 也都是处处挂踩 有不少重伤 而少年又爬起来了 雪虎的脑子里 突然蹦出了一个念头 眼前的这个少年是打不倒的 是他无法战胜的 无论如何 都无法战胜的 那凶利的虎谋 终于出现了巨异 看到了雪虎眼神中闪过的惧怕 王燕血红双眼中闪过金光 他知道 沙神领域终于的效果 终于达到了极致 此刻哪怕雪虎是超凡 也如同砧板上的鱼肉 他也明白自己击杀 杀父母仇人 抱着血海深仇的时机终于到了 雪虎感觉面前的少年 犹如回光返照一般 连那稀稀拉拉的七色火焰 都重新再度狂暴燃烧起来 雪虎不敢相信 这少年为何还有余力 王燕单手托着圣徒 圣徒在地拉出火花 一步步朝着雪虎走去 看向雪虎的眼神 犹如地狱中索命的恶鬼 而雪虎此刻 在看着面前的少年 真就如阎王在世索命一般 竟然忍不住后退了几步 见此少年露出了无比圣人的笑容 洁白的牙齿闪过寒光 嘿嘿 杂碎 你也会怕 雪虎一阵的无言 因为他真的怕了 做一个超凡他真的怕了 且不说王燕展现出来的意志 已经让他产生了巨异 而此时杀神领域的效果 也已达到了极致 雪虎感觉自己 犹如一个带宰的羔羊一般 连反抗的勇气都生不起 只是有些哆嗦地问道 你为什么这么想杀我 就为了保护你们口中的民众 为了你们华下所谓的忠义 到了现在 雪虎也没想明白 他隐约感觉到 这个少年对自己的恨意 是没来由 而且强烈地恐怖的 甚至他一度怀疑 是这种恨意 能够支撑这个少年 坚持到现在的原动力 可是 两人今天第一次见面 这少年何来如此恨意 这没道理 也让你死个明白吧 三年前 江州 少年冰冷的语气响起 雪虎愣住片刻后 记忆匆匆闪过 突然回忆起了三年前的一幕 当时 自己确实击杀了一对人类夫妇 人类夫妇的身后 一个倔强的少年 抱着一个婴儿 跟现在面前的少年很像 只是当时少年 看向自己的眼神 是畏惧 而如今少年的模样 有了些许变化 身形也更加挺拔了 但依稀 还认得出当时的长相特点 可是看向自己的眼神 已经不再是畏惧 原来是你 雪虎难难道 上路吧 狂艳 斩 王艳犹如回光反照般的 恢复了所有的生机 抱起发出了最强一战 这一战是融合圣徒最强杀意 结合狂艳十三叠中 第十三叠的最强一击 雪虎的眸子里 满是骇然和不敢相信 这一击 足以斩超凡了 杀戮积分加2000 脑海里系统的提示响起 原本超凡只值5000积分 但是感受到王艳的情绪后 系统自作主张 将奖励加到了2万 王艳一手握着圣徒 一手提着一颗硕大白色虎头 虎眸中仍有着 惊疑未定的神色 终于王艳全身的七色火焰消失殆尽 也失去了所有力气 一把跪倒在地上 单手以圣徒撑着身体 眼角泪痕划过 爸 妈 走好 小绝 哥 报仇了 呼 第89章 腰域撤军 月牢关前 原本处于激烈战斗中的 人妖双方都停下来 在原地满眼骇然的驻足 只因在王艳和雪虎战斗的方向 爆发出了惊天盛势 铺天盖地的七色火焰 像陨石从空中飘落 大地裂开一道巨大的裂缝 自从王艳和雪虎战斗以来 已经有很久没有出现 这种威力的攻击了 甚至这一击比之前 所有的攻击都要强 令人妖双方都 极度疑惑的是 在感知里 王艳和雪虎方向 雪虎和王艳的气息 同时消失了 怎么还能有这种级别的攻击出现 自两个小时前 人类小子和雪虎妖皇的攻击强度 都开始减弱了 怎么回事 雪虎妖皇的气息 消失了 难道 雪虎妖皇 死了 这可是我们妖狱的心皇啊 就这么死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妖狱的妖军 一个个面色惊恐 看向那个攻击造就的大峡谷 怎么回事 王艳的气息 夜兰同样惊恐地 朝着峡谷方向狂射而去 天都行 英雄庵 苏千月 苏千雪 苏遮拳 乃至王子英 都在不要命地往那边赶去 浓烈的烟雾 狂躁的能量场 使得没人能窥探到峡谷中的情况 可是王艳和雪虎的气息 同时都消失了 所有人都有了一个恐怖的猜测 王艳和雪虎 同归于尽吗 华夏的许多将士 一时间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原本得到了 只要坚持 就会有超凡赶来救场的消息后 所有人都有了努力的目标和动力 可是谁能想到 这还没有超凡赶来 那个被人称作小颜君的少年 竟然已经击杀了对方的超凡 这是一个从未设想过的发展方向 所有人都没有想过 会是这样的结果 金刚竟竟然真杀了超凡 一些华夏将士 忍不住的叹息 这是多么妖孽的一个少年啊 要是再让他成长下去 绝对是镇压当事的存在 可惜了 贼老天 不公啊 给我们华夏这样的一个天才 却又收回去 真是命运弄人 夜兰等人 快速穿过烟雾和能量层 进入了这个攻击造就的 棋尾峡谷 映入眼帘的 是一个少年 以刀身称帝 而其身旁 摆放着一个 猙獰虎头的场景 而少年似乎没有了气息 夜兰等人再也忍不住了 泪绷着冲到少年身前 一直都表现得淡定的王子英 此时竟感觉自己极度凶闷 呼吸不上来 星空落落的 脑海中回想起 这少年许多意气风发的画面 这样一个炽热又明亮的少年 真的就这样没了吗 王燕 王燕 你别吓我 你快回答我 夜兰浑身颤抖着 贵岛在少年身前 再也没有了灵州第一美人的风范 王燕 你快回答我啦 你不能死 小娟还在灵州等你呢 苏千月依旧有些神情恍惚 不敢相信这样的结果 在他潜意识里 这个少年就该是无敌的 他怎么会死呢 是信念崩塌的声音 苏千雪神色复杂地 深深看着少年 没有半点血色的面庞 这个少年 为了华夏拼得 真的是已经油尽灯枯了 弥漫的烟雾 和混乱的能量场 终于散去 月劳关前 终于能清楚 感知到峡谷之下的情况 华夏将士看到了主刀半跪 全然没了气息的少年 妖军看到了那颗猙獰的虎头 现场安静极了 华夏将士都呼吸急促 胸口沸腾 极度压抑 妖军大气都不敢喘 仿佛不敢打扰到 陷入情绪中的华夏将士 妖皇已死 今日败局已定 天都行和英雄安面容极度惋惜 作为华夏的老人 看到这么优秀的年轻人夭折 他们的心痛 不会弱于任何人 苏哲泉忍不住发出一声叹息 歪过头去 不忍在看向这几个小时前 还在自己面前生龙活虎的少年 再度感受了 王燕确实是没有了气息之后 天都行朝前走了几步 步子卖得有些亮腔 与普通老人已经无异了 轻轻拍了拍夜兰肩膀道 丫头 节哀吧 夜兰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天都行的背影 也仿佛一瞬间老了几百岁 再度转过身 天都行恢复了炎黄散天将的沉稳 苍老的面容 有了平常从未有过的狠色 华夏将士何在 天都行高声喊道 在 月劳官所有的华夏将士传出惊天动地的呼喊 今日进犯逐州的妖 放走一只 都是我华夏之耻 杀 华夏将士的回应声中是愤怒 是杀意 是无处宣泄的压抑情绪 月劳官下的妖军被这样的阵势吓破了胆 同时也知道 完了 都完了 华夏南海 于援此时气息萎靡 死死之称 还在等着逐州的信号 可是等来的不是自己想要的任务完成 撤退信号 等来的是逐州方向雪虎气息消失的结果 于援疑惑至极 到底怎么回事 雪虎的气息 为什么没了 袁天刚也十分意外 他已经在疯狂输出 只想尽快击败于援前去支援逐州 他也明白 相比其他超凡所在的战场 自己的南海战场 是最有这个可能的 可是还没等自己击败于援 逐州方向 那道超凡气息却消失了 袁天刚在心里大胆地猜测着 难道 王燕 斩了超凡 这也太夸张了 那小家伙今天早上 似乎才是玉林镜巅峰 这之间的差距 何其之大 但无论如何 这对于华夏来说 都是天大的好事 呵呵 老鬼 你妖族的坏心思 终究是落空了 袁天刚嘲讽道 于援脸上殷勤不定 该死 雪虎这个废物 华夏急冬 银霜和前人也停了下来 前人饶有兴致 看向银霜 怎么样 被我说中了吧 鸡没偷成 米也丢了 其他的几个战场的反应 也皆是如此 华夏临州会议中心 各战场影像 一直在公众面前 时时更新着 所有人都激动得喜极而起 整个华夏不约而同 爆发出震撼的呐喊声 雪虎的死 让妖狱谋划落空 妖狱超凡 也都不是华夏超凡对手 妖狱只能退兵 华夏第一次 在战争中正面赢了 华夏的民族自豪感 在这一刻达到顶峰 人们无比激动 同时也无比沉重 因为代价是 华夏永远失去了那位 被华夏民众 视若神灵的少年 逐州的巨大裂缝之下 被烈火烧焦的大地上 火星子随着风动 忽明忽暗 哄 微弱的声音响过 一簇七色火苗 自黑金长刀刀尖跳起 轻轻地摇曳着 仿佛一阵微风吹过 便能将其吹灭 第九十章 华夏第五位 玄天将 怒火炎军 随着妖狱撤军 华夏超凡 以最快速度 赶往逐州 逐州上空 来得最快的前人 看着下方贯穿 逐州地界的裂缝峡谷 满眼震撼 这绝对是超凡级的攻击了 若是自己没猜错的话 这是王燕的手柄 王燕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吗 随着一道道身影 来到逐州上空 都难眼震撼 前人前辈 是王燕弄的 袁天刚目瞪口呆 有些痴痴地问道 其余几人的目光也是聚集过来 他们太清楚了 这种级别的攻击 绝对进入超凡的范畴了 前人沉吟着 仔细感知了一下 这裂缝峡谷 看上去应该是 刀剑形战技的攻击效果 王燕谷一技之行 获得的神兵 好像就是一把刀形神兵 这峡谷里 到处充斥着王燕那 奇异火焰的气息 应该是那小子的手笔没错了 华夏中超凡 互相对视之后 皆看到了 对方眼底的不可置信 袁天刚喉咙干涩道 这么说 王燕这小子 已经有匹敌超凡的战力了 前人郑重的点头 可以这么说 嘶 真是个怪物 肖战旋忍不住倒吸凉气吐槽 语气里满是酸味 妖然露出一个淡雅的笑容 真是天要心我华夏 是啊 几人纷纷点头附和 这时 袁天刚却突然觉得不对了 因为现场的氛围不太对 华夏在逐州 明明打了个大胜仗 可是现场却很压抑 袁天刚赶紧搜索这次的主角 才发现 找不到王燕的气息了 袁天刚心底冒出一个不祥的预感 而且这个感觉越发的强烈 糟了 袁天刚突然表现得慌乱起来 其他人纷纷看向袁天刚 怎么了 袁天刚没有解释 只是快速地朝着峡谷深处的人群而去 其他几位超凡 也是感觉到事情不对劲 快速跟上 来到峡谷深处 袁天刚一眼就看到了 被人群围绕着的王燕 却没有从王燕感受到生机 袁天刚眼皮直跳 心跳也加速起来 拜见超凡 拜见玄天将 发现到来之人 周围的人群纷纷朝着几人攻进打招呼 并给几人让开了一条路 袁天刚朝着天都行 快速摆手表示 不用在意礼数 大步走到王燕的跟前 再度仔细打量着王燕 神识全开 查探着王燕的状态 最终 袁天刚紧绷着的身体 随着一声叹息 垮了下来 其他几位超凡 也都感受到了 每个人脸色都不算太好 这里发生了什么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萧战玄向天都行问道 天都行将从战斗开始 一直到结束 王燕与雪虎的战斗 全程都向华夏的超凡强者 详细地诉说了 听完萧战玄等人 都忍不住叹了口气 真是个有种的小子 萧战玄看着王燕 神情惋惜道 袁天刚 看向王燕的眼神 更是复杂无比 自己可是 看着这个少年 一点点快速成长起来的人 真是我华夏之伤 都怨我 要是我能快点 解决那老鬼 他就不会 几个超凡战场里 只有他是优势最大的 可是他却没能 最快感到帮助王燕 袁天刚陷入 深深的自责之中 平常总是喜欢 与之斗嘴的萧战玄 看着此时的袁天刚 终于不再忍心吐槽 而是轻拍其肩膀 老袁 这也不能怪你 真要这样说 我要是更强一点 也没这些事了 终于 前人开始说话了 王燕是个难得的后辈 天赋妖孽 为人端正 可以说是灵气复苏以来 华夏最优秀的修行者了 失去了他 是我华夏一个 无比沉重的损失 但是这事情 真的不能怪你 不要过于自责了 众人包围着王燕 久久不能释怀 直到天色开始变暗 天都行才询问道 敢问诸位超凡 王燕的后事如何处置 陈寅许久 前人缓缓开口 王燕是我华夏的功臣 一切后事 以最高规格国事级筹备 置于遗体 前人想了想 说道 他还有个妹妹 他最宠爱 他这个妹妹了 遗体如何处理 全听他妹妹的 任何人不得干涉 众人皆是点头 超凡中的白发老道 从一开始 便一直注视着王燕手中 那把黑金长刀刀剑的 微弱火苗 若有所思 突然他双目闪光金芒 先不要处理这后背的遗体 其他人闻言 皆是疑惑地看向老道 怎么了 童天道友 你发现了什么 前人问道 老道环视了一下四周 前人瞬间读懂其意思 倾壳一声 所有人立即撤出此地 我们几人有重要事情商议 待所有人离开之后 一众超凡 才再度看向老道 童天道友 前人目光疑惑 刚进入这峡谷平道 就以自身因果为代价 占了一挂 离挂 也或许不是死亡 而是一场 涅槃重生 老道似乎害怕泄露天机 雅迪生气说道 童天道友 你确定 袁天刚激动得面色战红 迫不及待地确认道 老道肯定地点点头 以自身因果为代价的占卜 已经最高级别的战术了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前人陈殷后问道 这个过程 不需要做任何干涉 守在这里就行 好 那就由童天道友 守在此地 我们回去维持大局 有任何迹象随时联系我们 前人郑重说道 这个新年 对华夏来说 注定是一个极为特别的新年 晚上八点整 华夏新年 连环晚会播出前 袁天刚 却先出现在了尽头前 插播两条通知 首先是战报 华夏本次与妖狱间的战争取得大胜 共歼灭妖军十万余 其中 逐州战场 共歼灭妖军五万余 华夏本次损失将士 三万两千六百八十一名 逐州战场 共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三名 请华夏的民众铭记这一天 铭记这三万两千六百八十一名 华夏的将士 另外 灵州人将王燕在本次战争中 力展妖狱超凡 虽没有超凡境界 却以具超凡实力 经炎黄散四位玄天将提议 华夏高层会议一致通过 破格任命王燕人 将为华夏炎黄散第五位玄天将 自此 华夏炎黄散 有了第五位玄天将 怒火炎君 王燕 第九十一章 各国震惊 小炎君成为了我们华夏第五位玄天将 这么说 岂不是说明小炎君他 没死 妈的 谁说小炎君死了 小炎君服大命大 怎么可能死 可是那天战场上 小炎君那只是累了 蹲在地上休息了会儿 别瞎说啊 小炎君真没死 真是太好了 小炎君要是没死 我们华夏 这个新年 就太圆满了 嘖嘖嘖 这么年轻的玄天将 真是我华夏的福气啊 妖族正面战争 也没能拿下我们 以后再也不用受妖族的欺负了 哎 大家一定要铭记 每一位牺牲的华夏将士 是啊 大家能在这安稳地过年 真得感谢他们背后的付出 华夏的民众 在得知 袁天刚所告知的内容后 都激动不已 纷纷猜测 王燕并没有死 华夏压抑的氛围一扫而光 取而代之的 是举国上下的欢庆 华夏的秘密会议室里 除了通天道人 其他的五位超凡都在 已经按照我们商议的内容 做了通知了袁天刚沉生道 其余几人皆是点头 逐州战场的腰背拳肩 王燕与腰域新超凡的战况腰域 应该无从了解 想必这样的消息 也够得他们焦头烂额一阵时间的了 前人说道 肖战璇附和道 人类联盟中的那些大国 在华夏危难期间 冷眼旁观 全然不顾联盟的规定 哼哼 他们得知这消息 恐怕也要坐不住了吧 人类联盟本就是形同虚设 除非火烧到他们屁股上 不然那些家伙 根本就不可能伸出援手 袁天刚说着 接着一声叹息 又补充到希望真如通天道友所说 王燕那不是死亡 而是重生吧 否则 这真是我华夏难以承受之痛啊 如今这些民众都认为王燕活着 也有不少强烈请求王燕出场 当面致辞的民众 王燕对于华夏的一些民众来说 已经是一种意志支撑了 要是 哎 我都不敢想 听到这里 其他几人都神情有些低落 事已至此 我们只能选择相信通天道友 也相信这小家伙自身的气韵了 美丽国国会大厦之中 个个都是震惊 难以置信 金发闭眼身材高大的男子 死死盯着下方前来通报消息的人 看得下方之人都开始尴尬起来 你确定消息可靠 华夏一个金刚劲的小子 真的长了超凡 这名男子 朝着下方传信人员质问道 下方传信之人面色难看 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回应道 麦克将军 这消息绝对是真的 我们的间谍获取了当日战场中部分的战斗影像 那妖狱的新超凡是只虎妖 而与之战斗的 确实是华夏一位金刚劲的少年 可惜战斗影像只有片段 并没有从头到尾的完整信息 如今妖族那只超凡虎妖的虎头 被华夏方挂在了华夏和妖狱边界上 也就是说 妖族的超凡被斩杀是事实 在场的人皆是大口地倒吸着凉气 金刚劲斩超凡 这怎么可能 在场的都是实力强劲之人 就是金刚巅峰的也不少 可他们自问都绝对做不到斩杀超凡 甚至能够接下超凡一招办事 都已经可以是做一种荣耀了 而华夏的一个金刚少年 居然斩了超凡 这如何叫人能够相信 把那个片段给我们看看 威尔大元立声道 好的 我这就给各位大人看 随着一个片段被展示 所有人都看到了片段中 那与雪虎战斗的华夏少年 雪虎是超凡的气息没错 华夏少年是金刚劲的气息也没错 看完后 所有人更加的不自信了 有的甚至开始抓耳挠腮起来 有些怀疑人生了 这少年发出的攻击来看 别说是金刚劲一重 就是在座很多金刚巅峰的强者都达不到 这究竟是什么怪物 这小子是在樱花国接待会上 把骨打破了的那个人 现在看来 他当时确实是实力强劲 难怪约扬他们再也没能从其中出来 这小子的战力实在是逆天 威尔大元认出了影像中的王燕 传信之人看上去有些犹豫不决 最终咬咬牙 再次说道 各位大人 这次还有一个重要消息 那就是华夏的六位超凡强者 不知怎么的 实力短时间内大大提升 在这次与妖玉超凡对战中都占了上风 什么 原本就无比震惊的众人 此时犹如听到了天方夜谭 看向传信人员 传信之人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底气略显不足地说道 这个消息也是确定百分百无误的消息 所有人都是面色阴晴不定 华夏已经这么强了吗 本来就有六位超凡强者 如今又有一位能斩超凡的少年出现 华夏现在等同于拥有七位超凡 而且 这六位超凡在超凡领域中的战斗力 还是占有优势的 威尔大元忍不住疑惑道 有人复合道 若真是这样 华夏现在的综合实力 已经胜过人类联盟里的每一个国家了 这可如何是好 坐在守卫上 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迈克将军 沉吟着说道 如果真是这样 哪怕人类有机会 也不能真的灭了妖族 妖族一旦被人类铲除 华夏就一家独大了 其余的人都深感认同 迈克将军严肃说道 给我持续关注 华夏这少年的情况 成长经历 性格 爱好 若是有拉拢的机会 一定不惜任何代价 是 同样的消息 也传到了世界各国之内 各国的反应大致相同 都是震惊于华夏这少年的实力 同时也按惊于 华夏这么多年的稳步发展 至今已经如此强大 妖狱黄金大殿之中 妖狱的超凡都是灰头土脸 面容僵硬的坐着 现场氛围很压抑 妖狱的探子 说是那个王燕 斩杀了雪虎 黑鸣粗大的眉毛骤起 完全不敢相信这一消息 是的 雪虎的头颅 现在还挂在边界上 这简直是华夏对我妖狱的挑衅 没想到 雪虎这家伙 如此的废物 于渊再也没有超凡的风度 回想起当初在灵州 敢于直接挑衅自己的少年 还扬言三年的要杀自己 现在看来 真给他三年 说不定 自己还真不是他对手了 想到这里 于渊一阵后怕 似乎又想到什么 于渊紧接着说道 不过我们的探子 还有一条秘密消息 就是 那小子在战场中 好像是与雪虎同归于尽了 但是华夏官方 似乎想要掩饰这一消息 好像 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 银双有些不悦道 至少那小子立了这么大功劳 甚至被华夏封为玄天将 可至今还未在公众面前露面过 于渊说道 几人殷勤不定 黑鸣开口说道 让腰郁的探子持续关注 要是这小子 一直没有再出现 那就是死了 金刚竟想杀超凡 付出这点代价过分吗 回想起白天与前人之间的战斗 银双伸出一口气 华夏越来越恐怖了 再这样下去不妙 都想想办法吧 大殿的人都看向了于渊 仿佛腰郁超凡里 就于渊有点脑子 于渊略做思索 现在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跟人类其他国家暂时停战 并且想办法不让他们支援华夏 集中妖族所有力量 先灭了华夏 另一个就是想办法 把海里的家伙拉下水 第九十二章 小娟想吃鲁鱼了 听到于渊所说 其余之人皆是暗家思索 第一条估计行不通 这些人类应该没有那么蠢 华夏若是被我们灭了 他们自身难保 第二条更难了 海里那些顽固的家伙 我们已经全说了多少年了 他们完全不为所动 黑鸣想了想说道 于渊略带奸诈的一笑 黑黄你不了解人类的秉性 这次华夏的表现 你以为就我腰欲慌张吗 人类联盟中 特别是那些大国 看到华夏如今的实力 说不定比我们更加慌张 人类不是很喜欢签订 所谓的各种契约承诺吗 我们也可以给各国暗中签订承诺 假装只是针对华夏 实则将华夏拿下之后一样 对他们出手 反正我们腰本来就是不讲诚信的 于渊表现得很是自信 似乎对于人类很了解 黑鸣还是摇头 不妥不妥 要是这些狡猾的人类 暗中对我们虚意威仪 战斗打响 又全都倒戈 向我腰欲 那不是糟了 黑黄说的也有理 这一季是有些冒险 可是收益也很丰厚 而且我觉得 人类联盟中的大国 绝对不想看到 华夏如此强盛的 其他的诸位呢 怎么看 于渊接着说道 腰欲其他的超凡 华夏如今的成长 可是有些太快了 再放任下去 恐怕 于渊轻声又倒着 最终银双目光凛冽说道 先去暗中联系一下 人类联盟中的大国吧 就算达不成目的 也要破坏人类各国间的信任 不能让他们团结起来 向我们开战 现在华夏那几个超凡 已经打破了人腰间的平衡了 灵州修行者大学的后山 叶兰和王子英 两人站在门口惆怅不前 他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里面的这个小姑娘 甚至还没有见到对方 就已经开始心疼了 相依为命的兄妹 被王燕宠成了小公主的王小娟 要是知道了王燕的情况 真不知道 这会对一个四岁的孩子 造成多大的创伤 我们 怎么说 叶兰看向王子英 王子英也戴眉紧皱 突然门开了 王小娟如同一只小白兔 一般从门口蹦出 看到了叶兰和王子英时 露出了天真无邪的欣喜笑容 叶兰姐姐 子英姐姐 王小娟兴奋地扑向两人 王小娟身后 原本看到 叶兰展现出笑意的夭夭 在仔细分辨了 叶兰的神情后 隐约感觉到不妙起来 我哥呢 王小娟朝两人身后瞅 没有见到王燕 便抬起头 看向了两人 呃 你哥他 还有事 叶兰说道 什么事啊 王小娟问 王子英接过话说道 你哥这次立了大功 要接受嘉奖 还要跟超凡们 商讨之后的战术呢 哦 那他多久能回来 王子英和叶兰按对事后 叶兰强撑着笑道 应该很快了 小娟快来 我们给你买了 竹州的特产桂花糕 可好吃了 做事两人 将王小娟拉进了家里 怎么样小娟 这个桂花糕好吃吧 来还有这个 这个也是竹州的特产 王小娟一边机械地 吃着叶兰和王子英 递过来的食物 一边问道 我哥他这次 是不是表现得很好 当然 他是这一次中表现得最好的 要不怎么能被封为玄天江呢 我也看到电视了 玄天江是很大的官吗 当然大 在我们华夏 就没有比玄天江更大的官了 嘿嘿 我哥真厉害 是啊 你哥是最厉害的 那我哥多久回来啊 小娟乖 很快了 哦 说话间 叶兰看向妖妖 眼底的苦涩 没能逃过妖妖的眼 妖妖在看向被三人围在沙发上的小女孩 忍不住的心疼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对劲 越来越多的华夏民众 要求要见王爷 因为王爷 一直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 民众的意愿 强烈到华夏官方 已经无法忽视了 再放任 不管即将要形成民愤的程度 会议室里华夏 一众超凡 依旧坐在桌前 这些时日 他们一刻 也没有休息 也不知道通天道友那边情况如何了 袁天江有些焦急 前人手只有节奏的 敲击着桌面 再等等吧 现在民众 都要求要见王爷 甚至有说是我们这些 超凡极度王爷 将其软禁了的言论 真是混账啊 咚咚咚 前人还在敲着 淡淡道 他们毕竟是普通人 获取的信息也有限 何必在意 袁天江哀叹连连 哎 我倒不是在意这个 我在意的是 这么多天过去了 王爷他 真的能活过来吗 袁天江突然站起身来 不行 我忍不住了 我要去逐州看看 美丽国帝国大厦 麦克将军抬起头 目光尖锐看着传信人 最近这段时间 那华夏少年 一直没有出现过 华夏的民众 一直在强烈要求 可是华夏官方 也没有任何回应 传信人说道 哦 麦克将军 眼中若有所思 最终浮现了一个 难得的笑容 这少年 或许是已经死在了 这一战了 我就说嘛 金刚竞斩杀超凡 那有那么简单 这少年 或许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哦 要是这样 也算是这段时间 唯一的好消息了 腰狱 黄金大殿 黑鸣听完小妖的上报 脸上浮现笑意 好消息啊 那小子一直不出来 估计已经死了 以滑下那些人的尿性 绝对不会放着民众 如此强烈的意愿 而不做出反馈的 于渊也是松了口气 靠回了椅子上 这些十日雪虎的头颅 一直被挂在边界 可是腰狱 却没办法取回 于渊是越看越惊 毕竟不久前 这少年 还扬言三年内 要取自己向上人头 而这才过去多久 对方真的就斩下来 一颗超凡头颅 虽说雪虎 只是出入超凡 可那毕竟也是超凡 离自己 已经很近了 与人类联盟中的大国 暗中联系情况如何了 黑鸣问道 已经有几个国家 有松口的迹象了 只要多给点好处 应该快成了 哦 真是又一个好消息呢 而王燕的家里 夜兰和王子英突然发现 王小军一夜之间消失了 这些天王小军一直表现正常 两人刚放下了戒心 却没想到一夜之间 王小军就不见了 两人无比慌乱 甚至比在逐州战场 几次无限接近 死亡之时 还要慌乱 夜兰直接找天 都行动用了 灵州炎黄伞最高权限 发动了灵州炎黄伞的 所有情报组织 全力寻找这个小女孩 夜晚 一个老旧小区里 王小军在楼下 老远望着之前 和王燕住的楼层 鼓起勇气 王小军爬上楼梯 来到了那无比熟悉的门前 抬起小手敲门 咚咚咚 王小军极度希望 给自己开门的 就是自己的哥哥 嘎吱 门打开了 一个光着上半身的男人 疑惑看着王小军 小孩 你找谁 看到开门的男子 王小军大眼珠子 瞬间暗淡了 对不起叔叔 我敲错门了 碰 门被重重地关上 里面传来男女的对话声 是谁啊 一个小孩 不认识 小区昏沉的路灯下 王小军蜷缩在路边 眼眶湿润 哥 你在哪 你回来好不好 小军想吃鲁鱼了 第九十三章 苏醒 逐州的峡谷之中 袁天刚赶到 便急匆匆地走向一旁 盘膝而坐的道人 通天道友 情况如何了 袁天刚眼神焦急地看着 依旧保持着最开始动作 没有改变过的王燕说道 此时的王燕看上去颇为奇异 手中握着的长刀之上 七色火苗已经覆盖了大半 而且正在以一种极为缓慢的趋势 向着手掌方向延伸而去 只是从王燕的躯体之上 依旧还是感觉不到半点气息存在 只能静静等待了 老道抬起眼皮说道 袁天刚看着王燕 他真能活过来吗 挂像不会错 这火焰一开始只有一点点 现在却已经覆盖了大半刀身 种种迹象表明 应该是有希望的 可他这火焰本就奇异无比 不会磨灭也是正常现象 只能再等等了 听到了老道的语气 也没有之前那般确定后 袁天刚深深叹息 小子 真就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吗 整个华夏都在盼着你出现呢 哄 嗯 就在袁天刚失望地转过身 准备离开之时 一直半跪状态的王燕身上突然 全身被抱起的七彩火焰包裹 不时还闪出射人的鸿芒 袁天刚和老道皆是一惊 神圣气息 如此浓郁的神圣气息 两人无比震惊 要知道 从接触到王燕 给予他们的神圣气息后 众人炼化的仅仅是一星半点 而如今 王燕的体内 出现了极为浓郁的神圣气息 几乎是充斥了 整具躯体了 与此同时 一股极为强大的气势 在逐渐苏醒 袁天刚和通天道人 仔细感受之后 才发现依旧无法察觉到王燕的气息 而是出现了一道 陌生又强大 却又带着一丝熟悉感的气息 老道突然鸣雾 惊呼 他体内的灵力气息全无 取而代替的 全是神圣气息 袁天刚看向了通天道人 完全不敢相信 这怎么可能 难道他超越超凡了 经过这段时间以来 华夏几位超凡 对神圣气息炼化后的心得 和互相交流后 都到了一个推测 想要超越超凡境 似乎需要将体内的灵力 全部替换为神圣之力 可是那太难了 就他们一众超凡 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 体内依旧充斥着灵力气息 神圣之力 仅仅占到了极少极少的一部分 想要将之完全替换来 不知得花多少时间 甚至不知道是否能完成 在两人的注视下 王燕身上的火焰越发的狂躁 整个人变成了一个绚丽的火球 光亮越发的耀眼 最终刺的两个超凡强者 竟然无法直视 两人兴奋极了 因为两人知道 种种迹象来看王燕苏醒了 一个更为强大的王燕即将出现 炎黄散灵州分布里 夜兰几人正焦急地地接收着情报 夜兰的江 望山市一小区里面出现的一名小女孩 跟你们的描述很像 面前之人说道 夜兰和王子英文言瞬间站立起来 在哪 快带我去 街道上一行人快速行进着 时不时能看到街头请愿的民众 都是想要见王燕 望山市这样的情况 只是缩影 华夏其他地方 甚至有比这还严重的 感受到了民众 对王燕发自内心的爱戴 又想到 王燕的结局 夜兰不由的心底 生起悲凉感 加快脚步 来到小区 夜兰一行人的出现 引得附近居民的注意 都认出了一群人 是燕黄散之人 都从四面八方出现 将几人团团围住 你是咱们灵州的炎黄江吧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你知道 小颜君在哪吗 夜兰的 将夜兰的想 小颜君在哪里啊 让小颜君 在宫中亮相一下吧 现在我们这些人 见不到小颜君 心中 都引起了恐慌了 你们到底 被小颜君做了什么 你们把小颜君 藏起来了吗 夜兰的江 您就成全我们吧 我们这些人 只是想要知道 小颜君他 确实没有死 就好了呀 听着周围的民众 有些激愤的发言 夜兰竟有些绷不住 都说一个人 真正的死亡之时 是被世人所遗忘之时 然而那少年 哪怕人已死 可依旧 被世人所铭记 夜兰的江 您就告诉我们事情吧 哪怕小颜君已经死了 也给我们一个交代啊 我们虽然人为言庆 但且也想要一个知情权 是啊 夜兰的江 我们保证 绝不到是 哪怕小颜君 真的死了 我们也好 给小颜君立牌祈福 就是啊 一边说给小颜君 升官什么什么的 却一直又不见小颜君人 这算什么事吗 小颜君 为华夏做了那么多的贡献 最后不能落得一个 不明不白的下场 没错 快告诉我们吧 面对着 越发激动的民众 夜兰 又也不知该如何回应 他们的诉求 直接告诉他们 王燕已死嘛 那这些人 该会有多失望啊 人最难做到的一件事 恐怕就是毁灭 别人的希望了吧 夜兰真的说不出口 随着人群的情绪 被推动到极致后 人群朝着 夜兰一行人拥挤 推丧 在人群中 被推丧着移动的王子英 感受着来自于 华夏百姓的真情实感 一时间有些恍惚 原来世间 除了亲情的联系外 还会有毫无关系 毫不相干的人 也会对你真正的关心支持 夜兰终于恢复了理智 开始说道 大火冷静 我们今日来此事 有重要的事情的 王燕的妹妹走失了 现在就在小区里 还请大家给我们让让路 避开王燕不谈 夜兰只是提到了 王燕的妹妹 夜兰的话已经说出 在民众中引起了剧烈反响 啊 什么 小炎君的妹妹走丢了 小炎君最宠爱的那个妹妹 这怎么行 那可是小炎君最宠爱的妹妹啊 大家都让一让 都让一让 不要拦着 炎黄散的大人们了 耽搁了大人们 寻找小炎君的妹妹 你们承担得起吗 快快快 大家都让一让 快帮炎黄散的大人们 一起寻找小炎君的妹妹 有着炎黄散情报人员的带路 和热情的民众指路 一行人 很快便来到了一个昏暗的路灯下 看到了那蜷缩着的小女孩 夜兰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蹲下身子柔声道 小炎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夜兰姐姐担心死了 快跟我回去好吗 小女孩 犹如一只哭花脸的小猫 可怜巴巴地抬起头 看着夜兰 夜兰姐姐 我想我哥了 看着面前的小女孩 夜兰 只感觉心脏一抽 眼眶忍不住湿润 民众看到这一幕后 心中一直疑惑的问题 似乎有了答案 都是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了 看到面前的场景 哪里还能不知道 连王燕最宠爱的小妹 都见不到王燕 加上夜兰此时的神情 恐怕王燕已经 哎 夜兰再次柔声道 小娟 跟夜兰姐姐回去吧 小女孩 用力地摇头 我不去 我要在这等我哥 我哥答应我会回来的 我走了他回来 就找不到我了 夜兰最终是破房了 甚至是 现场所有人都破房了 小娟 对不起啊 哥来晚了 跟哥回家吧 突然 一道富有雌性的嗓音 温和响起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路灯下 身材奇长的少年 一步步走来 浑身散发着神圣的气息 人们看到了 那被自己等 人是座神灵的少年 如今站在那里 就当真如同神灵一般 第94章 神灵般的少年 少年站在昏暗的灯光下 朝着小女孩伸出手 王小娟欣喜地抬起头 顺着声音方向看去 哭丧的小脸 瞬间绽放出了欣喜的笑容 眼角还带着 尚未擦干的泪花 王小娟快速地起身 冲进了王眼的怀中 我就知道哥 从来都不会骗我的王小娟 将眼泪鼻涕蹭的王眼博 颈尖到处都是 对此王眼豪并不在意 只是轻柔地 抚摸着王小娟的小脑袋 像是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小鸟一般 王眼说道 哥当然不会骗小娟 只要是答应了小娟的事情 哥就一定会做到 再次看到了面前的少年 原本以为面前的少年已经死了的夜兰 和王子英有些不知所措 表情愣住好一会儿 才一副不敢置信地惊喜起来 王眼居然没死 可当时他们明明都感觉到了 王眼身体里 已经没有半点存活的气息了 而这重新出现的王眼 虽然还是那个熟悉的王眼 却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了 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整个人看上去神圣无比 让人忍不住产生想要膜拜的冲动 王眼对着两人露出了一个温和的笑容 睡了一觉 睡得有点久 让你们担心了 王眼这话一出 两人再也忍不住了 看着王眼又哭又笑 竟有些可爱 拜见阎君 周围声音集体响起 除了夜兰和王子英 其他的民众 包括阎黄散的情报人员 都单膝下跪 激动不已 王眼见此阵仗愣住了 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 连忙招呼道 快起来快起来 我不值得你们如此大礼 怀中的王小娟 搂着王眼的脖子 骄傲地说道 哥 你现在被华夏超凡的大人们 一起任命成了华夏第五位玄天将了 叫怒火阎君 可威风了 从峡谷中苏醒之后 心中不安 便急忙赶来这里的王眼 并未跟袁天刚两人有过多的交流 事实上王眼 能够在这个时刻苏醒 已经算是冥冥中 感受到了某种指引加快的进度 故而一苏醒 便全速赶往此地 发现是王小娟在此 王眼听了后 愣住片刻 玄天将吗 那可是华夏战力的天花板 同样也是华夏地位的天花板 对普通人来说 仅仅是一个天 将便已经是遥不可及 更别提玄天将 而自己 才加入阎黄散多长时间 竟然已经被任命成了玄天将 犹如大梦一场 再想想王眼也就释然了 自己毕竟 斩了超凡境界的雪虎 确实拥有了超凡级的实力 而玄天将的要求 便是超凡境界 或是超凡实力 都快起来 就算是如此 我也受不得 你们如此大礼 我也只是 华夏的一个普通少年而已 跟你们没有太大区别 王眼连忙继续招呼道 阎君哪里话 阎君若是受不得 那便没人受得了 逐州五千万百姓 得以幸存 多亏了阎君 替逐州的同胞们 败谢阎君也是理所应当的 再说了 阎君为华夏 接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这些平头 老百姓都看在眼里呢 是啊 自从您出现以来 我们生活的 区域里面的妖 各种作乱的鬼怪 邪修都渐渐地失去了踪影我 我们的生活 比以前安乐得多 多亏了您 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阎君您 做了多大的贡献 我们全都铭记着 受我们一败吧阎君 是啊 受我们一败吧 民众的话 使得王燕有些动容 一时间不知所措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至此周围的人 都朝着王燕 深深一败 王燕笔直的身躯 站在人群中 犹如年少君王一般 看得夜兰和王子英 一阵的炫慕 这个少年 是如此的不凡 随着灵州望山市 小区里发生的事情 在民众之间口口相传 快速地将王燕出现的消息 在华夏传递着 甚至 王燕被小区中的民众 热情跪拜的影像 都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 疯传着 整个华夏上下紧迫的氛围感 渐渐被打破 取而代之的是 举国欢庆的场面 此时各州市的街道上 甚至随处可见 各种舞狮 焰火等民俗表演 都是为了庆祝王燕的出现 以及华夏的新年 望山市富人区的 一栋精致别墅中 正在一起享用晚饭的吴雪一家 看着视频中影像 十年的这个儿子 果然没有死 真是太好了 吴明一边切割 开来盘中的牛排 一边激动地说道 是啊是啊 没死就好 莫死就好 他人虽然不大 但是确实能给人 无与伦比的安全感 吴雪的妈妈 附和着 吴雪看着影像中 那被民众包围在中心的少年 内心无比地复杂 他总喜欢说自己的男人 一定要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而视频中 那身形挺拔的少年 若都还称 不上顶天立地的英雄的话 那便也没有人 可以称得上了吧 原本两人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可最终进落到了如此局面 吴雪不敢去怪命运弄人 只是自责于自己当初 那该死的虚荣心 让两个人从此走上了末路 小雪啊 你应该知道王燕 这孩子住哪吧 你有空就多去找他 联络联络感情啊 你们毕竟是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女追男隔层杀嘛 女孩子主动一些 杀伤力很大的 吴雪的妈妈 在一旁鼓动着 妈 您别说了 吴雪的语气埋怨 神情低落 这么优秀的男孩子 难道你不喜欢吗 难道你不动心 吴雪妈妈 不依不饶地问道 吴雪此时 深深地看了一眼 屏幕里那个 如神灵般的少年 他是华夏万人敬仰的玄天将 不是我的少年郎 当日下午 华夏官方公布重磅消息 炎黄散玄天将王燕 将于本周日 发表网络公开任职演讲 怒火炎君王燕 将发表任职感言 以及对华夏未来的期许 敬请期待 华夏的一些民众 原本还尚有些疑虑存在 可官方这一消息的发布 彻彻底底地使他们打消了 最后的疑虑 华夏的百姓的心 算是彻彻底底地安稳了下来 因为他们 几乎能够确定那个 被民众贴在门上 当作门神的少年 他没死 他依旧还活着 还在守护华夏 守护着华夏的民众 王燕带着王小娟 和王子英回到家中 王燕习惯性地 给王小娟打开电视 注意看 这个男人叫小帅 他是个变态 王小娟却没有看电视 一直缠着王燕 不肯离开王燕 小娟乖 哥去给你争如鱼去 王燕宠溺的呱呱 王小娟小鼻子 王小娟用两只小手 抓住王燕大手 哥 小娟这几天好害怕 好害怕 再也见不到你了 王小娟的话 使得一旁 安静坐着的王子英 有些触动 原来这个小女孩 什么都知道 还一直陪着 自己和叶兰演戏 多么懂事的 令人心疼的孩子 没事的小娟 哥这不是回来了吗 你哥我是最厉害的 没人能让咱们分开的 好 王小娟咱们抽空 去给爸妈烧点纸吧 哥给他们报仇了 王小娟有些惊讶 报仇 是那天那只大老虎吗 王燕点头 目光锋利起来 嗯 就是他三年前 杀了咱爸妈 王子英再次触动 难怪王燕那天 会那样失态 那样不要命 安抚好王小娟后 王燕进入厨房 照出系统面板 第95章 连升四级 宿主 王燕 净剑 金刚进一重 杀戮积分 两万两千 系统商城 战绩 怒火焚身 LV4 加 杀神领域 LV4 加 今日天气 玩玩小游蟹 连带着上次剩下的 两千杀戮积分 目前一共有 两万两千杀戮 积分在手 王燕一边用温水 将杀好的炉鱼冲洗 一边将两个辅助战绩升级 定 杀戮积分 五千 怒火焚身 LV5 使用后浑身燃起滔天烈焰 弓 防 精力 速度等全属性增幅400% 定 杀戮积分 五千 怒火焚身 LV6 使用后浑身燃起滔天烈焰 弓 防 精力 速度等全属性增幅500% 定 杀戮积分 五千 杀战领域 LV5 使用后产生无形领域 对领域中敌人产生精神干扰 增强自身灵气 恢复100% 增强自身体力恢复100% 削弱敌放灵力 恢复100% 削弱敌放灵力 恢复100% 领域范围800米 定 杀戮积分 五千 杀战领域 LV6 使用后产生无形领域 对领域中敌人产生精神干扰 增强自身灵气 恢复100% 增强自身体力恢复100% 削弱敌放灵力 恢复100% 削弱敌放灵力 恢复100% 精神干扰速率 提升50% 领域范围1000米 两个辅助战绩 各升了两级 这次斩杀雪虎 收获的杀戮积分 算是花完了 留着两千积分等 神级物品秒杀 就好了 王燕轻声自语 有些恍惚 杀了自己父母的仇人的生命 转化为了自己辅助战绩的 四次升级 这种感觉 难以言表 关掉系统面板 仔细感受了一番 如今体内的力量 王燕带着些疑惑的惊叹 当时为了斩杀雪虎 耗尽了体内最后一丝灵力 倒是机缘巧合的人 全身的灵力 换成了神圣之力了 圣神之力的强度 不仅远强于灵力 还有着神秘的玄傲感 这种感觉比以前强很多啊 也算因祸得福 一个偶然收获 美丽国帝国大厦的会议室里 烟雾缭绕 华夏那少年没死 金发碧眼的男人 很是遗憾地说道 华夏如今的实力 有些太强了 已经开始不平衡了 这样下去 可不是好事啊 突然威尔大元提议 我们要不要考虑 妖狱的人说的那件事 提议已经说出 现场的人全是面色严肃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人类之间再怎么防备 再如何明争暗斗 那都是 我们人类自己内部的事情 一旦答应了妖狱 性质就不一样了 我们或许会成为 整个人类中的罪人 妖族就是一群狼崽子 没人会相信 他们只针对华夏 人类一旦失去了 华夏这部分力量 末日就不远了 我们虽然 想要重现美丽国 历史上的霸权荣光 但是也不能做 人类未来历史上的罪人 发表的言论 几乎都是否定的 可是 华夏确实有些太强了 那少年再这样发展下去 一旦他成就超凡 就没有超凡 再是他的对手了 威尔大元威严耸听到 麦克将军将雪茄 从口里抽出 十分严肃道 威尔 妖族那事情没得商量 那已经触及到底线 我不想听到以后的会议 有人再提这事 作为美丽国的超凡巅峰修行者 麦克将军有底气说这样的话 其他人也不敢再有别的声音 会议室中 开始尴尬地安静了起来 许久后 麦克将军打破了这一氛围 说到底 还是那个少年是关键 这样的人 为何一定要他死呢 难道我们不能拉拢他 麦克将军 是说策反那名华夏少年 有人附和道 金发男子重重点头 这样的人 为我美丽国所用 不是更好吗 有人开始迟疑起来 可是想要策反他 恐怕没那么容易 麦克将军笑了 重新把雪茄插进口里 有些口齿含糊道 只要他是人 就会有欲望 只要他有欲望 就有办法让他不想再回华夏 更别提只是个18岁的少年 还没接触过太多的世俗 看过我美丽国的繁华之后 说不定也无心回华夏了 那我们如何让他来美丽国呢 现在他身边应该全是眼线 我们的间谍 恐怕没机会接近他 麦克将军不约道 你们不会去想办法吗 你们修行这么多年 都不长脑子吗 都是猪 哪怕现场有一些 甚至是超凡强者 麦克将军也没有留情面 一时间会议氛围非常尴尬 樱花国 夏木神社 钢本军 夏木军 你们都同意妖族的协议 穿着和服的情绩麻衣 大声质问 钢本南雄 一副不痛不痒的模样 华夏应该付出代价 夏木山下沉默不语 他只是脑海里不停浮现起 那名华夏少年的身影 这才过去多久 那少年竟然能越击斩超凡了 这样的少年 出在那个国家兜行 偏偏出在了华夏 这个与樱花国 有着很深渊渊的国度 这让夏木山下极度的不安 情绩麻衣 难以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两人 你们可是超凡 难道一点也没有 把樱花国的民众 放在心上吗 这些年 你们的一些荒唐决定 已经让民众苦不堪言了 你们可要想好 答应这事情 我们樱花国等同于 全人类的叛徒 到时候 就算是美丽国 也不会再占 我们这边了 最为重要的是 一旦人类失去了 华夏的力量 最终妖族肯定会违反 他们所谓的协议 吞噬整个人类 夏木山下 听着女人的话 陷入了沉思 刚本男雄 则是有些面色疯狂 看上去 已经失了之一样大笑 反正也争不过华夏 争不过美丽国 既然这样 大家一起死 又有什么不好 情绩麻衣 看向刚本男雄的眼神 犹如看着一尊恶魔 你简直是个疯子 哈哈哈哈 疯子 我可是已经知道 有人类国家已经同意了 而且 不止一家 第96章 王燕的第一次 华夏首脑会议 世界各国 都在秘密会议的同时 华夏一个小岛上 华夏的高层 也在进行会议 而王燕 也是第一次 参与进了华夏的高层会议 这也是王燕苏醒以来 华夏一众超凡 第一次见到王燕 前人看着神采异异的少年 满是欣赏 金刚之力 力展超凡 真是我华夏的麒麟 哪怕只是一个金刚镜 可是王燕坐在一众超凡里 却是格外圣神 比起超凡 甚至更加的有种 不可侵犯的感觉 王燕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前辈谬赞 你就别谦虚了 华夏 来自整个世界 都从没出现过你这样的妖念 不过话说回来 你这次可是把我们都吓得不轻啊 袁天刚在一旁 眉开眼笑地附和道 王燕尴尬地摸摸鼻头 让诸位前辈担心了 那坨白虎妖三年前杀我父母 这次我真的是豁出去杀他 听到王燕这样说 其他人都面色严肃起来 三年前的惨案 又何尝不是他们心里的痛呢 众人都是暗暗点头 难怪一向沉稳的王燕 这次会如此的莽撞 原来是遇到了仇人 换在座的任何一个来 哪怕是以超凡的修养 恐怕也无法保持理智 妖族一直是如此 他们天生的起点高 可是至灵低 想要突破超凡 只能是借助我们人类的灵域 袁天刚愤愤道 这种违反天道的修行方式 过于残忍 招惹太多因果 这个种族也注定被天道制裁 老道揣着手道 你的出现 说不定就是天道制裁妖族的 因果所致 看着通天道人看过来的眼神 王燕没有说话 只是暗暗点头 人类跟妖族间的仇恨 不是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 是无法开解的 如果有能制裁妖族的能力之时 王燕会毫不犹豫 对妖族进行审判 不急 如今 我们已经有了初步 能跟他们叫板实力 稳扎稳打 必定让他们付出代价 袁天刚正中说道 今日聚集在此 不就是为了这事情吗 老袁 说说这次的事情吧 前人沉吟道 袁天刚正中点头 这次的危机 对我们华夏来说 可以说是无比致命 幸好王燕力斩超凡 这次危机才得以解决 同样也得以于王燕上次 从樱花国遗迹中 带出的圣神气息 我们初步具有了 能跟妖狱掰掰手腕的实力 可是也引来了 妖狱对华夏的忌惮 最近我们的探子得到消息 妖狱又有了新的阴谋 在私下联系 人类联盟里的国家 想要召集所有的力量 特意针对华夏 而且 有的国家 甚至已经同意了 听到这一消息 王燕不禁眉头皱起 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 会如此荒唐 难道不明白妖族的秉性吗 既然能坐视妖族 针对某一个人类国家 真是太离谱 都有那些国家 王燕直接问道 袁天刚摇摇头 暂时还不确定 目前的消息 虚虚实实 也有着妖族挑拨人类的嫌疑 一直吞云吐雾的肖战旋 眼里杀意盎然 原本还想着 如今能联合所有人类 向妖族开战了 现在看来 还是在忍忍 等前人前辈突破超凡吧 众人都在沉吟着 妖族真是狡猾 这一招 至少确实是让人类间 不敢再相互信任了 目前 我们应该做何对策 大家商量一下吧 微笑道 王燕 你第一次参与会议 你来说吧 王燕沉思了片刻 才开口说道 目前若是妖狱 真把其他国家地狱的势力 全部召回 对华夏来说 还真是难以抵御 人类这边又相互猜疑 王燕抬起头 目前或许只有两个方法了 众人目光都看向王燕 第一就是彻底地 把所有国家过滤筛选一遍 团结起来抵御妖狱 等待前人前辈突破 这是保守的对策 还有一条 比较冒险 但是一旦成功 收益将会封后的可怕的方法 说到这里 王燕眼中闪过光辉 袁天刚眼里也有着激动之色 似乎在期待着王燕的想法 是否会和自己不谋而合 众超凡都在期待着 王燕接下来的话 另一条就是 鬼剑 要是能把鬼剑拉进来 或许可以彻底终结 妖族在这世界作乱的时代 袁天刚兴奋地叫起来 我也是这样想的 看向王燕的目光越发赞赏 犹如看到了之音 这一季我认为可行 袁天刚很是激动 其他超凡都还在思索中 纷纷看向袁天刚 妖然清冷的声音传来 为何有如此信心 魅魔族已经中立多年了 袁天刚有些猥琐地看向王燕 看得王燕有些不是 其他的超凡强者 也有些疑惑地看来 王燕战力是强啊 可是难道这王燕也能帮忙 嘿嘿 魅魔族 如今恐怕是手道擒来 袁天刚目光饶有深意 何出此言 前人忍不住问道 袁天刚有些为老不尊的 眉飞色舞说道 上次去樱花国带回来的 那个小美女 就是魅魔族走失的小公主 如今啊 说到这里 袁天刚表情更猥琐了 已经像小媳妇一样 对王燕服服贴贴的了 你们说 说服魅魔族 还难吗 袁天刚很是得意 仿佛这件事 她就是背后谋划者一般 嗯 竟有这回事 其他超凡强者 都有些惊讶 袁天刚 朝着王燕挑挑眉 你们不信自己问王燕 那位小公主之前 可是毫不犹豫 跟着王燕去了竹州呢 随着重超凡视线看来 王燕无脸点点头 现在看来 自己似乎确实是 中了袁天刚下的套了 不过想到 都是为了人妖间的战局 王燕也就释怀了 得到王燕的确认 众人皆是大喜 鬼界舞王都是超凡巅峰 若是鬼界真的决定参战 那么或许真能一举终结妖族了 前人说 老道略做思索 淡淡道 如此一来 就看是妖狱动作更快 还是我们更快一筹了 你这小子 真让人嫉妒 实力强就算了 喜欢你的女孩 一个比个貌美 肖战轩洋装愤愤道 引得清冷高贵的妖然 悄悄捂住了嘴 人类的希望 就交到你手上了 相信以你的魅力 一定能让鬼界的家伙们折服的 袁天刚斜眼笑着说道 王燕眯着眼明嘴 我 我尽力吧 看着少年窘迫的模样 一众超凡脸上浮现笑意的同时 心底也感到庆幸 这个少年真是华夏的福星 第97章 说服王子英 在华夏安乐的氛围里 王燕难得地度过了一阵闲散的时光 王小娟窝在沙发上 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 王燕瞟向一旁的王子英 魅惑至极的容颜 顺着视线看下来 饱满的胸脯 短裙下吸睛的大腿 看得王燕忍不住吞咽口水 再度抬起头 对上了那双 足以霍乱众生的魅眼 正在不怀好意地看着自己 王燕有些尴尬地一开视线 引得王子英娇笑 王燕心虚地起身 朝着王子英做了个手势 来到阳台上 随后 王子英也跟着款款走来 月光洒下 在两人身上 披上一层皎洁的光辉 趴在精致的栏杆之上 两人眺望着下方的建筑裙 王子英此时歪过头看向王燕 知道王燕多半是有事想跟他说了 方才室内发生的事情 已经使得王燕有些尴尬 干渴一声后说道 那个 你想不想知道你的身事 王子英愣住了 他虽然已经做好准备了 可是还是没想到 王燕找自己会说这个 难道说 自己有机会 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王子英有些忍不住激动起来 重重地点头 看着王子英的模样 王燕也有些感应到对方的心思 有些为难的名嘴 我确实知道你的身世 然而你父母确实也是不在了 王燕说完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王子英的状态 他知道这很残忍 可是他从来都不喜欢骗人 哪怕是善意的 王子英躯体肉眼可见地垮了下来 希望落空 想必心中应该很失落的 随后王子英挤出笑脸 虽然看上去很是勉强 可依旧美得惊人 没关系 我已经习惯了 王子英转过头 看向了下方的林大 似乎后面的内容 他都不感兴趣了 看着王子英优越的颈部 略带寂寥的侧脸 王燕有些不忍心 再说后面的内容 王燕便不再说话了 只是安静地待在王子英身边 陪着他 好一会 王子英才主动问道 突然跟我说 这些事有事吧 嗯 是有事 王子英转过头 又恢复了那魅惑神态 看着王燕 是为了你自己 还是为了华夏 王燕沉吟道 是为了华夏 也是为了我自己 这事情的初衷 本就是为了整体人类 华夏是人类的一份子 而王燕 又是华夏的一份子 那你是代表 你自己找我 还是华夏呢 王子英的目光狡黠 看得王燕不敢直视 为了所有人类 王燕最终说道 王子英一副 不解风情的 盯着王燕 许久没有说话 真是块木头 说吧 要我做什么 王燕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确实是为了所有人类吗 你其实不是人 听到王燕的话 王子英忍不住地骤起戴霉 那我是什么 你是魅魔 魅魔 你是在夸我我 王子英疑惑道 不是 你其实是来自鬼界 魅魔一族 而且是魅魔族的皇室 听到王燕接下来的话 王子英竟再度有些激动起来 我还有族人 王燕点头 有 有很多 而且 魅魔族的大长老 一直在寻找你 而我们想跟鬼界结盟 一起攻打妖族 信息量有些大 王燕说完便不再说话 等待王子英自己消化 许久后 王子英说道 鬼界 没有其他种族吗 魅魔族就能做决定 除了魅魔族 还有四大王族 其中各有两族在摇摆 所以 魅魔族现在就是关键 王子英点点头 我明白了 如果鬼界愿意跟人类结盟 我们有很大把握能终结妖族 王燕看着下方 灰红的建筑群说道 王子英展开笑颜 露出一个绝美的笑容 没关系 我帮你啊 这些妖族做的事情确实可恶 在华夏这段时间 我都看在眼里 而且我挺喜欢华夏的 这里的人 很温暖 还有 你在这里 王燕不敢去触碰 王子英炽热的目光 目光躲避着低着头道 谢谢你 惹得王子英笑出声来 就这还悬天降呢 你那威风凛凛的模样呢 独面万敌的气度呢 你又不是敌人 你要是敌人 现在已经是聚冰凉的无头师了 王燕嘟囔道 我不是敌人 那七色火苗 嗯 王子英突然感觉到 自己心间的 那座七彩琉璃火的 星火火苗 已经消失了 什么时候的事 王子英问道 星火火苗 在你跟着来逐州的时候 我就已经收回了 因为那一战 我也不确定 我能不能活下来 王子英看向王燕的目光 更加炽热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鬼剑 王子英 其实也有些想 见见自己族人的 特别是一直在寻找 自己的大长老 王燕沉音片刻 目光陡然坚定起来 我做完玄天降的任职演讲 给华夏民众一个交代后 我们就走 王子英汉手 好 哥 子英姐姐 你们在这里约会啊 是我妨碍你们了吗 王小娟探出一颗可爱的小脑袋 打破了两人的对话 一时间 两人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人小鬼大 看你的电视去 王燕笑着 按住王小娟小脑袋 王小娟缩着脖子 眼睛弯成了月牙 王子英面颊红扑扑的 好看极了 我不要看了 我想跟哥出去玩 好不好吗 王小娟拉着王燕的衣角摇晃 王燕一把将王小娟抱起 当然可以 咱们出去玩了 三人走在街道上 到处都是其乐融融的景象 迎面走来的人 都带着幸福的笑容 空气中弥漫着节日香火气息 现在的华夏跟以前不一样了 小娟喜欢这样的华夏 有王燕的陪伴 怀中的王小娟很开心 华夏确实是一个 很有魅力的国家 王子英看着这样的场景 很是触动 王燕有些恍惚 因为他知道 这样安乐的景象确实很好 可以只是暂时的 妖族一直在暗中虎视眈眈 要想让这样的情况成为常态 只有将妖族彻底解决才行 第98章 出发鬼界 周日 整个华夏都渐渐火热起来 大家盼着一天 都已经盼了很久了 今天终于能看到小炎君了 是啊 能看到小炎君我心里才踏实 我必须亲眼看到小炎君活蹦乱跳的 我才能放心 应该要开始了 视频里 直播间画面抖动 出现一间演播室 王燕坐在正中 直视着镜头 瞬间密密麻麻的评论炸开 小炎君 太好了 小炎君真的还活着 真好啊 这下终于放心了 小炎君果然还活着 我就说嘛 小炎君福大命大 才不会出事 小炎君 好精神的小伙子 真帅气啊 这气质绝了 气场丝毫不输超反啊 王燕朝着镜头露出一个温和的微笑 我死了 小炎君对我笑 他真的 太帅了 剑德王燕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了大众面前 华夏民众还悬着的心终于是落了下来 少年在逐州不要命地与超凡大妖拼杀的场面被民众回忆起 在结合现在面前 这看上去无比温和 微笑着的少年 一些民众都有些忍不住 有些鼻头犯酸 整个华夏 都在静心聆听这个少年的发言 华夏的同胞们 大家好 首先我非常荣幸 能够得到国家和民众的信任 成为华夏炎黄散的第五位玄天将 也很惶恐 我这么一个惊艳尚浅的少年 能得到大家的厚爱 我再次承诺 我会履行好我的职责 守卫华夏的安危 同时 也斗胆再次觊觎华夏 觊觎华夏的百姓 希望咱们华夏能够繁荣 娼盛 咱们华夏的百姓 大家 狗咒 只要活得久 就一定能看到盛世 说完 王燕露出一个略带俏皮的微笑 活动结束 算是给了华夏的民众一个交代 屏幕前的民众 含笑着看完全程 听到了最后 王燕带着玩笑的寄语 都会心地笑了 因为王燕用轻松的语气 说出了华夏民众的生活状态 狗咒 很符合目前华夏民众 也很符合 在妖族的威胁下 大家都一直苟着 希望能看到奇迹的出现 屏幕前的民众 轻松地呼气 呼 是啊 大伙 都苟住呀 有小颜君在 我们这一代人 一定能看到盛世来临 不管再难 都坚持住呀 华夏的凝聚力 来到顶峰 回到家里 王燕来到王小娟身边 目光柔和地看着王小娟 才陪了王小娟断断的一段时间 王燕就又要离开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还是王小娟靠了过来 狡黠地说道 哥 你又有事要出门对不对 王燕笑着 摸摸王小娟的头 小娟真聪明 猜到了 嘿嘿 哥骗不了我 王小娟乖巧地看向王燕 哥 你去吧 你现在不只是我的哥哥了 还是华夏所有人的哥哥 大家都需要你 眼前的小女孩 真是乖巧的懂事 王燕不由地心中一紧 这次的事情是很重要 要是这次能成功 以后咱们人类 就再也不用害怕妖族的侵扰了 王燕耐心地 给王小娟解释道 王小娟眨巴着大眼睛兴奋地问道 真的 嗯 真的 那可太好了 哥 加油 我支持你 王小娟朝王燕伸出小手 但是哥 还是要答应我 一定要回来 那够 王燕轻笑着也伸出手 好 哥答应小娟 王子英也来到王小娟的身边 恋爱地抚摸着王小娟脑袋 小娟 要乖哦 啊 紫英姐姐也要去啊 王小娟似乎有些失望 是啊 姐姐必须要去呢 那紫英姐姐还会回来看小娟吗 王小娟试探问道 一定会 王紫英肯定地道 王小娟这才神色恢复了些 也朝王子英伸出手 那够 好 那够 王紫英宠溺地伸出出手 勾住王小娟的小拇指 哥 要照顾好紫英姐姐哦 必须的 王燕温和笑道 跟王小娟道别后 两人直接来到阳台 一道熟悉的背影 似乎早在这等着一般 听到动静 袁天刚转过身来 笑道 都交代完了 王燕点头道 完了 袁老 咱们可以出发了 袁天刚满意地点头 好 那咱们出发 鬼界 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呢 袁老何出此言 对于鬼界王燕素有耳闻 可却了解甚少 一时间还真有些好奇 袁天刚神秘一笑 去了你就知道了 在袁天刚的带领下 三人赶了近三小时的路 才来到一个非常奇异的地方 这里漂浮着很多的蓝色鬼火 此时还是白天 可是看上去阴森森的 中央区域像有一个法镇 法镇中心是一块石碑 石碑上写着鬼界两字 这里便是鬼界的入口了 我还要去各国访问 防备妖族的反见 就不跟你们进去了 袁天刚说道 啊 王燕有些意外 您不带我们去街头 袁天刚摆摆手 不用带 你进去直接亮出你的炎黄令 亮出你玄天将的身份 鬼界的人自然就会接待你们的 而且 魅魔族那边 我事先联系过 他们对此比谁都要着急 王燕点点头 好吧 等得袁天刚走后 王燕歪头道 咱们走吧 一旁的王子英 原本看着石碑入神的 回过神来点点头 两人化作流光 没入石碑 王燕只感觉眼前一花 一个奇特的世界便出现在了王燕面前 这里面的空间和外面都大差不差 只是此时竟然是黑夜 天上无星无月 而且 这里面的灵气都带着一股良意 好熟悉的感觉 一旁的王子英 好奇打量着这世界 喃喃道 这就是你老家 能不熟悉吗 王燕也好奇地打量着 一边吐槽道 正在想 怎么找到人 然后亮出自己身份 突然周围想起来叫喊声 人嘞 嘿嘿 长相还不错 鬼母肯定会喜欢 第九十九章 空虚公子 王燕和王子英 顺着视线看去 看到一个手指摇扇的竖发男子 面白如指 眼下却是厚重的黑眼圈 男子身后跟着几个随从 也都是面白如指 不过没有黑眼圈 嘖嘖嘖 好大的胆子啊 人类对我们避之不及 你们竟还敢主动进入鬼界 男子带着随从靠近 不怀好意地打量着两人 王燕两人也在打量着对方 王子英没有说话 你是谁 王燕看着男子 面无表情问道 我是谁 男子脸上浮现傲然神色 哈哈 英飞玉谁不知道我空虚公子 王燕看着对方的黑眼圈 忍不住吐槽道 是肾虚公子吧 男子身后的随从 有些开始绷不住了 男子顿时就不乐意了 怒目而视 小子 你活腻了 英飞玉是哪 王燕没管对方 只是问道 英飞玉是鬼界五玉之一 玉主是鬼母大人 这你都不知道 还敢主动进入鬼界 男子比一道 王燕在脑海里思索 鬼母是鬼界五大超凡巅峰之一 幽魂族的画室人 是偏向人类的一方 小子 快说 来鬼界 到底有什么目的 胆胆隐瞒 别怪本公子不客气 男子指着王燕 两人高声道 王燕正欲掏出代表自己身份的炎皇令 转念一想 王燕又停下了动作 反正魅魔族肯定已经急上天了 一旦有消息 肯定会飞速赶来 不如看看 是否真如袁天刚所说 鬼界有两大王族是 偏向人类的 人类为什么不能来鬼界 王燕反问道 见王燕并未展露自己身份 王子应有些意外 但也并未说话 男子气笑了 我鬼界一直低调 没想到 人类都如此嚣张了 也罢 把这两人给本公子 听候本公子发落 是 男子目光火热 直勾勾地盯着王子应 其身后的随从 纷纷抱起而至 要拿王燕和王子应 男子目测 只有御灵镜七重 随从都是 出入御灵镜 王子应本想反抗 在看到王燕的眼神后 虽然不知道 王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也还是选择了束手就擒 两人被抓到了 一处大殿之上 大殿里到处悬挂着红灯笼 看着气氛颇为诡异 大殿之上 半躺着一红衣女鬼 除了肤色苍白以外 容貌身段都是上乘 鬼母 小得今日巡查领地 抓获两名人类奸细 特地前来幽魂殿 献给鬼母 男子上前一步 躬身道 大殿之上的女鬼 饶有兴致地低下头 懒洋洋地打量着王燕两人 哦 人类的奸线 视线停留在王子应处 女鬼从头打量到脚 眼神稍有不对 在看了一眼自己傲人的胸脯之后 才看上去变得满意了些 随后 视线又到了王燕身上 神色怡然多了 小帅哥 几岁了 女鬼问道 今年十八岁 王燕淡淡回道 十八岁好啊 十八岁好 女鬼双目放光 身体好 长得也俊俏 给姐姐当的暖床的狼君如何呀 王燕一副出生牛 独不怕虎的模样 问道 那姐姐今年多大 女鬼来了兴趣 坐直了身子 怎么 你不喜欢姐弟恋 没有 就是问 姐姐贴心啊 女鬼白皙的手掩着嘴 胸前惊人的波涛汹涌起伏 真会说话 姐姐啊 今年一百四十八岁 听到这 王燕都忍不住眼皮跳了一下 不是 姐姐有多少暖床狼君啊 我只想当姐姐的唯一 王子应戴眉皱起 双眼微眯 没想到王燕也有这一面 姐姐我啊 有暖床狼君一百零八个 不过姐姐我啊 愿意为了你把他们全都赶进是鬼窟 只跟你双宿双飞 如何啊 自称空虚公子的男子 见事情发展不对劲 自己本是来领赏的 按这样发展下去 这人类小子一个不高兴 自己不得被鬼母扔进是鬼窟啊 男子上前一步 抢挤着笑意 鬼母 这小子是人类的奸险啊 妄图窃取我鹰飞玉的情报啊 空虚 退下 没你说话的分 女鬼面对男子的语气陡然转变 使得男子连连后退着称势 小帅哥 如何呀 姐姐不仅与你双速双飞 这鹰飞玉也分你一半 很有诚意了吧 女鬼看向王燕说道 王燕依旧神色淡淡道 姐姐不会什么时候玩腻了 也把我扔进什么是鬼库吧 那怎么会 姐姐疼你爱你 还来不及呢 看着这一人一鬼来回拉扯 男子顿感不妙 早就听说 鬼母之前是为一个人类轻生 化作厉鬼 没想到真是对人类情有独钟 男子再度打量了王燕一眼 还是觉得 自己没有哪里比王燕差 怎么鬼母大人就是看不上自己呢 要是这人类少年 真被鬼母收作禁母 自己不得完蛋 男子现在只能寄希望于 这人类少年不知好歹 鬼母一怒之下 把这少年送去是鬼窟才好 王子英也看着王燕 那感情好啊 我现在就想 姐姐觉得呢 王燕的话 让王子英和那自称空虚公子的男子 都大跌眼镜 没想到王燕这么猴急 大殿之上的女鬼 如同剪刀宝一般 捂着嘴霍霍霍地笑 年轻人就是身体好 姐姐喜欢 王子英不可置信地看着王燕 王燕暗暗给王子英使了个眼色 王子英看起来 还是有些不太舒服 那这人类女人 鬼母准备如何处理 男子壮着胆子问道 女鬼不耐烦地摆摆手 带走带走 不要妨碍本王的好事 男子如获大赦 得嘞 这就走 这小子也不知道走了啥运 竟被鬼母看上 真是令人羡慕的家伙 来人 去给本公子 准备好本公子的神力汤 美人别急 带本公子喝下神力汤 定让你体验一下 什么叫勇猛 自称空虚公子的男子 迎笑着走向王子英 王子英面色漠然 看上去没有半点畏惧 使得男子有些心中打鼓 别硬撑了小美人 想哭就哭 想叫叫叫吧 反正你叫破喉咙 也没人能来救你 狗东西 你敢动他一下 你空虚一族 立刻从鬼界出名 嗯 面前的王子英没有说话 却出现了他人的声音 男子疑惑转过头 看到一位俊美的不像话的男子 男子目瞪口呆 不敢置信 眼前之人在鬼界 恐怕没人会认不出来 鸡 鸡轻易 第100章 魅魔族大长老 鸡轻易 鸡轻易 男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男人 可是魅魔族的大长老 实力绝不会比英非玉的鬼母逼 这种级别的人物 为何会直接出现在自己的住处 而且 好像还跟这个貌美的人类女人有关系 男子只觉得脊背发凉 扑通 男子结结实实地跪了下来 我的名字 也是你能直呼的 来人是一个非常俊美男子 看上去不过256的模样 哪怕是一些女人 在他面前 也得自愧不如 我一时心急 冒犯了大长老 还请大长老恕罪 男子磕头如捣蒜 鸡轻易 并未继续一直纠缠 而是快步来到王子英面前 看着王子英 鸡轻易 肉眼可见的激动 王子英 也愣愣地看着鸡轻易 对方给他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鸡轻易 单膝下跪 公主殿下 我终于找到您了 王子英 有些不知所措 心中百般滋味 自称空虚公子的男子 瞬间亡魂大冒 这是魅魔族 一直在找的小公主 魅玉为何会叫魅玉 就因为魅魔族 在魅玉占了了绝大部分 而且 所有魅魔族族人凝聚力 令人心惊 自己竟然还敢打 魅魔族小公主的主意 简直是找死啊 就是鬼母出面 也保不住自己了 现场氛围很诡异 王子英不说话 鸡轻易就一直不起身 你先起来吧 终于 王子英说道 王子英发话后 鸡轻易才站起身来 鸡轻易很想一巴掌 拍死这个没眼力见的 但是现在王子英在 他还是询问王子英意见的 公主 这人如何处置 自称空虚公子的男子 绝望地看向王子英 自己小命全凭对方一句话 王子英深深地看了一眼对方 看得对方头皮发麻 先回族里吧 最终 王子英说道 自称空虚公子的男子 瘫软在地 汗水打湿了裤裆 另一边 鬼母的寝宫里 装扮得极度奢华 但是同时也极度胜任 王燕置身其中 感觉自己就像被配了阴婚一般 鬼母穿着红纱 一步步朝着王燕走来 媚眼勾人 胸前的龟膜惊人 红纱薄如蝉翼 穿了和没穿没有任何区别 除去皮肤苍白了点 老实说 这鬼母挺正点的 王燕被鬼母拉着 来到一张偌大的红床之上 床上的绣花红颈 被增添几分圣人气息 面对着对方恶狼般的眼神 王燕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 小帅哥 不会还是第一次吧 鬼母略带惊喜的歪头问道 放心 姐姐会很温柔 不会弄疼你的 说着 鬼母的手就朝着王燕伸过去 王燕连连白手 将那跟冰棍一样的手推开 别别别 我自己来 鬼母兴致颇高 娇笑道 好好好 喜欢主动是吧 来 先让姐姐看看你的宝贝 王燕在对方期待的眼神里 双手鼓刀了一下 最终掏出一枚璀璨的白金令牌 是玄天将才有的白金炎黄令 王燕终于亮出了自己的身份 鬼母 鬼母 快停下 我是滑下炎黄伞的 我来协商的 王燕特地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本以为只要自己亮出身份 对方就会停下 可谁知 炎黄令竟被对方如同未看见扔到一边 对方只是眼中闪过脚狭 手上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我是滑下炎黄伞的玄天将王燕 之前之举是为了避开耳目 是我冒昧了 还请鬼母见谅 王燕一边反抗着 一边语气严肃地道 你在说什么 我可听不懂 快点脱了 听话 鬼母不知是真不知道 还是装傻 总之没有半点要停下来的意思 还真是搞得王燕有些头疼 停停停 我们不合适啊 有什么不合适啊 你身上太凉了 可以帮我捂热啊 我有点困了 待会姐姐会让你好好睡 对方油盐不尽 一副铁了心 要将自己吃干抹尽的模样 王燕苦不堪言 心里暗想着 魅魔族的人应该到了呀 怎么还不出面 难不成是对今天的事情有意见了 王燕开始着急了 这再不停下 真要坏事了 就在王燕浑身即将燃起滔天烈焰之时 寝宫外终于有了声音 离晚 差不多得了 原本还很猴急老色皮一般的鬼母双目 瞬间清明了起来 之前一直像庄的一样 两人来到外界 见到姬清明和王子英两人之时 王燕还在整理衣衫 惹来王子英一个大大的白眼 姬清明 你非要坏老娘好事 王燕快速来到王子英身边 小声问道 怎么现在才来 再晚点 我就不清白了 我看你不是挺开心吗 王子英话语中怨气十足 两人的小动作 使得姬清明眼中 闪过一丝不明意味 然后很好地隐藏起来 冷眼直视着鬼母 你什么年岁了 还想老牛吃嫩草 不要脸 姬清明冷冷说道 你当我是百事 我姻非欲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还当着我面带走人 鬼母很是不悦 瞟向王燕的眼神 有些意犹未尽 看得王燕一阵后怕 要战便战 不战我族中还有事 不多奉陪 说完 姬清明就带着王燕 王子英离开了 姬清明 你个王八蛋 姻非欲中的鬼物 听到鬼母的怒骂声 皆是惊疑地朝着天上张望 直到三人走远 鬼母才慢慢咧咧回到寝宫 语气很是遗憾 十八岁的金刚静 九阶根基 金刚之力斩超凡 这样的天才 老娘差点就得手了 跟随姬清明回到族中 族中的人 似乎个个都一早听到风声 集中在了族中演舞场上 在等候着一直流落在外的公主 王燕随便一瞥 不愧叫魅魔族 族中的男男女女 个个放在外面 都是颜值极高之辈 大长老带回公主殿下了 公主殿下终于回来了 我们魅魔族的皇室血脉 总算是没有断流 公主殿下好美 宜公主殿下身边还有个少年 似乎不是我族人啊 就是他把公主带回来的吗 长得还算可以 就是不知道实力如何 演舞场上的族人 正小声议论 好奇打量着王燕和王子英 十余年 我魅魔族的皇室血脉 终于回归 天佑我魅魔族 参见公主殿下 激情远声音都有些颤抖 朝着王子英匍匐而下 参见公主殿下 随即 若大演舞场上 一众魅魔族之人 全部一起跪下 喊声震天 王燕从这些人的神色 能看得出来 魅魔族确实是一个 有凝聚力的种族 对于王子英 也是真心尊敬 王子英立于人群面前 心中百般滋味 这 就是自己出生的地方 随着王燕被安顿在 魅魔族中后 王子英被带着去 宗族祠堂祭祖 正躺在院中 椅子上的王燕 真正神游 想着王小娟 想着华夏的那些人 想着 要是成功打垮了 妖族人类生活会是什么样 您好 大长老有请 突然响起的清脆之声 将王燕打断 一个面容交好侍女 恭敬地来到身边 王燕思索着起身 姬清义要见自己 似乎还特意支开了王子英 第101章 我代表华夏 这要 没法玩 侍女一边给王燕带路 一边偷偷地打量着王燕 这少年长相 若是放在族中 倒是不算齐眼 可是身上有着神奇的气质 这么年轻 竟然能得到单独面见大长老的机会 不知道跟族中第一天才积满西 比起来如何 眼见着 走到了一个庭院 假山骑士环抱间 是一个装修精致的小亭子 亭中一白衣男子副手而立 背对着王燕过来的方向 王燕老远 便看到了姬清义 将自己和王子英带回来的男子 心中沉吟 背对着自己 看起来态度不算好啊 您好 大长老就在前面的亭子里 您自己过去吧 侍女脆声声道 王燕点点头 双目微眯着往前走去 王燕已经走到了姬清义身后 姬清义也不见转过身来 王燕眼中闪过冷意 这人看上去并不算客气啊 既然对方不客气 那王燕也不打算端着了 一屁股就坐到了石桌旁的石凳子上 大长老 找我 王燕自顾自地抬起桌上的茶 就给自己倒了一杯 背着身的姬清义 眼角直抽抽 可还是强忍着转过身去 滑下的悬天将 就这点教养 我看姬兄 你也没有比我大多少 何必注意那么多礼节 反而搞得身份了不是 来来来 坐下 喝茶 王燕抬手 给自己对面的杯子 也倒了茶水 茶水还满得一出了血 听着王燕的语气 姬清义胸中有火气燃烧 可碍于教养 还是憋着 姬清义身体僵硬地坐下 神色淡漠 我大你不下150岁 你管我叫姬兄 派个矛头小子来 滑下就这样的诚意 王燕似乎很是吃惊 仔细地打量着对方那张年轻漂亮的脸 看得对方都有些不自在了 你 干什么 王燕这才假装惊讶的后仰 我看姬兄你这长相 还以为咱们差不多呢 可以做好兄弟 没想到姬兄已经活了这么久了 简直不可理喻 修行者能以貌取人 果然是个矛头小子 姬清义眼神中充满了不屑 你滑下的超烦 还夸赞你 如何如何地不烦 不过如此 听到姬清义这样子说 王燕也不见恼怒 而是一副好奇的模样 问道 姬兄才修行一百多年 就成就超烦了 真是天纵奇才 姬兄可否分享一下修行心得 听到王燕的话 姬清义脸色红一阵白一阵 什么叫修行一百多年 就成就超烦了 超烦靠的是天赋 一般来说 都在三十到五十年内 成就超烦 再多这辈子 也不可能成就超烦了 反观王燕才十八岁 就进入金刚境 这样的话 由王燕来说 格外的讽刺 姬清义怒目而逝 你搞清楚 是你们华夏要求我们 不是我们有求华夏 哼哼 王燕忍不住冷笑 首先 华夏想要跟鬼界联盟 是为了整体人类 而不是仅仅为了华夏自己 其次 搞清楚 我们并不是来求你们 我们是来谈合作的 你们不愿意 我们就另行他法 也不是非要跟你们联盟不可 倒是你先入为主 一来就想给我一个下马威 不好意思 我现在代表着华夏 这要 没法玩 此时的王燕不怒自威 全然没有之前不着调的模样 姬清义心中颇有些意外 没想到 这个年纪的少年 在自己面前 竟然还能保持这样的从容 可是对于王燕心里 始终是有着厌恶 姬清义同样冷笑道 是 你们是不用求我们 毕竟你们找到了 我们魅魔族的公主 姬清义特地强调了 找到两个字 王燕自然明白 姬清义的意思 他是看不惯 华夏以王子英 来谋划说服 魅魔族与人类合作这件事情 这件事从明面上来看 并不知道实情的人 难免会怀疑 华夏是如何找到王子英的 退一万步说 王子英在樱花国 也算是在人类手中 也并不算受到了善待 不管你们是如何找到的公主殿下 但我们唯一的皇室血脉 确实是由你们带回来的 我们魅魔族会信守承诺 但是其他欲 可没有公主殿下 被你们带回 王燕面容变得严肃起来 目光深远 手指抹撒着茶杯 端起茶杯 一饮而尽后起身 明白了 多谢魅魔族的款待 王燕直接起身离去 只留下一句话 王子英算是被我华夏救下 这一点 我可以拿人格保证 你也可以向他确认 我华夏 问心无愧 告辞 基青远眉头紧锁 原本只是想给王燕 一个下马威 也有一丝想表达 华夏利用本族公主的不满 可没想到这小子 脾气这么大 这就要走 难道人类不想跟妖族合作了 基青远颇有些烦躁 这下事情倒是有些棘手了 王燕正欲离开 一道红色倩影立刻赶来 祭祖刚一结束 王子英立马就找来了 王子英大步朝着两人走去走去 凤眸清冷 穿着一身高贵衣衫 颇有些女帝的风范 基青远挤出笑意迎上 公主殿下 祭祖结束了 王燕 怎么回事 王子英并未理会 只是向王燕问道 谭布龙 我准备走了 你跟我走 还是要留在这当公主 王燕爽朗笑道 王子英瞟了基青一眼 基青一顿感不妙 自己异族的公主殿下 不会毫不犹豫地 跟着这小子就走了吧 王子英犹豫了片刻 抓住衣领一扯 身上批的大灰被扯下 我跟你走 基青一慌了 连忙上前 公主三思啊 魅魔族需要你 王燕似乎是看出来王子英的犹豫 再度确认道 可是你的族人在这呢 王子英内心挣扎着 最终微笑道 可是我的家人不在 王燕明白了王子英的意思 好 那咱们走 等一下 基青一一路小跑 来到两人面前 再也没有之前的傲然 陪着笑脸道 王燕小友 王燕兄弟 刚才是我冒犯了 还请你见谅 我向你道歉 公主殿下 对我们魅魔族至关重要 我也知道 华夏是堂堂正正的 并非是耍心机之辈 王燕兄弟息怒 我愿意全力助你说服其他王族 只是求你别走 留在我魅魔族 王燕仔细注视了王子英 也发现 王子英对于魅魔族 还是有着特殊情感的 罢了 我知道你也不是完全心甘情愿的 但是我 确实想看到 鬼界能与人类合作 击垮妖族 我在留些时日 但是为了不让我们大家都不舒服 尽快促成这事吧 基青一终于松了口气 那是自然 第102章 周秒杀 神级 有了王子英的加入 三人在亭子里 就这是开始协商 虽然基青一对王燕很不爽 可是有王子英 在他 还是得尽心尽力 合作可不是小事 目前英飞玉和江玉是偏向人类的 我妹玉肯定也没问题 可还有另外两玉 则是需要真正将其说服 基青一说道 王燕点头便是赞同 那如何说服那两玉 王燕问道 基青一偷偷看了王子英一眼 看到王子英神色并没有和异常 才继续说道 我只能是负责帮小友将对方的鬼王邀请来 已经有三玉偏向人类 另外两玉 应该不会太过坚定 人类要联盟 也得拿出些诚意来 换句话说 王燕小游 得展现些人类的实力 这样说你明白吧 王燕点点头 我懂 人你给我叫来就行 谈我自己来谈 基青一挤出笑脸 嘿嘿 就是这个意思 瞅到王子英神色 基青一又多补上一句 当然了 必要的话 我自会站出来帮小游说话 这个基青一 还是想要压自己一头啊 王燕笑得颇有深意 多谢基凶 基青一嘴角有些抽搐 可王子英再不敢发作 其他遇的鬼王 什么时候会来 三日后 我妹魔族将举行大宴 庆祝公主殿下回归 我妹魔族在鬼界 还是有些地位的 其他遇的鬼王 应该是要来的 说到这 基青一面色有些傲然 届时 还看小游的了 王燕点点头起身 明白 了解了 王子英也起身 要跟着王燕走 基青一连忙 指着另一个方向 说到公主殿下 请公在那边 王子英危险的眼神 看了过去 我的事 你要管 不敢 公主殿下请便 王燕和王子英离去后 基青一面色 阴晴不定 随意招手 一个侍女 立刻走了上来 大长老 侍女恭敬的行礼 让姬满西来见我 是 回到住处 王燕躺在院中的椅子上 思索起来 你准备怎么说服 另外两遇 王子英问道 还能怎么说服 给他们画饼呗 利益才是最大的驱动力 可是大长老说 还要展现实力 那没所谓 大长老应该会丢安排的 王子英有些疑惑 为什么这样说 王燕神秘一笑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王子英依旧有些担心 不会有超凡找势吧 超凡吗 超凡巅峰 我现在虽然打不过 但是应付应该还是可以的 王燕手掌试探着握拳 感受着充沛的神圣之力 轻声道 王子英看向现在的王燕 竟有种想要膜拜的冲动 另一边 在王燕和王子英离开后 一个与基青一长得 十分相似的男子 来到庭中 叔祖 您找我 男子长相 虽与基青一差不多 但是眉眼间英气十足 看上去自带傲气 嗯 基青一轻声沉吟 男子四世明白了什么 接着喊道 大长老 基青一这才满一点点头 你是魅魔族年轻一辈 第一天交 不过二十五岁 已经金刚进二重 男子神色傲然 满膝愚钝 全凭族中的培养 有一件事情 交给你去做 基青一淡淡道 大长老尽管吩咐 基青一点点头 带公主殿下回来的那少年 你觉得怎么样 基满溪开始思索 像是已经记不得了 嗯 那少年并未对我留下太多印象 我有些记不住了 那日光欣赏公主殿下的美貌了 放肆 基青一浑身气息大战 压得基满溪喘不过气来 公主殿下 也是你能妄议的 基满溪被压得双手撑着地面 额头青筋直冒 大 大长老 我 知错了 尾压消失 基青一语气冰冷道 再有下次 我直接将你扔进是鬼窟 满溪不敢 哼 三日后 媚魔族大宴 为公主殿下接风洗尘 届时 你在宴会上挑衅那少年 然后将其击败 记住 要碾压性的 别问缘由 做就行了 面对如今的基青一 基满溪哪里还敢再有疑问 这族中大长老算起来 虽然是自己的疏祖 可是刚才对自己的杀意 确实没有半点虚假 至于一个甚至无法让自己记住的少年 岂会放在眼里 是 满溪一定照做 密室中 盘坐着的王燕睁开眼 这些天他一刻也没有停下过修行 如今 金刚净实力 已经十分稳固 本想起身 突然想到什么 王燕照出系统面板 宿主 王燕 境界 金刚净一重 杀戮积分 两千 系统商城 战绩 怒火焚身 LV6 加 杀神领域 LV6 加 今日天气 玩玩小游戏 王燕直接点开系统商城 打开周秒杀 面前刺眼的红芒 照亮了昏暗的房间 王燕激动不过 这充满洪荒气息红色代表着什么 他太熟悉了 之前只有刷出七彩琉璃火的时候 是这样的颜色 这代表这次的周秒杀 跟七彩琉璃火一样 是神界 定神一看 是一面充满洪荒气息 的红色小旗 又上脚八万被划了一杠 取而代之的是八百 神级灵气法阵 距离上次周秒杀刷出神级物品 过去了这么久 终于再一次刷出了神级物品 神级的灵气法阵 王燕不敢想带来的修行增益 会有多大 不带犹豫的 王燕立刻买下了这神级灵气法阵 像其中注入灵力 当下王燕就想体验一下 几个小时之后 王燕才重新睁开眼 眼里全是骇人 奶奶的 这也太猛了 比圣级猛了不是一星半点 简直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 自从到了御灵境之后 虽然比起其他人王燕的修行速度 已经快得恐怖 可是比起之前翠灵境的时候 还是慢了许多 可如今 有着神级灵气法阵加持 那种翠灵境修行的感觉 又回来了 几乎是肉眼可见的 再猛增的感觉 太爽 呃 猛是真猛 灵时消耗也是真快 真可以说是吞灵兽了 不过也好 这样哪怕鬼界这边谈不妥 只要能拖上一段时间 我净生超凡 就什么事也不是事了 王燕满意地收起小旗 走出房间 外界依旧是一片漆黑 王燕算是知道了 这鬼界就没有白天这一说 自从进入这几天来 一直是黑夜 看着整个魅魔族 到处张灯结彩 王燕知道 大燕 应该要开始了 能不能谈得妥 就看这一波了 第103章 做死的樱花国 妖狱黄金殿 黑鸣 于渊等妖狱超凡高座上方 下方小妖来报 人类发 华夏的王燕 已经到了鬼界 于渊等人 各个神色严肃 作为妖族的领头者 自然知道 这代表着什么 如果鬼界真的跟人类结盟 有着如今华夏这几个超凡 说不定真能终结了妖族 她现在在鬼界哪一遇 黑鸣问道 回黑黄 华夏的王燕 如今在魅魔族境内 小妖绷着身子 恭恭敬敬敬地禀报 魅魔族 黑鸣妖翼的兽童 开始思索起来 鬼界五大王族中 魅魔族 不是一直保持中立 为何这次会接纳王燕 进入族内 于渊神色凝重 开口道 妖狱在鬼界的探子 送来的消息表示 华夏王燕 这次好像带回了 魅魔族走世多年的 皇室血脉 因此得到魅魔族的接待 小妖毕恭毕竟道 于渊等一众 超凡不由的眉头皱起 这下糟了 华夏那小子 带回了魅魔族的皇室血脉 这次魅魔族 可能不会再保持中立了 这如何是好 鬼界五大鬼 王都是超凡巅峰 要是鬼界 真与人类结盟的话 妖族威仪 于渊无比烦躁 狡猾的人类 竟然找到了 魅魔族走世多年的公主 迎双陈寅许久 抬起头来 传令收回人类 各国周边的妖族势力吧 将力量集中在一处 不给对方逐个击破的机会 于渊等人沉默了许久 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现实 纷纷点头 一时间心中都不是滋味 曾几何时 妖族何其强势 可如今 居然人类都能有 威胁到妖族的机会了 何其可悲 大殿内的氛围 极度的压抑 连守卫的小妖 也感受到了这气氛 看上去有些萧瑟 爆 有新消息传来 突然 大殿之外 传来急切的喊声 一个尖嘴猴腮的小妖 兴奋地跑来 黑鸣本就很是不爽 还见到小妖 如此失态 一时间怒上心来 大喝 何是如此慌慌张张 若是说不出个所以然 本皇定叫你好死 小妖被这一喝 本就慌张 一个跟斗 摔在地上 连滚带爬 十分滑稽 妖皇恕罪 小的有重要情报 好消息啊 好消息 云云雨气 瞬间冷了下来 速速报来 要不是好消息 哼哼 小妖从地上爬起来 面带喜色 回妖皇 好消息啊 绝对的好消息 快说 樱花国方面来报 樱花国不听劝告 再次暗中掠夺海洋陵域 并被海洋妖族当场抓获 海洋妖族大怒 宣布对人类开战 小妖说完后喜行余色 完全是等着妖皇赏赐的模样 什么 消息属实 于云兴奋地从椅子上 直起身子来 激动地确认 回于皇 千真万确啊 小妖眉飞色舞 一样地兴奋道 哈哈 好啊 好 于云忍不住大笑 在场的妖皇都忍不住的大笑 互相地看来看去 越看越兴奋 黑鸣笑着摇头 该如何说好呢 真是天药王人类 正愁着呢 樱花国的人非要作死 哈哈 好 有海洋妖族参战 就是鬼界与人类结盟 胜负也得偏向我妖族 深海的妖族 超凡各个底蕴身后 神通广大 哈哈 好 好 一众妖皇 皆是一扫之前的愁眉苦脸 各个眉开眼笑着 嘲笑人类不知死活 一众超凡看向银霜 黑鸣说道 银皇 如今之际 妖狱不用再寻思防守之际了 现在是我妖族 吞并人类最好的时机啊 银霜嘴角上扬着 适得开始准备进攻了 战令不变 依旧是撤回 妖狱所有力量 准备与人类决战 另外 鱼皇 银霜看向鱼渊 鱼渊立刻回应 银皇请说 你尽快联系 海洋那边的妖族 跟对方谈好一起吞并人类的计划 利益方面 我们可以少占几成 只要能彻底击垮人类 我们都不在乎了 银霜目光很辣 脑海里不由地回忆起那天 与前人的一战 已经让他很是心惊 前人已经有了 超越超凡的迹象 越是多脱上一天 他心中就不安一天 同时他心中也有了一个秘密 只有他自己一人知道的秘密 那就是华夏的超凡 至少前人 肯定是已经知道了 超越超凡的隐秘 一旦击垮人类 俘虏人类超凡 他将第一时间 从前人那里 敲出这个秘密 成为妖族史 上第一尊王晋大妖 打破历史 好 鱼渊兴奋不已 他一样 也想杀王燕很久了 到时候 有的是这么王燕的方法 这一闹 原本气氛 无比压抑的妖狱 瞬间变得激动起来 鬼界魅魔族的贵宾居所 侍女给王燕送来一份简讯 王燕疑惑着结果 多谢 侍女多看了一眼 这个谦逊的少年 得到公主殿下 如此看重 但面对下人 没有半点的架子 您客气了 这是我该做的 对了 大长老通知了 为公主殿下准备的大宴 即将开始 届时还请您出席 大长老会为您介绍 各个域的鬼王 看着眼前少年 侍女有种奇异的感觉 这人并未大 自己多少 可是接触的人 却都是鬼界一遇之主级别的 真是同灵不同命啊 好 我会按时出席 多谢 王燕一边接过简讯 疑惑地 向其中注入灵力 这是来自华夏的简讯 没有重要的事情 元老他们应该不会找我 轻声呢喃着 王燕开始查探简讯内容 今日的信 樱花国之人再犯 侵犯海洋罪行 惹得海洋妖族大怒 正是向人类宣战 与鬼界联盟之势 迫在眉睫 简短的内容 十分意外 你妈 该死的樱花国 就是不消停 非要做死干什么 真是罪了 诸队友啊 真是带不动 将简讯收起 王燕面色凝重 代表华夏来与鬼界协商 本就有着压力 如今又收到这一消息 王燕肩上的担子 瞬间中了许多 唉 这次只能成功 不许失败了 不然人类的末日 就要到了 心想着 侍女就朝着王燕走来 催促道 贵客 宴会那边 再催您过去了 王燕 强行按下心地的烦躁 深呼吸后达到 好 来了 第104章 鬼王至 魅魔族大宴使 魅魔族演武场的上空 接连不断地有人来到 此起彼伏的喊声一刻 未曾停歇 圣阴 圣阴族 圣阴鬼 往前来 恭贺魅魔族公主回归 将遇武林江王恭贺 幽魂族 非依鬼母恭贺 魅魔族的迎客区热闹非凡 能经接待四衣观念出来的 都是有点身份的 还有更多的是 有些实力 但达不到通告资格 又想要攀上魅魔族的孤魂野鬼 宴尾的大殿 最上方的凤椅上 经过特意装扮过的 王子阴端坐着 最左边是姬清义 一脸喜色 五大鬼王 坐在大殿席位上 没人都有单独的席位 装饰都很豪华 再往下的区域 坐得就更加的拥挤了 再往下的 就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座位 只是桌前有些吃食 再往外围是一些 吃食都没有了 站着的小鬼小妖 只能远远地伸着头张望 这魅魔族的公主殿下 真是美啊 净比英飞誉的鬼母大人还美 鬼母也不错 那胸口兜兜不住了 要我选一时间 还真不好选择呢 就你还选得上了 瞧瞧自己那比安吧 大殿里的席位上 其他狱的鬼王 都在好奇地打量着王子英 鬼母一脸不现 早就见过王子英了 只是当时没想到 竟是魅魔族的小公主罢了 一旁的老僵尸 和一个眼珠子贼溜溜的小孩 都在打量着王子英 身为一域之主 他们自然都知道 今天主要的事情 不只是为着这个公主殿下 背后还隐藏着一件事 是关着人鬼间 能不能成功合作 这时 姬轻翼突然满面红光地站起身来 诸位 我魅魔族皇室血脉 能成功回归 是我魅魔族的姓氏 诸位能来此捧场 是我魅魔族彭壁生辉 说到底 我魅魔族的公主殿下 能够回归 有一个人功不可没 大家没有听错 人 姬轻翼的话 引得现场一阵躁动 啊 人 人类 是人类 把魅魔族的小公主送回来的 原来魅魔族的小公主 竟是流落到了人类地盘啊 嗨嗨 姬轻翼轻了一下嗓子 下面允许我为大家介绍 我魅魔族的贵宾 来自人类华夏国的玄天将 王爷 有请 全场的目光都开始飘忽起来 在四处寻找着 激青一口中的这人类 鬼界对于华夏 并不陌生 华夏作为人类 跟鬼界联系最多势力 鬼界的民众 还是有所了解的 玄天将 那可是 超凡级的人物呢 在众人的视线 汇聚之处 一位少年 龙行虎步走来 少年身材奇长 长相清秀 浑身散发着一种 神圣气息 王爷整个人气息内敛 目光炯炯 如同一柄开封的利人 因为樱花国的迫势 现在跟鬼界的联盟 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没有退路了 嗯 这不是个少年吗 这真是玄天将 这是金刚镜啊 是我老了吗 怎么华夏炎 黄散玄天将的境界 都放宽到金刚镜了吗 不会是关系户吧 来搞笑的 最上方的几位鬼王 除了鬼母 正给王爷抛媚眼以外 其余的人 都是冷眼旁观 一副看戏的模样 激青一抬手 压下了现场的喧闹 王燕乃是华夏第一天骄 于半月前斩了妖族的超凡 以金刚之力 被华夏破格提拔 为了玄天将 实属是英雄少年 鬼界的后辈 都要多多向他学习才是 激青一化碧 现场出现了 无与伦比的躁动 他斩杀了超凡 以金刚镜斩杀了超凡 超凡为什么叫超凡 就因为成就超凡之前 人你再强 也就是个凡人吧 这怎么可能 所有人在看向 这个内敛的少年之时 眼中各种不明的 意味更多了些 甚至连最上方的鬼王 都明显出现一些诧异神色 各自心里 都有了自己的小算盘 华夏 真有这么妖念的后辈 若是真的能以金刚镜斩杀超凡 那是何等的妖念 直接跨了一个大境界呢 这说明这个少年的实力 在同境界里 已经是想为性碾压几遍 这样的人 一旦进入超凡境 杀超凡如土狗啊 若是这少年当真如此 如果不跟华夏联盟 就得当场杀了 只有这样两个选择 再没有其他 只因这样的人 放任期成长下去 太可怕了 后果是无法承受的 不过现在嘛 所有人都 还是抱怀疑态度的 因为这实在是 不符合所有人的认知 只有鬼母看着那少年 眼底的垂涎之色 难以掩饰 实力强就算了 做事沉稳 身上有着一种 令人忍不住 想要膜拜的圣神气质 一个人形单影之地站在那里 却让人无法忽视 犹如一柄利剑 这样的年轻小伙 身体又好 自己那些暖床的郎君 都不香了 现场步伐 向王燕挑衅 想要在鬼王面前 表现自己的 但是王燕都置之不理 因为那些人的分量太低了 不能够满足王燕的要求 王燕现在 必须要展现出 自己所有的实力 让这些鬼王心惊的实力 才能有机会 让鬼界跟人类合作 同时王燕也知道 这样会 将自己置于险境 因为但凡鬼界 没有同意联盟 那么他不认为 鬼界的鬼王 会放任自己离去 可是如今 海洋妖族参战 人类危在旦夕 王燕顾不得那么多了 挑衅的人里 终于出现一个 明显更加显眼的 这人只是出现在人群上空 就引来了人群的关注 魅魔族第一天 交集满溪 就是在鬼界 也是年轻一辈的前几名 连他都出面了 这人类少年 到底是真妖孽 还是草包假冒的 一世便知了 看到集满溪的出现 主位上的王子英 突然明白了 王燕之前说的话 视线瞟向姬青翼 看得姬青翼 一脸心虚地看向他处 不过 王子英并不担心 他可是亲眼见证 王燕跨境 斩杀超凡 王燕战力 有多离谱 他非常清楚 已经期待这个炽热的少年 点燃鬼剑 我叫姬满溪 苦于在魅魔族年轻一辈里 没有敌手 听闻大长老对阁下的描述 想讨教一番 若是你真如大长老描述那般妖念 想必应该不会拒绝我吧 该男子长相极为俊美 一出现 便引起现场异性的热烈关注 此时 正一脸傲然地看向王燕 第105章 这小子 太狂了 魅魔族的姬满溪 可是可以代表 我诡计年轻一辈的顶尖战力了 若是这人类少年 真能战胜姬满溪 倒也勉强算是有几分本事 哪怕真是走到后门 也算有点东西了 是啊 要是能在姬满溪手上走出十招 在同龄人中也不错了 嘿嘿 也好 今日竟有机会看到人类 年轻一辈天骄展现实力 这一趟 哪怕攀不上魅魔族这条大船 也算不需此行了 这人类小子十分淡定 恐怕真有些东西呢 说不定是在装模作样 看他也不敢应战 现场的众说纷纭 都在期待着 能看到人类天骄 和鬼戒天骄的一场精彩战斗 上方席位上的几位鬼王见此 也来了兴趣 几位鬼王对于鬼戒年轻一辈 多多少少是有些了解的 毕竟代表着鬼戒的未来 所以 几人对于姬满溪的实力 也是有了解的 若说鬼戒谁能真正试探出 这人类小子实力的 恐怕这姬满溪算是一个了 几位鬼王都饶有兴致地看向王燕 现在 就看这人类小子 敢不敢接下这挑战了 王子英左边 姬轻一表面上云淡风轻的 眼中闪过一丝不明意味 注视着王燕 看不出喜怒 王燕就那么站着 打量着姬满溪 金刚进二重 能成为鬼戒 王族年轻一辈 第一人实力 应该也不会太差 原本的话 这姬满溪 倒是一个很适合的角色 自己还得感谢 极轻一贴心呢 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如今的情况 王燕得展示的 就不是几分实力了 现在 自己必须展现出 能打动几位鬼王的实力 或者说 能让几位鬼王感受到威胁的实力 那么就一个姬满溪 就远远不够了 王燕在思考着 该怎么搭这个舞台 才能让自己这次演出 得到最好的效果呢 看到王燕的反应 姬满溪神情 越发的不屑 这人类小子 多半是个绣花枕头 只是架子装的大把了 就这样的人 都能待在公主殿下左右 真是令人不爽啊 怎么 阁下是不敢 鸡满溪鼻问道 看来这人类小子 名不服时 真正有实力之人挑战 反倒不敢应战了 哈哈 装倒是挺能装的 可惜了 实力并不匹配 我竟然还对他抱有希望 嗨 也是 金刚进展超凡 怎么可能吗 就是 这辈子都没听过 没想到 还真会有人挑战吧 这些人傻了吧 装这么大的笔 鬼王们 开始出现些微的意思了 难道说这小子 真是个水货 可是看着气质 气场 都不像啊 最为明显的是鬼母 她算是鬼界中 最为关注外界的一个鬼王了 她甚至看过 王燕的部分战斗影像 战斗中的王燕 像个战神 可完全不像所获啊 而主位上的王子英 还不知道外界的变故 所以看到王燕的模样 也很疑惑 不就是个鸡满溪吗 一巴掌拍死 不就好了吗 王燕这是在干嘛 满溪 华夏的客人远道而来 不得无礼 激青翼板着脸正声道 在外人看来 激青翼这样的行为 更加的证实了 王燕是个水货的事实 像是想要给王燕一个台阶下 激青翼转头看向王燕 得体道 王燕小友 送回我族公主殿下 乃是我妹魔族的大恩人 大燕乃是喜乐的场合 动刀动枪的也不好 入座观看歌舞 参加大燕吧 察觉到王子英神色的异样 激青翼再次向着 几位鬼王补充道 王燕小友 乃是我妹魔族的贵客 几位作为鬼界的东道主 可要好好款待王燕小友啊 嗯 哈哈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激青翼这一番话 算是暗戳戳的暗示 妹魔族已经答应王燕了 其他几遇也给个面子 也算是完成了之前 会帮王燕说话的沉默 看上去事情做得滴水不漏 该有的效果也有了 王燕也扎扎实实地 在这么大的场合里出了个丑 对于王燕 激青翼心里是不喜的 只因为自己一族的公主 居然对一个外族如此依赖 甚至自己这个大长老 与之发生争执 本族公主毫不犹豫地袒护对方 这可不是好事 不过 一手促成如今的场面 也算暗戳戳出了口气了 等此事过去 再想办法 慢慢把公主殿下的心 拴牢在妹魔族吧 所有人都以为这场闹聚会 以激青翼出面控场结束 可是王燕却开始说话了 只是你吗 我怕不惊心啊 王燕的话淡淡说出 却引起了全场的气氛 嗯 这人类少年好狂 好家伙 还以为是虚了 谁知道竟然是闲鸡满溪不够格 要知道那可是鸡满溪啊 这小子有点意思 看来今天还是要打一场 嘿嘿 这样才有趣吗 原本听的激青翼的话 已经嘴角带着不懈转身 欲望自己位置回去的激满溪 停下了脚步 激满溪转过身 饶友兴致地打量着王燕 这么多年 她还是第一次见过这么狂的同龄人呢 甚至因为自己的强力 一般的同龄人面对自己都是 唯唯懦懦的 敢跟自己对视的都没几个 更别提还敢出言挑衅的 一时间 激满溪的兴致也上来了 人类修行者 真有这么狂 希望阁下的实力 能对得起阁下的狂妄 激满溪眼里 战意满满 大燕确实是个喜庆的场合 作为客人 我本不想在这种场合动武 但是 若是动力 那么还希望鬼界年轻一辈 能让我尽兴 不然就不远满了呢 王燕声音再次响起 挑衅到了极致 既回应了激青翼 又再度挑衅了整个鬼界的年轻一辈 王燕一个闪身来到半空 今日 我就站在这 希望轻鬼界之力 能给我个惊喜 王燕三度挑衅后 淡淡的凌空而立 没办法 虽然有些嚣张 可是如今的局势 已经不容许 自己按寻常套路来了 王燕说完便静静等着 而现场鬼界的 一个个却炸了 第106章今日 亲鬼界之力 让我尽兴 你妈 这个人类小子 也太贪娘的嚣张了 什么叫亲整个鬼界之力 奶奶的 别拦着我 我去赶死这小子 见过狂的 可没见过这么狂的 以为是个耸淡 尼玛没想到是个 狂妄的眉边的小子 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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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情激愤 要不是有个欲鬼王坐镇 有人差点就跳上去 动手教训王燕了 各大鬼王 也颇为意外 这小子看上去 轻轻秀秀的 没想到这么狂啊 在座的鬼王 谁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呢 就看这小子 有没有这个本钱了 姬满西朝着 姬轻翼投去目光 王燕已经让他几乎压制不住 自己的战役了 只要姬轻翼点头 那姬满西下一秒 就要毫不犹豫地 冲上去干王燕了 姬轻翼显然也很意外 可是又一副 毫不意外的模样 这小子在族中 就没给自己好脸 是个有脾气的主 不过 却没想到 竟然如此嚣张 这么一想 难道说之前 王燕对自己竟然 还已经是算客气了 姬轻翼大脑疯狂思索着 到底能不能同意 原本想要打压王燕的目的 也达到了 他已经答应过 王子应要促成合作的 王燕战败 不是好事 到时候 王子应对自己 有怨气可不好 想着 姬轻翼朝王子应 投去询问的目光 准备将事情 都推给王子应自己 公主殿下 这下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到了王子应处 这位魅魔族的皇室遗孤 坐在那边气质 倒是拿捏了 可一直还没开口 说过话呢 王子应看着半空的 少年挺拔的背影 眼中闪过一丝笑意 虽然不知道 王燕为什么这么狂 但是王子应知道 这才是他 这一丝笑意 被现场不少人捕捉到了 不少人都是心痛惋惜 这魅魔族的小公主 似乎已经被这人类拿下了呀 既然是客 那自然是要把客人招待好啊 王子应开口了 姬满西浑身凌厉狂拥 再也安耐不住了 小子 这么狂 不用鬼剑 我就够你好好喝上一壶了 姬满西眸子中出现粉色印记 看上去悬傲高级 可是王燕却早见过 比起王子应的 这简直不值一提 悄无声息的 杀神领域就将姬满西笼罩了 姬满西的控制铜树 对王燕全然无效 可是看着王燕愣 在原地没有动作 姬满西习惯性的 以为铜树已经生效了 从天降 一掌盖下 一只猙獰的鬼肘 朝着王燕袭去 周围的人皆是大惊 没想到姬满西已经到这一步了 攻击强度堪比普通的金刚竞武虫了 真是我诡计的天骄啊 这一击要是朝我来 我死十次都不够死 谁敢想姬满西这家伙才二十五岁啊 二十五岁就有如此实力 强 这人类小子危险了 下一秒 全场寄燃 气势汹汹杀来的姬满西 竟然被王燕徒手抓住脖梗 如同抓小鸡一般拎在手上 现场极度震撼 王燕神色淡漠地 看着手中的姬满西 毛子里带着一种 俯视众生的无情质感 森白的牙齿露出一线 王燕非常想 直接捏碎鸡满西的脖梗 似乎很期待 听到那种骨头碎裂开来 血浆泵溅的声音 像是一种原始的欲望一般 姬满西瞳孔中极度的惊恐 他感觉到面前 这个人类少年的杀意 这是真的想杀自己 而且这杀意没有由来 也像是随手一杀 王燕心中的念头升起 强行压制着这一份 原本没有的施杀 随手将姬满西砸摔到远处地面后 王燕忍不住 发出的一阵牙齿摩擦的声音 使得现场所有人的毛骨悚然 刚才的画面 王燕就如同一个无情的死神 本来要杀了姬满西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忍住了 然而忍住的王燕 看上去更加令人心惊 因为似乎没杀了姬满西 直接让王燕心痒痒痒的圣人 王燕也微微皱眉 察觉到了这一异常 随着自己的杀戮越多 自己好像越发控制不住 自己的杀意了 而这种畸形心理 已经出现端倪了 所有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鬼界的天骄 在这个人类小子手上 却是如同小鸡仔一样 这根本就是降维打击 所有人开始有了一个 恐怖的猜测 难道 这人类小子 真以金刚之力斩杀过超凡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也太逆天了吧 甚至连鬼王们这等修养 都大为震撼 这人类小子也太离谱了 自己等人当初 也是碾压同辈的存在 但是像他这么轻松的话 几人都知道 这有多恐怖 姬清义之前说的 或许属实 姬清义自己都惊朗 华夏超凡在 与自己说的时候 自己根本不带信的 华夏超凡没空来 拍个矛头小子 自然得把王燕 吹嘘得厉害一点 可如今这么一看 鬼界年轻一辈 确实是没人能胜他了 甚至这其中的差距 在超凡眼里 看来极大 说是天欠都不为过 嘿嘿嘿 还有谁 王燕这时的孝敬 有些阴森之感 听得现场这些平日里 就喜欢阴森环境的小鬼 都心缠 鬼界 还有谁呢 这人类小子 可不是跟鸡满西大战后胜出 这根本就是 鸡满西一个 照面老虎变小鸡了 鬼界年轻一辈 顶尖战力 本就差距不大 这让其他的来 也无济于事 甚至可能 这次王燕忍不住捏了 那么有一遇 就损失一个超级天骄 鬼母看向王燕的眼神 越发的贪婪 对本就对人类 情有独钟的鬼母来说 这简直太诱人了 忍不住的没有血色的舌头 舔过鲜红的嘴唇 王子英嘴角 悄然扶起一个 浅浅的幅度 竟有几分傲然 这少年 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霸道 蝴蝶 偷偷观察过了 一众鬼王的神色 这次的合作 应该是妥了 王子英看向姬清义 使了个眼神 姬清义 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清了清嗓子说道 王燕小友 果真是不凡 没想到 人类如今的年轻一辈 竟如此强劲 真是让我鬼界开了眼 王燕小友 入座吧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这应该是结束了 可王燕观察过 上方鬼王的神色后 觉得这还是不够 众人只见半空的王燕一 就意犹未尽 豪迈地大笑 我说了 今日 亲鬼界之力 让我尽兴 第107章 圣鹰鬼王 上方的人类少年 意气风发 衣发翻飞 清秀的面容 带着一丝疯狂之色 现场鬼界的人都沉默了 这个世界 就是崇敬强者的 当这个人类少年 展现出了 绝强的实力之后 哪怕这个少年 依旧强势 甚至比之前还要嚣张 现场却没有了半句小话 一个不过18岁的人类少年 现在居然给了 鬼界这样的压力 可偏偏还没有什么办法 还能怎么样呢 难道还要让超凡亲自出手 对付一个华夏的少年 哪怕最后把这少年压下去了 可是鬼界却早输了证实了 激情义很是意外 也很头疼 这个人类小子 真是个刺头 到底想干嘛啊 本来就是来求合作的 这样一味的破坏鬼界的好感 不是起了副作用了吗 这小子又很惊 是绝不会吃半点亏的主 可为什么 现在还做这种蠢事 但是碍于王子英 又不敢乱说什么 哈哈 鬼界 就这 王燕的嘲讽 又一次响起 气氛压抑极了 王燕已经取得了 碾压性的胜利 可还要这样挑衅 完全不把鬼界放在眼里 现场的街市抬着头 满脸严肃的 看着半空的人类少年 若不是自身实力不够 是真想替鬼借出这个头啊 王子英也疑惑 王燕为何还要这样 可是依然没有说话 静静地看着 他知道 这个少年从来不会做 没有意义的事情 王燕的挑衅 成功地让鬼王 都忍不住眉头紧皱 这跟挑衅自己这些人 又有什么区别 鬼界本就是自己这些人 统治之下 现在这华夏的少年说 鬼界无人 同样是在打他们的脸 其中一个长相 有些圣人的小孩 乃是圣英界的鬼王 是最为愤怒的 圣英欲是五欲中 最仇视人类的 这是因为 这个种族的由来 就已经决定了的事情 这圣英鬼王 百年前就是一个怨念深重的 被抛弃死亡的人类婴儿 沾染灵气修行至今 而这样的欺因数不胜数 竟在鬼界能自成一欲 所以 圣英欲对人类始终没有好感 甚至有仇恨 圣英鬼王须眯着双眼 与其冰冷道 要不本鬼王陪你玩玩 保你尽兴 啊 鬼王要亲自动手 那不是承认了 这小子跟鬼王是同级别的人物 要是鬼王出马 这小子 哪里还有活落 能逼得鬼王出面 这小子也足以自傲了 人类出了这么个天才 真是令人羡慕啊 是啊 逼鬼王开口 这人类小子的自尊心 也应该能够满足了吧 圣英鬼王可不是擅长 这小子还是人类 他要是敢应战 搞不好 今天就折鬼界了 这人类小子 估计也没有那么傻的 能修行到这种地步 谁都不是简单的 王燕寻声看去 目光与之对视 丝毫不切 眼里战意高涨 声音高亢 要是鬼王出手 想必我应该能尽兴了 现场的人傻了 这人类小子 到底是如何能修行 至如今这一步的 这小子 真是不按常理出牌 每次都能出人意料 只是圣英鬼王 可是出了名的凶残啊 这也敢答应 也算是有胆识了 这样的后辈 竟然是出自人类可惜了 是啊 就算是有着魅魔族 算准鬼王 也不会直接下杀手 可是再怎么说 对方也是超乏啊 换我来我可不敢 他可还只是金刚镜 现场的发展 变化莫测 谁也想不到 一个金刚镜的人类小子 竟然跟鬼界超凡杠上了 王子英目光带有深意 之前自己担心的事情 竟然还是出现了 之前王燕口上是说不碍事 可是王子英 依旧还是担忧啊 这可是超凡巅峰啊 可不是雪虎那种 出入超凡镜的心境超凡 王燕毕竟只是金刚镜啊 真的没有问题吗 这 也是计划的一环吗 其他的几个鬼王 都是神态各异 各怀心思 让圣英鬼王试试 这小子真正的极限 也不是坏事 甚至一不小心 这小子死了 也是圣英鬼王自己的责任 之前这小子展现的实力 已经足够优秀了 要是不小心死在 圣英鬼王手里 也是解除一个大隐患 所以现在就看看 这人类小子 到底能强到哪一步吧 圣英鬼王听到王燕的回应 超凡巅峰的威压 全部展开 压得现场都喘不上气 现场个个都是又惊又兴奋 鬼王还真的准备出手了 平常能见到鬼王出手的机会 也许一辈子都没有几次呢 圣英鬼王的灵压 同样笼罩了王燕 下一秒 圣英鬼王从原地消失 再次出现 就是出现在了更高的高空上 这种级别的战斗 若是不转移战场 打完魅魔族 也不用存在了 圣英鬼王远在高空 俯视着下方 宛若高高在上的主宰 虽然只是孩童都身材 可是威压禁士令的整片空间 都惶惶不安 圣英鬼王 眼神淡漠地俯视着王燕 在圣英鬼王的灵压下 王燕连灵力运转都制色了 怎么样 你可尽兴了 圣英鬼王语气极度地不屑 这种状态下 王燕又当如何战斗呢 光是灵力运转都有问题 弹劾战斗 现场聚精 这人类小子 已经算是极强的了 可没想到 在超凡面前 连灵力运转都成问题了 超凡果真是不可逾越啊 看来越境斩杀超凡 也是假的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看到这一幕 几个鬼王心满意足地靠回了一倍 这才是现实 不管你是在如何妖孽的金刚镜 在超凡面前 就是这样的 你甚至没有动手的资格 金刚进展超凡 这在鬼王的认知里 应该是华夏几个 超凡围攻只只有一口气 才让这小子 尝尝惊艳 运气好收割了吧 所有人又以为 闹剧只能这样结束了 只有王子英美目里 带着不明意味 他不怪这些人没见过世面 实在是王燕 真的不能以常理姑娘 就是自己都不断被震惊 满怀期待地看着 那似乎在遭受着 灵压压迫的少年单薄的背影 这时 一团火燃起 点亮了 一直被黑暗笼罩的鬼剑 那是七彩的火 神圣 绚丽 点燃了整个鬼界微凉的空气 第108章 寒战 50米 百米 200米 400米 800米 1000米 沙神领域 全面展开 浑身燃着七彩火焰 王燕周身遭受的灵压 全部消失 啊 这是什么战节 这声势 也太炫酷了吧 这小子现在 犹如火神在世啊 发生了什么 圣鹰鬼王的灵压 对他好像无效了 这才是这小子的 真正实力吗 太恐怖了 他才18岁 人类竟然出了这样的妖念 哪怕是忍受着圣鹰鬼王的灵压压制 下方的小鬼们还是忍不住地发出议论 席位上的鬼王看到这七彩火焰的时候 几乎是同时的眼中浮现起骇然 原因是 这极美的七色火焰 竟然让自己这些超凡 都感受到了死亡的微威胁 这火焰品阶绝对不低啊 好东西 浑身七色烈焰的 王燕眼中战意高亢 自从竹州峡谷里苏醒之后 浑身灵力被替换为圣神之力 王燕也想试试自己的极限 反正有姬轻翼和两个亲人鬼遇鬼王在 自己应该死不了 而且 王燕冥冥之中就是有着自信 超凡之路 他是体验过的 他并不觉得超凡巅峰真就能杀他 鬼王说的什么笑 都还没打 哪来什么惊性 伴随着不卑不亢的大笑 王燕扶摇直上 与圣鹰鬼王针锋相对 圣鹰鬼王见此也是惊诧 金刚进之力能在自己面前行动自如 这简直违背常理 不免暗精如此年轻能成为玄天江 并被华夏伟以重任 还是有着过人之处的 在远处废墟之中瑟瑟发抖的姬满西 才是震撼至极 原来自己如此的可笑 原来自己在别人眼里根本毛都算 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姬满西自问 已经在修行之中的诸多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可这个人类的少年 甚至比自己还要小上击碎 自己面对超凡伶牙 直接都动弹不得 可这人类少年竟然从容自如 到底怎么做到的 这怎么可能呢 姬满西想不通 真的想不通 到底怎么样 才能做到这一步啊 圣鹰鬼王鹰森森地笑着 小子 你确实是有点本事的 可是你觉得自己真能抵抗超凡 太天真了 你知不知道你的任性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人类 就是这么狂妄自大 肆意妄为 全凭自己意愿 不在乎他人死活 真是令人讨厌啊 你只是见过一个糟糕的人类 可还有那么多正义温暖的人类 你没有见识过 就一棍子 将所有的人类全部打死 超凡的气度 也不怎么样啊 王鹰从容不迫 抬手虚空一握 一把浑然天成的黑金长刀 出现在手里 枪 清脆嘹亮的鸣颤声 响彻整片空间 圣徒出鞘 面对超凡 王鹰自然不敢拖大 直接拿出全部的底牌 嗯 席位上的鬼王们 再度一惊 这长刀出鞘之声 竟让自己这个境界的人 忍不住地哆嗦了 这什么概念 堂堂超凡镜 早已超越了普通人 会因为一个普通刀出鞘的声音 就产生普通人才 会有的生理反应 这怎么可能 几位鬼王的目光 聚集在王鹰手中长刀之上 忍不住相互对视 害人 这人类少年到底怎么回事 刚才的神秘火焰 就已经足够令人惊叹了 这又是一把同样神秘无比的长刀 为何一个人类少年身上的东西 全都是令自己这些活了百年的老怪物 都垂涎的 这少年究竟是有着什么样的际遇 再次看向这个少年 几人已经不能再如同 之前那般的从容了 修行这么多年 几人都无比明白 一个修行者 仅仅是天赋妖孽 只能算是不凡 要是同时还有奇遇 那才是真正令人忌惮的 因为往往绝世强者 都是这样 在无与伦比的天赋基础之上 还伴随着各种奇遇 最终登上顶峰 小子 你可还没有资格说叫我 圣鹰鬼王怒吓 瞬间就要出手 咦嘿嘿嘿嘿 圣人的婴儿尖笑声响起 圣鹰鬼王周 遭鬼气森然 鬼王 要出手了 王焰躬身 双手握刀 战意狂勇 那么你 也没有资格对人类指指点点 乱下定义 王焰又何尝不想一战 状态已到巅峰 哄 滔天燕浪跟无尽鬼气的碰撞 产生恐怖的冲击波 使得下方皆是目中惊恐 王焰和圣鹰鬼王的战场 已经离得够远了 可是这冲击的余波 依旧不是自己等人可以承受的 这被波及是要死的 两人攻击刚碰撞之时 姬轻翼就已经坐不住了 直接从原地消失 厚重的能量罩子将下方笼罩 极轻翼眼角直跳 若不是自己出手快 魅魔族就没了 半空中飘落的菱形火焰 稀稀拉拉的鬼气余波 圣鹰鬼王一脸不敢置信 这人类小子只是金刚劲 竟然能跟自己硬碰 虽然攻击强度还弱了些 可是却是真的能接下自己的攻击 能与自己周旋了 这可能吗 自己修行至今 从未听闻这样的事 反观对面的王焰 一脸的狂热 像是战役上头了 刚才这一击 乃是竹舟峡谷击杀雪虎的那一击 可是如今全是神圣之力加持 威力早已经提升了不知几个档次 而且王焰惊喜地发现 相比之前灵力的消耗 同等的攻击 对于神圣之力的消耗会小得多 之前使出最强一击 需要考虑体能灵力储备 恢复等状况 可如今却不用顾及那么多了 换句话说 以前用来击杀的大招 现在可以直接拿来消耗了 再来 王焰高喊着 又朝圣鹰鬼王斩出惊天一刀 下方的人都傻了 一个金刚镜竟然主动朝着超凡杀去 众人头皮发麻 这真实吗 更令人心惊的是 这样的一击 消耗多大不敢想象 这就又是一刀 圣鹰鬼王也上了火气 攻击更加强烈 王焰虽然被打飞 也受伤 可是七彩琉璃火 飞速治愈着 王焰越战越勇 在下方之人看上去 这个少年就像个战神 所有人心中冒出可怕念头 这个少年 他 好像真的可敌超凡了 而那个少年 一边发出惊天攻击 一边豪气大喊 爽 这才尽兴 第109章 闹剧终止 这简直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 一个金刚镜的少年 竟然跟超凡巅峰站的 有来有回 这根本是所有人 一辈子都没有听说过的事情 而如今却是亲眼所见 一些鬼界的人都 纷纷怀疑 这些年来鬼界 是不是太过封闭了 因为不与外界过多的接触 已经不知道 外界是什么样了 这怎么一个从外界而来的人类少年 仅仅只是金刚镜 却能跟鬼界成名已久的超凡巅峰站的 有来有回 一时间在场的一些鬼界之人 都纷纷对一直以来不太看得上的外界 产生了好奇和向往 同时对于人类这一个种族 重新有了一些认知 再次建立起了一些 发自内心的尊重 最上方的一众鬼王 同样也被颠覆了认知 他们再怎么也没有 想得到一个金刚镜 居然真的能匹敌超凡 而且这个金刚镜 还只是金刚镜初期 并不是进入金刚镜许久的修行者 哪怕对于超凡来说 这样的事实也是 难以接受的一时间 其余的几位鬼王都是正正的 靠在座椅上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而姬轻翼 在贵宾区最上方 留下能量保护罩之后 扶摇上也来到了王燕 与圣鹰鬼王的战场上高喊道 你们不要再打了 再打下去 我妹语还要不要了 激情义神情凝重地 看着两人战斗的方向 依旧还在不停发出 惊天动地的波动 她是何等的震惊 这个人类少年 居然真的有如此战力吗 亏得自己自视为 超凡进的修行者 一直才将王燕视为后辈 并没有给太多的尊重 更别说用同辈态度视角 来看待王燕 可如今一看这个 妹魔族小公主送回的人类少年 却是扎扎实实 拥有着超凡实力 毫无疑问 拥有足够得到 一众鬼王同等对待的资本 既然事态 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 那么在即轻易看来 这次鬼界与人类的合作 基本上不会出现 太多反对的声音了 毕竟王燕 已经拿出了 足够让鬼界所有人都尊重的实力 也证明了人类 并不是来求着鬼界帮忙的 而是真真实实 是来谈合作的 只是自己的劝诫 并没有起到作用 王燕和圣鹰鬼王依旧站得昏天暗地 弄得魅欲的大地上 时不时的的巨阵 随时都有四分五裂的风险 机轻易看着王燕 与圣鹰鬼王战斗的方向甘着急 而王燕与圣鹰鬼王的战场中 两个人站得不可开交 圣鹰鬼王越战越心惊 虽然总体上是 自己占优 这个人类的少年 在不停地受伤 可是不知道 为何这个人类的气势 自始至终就没有维米过 在受伤后 又会很快地恢复到巅峰状态 并且频繁使用 如此恐怖的攻击 攻击强度 已经远超精 钢筋太多了 这个人类少年 竟然一点也未见皮色 竟还是一副 游刃有余的模样 这是使他最震惊的 达到了现在 他的最强杀招也使过了 确实是令的这个 人类少年 被打了个半死 可是还没有四分之一 炷香的时间 这个人类少年 就又恢复了气息 又恢复了巅峰状态 这样的事实说明 这个人类少年 确实是拿自己没办法 可是圣阴鬼王 也不得不承认自己 也拿这个人类少年 没有办法 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个事实啊 在圣阴鬼王修行 如此多年 还从未见过 人类小子 我承认你真的强盗 令我震惊 可是我对人类的态度 不会改变 人类就是一群肮脏的家伙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 王燕的实力 已经得到了 圣阴鬼王的认可 可是圣阴鬼王 对于人类那糟糕的印象 依旧没有因此而改变 改变的仅仅只是 对于王燕这个个体 因此 在两人对轰的间隙 圣阴鬼王 操着那孩童般的生气说道 而一边应付着 圣阴鬼王的攻击 王燕一边 也不忘回应道 我知道圣阴欲的大部分 鬼界修行者的遭遇 都是不幸的 我也并不否认 在人类当中 确实存在了一些渣渣 是甚至令我们这些 同为人类 都看不过去的存在 可哪怕是如此的 也依旧存在着 很多正义的人类 可是你又如何知道 你降生后 等待着你的 是什么样的境遇呢 我15岁 失去了我的父母 15岁的 我带着一个 还是婴儿的妹妹 到一个 全新的地方生活 这三年来 我已经数不清 吃过多少苦 我也记不得 有多少次承受的苦难 让我甚至生起了 不该来到这个世界的念头 我并非否认 你的遭遇 也并非否认 做这些事情的人类的 可耻和卑鄙 我想表达的 只是所有人都在经历着 自己该经受的 自己所遭受的苦难 又何足以为他人道尔 碰 剧烈的响声 伴随着是整个魅玉 都进入了山摇地动的状态 使得下方的鬼界修行者 都是一阵的惶恐不安 再这样打下去 魅玉当真没了 令下方的鬼界修行者 都稍稍安心的事情是 这一次碰撞过后 王燕与圣鹰鬼王之间的战斗 似乎停了下来 虽然下方的修行者们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这个事情 对于下方的这些低阶 修行者来说 无疑是一件好事 看着对面 没有了动作的圣鹰鬼王 王燕双手握着圣徒 胸口上下剧烈起伏着 可是清秀的面庞上 依旧是狂热的神色 他并不知道 对面的圣鹰鬼王 为何突然间就停下了动作 只以为是圣鹰鬼王的诡计 秉息凝神 提防着对方的阴谋 可是接下来的发展 却是使得王燕十分的诧异 圣鹰鬼王全身的灵力 突然消散 周遭恐怖的阴僧鬼气 也全然消失 神色复杂 看上去就像一个熬夜熬了十年的孩童 突然陷入了一种自我怀疑的状况 这种状况 持续了一分钟左右 圣鹰鬼王才再度神色复杂地看着王燕 出了口气 罢了 你确实不烦 确实有这个嚣张的底气 不打了 说完这话 仅是八十多厘米高的圣鹰鬼王 从两人的战场 重新回到了魅魔族大雁的主会场 回到了自己的贵宾席上 亲眼看到了 圣鹰鬼王回到自己席位上 陷入了一种复杂的神情后 王燕才撤走自己的戒备 同样也怀着疑惑的神色回到了贵宾席 看到这一幕 下方的鬼界修行者们 终于是把心放进了肚子里 而姬清义也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同时神情很是复杂 没想到这个一开始 自己本来不太看得上的人类少年 竟然在鬼界掀起了如此大的波澜 同时王燕的实力 也让姬清义不得不认可 人类华夏国 玄天将王燕年轻有为 实力超群 我妹魔族的后背 当相之看齐 接下来 大燕 继续 随着姬清义的话 在全场响起后 姬清义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而随后 在鬼界低阶修行者的感知里 现场并未发生任何变化 只有王燕所在的最上方的主会场才知道 这里此时已经被施加了隔绝手段 如今自己这些人 在这里说的任何一句话 都不会被外界的人听到 王燕也知道 自己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不就是为了一个结果 而现在这个结果 究竟能不能成 也就看当下了 第110章 协商 王燕之所以还会接着挑衅 其目的也就是这个圣鹰鬼王 因为在王燕之前 所做的准备工作中 王燕知道 在鬼界的五欲当中 就属着圣鹰欲对人类最为仇视 想要成功拉取到鬼界的联盟 必须将这个问题解决 圣鹰欲作为最牢固的那颗钉子 王燕必须想办法将其拔起 这才有了后来王燕 一定要接着挑衅 逼得圣鹰鬼王出面 与圣鹰鬼王一战的场面 这一战是相当冒险的 王燕知道这一战 很有可能加剧圣鹰族 与人类之间的矛盾 但是为了那一丝的机会 王燕也不得不去实施 因为如今的形势 真的已经很紧急了 而王燕也不知道 到底能不能达到 自己想要的效果 反正自己已经是尽力了的 这一战 自己已经是拼尽所能了 如今 也只能看接下来的商议 结果如何了 接下来最上方的会场里 安静的可怕 场中只有王燕 王子英和鬼域五大鬼王 看起来 这一众鬼王 似乎都还没有从之前的 震惊回过神来 王燕以金刚之力 匹敌超凡的事情 确实是对他们的认知 造成了很强烈的冲击 最先接受这个现实的 是鹰飞玉的鬼母 此时的鬼母 正眉目寒情地看着王燕 那眼神别提有多欣赏了 看得王子英 都忍不住一阵阵的白眼 随着王子英的一声轻壳 姬轻易回过神来 缓和气氛的笑道 王燕小友确实是不凡 想必各位也知道 今天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王燕小友 也确实展现了 人类方的态度和实力 那么接下来 我们应该也可以 就这一事情进行 一下简单的讨论了 有了姬轻易的提醒 一众鬼王才回过神来 这一次的主要事情 确实是要谈这事情 实际上这些年魅魔族 一直中立 而如今 魅魔族突然就同意 与人类联盟了 那么局势 其实已经明朗了 加上王燕 已经展示了 令的超凡巅峰 都为之震惊到实力 这样的后辈 若是不提前解决 那就得交后 与人类联盟 看上去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鬼界的几位鬼王 除了圣阴玉 都直勾勾地看着王燕 王燕也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既然是合作 那么说到底 还得是利益的牵扯 也只有利益构成的关系 才最牢固 光是一句话 可不靠谱 机轻易朝着王燕示意 王燕也机灵地站起身来 笑道 不打不相识 刚才的事情 相信各位 都能理解我的用意 那么我也不多做解释了 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吧 人类一直遭受妖族迫害 自灵气复苏以来 妖族占了我们多少底盘 可是以往人类积弱 只能委屈求全 如今 人类逐渐有了反抗的实力 所以人类这一次想要主动出击 与妖族 做个彻底的了结 鬼界与人类 其实没有太大的冲突点 鬼界的地盘 并不适宜人类生存 而人类的地盘 常年有日月交替 同样不适宜 鬼界修行者修行 至少这一点上 人类和鬼界 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可是妖族 却站着不论是人类 还是鬼界 都稀缺的资源 零实况 听到王燕说到这 一众鬼王都是 肉眼可见的反应剧烈 也感叹王燕的敏锐 没想到 只是一个刚成年的人类少年 竟能很快地 洞悉事情的关键 对于修行者来说 虽然可以吸收 天地间的灵气修行 可是毕竟 没有灵石来得快 灵石是加快修行者 修行速度的 最关键之物 可是偏偏 灵石矿的大部分 都在妖族手中 王燕清楚地知道 人类和妖族 有地盘纠纷 和鬼界却没有 然而灵石矿 又是人类和鬼界 都必须 却被妖族掌控大部分的资源 这些关键信息的提炼 成功为人类和鬼界的合作 提供了完美的动力支撑 这次为了彻底击垮妖族 我们人类联盟下了血本 一旦击败妖族 妖族所占领的灵石矿 我人类只要四成 鬼界分六成 如何 至于地盘上 只要有适合鬼界修行者的地盘 都归鬼界 王燕语气诱导 仔细观察着 这些鬼王的神色 都是修行道 超凡的强者 心性都是上乘 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情绪波动 这时王子英 看了一眼姬清义 姬清义瞬间瞄动 率先表态 我妹语觉得可以 妹语同意 姬清义的表态 并没有立马 引起其他鬼王的回应 都在沉吟 王燕看着几人的反应 也实在是 拿捏不准几人意图 心中不免的有些忐忑 王燕在犹豫 要不要将灵石矿的归属 提升到三比七 因为 袁天刚告知过 人类联盟这边最大尺度是 能够让不到三比七 人类三 鬼界七 没办法 人类真的太想摆脱妖族的威胁了 可是王燕又有着私心 王燕的认知里 只要这些超凡 没有对自己动手 那么大概率 是要同意的 能为人类方多 争取一点利益 当然是最好的 哪怕只是一城 换算到实际 也是很多出零石矿 都是修行资源 可是现在这些鬼王 一个个不入声色 有些磨人 这是战争 不是开玩笑的 原本并不属于我们的战争 我们一旦参与 必定付出极大代价 我觉得这个零石矿的归属 应该三七分 满脸皱纹 穿着贺文官服的老江湿面部 僵硬说道 其余的几位鬼王 都附和着点头 没错 这可不是我们的战争 我们本可以 作案观火的 就应该三七分成 就三七 不然莫得谈 王燕看着几人的神情 陷入了沉吟 这几人看起来 仿佛是不答应 三七分成 就绝不同意呀 王燕也有些犹豫了 沉吟了片刻 王燕最终做出了决定 还是决定 相信自己的判断 尽量为人类争取利益 王燕抬头 认真说道 可是诸位鬼王 需要知道 这战争 我人类 也不是非打不可 作为战争的绝对主力军 我人类付出的代价 绝对比鬼戒会大得多 三七分 确实太不公平了 还是那句话 我们是来求合作的 不是来求帮助的 反正一直拖下去 对我人类来说 是好是坏 各位心中应该也都是有着自己的判断的 四六分 是我们人类最后的底线了 说完王燕腰板笔直的 直视各欲鬼王 表面上不卑不亢 其实心里还是免不了 捏着一把汗 自己的判断 应该 没错吧 第111章 谈成 四六分成 看着王燕这副坚定的模样 其他似欲的鬼王 再度地沉吟了起来 而看到他们并没有立马拒绝 王燕心中便知道有戏 如今 深海妖族也向人类宣战的消息 应该尚未传播到鬼界 趁此机会 要是能以四六分成的代价 来争取到鬼界的结盟 对人类来说 必定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事情 想到了这里 王燕开始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又等待了片刻 也不见得其他似欲的鬼王开口 王燕突然走回了自己的座位坐下 轻松地一笑 四六分成 是我人类的底线 若是诸位鬼王还不满意的话 那我想这次的合作 还是算了吧 反正对于这一合作 我原本就不支持 我更愿意看到 如今的局势继续维持下去 直到有一天 人类自然能够轻松解决一切 王燕这突如其来的反应 和王燕所说的话 使得四欲的鬼王都有些色变 都是千年的狐狸 自然知道王燕话中有话 人类急于想要 摆脱妖族的威胁 甚至不惜牺牲一些利益 也想要与鬼界合作 共同击垮妖族 可他王燕并不这么想 王燕的实力和潜力 他们都亲自见证过 也都明白王燕的意思 确实 再给王燕一些发育的时间 等到王燕真正晋升超凡的那一天 这个世界将没有人 再能限制住王燕 因为王燕的实力 实在是太过惊人 击败同境界的对手 跟闹着玩一样 一旦 王燕真正进入超凡时 哪怕是灭杀超凡 也犹如屠狗一样简单 如果今日的合作 没能谈成 那么鬼界 至少在王燕的印象 就是算不得好的 真有王燕成就 超凡那一天 想必就算鬼界 不会受到致命的打击 也断然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几人一直憋着 不过只是 为了争取到更多利益罢了 如今看到这少年 竟然已经想开始 想要放弃合作 都心思玲珑起来了 穿着大红色衣裙的鬼母 率先表态了 小帅哥别急嘛 我应非欲同意合作 见此 王燕一直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这几位老狐狸 果然都是装的 要知道 妖族如今掌控的 零石矿之多 其中的六成 也是非常恐怖的数量 鬼界没有理由 能够抵抗这样的诱惑 虽然英非欲的鬼母 已经表态了 可王燕神色依旧 没有太多波动 淡淡地说道 另外的三位鬼王 看起来好像意愿不强烈 我暗影欲也同意 这时 裹着黑色斗篷 一直很少说话的暗影欲 英鬼族九阴鬼王 发出了沙哑的声音 英非欲和暗影欲本 就是之前 偏向人类方的两欲 如今四六分城的合作前提 在鬼母和九阴鬼王看来 也是能接受的 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王燕依旧面不改色 沉稳地看向了 一直板着脸的老僵尸 江王 江玉怎么说 老僵尸鼻孔 出了一口气 我江玉也同意 至此 鬼界五欲中 已经有四欲 同意了与人类的合作 王燕强忍着内心的狂喜 依旧沉稳地看向了 圣英鬼王 虽然刚才与圣英鬼王 进行了一场 惊天动地的大战 可是王燕 却并不能猜透对方的心思 毕竟圣英狱是 最为仇视人类的一欲 想要圣英鬼王 做出决定 也是这其中最难的 不过 如今至少已经有四欲 同意了合作 王燕已经做好了 圣英狱拒绝 然后人类只同 鬼界四欲合作的心理准备 毕竟换位思考 圣英狱中 全是弃鹰 被亲生父母 抛弃而亡 甚至有些 是被自己亲生父母 亲手杀死 哪怕自己是 他们也很难不仇视人类吧 可下一秒发生的 却是使得王燕 非常的诧异 自从与自己战斗后 便一直陷入了一种 古怪状态的圣英鬼王 这时 才像是刚刚摆脱那状态 神情复杂地说道 我圣英狱 也可以同意 与人类合作 至此 鬼界的五欲 全部同意 与人类合作 王燕这一次的目的 终于是达成了 王燕的心中狂喜 可是还是依旧努力 维持着波澜不惊的状态 避免让这些鬼王 看出他们 都上套了的事实 见到如此结果 王子英忍不住 翘脸浮现笑意 这次两人来的目的 终于达成 从小在人类地界长大 完全把自己 当成一个人类的王子英 也不喜欢妖族 但是 突然 圣英鬼王又接着开口 引来众人的关注 没想到这圣英鬼王 同意与人类合作 居然还有条件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样 王燕双目微眯地看向 圣英鬼王 这仅仅只是我同意 我可以出战 但是你若想我圣英狱 修行者出战 你要自己来圣英狱 说服他们 好 事后 我必定亲自拜访圣英狱 仅是略作思索 王燕便答应下来 虽然知道 想要说服圣英狱中那些 极度仇视人类的修行者 是极为困难的事情 可是王燕 也不得不去做了 如今的形势下 除了答应别无选择 好 那今日的事 便圆满了 虽然对于圣英鬼王的要求 有些意外 姬轻翼 还是很快地反应过来后 缓和现场氛围说道 看到了圣英鬼王的操作 鬼母似乎得到了某些灵感 娇滴滴滴头 那人家也有要求 什么要求 王燕神情不对劲地 瞟向鬼母 鬼母妹 眼直勾勾地看着王燕 我要小帅哥 在我请工作客三天 不行 王子英几乎是下意识地回答道 王燕也愣住了 这鬼母 到底在搞什么鬼 难道当真 是看上了自己了 你这要求不合情理 我拒绝 在听到王燕言辞拒绝后 鬼母有些失望称道 真是不解风情的家伙 接下来 几人对合作的事情 进行了进一步的细节协商后 各自离去 王燕回到了魅魔族 招待自己的院子里 刚一进入 便看到了魅魔族 给自己安排的侍女 像是早早便在等着了 你有事 王燕问道 这时的侍女神色 跟之前看上去不太一样了 看着自己的眼神 有些奇怪 又有些娇羞 我今日也在大宴现场 不过是在下方区域的角落中 看送酒水 您今天的表现 我都看到了 真是太厉害了 侍女崇拜地看着王燕 眼里冒着亮晶晶的小星星 今天王燕的表现 确实使得她无比的震惊 无论是气度 实力 都是她在同龄人中 前所未见的 甚至 在她看来 有一些鬼王 在气度上 都不及这位人类少年了 哈哈 过奖了 王燕回过神来 回以温和的微笑 王燕知道 姬轻易 其实对自己并不买账 可这个侍女 在这段时间 对自己也算是十分客气的 也算对其有些好印象 王燕离开后侍女 都还一直久久地 注视着那少年的背影 无法一开自己的视线 这少年刚刚明明 做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可以说是点燃了 整个鬼界也不为过 可是现在风轻云淡地 走回房间 却像是什么也没发生 一样的淡定 让侍女由衷地钦佩 回到房间 王燕盘腿坐到床上 神情凝重 呼 总算是成了 也不知道 外界的情况如何了 不管了 至少先把达成合作的消息 传回去吧 第112章 震惊的人类联盟首脑 华夏灵州 因为王燕的出现 灵州一跃成为了 华夏如今最火热的地方 许多华夏的修行者慕名而来 更是经常有许多 高阶强者来此参加会议 灵州俨然取代了 以前荆州 成为了如今华夏的中心 对此 华夏其他州的民众 不仅没有怨言 甚至很是理解 毕竟华夏 谁也忘不了那位少年 在华夏绝望之际 如同战神降临 生生给华夏杀出了希望 至今 华夏民众 依旧忘不了 那日在逐州战场 那坚毅的少年身影 此时灵州的会议中心里 气氛严肃 坐满了人 这些人 各个气息深厚 长相和穿衣风格各异 看起来似乎集聚了 世界上多个国家的人 面对如今的局势 人类联盟中的首脑 都偷偷来到了华夏灵州 商讨相应的对策 在主位上的是袁天刚 看上去应该是很久没有休息过了 现场虽然人员众多 可是袁天刚此时的思绪已经飞远 不知道王爷那边如何了 当时还说人类的底线 能接受的是战后利益三七分成 可如今这种情况下 哪怕人类一成不要都可以 只要能换取来跟鬼界的合作 那么人类还有着希望 若不然在海洋妖族参战的情况下 人类是绝对无法抵抗太久时间的 连生存都成为奢求了 还追求什么利益呢 可惜现在一时间 也无法及时联系王爷将这想法告知 只能希望王爷那边能有一个好消息了 下方的人群里 金发碧眼的高大男子抽着雪茄 竟是美丽国的超凡巅峰强者迈克将军 亲自来了 袁天刚 人类联盟与鬼界那边的联系 一直是华夏在负责 如今这样的情况 人类唯一的出入只有与鬼界合作了 这件事情你们究竟进行到哪一步了 迈克将军一边喷吐着青烟 一边神情严肃地问道 随着迈克将军的提问 其他国家的超凡代表 也都是关切的眼神看了过来 对于这个问题 现场的人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也很想知道袁天刚的答复 袁天刚从走神中恢复过来 关于这件事 我们已经让华夏最新的玄天 将王爷取与鬼界协商了 应该最近就会有结果 迈克将军听了后 粗大的眉毛瞬间皱了起来 那王爷才是多大 他能有什么样的经验 把这样的事情交给他 这不是胡闹吗 就是呀 那小子虽然战力是很强悍 可是谈判这种事情要的是阅历 是经验 你让一个矛头小子去鬼界怎么谈 滑下糊涂啊 在场的其他国家超凡 也是愁眉苦脸的附和道 迈克将军无奈地摇摇头 你还能联系上他吗 迈克将军想干嘛 袁天刚没有回答 只是疑惑道 以前局势还能拉扯 所以我们想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可是如今已经关乎到整个人类的生死存亡了 我建议直接转告王爷 让他向鬼界那边表明 只要鬼界肯合作 战后的利益 我们人类可以一成不要 对于迈克将军的话 在场的人也都是纷纷表示赞同 当前如此危急的情况下 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只要还能让人类存活下来 就还有希望 袁天刚了然地点点头 无奈苦笑 我刚才就是这样想的 我尽快找人给他传信过去吧 听到这迈克将军才点点头 又想起什么 接着步步冲道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我认为 你还是亲自去一趟鬼界吧 让一个小孩去太不靠谱了 让我去又能如何呢 这些年间 我已经去过多少次了 结果不还是一样吗 袁天刚的话 使得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因为在场的人类联盟 首脑们都知道 袁天刚说的是事实 突然有人火急火燎地 来到了袁天刚面前低声说话 顿时吸引了现场的关注 不难看出来 这一定是有了重要的情报了 随后 一道简讯被传递到了 袁天刚的手上 袁天刚查看完毕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袁天刚那 充满着血丝的瞳孔里 终于有了笑意 这一下 使得现场的人类联盟 首脑们更加好奇了 这一定是 有了什么好消息 一下子注意力 纷纷关注到袁天刚那边 看着简讯 袁天刚瞳孔里的笑意 逐渐演变成了激动 最后变成了欣喜 还带着几分惊叹 众人知道 这一定是有很好的消息了 袁天刚的脸上 带着神秘的笑容 看着在场的人 麦克将军 已经按耐不住急性子 好奇地问道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 确实是有好消息 而且是有天大的好消息 袁天刚神秘地笑道 到底是什么好消息 麦克将军追问 人类有救了 王燕成功说服了鬼界 鬼界五欲的五位鬼王 都同意了与人类的合作 更不可思议的是 付出的代价 是战后利益 四六分成 鬼界方六 人类方四 袁天刚的语气中 带着几分不敢相信 还有非常浓烈的自豪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王燕不仅谈成了 而且还给人类 争取到了四成的战后 利益分配 这简直是不敢相信的 一时间全场哗然 啊 这是真的吗 鬼界居然同意 跟我们四六分成 这可真是绝好的消息啊 人类不仅有救了 而且若是能战胜妖族 人类还能分到四成的零石矿 那是多么恐怖的一笔资源啊 这个华夏的王燕 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现场人类联盟的首脑们 皆是不敢相信 之前自己这些人 居然还怀疑 王燕惊艳一说 可让众人框框打脸的是 王燕不仅完成了 还将利益 谈到了最大 之前人类花费那么长时间 一直没能谈成的事情 这个自己等人口中 没有经验的小孩 居然完成了 之前还在质疑的人 不免地尴尬 而质疑声 最为强烈的迈克将军 此时强撑着孝道 之前看那小家伙的战斗 就能够知道 是一个沉着冷静 从容不迫的少年 果然是不负众望啊 现场的氛围 虽然一时间有些尴尬 可是也没有人敢嘲笑迈克将军 只是震惊于 这个华夏少年的优秀 不仅战力强悍 居然连谈判 也能取得出其不意的成果吗 心中都在想着 这样的少年 要是自己国家的 就好了 在为王燕感到骄傲之鱼 袁天刚的眼中 还闪过一丝奸诈之意 嘿嘿 诸位 还有一件事 需要大家配合 也是王燕在简讯里的提议 所有人都疑惑地 看向袁天刚 第113章 王燕的提议 是这样子的 在王燕传回来的简讯中 不仅告诉了鬼界 同意合作的好消息 还提了一条建议 王燕在简讯中 建议到 我们人类方整体对此事保密 并且营造出 并未争取到 与鬼界方合作的假象 让妖族放松警惕 此事他已跟鬼界那边谈妥 鬼界那边也会做出 没有答应与人类合作的假象 如此一来 当大战正式开始之时 我们将会有一手奇招 若是好好利用 一定能够达到 出奇之胜的效果 袁天刚一边说着 一边都忍不住心中暗叹 这位少年的星星 不光在危急时刻 临危寿命 完美地完成使命 还能沉着冷静地 为之后的大战布局 真是一位令人惊叹的少年啊 好 妙啊 好好好 这一招好 你们华下这王燕 还真是优秀地令人心惊 就这样办 袁天刚才是已经说完 现场便是附和声一片 从现场各国超凡代表的神情 不难看出 他们都是对王燕的 这一提议很是赞同 这事情就这样办 麦克将军一边吞云吐雾 一边严肃地说道 有了这一好消息 现场的人原本愁眉苦脸的神色 都消去许多 现场的氛围 也逐渐没有之前 那么压抑的可怕 唯独就是麦克将军 一人依旧神情严肃 甚至时不时 还有一些烦躁的感觉 麦克将军心想难怪 美利国派出的间谍 在这段时间里 始终无法接触到王燕 甚至连王燕 再哪都无从得知 没想到 竟然被华下派去了鬼剑 原本只是心惊于王燕的实力 和潜力 想要将其拉拢 可是现在 这个少年 还展露出了 令人称赞的沉稳心性 使得麦克将军 想要将王燕 招尽美利国阵营的心思 强烈到了极致 可是这少年 展现出来的心性来看 恐怕想要 将其招揽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为此麦克将军 还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中 怎么麦克将军 是否还有担心的事情 看到人群中 神色明显 与其他人不同的麦克将军 袁天刚关切地问道 哦 嗨嗨 麦克将军回过神来 略带一丝 慌乱地将雪茄 塞入自己口中 眼神飘忽 说到我只是担心将消息保密的话 那么民众 在这段时间里面 肯定要担惊受怕了 麦克将军 说完现场所有人 又恢复了严肃 是啊 自从知道 海洋妖族正式向人类宣战后 人类整体 便陷入了一种恐慌的氛围中 尤其是普通的民众 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 更是绝望 如今自己等人知道了这一消息 知道了人类 还有一战的机会 倒是并没有之前那般绝望了 可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这段日子 可就煎熬了 麦克将军 还真是心系民众 这确实是令人不忍心 可是若是最终的结果是好的 便能对得起 这些时日 他们担得惊 受得怕 袁天刚此时 看向麦克将军的眼神 竟然有了些敬重之意 麦克将军 若有歧视的点头 一副大意凛然模样 嗯 现场的人皆是受到了感染 自发郑重的点头 同时在心中 为人类祈祷 希望人类能够成功 度过这次危机 这一次 可是整个人类种族 所面临的灭族之在 最近妖族迟迟还没有动向 应该是妖狱和海洋那些妖族 还在商议合作事宜 以及战股的分配 一旦当他们商议后 大战应该就要开始了 接下来就请各位 回到自己国家坐镇 提醒一下 务必要打起万分精神 随时注意 妖族的动向 亦有情况及时沟通 方便各国家的快速调动 袁天刚神色凝重道 炎黄散灵州分布 身着一身战斗服的 夜兰浑身曲线 被这贴身战斗服体现得淋漓尽致 正在随时关注着 炎黄散情报 组织传回来的各种情报 夜兰的江 您去休息一下吧 这些天来你一刻 都未曾休息 我来给您换班吧 一个长得憨厚的汉子 来到了夜兰身边 眼中带着静意说道 没事 我还能再坚持坚持 夜兰轻柔着太阳穴 额头的绣发 有些凌乱的垂下 翘脸有着浓厚倦影 如今这种情况 必须时刻关注着 周围的动向 不光是妖族 人类中的邪修 也很喜欢在这样的时候作乱 一定要保障民众的安危才行 夜兰稍作舒展 轻轻挺直了腰板 前来换班的男子 有些为难 就在这时扎着 丸子头的妖妖 走了过来 蓝姐 你还是休息一下吧 虽然你已经是 玉林静中期的修行者了 可还是需要休息的 妖妖的小手 轻轻搭在夜兰的肩膀上 关切地说道 这种时候民众 本就惶恐不安 心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我必须得看着 不能再让邪修作乱 否则民众就要乱了 夜兰姐 我知道你担忧 可是让别人来看着 一有消息及时通知你 也是一样的呀 夜兰挤出了一个笑容 只是看上去有些勉强 我还是不放心啊 见自己劝说不动 妖妖一时间也有些为难 可是下一秒 眉目中就闪烁起机智的光芒 可是咱们好久都没有 去看小娟了夜 王燕她不在 难道你就放心 听了妖妖的话 夜兰确实出现了 愁愁的神色 心中也觉得 是有好几天 没有去看王小娟了 见到夜兰的神色夭夭 得逞地偷笑 上前强行挽住夜兰的胳膊 走吧走吧兰姐 你就让他们 替你轮值一会 咱去看看小娟去 最终夜兰成功地 被夭夭 从位置上拉走 在灵州行者大学 雪后山的邻居之中 一个扎着小便的 可爱小女孩 正趴在栏杆上 往下眺望 一身暗暗地 散发着灵动之气 夜兰和夭夭走路 看着这小女孩 一时间目光 都柔和了起来 两人来到王小娟的身边 夜兰修长白袭的手掌 轻轻放在小女孩的脑袋上 小娟是不是想哥哥了 嗯 王小娟 犹如小鸟般轻轻地点头 灵动的眼珠子 依旧在打量着下方的街道 这几天街上的人好少 一点也没有之前热闹了 王小娟看着下方说 夜兰不忍心告诉这个 不过四岁的小孩真相 只是柔声安慰道 没事的小娟 过段时间就好了 王小娟双手 整着下巴点点头 夜兰姐姐 是不是又要打仗了 夜兰和夭夭一正 面容有些无奈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 这个董事的令人心疼的小孩 悟得 王小娟脸上浮现起了笑容 没关系 我哥在 肯定会没事的 夜兰也看向远方 目光悠悠 又想起了那个 温和又炙烈的少年 按时间推算 应该也快有结果了吧 结果是好是坏 他也该回归才对 第114章 鬼界 圣阴玉 鬼界 魅魔族 王燕从自己的房间出来 浑身精气神都极好 整个人显得龙巾虎猛的 来到鬼界这些时间里 王燕一直没有放松修行 现在浑身神圣之力 加上十二阶根基 带来的恐怖灵气清和度 又有神级灵气法阵 王燕如今的境界 已经到了金刚进二重的巅峰 随时有可能 突破到金刚进三重 看到出来的少年 穿着华柜衣上的王子英 快速迎上 足以魅惑众生的面庞上 难掩惊讶的神色 你又变强了 王子英是多么的心惊于个少年 几乎每一天都变一个样 修行的速度简直快地让人恶然 有王子英的夸赞 王燕也不见得有多高兴 反而看上去有些沉闷 若是放在平常 确实是很快了 可是如今这种情况 我的实力增长的 还是太慢了 王燕说的是心里话 如今的形势 虽说鬼界这边已经同意合作 可是王燕一向习惯靠自己 从来都不喜欢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只是自己如今的实力 只能勉强拖住一个超凡巅峰 想要完全战胜机会都不大 若是同时面对两个超凡下场 多半也不好 现在的实力能够左右战局 可是相对之前来每次危机来说 似乎起的作用也没有那么大 没事 你的修行速度已经是令人匪夷所思了 如今鬼界同意和人类合作 这一次的危机应该可以安然度过的 哪怕不能击败妖族 妖族也没有那么容易 能够将人类和鬼界一同吞下的 王子英在一旁宽慰道 王燕沉吟着点头 如今也只能这样想了 我先去一趟圣英族吧 要是能将圣英狱全狱说服 也算是能再多些战略 我和你去吧 有魅魔族的背景在 多多少少能够起到一些震慑的作用 王子英说道 好 王燕点点头 就往外面走去 两人刚要离开 姬轻翼便出现了 公主殿下刚刚回归 族中还有诸多要事 需要公主殿下定夺 还是让王燕小友 独自前去圣英狱吧 反正那圣英鬼王都已经同意了 其他的也翻不起什么波澜的 姬轻翼笑容温和地说着 可是王燕看着这个人 越看越不顺眼 王子英自然也不会 给他太好的脸色 整个人冷落冰山 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想去哪就去呢 突然 姬轻翼整个人变得深沉起来 这是这些时日 无论王燕还是王子英 都从未见过的状态 公主殿下 还是听我的吧 姬轻翼的语气 竟有些强硬 王燕有些疑惑的轻皱眉头 这些时日 姬轻翼一直对王子英摆一摆顺 言听计从 这样子的姬轻翼他 还是第一次见 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第二次 第一次见到 这样的姬轻翼 还是在因非遇鬼母请宫外 与鬼母对峙之时 或许这才是姬轻翼的本性吧 突然姬轻翼出现 如此诡异的变化 王燕心中一阵不安 总觉得 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王子英也明显地愣住了片刻 也是对着姬轻翼 突如其来的变化 感到有些诧异 不过很快便恢复了强硬的态度 我只听我自己的 王子英走上前 拉住王燕的手 我们走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姬轻翼神情复杂 两久后发出一声长叹 此时的圣音域 却是一片躁动 王燕将要来到圣音域的事情 传到了圣音域中 到处都是激愤之声 鬼王大人 竟然同意与人类合作 究竟是为什么 我真是想不通 鬼王大人 难道是忘记了 那可恶的人类 是如何对待我们的了吗 就是 那可恶的人类 我一想到 就恶心地反胃 我绝不支持 与人类合作 没错 我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帮人类的 我巴不得看着人类灭绝 我倒要看看那人类小子 真的有三头六臂 竟然能跟鬼王大人战斗 他就是有三头六臂 也不可能 说服我同意帮助人类 圣音域大大小小的修行者 全部都聚集在了圣音域的中心 这些修行者 看上去身材都很矮小 跟人类五到十岁的孩童一般 各个脸上都是不满怨气 每一个放到恐怖片里 都将是本色出演 他们都在等着那位最近 在鬼界传得沸沸扬扬的 人类少年出现 一方面 他们想要看看 那位少年是否是有三头六臂 才能在鬼界这么短的时间内 引起了整个鬼界的震动 另一方面 他们也想听听看王燕 为了说服圣音域 能够厚着脸皮 说出什么话来 圣音域的中心 是一处漂浮着的空岛 空岛之上 盘坐着十二位孩童 身材跟其他圣音域的 修行者差不多 只是气息 更为深厚 都在金刚镜后期 这是圣音域十二位圣音长老 今天是奉了 圣音鬼王的命 在这里等候王燕 他们也跟其他的圣音域 修行者一般 也很想知道 王燕究竟凭什么 又拿什么 来说服他们 终于有两道流光 来到了空岛上方亭下 化作两人 赫然就是王燕 和王子英二人 一时间整个圣音域的中央 更加躁动了 那就是那个 人类小子吗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不过金刚金二重而已 比起长老们都差远了 他身边那位 好像是魅魔族的小公主啊 还以为那小子 是个人物呢 没想到 还是要仗着魅魔族的事 果然人类都是这样的卑鄙 这样的长老们 是绝对不会被他说服的 就算长老们 真被他说服了 我也绝对不会同意 那十二位圣音长老 也开始目光不善地 打量着王燕 鬼王大人来了 参见鬼王大人 突然圣音鬼王的出现 使得激愤的圣音域修行者们 短暂地将注意力移开 朝着圣音鬼王的方向 恭敬地参拜 人类小子 我圣音域的十二位圣音长老 以及大部分的修行者 现在都在这里了 你看你如何说服他们吧 圣音鬼王神色 复杂地看着王燕 淡淡地说道 随着圣音鬼王说完 十二位圣音长老 和现场的圣音域修行者的目光 全部聚焦在了这个 华夏少年身上 在场的没有一个 是认为王燕能够说服他们的 感受着诸多不善的目光 王燕有些无奈地摇头 这些人 各个都是被人类抛弃 遭受的 都是非人的对待 都到了极致 又该拿什么说服他们呢 伸出一口气 王燕决定 还是尽量试试 来都来了 能拉到一个算一个 第115章 给你们一人送一台电视机 现场氛围非常尴尬 圣音域大大小小的 鬼界修行者 都在直勾勾地看着王燕 各个眼神锋利 其中有的甚至 看上去很是愤怒 但也都不说话 就只是静静地看着王燕 似乎在等待王燕开口 一时间 王燕也没想好 要如何说服他们 就这么沉默了许久 王燕低下头 假装在思考 余光瞟过现场 发现现场这些 圣音域的修行者 依旧在等着自己 心中暗自吐槽 这些人怎么如此沉得住气呢 他们这是想审判我吗 都已经过去几分钟时间了 他们竟然还在等着 还能等得住 终于王燕硬着头皮 抬起了头 努力地露出一张 人畜无害的笑脸 昧着良心说道 圣音域真是人才辈出之地 我观在场的各位 个个都是高大威嘛 实力非凡 真是佩服佩服啊 说完 王燕小心翼翼地注意着 现场这些 圣音域修行者的神色 发现这一个个的小孩 不仅没有一点 转变的迹象 甚至看向自己的眼神 更加锋利了 王燕忍不住在心中吐槽 妈的 他们到底 想听什么呀 难道是想听 我代表人类忏悔 那个 我知道 各位之前都受到了一些 不太公平的待遇 对此 我代表人类 向你们真诚地道歉 确实是我们人类做的不对 王燕又试探着 说道 说完王燕 又是小心翼翼地 观察着现场 这些圣音域修行者的神色 结果发现 似乎更糟了 虽然还跟刚才一样 都没有说话 死死盯着自己 可是现在已经在 许多的人眼中 发现了杀意 奶奶的 这些人到底想听什么 也不说句话 无论我说什么 也不给个回应 太他妈其人了 王燕有些烦躁 不过想到 如今的局势 能多争取到一份力量 对于华夏来说 都是雪中送炭 这些圣音域的修行者 在战争中 虽然可能没有 圣音鬼王起到的作用 那么大 可是如果能够成功 说服这些人 那么在战斗中 圣音鬼王的表现 想必也将会不一样 这样想着 王燕强忍着心中的烦躁 大脑飞速地思索着 余光瞟着现场 这些一个个小土豆般的孩童 王燕脑海中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王小娟 因为这些鬼界修行者 大部分都跟王小娟的身材相似 看上去 也就是个几岁的孩子模样 王燕突然想到什么 再次挤出笑脸说道 若是诸位 能够同意 帮助我华夏打赢这场战争 我给你们美人 都送一台电视机怎么样 王燕想到王小娟 就非常的喜欢看电视 那么这些 小孩应该都是 没有谁不喜欢看电视吧 王燕说完 现场这些圣音域的修行者 并没有像王燕预想中那般 听到电视机 就无比兴奋 反而是更加的恼怒了 王燕 这才想起这些人 只是长相和相貌 一直停留在了这个阶段 可是这些人有些 甚至可能已经修行了几十年了 心态上 肯定不再是小孩了 看着这些圣音域的修行者 蠢蠢欲动 就快要冲上来干自己 王燕才无奈 地摊摊手说道 你们自己说吧 究竟要怎么样 你们才肯帮助人类 王燕 也已经是束手无策了 只能选择百乱 终于 那十二位 圣音长老中 开始有了回应 你给出一个理由 让我们都能心甘情愿的 同意的理由 其中一个看上去 算是情绪最稳定的圣音 长老淡漠地说道 打赢了会有利益 会有地盘 会有修行的资源 那位长老摇摇头 继续语气淡漠地说道 这些利益 还不足够掩盖 我们对人类的仇恨 听到这里 一直在一旁观望着的王子英 突然给王燕传音道 要不我出面 承诺 将魅语的利益 再分出一半给到圣音域 王子英一边传音 一边就快要上前 来到王燕的身边 却被王燕一把按住 并且朝着他暗暗摇头示意 这肯定不能这样子搞呀 这样子搞到时候 又该轮到魅语不乐意了 可是 对于战后利益的归属 我们人类已经做了让步了 王燕神色严肃地 看向那位圣音长老说道 还是那句话 那些利益 不足以让我们能够暂时放下 对人类的仇恨 王燕双眼眯起 眉头有些微皱 作为修行者 难道不是 修行大过一切吗 修行者追求的 就是更高的境界 更强的实力 而你们一味地 只记得仇恨将会是 阻碍你们修行上 最艰难的一道关爱 这一点难道你们不明白 王燕说 这些全部都是发自内心 修行修行 一直被关在以往的心结当中 在境界突破中 是很艰难的 甚至还会带来危险 原本以为自己的话 能至少能够引起 对方的一些深思 可是却见 那十二位圣音长老 都是不屑的一笑 若是连那样的仇恨 都能忘掉 就是修成了超凡 王静 又如何呢 说话的 还是那位圣音长老 可却轮到王燕 无法反驳了 因为确实很多时候 甚至他也无法控制 自己的情绪 从没有想过 要做一个圣人 现场又陷入了 诡异的安静 许久之后 王燕突然释然地一笑 这一笑 反而引起了 这些圣音域修行者脸上 出现了不一样的神情 看到王燕这般作态 这些圣音域的修行者们 都开始疑惑起来 不知道王燕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也不知道 接下来王燕会说什么 只见王燕 看向一直在代表圣音域 与自己对话的那位长老 问道 若是不介意的话 长老可否告知当初 人类是如何对你的 王燕的话 一下子引得现场 都激愤起来 这不是挖别人的伤疤吗 甚至还要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 太过分了 那位长老眼神略 带疑惑地看着王燕 并不知道 王燕为何要问这个问题 在仔细打量了王燕之后 发现依旧看不出来 王燕的心思 我当年 是被一个人类 少女诞下后 丢弃在外 恰逢冬季 活活冻死 怎么了 这位圣音长老 说到最后 与其中带着极深的怒气 那不知长老道 现在修行多少年 王燕接着问道 对方不知道 王燕究竟有何意图 眯着眼睛淡淡回答 六十四年 又怎么了 嗯 王燕摸着下巴 沉吟了片刻 又看向另一位 圣音长老 敢问这位长老 你又修行了多少年呢 被王燕问到的 这位圣音长老 同样眯起眼睛 冷笑着说道 四十三年 如何 王燕开始自顾自地点头 看得现场的 圣音与修行者 都一头雾水 这人类小子 到底在干嘛 第116章 成功说服 却胜一变 就连一只神情淡然的 圣音鬼王 都有些好奇起来 这人类的小子 为何突然开始 问这样子的问题 这也使得他一下子 便回想起了自己的遭遇 他是被一对贫困的 年轻夫妻送给了他人 谁知那人是个变态 将自己折磨至死 甚至他现在都还依稀记得 那对夫妻男的憨厚 女的很勤劳 他的降生 甚至一度 让这对夫妻高兴地喜极而泣 很长一段时间 都把他示弱之宝 只是奈何 实在扛不住生活的压力 才选择把他送给了有钱人家 才有了后来的悲剧 哪怕是如今 修行已经到了超凡境 在想起这些事实 圣音鬼王 依旧会忍不住的心境波动 圣音鬼王 突然深呼一口气 张双臂 抬起环抱在胸前 打乱了自己的思绪 将注意力 再度集中到王燕处 他倒是想看看 这个人类少年 到底想说些什么 终于王燕开始说话了 罢了罢了 我放弃了 我不说服了你们了 看到王燕 轻松笑着摆手 现场几乎所有人 都都有些梦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少年怎么突然 又不想说服圣音玉 跟人类合作了 而且看上去 神色是那么的轻松 似乎他根本就不愿意看到 圣音玉帮助人类一样 这个少年 真是让人看不懂 他到底在干什么 就连王子英 都有些疑惑了 王燕之前 不是还一直非常严肃地 对待这件事情吗 怎么现在突然就 如此随意地就放弃了 这不像是他的作风啊 王子英虽然疑惑 可是却没有干涉 因为在他看来 王燕做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 王燕 从来不会做 没有意义的事情 就在现场的人 都好奇到极致 很想知道王燕 为何突然放弃之时 王燕才开始解释起来 想必几位长老 已经算是这圣音玉中 修行时间比较长的了吧 应该也都没有超过百年吧 诸位应该都知道 自打灵气复苏以来 普通人类长久 生活在灵气的环境中 身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人类的身体素质 变得比以前好了 基本摆脱了疾病的困扰 平均寿命 也来到120岁左右 照这样子算起来的话 当初害你们 变成这样子的那些 罪魁祸首最老的 也就七八十岁吧 要知道现在人类当中 六十岁都算壮年 这些可恶的人渣们 一定都还活着 不能帮人类 一定不能帮人类 不要帮他们 万一要是你们帮了人类 这一战打赢了 那这些人 岂不是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了 就应该 让他们都死在妖族手上 都是他们活该的 算了算了 就这样算了吧 说完 王燕轻松笑着 一边摆手 一边转身 做事就要 拉着王子英离开 被王燕拉着的王子英 很是疑惑 王燕突然说了 这么一连串 没头没脑的话 甚至现在干脆的 要带着他离开 似乎就是真的不想 说服圣英玉了一般 才被王燕拉着走出两步 王子英就低声说道 真的就这样 放弃了吗 王燕一脸的试人 那又能怎么样 那些人类确实该死 就这样吧 说着王燕 就拉着王子英 准备离去 王子英很是疑惑 这真的不像是 王燕的作风 就在这时 他听到了王燕 给自己的传音 没办法 这些诡计的修行者 对于人类的怨念 太深太重 用什么方法 都很难劝说了 这是我的最后一招 虽然当初那样 对待他们的人 确实不易 但是我这一招 就是在赌 赌他们并非无情 王子英 也给王燕传音道 那怎么可能 他们都被那样子 对待了 嘿嘿 反正都是说了赌一把 只要他们当中 大部分人 其实都还是无法 真正地想要 他们当初的父母死 那我就赌对了 到这里王仔 英才真正明白了 王燕的意图 原来王燕是想赌 他想赌的是 害人的人无意 可是被害的人 却还有情 只是不得不说 这真的是一步险招 王燕和王子英脚步 一直没有停下过 越走王燕心中 便越发紧张 而在这个过程中 现场的 无论是十二位圣英长老 还是那些圣英域的修行者 都陷入了自己的世界里 许多人脸上神色 不断地挣扎着 他们的内心中 都在经历着一场 无比激烈的大战 他们确实恨着那些 生下他们却不负责的人类 可是当真正问起自己的内心 真的想要那些人死吗 到了这时 却又似乎不是那么坚定了 就在王燕和王子英 都即将离开地面的时候 身后身中于后 传来了声音 等一等 我同意 说话的人 是竟然是之前 一直代表着圣英域 在与王燕交涉的那名长老 王燕悬着的心 终于又收进肚子里 转过身来 神情复杂地看着对方 出乎意料的 这位圣英长老同意 帮助人类的行为 并没有引起想象中 那般群情激愤的场景 反而是现场 依旧安静地可怕 不时便又会有人 突然小声说道 我也同意 帮助人类 我也同意 那两个畜生 只允许死在我的手上 我也同意 那个人 只能由我来亲手杀死 这样的声音 越来越多 最后竟然现场 大部分的 圣英域修行者 都同意了 这样的情况 虽然是王燕 希望看到的 可是当真正看到 这样子的结果 王燕心中 也难免唏嘘 这些圣英域的 大部分修行者 实说到底 还是心存善良的 哪怕之前 受了那样的待遇 依旧大部分的 都不忍心自己的生父母 在妖族的战争中死去 这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的心情呢 王燕想不明白 也没法去想 只是在看向 这现场的 一个个的小矮子时 这些人的形象 在王燕心中 却高大了许多 圣英鬼王 忍不住的瞳孔收索 没想到这人类小子 竟然真的做到了 这件他觉得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王子英 也是欣喜地笑了 一边笑着他 忍不住看向这个 不过18岁的少年 不过 才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了18年 可是他却觉得 王燕在很多事情上 看得非常的透彻 心思深沉得远 不像一个18岁的人 不过 终归是成功地 说服了 圣英域的修行者 结果是极好的 王子英忍不住地 为王燕 为人类整体开心 这样的话 鬼界全体 都算同意 与人类合作了 老实说 今日各位的表现 让我觉得无以言表 我没有什么能做的 就请你们收下 我这代表人类的一败吧 王燕有些感慨地说完 深深地朝着 圣英域的修行者们 居了一躬 身体弯曲成了90度 这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躬 王燕是真的觉得 这些圣英域的修行者们可敬 看着朝自己等人 鞠躬的人类少年 就连这些圣英域的修行者们 一时间也心中翻江倒海 不知道是些什么滋味 一拜结束 王燕看向圣英鬼王 还要多谢鬼王 给我这个机会 合作的具体事宜 就劳烦鬼王 自行给圣英域的修行者们 安排了 说完王燕觉得有些奇怪 因为此时圣英鬼王 看向自己的眼神 很不对劲 那种眼神又有欣赏 似乎又有愧疚 王燕顿感不妙 瞬间提起所有戒备 敏锐的感知 全面展开 而同时圣英域的四周 一道道身影出现 鬼界五位鬼王 进到齐了 第117章 鬼界反水 啊 那不是英飞玉的非依鬼母吗 英飞玉的鬼王 怎么突然来了 还有疆域的江王 同样是鬼王级 也来了 英鬼域的九英鬼王也来了 这些平日里 难得一见的鬼王大人们 怎么都来了 圣英域 这是要有大事发生呀 看着从四周出现的 道道惊人气息 下方圣英域的修行者们 都是大惊 王燕此时全身的状态 已被调整到极致 仅是瞬间便能爆发出最强战力 整个人犹如一只紧绷着的野兽 下意识地上前一步 将王子英挡在了身后 心中暗自觉得不妙 看着情况鬼界似乎是反悔了 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是今天可能危险了 一席先红一群的鬼母 看着王燕眼中惋惜的神色颇深 而姬清义 则是神情淡漠地 看着王燕与王子英二人 疆域的江王面部僵硬 看不出是何神色 而鹰鬼域的九鹰鬼王被笼罩在一袭黑袍之下 甚至都看不出他的真面目 咱们的合作不是谈妥了吗 几位鬼王难道还有什么疑虑 大可以说出来 我们尽量协商解决 王燕镇定地率先开口问道 见得几位鬼王都没有回话 王燕的心顿时沉了下来 今天不妙了 小子 老实说 我还真挺欣赏你的 不过爱 可惜了 都沉默了两久 还是圣鹰狱的圣鹰鬼王先开口了 听到对方这么一说 王燕更加明白了 这是要反水 我不懂鬼王在说什么 难道是我在鬼界 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王燕一边说话 一边将神识铺开 快速熟悉着周遭的环境 这种时候 还能如此镇定地拖延时间 你的心性当真是很可怕 说话的 还是圣鹰鬼王 听到圣鹰鬼王这么一说 现场的圣鹰狱修行者们都惊了 啊 听鬼王这大人这意思 是要对这人类小子动手啊 这到底什么情况 刚才不是还谈得好好的吗 可是我们明明都已经同意合作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样不是出而反而吗 这样的做法不道义啊 鬼王大人们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 这人类才是金刚劲而已 真的需要出动五位鬼王 一起对其动手吗 在王燕身后的王子英 也知道了事情的不对劲 神色冰冷地看着姬青翼问道 姬青翼 到底什么意思 姬青翼目光中有些无奈 并没有回答王子英的话 只是向其他几位鬼王低声说道 一定不能伤到我族的公主 否则事后我绝不罢休 其他几位鬼王都是轻轻点头 王燕见此 心思彻底沉到谷底 明白今日是免不了一场大战了 浑身紧绷着 犹如一头随时暴走的野兽 见到姬青翼并不回答自己 王子英有些急了 一步上前 将王燕挡在自己身后 想杀王燕 先杀了我吧 下一秒 王燕抓住王子英的手 将其拉到自己身后 传音道 别管我 你一定要离开 想办法把情况传给华夏 这很重要 一定要听我的 好吗 原本还要挣扎的王子英 在听到王燕那极其严肃的语气后 挣扎着的身体停止了下来 知道了对方今天就是要杀自己的 王燕也干脆不再装了 直接放肆地打笑 好好 出而反而是吧 她好歹是你们魅语的小公主 你总不能杀了她吧 王燕直视姬青翼 将王子英送往姬青翼的方向 你们的目标是我 她是无辜的 不要伤害她 被王燕强行送出的王子英 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之前在樱花国的时候 出现事情时 夏木山下首先想的是 让自己去送死 而如今在这鬼界 面临危机时 这个来自华夏的少年 首先却想的是保全自己 这种被人在乎 被人舍弃生命保护的感觉 是王子英一直渴望 却从未得到过的 如今却在这危急时刻 却感受到了 姬青翼小心翼翼地 将王子英接到自己身旁 恭敬地说道 今天的事情 我有我的苦衷 事后我自会向公主殿下请罪的 说完 姬青翼将王子英送到远处 转过头 神色复杂地 看着这位人类少年 至此 圣鹰的修行者们 都还是猛的 鬼王大人们 真的要对这个人类少年出手 到底是为什么 人类的小子 别说还真是条汉子 这种时候 一点都不怂 反而还在保护身边人 这样的人在人类里 也算是值得尊敬的了 看样子 今天鬼王大人们 真的是要对他出手 之前魅魔族大雁时 据说这少年可战超凡 不知道是真假 是真是假 看过不就知道了吗 眼下不正有机会 神色僵硬的老僵尸 与其同样僵硬地说道 动手吧 免得夜长梦多 几乎就是这话 刚说完的下一瞬间 五位鬼王全部抱起 而王燕也是一瞬间 浑身燃起了滔天的七色火焰 沙神领域也在一瞬间 展开到极致 哇 就是这招 那天在魅魔族的时候也看到了 就是这七色火焰 简直太酷了 那天我没能去 倒是没看见他这战戒 别说声势是挺夸张 而且他这火焰一看也就不凡 要开打了 下方的圣阴玉修行者 都在激动地观望着 最先碰撞到一起的 是王燕和姬青翼 王燕的惊天翼刀 与姬青翼同样声势 大到吓人的一击接触 剧烈的能量波动后 两人都被弹开 相比之下 王燕被震飞的距离 要远得多 姬青翼脸上全是骇然神色 那天虽然是看着王燕 跟圣阴鬼王战的有来有回 可是打心底里 他还是瞧不上王燕 这金刚劲的实力的 而且 在鬼界五个鬼王级战力中 他的实力算是最强的 自然会更加的轻视王燕 可是如今这么短短的 一个回合间的接触 姬青翼完全被王燕震惊住了 这怎么可能是一个 金刚劲的修行者 能发出的攻击 若是他没记错 好像他在超凡中期的时候 发出来的攻击 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级别吧 这个人类少年 究竟是怎么样的妖念 姬青翼自认为 自己的天赋不仅在鬼界 哪怕是在整个世界来看 都是一等一的 可是如今王燕的天赋 让他都感觉到可怕 在这个人类少年面前 他那点天赋 显得有些拉胯了 下方一些之前 没去参加过魅魔族大宴的 圣英玉修行者 都是十分的震惊 这人类少年 竟然真的能以金刚之力 与超凡战斗 这也太夸张了吧 这样的实力 是真实存在的吗 鬼王大人们要杀他 是不是就是忌惮于他 这样的实力 确实 就这小子这样的实力 若是等到他真的晋升超凡 就已经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了 这个人类小子的实力和品性 都值得尊敬 哎 可惜了 而王燕刚刚与姬青翼一次碰撞后 马上又遭受到剩下几位鬼王的围攻 全力抵抗间 还是遭受了重击 瞬间气息就萎抿了大半 这种程度的伤势 似乎连七彩琉璃火 也很难短时间内恢复上来了 王燕内心无比沉重 情况 真的很危险了 第118章 鬼王围攻 这人那小子 真是太离谱了吧 一个金刚镜 在五位超凡巅峰的围攻下 居然还坚持了一轮 这种情况 哪怕是一些前中期的超凡强者 恐怕也早已经被撕成了碎片吧 这人类少年 是神灵吗 恐怕只有神灵 才能做到这一步吧 可他明明只是金刚镜 简直是见鬼了 下方这些圣阴玉的修行者们 是多么的震惊啊 原本在他们看来 王燕在这一轮的攻击下 应该会直接化为灰飞 可是如今所有视线 注视着这个气息 尾米了大半的少年 虽然有些狼狈 可是确确实实是还活着的 这多么的令人不敢置信啊 王燕死死地握着圣徒 手中的圣徒轻微地鸣颤着 散发出无与伦比的战役 自己已经被这鬼界的 五大鬼王死死地包围住 能逃出去的机会渺茫 而这样的攻击 自己最多还能扛住两轮 两轮之后就真的是 只能一死了 王燕面色疯狂 竟开始猙獰地笑着 好好 想杀我是吧 我就是死 也要咬下你们的一块肉来 此时的王燕 在鬼界这些修行者看来 简直比鬼还可怕 王燕比自己这些人还更像恶鬼 那眼神甚至连他们看了 都会不由得汗毛直立 王燕手中的圣徒 冒起触目的红光 在王燕杀意的加持之下 圣徒的状态也来到了巅峰 五位鬼王看着王燕手中 那把犹如浑然天成的刀 竟然都不由得一惊 从这把刀上 他们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超凡巅峰的感知何其敏锐 他们能有这样的感觉 也就是说 这把刀是真的有杀死他们的机会的 这是多么的可怕 仅仅只是因为这个少年的杀意吗 一个金刚镜 就真的能斩杀超凡巅峰吗 简直太可怕了 这样的人 既然已经做不成朋友 那就只能杀掉了 今天说什么 也得杀了王燕 狂艳 斩 有些癫狂状态下的王燕 一声爆喝 爆起 手中长刀奋力划过 一斩就朝着激青一斩去 这一刀 几乎照亮了整个鬼剑 不仅是光芒照亮 这一刀的气息 也使得整个鬼界都震动 此时并没有在 圣阴狱的其他狱鬼界修行者 都纷纷地吃惊 看向圣阴狱方向 纷纷猜测 圣阴狱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何会出现如此恐怖的攻击 这种级别 恐怕只能是鬼王们在战斗吧 王燕的惊天一击 使得激青一都忍不住眼角直跳 使出全力抵挡 令激青一无比震惊的是 哪怕他全力抵抗之下 居然依旧 还是受了伤 嘴角有鲜血一出 看上去有些狼狈 激青一不敢相信自己 全受伤了 自从自己进入超凡之后 受伤对自己 仿佛像是已经从字典中抹掉 久违的感觉出现 原来自己还是会受伤 会疼的 而王燕主动一击 斩向激青一之后 自己又遭受了一轮 其他鬼王的攻击 气息萎靡到了极致 这人类少年 真的是简直太恐怖了 这样的情况下 居然还敢主动向鬼王进攻 这种勇气 真是令人敬佩啊 他的攻击 也真的是强得可怕 居然连魅魔族的大长老 都受伤了 要知道 魅魔族的大长老 在鬼王级实力 也是较强悍的 嘖嘖嘖 这样的妖念 要是我们鬼界的就好了 且不说激青一 和现场的圣阴玉修行者 就是其他四位鬼王 也都心惊不已 这种状态下的王燕 居然还能发出这样的攻击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同时 他们也很庆幸 这一击不是斩向了自己 连激青一看上去受伤都不轻 若是斩向自己等人 受伤只会更严重 如今的王燕 气息萎靡到了极致 可是竟然还是不确定 王燕到底还能不能 发出那样的攻击来 因为现在 这个少年 在他们眼中 已经不能用常理来补量了 王燕双手紧紧握着圣徒 身上的鲜血 刚流到圣徒的刀柄上 就瞬间被圣头吸收 圣徒所散发出来的鸿芒 越发的惊人 而几位鬼王也明白 这意味着这刀的威力又变强了 他们都很心惊 这到底是一把什么样的刀啊 上线到底在哪里 他们并不知道圣徒的底细 可是王燕却很清楚 这是一把只为杀戮而诞生的刀 既然能够达到神器级别 就足以说明了 它的含金量 这刀能够达到多强 完全看你有多想杀 噗 大口鲜血 被喷洒到圣徒身上 又是瞬间消失 就像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样 而圣徒的刀身鸿芒更盛 几位鬼王眼皮直跳 这意味着这刀的威力又再度提升 王燕面色苍白如指 疯狂地笑着 圣徒啊 说起来跟了我也才几个月吧 才几个月就要没 我会不会是你跟过最差劲的主人 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挥出这最后一刀 放心 这最后一刀 绝不辱莫你神兵摇光 圣徒刀之名 王燕虽然气息极其萎靡 可是神色却兴奋极了 双目通红 犹如一头失去了理智的野兽 来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要发出拼死一击 心中战役来到顶峰 王燕心中毫无杂念 唯一有遗憾的 就是自己若是死了 就没人保护王小娟了 五位鬼王各个心底直发毛 这一刀 千万不能砍向自己 因为几人都在这一刀上 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极其萎的脸色最为难看 从刚才的那几王燕 都是杀向自己来看 王燕似乎最讨厌的就是自己 那么 王燕这一刀 最有可能斩向的 也将会是自己 姬轻翼没有猜错 王燕想斩的就是他 就在王燕准备朝着姬轻翼 发出最后一击之时 却听到了鬼母的传音 王燕 从我这里突围 我这个方向 不超十里地 便是是鬼窟 那地方鬼界没人敢进去 而进去过的 也从来没有再出来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鬼母这次的声音 相比之前每次跟自己说话 都显得正经多了 危急之下 王燕也顾不得 去诧异 鬼母为何要帮自己 时机千钧一发 错过就不会再有 现在已经来不及想那么多了 机千翼脸色难看到了极致 因为王燕锁定的是自己 而下一秒令所有人意外的是 王燕刀锋一转 惊天一击 展向了鬼母 第119章 是鬼哭 圣阴玉的修行者们 慌忙向四处逃窜 因为王燕的这一击 实在是太夸张了 若是继续待在当前位置 说不定会被误伤 机千翼被吓得忍不住一哆嗦 最后惊诧地发现 王燕目标竟然不是自己 她也想不通 为何王燕在最后一刻 转移了目标 难道是那天在寝宫里 鬼母对王燕 做了什么过分的事 让她记恨 已经是超凡进巅峰的鬼母 竟然被这一击 吓得慌乱不已 以最快的速度 向远处逃顿 令所有人愕然的是 这一击刚展出时的声势 确实是夸张到吓人 可是却是虚晃一招 刚展出不到十米 就瞬间消散 原来是王燕的一个障眼法 这时的王燕 原本最后一击展出自己 也将游进灯窟 可是这么虚晃一招后 体内竟残存一些神圣之力 仅仅是一瞬间 体内残存的一些神圣之力 不要命地消耗着 以最快的速度化作流光 朝着鬼母让开的方向 急射而去 这速度竟然是使得 姬清义等一众鬼王级别的强者 都觉得震惊 这是金刚进的修行者 能有的速度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仅仅只是一个 错愕的时间 王燕已经射出去 非常之远 真该死 被这小子骗了 从原地逃离出的鬼母 看上去恼羞成怒 咒骂了一声 当众人反应过来时 姬清义大声惊呼 她逃窜的方向 试试鬼哭 不好 拦住她 几乎是在话音发出的一瞬间 五位鬼王就全力施展 最快地顿速追赶王燕 王燕飞速地燃烧着体内的神圣之力 朝着之前鬼母传音的 那什么是鬼哭而去 王燕当然也感觉到了身后 紧追过来的舞蹈气息 超凡巅峰的速度 比她想象中要快得多 眉头一皱 体内神圣之力燃烧到极致 速度再度提升一个档次 正在交集之际 眼前终于出现一片一眼 望不到边际的山脉群 而自己的正前 方山体处有一个大窟窿 这窟窿里面 看不见一点光亮 王燕想也不想 便朝里面射去 五位鬼王已经全力赶路 可还是慢了王燕一步 在即将赶上王燕之时 王燕已经犹如 已经钻入窟窿里 王燕的身体 没入窟窿 瞬间便消失不见 犹如一粒石子 石沉大海 来到大窟窿前 五位鬼王急忙止住身形 饶是他们这样 修行到超凡境巅峰的 鬼界修行者 看着面前这个 深不见底的窟窿 依旧是忌惮不已 仿佛是什么恐怖的去处 这也能让这小子跑了 姬轻义愤愤不已 鬼母看上去 也很是恼怒 这个人类小子 实在是太狡猾了 他装作想要拼死一击的样子 装得实在是太像了 连我都被他骗了 看着鬼母这副模样 其余的四位鬼王神色各异 虽然并没有说些什么 可是现场的气氛 还是有一丝的诡异 看四人这副模样 是对自己有些怨言 鬼母连忙补充道 不过这小子 进了是鬼窟 跟死了也没有什么区别 数百年来 进入这是鬼窟的 可从来还没听说过有出来的 只是可惜 被那小子摆了一道 其余的四位鬼王 终于是没有再说什么 都是淡淡地点头后离开了 在一众鬼王都离开之后 圣阴玉的修行者们 才都反应过来 哇 那人类少年 居然在五位鬼王大人的围攻下 还逃跑了 这简直太逆天了 人类现在已经这么猛了吗 真想去人类那边看看了 是不是我们鬼界也太过封闭 已经跟不上了时代的脚步了 老实说 这人类少年真的太猛了点 可惜了这样的猛人 进了是鬼窟注定 也是死路一条 是啊 是鬼窟就像一个无底洞 自古以来进去的 活物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 这少年 原本可以开创一个时代的 可惜竟若是鬼窟 提前落幕了 回想起这人类少年 在圣阴玉之前的一些言行 圣阴玉的修行者们 都忍不住地为他惋惜 事后在鬼界的某一处 现场有一棵 巨大的不看不出品种的树 树上挂着的一棵棵果子 就如犹如猩猩闪烁 在常年黑夜的鬼界 倒是显得很是奇异漂亮 这颗猩猩树下的空地上 包括基青翼在内的五位 鬼界鬼王及强者 都出现在了这里 而此时 还有第六道身影的出现 这个人穿着有些怪异 都冒照着面旁 只看得到胡渣 和看上去很薄情的嘴唇 你说的我们已经照做了 东西呢 最先说话者 是疆域的疆王 神色依然僵硬 可是此时瞳孔里 竟有着兴奋之色 其余的四人看上去 也都是有些难以掩饰的激动 可是 你们并没有杀死那少年 对方的声音没有起伏 不带一丝情感 使得鬼界五位鬼王 听了都是一阵发愣 几人都是看向了鬼母 鬼母被其余的四位鬼王 用奇怪的眼神 看着一时间也有些不悦 朝着戴多帽的人说道 可那小子 被我们碾进了是鬼哭 跟死了也没有区别 不也算杀了他吗 鬼母说完现场 寂静了一段时间 最终五道 红芒从东帽人手中 飞向了五位鬼王 罢了 那少年进了那个地方 应该是没法再出来了 这次就算了 先给你们这些 等你们把我交代的事情都做完 我再将剩下的也给你们 五位鬼王小心翼翼地 结果闪着红光的物品 满眼火热地注视着 若是王燕在此 会觉得 他们手中的东西 很是熟悉 造型跟王燕 在樱花果骨遗迹得到的那些 神圣气息一模一样 可是其中神圣气息的浓度相比 王燕得到的那几分来说 却淡得太多太多 相比之下 他们手中拿着的云文印记 像是王燕 在古一季中得到的 稀释了百万倍之后 才得到的产物 可是 几位鬼王 将其捧在手中都市落珍宝 他们几人 也是被困在超凡镜几十年 眼前这东西 竟然能助他们 突破超凡镜 怎能不激动 另一边 王燕一头扎镜 巨大窟窿后 迎面来的是无尽的黑暗 要不是进来之前 就知道这里面很黑 王燕都会以为自己瞎了 几乎事宜进入 王燕体内的神圣之力 就以燃烧殆尽 直接从空中跌落 一阵自由落体后 王燕终于接触到了地面 感觉像是沙地 此时的王燕筋疲力尽 已经顾不得 去思考这是什么场所 心中担忧着王子英 到底能不能 将情报传出去 人类方现在 只知道鬼界同意了合作 并且会做出病位 与人类合作的假象 若是王子英 不能将这消息传递出去 那人类方 或许会认为自己 被鬼王围攻之事 都是一场戏 王燕更担心的是 鬼界是被妖族策反了 如果真是那样 人类不仅要面临 妖族和鬼界的 合力围剿 更为残酷的是在战争前 人类甚至还会以为 鬼界还是站在自己一方的 那将是多么的绝望 终于 王燕已经没有再多的精力 去思考 再也无力抵抗 那沉重的眼皮 失去了意识 第120章 演戏 华夏炎黄散灵州分部 此时分部里 进进出出的人 明显比平常的要多 各个部子都是 卖得急匆匆的 如今局势危急 令州炎黄散分部 已经成了华夏暂时的 总指挥场所 这些进进出出的人 都是炎黄散的情报人员 每天都在向 坐镇其中的华夏高层 传递着重要情报 一道靓丽的身影 也在人流中 穿着战斗服的 夜蓝浑身曼妙曲线 十分诱人 一头柔顺的大波浪 也被高高竖起 几缕青丝 在额前垂下 显得更加干脸 几美的面庞此刻 却是带着浓浓的 担忧之色 急匆匆地朝着 袁天刚所在的指挥部走去 房间里 袁天刚正在接待 一名情报人员 身着黑金西装的肖战璇 正在一旁的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 吞云吐雾 听着情报人员 汇报完之后 袁天刚看到了 等在门口的夜蓝 随后朝着情报人员说道 好 我都知道了 请继续做好监视工作 辛苦了 为了人类 不辛苦 袁天刚点点头 撤去了空间封锁后 情报人员 便快速地离开了 袁天刚这才看向门口 一脸和蔼的 笑着起身说道 夜蓝丫头来了 进来吧 袁天刚来到 萧战璇身旁的茶几处 寻了一张椅子 坐下便招呼着夜蓝 也坐下 夜蓝虽然看起来 有些焦急 可是依旧不妄想 两人打招呼袁老 萧君王 袁天刚带着笑意的朝 夜蓝点点头 萧战璇吞云吐物间 也不忘朝夜蓝 回应一个俏皮的微笑 不带夜蓝开口说话 袁天刚便是目光狡猾地说道 为王燕那小子来的吧 有你这样的大美人 担心他 那小子 还真是厌赋不浅呢 夜蓝一 瞬间面颊 有些微红 袁老您就别嘲笑我了 王燕他去了 鬼界这么久 不管是成功 还是失败 也得回来了吧 果然是为了那小子来的呀 袁老夜蓝忍不住娇称道 哈哈 好了老头子 我就不逗你了 袁天刚终于收起了 好玩的心态 再次将空间封锁住 空间将自己三人笼罩 现在他们三人 在这片空间中 说的任何一句话 都没有人可以听到 夜蓝见此阵仗便知道 袁天刚一定是有什么 重要的事情要告诉自己 而且是 绝对的机密级别的信息 而且这信息 很有可能就是 关于王燕的 夜蓝期待的眼神 看着袁天刚 心中又有一些忐忑 虽然对于王燕 她一向是有自信的 可是如今 形势真的很危急 若是王燕能 成功说服鬼戒 那么情况 就会好上许多 事关人类危急存亡 夜蓝也忍不住担心起来 王燕已经成功 说服鬼戒了 就在几天前 袁天刚神秘一笑道 刚听完 袁天刚所说的内容 夜蓝 瞬间身子未知一阵 整个人都十分的激动 美目中 金光亮起 真的 真的 不过王燕 自己提议要装作梅潭城 将鬼戒留作一记杀招 所以高层 就没有将这一信息 公布出去 以夜蓝跟王燕的关系 袁天刚 也没有想要 向夜蓝隐瞒这一消息 之前 夜蓝没有来问就算了 但现在 夜蓝开口问了 那么袁天 刚自然是全数高 那真是太好了 夜蓝极美的面庞上 终于出现了笑意 一瞬间 剑里 都变得明亮了几分 高兴的片刻 夜蓝思识想到什么 又略带疑惑地问道 可是既然谈成了 王燕为何还没回来 也该回来了 袁天刚这才有了些 迟疑的神色 这具体什么原因 我也不清楚 最近光顾着 跟各国间 进行情报的交接 联络 都没来得及 与王燕那边多联络 没办法 王燕那小子 一直都太靠谱了 实在是太让我放心了 所以一直也没太担心他 你这么一说 倒是提醒我了 我立刻派人与他联系 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袁的神色 也终于变得严肃起来 嗯 叶兰点点头 就在这时 有一名情报人员 火急火燎地闯入 看上去慌张极了 袁老 我有重要情报 虽然空间之外的人听不到 叶兰与袁天刚 和肖战璇 在谈论什么 可是三人 却是能清清楚楚听到 空间外的声音 这名情报人员的出现 几乎是瞬间 便引起了三人的注意 虽说 如今的局势紧张 前来传递情报的情报人员 个个都比平常更加急切 可是如此慌张的 还是第一次见 袁天刚心中微臣 将情报人员 放进了空间中 神色凝重地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 既然袁天刚都已经说了 那么就表明 肖战璇和叶兰 都是值得信赖之人 这名情报人员 也就没有再磨叽 直接将情报告知 诡戒的耳目来报 玄天将王燕 在诡戒圣英玉 遭到五位鬼王的围攻 受伤后 逃窜进入了诡戒的一处 名为是鬼库的险地 听到情报人员的汇报内容 叶兰顺艰心 就提了起来 相反 肖战璇和袁天刚倒是瞬间 放松了神色 会心一笑 袁天刚轻轻地摆了摆手 好的 情况我知道了 继续密切关注 鬼界动向 辛苦你了 情况人员有些猛逼 这就要让自己走吗 哪怕面对的是 超凡强者 是华夏的领导级人物 这名严黄散的情报人员 这时还是自作了主张 并没有离开 而是有些焦急的问道 袁老 咱们不管小颜君吗 在咱们华夏危急的时候 小颜君可是把命都豁出去了 看到情报人员的反应 袁天刚有些无奈地笑了 内心不禁感慨 王燕这个小家伙 在华夏人心中的分量 可还真是不轻啊 再次看向情报人员 袁天刚的目光柔和了许多 在心中纠结了几次后 袁天刚还是决定 不将机密告诉眼前这个情报人员 我只能跟你说 这么做事有原因的 都在我们的掌控中 你不用担心 就是了 去吧 情报人员 这才略带迟疑地离去 这个王燕真是太拼了 演个戏用得着 把自己弄得受伤 还要往什么险地里面钻 真是的 袁天刚笑着吐槽道 肖战悬壶出口中的烟雾后 也忍不住附和了一声 这才是他的作风啊 他这样的人 一旦要做就要做得完美 他真想演戏的话 可能连我们这些人 都能骗得过去 只有夜兰 看着两人的神色 心中不知为何 依旧有些忐忑 真的是演戏吗 真的没有问题吗 鬼剑魅魔族中 王子英被姬轻易 软禁在了公主寝宫里 此时的王子英焦急万分 正想怎么样 才能将情报传到华下去 手中不停来回地 揉搓着衣角 脑海里各种方法闪过 一道身影 从大殿下走来 王子英烦躁地抬起头 是姬轻易来了 公主殿下 应该是想传递消息吧 等这阵风波过后 公主殿下说什么 我绝对不会有半点反对 至于现在想要给华夏传递消息 公主殿下 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第121章 神帝囚牢 漆黑不见五指的空间里 王燕缓缓睁开了双眼 全身都传来剧烈的酸痛感 王燕双手撑着 从地上坐起 我这是睡了多久 自语着 王燕随手抓了一把身下的沙子 掌心缓缓摊开 手中的沙顺着指缝落下 难道这地方 是一片沙漠 王燕心中暗暗想着 你睡了大概有三天了 嗯 突然 身边居然有声音响起 使得王燕不由地一惊 以王燕如今的感知何其敏锐 可第一时间 竟然没感知到身边有人 你是谁 王燕尽量以一个听上去 相对镇定的语气问道 我 你问我 我问谁去 大哥 你连你是 谁都不知道了 王燕不由地心生疑惑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奇怪的地方 而这人 又是一个什么奇怪的人 居然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我都已经记不清楚 在这里面待了多久了 反正也出不去 我是谁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那人说着 听起来 似乎被困在这个地方很久了 可是状态 并没有想象中 那般的绝望与孤寂 下一秒 那人像 是想起什么似的 略带着兴奋地问 对了 你是从哪个世界来的 哪个世界 王燕有些愣住了 这地方 难道不属于自己所在的世界 这不是圣阴玉其中的一处洞穴吗 见王燕并没有立刻告诉自己 那人似乎以为王燕生性谨慎 用放松的语气 接着说道 嗨 兄弟你都进来这了 你还顾及这顾及那的 这地方 就是一处监牢 你进来了 就不可能出去了 不要想太多哈 会疯的 王燕的出现 似乎让对方很开心 不知道 是不是觉得 以后有人陪他聊天了 监牢 你说这地方 是一处监牢 王燕疑惑到了极点 自己明明进入的 是鬼界圣阴郁郁的 一处洞穴一样的地方 为何在这个人口中 却是监牢 是啊 监牢 这人语气 毫不在意地说 王燕觉得 脑袋里面 非常的乱 下意识地便问 这里既然是一处监牢 那到底是谁 设置的这处监牢 又是想要囚禁谁呢 谁设置的 几个自称为神的家伙 至于是为了关谁 不就在你的旁边吗 提到那些 自称为神的家伙时 这人的语气 似乎有些不屑 哦 你是说 神想要囚禁你 王燕恍然大悟的语气说道 是啊 对方下意识地便回答 哦 原来是这样子啊 这时的王燕 显得有些敷衍 因为他已经下结论了 这人就是个疯子 竟说些奇奇怪怪的话 说不定就是鬼界的某一遇 修行者误入了这个地方出不去 在这地方待久了之后 精神出了问题 是啊 兄弟 快说说 你是从哪个世界来的 对方有些兴奋地问的 蓝星世界 王燕随口一答 反正对方也是个疯子 自己说什么 对方也都不知道 哦 蓝星世界 似乎没有听说过 这一方世界呢 难道是新起源的世界吗 哎呀 不管了不管了 你们世界 有没有一种东西 它长的是长条状 然后可以含在嘴里 用火点燃后 猛吸一口会产生烟雾 王燕感觉自己的手臂 像是正在被人拉扯 显然对方有些焦急 听到对方的描述 王燕有些哭笑不得 这就是神经病的世界吗 不过王燕 还是非常配合地问道 你说的是香烟吗 啊 对对对 就是那东西 你有带吗 快丢我整一只 他娘的 在这里面憋了不说万年 也有千百年了 憋死我了 从拉扯自己手臂的力道来看 对方确实是很急切了 那个不好意思啊 我不吸烟 王燕说完便感觉 拉扯自己手臂的那双手 瞬间像失去了力量一般 而身边的人 也陷入了沉默 对方的手 松开了自己的小臂 想失去希望 王燕挣扎着起身 拍拍屁股 那个 神经病哥 我准备找找出路 你要一起吗 自己一睡 便是三天 外界现在 是个什么情况 也无从知晓 王燕心中 是很焦急 目前最要紧的是 是想办法 从这里出去 什么 你觉得 我是神经病 不是啊 我真的没有骗你 这里真的是个监牢啊 真的出不去啊 王燕此时 一门心思想着 从这个地方出去 可没有心情 跟一位神经病 多浪费口舌 啊 是是是 我先试试看吧 万一能出去呢 嘿 你还是不相信我 怎么会呢 我相信你的 神经病哥 王燕一边说着 左手抬起 仅是一个念头 绚丽的七彩火焰 从掌心生出 一下子照亮了眼前的世界 粗略的一条 确实是一片 沙漠的样子 荒凉极了 王燕也终于看清楚 自己身边人的长相 这人长得有一些小胖 两只眼睛 眯成了一条缝 那已经被穿得 像是一片纱一样的短袖 和裤衩没能盖住肚脐眼 而对方此时 似乎很是惊恐 啊 你在干什么 不能点火呀 这小胖子仓皇地伸出手 拍向王燕手中的七彩琉璃火 王燕见这个疯子 居然想伸手 来灭七彩琉璃火 诧异的同时 快速地将七彩琉璃火收回 随着王燕手中火焰的消失 整片天地 又被黑暗吞没 虽然王燕 已经是以最快的速度 收回琉璃火 可这小胖子的手 还是被烤了一下 我 我 你这是什么火焰 怎么这么烫 王燕的心中多么的亥然 这可是七彩琉璃火呀 神火 除了自己是拥有者 恐怕就是那些 超凡巅峰的强者 也不敢直接拿手触碰吧 难道这人的实力 已经超越超凡了 鬼界有这样的强者 超越了超凡 那就是王静修行者了 鬼界若是有王静修行者 这个世界早就是 鬼界的天下了 一时间王燕的心思沉了下来 因为眼前这个小胖子 很显然并不简单 那么对方说的 也很有可能是真的 而如果对方说的是真的 那自己 便更加不可能 从这个地方出去了 神的监牢 岂是凡人 能够逃离的 只是让王燕 十分疑惑的是 这个世界 真的有神的存在吗 若是真的有神的存在 那这个神 又将是什么境界呢 是王静 还是天王静 还是万古静呢 可是转念间又想起了王小娟 想起了夜兰 王子英 想起了华夏的民众 想起了如今 十分危急的形势 哪怕这里 真的是什么神建造的监牢 自己也必须要出去 第12章 世界真相 你当真不是神经病 王燕语气认真的问道 嗨 你小子就是不相信我说的话是吧 这小胖子有些恨铁不成钢 一边又哭喊着 糟了糟了 我的手啊 变成烤猪蹄了 我都闻到肉香了 王燕沉淫了片刻 并未管对方的哀嚎 而是继续问道 那你又是来自哪个世界 我 被你这火一烧 我好像想起来了 我可是 来自真正的神剑 是一尊真真正正的神 说起来 你这火焰 到底是什么火焰 居然能伤到我的身体 虽然对方说的一本正经 可是王燕实在是憋不住了 大声吐槽道 你妈 你就是神经病 就你这样还一尊神 简直是神经病家中二 妈的 亏我还吸了你的血 轰的一声 七彩琉璃火 再度从王燕的掌心燃起 王燕气急败坏地朝着 前方走去 你自己在这待着吧 老子找出路去了 再次看到了王燕手中 那绚丽的火焰燃起 小胖子惊恐极了 朝着王燕的方向 跌跌撞撞地奔跑过去 似乎想再次 将王燕手中的火焰熄灭 可王燕 又如何会让他再次得手 伸手矫健的王燕 跑起来身后这个小胖 子自然是追不上的 王燕 甚至都没有施展顿术 仅仅就是正常的奔跑 而身后 这个小胖子 依旧跟不上 王燕 便更加地确定了 这个小胖子 就是个普通人 身体里 连灵气都没有 只能老老实实 用两条腿跑 说句不好听的 自己妹妹王小娟现在 恐怕都比这家伙跑得快 就这样王燕在前面奔跑着 小胖子在后面奋力直追 快灭了他 快灭了他 身后小胖子的声音 越发地惊恐 似乎火焰会引来什么 恐怖的东西一般 可是王燕对此毫不在意 神经病是这样的 总是会有一些 让常人感到奇怪的行为举止 王燕一边观察着地形 一边正式准备 使用盾术 摆脱这个小胖子 可就在这时 王燕瞬间感觉到了不对 周遭传来了奔腾之声 像是有一群什么东西 正在向这里急速靠近 而没有游来的是 这奔腾的声音 竟然令王燕 有一些几倍危寒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王燕 在之前几次面临生死时 都未曾出现的 快拔火灭了 快拔火灭了 那些东西来了 身后的小胖子面 容惊恐急了 喘着气朝王燕大喊 王燕有些愣住了 他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自己居然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正在朝着自己 奔袭而来的这些东西 到底是什么 就在王燕愣住的时候 不远处的地平线 上一道身影露头了 那东西的从头开始 露出到全身 都出现在王燕的视线中 王燕惊骇极了 与妖族打过交道 也与鬼戒打过交道 长得丑陋的腰比比皆是 令人胆寒的恶鬼 也数不胜数 可是王燕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这东西 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或者说 这东西已经有些超出王燕的认知了 愣住的王燕 似乎跟朝着自己狂奔来的那东西 对世上了 这一眼竟使得王燕意识中 无数负面情绪涌现 恐惧 厌恶 恶心 王燕也不知道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感觉 似乎是冥冥之中的规则 就应该是这样 直到王燕 开启了杀神领域 才摆脱了那种 难以言表的异常状态 这时王燕 终于回过神 来将七彩琉璃火的火焰收回 天地间 再度归于一片黑暗 那东西依旧朝着自己这边狂奔 发出的动静 令人毛骨悚然 下一秒 那东西朝着自己扑来 王燕瞬间施展顿术 从原地消失的同时 将一手提着小胖子的厚薄梗子 拉开了老远的距离 一路急事一阵后 王燕通过感知确定 周围没有那东西的出现 才将手中的小胖子 扔到了地上 哎哟 我的屁股 小胖子吃痛发出叫喊声 估计是屁股着地的 你就不能温柔点 王燕已经顾不上 这小胖子的抱怨了 只是悠悠地 发出了自己的疑问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王燕只感觉自己的世界观 受到冲击 因为他很确定 那东西 绝对不属于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 那么这个小胖子所说的 也有可能是真的 这个小胖子 真有可能是 其他世界的修行者 这下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小胖子的语气 有些傲娇 随后又有些厌恶地说道 那东西 有很多名字 有人叫他们诡异 有人又叫他们不祥 也有人 叫他们灾恶 甚至有叫暗逸 那总之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们是一切生灵的敌人 一切生灵的敌人 王燕疑惑地重复着 是的 你可以这样子认为 万物有灵 但是那些东西 没有 那东西的样子 现在还在王燕的脑海里徘徊 王燕估计 一辈子也忘不掉了 因为那东西 实在是太过于难以言表 可是他们 为什么要与一切生灵为敌 有什么仇怨 王燕问道 鬼知道 那东西像是本能的 就喜欢吞噬生灵 而被那东西 吃掉的生灵 就死了 听着对方的话 王燕有些疑惑了 什么叫被那东西 吃掉就死了 难道你被别人杀掉 不也是死了吗 小胖子发出一阵 略微有些细血的轻笑 我要不要告诉你 这个世界的真相呢 听着对方有些自诩为 世外高人的语气 王燕一脚踢在 对方的屁股上 踢得对方 冷不丁的一声叫喊 我请你说人话 王燕语气中 有威胁之意 真是的 你这小子真没意思 算了算了 告诉你吧 对于世间的一切生灵来说 你们所认知的那种死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 依旧有很多 重生轮回的存在 而被刚才你所看见的 那种东西吃掉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了 对方的话 再次刷新了 王燕的世界观 你这么说 我之前杀掉的那些人 都还活着 王燕忍不住问道 你杀了谁 我怎么知道 具体是不是还活着 需要看他 被你杀了之后 是去轮回了 还是去转世了 还是去重生了 大部分的都静热轮回 静热轮回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他还会活 但是已经不是他了 这种情况 的话老实说 跟被那些东西吃了 也没太多区别 因为人 已经不再是那个人了 不知道你明不明白 我的意思 嗯 你怎么不说话了 世界观受到了冲击 身边的王燕半天 没有在吱声 小胖子试探地问道 王燕站在原地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如果这小胖子说的属实 那么是否就意味着 他还有机会 找到他和王小娟呢 爸妈 第123章 逃离之法 喂 小子 你怎么了 你是被吓到了吗 你别怕 那些自称为神的家伙 其实不过是些 机名狗道之辈罢了 不过老实跟你说吧 你进了这 确实是不可能出去了 这一点 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就这么个垃圾的结界 要是放在我全盛时期 随手便能破开 可是那些狗日的 封印了我的力量 你已经比我好多了 至少还有我陪着你 还能说说话 不至于那么无聊 在你进来之前 我一个人承受的 那才叫孤独 也就是 我比较乐观 换个人早就疯了 小胖子见到王燕沉默了 心中认为 王燕应该是彻底 认同了他所说的话 从而陷入了绝望之中 同时心中一声叹息 他也能理解 毕竟这个新进入此地的少年 看上去年纪并不大 甚至在他世界中 这个年纪的 还只能算是小孩呢 仅仅只是一个小孩 就要面临这样的事 一时间信念崩塌 是很正常的 小胖子也不说话了 开始思考着 如何才能让这个少年 心中燃起希望 我很郑重地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请你务必要如实地回答我 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 小胖子正思索着呢 谁知道王燕这个时候 却又说话了 而且听上去 没有半点崩溃的感觉 语气很是严肃 啊 小胖子有些意外 然后下意识地回答 你想知道 什么就问吧 咱俩这也能算是 过命的交情了 人情什么的 就不用那么客气了 小胖子嘴上说着 其实心中是觉得 根本就没有出去的可能 那王燕欠他这个人情 同样也没有任何用处 再说了 就王燕这么一个 18岁小孩的人情 又有什么用呢 不过小胖子 现在生怕这个 唯一能陪他在这 漫长岁月节姐们的人 失去信念 只能是尽量将王燕忽悠好 我的父母在三年前 被杀死了 我还有找到他们的机会吗 王燕的声音 听上去依然有些颤抖 可却能轻易地听出 其中的期待之一 则 哥们 也是个命苦的呀 嗯 小胖子像在思考 然后说道 我跟你说实话吧 哥们 你爸妈只要不是死于 刚才那种东西手上 理论上都要进入念海事件 什么轮回啊重生啊 基本都在那个世界 如果你爸妈没有进入轮回 应该就能在念海世界找到 如果进入轮回了 就难找了 而且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时候就算找到了 也已经不是 原来的那个人了 又有什么意义呢 小胖子说完 王燕似乎松了口气 我只要知道这个答案就好了 有没有意义是我的事 谢了 王燕的语气极度的正中 使得小胖子 一时间都有些不知所措了 不过小胖子 还指着王燕陪他聊天呢 善笑道 啊 那个 别那么客气 今后咱俩说不得 还要一起度过无尽岁月呢 互相帮助应该的 王燕没有接对方的话 而是问道 你说你全盛时期 能够破开这尖牢 那你全盛时期是什么实力 虽然不知道王燕问这些问题的用意 可是只要看到王燕没有崩溃 对小胖子而言就是好事 就全当是聊天了 小胖子很快便回答道 我不知道 你们那个世界的力量体系是如何 不过在我全盛时期 不说是神圣范畴中的顶级强者 在神圣范畴里 也算是高手了 小胖子的语气些许骄傲 随后又不屑地说道 这个垃圾结界 想要破开 根本就不需要我全盛时的实力 只要是神圣范畴的攻击强度 都能将其破开 可是那些狗日的 就是断定 我实力被封印后没法摆脱罢了 听着小胖子的话 王燕陷入了沉思 神圣范畴 听上去有些耳熟 似乎之前与华夏的一众超凡聊天时 有讨论过 好像从人类开始修行 翠玲静一直到超凡 都还属于普通人范畴 而似乎只要突破了超凡境 就进入了这所谓的神圣范畴 成为神圣范畴的修行者 超凡之后是王静 也就是说 只要王静修行者的攻击 便能破开这一处监牢吗 一下子 王燕心中便重新燃起了希望 只要自己能够突破金刚境 静升超凡 以自己的战力 加上这一身的神圣之力 拼了命的一击搞不好 也能摸到那个门槛 破开这监牢 唯一令王燕苦恼的是 自己离超凡境界 还差七重小境界 就算从现在起 不吃不喝的修行 也不是短时间能够突破的 就怕等到自己成功破开 这个地方出去之时 外界早已经误视人非了 可是现在 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只能拼了命的修行 王燕神圣之力释放 在周遭施展了一个 小型的空间封锁 这样空间内的声音和光亮 都完全被屏蔽 就不用担心那些东西的麻烦 这原本是超凡强者 才能使出的手段 可是王燕在神圣之力的加持下 也勉强能施展 只是范围 远比真正的超凡强者 所施展的 要小得多得多 可笼罩两人也够用了 做好准备工作后 王燕一屁股坐在原地 便掏出神及灵气法阵 投入修行中 看到王燕 突然便坐下开始了修行 小胖子不由地惊讶 还担心这少年心里会承受不住 可谁曾想 这少年尽是了心性坚韧之辈 这种情况下 居然还能稳住心神修行 真是不可思议 不过看着王燕修行时 身上时不时散发柔和光辉 小胖子不由地担心 这微弱的光亮 会将那东西再次引来 干脆也来到一旁坐下 小心地四处张望着 这份心性你便安心修行吧 我帮你看着 反正你也跑得挺快的 那些东西要是来了 你再带着我跑去别处就行了 王燕没再回话 陷入了修行 眼前之际 他能做的只能是拼了命的修行 同时心中也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甚至已经有了最坏的设想 倘若自己出去之时 人类有事 华夏有事 王小娟有事的话 他发誓 定要将这世界闹个天翻地覆 妖族 鬼剑 一个也跑不掉 第124章 将计就计 而此时的外界 一个头戴兜帽之人 正坐在小溪旁 手指桌鱼杆做掉 身后有一个茅草屋 茅草屋旁是几块菜地 华叔 我们为何要如此针对这个 叫华夏的国度 是不是有些欺负人了 兜帽人身边走来了一个少年 少年穿着黑色短袖 蓝色牛仔裤 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 眉眼间阴气十足 少爷 千万别小看了这个叫华夏的国家 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 在我的观察下来 这个国家才是最可怕的 别看他和和气气的 实际上 却是一只沉睡着的熊士 放任者他们一直存在 对于我们工作的顺利开展 极其不利 所以 最好还是先让他们消失 兜帽之下 那张薄青的嘴唇微动 淡淡地说道 可是这个国家 是人类中实力较强的一个国家 若是这个国家负面 那人类的实力 就被大大削减了 如何还能维持着 这个世界局势的稳定 让他们持久地争斗下去 少年问道 哼 少爷能够开始动脑筋 去思考这些事情 进步很大 只是少爷经验上还不足 并不知道 这里面最难支配的 就是这个国度 先让这个国度彻底覆面 之后我们只需要略加干涉 局势就又能回到 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那样 少年不再说话 像是陷入了思考 看着湖面许久后 又再度说道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做驯化任务 本来就不该有过多的干预 更何况我觉得 这样做根本就是在欺负弱小 并不符合强者之心 少爷有强者之心 当然是天大的好事 可是这次驯化任务 可是关乎着 您能否进入神圣院的 精英般修行 而且实习分数会记录档案的 跟随您终生 您不想分数好看些 少年再次陷入沉默 许久后才无奈说道 好吧 亚马逊原始丛林的中心 妖狱的大本营 黄金大殿中 妖皇们各个喜新欲色 真是天要灭华夏 前有樱花国作死 惹得海洋妖族下场参战 经有鬼界反水 反过来又与我妖族联盟 怎一个妙子可言呢 真是妖族保佑啊 天都要助我妖族 这些愚蠢的人类 已经忍不住想看 他们绝望的样子了 原本他们若是真的 与鬼界结盟 将有一场苦战 可是如今这形势 简直是一边倒 人类拿什么反抗 哈哈 也不知道鬼界这些都是 什么脑子 竟然反过来 坑了人类一把 难道不怕最后坑了自己 管他呢 这不正是我们 想看到的吗 大殿之下 小妖激动来报 丙妖皇 鬼界的鬼王们到了 一时间 大殿上的黑鸣 鱼渊 银双等人都是大喜 快请 姬清义 鬼母 姜王等人 一个个进入大殿 全部被奉为座上兵 各位大家 我妖欲彭壁生辉啊 黑鸣大笑着道 客套的话就不必说了 我们来的意思 想必你们也应该明白 直接进入正题吧 姬清义神色淡漠 淡淡地说道 黑鸣虽然有些不悦 但并未表现出来 一是对方实力 确实在自己之上 二是 妖族确实也需要跟鬼界合作 至少也要说服鬼界 不要插手才行 若是鬼界还能出力 那就更好了 只要成功将人类灭掉 妖族又何尝不能再吞一个鬼界呢 鬼界虽然战力全是巅峰 可是数量少啊 加上海洋方妖族 一样能凑出五个超凡巅峰来 在此之外还有十来个超凡 数量上有绝对的优势 好 那我们就进入正题 黑鸣将不爽藏在心底 爽朗笑道 黑鸣与于渊等人相视一笑 接着说道 各位鬼界的朋友 你们来之前 我们私下已经提前商量了 我们也很清楚 你们想要什么 就不装糊涂了 这样 鬼界出手 大家一起快速摆平人类 事后人类地盘鬼界 妖狱 海洋妖族三加平分 在此基础上 我妖狱在给鬼界上级零石矿三处 中级十处 下级三十处 各位 意下如何 黑鸣的话说完 各方都各怀心事 这么多零石矿 几乎占了妖狱 如今掌控零石矿脉的三分之一了 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妖狱这边各个笑得若有深意 舍得孩子才能套得着狼 只要人类一灭亡 这些零石矿妖狱 早晚还是要拿回来 而鬼界这边都是眼神火热 这么多的零石矿 谁能不动心 五位鬼王各个都不傻 知道纯王齿寒的道理 可是那神秘人早就交代过 只是要灭华夏 可没说要灭了整个人类 而且 以那神秘人的手笔 只需要略施小计 各方实力又将归于平衡 而这些零石矿 吃了也就是吃了 基青义假装略加思索 说道 鬼界可以答应 但是有两个条件 请说 黑鸣按捺着心中的激动道 第一 我们只负责出力 战争结果怎么样 跟我们没有关系 所以这些零石矿 要在战前交付 第二 华夏掳走我族皇室血脉 此仇不共戴天 这场战争 要先从华夏打响 基青义刚说完 现场妖狱的妖皇们 肉眼可见的兴奋 这不是瞌睡来的送枕头 巧了吗 这不是 鬼界恨华夏 妖狱刚好也没好到哪去 一旦战争打响 妖狱第一个要灭的 就是华夏 黑鸣刚想开口 于云却抢先一步 第二个条件 我们完全可以答应 至于第一个嘛 我们能接受的是 先交接一半的零石矿 试了后再交接剩下的 很讲道义了吧 基青义看着于云眼中 闪过深意 没想到 腰狱还是有带脑子的腰的 这样一来 灭掉华夏后 反水黑吃黑能得到的利益 少了一半 不过也比没有好 反正真正吸引自己这些人的 是那神秘人手上的东西 这些零石矿井上添花罢了 片刻之后 基青义装作勉为其难的点头 行 好 黑鸣忍不住地大笑 于云皱巴巴的脸皮 出现一个狡诈的笑容 说道 我有一个提议 华夏不是想装作于鬼界 没堪成吗 我们不如将计就计 陪他们演这场戏 给他们希望 在最后关头 亲手将这希望打破 各位想想 那该会有多么精彩 黑鸣听了 妖翼的瞳孔闪过金光 鸟娃鱼黄 好一个杀人诛心 这样才能解我们心头之恨啊 鱼猿嘴角微微上扬 询问道 怎么样 鬼界的朋友 鬼界的鬼王们 相互对视后有些迟疑 最终还同意了 至此 妖狱大殿之上的妖皇 各个笑得残忍无比 仿佛已经看到了 末日来临那天 华夏之人脸上的绝望 第125章 圣妹明照 巨鬼界和妖狱 私下会面过去了几天 此时妹魔族公主寝宫里 王子英焦急不已 这些天 她已经把所有能想的办法 全部想过 还是无法摆脱 极轻易的软禁 此时回想起那天 王燕给自己传音 那无比严肃的嘱咐 王子英越发的急切 哪怕她自己 也不想看到 人类因此被反应了一把的情况出现 也非常地想将情报 尽快传到华夏 好让华夏尽早能够做出应对 看来只能用那一招了 王子英悠悠地自语着 同时从座位上起身 与其十分地决绝 王子英一步步地 走向寝宫的大门 每一步都迈得踏实稳重 来到门口 王子英便看到了 副手站在玉石阶梯下方的姬青翼 此时的姬青翼 面色看上去 有着几分无奈 公主殿下 您这是何苦呢 人类值得您为他们这样做吗 姬青翼说道 值得 王子英的回答干净利落 犹如一记重锤 敲击在姬青翼的心脏 可是公主殿下 别忘了您再怎么样 也是我魅魔族人呢 哼 我回魅魔族 只是还念着 那从未曾谋面过父母的那点眷恋 跟魅魔族 没有太大的关系 王子英的话 明显地让姬青翼 有些维持不住自己的状态 很是心痛 姬青翼突然开始在 下方空地之上夺不起来 抬着手来回地 扫过魅魔族的各个建筑 这是你的家 这里住着的是你的族人 你的心真就这般阴吗 姬青翼生情并茂地诉说着 我在这里出生是没错 可是我却没在这成长 这里的人 是我的族人也没错 可是我孤苦无依的时候 我的族人又在哪里 从今以后 我与魅魔族 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现在要回华夏 你要拦我吗 王子英 整个人气势攀升 凤魔威眯着俯视下方的姬青翼 已经出具女皇的威严了 姬青翼面色苦楚道 树难从命 一瞬间 王子英的浑身凌厉 沸腾起来 他这是要战 姬青翼心中苦涩极了 自己族中的小公主 竟然有要跟自己动手的一天 公主殿下 我告您一个大境界 动手根本就是自找苦吃 我劝您三思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姬青翼真的不想跟王子英动手 可是已经答应了妖族 要演这场戏自然不能放任 王子英回华夏报信 可下一秒 王子英已经主动向他杀来了 王子英的攻势 在金刚径里已经算是 强得离谱的了 可是对于超凡巅峰的姬青翼来说 仍是不值一提 姬青翼仅仅是轻轻挥一下衣袖 就化解了王子英的权力一击 并将王子英 完好无损地又送回到了寝宫大门处 王子英戴眉紧皱着 自己与姬青翼之间的差距 还是太大了 想正面靠着战斗 离开魅魔族已然是不现实了 王子英心中一沉 还是只能用那一招了吗 目光向着 是鬼哭方向 深深地看了一眼 王子英脑海里 翻涌出滑下那个固执 又温暖的少年模样 将王燕的眉 眼 鼻子 每一处都牢牢地刻进了脑海里 下一秒 王子英转头 看着姬青翼 姬青翼不知怎的 心底竟然生起不祥的预感 圣妹明照 王子英的冷喝声响起 同时眸子里 开始浮现起 古老又繁复的名文 耀眼的白光 蹦射而出 姬青翼惊恐极了 这位超凡巅峰的强者 竟然开始有了害怕 和后悔的神色 他实在是没想到 王子英会对他使用魅魔族皇室 才有的能力 开始后悔自己做的这一切 是不是错了 换来这样的结果值得吗 开始害怕 怕的是这种能力 对实力强于自己的人用 后果非常严重 内心无比复杂 难道自己 真的做错了吗 容不得姬青翼 在如何情绪激荡 王子英的秘书一出 哪怕姬青翼 超凡巅峰的实力 也在一瞬间 失去了自己身子的控制权 任姬青翼的脑子 如何下令 姬青翼的身子 就这么僵硬地站在原地 王子英的眼角有鲜血流出 可是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化作一道紫色流光 飞速离去 望山市 灵州修行者大学 后山邻居 小娟快来吃饭 我给你做了你 最爱吃的鲁鱼 这些日子夜兰 时常会在忙碌中 抽出时间来到王宴 王小娟乖巧地来到了餐桌旁坐下 双眼放光地 盯着一桌子丰盛的菜肴 来 尝尝看 我做到鲁鱼鱼 有没有你哥哥那位 夜兰夹起一大块鱼腹肉 放到王小娟碗中 王小娟夹起尝了一口 夜兰期待地看向王小娟 怎么样 你哥哥做好吃 还是我做的好吃 王小娟大眼睛中 闪过脚侠 我哥做好吃 夜兰姐姐做的也好吃 各有哥的好吃 夜兰宠溺地白了王小娟一眼 你这个小鸡灵鬼 年纪不大 人情世故倒是拿捏得挺好啊 快吃哟 一会姐姐打扫完屋子 就先去值班 过几天再来看你 夜兰又给王小娟夹了些菜 夜兰姐姐忙的话就直接去吧 小娟也可以打扫屋子的 小娟现在已经是大人了 夜兰有些哭笑不得 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说自己是大人 任谁听了都会忍不住笑 真的 小娟现在可厉害了 王小娟小嘴骄傲地翘起 从王燕教她修行后 她感觉自己越来越厉害 要不是王燕嘱咐过 她都想出去展示自己的能力了 好好好 小娟最厉害了 快吃啊 夜兰配合地说道 一边御手 支着下巴 看着大口干饭的王小娟 心思已经飘远了 夜兰姐姐不用担心 我哥答应过我的 他肯定会回来的 他从来没骗过我 王小娟看夜兰模样口里 含着饭菜 含糊不清宽味道 夜兰心中不禁感慨 这个小孩就是太懂事了 明明小得可怜 可是却什么都懂 夜兰姐姐不要怕 有我哥在 坏蛋都会被打跑的 我哥最厉害了 王小娟又激动地强调 好好好 姐姐不怕 姐姐也觉得 你哥哥最厉害了 从王燕和王小娟住处离开 夜兰走在有些冷清的街道上 时不时见到的人 都是面容惶恐 看来这些日子百姓 真是担惊受怕到了极点 夜兰一时有些惆怅 这一季 到底是好事坏 她暂不评价 可是王燕 久久未归阙 是让她开始有些担心了 咦 您是炎黄散的大人吧 我之前在电视见过您了 一个拄着拐杖的勾楼老者 拉着一个和王小娟 差不多大小的小男孩 走到了夜兰面前 认出了夜兰 是的 老伯精神头很好啊 带孙子出来买东呢 夜兰笑着回应 姥姥 不敢说精神了 听到夜兰夸她精神 老者虽然高兴 还是客套的 孩子父母呢 您这么大年纪 应该想想轻浮了呀 夜兰用闲聊的口吻问道 娃她爹和娃她娘啊 都死在逐州了 夜兰瞬间胸口 像是被狠狠地打一拳 有些呼吸不上来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大人不用难过 他们是为国捐躯 光荣着呢 老者安慰着夜兰 可是自己老眼中 却已经婆娑了 我们夜孙先走了 不妨碍大人了 打完招呼 老者带着孙子离去 背后传来爷孙的话语 爷爷 胖虎他们说 华夏要玩了呢 放屁 华夏不可能玩 可是 胖虎说妖怪很多 多又怎么样 我们有小颜君在 有千千万万个 你爹 你妈那样的华夏战士在 我知道 怒火炎君 叫王燕 我长大也要像他一样 保护华夏 对了 夜兰深呼吸 整理情绪 大步向分布走去 他实在是放心不下王燕了 要找袁天刚搞个清楚 第126章 王子英赶到 炎黄散灵州分布里 袁天刚等一众 超凡全部都到齐了 见到夜兰带着愁容到来 袁天刚示意 夜兰坐下 来了 坐下一起吧 我们正在商议 王燕的事情 夜兰点点头 默默地坐到了 最边上的位置 她知道 袁天刚让她参与 已经算是破格了 原本按照权限来说 就是灵州的天将 天都行都没有资格 参加这种级别的会 我们这边三天 没有联系上王燕了 而王子英那边魅魔族 也各种的理由推脱 不让华夏的人 与之取得联系 如今的情况 该怎么办 都说说吧 袁天刚看上去 很是凝重 肖战悬江烟头暗息 有没有可能那小子 想尽可能的把戏 演得真实 其他几位超凡 也都看向袁天刚 显然也有同样的疑惑 因为这完全 也像王燕的作风啊 袁天刚有些愁愁 就是因为怕是 王燕那小子的计划 我才纠结啊 怕给他添乱 可是这种情况 又怎么能让人不担心呢 一时间 现场陷入了沉默 没有谁能拿得出主意来 都很担心王燕 却又怕 坏了王燕的计划 房间里落一根真的声音 都能听得到 突然 有人在门口打报告 袁天刚示意 对方进来 并不是炎黄散的情报人员 看起来似乎只是 灵州分布的一名 普通炎黄将 对方明显 也感觉到了 现场的氛围有些不对劲 略微有些不自然地 绷着身子走近 手中捏着一封信件 是有什么事吗 袁天刚尽量用了一个 听起来清和的语气问道 这人才稍微放松了些 小心翼翼说道 刚才有人把这信交给我 说物必要给你 这名炎黄将双手 将信件递来 袁天刚疑惑地接过 送信的人呢 袁天刚问道 走了 送信的长什么样子 袁天刚又问道 那人穿里斗胖 我没看清 这名炎黄将有些窘迫 嗯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辛苦了 直到听到袁天刚如是说道 那名炎黄将才 如是重负地走出房间 刚出去 便抬手抹去了额头上的汗珠 感慨道 这就是超凡的压迫感吗 太可怕了 也不知道 严君是如何能跟这些人正常相处的 房间内 所有人都关注着袁天刚 袁天刚看完信件 表情从凝重变成了欣喜 这下其他人更加期待了 都想知道 这信到底是谁写的 目的又是什么 不过 看袁天刚神情 似乎是好的 袁天刚看完信 伸出了一口气 面带笑容地 看向在场的人 信是鬼借来的 大概意思 就是让我们稍安勿躁 继续把这吸引下去 闻言 众人皆是松了一口气 叶兰问道 那王燕的情况呢 袁天刚接着笑道 说都是王燕的计划 他没事 鬼借之人 还夸赞了王燕一番 说王燕有勇有谋 年少有为 那真是太好了 叶兰忠 于完全放心下来 知道王燕没事 鬼借站在人类这边 已经没有比这再好的消息了 一众超凡 也是一副 虚惊一场的后怕模样 王燕这小子真是能折腾 还要我们陪着担惊受怕 肖战玄孝骂 前人摆摆手 哎 人没事就好 只要鬼借 是站我们这边 人类就还有希望 以后还是不能让他这么胡来了 应该多与我们联系才是 清冷高贵的妖然 都忍不住说道 无论如何 知道王燕没事就好 那我继续去跟各个国家沟通去了 辛苦你们跑一趟了 袁天刚笑道 那里的话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一向寡言少语的慈悲武僧回应道 正当这场 因为王燕的小会即将散场之时 送信的那名炎黄将又来了 与上次不同 这次是火急火燎的跑来的 袁天刚眉头微皱 看向这名炎黄将 又是什么事 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次这名炎黄将跟刚才判若两人 根本没有了那畏畏缩缩的模样 很是慌张 那个王 王子英姑娘 来了 什么 袁天刚等人皆是大惊 快请他进来 袁天刚跟这名炎黄将一起快步地走到门口 亲自将王子英接进了房间内 房间里 所有人看到 王子英的模样 都是面色凝重 只因王子英此时 虽然看上去美貌 依然不输之前 可是 原本那双魅惑至极的毛子 现在全白 没有了瞳孔 全被眼白占据 看到王子英这模样 众人的心沉下来半截 子英姑娘 你的眼睛 袁天刚看着王子英 小声询问 为了从鬼界逃出来 用了密数 以后应该是看不见了 不过不碍事 修行者都是靠感知的 眼睛用处不大 王子英快速回答 接着说道 我接下来说的 才是最重要的 鬼界 反水了 王燕 被他们追杀进了一处 号称进去就再也出不来的地方 还有 魅魔族的大长老去过一趟妖狱 现在不能相信鬼界的任何一句话 信息量太大 现场的几人 一时间都喉咙干涩 说不出话来 刚才几人 还处于欣喜之中 现在又瞬间落回地面 而且还伴随一阵后怕 只因这妖族和鬼界 实在太狡猾了 若不是王子英 感到揭露真相 现在几人 还蒙在鼓里 而且 王子英虽然说得轻松 可是却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才将消息带出来的 说完 王子英便没有再说话 王燕的嘱咐他 已经完成了 他也明白 现在压力 全部给到了人类 而自己 也在帮不上什么忙了 因为双方的势力 实在是太不对等了 这样的战争 人类能胜的概率为零 沉默了许久 袁天刚才说到 辛苦你了紫英姑娘 叶兰丫头 你先带紫英姑娘 去休息吧 嗯 叶兰轻声回应后 带着王子英离开 房间里 只剩下华夏的六位超凡 现在 怎么办 袁天刚说 又是沉默 好久之后 前人才从椅子上坐直 脸上 似乎带着试然 老袁 之前一直查的邪修老巢 应该查到了吧 两个月前 就查到了 你要干嘛 袁天刚有些疑惑 前人目光深远 我觉得那小家伙 是关不住的 就让我最后 再为他拖延一点时间吧 第127章 咱们回家 谢谢你 王燕和王小娟 居住的邻居外 叶兰轻声对王子英说 王子英的气息很低迷 原本叶兰是想让王子英 现在分布休息的 可是王子英 执意要回来 看王小娟 叶兰拗不过 只能一起来了 王子英不乏稍快 谢我做什么 谢谢你不惜付出 惨痛代价 将消息送出 至少能让华夏死的明白些 不受那些畜生的愚弄 叶兰抿了明嘴唇说道 这有什么惨痛的 不就是眼睛看不见了吗 有时候看得太清楚 反而受累 说不定还是好事呢 王子英语气轻松 仿佛真的没什么一般 叶兰神色复杂地 盯着王子英 那不满眼白的眼睛 不忍心地轻叹道 你就嘴硬吧 别就结这个了 我们赶紧进去看小娟吧 王子英虽然看不见了 但是能感知到 叶兰在看着自己 下意识歪过头 去催促道 叶兰无奈 轻轻摇头跟上 子英姐姐 你回来了 来开门的王小娟 看到来人 是王子英和叶兰 激动不已 迅速地从门后 跳到了两人跟前 不带两人回话 王小娟的笑脸 瞬间一变 死死地盯着 王子英的眼睛 子英姐姐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怎么了 王子英下意识地 转过头 不想让王小娟看到 王小娟 就又跑到 正对着王子英面旁的方向 小手急切地 拉着王小娟的手 子英姐姐 到底怎么了 你快告诉我 叶兰不忍心看到这一幕 抿着嘴背过身去 王子英心头情绪迸发 鼻头有些发酸 可却硬挺着 柔声说道 小娟乖 我没事的 我不在的这些日子 小娟有没有乖乖的呀 走 咱们进去说 聪明的王小娟 瞬间便洞悉了一切 眼眶里 瞬间爬满雾气 拉着王子英的手 不肯放开 甚至用力地 拉着王子英向外面走去 王子英惊诧于 王小娟 竟然能拉得动自己 又疑惑地问道 小娟 你要带我去哪啊 看到这一幕 叶兰也急了 蹲下身子来 小娟 你要带子英姐姐去哪啊 王小娟没有说话 像一头死绝的小蛮牛 用力地拉扯着王子英 王子英被王小娟 拉着小步地往前走 王子英怎么也想不通 一个四岁的小女孩 哪来这么大力气 真的跟一头蛮牛似的 自己明明是 一个成年女性 这种小孩 怎么能拉动自己的 不动用灵力的情况下 王子英还真是没办法 在王小娟的拉扯下 保持不动 两人一直关切询问 也没有用 直到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王子英才动用了力量 这下王小娟 终于再也没法拉动 王子英了 小娟 你到底要带姐姐去哪啊 王子英俯下身来 将王小娟抱在怀里 看到了王小娟的眼睛里 挤出了泪珠 子英姐姐 被坏人欺负了 我要去打坏人 怀中的王小娟 带着哭腔 乌夜地道 这一刻 王子英再也绷不住了 抱着王小娟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泪流满面 一回到华下 王子英立刻就想回到这里 只因为这里有着与王燕 王小娟一起生活的痕迹 有家的感觉 那是一种 令她痴迷的感觉 而现在 怀中的小女孩 真的让她感受到了 家人的感觉 从这刻起 谁想伤害这个小女孩 她豁出命 也要杀了对方 夜兰看着这感人一幕 也是忍不住眼眶湿润 看着这一大一小的女孩 都很心疼 一个为了华下 永远失去了那双好看的眼睛 一个明明只是四岁 却懂事的让人心疼 很多事不用大人告诉 她心里什么都知道 只是有时候不说 一旦说了 那是真的忍不住了 王小娟依旧固执地 拉扯着王子英 要去给她报仇 走 子英姐姐 谁欺负的你 你带我过去 我也要挖了她的眼睛 这个小女孩固执地可怕 看着可爱动人 骨子里也有着 令人心惊的痕迹 这一点跟王燕太像了 在两人的不断安抚下 王小娟手上的力气 才逐渐小了下去 最终犹如终于接受现实了 一般伤心地大哭着 这些坏蛋欺负子英姐姐 等我哥回来 让我哥把他们都杀光 全部都杀光 王子英心直颤 泛起阵阵液 将小女孩紧紧地搂在怀中 别说失去了一双眼睛 就是死也值了 放心 你哥回来 肯定不会放过那些家伙的 叶兰在一旁 替王小娟擦拭着泪水 又安抚了一会 王小娟才停了下来 彻底接受了这个现实 走在王子英前方 小手牵着王子英 小心翼翼地带着王子英 朝着房子里走去 走 子英姐姐 我带你回家 王子英哽咽着 嗯 咱们回家 华夏云州 一处原始森林里 有着一些木制建筑 这里是邪修的老巢 在小道上 巡逻的各个面容不善 两个邪修 带着一对人类女人走来 似乎刚回到此地 这些女人们 被铁锁锁着手脚 用铁链子连成一列 看着周遭的环境 都无比地惶恐 哟 搁几个 巡逻着呢 走在前面的那名邪修 跟巡逻的打起招呼 是啊 今儿个又轮到我们 搁几个巡逻了 老大也真是的 这荒郊野岭的 能出什么事 要我说 还不如让我们去喝酒快活呢 哟 这次抓的这批色相不错了 这次你能领不少赏了 晚上不请一顿酒 怕是说不过去吧 巡逻的人 有理由气地回答道 那必须的 晚上一定都来啊 这人招呼着朝里面走去 路过时 拍了拍巡逻队这些人肩膀 都辛苦了 老大吩咐的 我们照做就行了 不会有错的 小心使得万年传 万一华夏的人 真找到这里了 咱们也有个反应时间不是 反应时间 你觉得 你们能跑得掉 突然响起的声音 使得现场的邪修俱精 谁 寻着声音方向看去 站着一个老头 老头红光满面 穿着一件米色背心 牛仔短裤 脚上蹬着皮凉拖鞋 背心上印着几个字 劳动最光荣 第128章 国事 老头看起来普普通通 身上没有任何 灵力波动的样子 瞬间使得 这些邪修放松了警惕 人类女人们 原本还期待能被救 可是看到前人之时 瞬间心凉半截 甚至都开始 可怜起前人来 他们这些对邪修来说 都有用 再怎么样 也不至于杀了他们 可是眼前这老人不同 这些人 各个凶神恶煞 这种手无寸铁的老头 杀了也就是杀了 甚至眼睛 都不会眨一下 老头 你迷路也不至于 迷到这里来吧 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巡逻之人 面色不善道 什么地方 前人朝着这人 昂昂头 嘿 老头 你是真傻 还是假傻 对于你们这些人来说 这里就是地狱 前人不可否认地点点头 对于你们来说 也是 不待对方疑惑 一瞬间现场的邪修 全部毙命 前人还在原地 像是一栋没动过 这些女人身上的金刚铁锁都随之锻炼 经一间这些女人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还是人群里有人认出来前人 无比激动 她是我们华夏的最强超凡 新年致辞的时候出现在电视机上的 华夏的超凡强者 来救我们了 其他女人一听了 也瞬间回想起了前人的这件背心 都是激动不已 华夏最强的超凡来了 今天有救了 建筑群的深处 一个瘦削的男子此时慌张极了 因为仅仅在一瞬间 她发现这个老巢里面除了她的 其他邪修全部死了 唯独留下了她 她根本想不到对方会是什么意思 带着全部身家准备立刻开溜 别费劲了 你跑不掉 前人的声音响起 随之前人也出现到了这瘦削男子背后 超 超凡 这瘦削男子惊恐极了 没想到华夏竟然派出超凡强者 亲自来剿灭自己这些人吗 自己这些人何得何能啊 扑通 瘦削男子很干脆地跪了下来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只要别杀我 瘦削男子磕头如捣蒜 前人脸上带着微笑 蹲下 寄灵番 拿出来 瘦削男子一愣 寄灵番 哦 寄灵番 在这 瘦削男子麻溜地从空间处存借里 取出一把血色番 恭敬的双手递上 前人结果打量着这充满着邪恶气息的番 心中沉吟 这就是寄灵番吗 这番可以通过血迹生灵来获取邪恶力量 短时间提升实力 血迹的生灵越多 能获取的力量就越多 不过看上去尚未使用过 因为这番还有一个特性 使得哪怕是邪修也不敢轻易使用 因为这东西一旦使用就开始侵占心智 最后的结果都是沦为一具没有自主意识的杀戮机器 这是获得力量需要付出的代价 这种东西虽然极端 可却能让一些人在短时间里体会到正常修行这辈子 也不可能永远的实力 寿瘦削男子眼珠子一阵咕噜打转后说道 大人 能不能不杀我 我可以帮您寻找血迹的目标 哦 是吗 还去哪里找呢 我看你就不错 听完前人的话 寿瘦削男子瞬间面容大变 浑身凌厉 黄勇就要逃 可是下一秒便化作一滩血水 被帆吸收 吸收完之后的寄磷帆似乎更加鲜红了 而且前人此时忠厚的面庞似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看上去有些阴影 冥冥之中 前人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 建筑群的前方 前人高举着寄磷帆 这地方所有斜修的尸体都化作血水 进入帆中 获救的人类女人和后续被解救的人类女人汇聚成一大群 此时看着前人都忍不住的心生恐惧 哪知道眼前这个老人是华夏的超凡 可是此刻也是 能很明显感觉到对方身上的邪恶气息 前人朝着这些人走去 越近这些人越是害怕地缩在一起 有一个胆子大一点的鼓起勇气说道 大人 我们都是华夏的百姓 我们知道您是天大的好人 前人微笑着 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和蔼 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们 你们一直往外面走 会有人来接你们的 那大人您呢 前人倾笑 目光深渊地看向腰郁的方向 我吗 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这天 华夏所有人都听到了一个 犹如来自天上的声音 多少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 若小就要受欺负 就要挨打 华夏的同胞们 努力 奋斗 撞我华夏 下方华夏民众 听着这突然响起的声音 虽然不知道缘由 可是不知为何 人们不仅不觉得奇怪突兀 反而个个都觉得 激昂又悲壮 炎黄散分不理 袁天刚等人 神情无比肃目地 看着前人离去的方向 心中何其地敬佩 这位活了数百年的前辈 这位不起眼的老人 经常都是乐呵呵的模样 只是时不时会说些 他那个年代的事情 引得众人都很好奇 他说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都很热血 都不怕死 好像在他口中 他那个年代的那些人 个个都同他一般 在国家危机之时 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哪怕面临的是 必死的结局 袁天刚深叹一口气 前人前辈 是真正的国士 双手揣在袖间的 老道凝重的点头 可敬 其余几人 都是神情激荡 却又很无力 这种时候 有实力拖延 一些时间 让华夏在苟延残喘之人 好像只有这位可敬的老人了 暗无天日的洞窟里 小胖子一个剧烈抖动 从瞌睡中醒过来 慌忙地四处查看 没有看到那些可怕的东西时 才松了口气 转头看向依旧盘坐着的王燕 大哥 你这一坐 就是十来天 好歹休息一会啊 小胖子试探地说道 他太无聊了 这些天里太想跟王燕聊天了 可是王燕 就仿佛屁股生根了 一般一动不动 终于 王燕从地上起身了 收起神级灵气法阵 活动着肢体 王燕走到小胖子身边 如今境界 已经是金刚进三重巅峰了 说出去 足以让世人疯狂 可是王燕 却依旧沉闷 还是太慢了 你终于肯休息了 快先聊会天 小胖子有些激动 这种时候 急也没有用 王燕终于回过神来 注意起小胖子 你说你力量被封印 怎么封印的 第129章 破解封印 王燕心中想着 如果这个小胖子没瞎说 那么他应该是 神圣范畴的修行者 那至少也是王静 若是能将其的封印解开 那不就能破开这监牢 这些日子里 仅是十多天 便已经提升了一个小境界 这样的修行速度 已经非常的离谱 可是对于王燕来说 还是太慢了 并且修行的过程中 王燕还很难以真正 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 心中一直是牵挂着外界的 否则速度 还能再快上一些 王燕现在如今担心的是 外界可能已经发生了大战 若是双方已经开战 以两边的实力差距的话 人类的覆灭 甚至不需要 一周十日 这样的情况下 王燕实在是难以将心思 全部投入修行中 必须得想别的办法出去 见王燕这么多天 终于肯退出修行状态 与自己聊天 小胖子十分高兴 啊 那些狗日的 对我使用的封印术 是神圣范畴的 你知道也没用 小胖子轻松地说道 在他看来 王燕一个 尚未进入 神圣范畴的修行者 是肯定无法解开 他身上的封印的 你让我看看 我试试 能否为你解开 不管小胖子 如何说王燕 还是自顾自地说道 并且来到了 小胖子的身边 怎么了 你有很紧急的事情吗 似乎是察觉到 王燕的情绪 小胖子疑惑地问道 万分紧急 我的国家 正在面临危机 我的同胞们 正在处于水深火热 还有很多 我在乎的人 也都还在承受着这一切 你说 我能不急吗 身边的王燕沉声道 我在这里面 每多待上一天 就多上几层出去后 再也见不到他们的风险 小胖子听了之后 竟有些愣住 小声地说 像是在对王燕 也像是在自语 你也这样吗 什么呀 王燕问 哦 没什么 小胖子回答着转过身去 背对着王燕 将身上的那一层 已经穿成纱的短袖 脱了下来 封印在我的后脖梗上 你看看吧 能不能解开 小胖子知道 王燕到如今 都还没有认命 都依然觉得还能出去 不过反正也无聊 索性就当陪小孩完了 随着小胖子脱下衣服 王燕顺势看去 黑暗中 小胖子的后脖颈处 有一个奇异的印记 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轻轻地闪烁出 微弱的光芒 这光芒很弱 可是依稀能够看出 这印记形状 似乎像一朵玫瑰花 王燕的神识 才是刚一侵入 就立刻被弹了出来 仿佛就连接触的资格都没有 王燕心中一惊 这封印针 就如此强横 怎么样 弄不开吧 没事 习惯了 都 小胖子的语气轻松 似乎真就这辈子 都不出去 也无所谓呀 我再试试 不过这次可能会有点疼 你坚持一下 这次王燕的两根手指 接触到小胖子的后脖梗 将七彩琉璃火 召唤了出来 已经尽可能地 将七彩琉璃火的强度 控制到最小 没办法 这可是神物 毁天灭地 若是直接接触 很有可能将这小胖子 瞬间烧干净了 嘶 哦哟 哪怕王燕 已经极力控制 可是小胖子 还是忍不住 发出了惨叫声 不行不行 停停停停停 你这样下去 封印没有解除 我人要莫了大哥 小胖子痛得大喊 王燕也收回了 七彩琉璃火 同时也收回了 自己的手 高中和大学时 都学过一些 关于封印的知识 不过都是粗浅地了解 但王燕知道 不管是什么样的封印 总是能够强硬地 将其破坏的办法 只是需要手动足够的强 而七彩琉璃火 是神物 显然很符合这一条件 不过这小胖子 明显不能再接受 更强程度的 七彩琉璃火的炙口了 王燕也清楚 要是将七彩琉璃火的强度 再提升 这小胖子 可能就要当场一命呜呼了 王燕的眉头皱起 难道还是没有办法出去吗 哎 封印 好像有些松动了 小胖子 在地上翻滚着 哀嚎着 疼痛过去之后 小胖子却惊奇地 发现自己 好像突然间 就能够使用一些力量了 哪怕这份力量 只有原先的 极小极小一部分 神拉兄弟 你这到底 是什么火焰 小胖子的语气 欣喜极了 甚至话语中 带着颤抖 他仿佛看到了 出去的希望 难道说 他真的不想出去吗 也不是 只是观他的人 把事情做得太绝 让他压根就不敢 有再能出去的奢求 他在这间牢中 观察了不知道多少年 近来的 修行者没有一个 是步入了神圣领域的 他用脚想 也能知道那些家伙 是将监牢 设置在了一些 低级世界的周边 不断地给自己希望 却不断地 让自己绝望 因为这些低级世界 大部分是刚起源的世界 还还不能自主铲出 神圣气息 自然不可能会有 进入神圣领域的修行者 可如今这个少年 虽不是神圣领域的修行者 却能够使这封印松动 虽然只是仅仅松动了 一丝一毫 可是小胖子 也看到了希望 快快快 兄弟再来一下 小胖子兴奋地 再次跑到王燕的身前 背对着王燕 撅着屁股弓下身去 听上去迫切极了 说已经认命 不想出去 都是假的 看着小胖子 如此的急切 王燕选择满足他 手指再次按了上去 哎呦 妈的 痛死爷了 小胖子 又是疼得一阵 在地上翻滚 翻滚之后 兴奋地检查自己的状态 怎么回事 这次居然没用啊 发现自己所能掌控的力量 依旧还只是那一丁点 小胖子有些失望地说道 挨王燕叹了口气 重新又来到了一旁坐下 准备再度进入修行状态 看来想要 借着小胖子的力 逃出这监牢的想法 是行不通的 王燕更加地 坚定了任何时候 任何事情 都只能靠自己的信念 小胖子急切地连跑 带爬来到王燕身边 双手拉扯着王燕手臂 别啊 兄弟 你可以的对不对 你可以解开 我的封印的对吗 如今 神情无比激动的小胖子 跟之前那个淡定的小胖子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燕无奈地摇摇头 看来所有陷入绝望之中的人 只要看到了一点希望 那便会拼命地去抓住 我确实是可以解开你的封印 那还等什么 快快快兄弟 快帮我解开封印 哥们瞬间 便能破开这间 劳带你出去 甚至可以帮你解决你 所有的敌人 助你的国家 在你的世界称霸 我可以以我得到心发誓 绝对不会有其他想法 更不会对你有什么歹念 小胖子 几乎是跪在王燕的面前 与气近乎于祈求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的火焰 确实是能破解你的封印 可是从刚才的状况来看 火焰的强度 才能将你的封印解除 你确定你能承受得住 黑暗之中 小胖子的面庞猙獰 满是疯狂之色 孤独的一声吞咽 狠狠地道 能 我能 下一秒 小胖子被王燕 用神圣之力送到一旁 你能个得呀你能 我的火我还不清楚吗 火焰再强十倍 你已经烧得干干净净了 出这间牢 还是靠我吧 出去之后 我再想办法 帮你解除你的封印 不过到时候 咱们得谈好条件才行 这时的小胖子 哪怕能够使用的 仅仅是原先 非常之小一部分的力量 可还是开始 能够感知到了 王燕的神圣之力 他惊讶极了 因为他刚才感受到了 浓郁到无法想象的 神圣之力 圣神之力 这少年 这怎么可能 第130章 猎杀诡异 那样浓郁精纯的 神圣之力 那可是他巅峰时期 都无法做到的 可这来自一个 低级世界的少年 居然做到了 再次看着眼前这个身上 时不时闪烁着微弱光芒 面旁凝重的少年 小胖子震惊极了 一屁股坐到了沙地上 沉默了许久 今天他所接收到的 信息量太大了 而且都是令他难以置信的 他需要时间 去消化这一切 一边消化 一边偷偷地 关注着王燕 越想他越心惊 这少年 到底是什么来历 难道是神王之子吗 神王之子 在他的这个年纪 都做不到这一步吧 王燕这一做 又是十来天 在睁眼眼中的 金光爆射 境界已经来到了 金刚精四重的巅峰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时间了 照这样算下去 自己快则五个月 长则半年 才能晋升超凡 那时的外界 恐怕早已经天翻地覆了吧 王燕小声自语着 心中的担忧挥之不去 经过了这段时间的冷静 小胖子 似乎又恢复了 以前的那副神态 大哥 你究竟是何方神圣 黑暗中小胖子的语气 像是很认真 又像是带着几分玩笑 华夏 王燕 华夏 原谅我孤陋寡闻 好像没有听说过呢 难道是一处大秘境 还是一处虚空禁地 小胖子疑惑地问道 都不是 我不知道 你说的那些是什么所在 华夏是蓝星世界的一个国度 是我的家乡 王燕也全当作是在闲聊 一边整理着自己的存储物品 下意识回应着 这些时日 这样疯狂地投入修行 修行的境界 长得确实是很快 可是随之的 也是资源的大量消耗 照这样计算下去 自己手中的资源 似乎无法支撑到 修行制超凡了 如果是在外界 他有太多方法 可以去获取零食 可是如今 在这监牢 去哪搞零食呢 喂 胖子 你有零食吗 黑暗中 王燕的方向 声音传来 小胖子笑了 零食 你那个世界的修行资源 你觉得我有吗 我浑身上下 就只有这件短袖 和这条裤衩 王燕莫然 之前他确实是 见过小胖子模样的 这小胖子所说的短袖 和裤衩都已经不能再 称之为短袖和裤衩了 那只是两片沙罢了 唉 王燕突然想到什么 我还有系统啊 系统的商城里 可是什么都能够买 一块上品零食所需的 也不过只是 10的杀戮积分罢了 可以用杀戮积分 去系统商城 兑换零食呀 宿主 王燕 境界 金刚进四重 杀戮积分 2000 系统商城 战绩 暮火焚身LV6 加 杀神领域LV6 加 今日天气 玩万小游戏 2000积分 才是200块上品零食 远远不够用啊 随着境界不断提升 王燕发现 所需要的零食 正在承指数倍的增长 修行修的就是资源 没想到自己 如今也体验到了 零食短缺的感觉了吗 看来只能 获取杀戮积分了 王燕突然想到了 之前看到的那些东西 杀那些东西 应该也能获得 杀戮积分吧 可以 击杀诡异 相比生灵 能获取更多的杀戮积分 得到系统 冷不丁地回答 王燕沉吟了起来 系统给那些东西 定的名称 是诡异吗 那看来那些东西 最正统的称呼 应该就叫诡异吧 没想到击杀那些东西 竟然能够得到 更多的杀戮积分 王燕顿时下 定了心思 你要去哪 感知到王燕起身 小胖子问道 我准备去猎杀那些东西 对了 你知道这里面 有多少那天 见到的那些东西吗 什么 你要猎杀诡异 小胖子的语气 听上去极度的不可思议 我知道你不简单 可是你听我一句劝 那些东西 不是现在的你 能搞得定的 那可是诡异啊 虽然投入这监牢的 都是最低阶的诡异 可是那也不是你这种 普凡范畴修行者 能够搞定的 大哥 三思啊 听小胖子的语气 那些东西 好像真的是无比可怕 在他的认知里 王燕根本不可能杀得掉 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吗 这很重要 王燕关心的是 这里面到底有多少 事关自己能获取到 多少修行资源 能否支撑到自己 近生超凡 而自己能否近生超凡 也关系着两人 能不能出这监牢 小胖子梦了 你这小子 咋这么倦呢 那东西 真的跟你以往 面临的敌人都不一样 且不说 这世间生灵 面对那东西时 都会天然的 产生畏惧 从而影响战斗 退一万步来说 要想击杀那东西 至少也得是 神圣范畴的强者 只有圣神之力 才能对那东西造成伤害 小胖子依旧 在苦口婆心地劝导着 神圣之力 我不是有吗 王燕的声音 于黑暗中淡淡响起 使得小胖子猛地一惊 才想起了那个 可怕的事实 这少年 确实不是神圣范畴 可却能驱使 神圣之力 而且 这少年的神圣之力的 精纯程度 连他都心惊 小胖子还想在 出言劝说王燕 可王燕 却先开口了 这里面有多少那东西 真的很重要 关乎我们能不能 顺利出去 啊 听到这里 小胖子 终于愣住了 片刻后开始 认真回答 具体有多少我不清楚 没有数过 但是这么多年来 我确定 绝对不下于万数 不下于万数吗 那太好了 王燕语气 肉眼可见的欣喜 要是能全杀了 那得是多少 杀戮积分啊 想想都有些激动啊 系统还说 击杀这些诡异 可以获得更多的杀戮积分 要是获取的杀戮 积分足够的多 说不定还可以在商场原价 换一阵神迹物品 无论是七彩琉璃火 还是摇光 圣徒刀 都极大地增强了自己的战力 带来的增益 强得可怕 有了这两种神物的前车之剑 王燕对于神物的 渴望无比的强烈 下一秒 王燕就立刻动身 哎 你等等我 我跟你一起去 小胖子在身后急切地喊道 一方面是怕与王燕走散 另一方面 是他根本就不相信 王燕能击杀那东西 所以要跟上看着 关键时候将王燕带走 此时的外界 华夏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因为自从那天 整个华夏 无端出现那悲壮之声 才过去了五天 妖族和鬼界就集体 向人类宣战了 而第一战 打的就是华夏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